这个男人叫秦泽 经过刻苦不断的努力 他终于以刚好压线的分数 考上了台大 今天就是开学报道的日子 他欢呼着自己终于自由了 再也不用听老爸老妈唠叨了 再也不用被好吃懒做的老姐压榨了 秦泽高兴地穿好鞋子 谁知这时门开了 只见一身职业装的姐姐站在门口 举着手 高兴地大叫一声surprise 张开双手就向着秦泽扑来 那傲人的胸围就像一座大山 向他压来 姐姐一把把秦泽扑倒在了床上 整个身子直接压在了他身上 秦泽立马推开姐姐 叫道放开放开 看到你就没有好事 姐姐以某种姿势 跨坐在秦泽身上 不满道 什么吗 怎么能这么说你姐 秦泽一手捂着额头 无奈道 你不对劲 你这会不是该赖在床上 开着空调 像调死狗的吗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姐姐捏着秦泽的脸恶狠狠道 谁给你胆子敢这么跟我讲话 信不信我不送你去了 秦泽立马表示赞成 你会这么好心 我猜不信 楼下客厅 秦泽父母坐在沙发上 母亲看着这对活宝姐弟俩 一边打闹着一边下楼 无奈道 好了 宝宝 别欺负你弟弟了 快送他去学校吧 别迟到了 姐姐松开勾着秦泽的手 答应一声 拖着秦泽的行李箱 就大步向前走去 回过头来 还不忘让秦泽快点 完全不顾弟弟 在后面 疯狂地表示反对 护士公路上 秦宝宝边哼着歌边开着车 心情非常的好 秦泽坐在后座 心里在想着 这秦宝宝到底想搞什么鬼 车子又行驶了一会儿 秦泽看见了财经大学的校园 正当他以为是自己想多了 臭老姐还是关心我的时候 秦宝宝直接一个拐弯 车子离财经大学越来越远 秦泽大叫 开过了 开过了 没错没错 一会就送你过去 秦泽恍然 秦宝宝 你果然有诈 姐姐得意的坏笑 给老娘乖乖做好 要是再叫 我可分不清刹车和油门了 这个有着三十六弟的美女 叫秦宝宝 她此刻把自己的弟弟 连人带行李拐骗到了她的房子 姐姐开了门 追逐着弟弟快点进去 秦泽大叫道 我就知道你没这么好心 无缘无故地送我去学校 秦宝宝拿出手机危险 你再不进去 我就把箱子里的东西 拍照给爸妈看 秦泽无语 你到底想干嘛 姐姐脱了高跟鞋 义正言辞地说道 住校有什么好的 一堆人挤在乱糟糟的宿舍 怎么看都是跟我这个大美女 同居划算 真是谢谢你了 秦泽撇撇嘴 请原谅我这个 从小同居到大的人 表示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要这样嘛 人家一个人住好不方便 打扫卫生 轻力轻微 饮水机 没水了都没力气换 因为不会烧饭 厨房都激厚厚的灰尘了 晚上一个人回家 还会被吃汗伪行 阴阴阴 前一刻还是凛然 不可侵犯的预解 下一刻就变成了 小女孩撒娇姿态 更加不要跟你一起住了 我才不要给你当保姆 秦泽拖着行李箱 转头就走 姐姐立马按住 秦泽拖着的行李箱 耍起了无赖 你要走的话 我现在就喊非 秦泽真是被自己的 老姐给打败了 学校不允许学生在外居住 这个是硬性规定 要是被学校知道了 我可是会被开除的 放心了老弟 咱爸都搞定了 手续流程统统 OK 你乖乖跟姐姐一起 秦泽掏出手机拨号 半晌后 电话里传来唇厚严肃的嗓音 阿泽 什么事 爸 我想住校 秦泽直截了当的说 这个时候 姐姐伸手狠狠掐了他一把 没必要一定住校 你陪你姐一起住吧 他一个女孩子独居 我和你妈都不放心 想住校了 偶尔回去住一住 也是可以的 一家之主说完话 直接给挂断了 既然是交职人员的子女 大一不住校当然没问题 秦泽哀叹一声 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在这四口人的小家庭里 也有着自己的秘密 秦泽知道这个秘密 小时候 他偷听过母亲打电话 字里行间听到他们俩的声势 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 母亲口中的他 可能是他 也有可能是他 这个秘密深埋在他心底 不敢吐露 生怕把这个温馨的家庭 打得支离破碎 2017年6月 种下十分 转眼三年过去了 秦泽被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 从睡梦中吵醒 他一手按着发胀的脑袋 一手支撑起身子 宿醉后的脑袋疼得 像是要裂开天旋地转 敲门声还在响 追命鬼市的 叫人讨厌 有事起奏无事退潮 秦泽烦躁的声音说 王上 奴家肚子饿了 门外传来柔媚中 略显沙哑的好听嗓音 知道了知道了 秦泽有气无力的回应 半睁半合着眼睛 去摸索床脚的衣服裤子 快点哦 外面的声音也显得有气无力 秦泽迷糊糊的穿上衣服 一个没站稳 一头刻在床檐 煞时间脑袋空茫茫一片 迷迷糊糊中 听见一个声音响起 匹配时间 2017年6月19日 匹配空间 未知 匹配宿主 符合技术 红膜锁定 DNA锁定 系统自动更新中 什么声音 秦泽呲咬咧嘴的站起来 脑子反而清醒多了 走到窗边拉开帘子 温暖刺眼的阳光 像海潮般涌进来 迎着阳光 站了一会 这才想起今天是周一 他打开房门 来到客厅 客厅里 杯盘狼藉 餐桌上 还有昨晚剩下的半个披萨 12寸玛格丽特草莓蛋糕 也只剩一个空盒子 绝非是吃光了 而是当作武器 活活糟蹋 除了残羹剩菜 桌子摆满了各种酒瓶 鸡尾酒 啤酒 洋酒 香槟 还有几瓶白酒 都可以买一面墙了 秦泽轻轻叹了口气 找出准备好的大型垃圾袋 把空酒瓶一个个放进去 残羹剩饭也倒进去 他抓起姐姐闺蜜 昨晚脱掉的丝袜 冲着秦宝宝的房间大骂 你这个变态的变态闺蜜们 还嫌自己不够变态吗 什么都敢脱 秦泽气冲冲的 把垃圾扔在垃圾桶里 神色疲惫的走进洗手间 一番洗漱 这才觉得整个人活了过来 随后 气定神闲的进厨房 先从冰箱取出脱汁牛奶 倒入玻璃杯 放置进微波炉 低火两分钟 然后开始煎盒包蛋 煎培根 用滚水烫两片生菜 不到十分钟 一顿简易早餐就做好了 秦泽来到姐姐的房间 吹开门 淡淡的香水味 夹杂着酒气 扑入鼻腔 秦泽进门拉开窗帘 推开窗户 微风伴随阳光涌入房间 吹散酒气 早饭做好了 起床 女人绿色卷发披散 看不清脸蛋 懒猪式的哼哼几声 继续酣水 秦泽努力回忆着 昨天是姐姐的生日 于是邀请了闺蜜团 来家里开party 女孩们艳寿环飞各种各样 看起来都好有素养 好有女神范 几瓶酒下肚 圆形毕露 个个都是酒厂女英雄 一喝喝一宵 机智的姐姐 把弟弟拉出来挡酒 自身好像只喝了几瓶啤酒而已 这个男人一把掀起姐姐的宝毯 大声道 起床了 突然声音卡在喉咙里 只见床上的人身段浮屠有致 姐姐的身段很好 偶尔会跑步 跳舞 懂得锻炼身材 该死 这女人竟然没穿睡衣 秦泽盯着姐姐胸口发呆 倒不是她胸有料 姐姐是三十六弟这种事情 她早就知道了 她发呆是因为 姐姐穿的是一套黑色蕾丝半透明内衣 两人住在一起这么多年 她可没有这种情趣内衣 死变态 眼睛往哪看 姐姐抓过毛毯裹住身体 要多假有多假的 花容失色 想不到你是这样的秦泽 哟 这是情趣内衣吧 啥时候这么时髦了 哪个男人调教的 哪有男人调教啊 姐姐长这么大 都没谈过恋爱 人生真是失败 你就装吧 秦泽翻着白眼走出房间 姐姐在后面可怜大叫 别走 你别走 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 连一个男人的目光都留不住 秦泽直接一个抱枕 呼在了姐姐脸上 秦宝宝生气的哼了一声 秦泽默默嚼完面包 吃完培根以及荷包蛋 等了十分钟 姐姐才穿着松松垮垮的睡衣出来 眼睛还半眯着 昨晚被你那群女闺蜜罐的 只剩半条命的是我吧 你这副纵欲过度的样子 是怎么回事 秦泽大闷说 你才纵欲过度呢 姐姐无精打采的横了他一眼 昨天你躺了之后 他们也差不多了 还不得我来收拾残局 有男朋友的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领尸 没人要的单身狗 我一个个打车 送他们回去 折腾到凌晨三点半 才睡觉好不好 今早可是被恶醒的 秦泽一巴掌 拍开他身向培根的手 活该 洗脸刷牙去 姐姐呕了一声 眉骨头似的站起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抓起培根塞嘴里 踩着拖鞋 噼里啪啦跑进卫生间 探出脑袋 朝他扮了个鬼脸 秦泽做事要打 他立刻缩回脑袋 姐姐没个做姐姐的样子 不过他也习惯了 反正他这个弟弟 也没弟弟的样子 秦泽叹了一口气 大概是家教的原因 父母从小对秦泽苛责严厉 生怕他这棵小树苗 将来长成歪脖子树 对待姐姐却百一百顺 疼爱有加 姐弟俩待遇截然不同 如果姐姐是亲生的 弟弟就是充话废诵的 老爷子给出的理由是 穷养男父养女 可不管父母如何严厉 如何望子成龙 秦泽就像扶不起的阿斗 平平庸庸的长到22岁 反而是宽松对待的姐姐 从小就是学霸 长大后 一如既往的冰雪聪明 玩似的就考上复旦 秦泽边吃着早饭 边想着这些 顿时感觉饭也不香了 秦宝宝从洗手间出来 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瞬间好似变了一个人 脸蛋白净细腻 据说大学时经常私下里 被女生骂胡妹子脸 洗脸刷牙用了十分钟 现在是早上八点二十五分 就算你五分钟内解决早饭 回房间换衣服化妆 然后坐地铁 算了 别坐地铁 开车吧 算算时间 你今天要迟到 迟到一天 全勤奖就没了 你损失三百块 相当于一个星期的伙食费 秦泽计算着姐姐揽床 造成的经济损失 姐从来不化妆的 秦宝宝皱了皱鼻子 迫有点小女孩撒娇的憨态 重点不该是你上班要迟到了吗 秦泽抓狂 不上班 我辞职了 秦宝宝咽下盒包蛋 喝了一口牛奶 秦泽吃了一惊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辞职的 我没跟你说吗 完全没印象 哦 事情太多了 忘记和你说了 好好的 辞职做什么 你上次骚扰你了 秦宝宝喜滋滋道 好主意 老爹问起来就这么说 可笑 我会替你保密 你那份工作很不错呀 实习期就有五千工资 转正后月薪过万 年底还有不菲的奖金 你拍拍屁股 走人不干了 喝洗北风去呀 秦宝宝眨巴着眼睛 卖萌道 姐姐以后就靠你养了 你滚你滚 我还没毕业 秦泽哼哼道 老爹去年还跟亲戚们炫耀呢 明明一脸得意的表情 却装得很不在意 哎呀呀 也就一般般了 全球五百强公司而已 秦宝宝低着头 仔仔细细往吐司涂抹花生酱 嘴里含糊不清 昨天我生日吗 时光真是把杀猪刀 不知不觉要奔三了 我心想不能这样下去了 可不要把青春浪费在什么全球五百强公司 我要挣脱束缚 摆脱封建 做一个勇敢的追梦少女 是追梦妇女吧 秦泽吐槽 想死啊 秦宝宝揪着她衣领 瞪了一眼 你想做什么 秦泽心里生起不祥预感 我的目标是走上荧幕 成为大明星 做国民女神 吼吼吼 果然 秦泽默默无脸 秦宝宝人生中有一大污点 一大遗憾 所谓的污点 就是她的名字 初中的时候 因为受不了同学们的嘲笑 偷偷拿了家里的户口本改名字 因为给不出充分的理由 以及没有父母陪同签协议书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打电话到家里询问 老爹二话不说 杀到派出所 拎着耳朵把他带回家 一顿棍棒伺候 秦泽记忆中 那是父母第一次齐心协力揍他 第二次是上高中的时候 鹰长相貌美 气质不凡 秦宝宝被心探看重 也不知那家伙给他画了怎样的大饼 让他把成为大明星当作毕生梦想 但父亲思想古板 不希望女儿去混娱乐圈 妈妈则担心所谓的心探是骗子 要把女儿骗去卖窑子里 于是又一顿棍棒伺候 秦宝宝视为平生最大遗憾 其实父母不知道 高考之后 秦宝宝本想把第一志愿 填护士戏剧学院 万幸被秦泽拼死拦下 不然人生中第三次棍棒伺候 就等着他了 十个多年 没想到他依然贼心不死 你够了 明星有什么好 表面风光 背地里只有心酸 这个社会很黑暗的 你这样 没头没脑地扎进 这片江湖 不出两年你就成黑木耳了 还不一定能混出什么名堂 秦泽义正言辞地说 我不管我不管 秦宝宝扭动身子 一副撒泼打滚的样子 跟我撒娇没用 少来这套 这事太大了 我要跟老爹打报告 秦泽往兜里掏手机 秦宝宝飞扑过来 死死按住他的手 楚楚可怜道 不要啊 被老爹知道 他会打死我了 你别搞事情好吧 他会不会打死你我不知道 但我如果知情不报 他保证会打死我 秦泽按住他的脑门 使劲把他往外推 同时掏出了手机 就在这时 他大脑传来一声 机械般的声音 主线任务 协助秦宝宝签约 新意娱乐有限公司 成功奖励三百积分 失败扣除一百积分 什么东西 秦泽愣了愣 换听了 酒还没醒彻底 趁着他失神的时间 秦宝宝劈手夺过手机 不毒子式地迅速后退 还挑衅地朝秦泽吐了吐舌头 把手机给我 他得想办法让这女人打消不切实际的念头 以前在家里还有父母阵着 老爹让他来和姐姐一起住 也是要秦泽看着他 不能让他乱来 比如辞职去混娱乐圈什么的 到这种事情 他就该打电话向总部报告 否则就是他失职 这个锅可不能背 他正想用武力来打算抢回手机 谁知这时 姐姐把手机往胸口里面一塞 秦宝宝把手机往三十六地里一塞 挺着胸 闹闹道 你来啊 你来啊 你敢碰我我就跟老爹说你摸我兄 秦泽满脑子都是曹 姐呀 我们好好谈谈 秦泽决定使用怀柔政策 不是我这个做弟弟的阻止你追梦 但你没有在最好的年纪走对的路 现在已经晚了呀 你都二十五岁了 青春少女形象肯定不行了 像你这样的年纪 不靠实力 怎么混娱乐圈 只有靠脱了 难道你想天天被各种潜规则 和那些满脑肥肠的臭男人 啪啪啪 娱乐圈这种又赚钱又风光的地方 人人都想进 人人都想出名 竞争激烈 可想而知 拜托你面的大学是负担 不是上系 你争得过那些专业出身的英界毕业生吗 你会演戏吗 你有扎实的演技功底吗 二十五岁的人了 别幼稚行不行 我有脸 秦宝宝扬起那张狐妹子脸蛋 你有个屁脸 你是不是毒鸡汤喝多了 娱乐圈是靠脸就行的 地球上帅个美女要多少有多少 宿主你错了 我去过一个平行空间 那里的艺人完全没有演技可言 光靠一张脸就能纵横娱乐圈 奇怪的声音又响起 谁啊 秦泽一屁股跳起来 惊恐地左顾右盼 宿主别紧张 我是旅行在时空中的智能系统 曾经去过许多不同的时空 现在寄宿在你的大脑里 三维世界的智慧生物 很难理解我的定义 你可以把我理解成网络小说中 男主的金手指 哦 秦泽点点头 信你才怪 我要去医院 可是走着走着 身体忽然不受控制了 直接扑到在了沙发上 秦宝宝愣问看着他 你干嘛 秦泽哭丧着脸 姐姐救命 我觉得我应该抢救一下 神经病啊 秦宝宝一手护住胸口手机 一手小心翼翼探过来 摸他额头 脑袋瓦特了 不是 我脑子里 我没事 他不受控制地 说了言不由衷的话 与此同时 脑海里响起机械般的声音 宿主注意 请不要暴露我的存在 否则抹杀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秦泽在心里怒吼 你还能控制我身体 别告诉我 什么系统不系统 现实与小说 我还是分得清的 我曾经去过很多时空 换过很多主人 像你这样的也不少 没关系 慢慢就接受了 现在你的第一个任务 是帮助秦宝宝签约 心意娱乐有限公司 成功奖励积分 失败扣除 积分清零的话 秦泽颤声道 抹杀 那倒不会 我会重新选择宿主 走好不送 脱离当前宿主的话 需要抽干你的身体能量 确定放弃吗 球都马带 抽干能量 我会怎么样 成为植物人 金手指什么的 我最喜欢了 你确定不会吃掉我大脑 不会 那我现在该怎么做 任务开始 时间三个小时 重复一遍任务 帮助秦宝宝签约 心意娱乐公司 成功奖励300点积分 失败扣除100点积分 这个男人上一秒 还反对着姐姐去娱乐圈混 下一秒 立马没开眼笑道 姐 你不是 想去娱乐圈混吗 小弟帮你出主意 当明星好啊 放心干就完了 我是你的坚实后盾 脑袋真瓦特了 姐姐帮你叫120 秦宝宝眉头一簇 看着弟弟这反常的举动 掏出手机 立马要给弟弟叫120 秦泽一个恶虎扑羊 把姐姐娇软的身躯抱住 夺回手机 120你妹啊 秦宝宝只当他要抢手机打报告 像一只护崽子的母鸡那样 要和秦泽拼命 树袋熊似的 把一米七二的高挑个子挂在他身上 秦泽一个措手不及 急忙当当道 别闹别闹 说正事 我同意 你去当明星了 不骗人 秦宝宝水汪汪的单缝眼瞪着 秦泽单手拖着姐姐的屁股道 不骗人 好弟弟 姐姐最喜欢你 秦宝宝顿时眉开眼笑 在秦泽脸上乱青一通 说正事 说正事 秦泽急忙推开姐姐的脸蛋 娱乐公司也不是那么好近的 光靠一张脸人家不会要你 秦泽皱眉 容我沉吟沉吟 不用沉吟 你只要不打报告就好 我早有准备 秦宝宝在沙发上鸭子坐 我辞职的时候 上司问我离职原因 我说 我想去娱乐圈试试 他刚好在新一娱乐公司 有点人脉关系 提前帮我打过招呼 今天十点去面试就行了 秦泽恍然大悟 原来路都已经铺好了 姐姐和自己摊牌 是因为两人住在一起 瞒不住他 而系统的任务 恰好是新一娱乐公司 这显然不是巧合 想想也对 他一个在校大学生 哪有本事帮秦宝宝签约娱乐公司 这样的话 任务难度就降低很多了 好比一个刚出新手村的菜鸟 村长说 勇敢的壮士啊 你去帮我把大boss杀了吧 哦 那boss只剩一滴血了 这样才合理吗 你还磨记什么 剩一个半小时 还不赶紧换衣服去 秦宝宝立马笑着点头 去房间换衣服了 等了半天 姐姐突然从房间里伸出一只手道 阿泽 你帮我看看 哪个比较好 上面那个吧 秦泽尴尬道 姐姐又伸出漂亮的大腿问道 哪个丝袜好点 秦泽大叫 你又不是去站台 给我穿正常点 说完 直接过去 推开姐姐的门 没时间了 老子爱给你选 经过了清纯学生装 和兔女郎装之后 秦泽终于给姐姐姐 选了一套Pors女性职业套装 内衬纯白衬衫 不穿丝袜 黑色高跟鞋 把她打造成一个 气质干练的职场女强人 还化了精致的妆容 秦宝宝的五官 已经是完美无瑕 化妆之后 简直惊为天人 秦泽赶紧转过脸去 你干嘛 秦宝宝凑过脸盯着秦泽看 亮下我的狗眼 秦泽夸张地说 死呀 秦宝宝 白了他一眼 翘起的嘴角 暴露他内心的小得意 姐弟俩坐电梯 到小区地下停车库 秦宝宝的座驾 是一辆红色小宝马 花了他半年的工资 又问家里要了几万 年初的时候买的 崭新崭新 秦宝宝在车里 蹬掉高跟鞋 丢给副驾驶位的秦泽 秦泽嫌弃地叫道 你干嘛 想熏死我吗 秦宝宝抗议道 才不臭 出来前我有好好洗过的 怕秦泽不信 还把脚伸过去 让秦泽闻 秦泽一把拍开姐姐的猪蹄 催促姐姐赶紧开车 秦宝宝得意一笑 收回眉角 系好了安全带 小红马退出停车位 获得足够空间后 一溜烟地窜了出去 新一娱乐公司 距离秦泽的小区有20公里 小红马驶出小区后 过了两个红绿灯 成功驶上高架 然后开始以三四十码的车速 走走停停 秦泽抱着姐姐的高跟鞋 靠在座位上假妹 脑海里与系统交流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宇宙演算系统 啥东西 三维世界的智慧生物 很难理解我的定义 我最终开发出来的目的是 为了演算宇宙 你为什么会在我大脑里 秦泽没听明白 只好换个话题 随机选择宿主 我在每一个时空里选择的宿主 都是随机的 每一个时空 秦泽感觉不明觉厉呀 时间与空间 是宇宙最大的奥秘 时间是单向流动的 空间是无穷无尽的叠加 宇宙大到没有边境 拥有智慧生命的星球 更是不计其数 我的能力只涉及空间领域 所以我去过很多时空 每一个成为我宿主的智慧生物 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秦泽吐槽了一句 又道 我看过小说的 是不是可以摘星拿月 长生不死 类似的世界我也去过 秦泽激动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修仙 长生不死 可笑 世间不存在永恒的事物 太阳也会有终结的一天 根据我的推测 宇宙也不是永恒的 包括我 那我能活得跟太阳一样长吗 并不能 世界的形成取决于许多因素 每个世界都是不一样的 存在的定律法则也不一样 你所在的世界 人类本身做不到飞天遁地的地步 要你何用 秦泽好不失望 每个男孩都有一个仙侠梦 秦泽 生于1995年 体质一般 智力一般 成绩一般 从小到大过的平平无奇 按照你目前的人生轨迹 姐姐秦宝宝会是你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你一生都将庸庸碌碌 但我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改变你的命运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用的 被你这么一说 好想去死 秦泽无脸 你有什么用 接下来就是新手辅导时间 请打开系统界面 怎么打开啊 你起码给我个手柄啊 难道我对着天空喊一声 系统界面 他就会跳出来 秦泽话音方落 眼前跳出银蓝色的虚拟界面 让他想起网上看过的3D投影 虚拟界面的左上角是 秦泽二字 往下两个选项 任务 积分商城 秦泽伸出手指 点了点任务 虚拟界面就出现任务详情 主线任务 帮助秦宝宝签约新意娱乐有限公司 成功奖励300积分 失败扣除100积分 再点积分商城 却跳出来一项提示 此功能尚未开通 系统 积分商城里有什么 能帮助你走上人生巅峰的东西 尚未开通 是因为我目前积分点数为零 我想问问 这个任务是什么鬼 任务不是鬼 不过我大概能理解宿主的意思 天底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想得到什么 就要付出努力 想通过积分兑换商城里的东西 就得不停得做任务 任务出现的条件是什么 你可不要叫我杀人放火 猥亵女什么的 任务形成的条件 根据宿主当时的状态 身边的人 视而定 也根据宿主 心理的欲求来定 那如果 我想猥亵幼女 是不是有可能出现猥亵幼女的任务 是的 你够了 秦泽嘴角抽了抽 谁没点阴暗心理 遇上类似的任务 宿主可以选择放弃 系统自动扣除积分 诶 这里有一个任务道具 秦泽发现任务详情的末尾 有一型灰色字体任务道具 这是第一个任务的辅助道具 尚未达到激活进程 宿主耐心等待 等红灯时 秦宝宝扭头看了眼秦泽 捏了捏他脸蛋 好奇道 你手舞足蹈干什么呢 秦泽拍开姐姐的手 我脑袋 瓦特了不行啊 指了指前方 叫姐姐专心开车 自己随手关掉了系统界面 秦宝宝哼了一声 目视前方 专心开车 秦泽就看着姐姐的侧脸 发呆 挺俊的鼻子 鲜薄的嘴唇 微微翘起的下巴 让他想起了希腊雕塑 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 秦宝宝 从小就被亲戚们夸赞漂亮可爱 长大后 毫不意外地长成了大美人 幼儿园时是圆花 上学后是校花 收到的情书给秦泽擦屁股 擦十年 都绰绰有余 而秦泽就频繁多了 五官端正 撑死了小帅 父母所有的优良基因 都传给了长女 轮到秦泽的时候 就重规重矩了 新义娱乐公司 在内地是排前十的娱乐公司 旗下签约的艺人无数 一线明星也不少 拥有雄厚资本 整栋办公楼 都是新义的资产 秦宝宝在楼后 阴暗小道边 找到了停车位 小宝马划出一个完美的弧度 稳当当地停进去 秦宝宝高中就考出驾照 五六年的驾龄 他寒暑假 甚至周末都会开老爹的车 载着秦泽到处兜风 然后坑秦泽的生活费 在午后的阳光里 坐下来喝咖啡 吃吃东西 可怜他坐在姐姐对面 很不自在 正当秦泽想着这些时 忽然一只脚丫伸过来 原来是姐姐要秦泽 给他穿上鞋子 秦泽不高兴道 凭什么我给你穿啊 你是我谁啊 秦宝宝脚丫一指 想想这几年 谁养着你 再决定穿不穿 秦泽叹了口气 抓住姐姐的脚 报复性地捏了下 秦宝宝一惊 红了下脸叫秦泽轻点捏 脚压嫩 下了车 秦泽看了眼时间 显示九点半 开了整整一个小时 任务结束在十一点半 他还有两个小时 现在是上班高峰期 新翼娱乐办公楼前 西装革履的男人 和打扮时尚的女人 进进出出 能在这栋大楼工作的人 都是白领精领阶层 都市高收入人群 秦宝宝见怪不怪 高跟鞋彩的啪啪响 倒是秦泽有几分拘谨 他还是大学生 没接触过这种阶层和场面 进入大堂 从前台姑娘那里 问到面试地点 在七楼二号会议室 两人等了三步电梯 才等到空位置 本来以秦泽的意思是 直接挤进去 但秦宝宝 白了他一眼 说要是有人摸我屁股怎么办 秦泽星说 好有道理 我都无言以对 其实 秦宝宝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他上初中的时候 坐地铁回家 恰好是下班高峰期 车厢里乘客接种摩肩 有个鼠鼠偷偷占他便宜 秦宝宝二话不说 转身一个西状 正宗吃汗要害 从那以后 他上下学都是老爹接送 或者打出租车 七楼 前台小姐 给两人开了门禁 询问来意 笑着给秦宝宝一张号码指道 会议室在左手边直走 谢谢 秦宝宝把号码指放进包包 牵着秦泽往里走 宽敞明亮的走廊上 或坐或占十几个巨男美女 一名打扮简练 穿OL套装胸 脖子挂着名牌的女工作人员 看见秦宝宝和秦泽后 面带笑容的迎上来 看都不看秦泽 把履历和号码指给我 秦宝宝从包里掏出早准备好的履历 连同号码指一起给他 女助理翻看了一下 确认有秦宝宝 这么个面试员 礼貌道 请稍后片刻 秦宝宝拉着秦泽 在楼廊上的座椅坐下 秦泽小声道 好气呀 气什么 秦宝宝好笑的看着他 刚才他看都没看我 秦泽说 秦宝宝指了指自己脸蛋 得意道 说明人家有眼力吗 秦泽捅了童姐姐的小蛮腰 你看起来不太紧张啊 你倒是很紧张 秦宝宝捏着秦泽的脸蛋说 我不紧张 我就是感觉不自在 他们都在看你呢 秦宝宝 转头看向正装笔挺的帅哥们 展颜一笑 打了声招呼 让很多男人心中砰砰狂跳 他收回目光 哼哼道 别理他们 反正也习惯了 可我不习惯 你走到哪里都是大熊猫 而我就是大熊猫边上的竹子 秦泽郁闷道 竹子也有尊严的好不好 好了好了 竹子 让我这只大熊猫啃一口 说着就对着秦泽胳膊咬了下 秦泽赶紧推开他 小声道 你干嘛呀 这么多人看着 秦宝宝朝秦泽吐了下舌头 嘻嘻一笑 我不紧张啊 没什么好紧张的 面试不成功 大不了换一家 娱乐公司挖掘新人的方式 各式各样 普通人想成为明星 渠道也很多 各种唱歌类的综艺节目也不少 这时面试官喊了一个 叫王丽红的进取 前一名面试者 是个清秀可爱的小姑娘 垂着头 满脸沮丧 一副要哭的样子 大家都纷纷围上来打听 七嘴八舌地问 面试怎么样 通过了吗 面试都问什么 小姑娘摇摇头 他们说我不会唱歌 也不是科班出身 没有达到签约条件 说完就哭着跑了 秦泽把目光看向身边这位 也想靠脸吃饭的大美人 干嘛 我唱歌也不错的 大美人捏了捏拳头 这是一个花衬衫男人 突然过来 向着秦宝宝打招呼道 美女你好 我叫狗袋 秦宝宝看了他一眼 微笑道 你好 帅小伙被他的笑容给垫到了 顺势坐在秦宝宝的旁边问 你也是来面试的呀 我敢保证 你条件这么好 绝对能签约新意 我们今后就是同事 中午一起吃个饭 秦宝宝眼珠子一转 搂着秦泽的胳膊 老公 中午吃麻辣烫好不好 好啊 但不能多吃哦 最近你的腰都长肉肉了 讨厌 人家才没有呢 狗袋尴尬地走了 秦泽看着他灰溜溜的背影 戳了下姐姐的脑袋 麻辣烫这个梗太老了 下次换一个 秦宝宝 女助理在门口喊 到我了 秦宝宝把包包交给秦泽 高跟鞋在水墨地砖上 啪啪坐下 风情万种地扭啊扭 扭啊扭 推开仿木大门 长长的会议桌摆在落地窗旁 面试官坐在会议桌后 三个大富便便的大叔 两个中年妇女 大叔们看见秦宝宝进来 不约而同的双眼一亮 秦宝宝敏锐地 察觉到赤裂的目光 由下而上扫视他的身体 像扫描一似的心理意领 想起有一次秦泽给他说 网上盛传一种 划分男人和男孩的方法 很简单 小男孩见到美女 第一反应是看脸 然后一直看脸 等小男孩开了几次车 就会把目光从脸往下移 开始关注身材了 有朝一日 他们成了身经百战的老司机 看女人时永远是从下往上 秦宝宝当时就问 那你是什么级别 秦泽好不尴尬 强称着说自己理论方面 已经是满级了 秦宝宝心说 你嘛都是老司机啊 他深吸一口气 礼貌微笑 各位老师 我叫秦宝宝 一个中年妇女棱棱打断 我们有你的履历 秦宝宝精致地眉梢�皱了皱 感受到了中年妇女的恶意 中年妇女身边的男人咳嗽一声 和颜悦色的暖场 先坐吧 秦宝宝点点头 坐在为面试员准备的椅子上 双腿并拢 双手叠在腹部 一双不着丝袜的修长眉腿 让人看直了眼 居中那名中年男人目光 扫过秦宝宝大长腿时 顿了顿 笑道 秦小姐 我们看过你的履历 复旦大学毕业 又在外资企业工作了一年 在校 就业 都获得身边人的褒奖 你本该有更好的前途 为什么选择做艺人 秦宝宝端正坐姿 一点都不切场 这是我的梦想 你有梦想你最大啊 中年妇女心里嘀咕 中年男人一笑置之 温和道 实话告诉你 以你的学历和能力 我们很欢迎 但不是签约你做艺人 首先 你的专业不符 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演技这东西 不是说学就能学会的 而从零开始的培训 我们更希望找有潜力的优质 秦宝宝心说 这开局怎么不对啊 这是想刷我的节奏啊 可据我所知 很多出名的艺人 都不是相关专业课班畜生 那你知不知道 他们跑了几年龙套 熬了多少年 秦宝宝没话说了 不如这样吧 我办公室正好去的秘书 你有工作经验 能力出众 又是名牌大学毕业 如果有意想 可以来我这里 工资现在就可以谈 这阴魂不散的秘书 老娘可受够了 秦宝宝心里付费 这位老师怎么称呼 我姓张 人事部总经理 张总 你这么说我可不服气 我小学初中练过舞蹈 有基础 并不是一点底子都没有 而且我唱歌不错 中年妇女冷不丁道 清清紫巾会不会唱 秦宝宝点头 那我就现丑了 秦宝宝站了起来 抿了抿涂抹唇高的嘴唇 轻唱起来 他的嗓音有股柔美的雌性 声线很撩人 唱这种沧桑感浓厚的歌曲 竟是相得一张 中年妇女脸色微微一变 他原以为 秦宝宝这种没受过专业训练 所谓唱歌不错 是普通人眼里唱歌不错 或许还是别人吹捧的缘故 但他这段歌词唱出来 不能说完美 唱法上也有很多纰漏 但声音太好听了 酥酥麻麻 养到人心里 停停停 中年妇女喊停 面部改色道 声音不错 但唱歌完全是门外汉 说白了就是瞎唱 你这种去录音棚都很难修胜 秦宝宝脸色变得冷冰冰的 精致的脸蛋 越发像是希腊雕塑 熟悉他的秦泽要是看到 就知道 姐姐大人处在暴墓的边缘 秦小姐 你的履历上说 高中的时候 有星探挖掘过你 那么你应该知道 我们挑选有潜力的新人 一般是越年轻越好 你的年纪25了 不好包装 除非是有组合 但我们心意近期 没有适合女子组合的新人 张总顿了顿 苦笑道 除非你有特殊的才艺 能够让我们看上 否则公司资源有限 很难和你签约 选艺人 专业对口 有演技有才艺的 可以不在意年龄 反之 则需要年轻的 18岁到22之间 是最理想的年纪 现在娱乐圈 越来越流行小鲜肉 你这种就有点尴尬了 初中学的舞蹈可不算 那万一我女儿都跳得比你好 中年妇女 一脸阴阳怪气 秦宝宝觉得自己被人小去了 他心说 镇定镇定 这群大妈大叔 还不值得自己使用洪荒之力 我会做曲写歌 秦宝宝信心十足地 丢出一个重磅炸弹 张总不由地坐直了身体 兴致勃勃 我们能听听吗 我想先上个厕所 中年妇女痴笑一声 去吧 吃过午饭再来也没事 反正下午还有一批面试者 秦宝宝聚了个工 瞬间没了瘾 这姑娘条件很好啊 确实不错 容貌身段都很出挑 但娱乐圈 可不是长得漂亮就行的 中年妇女冷笑道 现在的女孩子 心都特别大 尤其是长得稍微漂亮些 就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说到底还是太好高无远 转头又对同事道 下午我那侄女也到了 她可是低调又努力的孩子呢 她早和几个同事通过气 方方面面打点好了 有几个虽然没有同意 但也没说什么 比如张总 其实是默许了 可她一看到秦宝宝 心里就疙大一下 这小蹄子太出挑了 她一进来 身边几个可以做她爹的老男人 一个个眼睛亮得像灯泡 好在这姑娘只是个花瓶 在她看来 秦宝宝上厕所是借口 为了给自己台阶下 秦泽看到姐姐小脸阴沉沉地走出来 心里咯噔一下 姐姐二话不说 拖着秦泽就往外走去 姐姐把秦泽拖到了女卫生间 对弟弟来了一个壁咚 指着自己的脸说道 老娘要脸有脸 要身材有身材 她们凭什么不要我 说我没才艺 一把年纪 老娘才二十五好不好 粉嫩嫩的 哪里年纪大了 秦宝宝朝弟弟吐苦水 我早说你不可能成功的吧 你都二十五了 又没受过专业训练 又没有学过唱歌 平脸就能混于乐圈呢 地球上美女一抓一大把好不好 秦泽脸色发白 你怎么跟她们一样 秦宝宝委屈地瞪了她一眼 我一时生气 就跟她们说 我会编剧写歌 她们表示 很想摩拜我的作品 还好我机智 借口尿顿 逃出来了 咱们逃吧 好丢人 死地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咦 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这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娘们 秦泽何止脸色难看 她心都挖凉挖凉的 任务失败 积分清零 系统重新选择宿主 临走前还要抽干她身体能量 把她变成植物人 年纪轻轻 还没牵过妹子的手 提前game over 秦泽明白了 惨痛地明白了 即便大boss只剩一滴血 摸一下就死 新手村的菜鸟 在大boss眼里 何尝不是摸一下 就死的弱鸡般存在 其实我根本没有事啊 她还不忘吐槽一句 你那位前任上司的所谓关系 只是帮你争取一个 面试名额而已吧 这时 久违的系统声音在脑中响起 叮 任务道具激活 请宿主及时查看 秦泽一愣 旋即想到了什么 颤巍巍的手点开系统界面 点了点任务道具 这是 系统 这是首歌 是的 新手任务当然不可能 Hell模式 宿主躺赢就好 好一个躺赢 老子差点吓尿了 秦泽吐了口槽 导入手机 已导入 姐 我这里有首歌 秦泽掏出手机 点进本地音乐 但是他没戴耳机 不过没关系 秦宝宝的包包里有 他和秦宝宝的手机 是情侣款 去年他生日的时候 秦宝宝送的 秦宝宝茫然看着他 不明白弟弟一惊一乍的在干嘛 秦泽撩开他的秀发 把耳机带好 一边点击播放 一边说 这是我写的歌 年初的时候 找了家录音棚录下来了 本来想着做留恋 没想到居然有大用 秦泽一贯是个会撒谎的孩子 一秒钟就把谎言编好了 惊讶的神色 在秦宝宝 漂亮的脸蛋上浮现 慢慢转为陶醉 一首歌就三分钟 很快结束 他红唇清起 这 这是你写的歌 秦泽把他拉起来往会议室推 现在不是瞎嗶嗶的时候 快进去 带着耳机进去 生死成败就看你了 秦宝宝一头雾水的 就扎进了会议室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借着尿顿跑走了吗 梅长虹细血地说道 唱歌咯 秦宝宝昂起雪白的下巴 像只高傲的天鹅 这小蹄子 梅长虹心里暗恨 张总咳嗽一声 那 那你唱吧 不行就别勉强 可以考虑来我办公室做秘书 秦宝宝戴上耳机 把音乐从头开始播放 几秒钟的开场音乐后 耳机里 响起空灵玉耳的女声 与此同时 秦宝宝也随之轻唱起来 有的面试官在整理文件 有的看手机 有的低头喝茶 有的在欣赏秦宝宝火辣的身段 但现在所有人都不由地 放下手上的事情 专心听歌 随着歌声 他们渐渐沉浸在里面 我一直有双硬性的翅膀 带我飞 张总不由地挺直了腰背 盯着秦宝宝的脸 最左侧那名三十出头的面试官 闭上眼睛 满脸讨嘴 宽阔的会议是 秦宝宝雌性的声音回荡 带着一丝小女孩的天真漫漫 渴望飞翔 我唱完了 秦宝宝一首歌唱完 轻轻吐出一口气 啊 唱完了 好歌啊 这 完全不像是外行人写出来的歌 死好 取更好 声音也好 培训一下 就是颗不错的苗子 你不是说 他不适合混娱乐圈吗 谁知道他真会写歌呀 能唱能写 长得又这么漂亮 原来是个潜力鼓 考官们窃窃私语 秦宝宝面无表情 心中爽翻天了 哇咔咔 叫你们看不起我 叫你们说我年纪大 看老娘的打脸神功 张总咳嗽一声 和颜悦色道 这首歌叫什么 隐形的膀子 秦宝宝 看了下手机 梅长红第一反应是 拿出手机搜索歌名 网上并没有一首叫做 隐形的膀子的歌曲 没有 真的是原创 这是首梦想的歌曲 是在说你自己吧 写得真好 唱得更好 张总表示很欣赏秦宝宝 其实我还是想你来我办公室 做秘书 求你别提秘书两个字 秦宝宝心说 不过你的才华让我惊艳 这次面试 我给你九分 说完开玩笑道 剩下一分怕你骄傲 年纪一大把了还这么幽默 老哥 喂 你先出去吧 我们讨论讨论 秦宝宝微微躬身 转身走了 走廊里秦泽和系统交流着 那首歌没问题吧 系统没搭理他 你还会写歌 你不是智能系统吗 系统还是没搭理他 喂喂 你还在吗 几秒钟后 系统回应 宿主 系统能量不足 以自动抽取宿主能量 下一刻 秦泽一头扎在沙发上 头晕眼花 四肢无力 感觉就像一晚上录了十几次 好几分钟他才缓过神来 惊怒焦急 你你你 你又整什么幺蛾子 用你们世界的说法 这叫做充电 系统秒回 回复宿主刚才的问题 一 成功率达到90%以上 二 这首歌不是我写的 是来自另一个平行空间 三 我还在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充电就充电 为什么我变成了电源 知道孕妇吗 婴儿在孕妇子宫里的时候 所有的营养 都必须通过母体提供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胎儿和寄生虫没什么区别 放屁 寄生虫是有害的 秦泽咬牙 从某种角度来说 你和寄生兽也没什么区别 胎儿出问题 母体也会出问题 不是没有因难产死亡的母体 所以 胎儿和寄生虫是没区别的 就是说 你现在是胎儿 我现在是母体 你要充电 我就是电源 是的 先叫声爹来听听 系统沉默 秦泽说 你别看我好不好 我经不起你折腾的 我只是个普通人 你这样抽我能量 我会不会短瘦 会不会养尾 所以 宿主请努力锻炼身体 配合系统提供的能量锻炼手册 达到让身体蜕变 能量锻炼手册是什么东西 我只听说过 青春修炼手册 几秒后 系统回复 我搜索了一下 用你们人类的说法 叫炼器 我去 那我可以修仙了 不存在修仙的说法 这种强大的力量 仍在生物范畴之内 这时 他看见秦宝宝 翘脸阴沉地走出来 秦宝宝貌美如花的脸蛋阴郁 走到秦泽面前时 一副马上要哭的样子 秦泽翻了个白眼 别装了 面试通过了吧 秦宝宝立刻变脸 你怎么知道 咱们穿开裆裤就认识了 你肚子里的蛔虫 都没我熟悉你 秦泽不屑道 会议是张总与众人商议完毕 朗声道 这个秦宝宝很不错 公司需要这种人才 我提议把这份D级合同给他 大家觉得呢 几个面试官都表示没有意见 等等 梅长宏大声说 张总眉头一皱 梅经理 你说 梅长宏不回答 只是低头摆弄手机 手指飞舞 搜不到歌名 歌名可能是假的 要搜个词 没有 不可能 梅长宏只好说 刚才的歌 我总觉得有些熟悉 或许是别的歌曲翻版 一个没学过音乐专业的人 怎么可能会写歌作曲 你们不奇怪 总有某些方面 特别有天赋的天才 没学过音乐专业 不代表不能写出好歌 张总说 熟悉吗 你们熟悉吗 我怎么没听过那首歌的旋略 梅长宏不甘心 但这时 张总摆了摆手 淡淡道 为公司挖掘人 才是我们人事部的职责 如果他只是个花瓶 我也就做个顺水人情 把合同给你了 但他显然很有潜力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职场上本来就是能折上 不能折下 你执女的事情 还是搁一搁吧 走廊里 秦泽收到提示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积分300 成了 他心里一喜 刚想说话 会议室的门开了 助理走出来 秦宝宝 请进来签约 并办理入职手续 秦泽怕娱乐公司合同有猫腻 好心提醒秦宝宝一句 不过秦宝宝 智商比起他只高不低 又在外资公司历练了一年 职场上的一些门道了然于胸 秦泽表示 下楼去透透气 他走出新一大楼 在车辆穿流不息的街边抽了根烟 这才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身体的疲惫稍稍好转 进电梯的时候 双腿直打站 秦泽打开系统界面 积分商城图标果然已经点亮 他顺手就点了进去 界面一遍 出现了琳琅满目的分类 娱乐 艺术 生活 机械 财经 语言 工业 文学 计算机 格斗 体育 这些是什么东西 秦泽目瞪口呆 感觉自己点进去了某个生活APP 宿主可用积分兑换里面的任何物品 系统说 详情请自己查看 秦泽点进娱乐分类 里面又分许多种类 影视 音乐 综艺 相声 丰富多彩 他在点进音乐 界面转换 跳出来许多歌曲名单 国语 粤语 英语 俄语等等 每一首歌都是按着的 末尾是积分点数 他发现了那首叫做《隐形的榜子》的歌 兑换积分 三十点 秦泽脑海里忽然回荡系统说的那句话 我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改变你的命运 今天之后 他的人生轨迹将发生改变 他的未来将彻底改变 秦泽掐灭烟头 伸了个懒腰 打了个哈欠 这时 一只手从后面伸来 掐住他的脖子道 和方妖孽给本仙子献出原形 秦泽挣脱姐姐的手 救你还仙子 仙姑还差不多 快说 那首歌怎么来的 你什么时候会写歌了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多了去了 秦泽咧嘞 我什么事都要告诉你吗 我谈恋爱了 也要向你汇报 你是我姐 不是我妈 秦宝宝猛地警惕起来 你谈恋爱了 哪来的狐狸精 敢勾引我弟弟 懒得和你说 秦泽从兜里掏出一根烟 掉在嘴里朝停车位走去 秦宝宝踩着高跟鞋 拎着包包 小跑着跟在后面 小红玛丽 秦宝宝笑颜如花 今天姐姐高兴 带你胡吃海喝去 秦泽却兴致缺缺 点外卖吧 不高兴出去吃 想回家休息 他差点被系统榨干 现在腿还软着 没劲 秦宝宝皱了皱鼻子 眼珠子一转 娇羞地低下头 好弟弟 今天你立大功了 姐姐回家奖励你那个 秦泽虎去一阵 你说的呀 不准反悔 秦宝宝扭捏地点点头 嗯 秦泽就跟吃了兴奋剂似的 小红玛串的飞快 四十多分钟 姐弟俩回到家 秦泽背着秦宝宝 使劲地往家里冲 家门口 秦泽掏出钥匙开门 钥匙插在锁孔里 他先深吸一口气 姐 到家了 秦宝宝低下头 嗯 好激动 好紧张 我感觉心脏要跳出来了 死相 秦宝宝妩媚得白他一眼 上次咱们 好像是半个月前 秦泽激动地说 我都忍半个月了 你今天终于答应了 快点开门啊 秦宝宝催促 秦泽一拧钥匙 推门入 几分钟后 房间里响起铿锵有力的音乐 以及秦泽大喊大叫声 姐 加血 给我加血 哎哟 你长点心啊 对面垂石勾到我了 你还去河道插眼 你打什么辅助啊 跟我一起打AD 对死他 完了完了 被对面拿双杀 咱们下路得跪 秦宝宝不耐烦地 踹了一脚秦泽道 你闭嘴 老娘知道怎么玩 你乱跳什么呢 到我边上来我给你加血 哎哟 我被夹子夹了 快救命 你大招躲草里瓜呀 看被AD闪现逃了吧 没用死了 下次不跟你玩了 我刚生的白银啊 秦泽伤心地说 下午三点半 姐弟俩人五连拜后 默契地丢掉手机 相互指责 相互吐槽 秦宝宝的嘴炮功夫 没有弟弟身后 就抓起枕头砸他脑袋 秦泽怒而反击 抓起另一个枕头回击 这场枕头战 以秦宝宝出于意料的获胜而告终 他追着秦泽一路痛打 从房间追到客厅 再从客厅追到厨房 最后秦泽逃回房间锁上门 秦泽把自己摔在床上 大口喘息 感觉身体又疲软又虚弱 他上午刚刚被系统抽取了能量 否则 现在就是 他骑在秦宝宝身上耀武扬威 姐姐哭喊着求饶 一阵困意袭来 秦泽睡着了 到了凌晨四点 醒来 发现姐姐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他房间 抱着他的大腿 呼呼大睡着 胸前的两团柔软紧紧地裹着他大腿 秦泽脸微微一红 大腿正脱开姐姐的缠绕 吐槽道 秦宝宝 你怎么睡在我房间 睡觉 还流口水 见姐姐没反应 又用手轻轻推了推他的脑袋 秦宝宝无意识地呻吟了两句 翻了个身接着呼呼大睡 还毫无形象地用手挠了挠屁股 秦泽五楼五脸 拿起手机看了下时间 看时间还早 又躺下想继续再睡一会 可翻来覆去睡不着 精神出奇地好 系统 我睡不着 宿主 我没有催眠功能 不不不 我想学那个能量修炼手册 今天被你坑惨了 我可不想再尝试一次 马上为宿主制定锻炼计划书 请稍后 一 每天六点起床 跑步锻炼一小时 二 修炼十二段井 我只听说过 到家八段井 秦泽说 十二段井是系统 归纳出来的一种练器方式 如果你不喜欢这名字 可以叫太极拳 好吧 名字不重要 可我不会怎么办 请宿主支付一百点积分 系统自动灌输你大脑 好贵 秦泽心里吐槽了一句 然后选择支付 脑海里轰地一阵 像是有什么东西 硬生生挤了进来 随后丧失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 思维渐渐回归 秦泽睁开眼 感觉自己莫名其妙 学会了十二段井 我去 蹄虎灌顶搭法吗 秦泽震惊了 这又是什么原理 人类通过大脑记录 储存信息系统 巴达巴达说了一堆 不明觉厉 秦泽还是没听懂 不过他也不纠结这些 穿上衣服 来到小区楼下 现在是凌晨四点半 小区里静悄悄的 路灯孤独的助力 大堂里 安保大叔 在门卫视里 打着瞌睡 出了小区往左走 两公里外是一座公园 秦泽便向着公园慢跑了起来 一个小时后 冲锋衣被他扔在了长椅上 T恤被汗水浸透 秦泽摊坐在草坪上 不停干呕 系统 系统 我觉得我要抢救一下 抱歉宿主 系统不具备医疗功能 但你可以从系统里 兑换中医或西医技能 还能兑换医术 可以 算了吧 没有行医执照 我会被警察叔叔抓走的 宿主真是鱼目脑袋 枉费你看了那么多小说 就没有一点点领悟 你是说马路上帮众鼠的小姐姐 做人工呼吸 拜托 你也知道是小说呢 换了你是病人 你会让一个外行人给自己治病 被当成流氓揍一顿怎么办 据资料显示 很多老中医 野狼中都没有行医执照 这种事情 还得看宿主自己努力 我现在就想留着积分点 应付你下一次的任务 秦泽一边与系统较量曹记 一边休养生息 五点半 天色清明 夜幕淡去 即将天亮 秦泽总算缓过近来 在公园的草坪上站定 吐纳一气 拉开架势 双手虚抱丹田 左手下压 右手上扬 双手之间的距离达到极致后 又缓缓合拢 随后以丹田为星 双臂画出一个大圆 与此同时 双膝微躯 他的呼吸变得十块十慢 暗合着肢体动作 吐纳顾心 秦泽闭上眼睛 放空大脑 什么也不去想 凭借本能反复打出十二段井 不知过了多久 丹田内生起一股暖流 涌向四肢百孩 通体舒畅 他沉浸在这种状态中 秦泽不知不觉练了两个小时 回家的路上 顺手买了两份早餐 回到家里 姐姐的房间门开着 洗手间传来花花水声 应该是姐姐在洗澡 秦泽把早餐摆在桌子上 肚子饿得直叫唤 忍不住先吃了起来 这时 姐姐洗完澡出来 穿着浴袍 脸蛋白里透红 整个人香喷喷的 姐姐走到秦泽身边 捏着弟弟的脸蛋问 昨晚 我为什么在你床上 终于忍不住 对姐姐我动怀心思了吗 秦泽甩开被姐姐捏着的脸道 你想得美 是你自己莫名其妙 出现在我床上 纠占雀巢 害我没得睡 姐姐一把抢过秦泽 手里的包子 吃了一口 鼓着腮帮子问秦泽 早上去哪了 跑步锻炼去了 秦泽说 一手严嘴 表情夸张 以呵呵呵的笑声 表达自己的不屑 你别笑 最多半年 哥就是身怀八块腹肌的七男子 秦泽拍了拍自己的腹部放颜道 秦宝宝戳了一下弟弟的腹肌 撇撇嘴 别说半年 你要能坚持一个星期 下个月做饭我包了 那我现在就认输 秦泽立刻还击 秦宝宝活了25年 都不知道炒菜时先放油 还是先放菜 恼羞成怒的姐姐打了秦泽一下 秦泽忽然想起一事 对了 再给我点钱 秦宝宝单凤眼一横 上个星期不是给你500生活费吗 花光了 莫非你去了那种地方 还是 你真的交女朋友了 秦泽毫不客气地戳着姐姐的脑袋 大声说 别这样看我 你生日的时候 蛋糕是我买的 妈蛋 花了我300大羊 你那帮闺蜜 就是败家娘们 一口没吃 全用来抹脸了 秦宝宝似是松了口气 踩着拖鞋屁颠颠 跑回房间 拿着手包出来 抽出500软妹 币哥在桌上 省着点花哦 我刚辞职 新工作只有3000基本工资 咱们往后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你不是签约当明星了吗 明星就3000工资啊 秦泽疑惑道 秦宝宝一翻白眼 我还有三个月的培训期 培训完了才能出道 这段时间就只有一点点基本工资的微薄收入 秦泽顿时升起食不我待 抓紧赚钱的念头 秦宝宝以为弟弟打算问爸妈要钱 捏着秦泽的脸道 我警告你啊 可别打爸妈的主意 从小到大我都是他们的骄傲 我可不想让他们失望 那你还傻作着干嘛 赶紧培训去 不混出个人样别回来见我 秦泽赶紧说 姐姐吐了吐舌头 表示这就换衣服 然后每每搭出发 秦泽吃完早饭到浴室冲早 把脱掉的衣服 随手往篮子里一扔 谁知还没走几步 篮子就掉在了地上 姐姐昨天穿着的黑色蕾丝内衣 也掉了出来 秦泽捏起姐姐的内衣 第一念头就是 听说网上有美女卖原味内衣 不知道秦宝宝的能卖多少钱 财经大学 宽阔的双向车道 两侧绿树成印 打扮清凉的女生 捧着书走在人行道上 或三两成群 或孤身一人 秦泽背着姐姐送的单肩包 迈着轻快的步子 走入熟悉的校园 他掏出手机 在303宿舍群里 发了一条消息 不逃课的 奖励一根冰棍 还没把手机揣进兜里 立马就有消息发来 秦教授太阴险 不敢逃课 我能把奖励换成女朋友吗 男人从不舔冰棍 请给我买甜筒 秦泽笑了笑 手指飞快 冲气的女朋友行不行 那就同一点 大家都吃甜筒 说完 他把手机放回兜里 走进校园里的 一家大学生超市 买了甜筒 正准备结账呢 这时候 突然有一只手 从后面向他伸来 狠狠地拍了他肩膀一下 秦泽刚要发怒 转过头来一看 原来是他的室友 赵国珊 不过秦泽几个喜欢 叫他小名八俩 秦泽狠狠地捶了他一下问道 李良 刘自成那俩孙子呢 刚说完就看到这俩人 从外面走进来 笑着对秦泽打着招呼 李良一上来 就勾着秦泽的肩膀 惊讶问道 哎哟 你小子怎么舍得来学校了 老爷子的课 我赶不来吗 秦泽叹了口气 刘自成也道 阴险的秦教授 毕竟是你亲爹 没人敢帮你点名 这时 李良假装咳嗽了一声 批评道 对老师要尊重一点 那怎么是阴险呢 那是对我们严格要求 说完立马暴露本性 期末能不能叫你家老爷子 给我放放水 秦泽把甜筒分给室友们 表示绝无这种可能 几人边开着玩笑 边向着教室走去 赵八良咬了一口甜筒 问声问气道 秦泽 今天睡不睡宿舍 干嘛 秦泽看了他一眼 李良几眉弄眼 上次你给八良下载的十六 这一都看腻了 大俩骚汉子春心思动 奈何没有新鲜血液补充 晚上和五指姑娘玩耍都没劲 去去去 赵八良拍了一下李良 秦泽笑道 回到我把迅雷账号给你 你自己下载 李良吃了一惊 呦 你舍得把藏宝库的钥匙 交出来了 是不是在外面金屋藏胶了 滚蛋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跟姐姐住一起 秦泽坐视要踢 李良慌忙越开 话说回来 你不是说你姐姐 长得很标致吗 肥水不流外人田 要是他还没男朋友 就给咱们介绍介绍呗 秦泽一听 顿时把拳头捏得嘎嘎响 李良嗖的一声 立马跑开 边跑边说 到教室了 等上完课一起吃饭 秦泽一行人 刚进教室 就看到一群女生 围着一个帅哥簇拥着 他看到旁边还有几个女生 在兴奋地交谈着 是张茗玉 张茗玉也来了 他好帅啊 年少多精 学习成绩又这么好 简直是国民男神 我要是能和他谈一次恋爱 也不枉费上学四年时光了 做梦呐 人家女朋友是细花好不好 哼 我们要坚信细花什么的 都是名誉偶爸人生中的风景 我们才是偶爸的归宿 秦泽新说 妈的智障 一个女生拿笔头捅了捅秦泽的后背 原因是秦泽挡住了 她给笑草拍照 李良黑着脸说 要拍照出去拍 现在是上课时间 女生吃笑一声 你管得着妈 又不是拍你 另一个女生搭枪道 极度笑讨的背 看她一脸羡慕极度恨 就知道了 长这副歪瓜裂枣模样 李良大怒 你眼瞎吗 我哪里瞅 小爷 我也是风流倜傥的美少年好吧 俩女生切了一声 推开挡路的秦泽几人 满脸不学的朝教室座位走去 长得帅了不起啊 家里有钱了不起啊 学霸了不起啊 还不是条单身狗 几人发表着屌丝的言论 这时候 从后面传来一道声音 你们还站在这干嘛 上课 原来是秦教授到了 秦泽几人吓得立马跑进了教室 秦教授扫了一眼大教室 满意的点点头 今天咱们就不点名了 也省得你们两次三次的帮同学喊了 每次我看出来 都不好意思 点破你们 教室里一片哄笑声 今天给大家讲讲国际金融的两个重点知识 外汇理论与实物 金融工程 翻开书本 秦教授一边说着 一边点击鼠标 在电脑上打开一张幻灯片 通过投影仪 投射在大屏幕上 什么鬼 学生们猛逼了 怎么都是俄文 这个段落节选自 俄国经济学家 安德烈彼得的百年货币史 安德烈一直是 俄国饱受诟病的经济学家 所著的书不多 名声也不显 但他书里面 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很有嚼头 这是我摘选出来的 其中很有意思的一顿 目前没有中文翻译的版本 回头 你们从我的网盘里下载 把它翻译出来 并写一篇 不少于一千字的读后感 作业发到我邮箱就行了 底下学生一片哀叹声 纷纷表示好拿 秦教授 不必了 只见这时候 张明玉忽然站起来 脸上很有种主角的淡定 他以一口还算流利的俄语 把文章段落朗诵了一遍 期间有些许声色的发音 不过除了秦教授 没人能听出瑕疵 满堂的妹子们 惊为天人 尖叫不断 张明玉顿了顿 胸有成读道 这篇段落讲述的 是从金本质货币时代 过渡到信用纸币时代 所引起的一些社会变化 作者对信用纸币的未来 给予厚望 以及一些对未来金融的推测 秦教授对着张明玉点了点头 下一刻却把视线 盯向秦泽 好似在说 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秦泽用手挡住脸 极力躲避着老爷子的眼神 这时 秦泽收到一则信息 触发任务 人前显胜 秦泽满脸大汉 这时候给我任务 系统说 你的内心欲望强烈表示 想要打笑草的脸 所以任务就触发了 秦泽看了看任务详情 无语道 可是我根本就不会讹语啊 系统表示一百积分给你搞定 秦泽大骂你这个土匪 秦教授 我有不同意见 秦泽忽然站起身道 此言一出 教室里有那么刹那的记忆 所有人齐刷刷的 都把目光投向秦泽 众目睽睽之下 秦泽脑海里忽然回荡起 昨晚在系统商城里听的那首歌 有句歌词是这样的 朝内欲文静 欲变得不受理睬 自己要搅出意外 想突然的高歌 在大家眼里 他是不是那个 哗众取宠的小丑呢 秦泽微微一笑 在纵目睽睽下 从容地走向讲台 走到由四块小黑板 组成的大黑板前 把老爷子的字迹全部擦去 拿起一支粉笔 在所有人 包括老爷子目瞪口呆之下 他粪笔记书 一边写一边念叨 信用纸币时代的来临 给了更多人改变人生的机会 也创造了世界财富 无限量增长的可能 人类的生活必将彻底改变 生活必将充满机遇 但是 写到这里 秦泽顿了顿 转过身大声道 通缩通胀的到来 会让你一夜暴富 但也可能一夜间散尽家财 昨天可以买一辆车子 今天却只能买一个面包 说到这里 秦泽骚包的摆了个poss 朝着200多名学生 铿锵有力道 这段节选 是作者名包石匾的讽刺 米国政府 他在嘲笑信用纸币 是人类货币史上 最可笑最无耻的谎言 底下学生窃窃私语 虽然听不懂 但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老爷子欣慰地点了点头 秦泽接着道 当然 就像中文国大今生 秦姐姐和秦姐姐不是一回事 喜欢上妹妹和喜欢上妹妹 也不是一回事 俄文底蕴不深的话 确实看不出作者 内涵的讽刺之意 张明玉脸色瞬间阴沉 秦姐姐和秦姐姐不是一回事 秦教授嘴角一抽搐 秦泽的几个 是有极力的鼓着掌 大声叫好 虽然他们几个压根就没听懂 底下的一群男学生 也为秦泽叫好 谁叫他们也看不惯笑草呢 这时 下课的铃声响起 秦泽不敢去看老爹的脸色 手指一弹 走狗屎运般地 把粉笔探进粉笔盒 他拍拍手 淡淡道 节选的翻译我写出来 同学们照着抄就好 不要谢我 在满堂寂静中 他伴着铃声走出教室 漂亮 这B装的 我给自己满分 秦泽出教室后 立刻加快步伐 与此同时脑海里 响起系统毫无起伏的声线 主线任务人前显胜 完成 奖励宿主200点积分 秦泽自然而然地 点开了任务界面 这次任务 并没有像秦宝宝那次 完成之后 任务提示就消失 他依然还在 主线任务 人前显胜 15分之一 这尼玛是连环任务啊 秦泽明白了 根据宿主内心的欲求 渴望在人前一鸣惊人 受人群关注 受女孩欢呼 受同性震惊 因此 这个任务是连环任务 那完了 此类的内心欲求 是无穷无尽的 我这辈子都做不完了 秦泽 身后传来呼唤声 303宿舍的三个家伙 风风火火地冲出教室追上来 李良说 大神 请收下我的膝盖 你怎么会讹文的 我们都不知道 秦泽这辈子 没什么优点 就是嘴炮功夫强 扯淡扯独子在行 面不改色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老爸是谁 三个家伙立刻恍悟 秦教授 可是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的奇男子 他的儿子 懂点俄文 也就解释得通了 赵八两蒲扇大手一拍秦泽肩膀 差点把他拍倒在地 墙都不扶 就扶你 李良眉飞色舞 你是没看张明玉那张脸 就像看杀父仇人那样 看你 这脸打得实在太痛了 尤其那句 俄文底蕴不深 我算明白了 不叫的狗才咬人 四人下了教学楼 正要结伴去食堂 秦泽手机响了一下 掏出一看 老爷子短信 在食堂二楼等我 秦泽顺遭雷击 完了 老爷子这语气 秦泽朝食有白白手 我爸约我吃饭 你们自己去吧 待会食堂门口碰头 一起开黑 二楼教师食堂 人流明显比一楼要少很多 环境也不错 更重要的是 伙食跟一楼不是一个档次 秦泽和老爷子在一起吃着饭 老爷子语气好似随口一问 什么时候会讹文了 秦泽心说 一百积分换的你信吗 当然 他也只能是心里吐槽下 学了大半年了 平时有空就往外语系跑 听听课 俄文其实挺有趣的 比起英语我更喜欢俄文 我想着以后毕业了 就咱这破本课文凭 没什么花头 所以早点给自己铺路 记多不压身吗 你有这领悟是好事 老爷子本来满脸欣慰 忽然发觉儿子的话不对劲 怎么说话的 什么叫破文凭 这是你踏上社会的敲门传 秦泽装聋作哑 嘿嘿笑了两声 你姐最近怎么样了 还行 每天按时上下班 吃了晚饭就看回电视 玩一玩电脑 十一点之前绝对上床睡觉 周末我们会出去逛一逛 喝喝咖啡 偶尔吃一吃火锅 你们一个月都没回家了 你妈很想念你们 周末回来吃顿饭 妈不会又给她安排相亲对象了吧 秦泽是探道 她也该谈对象了 不急不急 我都没女朋友呢 秦泽酸溜溜道 她都二十五了 能不急吗 你跟她能一样吗 男人三十而立 女人一过三十就江河日下 杀也杀不住 到时候再想加个好人家 谁还看得上你 说得好像她三十五了似的 她才二十五好不好 秦泽撇撇嘴 不以为然 她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秦泽想了想 觉得应该是有了 昨天我看见她穿情趣内衣了 不过这话没敢说 怕老爷子一巴掌呼死她 爸 咱们学校有没有什么兼职 秦泽忽然问 老爷子眉头一皱 你还没毕业 想这些干什么 你功课很好吗 无务正业 我姐想换手机了 可她工资说省不省 说多也不多 还得支撑我们俩的开销 省不下钱来 我就想找点油水 多的兼职 更新一下手机 秦泽当然不能说老姐换工作了 我们陷入了经济危机 老爷子这才眉头舒展 二话不说 从怀里掏出钱包 拿出一叠软妹币 就要给秦泽 秦泽连忙摆手说 我们主要想靠自己 老爷子把钱包塞回去的 跟我一个办公室的李教授 最近接了单生意 帮一家私募公司 做基金投资建模 正好缺住手 我帮你问问 人家会要我 老爷子冷笑 难得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不是还有我吗 有问题找我 秦泽嗷了一声 继续吃饭 老爷子吃完饭先走了 秦泽一边吃着饭 一边跟系统沟通 系统 有没有来钱快的法子 最好是一夜报复的 宿主 系统不是你骂 系统 你说 我炒股怎么样 每天抓个涨停板 一个月身价翻个几倍 就算你通过兑换 得到炒股知识 你也不可能每天抓住涨停板 况且你的积分不够 这还用兑换 你直接告诉我 不就行了 你不是智能系统吗 推测不出来 哪只股涨停 可笑 首先系统没有 为不先知的能力 其次 你们国家的股市 是通过知识 就能发家致富的 股市里的黑幕多着呢 停停停 有些事情 你知我知 心照不宣就好 说出来会被和谐的 这个社会很和谐 不能乱说话 谢谢宿主提醒 作为智能系统的我 描懂了你的意思 以后不会透露 影响社会和谐的内幕 如此可教 系统靠不住 秦泽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给教授当助手 建树模 是个不错的主意 如果做得好 以后可能经常会有单子 至于找老爷子 求助就算了 我有系统在手 区区树模 我会怕 大学城店铺林立 奶茶店 餐饮店 网咖 超市等 秦泽一伙人朝着长距的 网咖走去 在校门口的时候 看见一辆红色宝石街跑车 海着让人恼火的引擎 车窗没升上去 开车的家伙 正是在公开课上 被秦泽打脸的张明玉 副驾驶座上 是一个打扮清凉的美女 腿上搁着LV包包 一道道艳线的目光头像跑车 红色宝石节 从秦泽几人身边呼啸而过 还挑衅式地按了一下喇叭 这孙贼又开跑车回来装逼了 李良咬牙切齿地 表达一个小富二代 对一个超级富二代的嫉妒 刘自强探道 那个好像是外语系的细花 长得确实漂亮 秦泽忽然对着几人提问 当年刘邦和项羽 看到秦始皇南巡 惊奇漫漫 长脊如鳞 大撵华丽 刘邦感慨 说了什么 三人沉默 考虑了一阵 异口同声道 大丈夫当如是也 到了网吧 一伙人开了机子 在一阵噼里啪啦键盘声中 他们的战场开始了 我抗兵线 你快上 这个中路在搞什么呀 李良有些恼怒地说着 三级先帮中路抓人 秦泽说 随后他到下路辅助刘自强 片刻后 Double Kill 对面中路拿了两个人头 怎么回事 秦泽一脸猛逼 我去 这傻子 李良哇哇大叫 我打半天标记 他没看到吗 你嘛 我偷袭 把对面中单打残血了 他在边上看戏 两分钟后 中路又被杀了 李良打字 小学生 中单似乎也很恼火 你才是小学生 你全家都是小学生 李良吐槽 你探马这水平 不是小学生 我直播吃屎 吃吧 我是妹子 你是妹子 我直播切JJ 李良抱着脑袋哀叹 怎么会匹配到这种蠢货 我去 青铜断胃 秦泽道 快快快 还能翻盘 快清理中路兵线 八两回家不屑 直接传送跟上我们 42秒后 再对面赴活前的最后一秒 水晶爆炸 胜利 四个人 齐齐高兴地大叫了一声 精神紧绷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结束了 这时 秦泽发现那个呆萌的钟单 请求加好友 秦泽同意了他的申请 大佬大佬 代代我好吗 下线了 你自己玩去吧 不要嘛 不要嘛 我在营一局就升白银了 大神球带 么么哒 不行 要去上课了 吼吼吼 大神们在哪里上学 上海才大 我也是上海的 撒花 下次再一起玩 秦泽回了的 嗯 下午六点 结束今天的课程 秦泽跟着室友回了宿舍 把自己好几个月 没睡的床单 被单全部撤下来 准备带回家丢洗衣机里 这时 赵八两突然熬一嗓子 看校园论坛 快看校园论坛 他举起自己的手机 给他们看 有一篇帖子备制顶夹金 标题很有噱头 金线打脸地 怒打校草张明玉 写的就是 早上金融系公开课 张明玉被一个 无名小卒打脸的精彩过程 从上午到现在 七八个小时 帖子已经有三千多浏览 评论九九家 里面什么评论都有 但基本上都是男的在夸秦泽 而女的都在骂秦泽 秦泽你火了 李良一边看评论 一边捧腹大笑 乐不可知 秦泽担心地说 我能活到明天吗 会不会被张明玉 买杀手灭口啊 刘自强笑道 走之前先把你姐的照片 给我瞧瞧 赵八两说 兄弟 一路走好 训为账号 就安心托付给我吧 都滚 秦泽笑骂一声 就在这时 秦泽的电话响了 低头一看 来电人 老姐 秦泽对着几个 是有摆出噤声的手势 随后接起了电话 你在哪 电话里传来 秦宝宝性感的声线 有些沙哑 有些点 李良 赵八两 刘自强三个声扣 直勾勾地看着手机 双眼放光 在学校呢 你怎么了 秦泽一把推开凑过来 偷听的刘自强 回道 你怎么还不回来 我晚点回来 也可能住宿舍里不回来了 你再不回来 我就跳楼给你看 秦宝宝带着哭腔说 出什么事了 大姨妈来了 秦宝宝委屈地说 我马上回来 秦泽果断挂掉电话 背上包 大步朝门外走 大姨妈来了 马上回来 你马 信息量好大 这小子果然金屋藏娇了 还伪装成单身狗 混在他们身边 三个室友一拥而上 一个抱腰 一个抱腿 一个反身关门 神经病啊 你们 干嘛呢 秦泽猛逼 你小子不地道 我就说你三年不住校 怎么可能没有猫腻 对方是谁 卧槽 声音好点好性感 可耻的硬朗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去去去 没空跟你们闹 秦泽虎去一阵 抖开三个缠人的家伙 拉开寝室门 闪了出去 一路小跑到楼下 狂奔起来 一边跑 还一边问脑海里系统道 系统 我在积分商城 看见过可以兑换医术 能治疗痛经吗 有一篇治疗女性痛经的药方 还有一门按摩手法 共计80积分 宿主 建议你直接兑换 初级中医精通 只需要150点积分 兑换后自动学会按摩手法 并且获得10张初级药方 秦泽果断选择兑换初级中医精通 一次性和永久性之间怎么选择 秦泽不用人叫 秦泽火急火燎地回到家 打开房门 看见姐姐蜷缩在沙发上 高跟鞋都没脱 捂着肚子 眉头紧促 脸色苍白 额头 鼻尖渗出冷汗 秦泽连忙抽出纸巾给姐姐擦汗 一边擦一边关心地 询问姐姐是不是还很痛 秦宝宝小猫似的眼神 可怜巴巴地点了下头 秦泽替姐姐脱掉高跟鞋 让他平躺在沙发上 忽然发现 姐姐胸前衣服有点紧 就想替姐姐把外套脱了 秦宝宝吓了一跳 忙问弟弟想干嘛 尽管现在痛得死去活来 还是下意识捂住胸道 你想趁机猥亵姐姐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秦泽 银银银 秦泽拍开他的手 银你妹啊 手拿开 里面不还有一件衬衫吗 肚子难受不知道解开衣服吗 勒得这么紧 秦宝宝委屈 人家肚子都那么痛了还凶我 臭弟弟 秦泽脱掉姐姐的外套 丢在茶几上 又伸手把姐姐的衬衫扭扣给解开 随后抬起姐姐的脚 缓缓按压三婴胶穴位 然后是脚背太冲穴 三分钟后换成血海 递基二穴 如此反复 秦宝宝眯着媚眼 随着秦泽的按压动作 嗯啊 我这是正规按摩 你能不能别叫春 秦泽说 人家敏感妈 秦宝宝抱怨 他也不想 但是秦泽按得太舒服了 实在忍不住 半个小时候 秦泽手指酸疼 一头汗 偏偏又不能开空调 感觉怎么样 秦宝宝摸摸肚子 眨眨眼 不疼了 秦泽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累了一个葛优堂 人都快虚脱了 秦宝宝红着脸 打算给弟弟 一个轻轻以示奖励 秦泽立马推开 姐姐凑过来的脸道 轻你个大头鬼 只是暂时缓解了 我现在给你煎碗药 你躺着休息 别吹空调 盖毯子 注意保暖 煎药 秦宝宝一愣 对哦 你刚才按摩 是怎么回事 你啥时候会这一手了 妈蛋 早点使出来 姐姐就不用受这么多年苦了 按摩手法网上看似评学的 要是特意跑去中药店 问老中医抓的 他说质痛筋很管用 秦泽美好气道 还不是因为你这老毛病 我都学了半个多月 秦宝宝坐起身 满眼泪水 被弟弟感动得不行不行的 秦泽趁机到 下个月多给我点零花钱 谁知姐姐直接一个抱枕砸来 想得美 哼 白赤灯皎洁明亮 窗外是车辆飞驰的噪音 广场舞大妈的喧嚣声隐隐约约 房间里一片安静 秦泽坐在床边玩手机 秦宝宝昏昏沉沉睡过去 床头还放着秦宝宝刚喝完的药 秦泽突然刷到学校的校园论坛 自己打脸张明玉的那个帖子 他看着底下的评论 嘴角泛起一丝笑容 真像做梦啊 前几天他还是默默无闻的小卒 下一刻就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 又是写歌 又是打笑草的脸 一跃成为学校论坛最神秘的风云人物 顺手还点了医术精通 治好姐姐多年的痛经 秦泽下意识掏出一根烟 刚响点上 猛地响起身边还躺着秦宝宝 善善收了打火机 转而凝视沉睡中的姐姐 波浪卷的旗间长发 光洁的额头 修得精致的眉 又长又密的眼睫毛 挺拔的鼻梁 圆润的鼻头 鲜薄苍白的唇 这张脸看了二十几年了 好像就是看不腻 丁 有新任务 请宿主查看 系统没有感情的声线在脑中响起 秦泽打开任务界面 定睛一看 沉默了 任务内容 亲吻秦宝宝 成功奖励一百积分 失败扣除一百积分 我去 秦泽呆若目击了十几秒 在心里怒吼 系统你出来 我保证打死你 这什么狗屁任务啊 你能更鬼畜一点吗 请问这任务我能撤销吗 秦泽跳脚 她是我亲姐啊 宿主 这是根据你心里的欲求 产生的任务 胡说八道 秦泽大骂 我怎么可能 话还没说完 她忽然怂了 刚才好像似乎也许动了 亲吻秦宝宝的念头 但秦泽以节操发誓 就是一闪而逝的念头 绝对不存在什么心里的欲求 这种事 宿主可以选择放弃 放 球都麻袋 秦泽 气字卡在喉咙里 这任务不对劲 为什么失败扣除的积分 和成功奖励的积分一样 这是你的第三个任务 宿主已经脱离新手期 往后任务奖励惩罚的积分 都会平等 秦泽心算了一下 昨夜听了一首歌 扣除三十积分 今天上午 兑换俄语精通花费一百积分 奖励二百积分 晚上兑换中医精通 花费一百五十积分 也就是说 他现在只有二百二十积分 如果放弃这次任务 他就扣除一百积分 仅剩一百二十点积分 倘若下次任务 是基于罗莉什么的 考虑到猥亵罗莉的难度比较大 积分奖励也会增加 惩罚也随之增加 一百二十点积分未必够扣 他硬着头皮也得完成 否则就扣除积分 积分清零 Game Over 基于罗莉是要坐牢的 坐牢还是小事 万一被人逮住 活活打死 秦文姐姐最多被打一顿 而以秦宝宝目前的状态 他能打十个 一点都不出 两害像全取其轻 秦泽很没节操地选择了后者 低头 飞快在秦宝宝额头啄了一下 秦宝宝没醒 任务也没想动 不行 秦泽脸色一变 莫非嘴对嘴 他又飞快地 在姐姐脸上亲了一口 寂静无声 太缺德了 真的要接吻 秦泽脸黑了 他深吸一口气 慢慢低头 过程中死死盯着秦宝宝 如果他突然睁眼 秦泽就立刻撇头 假装看四处的风景 一点点靠近 两双嘴唇越来越近 秦宝宝依然在熟睡 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初吻 即将被自己的鬼畜弟弟夺走 两双嘴唇相抵 唇半护贴 好像 豪软 鬼使神拆的 秦泽伸出舌头舔了甜姐姐的唇 秦宝宝似有察觉 小幅度的扭了扭头 秦泽飞快直起腰 大口喘息 同时密切关注姐姐的动静 丁 任务完成 奖励一百积分 宿主请继续努力 从小到大第一次 秦泽觉得姐姐太漂亮 也不是件好事 秦泽慢慢走出姐姐的房间 轻轻关上门 秦宝宝依然静静地躺在床上 但到底是醒了 还是没醒 谁又能知道呢 客厅里秦泽大口地喝着水 企图以此来浇灭内心的躁动 秦泽问系统 有没有佛经之类的东西 他想学 亲人之间 亲吻是表示亲密的一种方式 宿主不必太纠结 秦泽无脸 这次是想亲吻 万一我下次 看到他的情趣内衣 想啪啪啪怎么办 系统沉默了很久 表示让秦泽赶紧找个女朋友 第二天五点半 秦泽起床晨跑 修炼内静 七点半回到家 刚进门 就听见秦宝宝清悦的嗓音 他在练习发音 秦泽把早餐摆在桌上 喊了声吃饭了 秦宝宝穿着睡衣 元气满满地跑了出来 拉开椅子 坐了下来 一边吃 一边欢快地 晃动着十根银润的脚趾 秦泽低头看了一眼 脚抽筋了 呸 我是在活络气血 锻炼脚趾灵活度 然后 然后 学舞蹈落 身为一个立志要做大明星的女人 必须得能唱能跳 你连唱歌都没学会 就想着学舞蹈 先培养肢体习惯吗 不急不急 秦泽看着姐姐的薄唇 想起昨天偷亲姐姐的事 有点心虚道 我有种感觉 当你在荧幕里露脸的时候 就是咱们东窗事发的时候 你说老爷子 会不会打死我们 秦宝宝没心没肺道 没事 大不了离家出走 姐姐养你 不看老爷子脸色 秦泽撇撇嘴 你也就是嘴强王者 你刚刚在练习发音技巧 嗯 发音技巧 呼吸技巧 唱歌技巧 还有声音的控制力 这些都是歌星必备技能 没法速成 只能靠练习 那得练到何年何月 秦宝宝洋洋得意 单奉演一横 倍儿五妹 以姐姐我的天赋 快则三个月 慢则半年 就可以出道了 秦泽心里一动 他有海量的精品歌曲 电影剧本 综艺剧本等等 可他接触不到娱乐圈的人 这时候就需要有秦宝宝 作为探路先锋 为他冲锋陷阵开路 到时候被老爹发现 挨打也有他扛着 要是他混出点名堂 我就可以大展拳脚 秦泽心里阴暗地想着 姐呀 好好努力 秦泽鼓励道 秦宝宝不明所以 点头 哦了一声 秦泽从老爷子口中 问到了李教授的办公地址 是在教学楼的顶层 一间闲置的教室 他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戴眼镜的清秀女生 他疑惑地打量着秦泽 秦泽自我介绍了下 说自己是爱找李教授的 女生转头 向教室内喊了句 李教授 找你的 李教授转头看来 叫秦泽进来 他扶了扶近矿 审视着秦泽 今年大三了吧 明年下半年该实习了 秦泽说想 提前锻炼下自己 李教授点点头 虽然你爸跟我打过招呼 不过咱们就是论事 该有的考核 不能少 说着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叠A4纸 上面罗列着许多课题 挑了几张出来 递给秦泽 这是本次数魔中的 一小部分课题 比较浅显容易 你拿过去看看 我给你两个小时 随便你挑两道题 把解析方程式给推算出来 小刘 给他比 那名开门的女学生 立刻递上了一支笔 秦泽也不废话 亲手亲脚地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秦泽看了一下课题 有点冒冷汗 这试题都不简单 他铺在草稿纸上推算方程 时而看看课题内容 好几次眼见要推算出完整方程 又不得不推倒重来 他想着自己数学根基还是太浅 要是秦宝宝在的话 分分钟就能被他搞定 两小时后 李教授似乎才想起秦泽来 走下讲台 来到他桌前 也不说话 拿起他的卷子看 白纸上写着方程答案 字迹工整 有着让李教授一眼就喜欢的一丝不苟 再看草稿纸 图图改改 密密麻麻的推算公式 没有丝毫留白 还行 李教授点点头 把纸张放回桌上 转身走回讲台道 都停一下手头的工作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成员 金融系七班 秦泽 你们的学弟 秦泽礼貌道 请大家多多关照 杨诚 这几天 你先带带师弟 让他今早搞清楚我们的项目 我待会儿还有课 先走了 男生有点不太情愿地答应了一声 随后 李教授告辞一句 离开了 教室里一片安静 秦泽在座位上等了片刻 见那位叫杨诚的学长 埋头做事 就主动走过去 叫了一声 学长 杨诚头也没抬 随手从抽屉里取出一摞资料 不嫌不淡道 你自己先看看吧 秦泽有点尴尬 只好先回到座位 耐心啃了起来 一个好的私募公司 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市场分析人员 可见委托李教授的私募公司规模不大 组建一个完整的数模 需要海量的公式与数据 数学是世上最理性的东西 每一步都需要反复推敲 秦泽这一组负责的是 收益率和风险评价这一块 正当他埋头苦学的时候 电话响了 事实有李良打来的 秦泽道歉了一声 出去接了电话 接起电话 李良的声音立马从电话里传来 让秦泽赶紧过去开黑 秦泽说自己现在有事 做完了再过去 随即挂了电话 叹了口气 他刚要推门进去 就听见里头有人说话 诚哥 那新来的什么路数 咱们这鼠摸辛辛苦苦见了一个月 离交货时间就一个多星期了 好家伙 他冷不丁地插进去 赚我们的劳动成本啊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话一点都没错 都还没进入职场呢 秦泽就碰到了职场的闲言碎语 穿小鞋刁难 这个叫杨诚的说 秦泽是个关系户 靠他爸关系 来混个零花钱 而这个蓝毛在旁附和着山风点火 说 咱们这一组也就一万块的奖金 硬是被他分去一千多 奶奶的 够半个月的房租了 杨诚听了 准备给秦泽穿点小鞋 把男的课题分给他 秦泽要是完成不了 就会被踢出去 秦泽在门外听得直骂娘 这俩小吃老 这种不见刀光剑影的厮杀 还没出大学呢 就这么的残酷 他深吸一口气 心想着 我得赚钱 不能一碰到点事就退缩 这样以后出了社会还怎么混 他推开门 若无其事地走到自己客桌 坐下 继续埋头苦干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到了下午五点 李教授回来了 各组分不下任务 在宣布今天结束之前 难得地想到了秦泽 问秦泽资料内容 都看得怎么样了 秦泽挠着脸 一个人瞎捉摸 还没吃透 李教授眉头顿时一皱 看向杨诚 不是让你代代他吗 杨诚一脸无辜 我给他资料了 但他不懂得随便问我 可一整天 他也没什么问题 我还以为秦泽底子后 自个儿融会贯通了 你嘛 你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 秦泽心里大骂 李教授看了秦泽一眼 也没说什么 宣布今天工作结束 秦泽心里隐隐猜到 其实建模已经接近尾声 缺助手是真的 但怎么可能会邀请秦泽 这样的半吊子入伙 多半是看在老爷子的份上 网吧 熟悉的位置 熟悉的三个牲口 秦泽习惯性叼上烟 开机 蜜着眼吞云吐雾 月底就暑假了 你说你瞎折腾什么 小心挂科 李良说道 赚点零花钱 总不能一直让姐姐养 投资方面的建模不好搞 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 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难不难搞倒无所谓 就是今天碰到个贱人 心情不太好 秦泽吐槽 你有故事 但我没酒 说来听听 李良顺便在电脑里 邀请秦泽加入游戏 一个傻子而已 我会找机会弄他的 秦泽点击加入游戏 到时候千万要带上八两 用他的人间大炮 狠狠戳那傻子的菊花 李良刚说完 看见一个ID 叫做小蛮腰的家伙 混入了阵营 正是那天 把他们坑惨了的青铜菜币 他大叫道 神经病啊 你邀请着菜鸟干嘛 小蛮腰热情地在房间里发言 万岁万岁 大神你终于上线了 大神你们是开黑的吧 小女子今天连跪了三盘 又掉断了 大神带我上分带我飞 人家跟你开视频哦 三个牲口都发了一句鬼 这年头网上的人腰太多了 一想到屏幕对面是个操汉子 甭提多恶心 秦泽玩味地回了一句 果疗吗 三个牲口 琪琪对他竖了跟中指 因为有小蛮腰这个拖后腿的存在 每一局打的都甚是艰难 好在相对的 敌方的水平也随之下降 几方五人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拿下了三连胜 小蛮腰欢呼着发言 静吉拉静吉拉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一局下来 秦泽几人感觉要被榨干了 几人决定晚上去吃烧烤补补 又在这时秦泽手机 收到一条老姐的信息 叫秦泽赶紧回家 秦泽告别了室友 说好下次请吃妖子 回到家 秦泽就看到姐姐大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怀里抱着一盘洗干净的葡萄 他看到秦泽回来 哼了一声 捏着一颗葡萄放进嘴里 你还知道回来啊 本公主快要饿死了 秦泽坐在沙发上 掏出手机准备点外卖 秦宝宝脚丫子往他身上蹬 去去去 做饭去 做饭 秦泽一愣 干嘛做饭 点外卖好了 外卖太贵了 咱们吃不起 以后请简节约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是我动手吧 秦泽撇撇嘴 甭废话 菜我买好了 做饭就交给你了 秦宝宝理所应当地说 厨房里有一块豆腐 一条鱼 还有青菜和芹菜 正好可以做一荤两素 豆腐煮鱼 蒜泥青菜 芹菜炒肉 秦泽的厨艺得了老妈的真传 不过他懒 平时能点外卖就点外卖 菜箱飘到客厅 秦宝宝馋的直流口水 踩着拖鞋 鬼鬼祟祟溜溜进来偷吃 秦泽正满腹怨念 逮住他让他回屋等着 秦宝宝揉着肚子 可怜巴巴的撒娇 宝宝肚子饿 秦泽狠狠打了个寒劲 一身鸡皮疙瘩 25岁的人了 还学人家小姑娘撒娇卖萌 随即一脚把姐姐给踢了出去 秦宝宝满腹怨念 吃饭的时候 秦泽看着对面塞帮鼓鼓的姐姐 说道 老爷子昨天跟我说了 让我们下星期回家一趟 老妈想我们了 秦宝宝像一只警惕的小狐狸 干啥子 又要我相亲去吗 老爷子说不是 但我觉得他的话不能信 秦泽怂怂间 老爷子多腹黑 你是知道的 我没时间 周末也要练歌练舞 你自己回去好了 就说我加班 我也不回去 秦宝宝疑惑 周末有事 秦泽说 约会 秦宝宝气场一变 哪里的妹子放荡不放荡 审美是不是很低 你们开房了没 你怎么那么急色 有没有我好看 把秦泽问的是一顿披头盖脸 约你的大头鬼 秦泽翻白眼 我找了份工作 周末估计得加班 找工作暑假再找呗 都快期末了 你还是安分点补习吧 别挂科了 被老爹拿鸡毛胆子揍 到时候我可不救你 你什么时候救过我 哪次老爹打我的时候 你不是在一边乐呵呵的看热闹 秦宝宝 你良心最坏 秦泽怨念深重 秦宝宝就偷笑 哎哟 打在地身上 痛在解心里吗 吃完饭 秦泽坐在客厅里研究他的建模 然而以他目前的水平 想要吃透这些东西 无疑是吃人说梦 有些东西真的是天生的 比如智商 想到这里 他偷瞄了一眼 正在做瑜伽的秦宝宝 再勤能捕捉 再笨鸟先飞 终究有限 努力十年不如人家奋斗一年 这话有点偏激 但三年踩抵人家一年的现象 是很普遍 就拿他自己来说 高中三年老爷子亲自担任家教 鞭挞不争气的儿子 投悬梁追刺鼓 可就算他那么努力那么督促 秦泽仍旧只考上一个二本 反观秦宝宝 高一高二混日子 做着他的明星梦 到高三了 随随便便一努力 玩似的就考上复旦 不公平啊 秦泽大叹了一句 秦宝宝不明所以 转头看了下弟弟问 什么不公平啊 秦泽说 我怎么没有你聪明 不公平啊 秦宝宝撩了撩 自己的秀法 得意道 才貌双全的我 自然是万里挑一 接受现实吧你 秦泽叹了口气 愤恨地瞪了眼 正做瑜伽的姐姐 只见此刻姐姐正坐着 压腰的姿势 全身香焊淋漓 脸蛋微微红润 要多诱人有多诱人 秦泽咽了口口水 心中默念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深怕脑海中叮咚一声 然后出现奇奇怪怪的任务 我是该找个女朋友了 秦泽脑海 突然浮现出这个念头 他点开校园论坛 有个帖子 始终被置顶在最显眼的位置 标题是 才大个细细花会总 里面是学生们偷拍 或光明正大拍摄的美女照片 经过PS技术后 各个美的厌绝人寰 不似繁俗 他是这么想的 今时不同往日 钞票会有的 房子也会有的 是时候 先物色美人 泡妞把妹了 要不然将来 成了千万富豪亿万富翁 搂到一个头怀送抱的妹子 性冲冲开房间 结果过门而不入 估计会被妹子 活活嘲笑死 正在秦泽聚精会神 浏览照片的时候 秦宝宝 冷不丁的声音 从后面响起 哟 你在看什么呢 笑得这么猥琐 秦泽吓了一跳 秦宝宝 你走路 怎么没有声音啊 明明是你看得太入神了 什么好东西 让姐姐看看 说着就要向秦泽扑来 秦泽立马护住手里的电脑 叫道 你不要过来 秦宝宝直接一个恶虎扑羊 把弟弟压在了身下 一把抢过秦泽 手里的笔记本 秦泽在姐姐的身下 啊呜呜呜 差点被姐姐的36D 给整窒息了 秦宝宝立马尴尬的起身 秦泽 这才大喘了几口气 刚真的快要被憋死了 死变态 你又趁机觊觎你姐姐 拜托 是你把我扑倒的 我上打说一句 秦宝宝抱着笔记本说道 早给我不就好了 秦泽还想再抢 直接被姐姐用脚踩在脸上 定在了原地 哟 看这种网站 发春了 秦宝宝贼嘻嘻笑着 什么这种网站 这是我们校园论坛 一边说 秦泽一边指着电脑道 看吧 咱学校的美女也不熟 他趁机一把抢过电脑 继续道 论脸还不比你差 最关键的是 还比你年轻 今天 秦泽给姐姐看他们学校的校花 并小小嘲讽了一下姐姐 秦宝宝生气 挥挥手表示 这PS的也太假了 下巴见得能戳死人 眼睛大的跟外星人似的 那也是人家基础好 只要是朵清秀的小花 我就喜欢 秦泽不服 美女都名花有主了 哪还轮到你下手 秦宝宝不懈地撇嘴 只要锄头挥得好 没有墙角挖不到 秦宝宝捶他一拳 盘腿坐在沙发上 你也就发发闷骚 理论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人 你会追女孩子才怪嘞 秦泽顿时觉得 自尊心被狠狠伤到 恼羞成怒道 谁说我不会追女孩子 我也是曾经有过女朋友的人好不好 秦宝宝眼嘴偷笑 好了一个月没到 就被人家给踹掉了 秦泽大怒 你还有脸说 要不是你瞎掺好 我会到现在还是单身狗吗 我早就是经验丰富的男子汉 说到这个他就来气 当年他如获至宝地向秦宝宝炫耀自己脱单 秦宝宝听见弟弟终于找到女朋友了 也表示很高兴 并提出邀约出来吃吃饭 把把关 于是秦泽约新追到手的水灵白菜出来 双方约定在餐馆门口碰到 大天秦宝宝打扮得格外精致 跟个大明星似的回头率爆高 等秦泽见到女朋友来了 兴奋的挥手之际 秦宝宝亮出杀招 搂着秦泽的胳膊 咋声咋气 老公 这就是你在外面招惹的小奸货呀 长得也不怎么样嘛 秦泽顿时百口莫辩 饭当然是没吃成 女朋友羞怒离开 从此再也没有搭理过秦泽 电话拉黑 聊天软件拉黑 至此形同陌路 我这是帮你是他的人品 考验你们的感情 真正的爱情都应该是坚固不朽的 果然 秦宝宝依然是那套说辞 秦泽催他一脸 放屁 这么久了 我早就想明白了 你就是嫉妒我找到女朋友 因为你到现在还是单身狗 你是心里不平衡 秦宝宝被噎住了 哼哼 被说中了吧 无言以对了吧 炸出皮刨下的小来了吧 秦泽感觉自己就像传说中的剑客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绝杀 秦宝宝猛地站起来 抓起沙发上的抱枕 狠狠砸在他脑袋上 不想跟你说了 啪哒啪哒 踩着拖鞋走进房间 哼一声摔上门 秦泽嘀咕一声 莫名其妙 随后往沙发上一躺 打开积分商城 系统 我要兑换基金投资方面的专业知识 第二天 秦泽锻炼身体回来 顺便给秦宝宝带了早饭 姐姐一边吃早餐 一边玩手机 修长白嫩的指头戳着屏幕 秦泽一边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 一边啃油条 今天不送你去学校了 我得早点赶到公司去 秦宝宝边啃着油条 边说 公司请了旗下一个二线歌星 给我们做培训 猜猜看是谁 没兴趣 秦泽在纸张上写着公式 头也不抬 秦宝宝一撅嘴 扭着屁股走回房间 片刻后 秦宝宝换好衣服出来 他今天没有穿OL套装 而是一条白者小短裙 feeling身轻针衫衫 里面穿一件蓝色单衣 陆皮小短靴 两条白皙的大长腿 光溜溜的没穿丝袜 耳朵坠着银色四叶草耳坠 秦泽顿时有种瞎了老子 太合金狗眼的震撼 他是十足的短裙控 特别是秦宝宝这样美腿型的美女 两条腿白皙 修长 匀衬 看着看着 就有种想摸一把的冲动 秦宝宝嘴角微微翘起 得一道 怎么样 秦泽淡淡道 一般般 先把口水擦一下 死变态 你说谁死变态 秦泽大怒 心虚的抹了把嘴角 秦宝宝瞪着眼 弯腰把那张狐面脸凑近 哼哼道 一脸色像的 看着秦姐姐的大腿 你不是变态谁变态 秦宝宝 注意你说话的语气 秦泽恼羞成怒 开个玩笑吗 没去 秦宝宝撇撇嘴 今天开始培训舞蹈 我这身衣服还不错吧 秦泽一声不吭地 去掀他的白者小短裙 秦宝宝劈手打开 瞪眼 喂喂 你想干嘛 臭流氓 你穿这种短到大腿根的短裙 跳舞的时候 很容易走光 废话 老娘穿打底裤了 你穿成这样 有没有操汉子啊 大肚子怪叔叔什么的骚扰你 秦宝宝摆了个pause 眨把眼睛 你姐姐长这么漂亮 肯定有茫茫多的操汉子惦记的了 但我都不鸟他们 秦泽黑黑笑道 别被人下迷药了 抱酒店 啪啪啪 秦宝宝一脚踹来 你滚 上午十点有一趟专业课 秦泽八点半准时到学校 熟门熟路地进了李教授的工作室 刚走到门口 就听见李教授大嗓门的怒骂声 你怎么回事 课题一点都没做 平时你可不是这样的 这下好了 没了你那份风险评估的预测 其他人的课题就衔接不上 我平时怎么告诉你的 一定要严谨严谨 把我的话当耳边疯了 这下好 所有人的进度都给你拖慢了 对不起 我不该喝酒 杨晨耸拉着脑袋道歉 喝酒 喝酒务实不知道吗 工作作风一点都不严谨 你将来在社会上怎么和人竞争 别人劝酒你就喝 不会拒绝啊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自律吗 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交工了 你出了这样的纰漏 你说怎么办吧 秦泽左右看了看 其他人都眼关鼻 鼻关心 个顾个的 也没人给杨晨说句好话 杨晨眼珠子一转 苦着脸道 李教授 是我没有自我约束好 我认错 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犯 其实 昨天我和许俊荣有做过分工 他的那份工作已经完成 本来没组三个人 就算我这边出了小差错 也很快就能弥补 但我们组就只有两个人 秦泽刚来什么都不懂 帮不上任何忙 我一个人做两份事 您看 我这边一出差错 整组的活就白下 李教授果然停了下来 朝秦泽这边瞟了一眼 眉头悄然一皱 秦泽心说 卧槽你个瓜娃子 什么仇什么怨啊 招你惹你了 昨天就在背地里说我坏话 要搞我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Hello Kitty是吧 他从背包里面 找出自己昨晚做出的风险评估 包括公式 技术分析 理论分析 以及相关资料 教授 昨天你布置的任务 我都做好了 你看看 教室猛然一进 与本来安静的气氛不一样 前者是 略显压抑的安静 这会儿 一个个都转头朝秦泽看过来 是愕然 震惊的安静 在一片安静声中 秦泽上前把资料交给李教授 杨诚惊讶过后 失笑道 你昨天刚来 摸得清楚要求和内容吗 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乱做 一点都不知道严谨 你这个样子 李教授怎么放心把任务交给你 是啊 昨天本想跟师兄请教的 可是师兄太忙了 也不搭理我 我知道自己琢磨了 秦泽说道 李教授翻开秦泽的资料 他当然不能打击手底下的学生 温和道 秦泽 你有这份认真的心 是值得表扬的事情 不过你昨天才来 要多学多看 而不是盲目冲动的 咦 李教授不说话了 仔仔细细看了几遍 惊喜道 做得很好 很好 秦泽 找你来这里帮我做事 果然没错 做得很好 杨诚一脸猛逼 伸手想要去拿秦泽的那份 风险评估看 但李教授没给他看 一把拍开想要伸过来的手 在座几个实习生 都是茫然震惊的神色 被惊讶到了 这小子深藏不露啊 向来吝啬赞赏的李教授 居然会说 招你来帮我做事 果然没错这种话 看神色还洋洋自得 秦泽get了众人刮目相看的眼神 嘴角情笑 看都不看面色难看的杨诚 从容淡定做回自己座位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无形装逼 最为致命 小赤老 跟我斗 李教授拍拍手 郑重宣布 类似杨诚的事情 我不希望再有发生 还有五天就交工了 大家再接再历 瞎把劲 结束后 我们吃个庆功宴 然后你们也该毕业了 不过 今天的事情 该处理还是要处理 我决定从杨诚的奖金中 抽一千出来 奖励给秦泽 杨诚还想说些什么 但被李教授狠狠一等 顿时到嘴边的话 硬是咽了下去 九点半 秦泽和李教授打了声招呼 出门上课去了 十二点半 两节证券投资学课程结束 正好是饭点 学生哗啦啦涌出教室 秦泽刚踏出教室 身后追上来一个牛高马大的家伙 孤住他的腰就往教室里拖 那架势 就跟要强行灵性梁家妇女似的 赵八两同学把秦泽按在座位上 行了个别角的军礼 置地有声 报告秦市长 我们终出了一个叛徒 文言 秦市长李良一拍桌子 满意道 你处置得很好 老司机秦泽怒道 滚蛋 终出你妹啊 满脑子倒过爱情动作思想 李良哼哼道 还敢盯嘴 二营长 你的意大利炮呢 三营长 你的人间大炮随时待命 刘自强一脸冷漠的解裤腰带 照八两黑黑怪笑 秦泽无奈道 组织找我什么事 小人加入地下党三年来 兢兢业业 誓死保卫祖国 服从组织安排 绝对没有拿人民百姓一针一线 李良以书本冲作金堂木 用力一拍 那好 我问你 咱们303宿舍的事归是什么 秦泽犹豫了一下 老老实实道 四条汉子一条心 极有地位重如山 一生只爱五姑娘 谁若脱单谁先亡 几个正在收拾书本的妹子 惊讶地看过来 秦泽羞耻地想无脸 李良拍了拍秦泽的肩膀 神色严肃 沉声道 既然你知道 那我就不多说了 兄弟 一路走好 下辈子还是战友 刘自强做事 就要掏出他的意大利炮 秦泽大惊 球斗麻袋 组织民间 我没有违反303宿舍的事归 我是冤枉的 我现在还是条单身狗 大家都是单身狗 单身狗 何必为难单身狗 喂喂 你还真套啊 我 我罗奥天表示不服 李良冷笑一声 那你说 昨天的电话怎么回事 铁证如山 不容同志你狡辩 安心地去吧 秦泽总算明白了 直翻白眼 组织的调查工作太粗糙 有待提高 那是我姐 并不是可以啪啪啪的对象 所以 我依然是好同志 请二营长收回你的意大利炮 三营长 你的人间大炮 也请收回去 当真 比真金还真 李良笑容满面道 是组织误会你了 小舅子受惊了 受惊了 喂喂 这称呼不对啊 秦泽拍开他的手 小舅子莫急 听几位姐夫给你慢慢道来 孔子夫子曰 实色信也 世金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总结起来呢 就是一句话 单身狗是社会上的失败者 组织上经过深思熟虑 深改是归 有为人道 应该废除 修改 为了国家的繁荣 社会的发展 我们应该积极地 为祖国声誉优秀后代 所以 秦泽同志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你应该积极向组织推荐 拨大臀翘 大长腿的优秀妹子 报告组织 我有话说 为组织奉献一切 是我们应有的觉悟 但是 秦市长 你好称老司机 啪啪啪了无数不良家的妹子 妥妥的人渣 我怎么能把姐姐往火坑里推 李良大怒 你敢说 我人渣 二营长 你他妈的意大利炮呢 不不 别误会 我不是针对你 秦泽不懈道 我的意思是 在座的各位都是人渣 这时俩女生 从众人之间走过 骂了句 呸 人渣 秦泽说道 看吧 妹子也觉得 你们是人渣 俩女生愤怒回头 呸 你也是 说完头也不回地出了教室 几人目送俩女生离开之后 转过头 嘿嘿笑着 就准备要对秦泽大行伺候 就在这时 李良的手机响了 秦泽松了口气 李良接起电话 听了一会儿 骂了句 卧槽 挂了电话 就要秦泽几人跟他走 几人一脸猛逼 咋了 李良说 张明玉仗着自己是篮球队的 砸个壁老王的场子 还把他们班 其他四个给干趴下了 喊咱们支援 赵八两和刘自强俩人 一听大怒 撸着袖子 就要给兄弟撑场子去 几人气势汹汹地 朝篮球场走去 转头一看 秦泽还愣在原地 纷纷凶狠地看着他 秦泽挠挠头 我篮球打得不好 你们去吧 几人毫不分说 驾着秦泽就向篮球场而去 此刻 校内篮球场上 老王已经大汗淋漓地 跪倒在对面校篮球队的脚下 只见其中一个板寸青年 掏了掏耳朵 不懈地哼了声 连丢我们当陪练都不够格 把场地让开吧 我们篮球队要训练了 校草张明玉及其他几个队友 都一脸高傲地 看着跪在地上的老王 老王抬起头来 叫道 你们别得意 圆兵马上就到 除非你们怂了 谁知老王话刚说完 一个球就砸了过来 顿时砸得老王两行 鼻血流出 操 竟敢杀我们304的兄弟 此时 秦泽几人正好赶到 看到了这一幕 赵八两大叫一声 老王 我们来了 东北汉子简单粗暴 遇事不怂 校篮球队的俩人 想冲出去干架 不过被张明玉给拦住了 只见他指了指身旁的板寸青年队友说道 不好意思 这位同学刚才是他不小心的 如果你们不放心 可以去附近医院看看 事后拿付款单来找我 李良大骂 放屁 老子看到他故意的 板寸青年怂怂间说道 外行人还是赶紧走吧 带你们同学去医院 免得出了事 还赖我们 他话刚说完 只见一个瓶子突然向他砸了 啪的一下 正中他面部 他捂着自己的鼻子大叫 只见秦泽在远处 择了一声 哎呀 老李 都喊你接住了 你怎么搞的 老李纳闷 你喊我了吗 就在这时 板寸青年怒吼一声 卧槽你马 一人向秦泽挥来 秦泽轻松躲过了 他挥过来的一拳 随后逆脚直接把他踹倒在地 他摊了摊手 都说了 我是不小心的 如果不放心 你们可以送他去医务室 钱我们兄弟几个包了 再不放心 去附近医院也行 事后拿付款单找我们报销 李良几人赶紧附和 没错 别忘了加上营养费 呵护你那娇嫩的身体 篮球队的几人一听 这还得了 日你先人板板 小吃老 找茶吗 说着就气势汹汹向秦泽几人走来 赵八良几人也不怂 谁怕谁 当我们好欺负是吗 大家都火了 都剑把弩张地盯着双方 眼见双方就要打起来 而这边剑把弩张的气氛 也吸引了周围打球的学生 纷纷围观 张明玉急忙拦住怒火冲冲的同伴 目光阴沉地注视秦泽 大家都是成年人 换个方式解决冲突 这里是球场 就用篮球决胜负 输得道歉 张明玉嘴角一勾 露出阴险的笑容 不但要道歉 还要大喊三声 爷爷 孙子不敢了 李良大骂 你一个笑篮球队的 跟我们业余的人打 亏你说得出口 谁知对面竖起了中指 耸货 不敢就直接叫声爷爷 然后滚 冰 主线任务 人前险胜 十五分之二 倾与张明玉为代表的篮球队 展开一场比赛 并取得胜利 秦泽接过球 干 干就完了 张明玉一脸奸计得逞的样子 秦泽看向几个室友 几个室友显然也不是耸货 拳头放在一起道 兄弟们拼了 这口气 不能忍 赢了 秦泽 几人欢呼大叫 各个脸色都憋得通红 今天放学别走 我请个大宝剑 李良振臂欢呼 又叫又跳 鼓掌声和欢呼声响了起来 如火山爆发般的贺彩 姗姗来迟 但愈演愈烈 久久不歇 财大的学生们激动了 这场篮球赛尾时太精彩 一波三折 逆转逆转再逆转 同时也让他们记住了 秦泽这个名字 神出鬼没的断球 势大力尘的盖帽 百发百中的三分球 最后更是来了一个 气势凶悍的大满贯 与欢呼如飞的贺彩声 截然相反的是张明玉等人的心情 如丧考笔 脸色阴沉 阴沟里翻船 输给了一批 不会打球的半吊子 输球没什么 不丢脸 丢脸的是那个赌注 早知道就不打那个赌注了呀 一个个心头悔恨 恨不得穿梭时光山张明玉一个大耳瓜子 让他把脱口而出的赌注咽回去 收到任务完成的提示后 秦泽在心里低声道 系统 谢谢你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机会 一个路人假逆袭的机会 张明玉黑着脸 走到秦泽面前 低声道 大家都是同学 做事留一线 之前的事情 算我们错了 我们道歉 赌注的事情就算了 大家交个朋友 秦泽没反应 老王大步走过来 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警察干什么 赌注就是赌注 大家说 是不是 后面围观的学生一阵起哄 板村青年怒道 你们别太过分 我不是也被你们砸了脸 喊爷爷 我们敢喊 你们敢赢吗 得罪了明玉 你们想想后果 张明玉摆摆手 示意他别说话 淡淡道 当然不止道歉了 一万够不够 李良呸道 老子不缺钱 要不我每人给你们一万 你们喊时便 爷爷 张明玉眯了眯眼 两万 滚滚滚 李良不耐烦摆手 三万 他没有搭理张牙舞爪的李良 而是盯着秦泽 我在私人给你两万 这件事情就算了结 堵住的事情 就当没发生 笑草虽然脸色不好看 心里还是很淡定的 他相信 这世上没有什么事 解决不了的事 有 是因为你给的不够多 四万 张明玉不紧不慢地 加住筹码 打算用钱击垮 这些平民脆弱的心理防线 赵八两 刘自强 都沉默了 不心动是假的 张明玉冷笑一声 五 闭嘴 秦泽突然爆喝 叫爷爷 现在 闹 其实他想说 请支付宝转账 他不想继续给张明玉机会 说实话他心动了 李良激动地看了眼秦泽 跟着怒吼 叫爷爷 人群里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地 喊了一声 煞事间仿佛点燃了火药桶 叫爷爷 叫爷爷 张明玉俊俏的脸 终于仗成猪干涩 深深看了一眼秦泽 转头就走 篮球对众人也恨恨离去 紫薇你别走 我们再商量商量 秦泽恨不得露出两个大鼻孔 伸手去挽留 秦泽心里叹了口气 张明玉的食言在意料之中 这又不是君子一言四马难追的古代 大家是思想解放的现代人 耍无赖都不需要犹豫 秦泽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李良怪叫一声 飞扑向他 其他两个室友也向他扑来 把秦泽压在了身下 在钱和友谊面前 秦泽选择了后者 他如果选择钱 李良虽不至于和他绝交 可心里肯定会有次 说不准就是好几年的心结 裂缝 有些东西 真的不是钱能买的 至少不是几万块能买 比如 他和室友之间纯粹的友谊 晚上我请客 大家吃一顿 李良笑呵呵地宣布 半个小时之后 校园论坛里有人发帖子 秦泽再次打脸张明玉 张明玉无脸受惊 而逃 耍无赖 帖子里是一段23分钟的视频 十分钟内 点击量破万 回复999加 校园论坛沸沸扬扬之时 当事人之一的秦泽 在寝室换了身干净衣服 急匆匆跑进办公室 他迟到了十分钟 李教授脸色不开心 但也没多说 让秦泽回到自己座位 原本期待他发怒的杨诚 好不失望 下午五点 李教授在解散之前 拍拍手掌 示意众人听他说话 教授目光看向秦泽 秦泽 以后你这一组就交给你来负责 杨诚辅助 有没有问题 秦泽一愣 刚想说话 边上的杨诚急了 站起身道 李教授 秦泽他刚来 对咱们的业务还不熟悉 怎么能让他来负责 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李教授在心里加了一句 他爸做的 能不好 杨诚大声道 昨天的课业 除了查询的资料太多太麻烦 其实并不难 他能做好也不意外 一来就让他负责我这个组的风险评估 以他的水平 知识广度 恐怕难以胜任 到时候耽误了咱们项目的进度 那才是真的麻烦 秦泽立刻站起来 大声道 李教授放心 我会努力的 李教授无视了杨诚 点点头 那么 交代一下今天的任务 除了你们组一直在搭建的风险评估模型 还有基金收益率中 组合分形模型的收尾工作 也就是投资者的偏好 你尽量归纳出一目了然数据画图像 回去多查点资料 也问问相关人士 秦泽道 明白 不懂的地方 我会向我家老爷子请教 说完 他得意看了杨诚一眼 下午六点半 约了304宿舍的老王几个人 李良带众人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家考语馆 热气蒸腾 鱼香浓郁 几个家伙食指大动 再经过了几人一通豪言壮语 庆祝之后便准备开动 秀在这时 秦泽收到了姐姐一条短信 死哪里去了 还不回来煮饭 秦泽回道 今天不回来吃饭了 你要不点个外卖吧 哦 你吃你的 我等我家弟弟回来烧饭吃 隔着屏幕 秦泽都能嗅到姐姐浓浓的怨气和怒气 秦泽没办法 只能跟兄弟们告别一声 先撤了 回到家 秦泽给姐姐带了蛋糕 请宝宝哼哼哼一下 没有李秦泽 秦泽无奈到 今天中午打了场球 赢了 晚上是有请客 不好推脱 秦宝宝不屑道 关我什么事 秦泽用手里的蛋糕诱惑姐姐 秦宝宝一把抢过秦泽手里蛋糕 往地上一丢 气鼓鼓道 我要吃热乎乎饭菜 爱吃不吃 秦泽真生气了 他起身拿着电脑 就往自己房间走去 秦宝宝大怒 你这个没良心的臭男人 我要和你断绝关系 说完拿起枕头 就向秦泽砸去 秦泽回到了自己卧室 开始研究竖模 竖模这东西说不上多难 也不容易 具体要看模型的规模 严谨是肯定的 就跟搭积木一样 一块块积木 都有它明确的位置 搭配好了 就是一座宫殿 哪里出了差错 哗啦啦全部倒塌 功亏一篑 建模和搭积木 终究不是一回事 其中涉及到很多 延伸出去的知识和公式 以及资料 核心资料倒是不用愁 李教授那边有一些普通资料 需要秦泽自己上网查找 时间过去 秦泽伸了个腰 坐得时间长了 准备起来 动动喝个水 他跑去厨房 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发现冰箱里有一只 清理干净的小鸡 一碟蘑菇 他忽然明白 秦宝宝刚才发神惊死的闷气了 秦泽到了杯牛奶 来到客厅 见秦宝宝歪歪斜斜 躺在沙发上 小背心肩带略微松垮 昏昏欲睡 今天训练很累吗 早点去休息吧 秦泽把牛奶放在桌上说道 秦宝宝显然还在生闷气 不理他 秦泽自讨了个没趣 他也习惯了 自家姐姐什么臭脾气 他会不知道 秦泽打算还想再说些什么 秦宝宝直接一个起身 去卫生间洗澡去了 秦泽无聊地来到阳台上吹风 看到楼底下 有一对情侣正在吵架 他忽然心血来潮 唱起了歌 秦宝宝洗完澡出来 看到秦泽在阳台上唱歌 而且唱歌还是自己从未听过 旋律这么优美的歌 他上去细声问道 这是什么歌 秦泽一咯噔 心说露馅了 面不改色地扯谎 我自己写的 瞎唱而已 你 你写的 秦宝宝 微微张着红唇小嘴 秦宝宝温柔款款地 盯着秦泽道 好弟弟 这首歌真的是你写的吗 算是吧 秦泽道 算是 秦宝宝疑惑 秦泽道 我还没写完呢 秦宝宝突然捏着秦泽的肩 语气阴森地问道 那你什么时候写完 看心情 关你什么事 秦泽吓了一大跳 这样的秦宝宝太可怕了 秦宝宝故作可怜的模样 我是要以歌星出道的呀 这几天公司里 问我还有没有作品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有装死 昨天 有个金牌经纪人跟我说 暑假有一档唱歌类综艺节目 如果我能拿出原创作品参加 将是一条最快最好的成名之路 他就会考虑当我的经纪人 秦泽想到 可以吗 这么快就被赏识了 看来秦宝宝还是后背一人中的尖子声啊 姐姐在这条路走得越远 越有利于他将来布局 但我不能轻易答应他 这娘们刚才还跟我甩脸色 摆臭脸 需要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富为子刚 富为七刚 阿布 地为解刚 教我教我教我 秦宝宝使劲摇晃他的胳膊 撒娇卖萌 秦泽扭了扭脖子 哎呀呀 今天打球可真累 肩膀有点酸 我帮你捏 秦宝宝立刻会议 秦泽享受姐姐柔嫩小手按摩 脚底板也酸得厉害 秦泽得寸进尺 秦宝宝谈媚的笑容一僵 嘴角抽搐 脚底板也要按啊 秦泽怂怂肩 不按也行 没强迫你的意思 就是灵感这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我也说不准 按 当然 今天姐姐豁出去了 哎呦喂 您可别 您是咱家的大小姐 千金之躯 使不得使不得 秦宝宝捂着鼻子 给弟弟脱袜子 教滴滴道 你才是咱们叫唯一的男丁 搁在古代 就是传宗接代的独苗 姐姐给独苗弟弟服务 是天经地义 这个正在做菜的男人 叫秦泽 因为今天姐姐 要带一个闺蜜回家 所以早早就打电话过来 让自己在家里做好饭 等他们回去吃 谁知道 姐姐刚一回来 就说饭不用做了 他们已经吃过了 看着还没下锅的 两条鱼和蔬菜 秦泽努力压下 自己生气的心情 哎 谁让姐姐好不容易理我了 不能生气 无所谓 既然你们不吃 那我自己吃吧 正好试试 刚从系统里兑换的 主意精通技能的效果 不过 没想到 姐姐带回来的闺蜜 这么漂亮 以后要跟这么漂亮的 小姐姐住一起 想想 就有点小激动呢 还没等我多看两眼呢 姐姐就拉着她的闺蜜 进了房间 说悄悄话去了 纸巾 你条件这么好 家里给你介绍的 也是高富帅 干脆嫁了得了 五十不孝百步 我是真的眼光高 跳不到好男人 可宝宝你居然还没有男朋友 想不明白 总觉得找男朋友的话 将来会后悔 后悔 是害怕遇到渣男吗 说不清 为什么 就是觉得我会失去什么东西 一个人不寂寞吗 不寂寞呀 我和弟弟一起住 和他住 我就觉得很开心呀 不用做饭 不用打扫卫生 不用洗衣服 多舒坦 不开心的时候 阿泽会哄我 生气的时候 就拿他出气 我就喜欢看他满脸纷纷 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你该不会是个地控吧 滚蛋 正在这时 厨房里的香味飘了过来 此时秦泽正大块朵移地 吃着自己做的饭菜 谁知姐姐出来看到 就留着哈辣子 抢过秦泽手里的筷子 命令秦泽去乘两碗饭 接着就开心地吃了起来 不过 话说 你们吃归吃 但请麻烦你们吃得正经一点阿泰 今天 姐姐一大早 就拿着手机给我看 我是歌星第二季的开播时间 所以 你想说什么呢 请宝宝 好弟弟 参赛的都是小歌星 对姐姐来说 都是大佬 姐姐一个新人 跟他们斗不过 听 你有话就直说 不要磨磨叽叽 原来姐姐跟公司夸下海口说 主打原创歌曲 所以 公司听了很开心 决定倾斜资源捧他 亲宝宝 你真是作死 你哪来的自信 什么海口都敢夸啊 好弟弟 不是还有你吗 求求你帮帮我吗 求求你了 只要你帮我 我就不再追究 上次你用我内衣 喂 秦宝宝 上次那个是误会 这时候系统 也突然发布了任务 丁 帮助秦宝宝 捕完歌曲 传说 哎 看来 我想在美女面前 装播的心 是改不了了呀 紫禁姐 我承认我对她有好感 行吧 你莫伺候 听好了 这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在相见 从此我开始故意 从此我开始忽担思念 想你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心田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遥 嘿嘿 搁着魅力什么样的女人都招架不住啊 好弟弟 真棒 姐妹白疼你 喂 秦宝宝 你有了歌词就把我扔一边了呀 好弟弟 等我下班回来就奖励你那个哦 这个正在被美女调戏的男人叫秦泽 因为开玩笑 说粉扑太厚 就被美女威胁 要把秦泽小弟弟拉出来 含一百遍 今天她被姐姐强行拉来KTV 参加姐姐闺蜜组织的一个聚会 说是聚会 其实就是为姐姐之前的一个追求者拉皮条而已 而这个正在捏秦泽脸的美女 叫做张亚 也是姐姐的闺蜜之一 是个非常热情又大胆的妹妹 经常想要抱着秦泽的头 往她两团柔软触贴 正在紫荆姐和张亚相互认识之际 一众皮条客和皮条组织者也到了 包厢里此刻姐姐正忘我的唱着歌 而底下姐姐的追求者在为姐姐打着call 不过有一个叛变者居然看上了紫荆姐 此刻正在疯狂地搭讪紫荆姐 秦泽受不了这种氛围 就去上了个厕所透透气 谁知 刚从厕所出来就碰到了张亚姐 张亚看到了秦泽 高兴地飞扑过来 又想抱住秦泽的头 往她的两处柔软触贴 秦泽叹了一口气 立马掏出一根香烟扔了过去 香烟经过多次转体 以一个漂亮的弧度精准入钩 引得张亚姐连连娇撑 随后又与张亚姐在外面聊了会哨 回到包厢 秦泽就看到姐姐的一个追求者 就拿着脉帘来激情的唱歌 我说了吧 她不比原唱唱 何止啊 分明比原唱更剩三分呢 谁知 这货自己吼完了 还不满足 竟然想邀请姐姐合唱一首 正在姐姐为难之际 还是子金姐机智 这时候来了一招 乾坤大挪移 但是 子金姐你怎么挪到我身上了 秦泽一脸猛逼 我 我唱吗 这个正在KTV包厢里的男人 叫秦泽 此刻 他正被子金姐推着要唱一首歌 还在大家面前说 我们家秦泽会作词作曲 唱歌也非常好听 不过 此刻 秦泽实在没什么兴趣 摇了摇手表示拒绝 他只想静静看着你们装插 这时候 秦宝宝哪里肯放过炫耀弟弟的时机 上来就嗲嗲地说道 阿泽 你也唱一首 就一首 唱完姐姐相闻奖励 这一下 瞬间就给秦泽妥妥地拉了一波仇恨 只见西装男假笑着说道 小伙子 还会作词作曲 难得呀 要不现场来一首 秦泽看着姐姐们满脸期待的表情 心中一动 果然 系统任务来了 叮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勇敢上吧 宿主 这时候 西装男又跳出来道 你不是会作词作曲吗 也不要你现场做 就随便点一首唱给我们听听 张牙姐看到以为我为难 就接过话筒表示自己要唱一首 秦泽一看 前面铺垫的也差不多了 这时候不上就不是男人了 一把抢过张牙姐手里的话筒说道 那我就现丑了 就是是刚才李总唱的《天下无双》吧 殊不知 可怜的秦泽又落入了姐姐们的套路中 宝宝 我的激将法管用吧 不错不错 姐口头奖励一次 可万一秦泽唱不好怎么办 丢人呢 管他呢 弟弟不就是用来给姐姐挡子弹的吗 此时 《天下无双》的伴奏响起 不知为啥 竟然在系统里给的一首歌的伴奏一名了 听得妙无表情的 我业余的 要是唱得不好 你们可别笑话 沿着江山起起伏 伏温柔的曲线 芳麻爱的中原爱 的北国和江南 这好像不是天下无双吧 可是更豪迈更好听啊 厉害了我的店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做人一地干干 做人何惧皆线 好情不变年不一年 做人有苦有甜 善恶分开两天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铁底的声响 看铁底正中 踏遍万里和山 我站在墓口浪前 借我主 日夜宣传 人夜和人间 等到太平美满 我真的还剩在乎五百年 你这是什么歌曲 向天再借五百年 怎么样 还行吧 还 还行吧 好弟弟 你太棒了 这个正搂着姐姐腰的男人叫秦泽 现在是晚上十点 K格结束 几拨人在KTV门口告别 秦泽和姐姐因为都喝了点酒 所以紫荆姐在开车 而秦泽和姐姐两人坐在后排 正当秦泽闭着眼睛 在回味包间里 心情激荡瞬间的时候 秦宝宝抬起擒手 口齿不清荡 向天 再借五百年 好好 这首歌也交给你 秦宝宝喜知之道 啊 则 今天真帅 给姐 长脸了 秦泽撇头 看着姐姐如花似玉的脸蛋 近在咫尺 有点心愿一马 低声说 那是不是要相闻奖励一下 秦宝宝挑衅的 你敢吗 说完 还朝秦泽哈了口酒气 秦泽喝了点酒 情绪也有点亢奋 看了看在前面 专心驾驶的紫荆姐 脑袋一热 就低头含住了秦宝宝的唇 再次体会到姐姐 唇半温软湿热的触感 秦泽心里怦怦狂跳两下 忍不住想要伸舌头 撬开姐姐的唇 可就在此时 车子突然颠簸了一下 打断了秦泽 想要更进一步的冲动 你们没事吧 秦泽作贼心虚道 啊 我没事 宝宝醉得厉害 颠了一下很难受 我扶着他 那我开慢点 随着车子一路呼啸 房间离此刻 秦宝宝衣服脱了一地 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紫荆姐拿着睡衣走过来 就想给秦宝宝换上 谁知 秦宝宝使着小杏子 扭着头说 不要 说完还一把拉过紫荆姐 闭着眼 迷迷糊糊道 你 喜不喜欢我 紫荆姐一听 以为宝宝又在跟他闹了 于是就顺着说道 喜欢 喜欢死你了 秦宝宝嘻嘻一笑 一把拉过紫荆姐 贴着耳小声说道 我 我也喜欢你哦 也不知道这个你 到底指谁呢 晚上十二点 秦泽冲完澡 裹着浴巾 就从洗手间出来了 紫荆姐开门 正好看到 红了红脸 秦泽还问你脸怎么这么红 紫荆姐只好用手捂了五脸 转移话题道 没什么 宝宝在房间里睡着了 秦泽一听 姐姐睡着了 于是对着紫荆姐说道 那我们要不要 惹得紫荆姐 满脸通红 这个在紫荆姐面前 用浴巾裹着下半身的男人 叫秦泽 本来他想约紫荆姐打牌位的 不过 可能话没有说清楚 导致紫荆姐红着脸误会 转身说了句 我 我要去洗澡 然后就开溜了 秦泽还一脸莫名其妙 换好了衣服 秦泽听见房间里 传来姐姐痛苦的低音 于是就开门走进去看了他 房间里 此刻 姐姐正紧促纤细的眉梢 不知是梦意 还是清醒喊了句 头 头 秦泽走到床边坐下 两只拇指 按住姐姐的脑袋 中指轻轻揉按太阳穴 他兑换过中级中医精通 按摩穴位 还是能做到的 每次去KTV都要死喝 偏偏酒量还差 秦泽抱怨道 随着秦泽轻轻的按压 不多时 秦宝宝紧促的眉头舒展 呼吸平缓 秦泽看着姐姐娇媚动人的脸蛋 忽然 脑海里又有了不好的想法 经过心中天使与恶魔的一番交战 总算还是守住了底线 只是用意念吻了一下姐姐 就快步跑出了房间 秦宝宝睁开眼睛 催了一声 低声骂道 受不了力 他的初吻没了 第二天早上 秦泽晨练回来 见八点了 两个姐姐还没起来 便打算敲门去叫姐姐起床 但想想昨晚都醉了 还是让她多睡一会儿吧 随后 自己一个人在大厅吃起了早饭 正在秦泽一边吃着油条 一边刷着脑海里的系统商城时 突然看到一条系统任务提示 恭喜宿主完成五次任务 请接收任务奖励 秦泽三分好奇 三分期待地点了点礼物盒 丁 恭喜宿主获得面部微型调整一次 以自动使用 正当秦泽还在考虑面部微型调整 是不是就是整容的时候 他感觉脸庞火辣辣发烫 皮肤痒得宛如有蚂蚁在爬 他立马从椅子上窜起来 一头扎进洗手间 洗手间的大镜前 秦泽呆呆而立 满脑子都是卧槽 看着镜子里 这个虽然还是自己的脸 但是比起之前的脸眉风愈发凌厉 眼眸炯炯有神 鼻梁高挺 嘴唇略薄 脸上挤出痘印也消失了 肌肤细腻 五官比以往更精致 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面如关玉 秦泽愣愣了十几秒 眉毛忽然一跳 喜色爬上脸庞 他手舞足蹈 摆出浓奴翻身 做主人的姿势道 从今往后 我也是有言之人了 随后忍不住唱起了五百年 就在这时 紫荆姐睡眼惺忽地推门走了进来 大清早的唱什么歌呀 你洗漱好了没有 我进来了 四目相对 王子精大叫一声 你 你是谁啊 秦泽莫名心虚 开玩笑道 你猜 王子精瞪大了眼睛 半天才反应过来 用力揉了揉眼睛 又直勾勾地盯着秦泽看 秦泽念头急转 在思考着该怎么解释 这个帅得吊扎的男人叫秦泽 因为经过系统面部微型调整 导致一大早 王子精看见秦泽的脸愣使没认出来 转身大叫着就往秦宝宝卧室跑去 要拉秦宝宝起来看大帅哥 秦泽一脸无语 看了看镜子说道 至于这么大反应吗 片刻 王子精拽着迷迷糊糊的秦宝宝过来 秦宝宝一步一驱 瞇着眼打了个哈欠道 慢点慢点 家里就一个秦泽 哪来什么大帅哥啊 王子精指着秦泽语无伦次道 他 他他他 神经病啊 秦宝宝嘟闹 别闹 我还要再睡 话还没说完 秦宝宝闭嘴了 朦胧的睡眼瞬间清醒 他比王子精更加惊讶 因为他对秦泽实在太熟悉了 熟悉到脸上有几颗痘印 他都清楚 他贴近秦泽 使劲地瞅着 瑞丽的眼神 让秦泽发毛 随后不确定地问了句 你是秦泽吧 秦泽点了点头 反问道 你想说什么 秦宝宝捏着秦泽的脸蛋 用力扯了扯说道 像又不像 只是五官更精致 痘印也消失了 肌肤变得好细腻啊 秦泽被姐姐捏的脸有点疼 一把拍开姐姐的手说道 姑娘 请自重 秦宝宝眸光犀利 上下打量着秦泽 试图从秦泽身上找出破绽 可怕失败了 灵光一线问道 我最爱吃什么 小鸡炖蘑菇 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 你的名字 我的内衣是什么颜色的 秦泽自信一笑 你上初中的时候 内裤是卡通的 基本是白色 上高中的时候 是白色的和黄色的居多 上大学后 颜色款式增加 但仍以白色黄色最多 毕业后 除了钉字库和秦泽内衣没有 其他的款式 基本都有几条 哦 秦泽内衣你也有 生日那天 不知道是哪个男人送的 嗯 黑色 王子金目瞪口呆 这什么鬼畜弟弟 姐姐的内衣 如数家珍 唯唯道来 秦宝宝却松了口气 拍拍王子金的肩膀 不用怀疑 这是我弟弟 他上前两步 捧起秦泽的脸道 怎么会这样 一觉醒来 摔在弟弟变男神了 感觉你变了好多 又感觉没怎么变 这张脸 还是我弟弟 王子金金仪不定地问道 秦泽你早上偷偷去整容啊 秦泽正开姐姐的手 吐槽道 怎么可能 整容也需要恢复期的好吗 秦宝宝 做出柯南军脱下巴的推理动作 直勾勾地看着秦泽 秦泽一惊 莫非被发现了 只见秦宝宝 一指秦泽 大声道 真相 只有一个 你化妆了 秦泽松了口气 秦宝宝生气道 你偷用我化妆品 追着秦泽叫打 剩下王子金还满脸的疑惑 随后 秦宝宝匆匆吃了早饭 就去上班了 只剩秦泽和子金姐 还在慢悠悠吃着 秦泽道 中午想吃什么 等一下我们要不要一起去菜市场 我身体不舒服 就不去了 秦泽心里一动 我懂 大姨妈来了 你就在家里休息吧 王子金端庄的鹅蛋脸 红了一下 抛来一个称怒的眼神 才不是 可我闻到你身上 若有若无的血腥味 而且 看你的气色 就看出来了 秦泽堂而皇之地和姐姐闺蜜 谈论大姨妈 不用崇拜我 我只是略懂中医 还好你没痛经的毛病 不像秦宝宝 否则 有你最瘦的 秦泽露出 我读书少 但你骗不了我的表情 其实呢 适当的运动 输精活血 不容易引起痛经 王子金修红脸 瞪眼道 能不能不谈论这个话题 秦泽始出之难 终极必杀 多喝热水哦 这个牵着漂亮姐姐手的男人 叫秦泽 今天 他跟子金姐两人 来了个情侣 一日游 中午 吃完中饭 秦泽打算去散散步 子金姐一听 表示自己 也要一起去 他每次来大姨妈 都是食欲不振 整个人粘了八鸡 可秦泽的厨艺 让他吃了两大碗饭 人都精神起来了 都怪秦泽 王子金在心里埋怨 秦泽做菜 太好吃 两人出了小区 慢悠悠地在大街上走着 时隔多年 王子金也很久没有来护士游玩了 他一直街边 停着的共享单车 对秦泽提议道 我们骑车逛街吧 随后研究了半天 也不知道这共享单车怎么用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王子金的身份不简单哦 王子金拍了拍座椅 翘着圆润的臀伴 对秦泽问道 这种车子怎么用啊 你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下载APP 支付定金 就可以骑了 王子金咬了咬唇 摇头说 自己没有钱 秦泽无语 你真的假的 一百块都没有 王子金可怜兮兮地点头 秦泽直男地说道 那我借一百块钱给你吧 王子金表示无语 你这辈子再也休想碰老娘一根手指头 哼 两人骑着车 漫无目的在大城市的街道游荡 秦泽考虑到他大姨妈探亲 刻意放缓速度 以至于他们骑了一个多小时 才到浦东 王子金指着一栋高楼 却约道 那就是上海中心大厦吗 我们进去看看吧 秦泽犹豫到要门票 很贵的 王子金歪着脑袋 漆黑毛子一顺不顺看着他 秦泽嘴角抽了抽 好吧 我也没去过 就当是开开眼界了 中心大厦 即便不是休息日 旅客也是非常的多 秦泽买了票 俩人坐上宽敞豪华的电梯 抵达561米高度的 第121层观光厅 出了电梯 两人便被眼前雄壮的景色震惊 整个浦东新区尽收眼底 黄浦江静密流淌 船舶穿流不息 经贸 环球金融中心 东方明珠塔都被踩在脚底下 以往高不可攀的摩天大楼 仿佛纸糊的玩具 延伸到视线镜头 王子晶兴奋的在拍照 秦泽还在心疼门票前 王子晶拍完还拉着秦泽要一起合照 秦泽还有些不好意思 王子晶一把抓过秦泽的手 喊了声 3 2 1 就跟秦泽拍了起来 等候俩人到科技馆 体验了一遍免费VR 又吃了美味的甜筒 俩人亲力的牵手在一起走着 紫荆姐表示 今天非常开心 为了感谢 要请秦泽喝咖啡 秦泽说 你没钱 紫荆姐说 你先借我 喝完这杯 老死不相往来 哼 咖啡馆 秦泽和王子晶俩人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聊着天 王子晶跟秦泽透露 自己是离家出走的 秦泽不太相信 要是请宝宝离家出走 他还信 紫荆姐吗 不像 王子晶语气有些低沉的说 自己是被家里逼着嫁人 就是那种万恶的包办婚姻 他当然不答应啊 就和家里大吵了一架 收拾东西出来了 他们还把他信用卡 银行卡都冻结了 秦泽摸着下巴 你家里人给你包办婚姻 你不同意 他们就冻结你的经济 紫荆姐 你确定你说的不是小说里的桥段 哦 银行是你家开的呀 你家里说冻结 秦泽悚然一惊 王子晶 恩了一声 我太爷打过抗战 我爷爷打过解放战争 我爸是当官的 冻结我银行卡信用卡 还不是他一个电话的事 他就是想用下三烂的法子 逼我就范 想得美 秦泽咽了口唾沫 你家 是不是住北京的四合院 王子晶点点头笑道 小时候是住在那里 不过现在不是了 住 中南海 秦泽又吞了口唾沫 什么啊 王子晶好笑地看了他一眼 我爷爷还是住在四合院里 老人家吗 练就 我们早搬出去自己住了 子晶姐 我这么叫你没事吧 不算冒犯吧 秦宝宝知道吗 王子晶拖着腮包 应该心里有数 我爹在护士当市长的时候 我就来这边读高中了 他知道的 不过他没详细问 我也没说 秦泽感觉脑门上一颗惊雷砸下来 眼前的这个姐姐 是货真价实 跟正苗红的红二代啊 秦泽很想问 北京是不是有京城四少啊 什么的 回到家已经七点了 秦泽做着晚饭 他特意上网查阅了下 女人今期需要注意哪些饮食 然后做了一顿偏清淡的菜肴 当然 秦宝宝的主菜小鸡炖蘑菇不能少 子晶姐坐在沙发上 拿着暖宝宝捂着肚子 这时 秦宝宝 风风火火地推开门大叫 我回来了 一进门就闻到了秦泽的饭菜箱 快步地移到了饭桌上 拿起筷子就要开吃 秦泽轻轻敲了一下姐姐脑袋 让他去洗手 秦宝宝摸着脑袋调侃道 真贴心呢 知道 你纸巾姐来大姨妈 这桌子菜 是下了苦功夫的 秦泽双手插腰 你吃不吃 秦宝宝灿叹一笑 吃 吃 我去洗手 饭后 王子精进洗手间擦身子 秦宝宝则毫无形象地躺在沙发上 看似毫不经意地问道 子精说 你们今天去上海中心大厦玩了 秦泽恩了一声 好玩吗 还行 一览众山小 风景不错 秦宝宝酸溜溜道 这就是缘分哪 咱们去过两次都没完成 秦泽敲衍道 我们下次也去呗 说完继续专心致志地看今日大盘指数 研究今日涨停板块 经过了长长沉默 秦宝宝忽然道 你是不是想追王子精 暂时不想 秦泽心说 您不知道自己的闺蜜是金城来的关小姐吗 随后又补充道 不过 我挺喜欢你这个闺蜜的 秦宝宝嗷了一声 闷闷道 要不要姐帮帮你 秦泽抬头 看了她一眼 顺其自然吧 改天你把子精姐的爱好 习惯等等 汇总一下 发个攻略给我 秦泽心想 姐姐帮自己追女朋友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闺蜜有弟弟亲 秦宝宝没有回答 静静看着秦泽 他没来由地惆怅起来 总有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 阿不 是弟弟 要被别的女人抢走的危机感 不知为何忍不住打了一下秦泽 秦泽疑惑 怎么了 秦宝宝宝回过神来 下意识堵嘴 逆子精姐是文艺女青年 肯定看不上你的了 虽然我说要帮你 但这种没指望的事 你还是别做得好 说完就急冲冲地回房间去了 秦泽看着急冲冲回房间的姐姐 沉吟了一句 原来是文艺女青年 这个起身要去给纸巾姐 倒热水的男人叫秦泽 他看到纸巾姐从房间里出来 连股票也不研究了 殷勤着就要起身 给来大姨妈的纸巾姐 去倒热水 纸巾姐到了生线 坐沙发上准备看电视 拿起遥控器按了下 没反应 随后又啪啪按了半天 电视屏幕依旧一片黑 于是就问下楼来的秦宝宝 电视怎么打不开 秦宝宝踩着拖鞋 噼啪噼啪过来 在电视机前倒过了半天 又拔插头 又重启信号器 但电视机很死性 坚持黑屏 秦宝宝怒了 柳梅倒树 大骂道 什么呀 前几天还好好的 关键时刻靠不住 跟秦泽一个德行 秦泽刚倒完热水回来 文言 抗议道 喂 电视机的锅也甩给我背 太过分了吧 秦宝宝扬起尖尖的下巴 那你来修电视机啊 秦泽把水拿给纸巾姐说道 我又不是学机电维修的 拥有系统的她 无疑是全能全才 一本技能书搞定的事情 可她不会为 替姐姐修电视机 这种原因兑换技能书 任务不易 积分更不易 且行且珍惜啊 秦宝宝 气势汹汹 踩着拖鞋走过来 嵌怒的 死掐秦泽胳膊 那我说的有错吗 有错吗 随后 姐弟俩在沙发上 展开激烈舞动 结果不出意外 秦泽大获全胜 反扭姐姐的一双手腕 把她按在沙发上 姐姐像条鱼那样扑腾 但徒劳无功 秦宝宝大叫 秦泽你放手 我原谅你了 秦泽呸了一声 现在是我不原谅你 紫禁 快要救我啊 王紫禁在一旁看热闹 咯咯直笑 连连白手表示 你们的家事 我可不管 秦宝宝威胁道 你不救我 我就把你的秘密都抖出来 我没秘密 你确定吗 王紫禁 紫紫细细沉思一遍 盈盈秋波看向秦泽 小声道 要不 饶你姐一条小命 秦泽狠给面子 松开姐姐的手 秦宝宝生气 狠狠地踢了一下秦泽 随后又看看王紫禁 寂寞地坐到沙发角落 一副生无可恋的妻楚模样 故作忧怨道 爹亲娘亲 不如媳妇亲 哥好姐好 不如媳妇好 秦泽嘀咕了一句神经病 走到电视机前去看了看 发现电视机插头没插 把插头插上 电视机亮了 引得纸巾姐满脸赞叹 直夸秦泽太厉害了 秦泽谦虚地挠了挠头 秦宝宝切了一声表示不服 此时电视里正播放着 《我是歌星》的综艺节目 主持人一手吃话筒 一手拿提茨卡 正说着一段开场白 秦泽捏着下巴 夸赞主持人身材不错 惹得姐姐又给了他一脚 秦泽抓起姐姐的脚 两个人又开始叫上了劲 这时主持人来到后台 准备带观众 见见第一位参赛歌手 只见主持人来到一号房间门口 敲了敲门 故作一问 里面有人在吗 门开了 看出来一张年轻英俊的脸 王子惊叫道 哎呀呀 是李荣兴 节目组居然请来了李荣兴 够豪气 秦泽自恋道 李荣兴算什么 还没我帅 这是电视里 秦泽听着海潮般的欢呼声 扭头朝秦宝宝 纳闷道 我一直很好奇 这些观众的叫喊声 是现场的声音 还是后期制作 秦宝宝用一副 你是徒老帽表情 看着秦泽解释道 当然是后期制作了 观众可以通过大屏幕 看到后台情况 欢呼是真的 只是被剪辑后 用在这里 今天是秦宝宝 我是歌星综艺节目的电视首秀 不过他并没有告诉弟弟和闺蜜 看来是准备想给他们一个惊吓 现在电视里出场的是一位老牌歌手 秦宝宝表示 我是听他歌长大的 王子惊说 痴心不改 永远的经典 秦泽也期待的说道 当年的大神 这是要重返歌坛了吗 随着老牌歌手的表演结束 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位流量小生 流量小生唱完 遭到王子惊的一顿强烈鄙视 唱得太一般 绣花枕头一个 这时秦宝宝贼兮兮的道 你们猜猜下一位歌手是谁 秦泽表示 不是天王天后 我都不在乎 反正不是你 这种大咖节目也轮不到你 可话刚说完 秦宝宝就在电视里亮相了 只见秦宝宝穿着白色印花T恤 胸围壮观 蛮腰纤细 身下是一条蓝白色紧身牛仔裤 一双杀伤力无匹的大长腿 再看他脸蛋 狐媚子脸 勾人得很 妆容精致 五官宛如雕刻 邱波盈盈的丹凤眼略有忐忑 和出来乍到的紧张 秦泽和王子惊惊讶道 怎么会是你 秦宝宝得意一笑 我就是上台试试水 公司也没指望我一炮走红 像真性的走个过场而已 俩人不幸 像审判人一样的盯着秦宝宝 要求其老师交代 秦宝宝举手投降道 好好 告诉你们 我们公司有一个名额 不过不是我 但那位歌手呢 档期排不上 于是就让我这个预备原理的尖子声 去打头阵 当炮灰 就是这样 秦泽恍然大悟 这才对嘛 否则你一个新人 怎么可能和成名歌手同台竞技 当然说完免不了又遭到姐姐的飞窜 电视里 秦宝宝的亮相顿时让现场观众传来一阵惊叹声 在后台的几位男参赛选手 也被秦宝宝的美貌给惊艳到 主持人介绍 欢迎秦宝宝带来一首原创歌曲 随着灯光和音乐的响起 秦宝宝想到了娱乐公司 给他的定位打酱油 因为秦宝宝是公司新任里最有潜力的 所以公司借机让他露脸 看看市场反应 之后制定捧不捧他 怎么捧他 不过没指望他能一鸣惊人 愤怒 不甘 委屈 种种情绪在心间掠过 秦宝宝睁开眸子 握紧了麦克风 唱了起来 王子精惊讶道 你唱的是 秦宝宝点点头 没错 就是秦泽给我写的那首 王子精夸赞 你们姐弟配合真是完美 秦泽挠了挠头 还行 我也没想到舞台上唱出来效果这么好 一曲唱完 秦宝宝鞠了一个弓 抹去泪痕 绽放笑颜道 谢谢大家 在场的观众都愣住了 心里出现这样一位小女孩 她追逐梦想 前方道路坦克黑暗 徘徊在孤单中 不断受伤 却始终抱着期望 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看见每天的夕阳都在变化 小女孩始终不放弃梦想 坚信自己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带她飞过绝望 飞过黑暗 飞到梦想的彼岸 这是一首梦想的歌 可为什么众人只觉心里泛起一股心酸 现场 出现一刹那的静默 随后 想生如人 很多人都站了起来 为这个姑娘献上声嘶力竭的呼喊 很快节目来到了投票环节 秦泽和王子晶都紧张的 盯着屏幕一眨不眨 王子晶更是站了起来 现场观众也激动 而紧张的盯着大屏幕 后台 几个歌手也秉心凝神 一眨不眨的看屏幕 随着主持人的一声 投票开始 几人的票数 你追我赶 不断上升 几秒后 屏幕定格 秦宝宝 二百六十票 最终 秦宝宝以二百六十票的优势 获得了 我是歌星 第一阶段的胜利 后台休息室 众人为秦宝宝鼓着掌 李荣心对秦宝宝 很感兴趣问道 秦老师 隐形的榜子 是你自己写的吗 真的太棒了 太有才了 秦宝宝摇头 不是我独立完成的 是我弟弟写的词 做的曲 李荣心 饿了一声 那你的部分呢 秦宝宝眨眼 我负责唱啊 这是另一位老牌歌手忽然说 你弟弟是圈子里哪位才子 能写出这么好的歌 我不相信 是默默无闻的 性情的作曲家 我这几年淡出歌坛了 不太熟悉 你们知道有这号人物吗 说着又自己沉思道 性情的有几个 但年纪不符合 这时主持人也宣布了 新人秦宝宝 带着他的原创歌曲 赢得了第一轮比赛的 第一阶段胜利 电视机前 秦宝宝和王子金机长 两女欢笑起来 秦宝宝得意道 姐厉害不厉害 王子金鼓掌夸赞 厉害了我的宝宝 秦宝宝得意大笑 有没有崇拜姐 崇拜崇拜 秦宝宝撅起嘴表示 要亲一个 王子金配合的上去 亲了下秦宝宝的脸 秦泽屁颠屁颠的跑过来 也想要亲亲 秦宝宝按住他脑门 一把推开老远 没得到姐姐的香吻 秦泽有些失望道 秦宝宝你羡慕杀驴是不是 秦宝宝表示 分明是姐自己唱得好 秦泽愤慨道 鬼类 没我的歌 你今天就不是在这里嘚瑟 是在痛哭流涕 秦宝宝得意望行道 哭 秦泽 我给你一个呵呵 我会哭 凭姐的颜值和唱功 没你的歌 我一样能进阶 强大的脚步已经脉动 任何喳喳都抵挡不了 秦泽呸了一声 生气道 咱要点脸行吗 好 这话你说的 下一期节目开路 你别求我 边说边向着自己房间走去 秦宝宝你可以的 撂下最后一句话 直接关门进了房间 王子晶担心问道 你弟弟生气了 秦宝宝一点也不在意 别管他 过两天就好了 说完搂上王子晶的腰 走 爱飞 陪朕就请 第二天 秦宝宝一如既往地去上班 秦泽和王子晶在一起吃着早饭 他一大早网购了两张电影票 故作漫不惊心道 整天宅家里也挺无聊 子晶姐 要不咱们看电影去吧 最近有场电影 很值得看 如何让我爱上你 网上评论不错 他尽量让语气平淡 显得不那么刻意 我不是想和你约会 只是在家里太无聊 王子晶就笑 不行哎 我前天投了简历 今天下午要去面试 秦泽温和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 这就是所谓的计划赶不上变化 客厅里 秦泽好不惆怅 他其实不爱看电影 而且相比起 如何让我爱上你 这种小清新爱情片 他更爱看米国3D特效片 比如近期上映的金刚狗 不过邀请女孩子看电影 当然不能看金刚狗 现在好了 孤身一个人去看爱情片 想想就凄凉 可50元一张的电影票 他又舍不得浪费 正在这时 手机叮了一声 秦泽以为是垃圾短信 拿起手机一看 小乖乖 在干嘛呢 原来是姐姐的另一个闺蜜 张雅 发来的短信 秦泽没好气地回复 没事别打扰 张雅 在哪 喝水 姐姐能加入吗 这女人不放过任何调戏秦泽的机会 秦泽无语 回复到 笑着 已经不堪重负 谢绝加入 没事 姐姐有十八般武艺 保准让你的 生龙火虎 死而复生 秦泽大怒 滚犊子 你才死而复生 随即坐在桌边叹了口气 想了想 又编辑短信道 下午有空吗 一起看电影 这个背着姐姐又和姐姐闺蜜出来 约会的男人叫秦泽 张雅很高兴 问秦泽 今天怎么有雅兴 请姐姐我看电影 秦泽很老实 说想约的人没空 你只是正好撞枪口上了 惹得张雅直夸秦泽 是个耿直boy 也不知道哄哄人家 张雅拿出手机给秦泽看了一条娱乐新闻 标题是 我是歌星 金线黑马 新人秦宝宝 以逆天颜值和原创歌曲征服观众 张雅大惊小怪道 天了啰 宝宝真的去参加 我是歌星了吗 一点消息都不透露 太不够朋友了 秦泽表示 主要是怕输了丢人 所以就没说 电影院里 秦泽对这种老套路的爱情剧看的是昏昏欲睡 张雅 却津津有味 搂着秦泽的胳膊 看一会 吃一口爆米花 偶尔还喂他一口 好像他们真的是一对情侣 电影散场 俩人随着人流走出影院 张雅仍在津津有味地回味着刚才的电影 真好看 就喜欢看这样感人的爱情故事 秦泽只能呵呵 随后他们又到了外滩 黄浦江边 炎炎夏日 凉风袭袭 张雅捋了捋将风吹乱的病发 浅笑道 刚来护士那几年 我隔三差五跑外滩这边 吹吹风 看看江景 时间久了 觉得也就这样 没什么新奇 小时候 家里穷 一年只有四套衣服 春夏秋冬 冬天的衣服要好好保存 春节才能穿 张雅站在江边 回眸一笑 离我浅浅 我也有一个弟弟 比你小两岁 不过没你有出息 也没你帅 秦泽哈哈一笑 你这话要是被秦宝宝听到 肯定笑掉大牙 张雅忍俊不惊 读出中奈会 我就有一个梦想 张雅翘生生站着 歪着脑袋道 我要好好读书 离开崇明 要好好赚钱 让我爸妈不那么辛苦 然后就是要找一个可靠的男人 要很优秀 很爱我 没钱不要紧 我可以和他一起奋斗 我们在乎是买房 还房贷 生儿育女 给他们最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 秦泽问 那现在梦想实现了吗 差不多了 我找到了喜欢的男人 他也很爱我 又很优秀 嗯 和你差不多优秀 秦泽差点笑喷 你这是赤裸裸的拍马屁啊 张雅没理会秦泽的玩笑 又自顾自的说道 我们存的钱差不多了 最多后年 就能攒够房子首付 不过我家里那边 想给我弟弟在护士买套房 给他以后当婚房 爸妈就找我借钱 可我不想借 秦泽默默听着 不插嘴 我也老大不小 25了 女人最美好的时间快过去了 我必须早点买房子 然后结婚 我和承意把钱买了银行理财 也不好拿出来 我工作两年 断断续续往家里汇了好几万 我弟弟的生活费都是我承担的 他刚读大学 买房的还早呢 过几年再买也不迟 秦泽摇头失笑 护士房价是天坑 当然 他也不赞成张雅把辛苦积攒的积蓄借给弟弟买房 一个男人 靠父母无可厚非 靠姐姐算什么事 你要结婚 姐姐不要结婚啊 你要准备婚房 姐姐就得把自己的积蓄奉献出来 没这样的道理 这个男人居然勾搭着姐姐闺蜜的肩膀说 自己家里有钱又有房 让他踹了现在的男朋友 跟自己 张雅也非常的异动 贴上来说 姐姐也很喜欢你 不过随后 他又无情地一把推开秦泽说道 姐姐不是朝三暮四的人 谁让咱们认识我 我的初恋就是我的归宿 咱们有缘无分 说完点起脚尖吻了一下秦泽 虽然知道你在开玩笑 但姐姐还是很开心 秦泽经的后退一步 表示自己现在不干净了 你要对我负责 张雅追着秦泽 好啊 让姐姐好好对你负责 秦泽边跑边说 来啊 你追到我 我就请你吃 下午六点 秦泽把张雅送到地铁站 自己正准备回家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姐姐来电话了 质问秦泽在哪鬼混 秦泽说 我和张雅在外面玩呢 刚刚送他到地铁站 现在回来 姐姐的声音顿时不善 你和他有什么好玩的 我告诉你 别动歪脑筋 秦泽猛翻白眼 知道了知道了 说完 秦泽眼睛发直 只见对面走来一位女人 穿着秦泽注定认不出牌子的时装 这年头能入他法眼的女人可不多了 这女人强大到让他猜不出年纪 感觉可以是亲属女的25岁 也可以是水嫩少妇的30岁 她当然很漂亮 而且优雅 端座 闲静 秦泽敏锐地察觉到 她身上有股锐气 女人面无表情地与秦泽擦身而过 留下阵阵相风 姐姐不耐烦的声音从话筒传来 发什么愣呢 回来了没有 秦泽魂都被勾了去 敷衍道 马上回来了 姐 你顺便去超市买点菜吧 我怕回来晚了 来不及 说完就直接挂了电话 把手机放回兜里 正在这时秦泽看到 四个黑西装打扮的壮汉 不知何时将女人去路拦住 而那个让秦泽惊为天人的少妇 似乎颇为震怒 指着几个壮汉破口大骂 壮汉们不为所动 坚定不移地挡住她的路 秦泽心里那点骚包开始泛滥了 想到 这是典型的恶霸棍子 当街调戏梁家呀 接着以百米冲出的速度窜过去 四个壮汉 见她气势汹汹冲过来 明显一愣 还没来得及反应 其中一个就被秦泽飞起一脚 踹出四五米远 顿时大怒 剩余三个一拥而上 秦泽一个滑步退后 同时脑海里呼唤系统 帮我兑换终极格斗数 随后 经过双方激烈地打斗 秦泽顺利地 把四个壮汉都撂倒在了地上 秦泽看见少妇向她走来 骚包地 弹了弹尖上的灰 说道 哼 根本就不堪一击 你是谁 淑女少妇盯着她 会有点审视的意味 秦泽挠了挠脸 心想 哪有一上来 就质问救命恩人名讳的 这话不好接 总不能拱手说 在下秦泽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姑娘受惊了 她瞥了眼 躺在地上装死的几个壮汉 防止他们临死反扑 笑道 你没事吧 要不要报警 少妇不韵不火的眸子 盯着她看了半晌 轻轻道 他们是我公司的人 那你 如果现在有镜子 秦泽知道自己的表情 一定很精彩 我 我看他们气势汹汹地围着你 你又一副很生气的模样 以为 以为 秦泽尴尬正犯了 我理解的 英雄救美的心色 男人都有 女人平平淡淡地抛出一句 让秦泽更加尴尬了 我开了一家安保公司 他们都是公司里的业务员 职业问题 穿着打扮就这样 刚才公司业务出了点问题 我在讯话 女人淡淡道 业务员 你家业务员穿得跟黑帮电影似的 秦泽无力吐槽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弄错了 既然你没事 那我先走了 秦泽心声趣意 他必须要走 就怕这女人张口来一句 把医药费赔了 小兄弟身手不错 我们聊聊 女人从秦泽 时而飘向伤员的眼神中 洞悉了他的心思 轻笑道 放心 不会要你赔医药费的 这个身手 要和秦泽握手的水灵少妇 叫裴南曼 秦泽伸出手和他握了握 俩人相互介绍了一下 女人笑盈盈道 你是练格斗的 秦泽心虚道 练过几年 恐怕不是练过几年那么简单吧 那家拳也练过 裴南曼一语道破天机 秦泽悚然 他总感觉这个女人 有股咄咄逼人的锐气 尽管优雅闲进的气质 很好地掩盖了这一点 但绝不是等闲之辈 女人又问了问秦泽的家庭和学校 随后摆出一副标准的面试官动作 开口道 有没有兴趣来我公司 让我去当保安吗 秦泽哭笑不得 给你保留经理职位 磨砺一年半载 再生上去 女人不气馁 秦泽心说 我好歹是本科高材生 你让我去当保安 我是没意见 反正我得过且过 我就怕老爷子一怒之下 全倒没我这个儿子 这样 实习期就算了 你入职 我直接给你经理的待遇和工资 每个月三万 五险一金 奖金另算 秦泽非常心动 不过还是委婉地拒绝了 裴南曼轻轻一笑 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跟秦泽挥了挥手 潇洒地离开了 新义娱乐公司 早上九点 秦宝宝驱车来到公司 喝了杯温水 以往他喝的是 弟弟熬的凉茶 不过这几天 他和秦泽 欧气 说了很多过分的话 比如 不要你写歌了 你个扑街仔 原因是 秦泽这几天 对王子金格外殷勤 忽视了姐姐的感受 这时 一群人过来围着 秦宝宝叽唧喳喳 有说 秦姐你歌唱得真好的 也有说秦姐 我现在是你的粉丝了 还有让秦宝宝出名 别忘了他们的 也不知有几个真心 几个假意 早上十一点 某间办公室 秦宝宝坐在 舒服的沙发上 听着身边经纪人的 叨叨叙叙叙 说公司要把他包装 成情歌女王 什么什么的 秦宝宝不耐烦地打断 女人没完没了地叙叨 问道 李姐 公明老师什么时候到啊 我明天就得去录节目了 公明老师马上过来了 创作家嘛 经常熬夜通宵的创作 不能指望他们 生物中多正常 李彦宏说 别急 再等等 我给你泡杯茶 李彦宏说着 从柜子里拿出茶叶 走到饮水机前 他的手机响了 一看来电显示 笑呵呵 在秦宝宝面前晃了晃 公明老师的 我说别急吧 这不就来了吗 接起电话 对面却通知说 约哥的是黄了 本来给秦宝宝的哥 被公司当红的一线女星 徐璐给截胡了 秦宝宝心里一沉 这徐璐摆明了 是想赶他下台啊 他截胡秦宝宝的新歌 谁都不会说什么 就算他去闹 公司立场也势必向着徐璐 不吃也得吃 回了他专属办公室 秦宝宝越想越气愤 越想越委屈 抓起手机就给弟弟发了信息 老姐的新歌被人截胡了 左等右等 没等弟弟回复 秦宝宝又发了条信息 阿泽 又等了好久 秦泽的信息姗姗来迟 哦 在帮子金姐做甜品 不说了 晚上再聊 秦宝宝本来就憋屈 气愤 很想听弟弟的安慰 这下子 只觉一股无名怒火冲上心头 恨不得把桌上的物件统统 扫落在地的那种 妈蛋 到底谁才是秦姐 秦宝宝伟安的胸脯剧烈起伏 直接拨通秦泽号码 大声说 秦泽你过来 我在公司等你 办公室必做2501 下午三点半 秦泽来到新义大厦 他其实有点生气 姐姐实在太任性了 他正在家里 给纸巾姐做甜品呢 姐姐什么也不说 一个电话 就把自己叫到他公司 秦泽刚出电梯 就听见两个女孩 在窃窃私语 说公司给秦宝宝安排的 写歌老师 被徐璐给截胡了 还说他们都是同一届的 凭什么秦宝宝待遇 就比他们高 估计是跟哪个领导睡了 徐璐截了他的歌 他屁都不敢放什么什么的 秦泽如今耳目聪明 一字不漏地听在耳里 见微知著 顿时知晓秦宝宝 遇到了什么事 秦泽按照门牌号 找到办公室 推门入 秦宝宝此时正端坐大椅 翘着修长二郎腿 见他近来 明眸中闪过一抹雀跃 喜滋滋道 来了 秦泽冷笑不止 挺大牌的呀 大明星召见我这个小老百姓过来 有何要事啊 秦宝宝一贯是给点阳光 就灿烂的性子 咳嗽一声 淡淡道 也没事 就是找你写首歌呗 有就快拿出来 没有 秦泽转身就走 他是真的火 甜品做到一半 被他一个电话叫过来 现在要他的歌了 前天喷他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过有现在 秦宝宝见他要走 顿时急了 踩着高跟鞋急跑过来 抱住他捏门把手的右臂 气道 你怎么这样 姐姐遇到大麻烦了 你也不帮帮忙 做什么呀 某人前天还信誓旦旦的说 再也不用 我写的破歌了 一扭头就忘了 小气鬼 我道歉行了吧 跟姐姐还有隔夜仇呀 说完上去 亲了一下秦泽 姐姐的套路 秦泽一把推开姐姐的脑袋 骂了一句 神经病啊 甩开姐姐的手 拧开门 就要出去 临走前 回头看了一眼 秦泽呆住了 只见秦宝宝站在门口 泪流满面 秦泽顿时不知所措 姐姐虽然经常撒泼 嘴炮功夫不如他 武豆也被处处压制 但韧性是很强的 吃了败仗 哼哼唧唧气一阵子 一转头 又恢复如初 基本没在他面前哭过 还哭得像只被抛弃的小猫 秦泽反身关上门 走回办公室说道 你好端端哭什么呀 门关上 秦宝宝像是没了顾忌 哇的一声哭起来 粉圈捶打着秦泽的胸口 你走你走 我猜不要你写的歌 我猜不要 我们今天恩断一决 老死不相往来 秦泽哭笑不得 一把抱住姐姐的娇躯 安慰道 好了好了 我逗你玩呢 秦宝宝趴在秦泽怀里 哭花了脸 哽咽道 你这个没良心的坏东西 姐姐对你这么好 你受点气就对我摆大老爷架子 紫禁你才认识几天 就恨不得贴到他身上去 你都不知道 我有多委屈 他越哭越伤心 上气不接下气 鼻涕 眼泪一起流 秦泽软了语气 好了啦 我错了 成不 别哭了 我帮写首歌 不 你要多少 我有多少 秦宝宝什么性子 你给三分颜色 他就敢开染房 越哄他 他哭得越凶 况且 今天真受了委屈 弟弟又不爱他了 伤心得很 他在秦泽的怀里哭了半小时 把眼泪都哭干了 最后还是经过了秦泽 唐一炮弹的攻势 才渐渐止住了抽气 秦宝宝吸了吸鼻子 看你认错 态度良好 暂且原谅你 你要什么歌 秦泽问 秦宝宝拖着下巴想了想 觉得秦歌女王的称号还不错 秦歌吧 好 你把纸笔拿来 我帮你写 秦泽忽然愣住了 脑海里 叮 任务提示 帮秦宝宝拿到 我是歌星 节目总冠军 成功奖励积分500 失败扣除相应积分 见弟弟突然发愣 秦宝宝还以为秦歌不行呢 秦泽脸色不太好看 他现在的积分余额378 任务奖励积分500 失败扣除500 也就是说 这一次 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一旦失败 积分附属 系统将自动脱离 他会变成植物人 秦泽抱头 这泥马 必须行 不行也得行啊 周五 我是歌星 第二期播出 晚上九点 秦宝宝穿着短袖 热裤 弯着腰 捣鼓着夜经电视机 秦泽 电视机怎么还没好啊 秦宝宝娇声道 姐姐做了半天 无用功 累得浑身是汗 电视机半点不见起色 秦泽躺在沙发上刷论坛 漫不经心道 修机子的师傅说 好像是什么地方烧坏了 那怎么不修好呀 秦宝宝质问 要五百大洋 我没让修 给了五十块出工费 打发走了 五百大洋 秦宝宝心痛了 五百元都够他们三人吃一个星期了 王子金若若道 宝宝 我能睡觉吗 今天好嘞 秦宝宝一个翻身坐起 大大大烈烈地搂住王子金 累什么累呀 今儿礼拜五 明天周末 想睡到什么时候都行 王子金朝秦泽投去一个无奈的眼神 秦泽心领神会 哟 什么时候开始眉目传情了 还当着我的面 秦宝宝阴阳怪气 子金呢 我这个弟弟很优秀的 肥水不流外人田 送你了 秦泽咳嗽一声 插开话题 姐 要不咱们就用电脑看网络版吧 对了 你这都上节目了 出场费没有吗 她觉得秦宝宝十足的星期girl 想在纸巾姐面前捧杀她 用心险恶呀 鬼嘞 什么出场费啊 一分钱都没有的好吗 秦宝宝翻了个白眼 我一个新人能参加一档火遍全国的综艺节目 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 还设会有出场费 不过 只要借机出名 姐就是货真价实的明星一枚 到时候 调子还不是呼啦啦的来 秦宝宝眉开眼笑 眸光璀璨 我帮你夺这一季的总冠军 秦泽云淡风轻的语气 落在秦宝宝里 简直是一道响亮惊雷 阿泽 秦宝宝尖叫一声 一个恶虎扑羊 把秦泽扑倒 脸蛋不停的在他胸口蹭 咿咿呀呀叫着 哎呀 真不愧是姐姐的亲弟弟 怎么办 怎么办 你对姐这么好 姐姐只怪不能以身相许呢 这一次的救场后 在用秦泽的歌 又一次坚挺的战胜对手后 秦宝宝简直崇拜死 以前总嘲笑没出息的弟弟了 都快成秦泽的迷妹 秦泽哭笑不得 推开耍火宝的姐姐 行了 我也是为了自己 秦宝宝显然会错意 更开心了 没错 姐姐的荣耀 就是你的荣耀嘛 秦泽自嘲的想到 姐姐的锅就是我的锅 她总有要替秦宝宝背锅的不祥预感 节目这么火 老爷子时早会知道 12点 节目开始了 熟悉的音乐声响起 五毛特效的开场 然后进入主题 主持人影家出现在镜头里 欢迎收看由快看漫画冠名播出的 我是歌星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影家 点击视频左下方链接 可看姐姐大明星原版漫画 秦泽扭头 朝王子晶道 纸巾姐 你的工作怎么样 还适应吗 王子晶认真看电视 懒得纠正秦泽发音错误 随口回应 还好在一家网络媒体公司做编辑 You see吗 震惊部还是沉默部 什么啊 王子晶不解 显然 他没能get到秦泽的梗 厉害啊 你还能进媒体公司 秦泽佩服不已 这有什么 紫晶是北道中文系毕业 专业对考 长得又和你姐我一样漂亮 哪家公司不装着药抢着药啊 秦宝宝插了一嘴 紫晶 我们看节目 不理他 此时节目里正好是秦宝宝的镜头 尹家的声音传来 我很好奇 宝宝这次还是带着原创歌曲来的吗 是的 秦宝宝笑容无懈可击 哇哦 好期待 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同样期待着 尹家的声音顿了顿 轻笑道 我还有一个问题 私人问题 秦宝宝优雅地笑着 扁头 据我所知 你是心意娱乐的新人 按照我在圈子里 从业这么多年的经验 一个新人 怎么也不可能得到公司大资源清闲 要知道 你上两首歌都是精品 一个当红歌星 这样的精品歌曲不会太多 我说了呀 是我弟弟写给我的 秦宝宝一本正经 尹家苦笑摇头 说实话 我回去后查了查 圈内根本没有叫秦泽的词曲大师 秦宝宝笑而不语 下面让我来请出最后一位歌手 大家不妨猜猜 他是谁 主持人尴尬地转移话题 这时一个漂亮的长发女人走来 她叫雪梅 是模特出身 嫁给李学刚后 依仗丈夫在娱乐圈的人脉 出道做了歌星 随后转战娱乐圈 勉强混了个三线 她笑着朝尹家打着招呼 雪梅老师 你好你好 尹家热情地回应 这个女人只能算三线女星 名气不大不小 为什么尹家对她这么热情 王子精不解地问 秦宝宝解释道 雪梅的丈夫是李学刚 乐坛大咖 摇滚界的先驱之一 名气上比黄宇腾都要胜一筹 王子精惊叹 雪梅二十七八的年纪 而李学刚快四十了 两人相差将近十岁啊 秦宝宝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 在娱乐圈 老夫少妻是常见的情况 相差二十岁的都大有人在 尹家故作好奇道 听说雪梅老师这次有备而来 给大家准备了秘密武器 能透露透露吗 可以 雪梅点头 自信满满 我老公给我写了几首歌 正好我档期比较闲 就来你们节目挑战一下自己 哇 雪刚老师的新歌 摇滚 尹家惊喜道 不是 摇滚我唱不来 是情歌 雪梅一脸幸福地说 我老公给我写的情歌 我打算年底前 出一张专辑 歌曲都是他写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老公是唱摇滚的 情歌不是他的特长 所以想在 我是歌星平台检验一下 尹家笑着说道 让我们拭目以待 秦泽嘴角一挑 谁说摇滚和情歌是不同领域 来自于平行空间的歌曲 里头可是有不少摇滚情歌的 秦宝宝冷笑一声 这女人挑事 姐看不顺眼 第一个回合就把她KO了 秦泽白眼道 喂 你这是剧透 这样我们还怎么看节目 紫荆姐 咱们回屋里睡觉 好的 王紫荆相当配合 起身就要往屋子里走 秦宝宝慌了 一个虎扑 摟住王紫荆的腰道 别走别走 陪我看吗 解除风头的镜头还没到呢 王紫荆你要不看 我就和你绝交 王紫荆看着被夹在中间的秦泽 红了红脸 秦泽举手表示 我不怕你和我绝交 请让我回去睡觉 秦宝宝转头道 你不看 我就告诉紫荆你 偷偷拿我内衣做奇怪的事 紫荆啊 你知道吗 秦泽他 不等秦宝宝说完 秦泽立刻认怂 表示陪姐姐看到天荒地老 随后 三人又坐下来继续看下去 被姐姐抓住把柄的秦泽很生气 节目里 秦宝宝和雪梅都抽到了一号 也就是俩人要进行对决 主持人介绍道 上一期 我们见识过了秦宝宝歌曲的质量 而雪梅老师背后 也是站着一尊大神 到底谁更胜一筹 我现在恨不得 立刻开始比赛了呀 雪梅自信 又淡然地语气道 我相信 我老公的才华 也相信自己的实力 秦宝宝天天笑着 我也相信 我家弟弟的才华 以及我自己的实力 雪梅冷笑一声 台上 主持人说道 有请第一位歌手 雪梅 掌声响起 现场的观众情绪很高 雪梅踩着很正规 很风情万种的模特部登台 她是专业模特出身 27的年纪 风情熟透的少妇 很多观众都尖叫 还有男的吹鼓哨 音乐声响起 后面的大屏幕 滚动着歌曲名字 童话 雪梅的嗓音甜甜的 清脆动听 而这首童话 也是节奏片明媚清快 由她来唱 非常合适 观众们轻轻摇动手臂 随着节奏摆动 没人大喊大叫 聆听着悠扬轻快的歌 雪梅在节尾部位 秀了个轻乐高音 渐转低沉 音乐结束 众人掌声热烈 呼喊声像是扑面而来的浪潮 闪烁的舞台灯光 照亮每一个观众的脸 他们鼓着掌 献上喝彩 下面有请我们的情歌女王 秦宝宝 掌声四面八方响起 秦宝宝人气明显比上次旺 给她捧场的观众也不少 这俩女人真斗 一个靠弟弟 一个靠老公 老公是真的 靠弟弟就未必了 我不相信什么弟弟写的歌 肯定是她公司在捧她 可惜这次要鲨鱼而归了 绚丽的舞台灯光下 秦宝宝上台 高挑身材 修长双腿 高耸的胸 精致绝伦的脸蛋 再一次刺激台下 电脑前的观众 音乐声响起 秦宝宝深吸口气 唱了起来 忘了有多久 再没听到你 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 后台 黄与藤木瞪口呆 陈小彤微微张着嘴 惊叹不已 红静摇摇摇头 小声嘀咕了一句 又是精品 他们都是专业歌手 一首歌的好坏 只听前半段 就差不多明白了 雪梅瞪着眼 死死盯着屏幕 尤其是字幕上 童话两个字 只觉格外刺眼 李荣欣嘴角笑容玩味 那天 他彩排听到秦宝宝这首歌 也是一脸猛逼 台下 镜头在观众脸上 疑虑而过 一张张瞠目结舌的脸 秦宝宝闭上眼睛 他想起昨天 秦泽唱这首歌之前 说过的话 姐 这首歌是我写给你的 我希望我是你的天使 一辈子守护你 然后 秦宝宝就听到了这首歌 他当时哭了 秦宝宝自己唱嗨了 心情激荡 把话筒朝着数百位观众 大喊道 大家一起唱好吗 有些人 天生就是明星 控场天赋与生俱来 秦宝宝一曲唱完 胸脯微微起伏 调云气息 朝着沉浸在歌曲情绪中的观众 微微鞠躬 谢谢大家 谢谢 有人站了起来 拼命鼓掌 第二个人站死我 第三个人站起来 观众台上 一片人要起伏 大家都站起来 掌声无雷 观众朋友们 拿起你们手上的投票器 现在开始第一轮的淘汰赛 动感十足的音乐声中 票数交替上升 最终结果 雪梅 219票 秦宝宝 299票 秦泽站起来欢呼一声 赢了 王子晶也高兴地为闺蜜欢呼 欢呼过后 王子晶站起来 打着哈欠道 宝宝 你赢了 我可以睡觉了吧 嗯 去吧去吧 让弟弟和闺蜜看着他出风筒 秦宝宝已经满足了 秦泽看着手机道 评论火爆得很 姐 你这次小火了一把 秦宝宝笑竹颜开 抢过手机 给我看看 秦泽脸色严肃 你这次赢的 仍旧不是人气 是歌曲取胜 这样是不行的 怎么不行了 姐姐我又漂亮 唱歌又好听 天下无敌 秦宝宝连番胜利 自信心膨胀 他也就没尾巴 否则要翘上天去 歌曲虽然重要 但这档节目 不是全凭歌曲 还有唱功 人气 你的声音很 性感 秦泽一边极力的 推开姐姐的臭脚 一边分析道 但唱功你 其实垫底的 也就和那个雪梅差不多 比起黄雨腾 李荣新这些专业歌手 就不行了 可我就这样了 唱功也不是说 长进就长进的 又没有大侠 给我提呼灌顶 你不能提呼灌顶 可我能啊 秦泽笑道 这几天不用上班了 我给你特训 争取一个星期 让你的唱功 更上一层楼 你 秦宝宝看了他半声 忽然捧着肚子 倒在沙发上 哈哈大笑 秦泽嘴角抽搐 系统 他妈给我兑换 高级唱歌技巧 我要煽死这臭娘们 秦泽一巴掌 拍在姐姐大屁股上 清脆响亮 手感极佳 秦宝宝交呼一声 捂着团 羞怒瞪眼 秦泽 你越来越嚣张了 眼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姐姐 不听话是吧 你自己想办法 弄歌曲 大爷我不写了 哎 大爷别这样吧 伦家错了 叫皇上 皇上 臣妾错了 第二天 清早 秦泽和王子精沉练回来 秦宝宝正在客厅打电话 一姐 我这几天不来公司了 嗯 要真心练歌 我理他徐公鸣是哪根聪啊 给老娘滚犊子 谁他没有他的歌 你不用来 你又不是我的生活助理 帮我请假就好了 王子精笑盈盈道 哎呦呦 很有大明星范嘛 厉害了我的宝 秦泽被逗笑了 跟着起哄 厉害了我的姐 秦宝宝抿了抿温水 泡来一个娇媚白眼 死要 抖音APP 新人秦宝宝再次一鸣惊人 童话冲击音乐风云榜前十 今日头条 三首精品歌曲 秦宝宝或是新艺娱乐重点培养女星 西瓜APP 童话大受好评 情歌女王的诞生 西瓜网 身巴情宝宝感情史 秦泽一边看 一边笑 忽然 他看见雪梅发的一条微博 出师为洁身先死 泪流满面 老公 你的童话观众不买账啊 at李学刚 李学刚回应 我是歌星 是一档很棒的节目 是歌手交流 较量的平台 一个没有基础 没有出道的新人 真的能上这个平台吗 合适吗 当然 我没有针对谁的意思 仅代表个人观点 老公帮你报仇 ad雪梅 秦泽把手机递给秦宝宝到 姐 有人嘲讽你 秦宝宝定睛一看 当即怒了 这李学刚怎么回事啊 输不起啊 给雪梅报仇 几个意思啊他 秦泽看姐姐柳梅倒数 气得不行 让姐姐转发她的微博 秦宝宝的微博 如今粉丝已有43万了 她最后一条微博下面 现在已经被人攻占了 全是李学刚的粉丝 再就是煽风点火的网友 这都能忍 李学刚扬言要灭了你 你一个新人 不识台剧和专业歌手 PK 呵呵 见人 我男朋友居然把你的全身 照射成手机壁纸 骂买皮 一看就不是正经女人 狐狸精 是不是给公司的领导钱了 秦宝宝看了评论 气得是火冒三丈 直接扔掉手机 王子金关心的 怎么了 谁惹你生气了 秦泽再一次提醒老姐 记得转发我的微博 王子金把手机还给秦宝宝 秦宝宝接过手机 点了关注人李 弟弟的微博 只见他刚刚发了一条微博 生死看淡 不如就干 at李学刚 秦宝宝想了几秒 眼睛一亮 嘴角笑容泛起 转发 老弟真帅 老弟好棒 中午的时候 秦宝宝上热搜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上微博热搜 新人秦宝宝怒怼李学刚 我是歌星 节目组 导演和几个副导演在开会 导演说 网上的事情都知道了吧 几个副导演点头 知道了 知道了 网上都炸锅了 秦宝宝真是做得不漂亮 人家毕竟是前辈 也没指名道姓 自己代号入座干嘛 这姑娘性格倒是有趣 导演喝了一口茶 这是好事 给咱们节目赚了不少热度 人气 这次召集大家开会 主要两个目的 第一 下期节目让秦宝宝和李学刚PK 响应观众的要求 当然 不能做得太明显 几个副导演 策划人 纷纷点头 下一期的卖点 就是秦宝宝和李学刚的PK了 第二 查一查 at站在远处看童年这个ID 虽然圈内没有这个人 但毫无疑问 绝对是金牌作曲人 如果是心意娱乐那边的账号 就算了 但 要真像秦宝宝说的那样 是他弟弟 我们就要把这个人挖过来 导演顿了顿 环顾众人 你们觉得 他是秦宝宝弟弟的概率大不大 金牌词曲人 之前默默无闻 突然就从石头里蹦出来 半点都不科学 最合理的解释 心意娱乐在幕后操控 着重培养秦宝宝 我这边收到心意那边的一个要求 想让我们把秦宝宝安排 和黄宇腾PK 潜一丝 就是把秦宝宝淘汰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只是补位歌手 心意真正要推荐的 是徐璐 导演眉头一皱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下班的时候 短暂的沉默 导演分析着这个信息 从中体悟到几点 一 关于秦宝宝的后续工作 心意出现了分歧 二 站在远处看童年 或许真的不是心意的人 想到这些 导演立马让人联系微博官方 去查一查这个ID的地址 必要的话 找秦宝宝沟通一下 这个人一定要挖过来 让他来我们电视台 客厅里 秦宝宝脑袋靠在秦泽肩膀 一手捧着iPad 翻阅评论 一手狠掐秦泽的腰 都是你 都是你 秦泽身受皮肉之苦 左手还住姐姐的小蛮腰道 就你这玻璃心 以后怎么混娱乐圈 秦泽很为姐姐的虔诚担忧 毕竟网络暴力是很可怕的东西 秦宝宝哼了一声 我会学着适应的 我的心灵正日渐壮大 你心灵壮大不壮大我不管 反正我的腰快死翘翘了 秦宝宝拍了一下 还在自己腰上的手 瞪着眼 你吃姐豆腐 且拿你腰发现 公平交易 秦泽盯着姐姐饱满硕大的胸道 姐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个被姐姐一记手刀砍在脑瓜上 并骂流氓呸的男人 叫秦泽 原因是 秦泽看着姐姐的三十六弟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秦泽直呼冤枉 他只不过就想给姐姐蹭热度 炒作而已 反正这就是娱乐圈的惯用手法之一 谁知姐姐又提起秦泽 拿他内衣做那种事 秦泽赶忙用手去捂住姐姐的嘴 都说了那是误会 秦宝宝毫不示弱 进行反击 随即俩人经过一番较量 姐姐用脚撑着弟弟的脸 秦泽则用手撑着姐姐的脸 无聊幼稚的姐弟俩开始较劲 看谁先撑不住 败下阵来 就这时 手机铃声响了 吓了他们一跳 姐弟俩齐齐低头找手机 铃声是秦宝宝手机传出来的 他费了半天劲 从紧身热裤的小兜兜里 掏出手机 青红 什么事 秦泽富尔过去偷听 原来是 姐姐上次那个拉皮条的闺蜜打来的 电话里 闺蜜对秦宝宝突然成为明星 上了热搜 表示惊讶 不可置信 秦宝宝得意的哼哼两声 我都唱了两期了 你才知道 闺蜜问那几首歌 真的是秦泽写的吗 姐姐扭头 看了秦泽一眼 秦泽做了一个不要说的手势 嘿嘿 保密 哼 我猜肯定是你们公司找人写的歌 对了宝宝今晚有空吗 有空是有空 那就这么定了 今晚咱们去酒吧庆祝一下 你都当明星了 当然要好好happy 说完顿了顿 让秦宝宝叫上 王子精也一起去 又委婉说 不要叫秦泽了 秦宝宝精致的眉头轻轻一蹴 委婉拒绝 说明天还要上班 去什么酒吧 闺蜜表示那约周末 秦宝宝略微心动 又扭头看了秦泽一眼 秦泽头摇得像波浪鼓 周末我要和秦泽回家 我妈非逼着我相亲 都下了最后通牒 以后再说吧 挂断电话 她身边的男友神色不悦 她不来 怎么约了两次都不来 你们不是闺蜜吗 男人皱眉 她是委婉地拒绝 宝宝这么聪明 早就知道 你打什么鬼主意 她根本看不上 随后 压低声音小声地 在男人耳边说了 李德敏三个字 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又不是拉皮条的 也不希望因为这事 和宝宝心生间隙 她看不上你 男人叹了口气 想起了大学时期 初次见到秦宝宝 立刻惊为天人 如痴如醉 自此发了丰适的追求秦宝宝 某次聚餐 秦宝宝 张雅 陈青红 还有她和张雅男朋友 散会的时候 她借着酒意追上秦宝宝 拉住她的胳膊就说 秦宝宝 我喜欢你很久了 很久很久 从第一眼见到你开始 我就发誓要娶你做媳妇 这三年来 我给你写了无数风情书 可你是高傲的凤凰 是纯洁的天使 你从来没有回应过我的心意 也没有回应过其他男人 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秦宝宝打断 屁的天使嘞 他们都骂我狐狸精 不不不 你在我心中是最美 你是我的天使 秦宝宝不耐烦道 真谢谢您啊 天使就算了 我又不是鸟人 不跟你瞎扯淡 我还要回家陪我老弟打游戏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说完 还没等对方回应 就关上车门走了 我暗恋了她三年 写了无数风情书 可她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那天之后她就对秦宝宝彻底死心 今天秦宝宝被弟弟给凶哭了 原因是姐姐上次那个拉皮条的闺蜜 又来拉皮条了 想约秦宝宝去酒吧耍 秦泽冷笑说了句 哟 拉皮条的又来了 秦宝宝不开心地打了一下弟弟 责怪秦泽说话难听 秦泽叫姐姐趁早和这种闺蜜断绝来往 这种拉皮条的女人迟早要被他卖了 秦宝宝这下真怒了 责怪弟弟不会说话 秦泽看姐姐还跟他横 也很生气 怒道 你没听说过 腐败从兄弟开始 堕落从姐妹开始的治理名言 他要真心给你物色男朋友 我没话说 可你看看 那个李泽敏是谁 是他上次 他上次垂涎你美色 他这个做闺蜜的 便从中搭桥牵线 还酒吧 我去他麻痹的酒吧 是不是想把你关罪 送到别人床上 秦泽越说越怒 他要在这里 看我不大耳挂子三塔 秦宝宝还是第一次被弟弟这么凶 非常委屈 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骂了秦泽一句神经病 秦泽非常严肃告诉姐姐 酒吧你别去 想都别想 要让我知道你 偷偷去酒吧 咱们一拍两散 我回头就告诉老爹 说你当明星去了 写歌什么的 更别想 秦宝宝转过身去 擦了他眼角的泪水 不去就不去 你凶什么凶啊 说完抓起一个枕头 砸在弟弟脑袋上 气愤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秦泽叹了口气 他最忌讳 姐姐去酒吧了 虽然姐姐很少去酒吧 但他不反感酒吧 这就有点危险了 再有个闺蜜怂恿 妥妥地就去了 他孤零零地独坐客厅 低头玩着手机 看秦宝宝的人气增长程度 不出意外 稳步增长 虽然有许多负面评论 这时 他看见有网友抱怨 网上搜不到秦宝宝的三首歌 有网友说歌曲没有网上授权 太可惜了 要是网上授权 既可以赚钱 又能增长人气 秦泽心理一动 既能赚钱 又能增长人气 他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 拨打了音乐风云榜官网的客服 说有歌想卖给你们 只卖网络版权 请问我需要怎么做 并且说明 三首歌是 我是歌星 秦宝宝唱的那三首 对面一听 非常激动 开出了一首歌十万的版权费 平白赚了三十万 秦泽高兴坏了 脚下轻飘飘 恨不得飞起来 他正准备上楼 去敲秦宝宝的门 没想到房门自己开了 姐姐探出脑袋 微微撅嘴 略带撒娇的口吻 咬声咬气道 我肚子饿了 看弟弟不理他 悄悄撇嘴 忍辱负重 皇上 臣妾触怒容颜 罪该万死 秦泽这才一指身后道 过来揉肩 秦宝宝捏着弟弟的肩膀 嬌声道 皇上 舒不舒服 臣妾服侍的还行吧 秦泽嘖嘖两声 爱飞这样卑躬屈膝 誓求欢 呸 求哥来了吧 秦宝宝适时地 做出一副 稀计的卖蒙表情 秦泽心情非常好 直接答应了姐姐的请求 秦宝宝惊讶 没想到 弟弟这么爽快就答应了 秦泽站起身 一只手搭过姐姐的肩膀 把姐姐拉过来 在姐姐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霸气地说道 我要给你写摇滚情歌 狠狠打理学刚的脸 秦宝宝看着这突然 好像发神经的弟弟 一脸的不明所以 今天 秦泽化身为一个严厉的老师 负责纠正 训练姐姐 唱好这手搭滚情歌 这里声音不能颤 要一气带过 不行不行 声音太高了 还没有到你爆发的时候 在节奏开始前 一定要平缓 要悲伤 要低沉 宝宝啊 这是搭滚情歌 你太害了不行 太深情了又没有味道 要不然你还是自动退出 我是歌星吧 你这块朱木 我是没办法了 停停停 休息半个小时 歇一歇你的嗓子 秦泽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感觉教姐姐唱歌 比自己唱还要累 可怜的秦宝宝声音都嘶哑了 被弟弟批评的 有点想要破罐子破摔的味道 生气说 要不还是退出算了 省得每天被你批评 秦泽觉得 不能给他增加负面情绪 不能打击姐姐消极性 要是这妞破罐子破摔 玩独子的就是他 想到这 他默默地为姐姐 拉上滑落的吊带 鼓励道 是我要求太高了 第一次唱 肯定不可能完美 多练习就好了 多练习姐姐就能炉火纯青 得心应手 就能分分钟秒杀李学刚了 秦宝宝狠吃弟弟这一套 哼哼唧唧地点头 看神情分明在说 老弟你说得对 姐就是这么厉害的人啊 正当秦宝宝又斗志高昂 起来准备继续练歌的时候 秦泽的手机响了 一看是老妈打来的 秦泽向姐姐示意 是老妈的电话 秦宝宝吓了一跳 还以为爸妈知道 他唱歌的事情了 秦泽心里也没底 小心翼翼地接通电话问 妈 什么事 老妈一句废话都没有 直接让秦宝宝接电话 好嘞 秦泽果断耸了 把电话递给姐姐 秦宝宝连连对弟弟摆手 说我不在 秦泽又接起电话 妈 宝宝说他不在 话还没说完 姐姐直接一个飞踹 把秦泽踹得老远 小心地接起电话 妈 什么事啊 弟弟如此不计 秦宝宝只有自己扛了 老妈透露道 我给你看了一个对象 长得一表人才 年轻有为 三十岁 家里有三套房 两部车 听说是一家私募公司的 副总经理 秦宝宝松了口气 细声细气道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行吧 我明天就过去 见个面 母女俩挂了电话 秦宝宝用力吐出一口气 差点吓死 既然你的阴谋 没有败露 回去干什么 秦泽问 回去探探口风 顺便把家里网线给剪了 秦宝宝吐吐舌头 人就是这样 越心虚 越会妥协 隔在平时 他肯定不愿意回去 下午七点左右 王子晶下班回家 他身上穿的是 秦宝宝的职场制服 没办法 公司的要求 人在玄关 他已经闻到 秦泽炒菜的香味 外表温和 内心冷淡的王子晶 心里有着莫名的温馨 这样的感觉真好 下班回家 有人做好菜等着你 他喜欢这里 喜欢这里的人 喜欢自己的闺蜜 也喜欢厨房里 挥舞菜产的男孩 他才华横溢 他温润内敛 他成熟稳重 他还有男孩的青涩和猛猛 虽然他还没喜欢上他 但不介意 他在自己身边翩翩起舞 也不介意给他激活 他看着这个小男孩 一边帮自己盛饭 一边关心地说着 自己昨晚拉肚子 手脚冰凉 应该是空调吹多了 体质大寒的症状 我给你熬了乌鸡山药汤 吃一个礼拜 就能调理好 王子晶眼波流动 看着他的背影 有那么一瞬间 他产生这样的错觉 自己是已婚人士 有一个温暖的小窝 下班回家 灯光开着 厨房里飘荡着香气 丈夫做好饭菜 等待他回家 秦泽喊了一声 吃饭了 王子晶把乱七八糟的念头 抛出脑海 问道 宝宝还没回来 秦宝宝被我妈 喊回家乡亲去了 周末回不回来都不一定 秦泽无所谓道 随他去吧 不再正好 清静 吃完晚饭 时间来到晚上12点 秦泽关闭大盘界面 点开浏览器 观看这一期的 我是歌星 王子晶睡眼惺忪地走出来 秀发蓬松 半眯着眼 端庄明媚中 有那么一点点娇憨 他一屁股坐在秦泽身边 嗓音娇柔沙哑问 开始了 秦泽嗚了一声 你要看 我特意睡了一觉 就是养精神看节目 网上都说宝宝输定了 不清楚 我给他准备了两首歌 第一场输了 复活赛也能赢回来 他没告诉我具体情况 录完节目就回家了 电话也不打一个 他不打 你不会打呀 王子晶埋怨 秦泽心说 我不需要打 秦宝宝一旦被KO 系统会有任务失败提示 我也就跟着死翘翘 现在我安然无恙 说明他坚挺地留在了舞台上 今天纸巾姐和秦泽 差点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 原因是 今天秦宝宝不在家 只有纸巾姐和秦泽俩人 在看我是歌星的第三期节目 节目开始 大厅里 主持人尹家笑音音地说道 这一期我们节目组 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 大家期待不期待 随后 李学刚出场 主持人尹家笑着问道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说法 说您这次来 咱们节目 是砸场子来了 要为雪梅老师报仇 李学刚摆摆手 相互切磋吧 我没有针对谁的意思 但在舞台上 歌手 PK 大家各评本事 主持人问道 能说说您对秦宝宝的看法吗 前两期的节目 我都看了 秦宝宝的歌曲非常优秀 我很期待和他打擂台 李学刚说 王子金撇嘴 只说歌曲优秀 却不说唱功 潜在意思 是说秦宝宝 靠歌曲取胜了 这时节目进入了广告时间 王子金想要去拿点吃的 起身的时候 又问秦泽 想要吃什么 但因为起身太快 睡衣又太短 秦泽不小心回头 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王子金羞红脸 捂住自己的睡群 秦泽连忙转过头 尴尬说 水 水果吧 我怎么没注意 真是丢死人了 过了好一会 王子金才拿着几罐啤酒 和一盘草莓走出来 这是节目中 陈晓彤和李荣欣的比赛刚结束 陈晓彤以236票的优势晋级 那么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歌手 尹家刻意顿了顿 有请歌手 李学刚 声浪如潮掀起 底下李学刚的女粉丝一片尖叫 王子金递给秦泽一罐啤酒 可惜的说自己错过 听李荣欣的歌了 秦泽接过啤酒随手打开 也没啥可听的 你倒是赶上李学刚了 王子金看着电脑屏幕里的人说 这就是跟秦宝宝挑衅的李学刚吗 也不怎么样吗 还没你帅 他又看着秦泽 小小调侃了一下 秦泽乐呵 夸指金姐真实诚 节目继续 李学刚捧着吉他灯台 穿着黑色皮衣皮裤 脚灯靴子 标准的一副摇滚音乐人打扮 他站在台上 绑起头 闭眼 做深呼吸 起息后 他朝着乐队老师汗手 音乐毫无征兆地乍响 李学刚摇头晃冷 四肢跟着节奏打拍 他的嗓音雄成高亢 天生的摇滚嗓音 台下观众也嗨了 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节奏打拍子 手舞足蹈 场面情绪激昂 李学刚唱的是他代表作之一 观众熟悉的歌 谁都能哼几句 王子金小小的惊讶了一下 太嗨了 他真的好强啊 秦泽点头 不得不说 在摇滚领域 他确实是大神一般的存在 此时俩人不知不觉 已经喝了两罐啤酒 王子金脸有点红 身体微微测在秦泽的身上 说道 下一个该宝宝了吧 面对这样的对手 他对秦宝宝还是有点担心的 秦泽拿起一颗草莓 味道纸巾截嘴边 自信道 不用担心 也不看是谁给他写的歌 王子金没敢用嘴去吃 接过草莓 塞进自己的嘴里 真羡慕宝宝 有你帮他 画面切换到舞台 轮到秦宝宝出场 他今天一改往日风格 黑色夹克 黑色短裤 黑色靴子 披散的绿色卷发 完全是一副摇滚女王饭 悲伤的二胡声响起 台下观众 都是一愣 二胡 这节奏听着还可以 没来由的悲伤感 吴病呻吟 强说心愁 老听摇滚 听着是琴歌没错 二胡声音也是天然悲伤 但 但为什么有电吉他 和架子鼓的配音 太高亢了 不协调 在底下和电脑前观众 一片质疑声中 秦宝宝开唱了起来 这一刻 所有人都傻眼了 给秦宝宝唱傻了 这 这是摇滚 秦歌摇滚 李学刚傻眼 秦宝宝此刻已经唱得忘我了 他不理会观众的反应 不理会即将面对的投票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歌曲中 不管破音 不管声音嘶哑 秦宝宝唱弯了腰 原来 秦歌不一定要悲伤 不一定要甜蜜 也可以用 劲爆音乐来诠释 红敬摇惊叹吧 旁边的李荣欣 表情最浮夸 瞪着眼 张着嘴 这下乐坛要震动了 绝对震动 开创摇滚秦歌的先河 此刻王子金和秦泽完全嗨了 他们一边听着电脑里 秦宝宝的歌声 一边手舞足蹈的猛罐啤酒 取到嗨处 俩人激动的相拥着欢呼 一时场面有点疑泥 俩人听着歌声 紧紧向拥 都舍不得放手 秦泽酒精上头 低头想要去吻怀里的家人 王子金本身酒量就不好 又听着秦宝宝的歌听嗨了 多喝了几杯 此刻也有点鸣 还好 仅剩的一点理智 让他挣扎着 推开秦泽 秦泽瞬间酒醒 尴尬的立马道歉 对不起 芷晶姐 我刚太激动了 没事 我理解 这首歌太震撼人心了 王子金说完 转身立马往自己房间跑 借口说 我再去拿点水果来 早上八点半 秦泽坐在沙发上 和姐姐打电话 你火了 厉害了 我的姐 早料到我要火了 没想到 这么火 手机叮叮咚咚的新闻推送 全是我是歌星 还有我的名字 吓死宝宝了 爸妈呢 秦泽问 在做早餐 我躲到洗手间给你打的电话 爸在客厅看报纸 他们没发现什么吧 秦泽不自觉地压低声音 没有 秦宝宝小声道 我把家里的网线给剪了 爸妈保证上不了网 老妈叫我吃早饭 先不说了 拜拜 餐桌上 秦宝宝眉飞色舞地与闺蜜聊天 他身边坐着秦妈 对面坐着一家之主 老爷子指头敲敲桌面 训斥道 吃饭的时候 别玩手机 秦宝宝撇撇嘴 乖乖把手机放一边 老妈笑道 阿泽怎么不回来 我高中同学来我那儿玩 秦泽留着陪她 秦宝宝应付道 老妈来了兴趣 男的女的 女的 秦宝宝眯着眼笑 阿泽一见人家 都走不动路了 那改天在家里来看看 秦宝宝一脸茫然 你不是说阿泽喜欢人家吗 秦妈说 秦宝宝眉头轻轻一颤 急忙摆手 嗨 我就随便说说 此今他眼界可高了 看不上你儿子的 您别瞎操心了 秦泽就让他光着吧 一直沉默不语的老爷子忽然道 宝宝 我问你 阿泽最近在家里都做些什么 整天宅在家里呗 秦宝宝漫不经心 老爷子一拍桌子 怒道 会不会好好说话 问你什么 你就说什么 敷衍了事 哪里学来的态度 秦妈也一拍桌子 好好跟孩子说话会不会 凶巴巴 哪里学来的态度 老爷子立马怂了 秦宝宝在边上偷笑 哦 对了 晚上在家里 看他经常上网看股票 也不知道捣鼓些什么 老爷子眉头一挑 他有说什么吗 秦宝宝回忆道 嗯 说股市要飞涨了 他要在股市里打捞一笔 说 不能光看着老爹你嘚瑟 一笔下去大概就这些吧 秦老爷子嘴角抽了抽 股市确实要飞涨了 不过寻常人还看不出来 能看出这点的 都是专业人士或者资深股民 秦泽却看出来了 老爷子又欣慰又惊喜 另一边 秦泽提出今天去看电影 王子晶在护士没几个要好的朋友 他周末很闲 想了想就答应秦泽的约会邀请 秦泽兴冲地掏出手机买电影票 把近期上映的电影给王子晶看 询问他的意见 忽然 他的手机响了 陌生来电 喂 你好 秦泽 电话那头的声音清冷悦耳 是我 你是哪位 秦泽一愣 声音有点耳熟 想不起在哪听过 陪南曼 对方直截了当地自爆姓名 和你商量个事 我家里有个小孩 比较闹心 学习成绩很不理想 请家教也没什么用 性子也 整天在学校惹是生非 暑假了又囊囊着想学跆拳道 搏击 格斗 你又是才大毕业的高材生 又是理科生 正好 你伸手还不错 又能教他学习 又能投其所好 可我没有做家教的经验 秦泽懂了 而且陪姐你手底下 人才这么多 教几手硬把是还不简单 陪南曼声音轻柔 有着少妇独有的 软如和之性 一个星期 保证十个小时的授课时间 一个小时我给你二百元 一个暑假 秦泽心算一下 一个月大概八千左右 这样的家教收费不是没有 但肯定不是他一个大学生 该有的薪酬待遇 秦泽立马答应 陪南曼让秦泽把地址发来 他直接让人去接 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谁的电话 王子晶好奇地问 一个朋友的 他让我给家里的小孩做家教 薪水开得很高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秦泽说 哦 王子晶悄悄撇嘴 玄机有点失落 那你去吧 我自己待家里也挺好 反正我不太喜欢出门 嗯 宅女 秦泽告别王子晶 到了小区门口 一眼就看见路边停着崭新的轿车 司机是个中年人 拉开车门 秦先生 我来接你 轿车穿过CB地区 往徐汇方向行驶 早上十点 停在一个别墅区 寸金寸土的土豪小区啊 司机驶入小区 停在某座别墅大门前 秦先生 到了 秦泽走进铁翼大门的同时 扫了一眼 万分惊叹 独动别墅 加上前后院的占地面积 200平米以上 甚至有300平 又是这样的地段 价值不菲 眼前这栋 保守估计 3000万以上5000万以下 你有见过第一天去坐家教 就被学生 拿出一叠试卷拍在桌上 要求你45分钟写完 写分数必须在120分以上的吗 秦泽走进别墅 别墅内豪华的装修 让他大为惊叹地想 一个开安保公司的 真有这么多银子 只见客厅坐着两个美人 一大一小 大的是少妇裴南曼 小的是个俏丽的学生妹 初三或者高中的年纪 短发 漂亮 裴南曼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他看见秦泽进来 微笑地打了声招呼 转头看向身侧的学生妹道 紫棋 别玩手机了 回房写作业去 秦泽笑道 你好 我叫秦泽 这个暑假 我是你的家教老师 多多指教 学生妹瞥了眼秦泽 猛翻一个白眼 神经病 这就尴尬了 裴南曼笑道 秦泽 你的家教对象不是他 紫棋 去叫东来下楼 学生妹挺直小腰杆 通话靠后 闹闹道 李东来 你的家教老师来了 快滚下来 大概五分钟 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从楼梯走下来 眉宇间 有一股子桀骜之气 看着就是个刺头 他嫌逆着秦泽 美好气道 你哪的 学生妹补充道 问你哪个学校毕业的 才大 今年实习 还没毕业 秦泽挠了挠头 他心里嘀咕 这份工资 果然不是好拿的 家教对象 似乎是个问题少年 不好相处呢 李东来不满道 小姨 你上次给我请的家教老师 还是复旦的呢 还不是没用 又小声嘀咕 好不容易暑假 玩的时间都不够 还请家教 裴南蔓眼神一横 你有意见 李东来立即晉升 想了想 仍绝不甘心 瞪了秦泽一眼 你等着 转身跑回楼上 没多久 拿着一份模拟考卷 砸在茶几上 恶狠狠到 45分钟 你要能拿120分以上 我就同意 你做我家教 秦泽在心里 狠狠握紧了拳头 45分钟 120分以上 当我是做题小能手啊 果然是叛逆期的孩子 好想打他 秦泽本来想说 这家教我不做了 可就在这时 系统声音响起 丁 人前险胜 15分之5 请在45分钟内 完成这份试卷 并获得120以上的成绩 成功奖励积分90点 失败扣除相应积分 秦泽愣了愣 他发誓这次真没有装逼欲求啊 真是服了这狗系统 秦泽问系统兑换高等数学精通 需要多少积分 系统秒回 初级50点 终级100点 高级150点 秦泽算了算 做完这试卷 至少需要终极 尼玛 还亏10点 他突然脑海中 灵光一闪 再次请问 兑换这张试卷的正确答案 需要多少积分 15点 系统回到 幸亏老子机智 否则被你套路 秦泽喜自资道 兑换 发什么呆 你行不行啊 李东来催促道 秦泽不回应他 把试卷拖到自己面前 拿起笔就做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 却视而不见 整张卷子 20分钟不到 秦泽割下笔 好了 改卷吧 高考模拟试卷 一般都有答案 李东来一愣 下意识道 你怎么知道 是高考模拟试卷 秦泽指了指试卷 复诞复中 我高中也是读这里的 李东来翻白眼 吃笑道 那怎么没考上复诞 成绩不行 灰溜溜 跑财大去了 秦泽黑着脸 费那么多话干嘛 叫你对答案 就对答案 客厅里 李东来一手捧着试卷 一手捧答案 目光在试卷和参考答案上 来回转悠 选择题 全对 填空题 没毛病 解答题 卧槽 解答过程比参考答案还详细 李东来双眼圆瞪 不禁张大了嘴巴 半少没说话 裴南曼不耐烦道 傻愣愣的 试卷怎么样 几分 李东来咽了咽唾沫 尖难道 150分 你不是想学跆拳道 小秦练过格斗 你可以跟他学 裴南曼说 李东来双眼放光 小爷 你真同意我练跆拳道啊 裴南曼道 前提是你学习成绩提升上来 随后他让李东来带秦泽去房间 秦泽心里对李东来性格有大致判断 不是宅男 谈不上爱干净 但不拉他 电脑的屏幕亮着 画面定格在 LOL结束的场景 水晶爆炸 两个先红的 失败 墙角有哑铃 握力气 负重沙带 还是个健身型男 看什么看 李东来瞪了秦泽一眼 欲发显得力气深重 以止气使 去把门关了 等秦泽关上门后 他又道 先和你说清楚 以后 你教你的 我玩我的 该拿的钱你拿 但别给我摆老实架子 别偷看我小姨 别搭上我妹 你要是乖乖听话 我不介意 你在我面前碍眼 要是想着 去我小姨那里打小报告 刷好感 看我不弄死你 秦泽一个公布往前 抡起右臂 直接了当地 赏了这个嚣张的少年一巴掌 啪 耳光是大力尘 李东来给甩了个亮枪 猛了 你他妈的 反应过来后 他暴怒 一个飞踹回击秦泽 秦泽迅如闪电地踢出一脚 后发先至 正中这家伙的腹部 少说 也有120斤的家伙 直接踹飞 响一声撞在门上 蜷缩身体 捂着肚子 这时 门开了 名字叫紫棋的学生妹 探头探脑 显然听见动静 上楼查看情况 瞧见躺在门边的李东来 顿时扑斥一笑 颇有几分幸灾乐祸 呦 被打了 李东来喘着气 少管闲事 少女则则道 你不是 号称学校单挑王吗 打遍同机无敌手吗 李东来怒道 老子 气不如人 要你管 少女落井下石 踢了他一脚 又对秦泽道 帅哥 你继续 他就是欠收拾 别打死打残就行 说完直接脑袋一缩 关门走了 下一刻 他又折了回来 提醒道 别打脸啊 被我小姨看到 你就玩犊子了 秦泽眨眨眼 什么个情况 他是你妹 秦泽问道 关你屁事 李东来骂了一声 秦泽坐在电脑前 顺手查看了 李东来的战斗记录 三十一九的悲惨战绩 又拿起桌角的 高中作业本 漫不经心翻看 片刻 冷笑一声 十五道题目 做错十一道 我大概知道 你的成绩了 又指了指电脑 三杀十一死的战绩 也让我知道你的智商了 智商你妈了隔壁 李东来被触及 心中软肋 像只炸毛的猫 十足的少爷脾气 秦泽甩手就把作业本砸他脑门上 力道不轻 啪一声脆响 你就是欠收拾 表个态吧 能不能好好读书 我要是说不能 你是不是还揍我 李东来试探的 揍 秦泽眼瞼一概 李东来想了想 好汉不吃眼前亏 服软了 我真不是读书那块料 想让我好好读书 也可以 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秦泽喝一声 你还想跟我讨价还价 说说看 大侠 你的身手这么厉害 是不是练过武功 李东来 双眼放光 你小说看多了吧 秦泽觉得 这个中二少年 病得不轻 李东来急了 你一脚把我踹飞 普通人可没这个力量 大侠 打架我算半个行家 谁有真本事 谁是花架子 一交手我就清楚 学过一点格斗数 谈不上什么高手 当然 打你十个是没问题的 李东来直接在地上 磕了三个响头 大声道 师尊在上 受弟子一拜 秦泽给雷的不轻 先说好 我可不会想龙十八掌 如来神掌 现实和小说 我还能拎得轻的 李东来说道 虽然有小姨支付家教费 但李东来 坚持要给拜师李 孝敬秦泽 李东来说 他一个月零花钱 就一千块 愿意拿出八百支付给秦泽 秦泽吃惊不小 一个月零花钱 就一千块 是不是太寒碜了 师父 我说的都是真的 李东来诅咒发誓 你妹的零花钱 是不是在后面加个零 秦泽问 李东来目瞪口呆 师父果然料事如神 秦泽一脸悲怆道 穷养男父养女的套路 我家也是这样 两个同病相怜的家伙 相视一眼 悲痛中来 抱在一起痛哭 下午二点 裴南曼送完秦泽回家后 又返回自己家 他今天穿着OL套装 但穿的不是套裙 而是裤子 整个气质 竟显女王风范 客厅里 李东来捧着秦泽给他定制的 规划书念念有词 专心地背着 裴子歧怒道 滚上楼去背 吵死了 李东来翻了个白眼 死丫头 闭嘴 别影响我学习 这时裴南曼走来 问道 在看什么东西 李东来老老实实地递过去 小姨 这是秦老师给我定制的规划书 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裴南曼接过规划书 笑道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裴子歧痴笑道 他是给人揍怕了 李东来扭头 怒道 就你话多 裴南曼柔声道 怎么回事 李东来七七爱爱 我在房间里骂了诗 情歌几句 就被打了呗 是我自己嘴见 嗯 裴南曼点点头 这才低头看起规划书 计划书写得非常详实 评估了李东来的水平 并做出未来十天 二十天的目标 并不是夸夸其谈 而是有完整合理的计划 裴南曼看完 道了声 还不错 星期天 上午十点 秦宝宝拎着包包回家 手上提着购物袋 客厅里的场景 让他愣了愣 秦泽和王子晶并排坐在餐桌上 鼠标声哒哒哒哒 紫禁姐 你别跑塔下去 会被打的 秦泽刚说完 无奈到 死了吧 哎哎哎 你别和我抢兵 哎呦 闪现补兵 走了走了 回程 哎 你怎么 站在人家基地一动不动 我站着回血呀 王子晶无辜道 姐回来了 秦宝宝大声宣布 但弟弟和闺蜜 都没搭理他 喂 秦宝宝加重女气 俩人依旧没理他 专心致志地继续打游戏 秦宝宝又在边上 喊了好几声 然后长久无话 宝宝生气了 哼 半个小时 游戏结束 俩人一个机长 终于赢了 秦泽道 王子晶累地伸了下腰 转头发现 沙发上 竟然坐着个秦宝宝 顿时晶一道 宝宝 你回来了 人家回来很久了 秦宝宝委屈道 王子晶到了生欠 还不忘八卦一下 那个 你相亲的怎么样 别提了 一见面 就问东问西 问我做什么工作的呀 交了几个男朋友了 我说 没交过男朋友 他顿时眼睛跟狼狮的冒绿光 秦宝宝 泪绝不爱地叹口气 就差没说 要跟我开房啪啪了 秦泽冷笑一声 这就是老妈说的年轻有为 人品坚挺 秦宝宝含情默默 叫声道 那是 全天下的男人 都没我们家阿泽人品坚挺 秦泽呵呵一声 王子晶觉得不可思议 还有这样的人 秦宝宝撇嘴 看我年轻 以为我见识浅薄 存心装逼呗 你就不反省反省 为什么给别人这种错觉 秦泽一有所指道 毫无疑问 直接被秦宝宝一个枕头忽脸 周一 心意娱乐 秦宝宝刚到公司 经纪人李彦宏走进他办公室 宝宝 营销部的刘经理找你 什么事 秦宝宝问 好像是你那几首歌曲版权的事 刘经理要找你谈话 李彦宏低声说 歌曲版权 秦宝宝这方面有点抓瞎 他是新人 娱乐公司的很多套路他不懂 营销部 刘经理虚头巴脑说了半天 终于切入主题 公司培养你们 是花费不少资源的 作为公司的艺人 也要懂得回报公司 你把那几首歌曲 网络版权 私自出售给音乐风云榜那边 破坏规矩了 你知道吗 李彦宏苦笑道 宝宝 你这是怎么连我都没说啊 我要知道 肯定也得劝你 秦宝宝更茫然了 什么网络版权 我 我不知道啊 李彦宏摸出手机 点开音乐风云榜APP 递递秦宝宝看 诺 你的几首歌 这里都有 分别月榜第六 第九 童话日榜第二 周榜第一 月榜第四 秦宝宝第一反应是 自己版权被侵犯 转念一想 对方是网络音乐大平台 怎么可能上架没有版权的歌曲 唯一的解释 老弟把版权点卖了 还把它隐瞒了 心机boy 刘经理 很抱歉 这几首歌的版权不是我的 所以这件事与我无关 刘经理摆摆手 已经出售版权的歌曲就算了 李彦的版权还在吧 说话间 他抽出一份合同 你看看 没问题就签个名 秦宝宝没接 迟一道 这是 自然是授权书 这首歌以后就交给公司 帮你运作 正好有一家合作的网络平台 有意向 愿意出五万买网络版权 秦宝宝翻开看了几眼 好家伙 这份合同 可不是网络版权那么简单 是所有版权授权 秦宝宝笑道 刘经理 歌曲版权真不是我的 一英版权都归我弟弟所有 我无权做主 刘经理沉生道 这有什么难的 你一句话的事情 你弟弟还会不同意 以后 你弟弟创作的歌曲版权 你负责和他沟通 授权给公司 你是公司的艺人 公司的利益 就是你的利益 秦宝宝心里和 脸上笑容谦逊 刘经理 这份合同 我签了没用 在法律上 我代表不了我弟弟 要不 我先问问 刘经理不耐烦地点点头 随后 秦宝宝拨通了弟弟的电话 电话接通后 他问道 你是不是把歌曲版权卖出去了 秦泽恩了一声 公司这边让我签歌曲 离得所有授权书 并且以后 你的歌曲 都要授权公司运作 只给五万块 秦泽那边沉默了十几秒 严谨一概 让他去使 秦宝宝懂了 关了手机屏幕 扬起一个职业化笑容 刘经理 不好意思 我弟弟把 离得网络版权也卖出去了 至于以后歌曲的版权 他说会优先考虑公司 刘经理表情极度不悦 隐隐有发怒的征兆 语气也跟着加重 以后的歌曲 以后再说 下一期节目 你就别上了 秦宝宝没烧一条 我不会退出节目的 他现在连个表情都欠缝 还有 营销部主管公司业务 但我是签约一人 我的工作安排 不归你们营销部管 说完 秦宝宝起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办公室 李彦宏追了出去 埋怨道 宝宝 你这脾气 不是我说你啊 太有棱角了 就不能圆滑线 别把关系闹得那么僵 秦宝宝大步往前走 我就这脾气 改不了 呼地顿住脚步 扭头看向李彦宏 怎么回事 这个刘经理什么东西 我的工作安排 要他指手画脚 李彦宏讳莫如深 左顾右盼一番 低声道 回办公室再说 两人回到办公室 李彦宏关上门 没了顾忌 说话也大声了 徐璐专辑 马上要出 公司投入大量资源 帮他宣传 歌星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节目现在太火了 本来公司是让你暂时补位 顺便刷刷脸 以后找机会把你捧出来 没指望你能走到这一步的 谁知道 李彦宏看秦宝宝的眼神 好比恶狼看到萌萌小白兔 那个垂涎欲滴 这样一来 你就把徐璐的路给挡着了 秦宝宝顿时明白了 贼兮兮道 徐璐和这个刘经理有一腿 李彦宏不自觉压低声音 是副总裁康世安 本来撤你是一句话的事情 可总裁很赏识你 昨天在会议上把你表扬了一番 说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果公司的艺人都能这么优秀 我们心意冲出国门止于可待 我去 秦宝宝心说 多谢总裁大人抬爱 小女子何德何能 今天 秦泽卖歌的事情给败露了 姐姐下班回家后 立马化身成一只 气势汹汹的雌老虎 把低头浏览某上市公司 财务报表的秦泽给扑倒 银子呢 银子哪里去了 交出银子不杀 秦宝宝掐住秦泽的脖子 恶狠狠道 否则拉出去 弹JJ一百遍 秦泽一挺腰 把其在身上的姐姐颠的 险些摔下去 郊区高高抛起 慌忙松手扶住沙发 他趁机翻身 化被动为主动 将坐腰的姐姐按在沙发上 双手给拧在背后 不屑冷笑道 秦宝宝 你哪来的自信 秦宝宝挣扎不得 气得脸蛋涨红 谴则道 你个黑了心的东西 姐带你掏心掏肺 你背着我闷声发大财 退不是东西了 秦泽佩道 我卖我自己的歌 关你屁事 不管 秦宝宝耍无赖 你狼心狗肺 忘恩负义 解以光的名义批判你 说 卖了多少 三首歌三十万 由于你名气大涨 离的版权费水涨船高 卖了十五万 总共四十五万 四 四十五万 秦宝宝眼睛里 仿佛有哗啦啦的红色纸币飞过 喷了吞口水 喜滋滋道 阿泽 我要买包 我要换电脑 手机也要换了 这周末 咱们去买几件衣服 哎呀 我的小宝马 好像也要保养了 让姐想想 明天吃什么好 五星级自助餐 日料 海鲜 秦泽斜眼 一句话打碎姐姐的美梦 不好意思了 钱我全部投资股市 秦宝宝飞扬的神色凝固 秦泽面不改色地补充 而且被套住了 秦宝宝内心一万点暴击 王子经听到动静 从房间出来问道 怎么了 怎么了 看到秦宝宝在沙发上 哇哇大哭 关心道 宝宝 你没事吧 秦泽淡淡道 别理他 哭完就好了 肢解没落地 秦宝宝的忘心大 说好听点 是洒脱 不好听点 那是没心没肺 半个多钟头 姐姐从房间出来 闹闹道 阿泽 我的头号大敌上线了 秦泽道 说人话 徐露是下期 我是歌星的嘉宾 他发微博了 秦泽看着他 然后呢 我的位置本来是他的 你知道吧 姐姐气啾啾道 上次给我写歌的老师 就是给他截胡了去 现在公司高层有两个意见 一边是想把我撤下来 力捧徐露 另一边是支持我继续走下去 秦泽摸了摸下巴 反正你的精品歌 都不是心意娱乐的资源 不花一点钱 就把你捧成当红歌星 然后利用你大把赚钱 心意乐见其成 因此支持你的人更多 可就算这样 好像与这件事没关系吧 秦宝宝粉拳一握 姐是那种忍辱负重的人吗 姐有仇报仇有怨抱怨 姐要把他PK下去 秦泽惊道 徐露是一线明星好不好 你哪里来的自信 把他淘汰出局 秦宝宝 你是不是赢了几场 自信心膨胀了 我是小仙女 秦宝宝扭扭腰 迷之自信 秦泽打开徐露的微博 只见徐露发了一条微博 收到了歌手节目组的邀请函 很期待在这个平台上一盏歌喉 与几位老师交流 学习 PK 多嘴说一句 我是带着公民老师的新歌来 嗯 大家都熟悉的 古风歌曲 希望支持 还配了一张 我是歌星 节目组邀请函的图片 微博下方评论 多达十几万 秦泽分析道 徐露人气高没错 但本身是个受争议的明星 喜欢他的人有 但讨厌他的人更多 而且 徐露的名声并不好 他以前是以歌手出道 后来爆出假唱门 人气大跌 最转战影视 开启了事业第二唇 王子精接着分析道 我们宝宝 没有负面新闻 喜欢他的人 基本很纯粹 喜欢他的歌声 喜欢他的歌曲 喜欢他的 秦泽接着道 喜欢他的大胸大长腿 秦宝宝得意地扭了扭身子 这也是姐的优势 不服啊 是是是 秦泽说道 你还真不是没有迎希望 秦宝宝被闺蜜和弟弟 夸得信心十足 伸了一个腰道 啊 姐先敷个面膜 去保养保养 王子精看着秦宝宝 这大胆咧咧的性格说道 刚还哭哭啼啼 马上又阳光灿烂 真羡慕宝宝的性格呀 晚上七点四时 秦泽坐出租车到了别墅区 李东来站在小区门口 翘首起盼 师傅 我帮你弄了一张门禁卡 你以后直接来就行 省得每次出门来接 他递给秦泽一张白色的卡 物业管理得很严 车辆通行 人流出入 都要门禁卡 闲杂人等 禁不了这小区 李东来的成绩一团糟 长期处于班级垫底 秦泽的计划是砍掉重练 不破不立 以秦泽的水平 教一个高中学渣 还是绰绰有余 晚上九点半 秦泽完成今日家教工作 李东来送师尊大人下楼 客厅里 李东来家的水灵妹子 正在打电话 你别跟我废话 你老爸不是在电视台那边有关系吗 给我弄张现场门票 要是做不到 姐妹也别做了 那必须的 我是徐璐的粉丝 偶像登台唱歌 怎么能不捧场 什么 你喜欢秦宝宝 那狐狸精看着就讨厌 凶大的不科学 明显是甜硅胶了 唱歌好又怎样 改变不了他狐狸精的本质 瞧瞧他长的模样 不就是勾人狐狸精吗 李东来把秦泽送到门外就回去了 秦泽走到小区门口时 一辆奔驰车正缓缓向他驶来 到了他跟前停下 车窗降下来 驾驶位上的正式气质甜静的绝色女王 回去了 回了 秦泽道 我送你吧 裴南曼轻声说 秦泽犹豫一下 开门钻了进去 他其实不想搭女王的顺风车 与这气场强大的女人待一起 他总觉得有压迫感 这来源于人生经历 社会阅历的差距 回程的路上 双方沉默 车里放着舒缓的音乐 居然是秦宝宝的 童话 快到自家小区时 裴南曼放缓车速 突然问道 秦泽 你这一身本事 哪学的呀 瞎恋的 秦泽说 信不信 我掉头把你扔黄土浆去 裴南曼轻轻威胁 女王就是女王 说狠话都那么风韵荡漾 学过几年格斗术 我们家小区 以前有个格斗出身的拳手 秦泽半真半假的说道 回头娇叫裴姐好不拉 裴南曼嗓音轻柔 带着浓浓的护士口音 裴姐你别跟我开玩笑 秦泽苦笑 他总觉得 今天的裴女王格外要起 奔驰车停在小区门口 秦泽拉开车门时 他忽然说 我查了查你的底细 普普通通 不过挺有意思的 你姐姐秦宝宝 是个新出道的歌手 听说他唱的歌 都是你写的 秦泽关了车门 眯眼道 裴姐做份家教而已 没必要吧 裴南曼转过身 脑袋一歪 你可是东来的师父 我做小姨的 不该查一查你 他这个动作 平添了一股娇俏少女气 秦泽语气不善 是你自己想查我吧 是不是被地里 把我祖宗十八代 给翻了个遍 裴南曼哀怨叹息 可就是查不出你失出河门 秦泽气道 屁的失门 我就会棘手格斗而已 就算女王偶尔表现出 少女的俏皮和小妩媚 秦泽也如临大敌 车子里气氛沉默下来 裴南曼淡淡道 还不滚 要我请你下车 秦泽二话不说 关了车门 一溜烟跑出十几米外 转身挥挥手 消失在黑暗里 一连几天 徐璐携新歌加盟 歌星的新闻铺天盖地 各大门户网站 网络媒体平台 一天至少推送三篇以上的新闻 变着法子写文章 一时间 徐璐的风头 瞬间盖过黄宇腾 李荣心 李学刚 陈晓彤 更别提秦宝宝 更有人发了一个分析贴 说秦宝宝下期晋级的可能性为零 这条分析帖一出来 网友们大多赞同 有人在微博转发了这条帖子 并且add秦宝宝 姐姐气得在房间里大呼小叫 阿泽 大家都看不起我 没办法的事情 你才出道多久 人家出道多久 秦泽在客厅隔空喊话 秦宝宝哭丧着脸跑出房间 假装抹眼泪 阿泽 要是能给姐买只LV包包 姐姐相信自己立刻能满血复活 你只有滚犊子 秦泽怒其不争地叹了一口气 秦宝宝可怜巴巴道 好过分 解释真感觉前途一片黑暗 银银银 滚滚滚 别打扰我看盘 秦泽这几天心力交瘁 一边要兼顾姐姐的演艺事业 一边在股市战战兢兢打拼 秦宝宝想凑过来 偷看盈亏情况 被秦泽一按脑门推开老远 生气的姐姐逮着秦泽就是噼里啪啦的一顿粉拳 秦泽怒叫一声 秦宝宝 秦宝宝立马闪到一边 掏出手机 对着秦泽就是一顿拍 拍完 还对秦泽挑衅似的吐了一下舌头 怕他反击报复 一溜烟的就跑回自己房间去了 回了房间 秦宝宝物字愤愤不平 发了条微博 说好做彼此的天使 我在网上水深火热 你好意思炒鼓 Ed站在远处看童年 关注秦宝宝的人有三十几万 一看女神发微博 精神一震 再一看 卧槽 传说中的弟弟出现了 一个个好像打了鸡血 格外振奋 其中有一人评论道 我们帮秦宝宝 Ed他弟弟 朝你妹的鼓 快去写歌 Ed站在远处看童年 随后下面的评论都是 朝你妹的鼓 快去写歌 Ed站在远处看童年 秦泽愣了愣 手机叮叮咚咚响得不停 打起来一看 几百条微博消息提示 都是Ed他的人 他抬头看向姐姐房间 房间门没关 秦宝宝鬼鬼祟祟 小心翼翼地观察客厅动静 撞见他目光 砰的一声 关上房门 心虚地缩回头 秦泽无奈叹了口气 拿起手机 发了一条微博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我有一首古风歌曲 Ed秦宝宝 心意娱乐 练习式 徐璐练完歌 接过助理递过来的一瓶水 问道 网上反响怎么样 公司一直在给你买新闻 助理笑容满面 反响自然是很好的 很多人都期待您上节目唱歌呢 你觉得我这首歌怎么样 徐璐又问 这首歌是公民老师三年的心血 也是您专辑的主打歌曲 品质当然没问题 助理赶紧吹捧 就在这时 助理收到一条信息 他打开手机看了看 顿时脸色有点不太好 怎么 徐璐问 助理指着秦泽发的那条微博道 网上 秦宝宝的天才弟弟出现了 徐璐不屑一顾道 什么天才弟弟 还不是个无名小卒 自不量力 周四 电视台 我是歌星 录制现场 秦泽坐在黑压压的人群中 他第一次参加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 门票是秦宝宝给的 好像是节目组免费赠送给歌手一张现场票 秦宝宝有好事先想着闺蜜 王子精说自己 还有一份稿子没写完 抽不出时间 姐姐这才勉为其难 便宜了秦泽 据节目录制 还有十分钟 几百位观众叽叽喳喳 没人玩手机 因为手机被安检人员收走了 有手机的人也玩不了 现场有信号干扰器 身边 有几对小青年兴奋的交头接耳 真想不到啊 连徐璐这样的一线大咖都能请来 我更喜欢秦宝宝 声音好听 人还长得漂亮 最要命的是身材 被他大长腿夹一次 少活十年 我都愿意 哈哈 少做白日梦了 这么标志的美人 大佬们会放过 他有这么多好歌 平白无故的 娱乐公司这么捧他 呸 别侮辱我的女神 他不是说了吗 都是弟弟写的 见鬼的弟弟 谁姓啊 他唱的那些歌 不同风格的 一个人能写得出来 那是人家的遮羞布 秦泽暗自叹息 人们对娱乐圈的偏见太深刻 或许谈不上偏见 是事实 人心之复杂 难以言语描述 这时 尹家出来了 赵丽念完一段开场白后 说道 抽签结果 大家都看到了 黄宇腾是乐坛当红唱将 今天 他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动听的音乐呢 有请 黄宇腾 在响亮的掌声中 黄宇腾上台 他今天的穿着 打扮有点奇特 七十年代的裤子 老气的白衬衫 发型也是那个年代的偏分头 音乐声响起 观众自觉闭嘴 保持安静 黄宇腾唱的是一首 七十年代的民谣 说的是浪子与故乡的故事 年轻时在外打拼的浪子 十个多年返回故乡 父亲老了 家乡日新月异 再找不到当年的影子 曲子洋溢着浓浓的伤感与惆怅 黄宇腾添加了流行元素 修改了圆曲几处失误的调子 秦泽听得打了个哈欠 自顾自地掏出了手机 玩起了手机上的扫雷游戏 完全不离周围的喧哗吵闹声 黄宇腾唱完 下一位歌手是陈晓彤 陈晓彤唱的是一首粤语歌 嗓音优美 气息浑厚 然而 黄宇腾注意在前 他的歌没能超越竞争对手 很快投票出来 黄宇腾已领先60票的成绩 战胜陈晓彤 陈晓彤进入复活赛 接下来是这期的亮点歌手徐璐登场了 携心歌儿来 舞台亮起绚丽的光芒 一束束的灯光照射在缓缓灯台的美人身上 照亮他身上那件映染水墨化的旗袍 山巒叠仗 古松苍静 血液幽远 美人如花 平添一股古典优雅之美 观众爆发出一阵超天光芙 着实被他一身打扮给惊念到 片刻 一声柔情如水的鼓针响起 继二胡 钢琴 笛子 徐璐的歌声飘渺幽远 古风浓郁 学好词好 人好 古典气息的音乐 独特的哀伤 忧郁的气氛洋溢 听着歌 让人仿佛置身在江南水乡的古代 撑着伞 走在青石板路上 小桥流水 一卷水墨丹青 在眼前铺开 秦泽听了一会 心里评价道 可惜 歌词有点声听硬凑 华而不识 曲子是不错 但没有我想象中的好 给不了我江南水乡 单亲泼墨的意境 秦泽耳目聪明 忽然听见后排几个年轻人谈话声 哎 秦宝宝这期好像唱的 也是古风歌 是的 我也看了他弟弟发的微博 另一人说道 女生愕然道 他真有弟弟啊 我认为是假的 他弟弟有这么厉害吗 又写摇滚 又写情歌 网上早有人说过了 不可能有这么厉害的人 业内的词曲作家中都很少见 谁知道呢 反正下一个就他了 结果 十分钟过去 秦宝宝没有登台 后台似乎发生了状况 尹家也离开了 许多观众站起身 左顾右盼 议论纷纷 又过五分钟左右 尹家返回舞台 笑道 观众们 我们乐队的钢琴手 不小心受了点伤 已经送去医院 新的钢琴手即将补位 大家稍安勿躁 观众们有了交代 顿时不慌了 可秦泽心里一咯噔 感觉要玩犊子 今天 秦宝宝又受委屈了 还好咱家弟弟来救场了 阿泽 姐姐就知道 天底下就你靠得住 秦泽借着上厕所的名义 离开席位 摸到后台 入口有工作人员守着 观众是不能进入的 守在入口的工作人员 指了直警示牌 拦住秦泽的路 回观众席上 这里不能进 有个挂着工作牌的中年大叔 很不高兴的挥挥手 示意感人 我是新意娱乐的工作人员 有事找秦宝宝 你去通知一下 秦泽指了指后面三个 刚好路过的新意女工作人员 瞎扯弹道 我跟他们是一起的 你放心了吧 对了 我叫秦泽 工作人员胡一地打量着他 年纪太轻了 面生 又和同事小声议论了一下 叫秦泽等会儿 随后便进去询问去了 此时 休息室 宽敞明亮的大房间 李彦宏和导演沟通 出现争执 好端端的 怎么就被设备砸到脑袋了 李彦宏大声说道 不畏的琴手 完全没有弹过曲谱 现场弹奏 出现失误怎么办 观众还会投票给宝宝吗 导演无奈道 这事谁也没办法 头给砸破了 人也送到医院去了 要不这样 把古琴部位剔除吧 秦宝宝急道 那不行 古琴在乐谱中 占了很大比例 没了古琴伴奏 音乐效果大打折扣 导演顿时不耐烦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要不你们给我找个琴手 李彦宏指责道 你们节目组 不该防范这种意外吗 为什么不畏琴手 没有谈过曲谱 导演翻白眼 你还别说 我做了这么多年节目 就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再说 你们那是新歌呀 换了其他曲子 不畏琴师立即上手 大沙发上 徐璐悠哉悠哉 喝着广告商的酸奶 嘴角微微挑起 要不是人太多 真怕自己忍不住 大笑出声 这就是报应哪 看你怎么办 琴宝宝 琴宝宝看向导演道 能多给琴师一点时间练习吗 导演直接拒绝 节目停止录制20分钟了 外头观众反应很大 早等的不耐烦 徐璐开口了 琴宝宝 导演都说 外面观众情绪很不满了 不能因为你一个人 耽误大家时间 我晚上有个通告 不能耽误 琴宝宝目光锐利 徐璐冷笑 你是新人 很多规矩都不懂 你需要明白 永远都是你去适应规则 而不是规则适应你 新人 要谦虚 明白吗 大家很默契地眼观鼻 鼻关心 新一公司的家事 他们不方便插嘴 看戏就好 琴宝宝目光扫过 没有人为他说话 他孤立无援 孤掌难鸣 心里又委屈又难过 这时 有个工作人员走进来 左孤右盼 说道 琴老师 门外有个人要见你 说是心意的员工 他叫琴泽 工作人员又补充道 啊 琴宝宝忽然叫了一声 撇下经纪人李彦宏 高跟鞋啪哒啪哒 静止跑了出去 李彦宏一愣 跟了出去 其他人面面相去 琴泽在门外等了几分钟 门开了 姐姐在长长走廊上 啪哒啪哒地跑过来 一把扑进了琴泽的怀里 琴宝宝在她怀里 脸色沉沉 咬着唇绊 一副受委屈的小女孩模样 这副姿态 琴泽心里了然 钢琴师受伤送医院了 姐姐点头 也没有其他钢琴师不畏吧 你怎么知道 我来吧 琴泽认真道 琴宝宝愣了愣 他们是亲姐弟 彼此太熟悉了 弟弟有几斤几两 姐姐会不知道 我会弹鼓争 在学校里 我加入过音乐社团 练过鼓琴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琴泽说谎 张嘴就来 琴宝宝一听 脸上荡漾起如花笑叶 搂住琴泽的腰 呜呜道 阿泽 姐姐就知道 天底下就你靠得住 跟着跑出来的李彦宏 瞧见这一幕 金的脸色大变 急慌慌跑过来叫了声宝宝 擅作主张地拉开琴宝宝 目光警惕金仪地看着琴泽 琴宝宝不出意外 星途注定璀璨 以他的容貌 肯定是不能有男朋友的 最起码不能公开 任何与他关系亲密的男人 身为经纪人的自己 都要严格把控 必要的时候 还得摧毁这些危险因素 琴宝宝朝弟弟半鬼脸 没跟他解释 拉起琴泽 走走走 赶紧跟导演说一下 今天咱们的琴泽弟弟 化身为一个琴师 出自登台 助姐姐拿下比赛 琴宝宝拉着琴泽走进来 扬声道 不用补卫琴师 也不用剔除 我有更好的人选 众人齐刷刷看向琴泽 一看琴泽这么年轻 根本就不像专业人士 心中都有些质疑 而且古琴可不比其他乐器 这东西不是那么好学的 不专业的人很难弹好 导演皱着眉头 隐隐有发怒的迹象 你弹 不是专业的能上台 心理素质过不过关 水平过不过关 节目效果达不到预期 谁负责 胡闹 他可以的 保证没问题 琴宝宝对弟弟迷之自信 琴泽撇嘴道 没什么不行的 我普的曲子 我不会弹 李荣欣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 徐璐挺直腰杆 脸色愕然 黄宇腾和李学刚面面相去 陈晓彤飙了句粤语 导演呆住了 他普的曲子 这句话信息量太大了 琴泽点点头 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 琴宝宝的所有歌 全是我写的 休息室 有那么一瞬间陷入寂静 短暂失声之后 导演见多识广 首先反应过来 热情地扑过来与琴泽握手 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 琴泽 琴泽笑着握手 久仰大名啊 导演激动啊 脸上堆满笑容 我们节目组曾经开过会 讨论过你 都想知道 是哪位大咖创作的歌曲 不止我们电视台 圈子里很多人都在猜测 琴泽 不足挂齿 琴泽有些不适应他的热情 一紧张 差点闻言闻标出来 李荣欣性格活泛 挤上来凑热闹 帅哥 不 大师 约歌约歌 价格您随便开 黄宇腾反应过来 盲喊 算我一个 陈晓彤也不甘示弱 徐璐的脸色就难看了 这样一位大师级人物正常 坎古琴不在话下 关键是他嗅到一丝危机 琴泽泽的歌曲来源 公司也在议论 营销部经理 甚至打过这几首歌念头 他忽然扭头 问助理 琴泽泽唱的什么歌 助理表示 一头雾水 我也不知道 他排练的时候 我们不在场 此时前台 靠前的某处席位 裴子齐躺着软座 等得有点不耐烦到 节目组搞什么鬼 他旁边的女生也不满的嘀咕 都快半小时了 怎么回事吗 反正咱们也听到徐璐唱歌了 要不先走吧 不行 裴子齐一口否决 那琴宝宝还没演唱 我要给徐璐投票 看着他战胜琴宝宝 对琴宝宝 他有天然的恶感 归其原因 大概是与家里那个女人 四肢处 狐狸金丝的脸蛋 狐狸金丝的气质 更让他愤怒的是 李东来那傻叉 竟然如此痴迷琴宝宝 痴迷一个与那女人 如此形似的女人 今天 琴宝宝 以一首古风歌曲经验四重 在观众越来越不耐烦的气氛中 尹家终于上台 欢迎收看由番茄唱听冠名播出的 我是歌星 下载番茄唱听 免费来唱听 我的姐姐是大明星 有请下一位歌手 琴宝宝 琴宝宝出场 依然还是那么漂亮 一身中国风的旗袍 更是把琴宝宝的身材 衬托得淋漓尽致 引得底下的男性观众们 狼嚎不已 观众席上 裴子琴坐在最前排 目光在乐队老师身上扫了一眼 淡淡撇开目光 忽然一愣 又把视线转了回来 那个是琴什么来着的 她怎么会在这里 她是电视台的乐队老师 裴子琴心里产生浓浓好奇 她记得琴泽是财大的学生吧 一个大学生 怎么可能出现在那个位置 完全不科学 正在裴子琴胡思乱想之际 忽然听见舒缓悠扬的音乐响起 她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不单是她 所有观众都愣了愣 这前奏出乎意外的好听 鼓 笛子 三脚铁 鼓琴交织成清乐的音符 像是叮咚流淌的泉水 尤其是音质清澈的鼓琴 给人浓浓的古典味道 不配过了初情话 逼风梦穿淡 音声描绘的目端 一如你出庄 任人的想 透过窗 心事或凉扬 甚至上槽笔 只此刻一半 裴子齐脸色一愣 旋即从软椅上直起腰杆 音音秋波一眨不眨 凝视艳光四射的秦宝宝 做出聆听状 身后的观众 大抵都跟她一样 先是一脸随意 等音乐响起后 他们觉得伴奏很好听 很有韵味 接着秦宝宝的歌声 唱起 提词器上滚动着歌词 此早华丽的歌词 古典韵味的曲子 此信中夹杂 一丝软弩的嗓音 瞬间把观众们吸引了 乐队位置 秦泽闭上眼睛 双手跟着节奏浮动琴弦 时急时缓 他嘴角不自觉勾起笑意 渐入佳境 音乐的魅力果然无穷 徐璐的歌 真的可以和我这首 《青花词》相比吗 伯姐真的 一点胜算都没有吗 你们不觉得 水墨单轻 降气太重了吗 不觉得填词有点生平硬错 一味追求此早吗 好 让我们用事实说话 请你们继续聆听 秦泽秦因忽然如急风骤雨 一点点攀上巅峰 富尔吉这儿下 喜喜丽丽 那白花金的锦铃 月染于腕底 一抹松皮 落盘时 却点几日你 你隐藏在 要耍你 千年的秘密 今夕你 又如手 花成落地 脸外芭蕉 热皱雨 梦幻热冬雨 如果路过 那江南 小声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花里 你从莫死 深处 远去 观众们如痴如醉 他们情绪 不自觉地沉浸在 淡淡的哀伤中 看到这样的画面 眼前景物铺开 青黑色的天空 烟雨萌萌 江南小镇 映现在雨雾之中 小雨打着芭蕉 紧闭的大门 门缓染着一层铜绿 江南烟雨 小桥流水 青石板路 应该还有一个 撑着油纸伞的姑娘 她要有江南烟雨般的 朦胧与灵动 身上穿的是侍女服 她走过青石板铺成的 长长的小路 撑着油纸伞的姑娘 伞上会着单亲水墨 她应该是过客 但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或许是寻找回家的路 也有可能在寻找 素氏千年的爱情 在这个小镇 在摇梢里 寻找千年前的秘密 这里还需要男主角 但又不需要男主角 她是挨碗的 幽怨的 淡雅脱俗的 温柔委婉的情音 越来越低 渐渐消失 歌唱完了 秦宝宝眼眶湿润 裴子琴猛地回过神来 从那种忧伤哀伤 充斥着江南烟雨的 氛围中回神 她缓缓打了个寒蝉 一身鸡皮疙瘩 现场几百位观众 一片静默 大家仿佛都没能从 惆怅哀晚的歌声中出来 许多感性的女孩子 捂着嘴流泪 秦宝宝调整情绪 鼻音浓重道 谢谢大家 片刻后 掌声爆发了 所有人都不约而平 站起身 给予热烈的掌声 他们没有太低的言语 只是不停的鼓掌 代表是内心的叹服 他们表情足以说明 此刻的惊叹 佩服 赞赏 支持 到了投票环节 裴紫棋皱着精致眉梢 握着投票器 犹豫不决 她闺蜜在一旁叨叨 哎 我投给秦宝宝了 紫棋 你投给谁 你不是徐璐的粉丝吗 怎么还犹豫啊 裴紫棋恼怒到 闭嘴 她脑海中浮现青花词的旋律 歌词 想起刚才险些落泪的冲动 一咬牙 把票投给了秦宝宝 我对个不对人 虽然投票给你 但依然讨厌你 随着尹家一声投票截止 大屏幕上 投票结果出来了 秦宝宝 208票 徐璐 186票 100多票齐全 尹家宣布到 最终结果是 秦宝宝胜 掌声响起 观众们欢呼起来 场面气氛热烈 秦宝宝鬼鬼祟祟 拉着弟弟 来到后台某处走廊的拐角 四股无人 先是小女孩气的 给了秦泽一顿粉拳 继而笑叶如花 垫脚在她脸颊轻一口 笑音音道 今天表现不错 姐姐相闻奖励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秦泽呵呵一声 神经病啊 你拉我过来就为了说这个 秦宝宝还真就为了轻她 姐姐发泄高兴的方式 就是轻秦泽一口 这是秦宝宝的习惯 可她的习惯 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现 否则明天的新闻就会出现 震惊 秦宝宝当众狂吻男钢琴手 咱们老百姓啊 今儿个真高兴 不理会弟弟无奈的眼神 秦宝宝自个儿嗨了 扭着屁股跳了段热舞 没烧飞扬 脑子瓦特了 秦泽白眼又道 我得先走了 待会儿还有家教 秦宝宝大手一挥 不屑道 你那破家教 死了 姐姐都是大明星了 还养不起你 秦泽谈了姐姐一个脑瓜崩 给你点颜色你就敢开染房 你咋不上天啊 秦宝宝摸了摸被戳疼的脑袋 忽然问道 对了 导演似乎想招你进电视台 你怎么看 我没兴趣 秦宝宝我告诉你 节目组在抽签环节 给你屎半子 你自己注意点 秦泽警告道 秦宝宝摆出可怜兮兮的表情 皇上总有刁民想害臣妾 秦泽嘲笑道 爱妃 许是你多日不曾事情 天怒人怨 上天在惩罚你 秦宝宝撇撇嘴 那你自己偷偷自己自足呗 这种事还要姐姐帮忙 秦宝宝咱们有劲 秦泽头一回被姐姐以嘴炮击败 灰溜溜逃走 离开电视台 秦泽坐出租车 直奔豪华别墅区 给李东来做家教 一直到下午三点 一身居家服的裴南曼 端坐在沙发上 褪去灵力气质后 他像是一尊 优雅端庄的玉观音 笑着朝下楼的秦泽说道 围了 秦泽看了看 气质大便的女王 试探道 裴姐今天不送我 裴南曼好笑地瞅她一眼 是不是要我再给你配个司机 秦泽惊喜道 那感情好啊 裴南曼称道 滚 无意间流露出的那一抹风情 愤外诱人 调侃两句后 秦泽打算闪人 正巧碰到裴子齐 拎着双肩包回家 短发俏理的学生妹 微微一愣 开口就道 你上午是不是在电视台 我是歌星 节目里弹琴 秦泽假装听不懂的样子 你说什么呢 我不明白 你的意思 裴子齐撇撇嘴 懒得跟他争执 扭头问裴南曼 小姨 这家伙什么来头 裴南曼笑道 小秦是普通人 裴子齐再次撇撇嘴 背着包 蹬蹬上楼 秦泽刚想推门闪人 这时裴南曼说道 不急着回家的话 裴裴姐聊聊 秦泽端坐沙发 接过女王递过来的茶水 你似乎对我很不满 裴南曼说道 绝对没有 秦泽否认 因为我调查你 秦泽沉默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 为了填饱肚子 他加入了军阀 凭着家传武艺 敢打敢拼 没几年 混成了小头目 后来北伐军肃清军阀 当时内忧外患 百姓生计不见好转 无奈之下 他拉起一伙溃兵战山为王 当起了土匪头子 杀人放火 肯定没少做 不过从没吃过窝边草 反而报一方平安 这些都是听我大姐说的 爷爷去世那会儿 我还没出生 我爷爷身边有个 姓李的过命兄弟 暗地是红党的武装力量 抗战爆发后 那兄弟长途跋涉 与大部队会失去了 后来凭借这层关系 我爷爷才顺利落地 秦泽很不合时宜的 犯了强迫症 老爷子要活到现在 估摸着百岁老人了 裴南曼出生前 爷爷就去世了 女王大人看起来三十岁左右 嗯 年龄确实符合 等等 姓李的 李东来 裴南曼好似看穿了他的心思 轻声道 没错 就是李东来父亲的爷爷 因为有这样深厚的渊源 我爸在北方是土皇帝 甭管干净不干净 只要赚钱的银盛 基本都沾过 94年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 给我留了一份 谈不上是服饰货 但足够普通人吃八辈子的家业 我还有个姐 嫁到李家 不过死了很多年了 东来和子齐不喜欢后妈 搬来我这里常住 秦泽愣住了 有些不知所措 说好只是聊聊天的呢 女王大人 您这是 把祖宗十八代的底细 都给掏出来给我看了呀 诚然 秦泽对裴南曼 以及兄妹俩的背景很好奇 做好和女王打鸡风的准备 可当女王吐豆子似的 把家事背景一吐而出 她才发现原来女人这东西 她确实不够了解 这个社会 有80%的资源 优先配给各种各样的关系户 剩下20% 才是留给那些小镇做提家 打破脑袋争抢的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裴南曼问道 人之常情啊 每个富一代拼死拼活的奋斗 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儿子孙子 成为富二代 富三代吗 秦泽道是有一肚子愤青之言 但没说出来 太幼稚了 她被显然在社会上 莫爬滚打很多年的陪女王看清 裴南曼点头 浅笑道 真心话 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成为富一代 你也知道 我姐是秦宝宝 她都当明星了 以后还不是大把大把赚钱 我以后的孩子 肯定是富二代 裴南曼敏锐捕捉到秦泽话里的漏洞 似笑非笑 你是你 你姐是你姐 将来你娶媳妇她嫁人 你们就是两家人 秦泽一愣 发现自己无言以对 她还真没想过以后的事 秦宝宝嫁人这种事 总觉得太玄幻 今天 秦泽又触发了一个鬼畜任务 任务内容 抚摸秦宝宝的 话说 裴南曼突然把自己的家事 跟秦泽说了出来 搞得秦泽很莫名其妙 因为裴南曼的家事 显然和他接触的世界 不在一个层面 裴姐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秦泽问道 两亲了 裴南曼笑着说 就怕你是直男癌 网上说 你们这些直男癌 很可怕 秦泽呆若目击 满脑子是曹不知该如何倾吐 直男癌你都知道啊 厉害了我的女王 浑然不似你的人是话风啊 我送你回去吧 裴南曼突然说道 不用不用 秦泽立马拒绝 我自己回去就好 不劳您大驾 秦泽哪敢坐他的车 回头给他带到黄浦江 装麻带沉下去 晚上 王子精在洗澡 秦宝宝在客厅 做简单的拉筋动作 无意中的某个动作 使得睡衣包裹着的臀部 愈发浑圆 像熟透的水蜜桃 秦泽坐在沙发上 无意中瞥见姐姐的臀部 顿时 双目一阵晕血 好死不死 丁一生 系统发布新任务 抚摸秦宝宝的 成功奖励90点积分 失败扣除相应积分 好久不见 鬼出任务 节操这东西 人没有 系统也不见得有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转头回屋睡觉 绝不欣赏秦宝宝的身材 秦泽满脑子都是曹 见秦宝宝 自顾自的拉筋 秦泽一边假装看四处的风景 一边靠近姐姐 然后迅速摸了她 一下 趁姐姐没反应过来 囊囊道 走开走开 别挡到 秦宝宝果然被吸引注意 冲她娇哼一声 挪开几步 继续她的拉筋运动 秦泽满心得意 点开系统界面一看 任务显示 未完成 笑容顿时僵硬 还能不能愉快玩耍了 你想怎样 摸 是猥亵啊 姐姐 估计要跟她拼命 简单的触碰 难道不算摸 一定要像电视上演的那样 满脸写着我在调戏你那样摸 秦泽得承认 心里欲求的事实 她刚才看着姐姐 囤形完美的背影 想法 稍稍多了点 但秦泽坚决表示 自己只是单纯的灵光一线 没办法 考虑到自己目前的积分情况 秦泽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 怎么样神不知鬼不觉的 摸姐姐 忽然 秦泽灵机一动 想起往上一个段子 顿时有了主意 姐 我最近身体出了点状况 秦泽咳嗽一声 吸引姐姐注意 然后语气故作沉重 秦宝宝还是很关心弟弟的 忙到 什么状况 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姐姐送你去医院 属于疑难杂症吧 秦泽想了想 抬起自己的右手 我的手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有时候会不受控制的 做一些奇怪的事 完全不是出于我本心那种 说着 他毫无征兆地 抽了自己一巴掌 又清脆又响亮那种 当一个男人 突然做出异常举动的时候 那就说明 他肯定是抱着某种目的 比如说 秦泽 他突然在姐姐面前 打了自己一巴掌 说自己的手不受控制了 经常会做一些奇怪的事 姐姐震惊了 匆匆跑过来 慌道 呀 还真是 嗯 完全不受我控制的 啪 说完 秦泽又给了自己一巴掌 是多动症吗 强迫症 我上网查查 秦宝宝掏出手机 慌忙查了起来 秦泽见铺垫得差不多了 面不改色的身像姐姐的翘臀 不忘重复 应该是强迫症吧 总之我也控制不住 还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手感 秦泽忍不住捏了一把 叮 任务完成 秦宝宝反应极快 一手挡住 另一只手 趴扇在弟弟脸上 当然 他心疼弟弟 没用太大的力 怎么办 我的手 也得了不受控制的毛病 秦宝宝扇完巴掌 后退几步 冷笑 差点就真信你了 死变态 王子精换上睡衣出狱 头发湿漉漉的披散 睡裙下 两条白嫩嫩的小腿 纤细盈润 他看见客厅里的姐弟俩 愣了愣 好笑道 你们又怎么了 秦宝宝 唬着小脸指着秦泽 想告诉自己的闺蜜 刚刚秦泽所犯下的变态事迹 可是又觉得说不出口 秦泽指着姐姐 自知自己理亏 也相顾无言 俩人齐齐哼了一声 扭过头去 不理对方 一个月的相处 王子精已经能敏锐察觉到 这对姐弟的关系变化 什么时候是玩闹 什么时候是真正闹别扭 星期二 电视大楼 秦泽陪秦宝宝去录制节目 他以心意娱乐实习生的身份 跟着实力新人秦宝宝进入电视台大楼 借待秦宝宝的工作人员 把他安排在一间休息室后说道 秦老师真不巧 徐老师在排练 您稍等 工作人员说完 匆匆离开 俩人等了半天 秦泽等得有点不耐烦 怎么半天了 还没出来 谁这么大牌 徐璐呗 人家本来就是大牌 秦宝宝淡淡道 哟 你今天转性了 这可不像你的性格 秦宝宝横了弟弟一眼 徐璐是挖坑等我跳呢 大家都是心意的 他是前辈 我是新人 我要跟他争 就是不尊重前辈 是跋扈 是膨胀 信不信 只要我反对 他一转把事情闹大 捅到网络上 败坏我的名声 秦泽恍然 都是套路啊 他站起身说道 这都一个多小时了 也还有事 先走了 秦宝宝一把拉住秦泽 别走 要不是理解今天有事 我也不会叫你来陪我 你走了我怎么办 秦泽叹了口气 好吧 正在这时 工作人员进来请人 秦老师到您了 秦宝宝和秦泽穿过走廊 七拐八拐 来到舞台现场 徐璐悠哉悠哉地站在边上 台上 乐队的几个老师 有点蔫不振 连续几个小时的练曲 给累坏了 还有一个啊 不行了 我要休息 让他改天再来吧 导演 没这么实话人的呀 乐队的人怨声在道 秦宝宝漂亮的脸蛋 有些性性然 特别尴尬 乐队老师明显在抵触他 徐璐在一旁幸灾乐祸 他就是故意的 这几个乐队老师 不敢冲他发火 但秦宝宝一个新人 他们可不需要顾忌 秦泽取出写好的曲谱 递给秦宝宝 秦宝宝接过 迈着自信的步伐 向乐队老师走去 麻烦几位老师了 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 温言软语 勾人的演播 还闪烁着蹊迹和愧疚 乐队队长当时就心软了 无奈地接过曲谱 随意扫了一眼 顿时惊讶了 这份曲谱很完整 不但有总谱 分谱也弄好了 他们只要按照 不同乐器的分谱伴奏 就OK 他开始读曲谱 身为资深音乐人 他不需要弹奏 看着曲谱 心里就能把音乐弹奏出来 这一看 他顿时陷入其中 不能自拔 队长 队长你睡着了 乐队的其余人 见他久久无声 不禁催促起来 别吵 队长扭头怒吓一声 继续埋头看去 半场 队长抬起头 激动的 看向秦宝宝 又是原创 秦宝宝心说 我哪次不是原创 你激动了什么劲 队长嗨了 一个劲的说 好曲啊 到底是哪位大师编的曲子 天才 天才 在场的两个副导演 乐队老师 徐璐琪琪把目光转向秦泽 乐队的老师赶紧传阅 十几分钟后 众人荣光焕发 情绪尽格外亢奋 徐璐心里顿时一领 副导演拍拍手 催促道 赶紧吧 配乐响起 众人都是一愣 秦宝宝紧握麦克风 以深情的歌喉开唱 这个 副导演脸色变了 在场的工作人员脸色也变了 徐璐更是脸色大变 他走出电视台时 脸色还是铁青的 经纪人殷勤地 给他拉开保姆车的门 他却没有上车 驻足原地 扭头道 如果我和秦宝宝 PK 你觉得有几分胜算 经纪人不敢说心里话 敷衍道 徐姐 你是一线大咖 人气不是秦宝宝可比 赢他是轻而易举 您不要有心理负担 会影响发挥 徐璐不悦道 连你也跟我打马虎眼 经纪人在心里叹气 怎么比 完全没法比 秦宝宝那首歌一旦出来 绝对火 大火特火 观众一听 两人唱的歌 除非是徐璐的铁杆粉 否则没人会把票投给他 徐璐咬牙切齿 我身边为什么 就没有这样的音乐人 经纪人出馊主意 要不我们回趟电视台 把那首歌的谱曲要过来 就说歌是公司的 公司现在要回去了 当然 徐璐还不蠢 真要这样做 到时只要秦宝宝一亮出版权证 舆论 肯定是一面倒 那么公司公关就得采取措施 挽回形象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处理罪魁祸首 这时 秦宝宝和秦泽连妹而出 歌曲排练两遍就过了 电视台的人赞美有加 秦宝宝心情很不错 挽着弟弟的胳膊有说有笑 徐璐心中一动 掏出手机抓拍了这一幕 随后 徐璐又打开一份录音 秦宝宝的歌声从扩音器中传出 这是他偷录的 大概是现场有点吵 距离又有些远 秦宝宝的声音略微失真 徐姐 助理心里隐隐猜到他的心思 你把刚才的照片和录音传到网上 怎么做 不需要我教你吧 徐璐通过蓝牙 把录音和照片传输给助理 他看着秦宝宝的小红马 使出电视台 飞速远去 嘴角笑容阴冷 打败一个对手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拉到 和自己同一水平线 然后用自身优势战胜 秦宝宝 我要抹黑你 同样有的是办法 什么 秦宝宝居然与神秘男子当众秀恩爱 秦泽和王子金正一边吃着早饭 一边刷着手机 突然就刷到了这条新闻 鉴于这个资讯平台比较靠谱 秦泽正式起来 点击查看 图片上秦宝宝 挽着一个神秘男子的胳膊 有说有笑 关键是这神秘男子 怎么这么熟悉啊 妈蛋 这不就是我吗 什么时候被偷拍的 疏忽了呀 看什么呢 王子金好奇地把脑袋凑过来看了看 嘴角笑容不可控制地蔓延 闹绯闻了 秦泽恩了一声 喝着豆浆 没怎么在意 王子金也没放心上 明星闹绯闻很正常 谁没几个绯闻对象 有的女星更离谱 拍一部电影换一个绯闻男友 到了中午 秦泽发现自己错了 秦宝宝与神秘男子的绯闻 愈演愈烈 热度潮得很高 标题是 秦宝宝的绯闻男友疑似某夫二代 文章很长 除了姐姐挽着秦泽的背影照片之外 还有一张停在电视台门口的 兰博金尼豪车图片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 兰博金尼和秦宝宝秦则有关系 但键盘侠哪管这个 有的说 秦宝宝也是个肤浅的女人 出了名就棒大款 还有的说 以后都不会支持她了 总之大家都认为 秦宝宝是靠关系 或者说靠身体上位 微博上一篇骂声 爱之深恨知切的 纯粹凑热闹的 还有不知名对手 雇佣的水军 星逸娱乐 高层会议室 星逸娱乐 总经理兼总裁黄一聪 把一份文件狠狠砸在桌上 唾沫飞剑 康世安 你负责的公关组搞什么鬼 这种捕风捉影的飞闻 不应该第一时间澄清吗 康世安面无表情地擦去脸上唾沫星子 黄总 我们的公关组已经发文澄清过了 但完全没用 你也知道 网民普遍缺乏理性 而且 合约明确规定 在职期间不能有男朋友 说起来是秦宝宝违约了 我建议封杀他 封杀你妹 你有证据吗 你相信网上的绯闻 黄一聪说话风格也异常彪悍 康世安 你好歹是公司副总 这点眼力尽都没有 一亮停在电视台的兰博基尼 当事人压根没入镜 这种不靠谱的新闻你信 康世安淡淡的 我知道黄总赏识秦宝宝 但他遭遇公关危机也是事实 我们现在开会 是决定如何处理他 我个人是建议封杀他的 黄一聪沉思片刻 好 绯闻的事先不提 我们来谈谈 如何处理秦宝宝 秦宝宝长得还可以吧 唱歌也好听 是个好苗子 我说 他是咱们今年签约的艺人 里潜力最大的 大家不反对吧 黄一聪环顾众人 见他们点头 又道 在商言商 既然确认了他是个优质货物 我们再谈谈投资和成本问题 你们都是这一行业的老人 包装 推广一个三线明星 需要多少投入资金 就拿徐璐来说 当年为了捧他 公司花费多少资源 反观秦宝宝 投入几乎为零 我们只不过给他提供了 歌星 这个平台 短短一个月 他已经算是三线明星 微小的收入 巨大的利益 这笔买卖怎么样 不用我说了吧 公关危机 每个明星都有 几年前 徐璐假唱事件 公司又花费多少资源 给他摆平 难道就为了这个 封杀一个潜力股 我想生意 不是这么做的吧 什么 秦宝宝的新歌 也被人传到网上曝光了 本来秦宝宝 被人抹黑和弟弟传出绯闻 他虽然急 但并没有慌了神 因为他 还有新歌作为精神支柱 而作为精神支柱的新歌 正是身边为他 做绿豆汤的弟弟奉献 没有弟弟 就没有他秦宝宝的今天 想到这 姐姐本来还有点 小埋怨的心态 顿时转换 流声道 阿泽 姐姐可没有埋怨你哦 姐姐最喜欢你了 秦泽心里 有点奇怪 姐姐突然间的转换 凭借从穿开裆裤 就相互认识的深厚基础 他的判断是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秦宝宝不见不到 纯粹是刷弟弟的好感度而已 你也二十三了 这个年纪该找女朋友了 可你现在没资本呀 如果女朋友问你要防药车 你咋办 秦泽沉默 而且 就算你想找女朋友 你也不能摸解屁股 秦宝宝鼓着腮帮 气氛的模样 又可爱又妩媚 秦宝宝还想要继续与弟弟谈心 这时 一个电话响起 是经纪人李彦宏打来的 秦宝宝接通电话 李彦宏的声音立马响起 宝宝出事了 又出什么事了 秦宝宝心里一惊 他和秦泽相识一眼 作眉道 是不是我又办了哪位大款了 李彦宏急吼吼道 不是这个 你 是你的新歌 我的新歌怎么了 秦宝宝一领 你在电视台排练新歌 被人录音传到网上了 秦宝宝呆住了 头顶仿佛有惊雷砸下 回过神来 秦宝宝翘俏脸略微发白 强撑着不让自己慌乱 他立马挂了电话 查看李彦宏分享到他微博上的一个链接 一个不知名的小号发的微博 标题 秦宝宝新歌流出 别问我是谁 我的名字叫雷锋 这条微博在两个小时前发的 关注度节节攀升 已经有十万点击 两千多条评论 秦宝宝深吸一口气 点开视频 视频里只有一部手机 手机播放录音 尽管声音略微失真 且杂音很多 但秦宝宝 立刻就听出是自己的声音 歌曲和旋律不可能出错 秦泽给他写的歌 没人会唱 再看下面的评论 都是网友的质疑声 质疑秦宝宝唱的没之前好听了 秦宝宝彻底慌了 下意识拽住秦泽的胳膊 带着哭腔 阿泽怎么办 他在最无助最惊慌的时刻 想到的人 想依赖的人 是身边的弟弟 排练歌曲的录音曝光在网上 无疑是对秦宝宝的巨大打击 原创歌曲讲究什么 神秘感 也可以说是噱头 秦宝宝依赖的戾气之一 现在这首歌给人爆出来 意味着观众将失去新鲜感 大家都听过这首歌 关键是 视听效果还很糟糕 声音是真 杂音多 不够清晰 网友的体验很差 以后 就算秦宝宝把这首歌唱好了 观众也会觉得 哦 也就这样 一波未评 一波又起 秦泽又看到了更糟糕的事 徐璐在微博发了一个视频 而视频的内容 正是他翻唱了秦宝宝 本来准备在下期 我是歌星 要唱的新歌 美其名曰 为秦宝宝的这首歌证明 秦宝宝一把抢过手机 看着底下的网友评论 都说 徐璐唱得要比他好听 他的那段录音 跟着完全没法比 姐姐大怒 贱人 唱我的歌 还口口声声说 要帮我证明 独副 如果之前还不确定 是谁在背后抹黑秦宝宝 那么现在完全可以推测出来 徐璐 你听过一首钢琴曲 名叫 致秦宝宝吗 你一定没听过吧 但 你一定听过 致爱丽丝 没错 当世界著名钢琴曲 致爱丽丝 以另一种名义 在平行世界重现的时候 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震撼 秦宝宝此刻非常的气愤 徐璐一直想从他手中 夺回我是歌星的嘉宾位置 在节目 PK环节 被他以古风歌曲狠狠打脸 打脸之仇不共带天 用专业术语说 他有作案动机 买新闻抹黑秦宝宝 只是第一步 曝光节目现场录音 是第二步 最后以证明的名义 拍这一段视频 则是最后的杀招 秦宝宝抓起手机 拨通经纪人的电话 准备商量对策 秦泽来到窗边 啪 点燃香烟 自顾自地吞云吐雾 姐姐坐在床上 激励咕噜打电话 语气颇为激动 秦泽抽着烟 大脑高速运转 局面非常糟糕 姐姐受到了名誉危机 精心准备的参赛歌曲又被曝光 任其下去 下一期淘汰者妥妥是他 导致的最大后果 不是秦宝宝的一人生涯陷入低谷 而是他秦泽积分清零 以植物人的状态在病床上度过余生 他必须想办法破局 首先要解决名声问题 换首歌 正在秦泽思索着 要换什么歌比较合适的时候 一阵细细的哭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秦宝宝不知何时挂断了电话 抹着泪坐在床上 伤心无助的向着小女孩 李姐说了 就算换首歌 观众也不会买账了 他们都讨厌我了 姐姐的玻璃心又碎了 抽抽叶叶 一把鼻涕一把泪 她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下一期我肯定要淘汰了 淘汰 积分清零 秦泽打了的哆嗦 油然而生强大恐惧感 巨大压力之下 秦泽大脑飞速地思索着对策 很快一根烟抽完 她摁灭烟头 忽然脑海里闪电划过 灵光一现 秦泽大喊 客厅里 秦宝宝端着手机 镜头对准玻璃茶几钱的秦泽 呼吁道 这样做有用吗 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秦泽身前摆着一架电子琴 正调试着生意 可以开始了吗 秦宝宝问 开始吧 秦泽点头 我是秦宝宝弟弟 嗯 也就是他所有原创歌曲的作者 鉴于最近在网上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件 我在这里做一个说明 那天 陪着秦宝宝排练节目的是我 照片上那个男人 某些用心险恶的人偷拍照片 并且制造谣言 雇佣水君 我知道 那个人是谁 没有证据 就不止名道姓了 我也知道空口无凭 大家不会相信我的话 好 我们用试试说话 说着 秦泽弹奏起了电子琴 一个音符响起 微微一顿后 后续音符如流水般弦尖上 秦宝宝猛地瞪大眼睛 这是钢琴曲 秦宝宝愣愣看着 听着 心潮翻涌 好似重新认识了秦泽一般 他从未想过自己的弟弟 居然有这么一首装插神迹 这是一支秦宝宝从未听过的钢琴曲 没有淒泥的哀碗 没有愤世杜俗的激昂 没有向往光明的奋进 他轻缓悠扬 节奏优美 深情 美好 幸福 愉快舒畅 秦宝宝聆听着曲子 脑海中勾勒出一位温柔 美丽的女子形象 他在和琴郎交谈 发出银铃般清脆的笑声 活跃的旋律 仿佛是少女明朗 而欢快的语调 曲子层层推进 不可抑制的热情 像火焰般的燃烧起来 当音乐逐渐变得轻柔时 仿佛一对指手相看的恋人 在渐渐弥散的音乐中定格 他听得如痴如醉 什么时候曲子结束都不知道 这支曲子 是我年初的时候创作 名字叫 致琴宝宝 琴泽的声音 把他拉回现实 这爱丽丝 是他足足花了六十积分 从系统音乐库 兑换出来的钢琴曲 阿泽 写给我的 琴宝宝奉眼 绽放璀璨光芒 琴泽点头 奔了一声 说完 他就被姐姐强势 扑倒在沙发上 然后被姐姐糊一脸口水 琴宝宝直起身子 喜滋滋道 姐姐相闻奖励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琴泽点头 惊喜惊喜 心想 套路真老 随后 又傲娇地擦了擦嘴 烦 烦死了 我的初吻没了 琴宝宝撇嘴 狗屁初吻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做的那些事 琴泽表示 还想再来一次 想得美 姐姐直接一巴掌 胡了过来 你先剪辑视频 我回房间了 心意娱乐 健身房 徐璐穿着运动服 坐在休息位上 看着手机上 发来的一条信息 信息是公司总经理 康诗安发来的 叫他去他办公室 记得洗澡 想起昨晚经历的各种花样 徐璐打了个寒蝉 摸了摸屁股 低声骂道 死变态 健身房门外 徐璐的助理小跑着进来 四下环顾 立刻发现他的身影 顿时窜过来 徐姐 不好了 不好了 徐璐老神在在 抬头瞅他 皱眉道 慌慌张张的 什么事 琴宝宝发微博了 助理喘着气说道 徐璐痴笑一声 让他发呗 先不起风浪 助理表示这次不一样 是琴宝宝的弟弟 发的一条微博 徐璐这才稍稍正色起来 点开视频 背景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客厅 陈设简单 整洁 一个男人坐在沙发上 脸部打了马赛克 徐璐看完视频 脸顿时就黑了下来 转眼周四了 节目录制的日子 王子晶破天荒的请假 陪琴宝宝一起去录制现场 还有琴泽 进大楼后分开 琴泽和王子晶乖乖安检 琴宝宝直入员工通道 临别前 琴泽再次提醒姐姐 高音一定要注意 不是让你注意声线圆润 而是要尽可能地唱破音 唱出声嘶力竭的感觉 舞台服装也要按照我说的办 姐姐爽快地答应 琴泽和王子晶 进入录制场地时 距离节目 开始只剩十分钟 现场灯光昏暗 黑压压的人影 看不清台阶 琴泽鼓起勇气 故作轻松 太暗了 子晶姐我牵着你走吧 小心别跌倒 王子晶好气 又好笑地看他一眼 洞悉他的小心思 沉吟一下 伸出小手给琴泽握着 琴泽握着王子晶柔软的小手 心跳加快了几下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牵手是恋爱的开始 他牵琴宝宝的手不算什么 毕竟有姐弟的身份照着 牵个手搂个腰都属于正常 但王子晶可不是他亲姐 寻常女孩子 会随便让男人牵着手 日久生情的套路果然没错 入座后 琴泽正经微作 表情认真的目视舞台 哪怕上面什么都没有 王子晶撇撇嘴 没好气到还不放手 我在座位上总不会跌倒了吧 琴泽咧嘴 不排除这个可能 王子晶气笑 急妩媚地白了他一眼 出人意料地妥协 任由他握着自己的小手 把琴泽高兴坏了 他是真喜欢王子晶 王子晶是少有能与琴宝宝媲美的美人 鹅蛋脸桃花眸 不比姐姐的狐媚脸担奉眼差 节目开始 舞台后的大屏幕 出现影家的身影 欢迎大家收看由亮基 化妆品冠名播出的我是歌星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影家 各位嘉宾老师 你们好 影家与几位歌手聊了几句后 终于轮到琴宝宝 琴老师 这几天网上到处在传你的绯闻 请问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琴宝宝微笑 亲者自亲 着者自着 徐璐悄然撇嘴 要不是你有个牛气的弟弟 今日就不会如此轻松 影家男演好奇之色 你微博上的视频我看了 太震惊了呀 方便透露一下你弟弟的身份吗 琴宝宝眨眨眼 反问道 我弟弟的身份 不就是我弟弟吗 影家张了张嘴 无言以对 琴宝宝想了想 又补充道 他是个宅男 不爱曝光在公众目光下 前台 琴泽脸色一黑 谁是宅男啊 拜托 宅男不是个好词 你别借机抹黑我好吗 谁知琴宝宝话锋一转 不过 他今天也来了 就在现场 影家吃了一惊 玄机精神大振 真的吗 真的吗 好期待去前台 好想见一见弟弟 观众席 想起一阵哗然声 大家左顾右盼 寻找琴宝宝的弟弟 琴宝宝这么漂亮 他的弟弟 肯定也是个大帅哥 琴泽本能的缩脑袋 尽量不让自己引人瞩目 王子经见他这番模样 好笑道 你又不帅 不会暴露的 见琴泽 一脸受伤的模样 他乐不可知 改口道 还是很耐看的 接下来的环节 是请出补卫歌手 只见补卫歌手出场刹那 观众席上 响起哗然声 好帅 是混血吗 哎呀 眼神好有魅力 他是谁 乐坛没这个人吧 不过好帅 琴宝宝弟弟吗 不 别逗 琴宝宝不是混血 影家介绍道 他是来自英国的男歌手 威尔斯 他参加过英国很多音乐比赛 拿过的奖 比我们的三好学生奖状还多 被誉为英国最年轻的灵魂歌手 威尔斯上台 与众歌手见面 相互问好 威尔斯忽然走到琴宝宝面前 眼神惊艳 用英语说 美丽的小姐 我能亲吻你的手吗 of course 琴宝宝答应了 在外国 男士亲吻女士手背 是礼貌 观众席 琴则骂了声 你妹 王子精瞅瞅他 没说话 威尔斯唱的是一首英文歌 这家伙一开猴 惊呆了无数观众 一首英文歌 全场飙高音 杀伤力太大了 一曲结束 观众们都目瞪口呆 怎么能飙这么高 不可思议 还真是灵魂歌手啊 唱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王子精汗手 唱得是不错 琴则笑容莫测 你等着吧 你好姐妹唱的 那才叫震撼 啊 王子精茫然 琴则不解释 放眼望向舞台 琴宝宝上场了 琴宝宝踩着绚烂的舞台灯光 缓缓走来时 无数观众愕然 他的画风太诡异 一改往日谱素显身材的打扮 身上套了四个游泳圈 头戴爱心小亮灯 像个哗众取宠的小丑 王子精愣了愣 愕然道 宝宝这是得罪造型师了 琴则道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你设计的呀 他想起入场前 琴则千叮万主的话 琴则点头 算是吧 我就说 让他打扮古怪一点 怎么吸引目光怎么来 随即又卖了个关子 等会你就知道了 王子精轻轻掐了他一下 称道 现在就说 有几则女友撒娇的味道了 琴则心里一喜 正要回答 音乐声响了起来 自己看呗 琴宝宝面无表情地 看向台下观众 这些人里面 是不是有人 曾经在网上抨击过他 骂他靠不光彩手段上位 明明是个新人 却能站在这个舞台 是的 他崛起速度太快 惹人极度了 键盘侠 总是不顾虑别人的感受 不分青红皂白的跟风 只管自己直输胸义 骂得爽 却完全不曾考虑当事人的心情 这几天 琴宝宝深刻地体会到了网络暴力 钢琴声如流水般的倾泻 厚重 激昂 琴宝宝紧握话筒 观众愣了 徐璐愕然 他怎么换歌了 王子晶也愣了愣 粤语 琴宝宝唱粤语歌 他会粤语 琴宝宝当然不会说粤语 但唱粤语歌总不难 一遍遍地听 一遍遍地练习 从白天练到晚上 不知道嘶哑了几次嗓子 三天时间 他用了三天时间 观众席静悄悄 他们看着台词 看着琴宝宝 听着他的歌声 油然而生一股异样的感受 小人物的无奈 听到这段歌词 很多人沉默了 没来由地感到 一股子心酸 谁都有这样的时候 谁不想突然地高歌 在职场 在琴场 不受关注 不受待见 身心俱疲 只想突然地高歌 让更多人看见我 让人们关注我 做一个可悲可笑的 华众取宠的小丑 黄宇腾探服道 这个太厉害 李学刚也探到 写出这首歌的人 是音乐天才 不 是鬼才 黄宇腾好笑道 那是当然 他弟弟连钢琴曲都能创作 这家伙要是混娱乐圈 绝对称霸乐塔 徐璐脸都黑了 他为什么还有原创 这才三两天时间啊 怎么会来得及 写出原创歌曲 他混了这么多年娱乐圈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 套用祥宁嫂的台词 我真傻 真的 台上 忽然间真挚高潮 秦宝宝激动起来 不停的弯腰 唱得声嘶力竭 那些抹黑我的人 谩骂我的人 攻击我的人 来吧来吧 我就是小丑 我就是 你们高兴了吧 秦宝宝声音唱到嘶哑 情绪唱到癫狂 过去死得你 为何 thou 今仪真是 一身就将你惊讶 我到时不在你 存在吗 只能处复 你今天仍然说我正要做全装吗 原定我必须痴汗痴汗 这一刻全场废话 几百观众同时站起费尽全力的呐喊 好似不把嗓音喊到嘶咙 不可罢休 这才是直击灵魂的音乐 这才是直击灵魂的歌曲 不夸 呐喊出了无数人的心声 现场炸了 底下的观众们 齐齐地呐喊着秦宝宝的名字 王子精也是流着泪 加入了这呐喊大军领 只有秦泽暗暗心里松了口气 小命总算是保住了 四日 我是歌星 节目收视率再创新高 维尔斯火了 但最火的还是秦宝宝 以及他的那首歌 即这秦宝宝 钢琴曲之后 连带着秦泽又小火了一把 隔天 秦宝宝吃早饭的时候 谈及歌曲版权问题 新歌的版权卖了没 卖了 所以 你钱又偷股市去了 秦泽 恩了一声 秦宝宝狠狠刮了眼地点 咬牙切齿 你要是在股市亏的底儿掉 姐就跟你拼了 秦泽刷着手机 心想 我才不告诉你 我赚了好几万呢 姐姐没什么理财能力 偏偏喜欢管钱 尤其热衷管理他的钱 新衣的营销部经理 又找我谈话了 想买那几首歌的版权 秦宝宝在桌下 狠狠踩住弟弟的脚 如果是网络版权 那没有了 秦泽一下挣脱 秦宝宝面不改色的 又是一顿佛山无影脚 淡淡到 其他版权呢 比如KTV 比如CD等等 新衣给的价格也很合理 有买段有分成 姐姐毕竟是新衣的艺人 爸 秦宝宝痛叫一声 眼眶湿润 他被秦泽踢到脚裸关节了 王子经低头瞅了一眼 桌底 撇撇嘴 此时 吃大亏的姐姐恼怒地扑向秦泽 是要夺回姐姐的尊严 秦宝宝亏准机会 跨身坐在秦泽大腿上 指风犀利戳向秦泽鼻孔 秦泽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姐姐的手腕 接着另一只手 伸向姐姐的腰间 直击姐姐腰侧 秦宝宝命门被攻击 胶躯一颤 气势顿泻 惊慌着从弟弟大腿上起身 想逃走 奈何力气没弟弟大 秦泽戳一下 他就叫一声 四哭四笑 子子子 子金 快救我 我吃饱了 王子经眼不见为敬 直接起身回房间换衣服去了 他怎么了 秦宝宝看着紧闭的房门 一脸莫名其妙 别说后院 手臂抬高点 发力的方式也不对 攻击的时候 手腕要绷住 不然受伤的 就是你自己的关节 秦泽双手 带着拳套 一边抵御李东来 凶猛地进攻 一边指出 他招式 发力失误的地方 这段时间的苦练后 李东来成了会 棘手硬把式的混混 用仙侠流的词汇 就是 勉强算是杂役弟子 打架也是门艺术 可以用科学的眼光看待 咱们通常说的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一粒降时 会是可以用力学来分析阐述的 而所谓的武功密集 更简单了 我把它分为三步骤 练体 练招 反扑归真 秦泽纯纯教会他的记名弟子 你怎么不说 金丹元英化神度皆非生 七里外的台阶上 裴子齐狠狠翻了个白眼 精致白皙的俏脸 各种不屑 各种鄙夷 不需要秦泽这个师傅开口说话 李东来训斥道 练武最忌讳外人旁观 懂不懂规矩 滚犊子去 裴子齐再翻一个白眼 嘀咕道 神经病 走火入魔 一转身 扭着小屁股走回客厅 妹子一走 李东来立刻惨媚着笑容 师傅 你继续说 上午11点 秦泽看了眼手机 起身道 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到此为止 我先走了 不等愣神的徒弟李东来挽留 拎起床边的包 夺门而出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刚打开门 就碰到裴南曼拎着两袋生鲜果书回来 吃了午饭再走吧 裴南曼说道 裴淑女在家里时 还是很淑女很温婉的 秦泽脸色微变 对其热情的笑容 太打扰了 我自己出去吃就好 裴南曼笑容淡淡 不打扰 我把你的量也一起煮 对了 小秦 吃得惯辣吗 你们本地人口味偏甜 完全无视了秦泽的话 秦泽勉强笑道 喜欢甜味的 大多是老一辈 而且 也不是所有的护士人都爱吃甜 我就不喜欢 裴南曼认真点头 转身 自个拎着菜进门 还不忘提醒秦泽快点进来 裴子齐屁腻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 哼哼道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上我家的饭桌呢 秦泽唉声叹气 每次吃完裴姐做的菜 总觉得不太对劲 裴子齐小脸蛋一苦 是不好吃 她还很享受回家奶孩子这件事 工作再忙都要抽时间 回来给我们做饭 秦泽回忆了一下 好像第一次留别墅吃饭时 她昧着良心给了108个赞 难怪她总这么热情留我吃饭 她这是自我陶醉 没有认清自己 秦泽总结道 李东来听见师父的话 吓了一跳 苗像喜菜声哗哒哒哒的厨房 压低声音道 秦哥 你别冲动 当面说 小姨厨艺烂 她会翻脸的 裴子齐身有同胆点头 又连连摇头 怂恿到 不会不会 我小姨很大方 尽管去 李东来狠狠瞪一眼 用心险恶的妹子 做一顿美味佳肴 要让对自己厨艺迷之自信的女王震惊 你们说秦泽这个任务 会成功吗 秦泽打算要去拯救这位女王大人 对自己处以迷之自信的三观 来让她面对现实 李东来立马劝道 秦哥 算了吧 我小姨生气起来 很凶的 裴子齐招牌时的小白眼翻起来 竟吹牛 最讨厌你这种大话连篇的男人 秦泽笑了 来 再骂几句 裴子齐一愣 下意识道 神经病啊 继续 我看你脑子真有病 你的词汇量竟如此贫瘠 你个傻叉白痴脑残废物 很好 秦泽压压手 表示可以了 系统的任务提示在脑海中回荡 丁 请做一顿震惊四座的美味佳肴 成功奖励120积分 失败扣除相应积分 果然 压抑得越狠 反弹越凶猛 心里的欲求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操纵 李东来目瞪口呆看着他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师父 裴子齐看他的眼神 真的在看神经病 夹杂着那么一丝丝变态的意思 这是一间堪称豪华的厨房 高档定制橱柜 全套不锈钢厨具 光石刀具就有六把 整整齐齐摆在刀架上 内箱是烤炉 商用咖啡 还有一般家庭见不到的五金配件 地板都光亮可见 裴姐 烧饭呢 秦泽站在厨房门口 脸上堆起橙质笑容 裴南慢扭头 也许是秦泽没有贸然侵犯领地 挤出一个略显柔和的笑容 你去外面等着吧 马上就好 秦泽犹豫再三 选择闯入女王境地 女王正在切胡萝卜 秦泽不声不响靠近 凑脑袋一看 刀工 嗯 应该是没有刀工 胡萝卜切的大小块不一 拥有一颗热爱厨艺的心 却输给了天赋 老天果然是公平的 我以后再也不愿天游人了 裴姐喜欢吃什么菜 秦泽又问 裴南慢听到身后的声音 侧头看来 从青处的眉间 秦泽察觉到这位喜怒不形鱼色的女王 有了不满的情绪 裴南慢沉音片刻 淡淡道 香菜 说完再一次表示 让秦泽去外面等着 秦泽当然不会走 他笑了笑 我就看看 没事 你忙你的 别有压力 于是 裴南慢在秦泽虎视眈眈的目光中 做起了菜 在这个过程中 秦泽喋喋不休地说着冒犯之言 油煤热透 炒菜太快了 要慢点 酱油料酒 放的时间有点不对 味精显然放多了 会占位 辣椒切得不够片啊 放早了 你看 都被油炸糊了 女王三十年来 积累的阅历和定力差点不够用 当场暴走 好不容易炒完一盘菜 这家伙竟然胆大包天地 夹起一块肉丢进嘴里 嚼完 脸上还是哀气不信 怒气不争的表情说 肉炒得太老 一嘴味精味 我就说放太多了吧 裴南慢精致的眉梢 一挑 白皙圆润的脸庞染上一层韵色 大怒道 秦泽 你今天不把话缘回去 我找人把你成黄谱浆 肉 还有吧 秦泽不接他的话 自顾自道 我给你炒一盘 换了别人 尤其是男人 敢在自己厨房里撒野 裴南慢早一锅该闷过去了 但刚才被秦泽气得险些干渣 他反而淡定了 这家伙要炒不出一盘让他满意的菜 陈黄浦江就算了 但让这处逆林的小子竖着进来 躺着出去还是没问题的 裴南慢一直自诩是厨艺小圣 别愣着呀 大把手 辣椒给我洗了 秦泽抽出一柄弦线完美的菜刀 不忘吩咐裴南慢做事 裴南慢险些怀疑自己耳朵出问题 不可置信道 你让我帮你洗菜 顺便把锅也洗了 我切肉 裴南慢 还是陈黄浦江吧 一干二净 整齐华一的刀声响起来 秦泽的菜刀 就像古代武士里的剑 连绵刀光中 猪肉迅速解体 化作宽厚几乎一致的肉片 裴南慢心想 这小子刀工是不错 比我要稍稍强一些 但刀工好不代表厨艺好呀 就像自己刀工一般 但厨艺很棒 本着看这小子 能炒出什么花样来的心思 裴南慢生平头一回 给人打下手 洗了锅 辣椒整整齐齐的 给他摆在砧板上 客厅里 两天一小炒 三天一大炒的兄妹 竖起耳朵 密切关注厨房动静 李东来好奇道 小姨竟然没发怒 我师父有两下子 裴子齐对此不屑 肯定是鳄鱼奉承小姨 菜烧得多好吃 多好吃呗 滴水不漏的小姨 唯一命门就在厨艺上 李东来得意道 秦哥说了 做事要动脑子 不能光靠蛮力 他肯定给小姨打下手 不然小姨不会留他在厨房 裴子齐用哀奇不信怒气不争的语气 整天秦哥秦哥 你李东来快成人家狗腿子了 李东来吃笑 我乐意 怎么了 秦哥多牛叉 学习成绩好 打架又厉害 跟着他混 总比我跟一群二世祖混好吧 裴子齐招牌是白眼 说得好像他无所不能事的 他有本事 用厨艺把小姨征服了呀 正说着 两人忽然抽了抽鼻翼 什么味儿 李东来敲敲咽口水 好香 小姨的厨艺长进了 兄妹俩并肩冲向厨房 李东来叫道 小姨我肚子好饿 裴子齐吹捧道 小姨 我就说你在厨艺方面很有天赋吧 然后 他们看见了这样一幕 端庄优雅的小姨坐在咖啡台边 身前摆着一碟农家小炒肉 加一口 再加一口 而大言不惭 要拯救小姨三观的家伙 站在锅前娴熟翻炒 偶尔把菜抛起 秀一下操作 裴子齐小嘴微张 眼前看到的一幕 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 向来把厨房 视为静完的小姨 居然任凭一个男人 在境地搞风搞雨 看他的样子 非但不生气 吃的还挺享受 我靠 这秦泽什么人啊 太神通广大了吧 端菜上桌后 李东来 裴子齐兄妹俩 铺在饭碗里狼吞虎咽 小姨轻柔又威严地告诫 注意吃相 李东来朝秦泽挑起大拇指 艰难咽下嘴里的菜 秦哥 我是真服你了 怎么什么都会啊你 要不你当我们家的厨师吧 我让小姨开五星级主厨的薪酬 裴子齐鼓着腮帮 含糊不轻的声音道 不会亏待你的 裴南曼割下筷子 柔声道 小姨做的菜不好吃吗 兄妹俩脸色大变 不不不 小姨做的才好吃 但我们不忍心小姨 你为我们操劳 最喜欢吃小姨做的菜 秦泽这家伙的厨艺 根本不能和小姨比 我们就是怕小姨太累 裴南曼这才满意一笑 道 小秦是大忙人 没空的 秦泽问道 裴姐 菜好吃吗 裴南曼点头 还可以 叮 任务失败 扣除120点积分 宿主只剩60点积分 请努力做任务 秦泽此时的内心是崩溃的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秦泽差点控制不住 体内的洪荒之力 掀桌子 裴南曼不是钟爱香菜吗 不是喜欢吃辣吗 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兑换香菜高级精通的 你不给我一个满分 你好意思吗 好意思吗 得到系统以来 终于临来第一次任务失败 而且是在积分短缺的关键时刻 裴南曼忽然察觉到 秦泽深仇大恨般的目光 愣了愣 怎么了 没事 秦泽咬牙切齿 这女人社会阅历丰厚 胸有劲气 让她正经本就艰难 最主要的 她对自己厨艺密之自信 秦泽觉得自己做菜 做出一朵花来 她没准也认为 她的厨艺才是第一 吃完饭 秦泽坐在沙发上休息 兄妹俩则毫无形象 瘫倒在沙发上 裴南曼泡了一壶茶 问秦泽下午有没有空 秦泽愣愣道 有空啊 我贤富在家 有大把时间 紫棋的钢琴老师 因为要筹备婚礼 辞职了 我打算再请一个 好点的钢琴老师 你下午陪我们走一趟 我又帮不上什么忙 你是行家吗 我看过那个视频 你钢琴弹得不错 裴南曼说道 裴姐 你也关注娱乐圈啊 裴南曼叹道 年纪大了 关注着娱乐圈 就显得自己还年轻 现在的女人 都这么自怨自艾 秦泽很自然的想 正值三十的少妇 连脚眉梢都挂着风韵 像只熟透的 能掐出水的蜜桃 这也算老 徐慧 一处高档商用楼 三楼有一家钢琴会所 互是音乐协会的据点之一 裴南曼掏出会员卡 让前台小姐刷卡 然后问道 会所里有空闲的钢琴师吗 我想聘请一位家教 前台小姐几年的社会阅历 练出一双火眼金金 快速扫一眼裴南曼 就知道 这是位超级大土豪 于是让几人稍等一下 自己则急忙去通知经理 趁着空闲时间 秦泽掏出手机看小说 裴子齐凑过来一看 不屑道 这本书我看过 逻辑倒是没问题 就是套路太老 情节太水 坐着没什么脑子 每天催根还不理你 秦泽瞅他一眼 来来来 比给你 裴子齐不说话了 片刻后 张经理领着裴南曼三人 在大厅的真皮沙发坐下 问道 请问是什么乐器 钢琴 裴南曼笑道 顺手接过前台小姐递来的热茶 听到钢琴时 张经理眉头轻轻一皱 似有难言之隐 裴南曼笑道 时间上不着急 张经理可以把我们的要求挂出来 等哪位钢琴老师有位意向 再联系我 仇心也不是问题 实不相瞒 十月份有国际钢琴比赛 英协在重点考察人才 八月底圈子里有一场钢琴比赛 水平拔尖的老师都没什么时间 他话也没说死 话锋一转 笑道 不过今天练习室 有几位很出色的钢琴师在练习 我帮你问问 张经理离开 裴南曼扭头朝秦泽道 我说 他们话不足为信吧 秦泽沉思片刻 心生名物 裴姐这块肥肉 谁不想吃一口 裴南曼撑了他一眼 竟是格外妩媚 秦泽估计这个张经理 对每个聘请钢琴家教的会员 都是这套说辞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然是为了待会的价格做铺垫 钢琴老师不是明码标价的大白菜 名气不同 水平不同 授科的价格自然就不同 所以这个弹价很重要 弹得好就很赚一笔 裴子齐听得云里雾里 生气的鼓塞 不多时 张经理出来了 身后领着一个穿休闲西装的男人 很年轻 30岁不到 张经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介绍道 这位是国内拔剑的钢琴师 另外 10月的国际钢琴比赛 您知道吧 他是候选人之一 李国伟微微汗手 眉宇间竟是傲然之色 张经理作为中间人 很积极地推销产品 互相介绍了一番之后 他说 裴女士 李老师在国内钢琴圈子 很出名 从小开始练钢琴 到这个年纪 拿的奖都能摆满一屋子 这些可不是忽悠人的 您如果需要 我们可以出示证明 另外 10月的国际钢琴比赛 您知道吧 他是候选人之一 李国伟微微汗手 眉宇间竟是傲然之色 裴紫琴插嘴道 大家都没时间 他怎么有时间 不是什么候选人吗 裴南曼微微醋眉 秦泽吃笑出声 为这妹子的直爽好笑 张经理提醒道 现在好的钢琴师 真的不好找 除非过了10月 机里咕嚕又说了半天 各种吹捧 见裴南曼微笑点头 张经理终于图穷比线 裴女士 如果你觉得不错 我们可以谈一谈 价格方面的问题了 裴南曼依旧笑容温婉 请说 张经理与李国伟相视一眼 齐齐一笑 前者道 李老师的价格 平时是一节课1500 近期有所涨幅 国际钢琴比赛吗 2100节课 秦泽阿暗泽舌 尼玛 一个星期三节课 就是6000大洋 一个月24000 裴南曼依附 我是土豪 我不在乎钱的淡定姿态 笑着说 价钱方面没问题 张经理和李国伟脸上 笑容刚刚绽放 只听他说 但我要现场听一听李老师弹奏 我身边这个年轻人 也是钢琴大师 李国伟诧异看向秦泽 钢琴大师可不是谁都能叫的 怎么称呼 李国伟问道 秦泽自报了姓名 李国伟沉思片刻 语气变得怪异 你不是圈子里的人吧 我没听说过 秦泽无语 学过几年钢琴而已 谈话到这里 李国伟已经没兴趣 和秦泽继续聊下去 看向裴子齐 想听什么曲子 裴子齐毫不犹豫 清花词 李国伟一愣 他可不会弹什么清花词 钢琴家是很不屑流行音乐的 而且又是新歌 我是歌星 节目里很出名的一首流行音乐 张经理解释道 李国伟不悦道 流行音乐并不在我练习的范围内 当然 你如果有曲谱 我也可以弹奏 裴子齐当然没有曲谱 他撇撇嘴 张经理事实道 就弹钢琴曲吧 李老师 我记得你前几天弹的那首钢琴曲很好听 就是发在微博里的那首 给你点赞的人很多 你是说 至秦宝宝 张经理机长 没错 你录过视频的 我们微博不是互相关注吗 哎 我反复听了好多遍 真好听啊 绝对大师级水平 这首曲则我听过 据说音鞋打算让那位原创作者参加国际钢琴比赛 裴南曼说话的时候 目光瞟向秦泽 似笑非笑 李国伟起身走到钢琴前 做了胜去 微微沉音片刻 深吸一口气 双手轻放琴键 下一刻 流水般的音符飘出 优美的旋律声响起 节奏明快舒坦 像是夏季清拳鼓鼓流塔过 一瞬间 把大厅里的所有人都吸引过来 有人愕然望来 有人情不自禁靠近 有人专心聆听 李国伟身姿笔挺 双肩不动 手腕灵活 食指在琴键上跳跃 弹奏出天类般的音乐 不得不说 他是经过一番苦练的 娴熟的 好像他才是曲子的创作者 听着这首曲子 每个人都轻松唱快 同时又被钢琴中 那一缕淡淡的哀伤吸引 不愧是乐器之王 直击灵魂 李国伟弹完这首曲子 大厅响起热烈掌声 张经理更是大声叫好 拼命鼓掌 这或像是 参加一场钢琴演奏会 起身四面鞠躬 裴女士 不错吧 张经理满脸笑容 李老师的水平 在鹰鞋也是一流 他这个年龄段 比他更厉害的 不多了 裴南曼笑容甜淡 文言 眨眨眼 我觉得还是圆珠好听 李国伟眉头一挑 裴姐 作曲人才华横溢 这点无可指摘 不过 论到弹钢琴 我自信 要比他更胜一筹 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 那段视频里 他有许多地方处理得不够细 高低音转换也不完美 之所以受到追捧 完全是星座出师的震撼 鹰鞋决定是邀请他见面 现场试试他的水平 参加国际钢琴赛什么的 真不是板上钉钉 据我所知 这位作曲人始终没有联系鹰鞋 呵呵 最后一声呵呵 有几分不屑的意思 裴南曼不做表态 而是扭头问秦泽 你怎么看 秦泽给出的评价异常彪悍 道 形似神不似 外行人听着确实挺舒服 李国伟一脸看白痴的眼神看他 裴子齐听完这首曲子 就成了忠实的粉丝 反驳道 怎么形似神不似了 我觉得很好听啊 小姨 我就请他了 张经理笑逐言开 自动忽略秦泽 那行 我们签的合同就好 李国伟也笑了 正要说话 却见裴南曼摆摆手 道 秦泽 你说说 秦泽开启嘴炮模式 乐曲是ABCA的回旋曲式 巴拉巴拉说了一堆 最后说道 不过这不怪你 网上那些钢琴爱好者弹奏的 至情宝宝 都有着毛病 毕竟你们没有完整曲谱 三人被秦泽说得一愣一愣 李国伟不服气 不谢道 你说的这些 都是自己空口白牙的说辞 我是没有曲谱 可你难不成就有 秦泽指了指脑袋 曲谱在我这里 当秦泽指着自己脑袋说 曲谱就在我这里的时候 李国伟差点笑出声 哎呦喂 你还装上瘾了 曲谱在你脑子里 你以为你是谁啊 装什么大一巴郎 张经理脸一黑 不高兴道 小伙子 李老师可是专业的 他弹的这首 至情宝宝 圈子里很多老前辈 都夸赞 李国伟看了眼裴南曼 然后盯着秦泽 这样吧 你来弹一首 就这首 至情宝宝 我弹得好不好 有比较才有结果 秦泽扭头看裴南曼 后者表情玩味 再看裴子棋 小丫头又翻起招牌式白眼 这时 脑海中 丁一声 系统的任务提示来了 连前显胜 十五分之七 请弹奏一曲 至情宝宝 任务要求 达到寂静四座的效果 成功奖励 120点积分 失败扣除相应积分 秦泽第一反应 是惊悚地看着裴南曼 有着女人在 寂静四座 好像有点困难 难道我的人生 要在这里迎来终点 我居然败在这个女人手上 李国伟见他迟迟没反应 吃笑道 不弹啊 也是 这首曲子不是一般水平能弹好的 秦泽一声不吭地从沙发上起身 现在 刀架在脖子上 缩头一刀 伸头也是一刀 他在心中沟通系统 兑换至情宝宝 高级精通 兑换完之后 系统提示积分只剩十点 这次真的 要孤注一掷了 不然明天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新闻报道 故事某钢琴会所惊现两名 琴手尬琴 其中一名琴手承受不住打击 当场休克成植物人 大厅 十来好人 目光聚焦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钢琴声 如流水般飘荡而出 裴子琴一正 感觉完全不一样 和李国伟谈得不一样 同样的感受 在每个人心底浮起 但很快 他们就沉浸在轻缓悠扬的音乐中 大厅里寂静 只有琴声飘荡 不疾不虚 轻缓悦耳 闻之心灵洗涤 情绪平静 有人闭上眼睛 沉浸在钢琴编织的世界里 耳边仿佛有海水起伏的声音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海浪起伏 沙滩上站着一位姑娘 如水般温柔的姑娘 有着空灵的 恬静的气质 秦泽渐入佳境 他腰杆挺的笔直 侧脸如刀销 修长的手指飞舞 触摸到钢琴的他 整体气质都变了 有着贵族的高贵 文艺男青年的优雅 现场要是有文艺女青年 指不定就要一见 中情飞君不嫁 裴子齐愕然与惊讶散去 脸色柔和 痴痴凝望 只剩痴迷和敬佩 与所有人陶醉的神情不同 李国伟仿佛受到一万点暴击 难以置信 目光狠狠盯着秦泽 怎么可能 他怎么能弹得这么好 一曲结束 秦泽站起身 吃瓜群众还沉浸在音乐中 情绪暂时没拉回来 几秒钟后 吃瓜群众们才反应过来 一吻纷纷 真好听啊 这才是 这秦宝宝 太棒了 这样的钢琴曲 是一种享受 难怪钢琴演奏会 那么受追捧 不是什么流行音乐 综艺节目能比拟的 高手在民间啊 原创作者要是听到这曲子 可要羞愧吧 哈哈 我录视频了 立刻上传网络 你怎么弹奏出来的 李国伟强撑着问 就像武侠小说中 侠士被人打了一掌 吐着血问你 这是什么功夫 秦泽没搭理他 扭头问裴南曼 好听吗 面对这尊不食烟火的玉观音 他心里实在没底 裴南曼鼓掌 夸赞秦泽谈的好听 钉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积分120点 系统提示响起的刹那 秦泽如释重负 还好 这女人密之自信 只限于厨艺 你为什么会有曲谱 李国伟死死盯着秦泽 他这是死也要知道 对手的套路 这人好烦 秦泽没好气的 看了太一眼 任务完成 心情正好 脱口出道 废话 这首曲子是我创作的 你说 我有没有曲谱 秦泽说完这句话 忽然发现 现场气氛诡异一景 李国伟双目圆瞪 裴子齐红润小嘴微张 吃瓜群众们一脸猛逼 他们听到了什么 这首曲子是我创作的 消化了震惊错愕等情绪后 大厅沸腾了 十几人拿出手机 咔嚓咔嚓 对着秦泽一顿猛拍 好半天 大厅的热度终于散了 张经理忐忑道 裴女士 你看 这个合同 裴南曼没说话 而是看着李国伟 李国伟感觉血都涌上脸皮了 火烧火燎 他此时的内心是崩溃的 骂娘的心都有了 电梯里 裴子齐瞅瞅秦泽 道 秦泽 你叫我钢琴 秦泽一愣 算了吧 我没时间 裴子齐倔强道 不管 你得负责 秦泽无奈道 真没时间 这时候裴南曼也说道 秦泽 考虑考虑 算了吧 秦泽连连摇头 他可不要没完没了当家教 有这闲功夫 还不如多操作几波短线 不比这点家教工资多 回到家里 股市刚收盘 秦泽正百无聊赖刷微博 论坛 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微博爆了 原来是他在钢琴会所 弹至秦宝宝的曲子 被人拍视频传网上 上传视频者 没给秦泽的脸打马赛克 这下子 他的样子给曝光在网上 会写歌 会弹钢琴 你嘛 长得还这么帅 让我们这些单身狗情何以堪 小舅子 你这就不地道了 长这么帅 姐夫都不好意思追求你姐了 姐夫加一 姐夫加二 姐夫加10086 秦泽刷着评论 嘴角笑容控制不住 被人吹捧的滋味还挺爽的 他算是网红了 这时 他手机响了 秦泽接通电话 对面是刘自强激动的大叫声 视频里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秦泽把手机从耳边挪开 什么视频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秦泽明知故问 少跟老子 姐夫扯犊子 你就算话成灰我也认的 话说你怎么变帅了这么多 暑假整容去了 刘自强说 还没等秦泽说话 李良又叫道 你姐姐是秦宝宝 你姐姐怎么能是秦宝宝 哎呦喂 我的女神啊 居然是我好哥们的姐姐 我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错过了进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 想死的心都有了我 这时赵八两同志的大嗓门也在旁喊道 秦泽 我做你姐夫吧 滚滚滚 想都别想 秦泽怒了 同一时间 心意娱乐 小会议室里 徐运涵抽着烟 听着身边的人喋喋不休地讨论 会议室的几个人 两个助理 一个经纪人 两个营销部的小领导 大家聚在一起 是讨论徐运涵新专辑的事 本来说好的两个作曲人 就差要签合同了 结果被某个经纪公司截胡了去 没办法 人家出的价更高 心意娱乐不是没有自己的作曲人 可前段时间 好的作曲人都优先配给徐璐 人家是公司一姐 资源当然要往他倾斜 而徐运涵是心意娱乐旗下二线歌星 今年28 长得很漂亮 20岁 参加一档音乐选秀节目 一举成名 然后被心意娱乐签下来 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 摸爬滚打了8年 能混到二线 也不容易 下礼拜就是发专辑的日子 这会儿再找新的合作伙伴 也来不及了 营销部的小领导 瞅了瞅徐运涵 提议到 要不然把专辑发布日期推迟 徐运涵还没说话 他的经纪人叨叨起来 怎么推迟 微博上都公开了 你让我们家运涵怎么向粉丝交代 影响多不好 你们就是负责这一块的 总认识不少作曲人吧 有联系到的吗 说起来 现在优秀作曲人也少了 唱歌这一行 没以前暴力了 很多资深词曲作家 都逐年减少创作 不然咱们也不会这么尴尬 经纪人正垂头丧气 突然发现 某助理小姑娘 兴致勃勃刷手机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拍桌子怒道 玩手机玩手机 整天就知道玩手机 这都开会呢 走点心可以吗 小姑娘 成天没心没肺 那小姑娘 是徐运涵大学同学的表妹 走的关系 在她身边工作 徐运涵平时很照顾 就笑道 又玩手游啊 小姑娘自动无视经纪人 笑容欢快 不是 韵姐 是秦宝宝弟弟 我一直很好奇的那个 她露真面目了 现场钢琴表演 那首 这秦宝宝 太神了 太好听了 而且 长得好帅 秦宝宝这么漂亮 就说她弟弟也不会差嘛 徐运涵看过 小助理递来的视频 敬佩不已 看到 真是太厉害了 秦宝宝真幸运 有这样的弟弟 如果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弟弟 还愁什么新歌啊 小助理眼睛骤然发出光芒 兴奋道 找秦宝宝 找秦宝宝帮忙啊 营销部的小领导泼冷水道 没戏 上次公司找秦宝宝 要那几首歌的版权 她弟弟拒绝了 不是好相遇的 另一个小领导也说 再说 有好歌 怎么会给你 秦宝宝现在正加盟 我是歌星呢 徐运涵叹了口气 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 浇灭燃起的希望之火 经纪人道 我和李彦宏交情不错 我去问问 随即她跟李彦宏发起了信息 发完信息 她说道 答应帮我们去问了 不保证一定成 五分钟左右 会议室的门敲了两下 然后李彦宏推门进来了 身后跟着娇艳舞妹的年轻女人 正是被公司男员工私底下 品为心意第一美人的秦宝宝 彦宏 徐运涵的经纪人热情迎上去 看了眼秦宝宝 哎呦 秦大明星也来了 不是你让我帮忙吗 李彦宏笑盈盈 我就跟宝宝说了下 他说没问题啊 这就上来了呗 徐运涵脸上展开笑容 宝宝 你真的愿意帮我吗 秦宝宝明眸浅笑 道 徐姐 咱们一个公司的相互帮助 不是应该吗 徐运涵笑了 秦宝宝一句话 无形中拉近两人间的关系 谢谢了 徐运涵感激道 徐姐成你这个情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来找我 秦宝宝摆摆手 一个电话的是 徐姐晚上请我吃饭就好了 我先给我弟打个电话 会议室众人不由自主地直起身 摆出倾听的姿态 片刻 电话拨通 姐 什么事 电话那头传来年轻男人的声音 秦宝宝很有姐姐威严的姿态 我朋友要发新专辑 缺哥 你给我搞定 我手头还有事 没工夫写歌呀 秦泽推托道 经纪人脸色一暗 徐运涵难掩失望之色 这么多人看着 秦宝宝脸上挂不住 翘脸一沉 不愿意试吧 秦泽一听 姐姐的语气不对 一叠声笑道 愿意 当然愿意 姐要哥 我就写 就算要天上的星星 我也给你摘下来 呃 会议室众人听着 脸色古怪 印象里 钢琴师不多盖入 绅士般优雅高贵 且个性浓厚 怎么到了秦宝宝弟弟这里 话风就不太对了 你要什么歌 秦泽问 徐运涵知道吧 大歌星徐运涵 他的歌是什么风格 你就写什么风格 秦宝宝大声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 你装死是吧 秦宝宝有些生气了 今天的弟弟一点都不怪 再听再听 我在百度 徐运涵是谁 秦泽连忙回应 这就尴尬了 会议室煞时间一片寂静 徐运涵嘴角抽了抽 其他人假装没听见 秦宝宝捂住手机 强颜欢笑 我 我弟弟平时不关注娱乐圈的 徐运涵也强颜欢笑 钢琴大师吗 艺术家吗 电话那头 秦泽囊囊道 这女人长得倒是挺漂亮 但唱歌风格不太正经 徐运涵差点一口老血 脸蛋火烧火燎的秦宝宝 再次强颜欢笑 不好意思 我弟弟就这样 刀子嘴豆腐心 徐运涵在强颜欢笑道 理解理解 他心想 不能让这对姐弟继续说下去 跟说相声似的 太埋太人了 于是弱弱道 最好是秦哥 风格偏向童话 秦宝宝把要求转述给弟弟 又道 最好两天之内能有新歌 时间比较赶 秦泽道 不用 我现在就给你 徐运涵一愣 两个经纪人一愣 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说现在就写出歌来 秦泽表示 先轻唱一段给你听 你觉得可以的话 等回家 再写曲谱给你 秦宝宝按了免提 说道 你唱 电话那头沉默几秒 歌声来了 优秀地让众人措手不及 歌唱完 众人的眼神都变了 惊艳 震撼 茫然 不可思议 徐运涵直接扑到手机前 兴奋又激动的语气 这首歌 叫什么 他是识货的 秦泽唱的歌太赞了 绝对是能火爆一时的佳品 不比童话差 心不了情 这首歌可以吧 电话里的家伙哈哈一下 子弟无银三百两 徐大明星 我最喜欢听你的歌了 秦宝宝翻白眼 徐运涵嘴角翘起 柔声道 秦先生 谢谢你 方便的话 把你的银行账户告诉我 这首歌我买了 钱的是你问我解好了 秦泽说 秦宝宝道 五千好了 他没直接说送 这样送人情 就太明显了 徐运涵也不会同意 徐运涵无奈道 五千连歌词都买不了 徐姐要是过意不去 就请我吃顿饭呗 秦宝宝迷眼 笑得像一只脚狭的小狐狸 徐运涵抿了名嘴 好吧 那我就答应了 他不禁多看了秦宝宝一眼 这姑娘很会来世 秦宝宝也在笑 但多少有点强颜欢笑的意味 妈蛋 这首歌太好听了 我的心好痛 晚上七点 秦泽做好晚饭 翘首期盼两位姐姐回家吃饭 最先回来的是王子晶 他公司离得近 王子晶穿一身OL套装 臂弯里夸着浅棕色包包 一手撑墙 蹬掉高跟鞋 弯腰换上凉托 曼妙的背部曲线 丰满的屯形 静在秦泽眼底 办公室坐了一天 真累 王子晶一屁股摔在沙发上 单手撑着腰肢 秦泽凑上去献殷勤道 我帮你捏捏腰 王子晶似笑非笑的眼神看来 歪着脑袋 好吧 宝宝说你技术不错 他趴在沙发上 回眸道 不许乱摸 秦泽舔嘴 双掌贴在他腰侧 大拇指轻轻揉按脊椎两侧 好软 好舒服 秦泽心里一荡 喜色浮动 天地良心 除了秦宝宝 他没和其他女人 有过太亲密的肢体接触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们之间的关系 有突破性的进展 是不是意味着 在王子晶心里对我有好感 秦泽胡思乱想着 而王子晶就没想这么多 他脸蛋贴着抱枕 舒服地眯起漂亮的毛子 这时门孔传来 拧钥匙的声音 秦宝宝开门回家 瞧见客厅这一幕 眉头狠狠跳了两下 秦泽几乎是下意识地 缩回了手 那姿态 好像偷香惬意的男人 被自家婆娘打了个正着 王子晶正舒坦着 后知后觉地昂起头 笑道 回来了 晚饭阿泽做好了 就等你 阿泽的称呼 让秦宝宝抿了鸣嘴唇 深深看他一眼 平淡道 哦 那就吃饭吧 饭桌上 秦宝宝反常地细脚慢咽 食不言请不语的作态 王子晶偶尔说些公司里的事 没得到闺蜜的回应 几次三番后 也就没了和他搭话的兴趣 秦泽察觉到 饭桌上诡异的气氛 想找点话题缓解一下 可惜起了反效果 正在他尴尬时 电话响了 掏出来一看 李东来打过来的 电话接通 李东来道 秦哥 晚上K哥去不去 秦泽想都没想 一口拒绝 没空 晚上有事 李东来就黑黑黑的笑 徒弟我懂的 不过师父啊 家花吃久了也腻 尝尝野花 就很不错 秦宝宝和王子晶 几乎同时看过来 竖起耳朵 姐姐冷笑 竟是些狐朋狗友 这么晚了 别出去了 熬夜对身子不好 王子晶用我都是为你好的 嫌弃两母姿态 替秦泽做决定 秦泽本来也不打算去 说道 挂了 李东来立马恳求道 别别别 秦哥 我都夸海口了 说一定把你喊去 你不来 我在朋友面前多没面子 以后都抬不起头做人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朋友 秦泽一愣 都是我圈子里的一些朋友呗 有男有女 男的不说 估计你也没兴趣 女的个个都是水灵白菜 你今晚 想怎么拱就怎么拱 想拱哪个就拱哪个 忽然秦泽感觉自己 被两股杀神领域笼罩 秦泽没好气道 鬼你蛋去 挂断电话 秦泽正跟姐姐们解释呢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他慌乱地扒着饭 装作没听见 姐姐直接拿起秦泽的电话 按了接听见 看看 这小子到底想干嘛 刚接通 李东来就到 秦哥 刚才就是开个玩笑 我妹也去 是我们那个圈子的朋友 家里多少有点背景 想趁这个机会 把你介绍给大家认识 我小姨也知道 她没反对 李东来一本正经地说 秦泽嗅到一丝 不同寻常的味道 李东来是想把自己 拉入他的朋友圈 而他们兄妹俩 共同的朋友圈 绝对拥有不平凡的家世背景 裴南曼没反对 是个好兆头 说明他默许自己 和他的侄子侄女 有更亲密的关系 秦泽沉音片刻 答应了 把地址给我 我打车过来 李东来见秦泽 答应去KTV 便与其兴奋道 奶奶让你打车呀 我在你小区门口 秦泽挂了电话 向两位姐姐解释 我家教的小孩 身后背景不简单 家里是混体质的 位置不低 好像姓李 紫禁姐 你有没有印象 王紫禁摇摇头 表示 我从来不关心这些 秦泽嗷了一声 捏了你姐姐的小蛮腰 秦宝宝瞪眼 干嘛 我出去一下 晚点回来 秦泽柔声道 多认识几个朋友 路子会宽 你混娱乐圈 没关系 真的很难 说不准 哪一天就用得上 秦宝宝目光闪动 脸去冷淡和恼怒 语气傲娇 你爱去就去 这么大的人了 我还能管你 秦泽起身道 我也不是要经你允许 就是给你提个醒 把碗洗了 说完一溜烟的品 秦宝宝愤怒起身 气得脸淡晕红 跺脚大叫道 秦泽 不许出去 小区门口停着一辆马沙拉蒂 裴南曼的坐驾 不过开车的不是他 是李东来 李东来降下车窗 使劲朝他招手 秦泽拉开车门 坐在后座 当秦泽看到后排的裴子骑后 总算知道他为什么能摸到自己家门口 裴南曼送秦泽回来那天 裴子骑也在车里 裴子骑穿着热裤T恤 翘着白嫩嫩的腿 抬头瞅了他一眼 抛来嫌弃的眼神 坐副驾驶去 别坐我边上 我是老师 应该坐后座 你是他妹 你坐副驾 秦泽关上车门 车内开着空调 凉爽得很 裴子骑不屑道 一个月四千块的老师 自从那天 秦泽一正言辞拒绝教他钢琴 并顺口嘲讽他之后 裴子骑就把秦泽恨上了 怎么 四千块不是钱啊 秦泽翻白眼 在他心口补了一刀 四十万都不教你弹钢琴 裴子骑小胸脯剧烈起伏 淡淡道 不跟你扯淡 你有淡 秦泽做出震惊之色 李东来扑斥一笑 裴子骑握了握小拳头 哼了一声 这嘴炮 秦宝宝总是和弟弟真人 PK 不是没道理的 KTV地址 在PT区 靠近西站 大门前的广场 停满各种各样的豪车 黑女王的马沙拉蒂 跑在街上可以耀武扬威 但在这里绝对不缺 旗鼓相当的对手 门口有短裙 恨不得短到腰胯 低胸恨不得低到胸以下的女孩 甜美地叫着欢迎光临 这就是你和我说的单纯唱唱歌 秦泽横了徒弟一眼 李东来诧意看了他一眼 解释道 没错呀 就是来唱歌的 这是一个朋友家开的高档会所 一般人还进不了呢 里面应有尽有 不过咱们就唱唱歌 犹豫了一下 李东来没忍住好奇心 语气怪异道 秦哥 你不会连夜总会 都没来过吧 秦泽感觉自己被鄙视了 冷哼一声 习武之人 讲究故本存经 方能气血旺盛 我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玩物丧志 你以后也少来 知道没 他心想 妈蛋 我是键盘侠 是理论宗师 行动菜鸟的过往 绝对不能暴露 李东来痴痴笑着 说是是是 以后再也不来了 这家夜店很高端 面向的消费群体 飞富极贵 外观已经很豪华 内在的装饰 更显抵运 大厅灯光亮堂 几个穿着制服的 工作人员站岗 将三人引到前台 包间在三楼的一间 VIP房 里面传来隐隐约约的歌声 推门进入包间 变换不定的灯光 有个家伙 握着话筒 扯嗓子高唱 唱功不敢恭位 属于毁三观的五音不全 偏偏本人 还满脸自我陶醉 瞧见李家兄妹进来 那个鬼酷狼嚎的家伙 热情地和李东来 一个熊抱 然后与裴子齐打招呼 这家伙看小美人的时候 目光格外赤裂 最后才是秦泽 笑道 哟 这就是你说的师傅啊 秦哥好 很自来熟的 与秦泽握手 包间里三女四男的组合 年纪大概都在 十七八岁左右 略显稚嫩 除了五音不全的家伙 有点小帅 其他两个少年属于中人之姿 三个女孩也各有特色 李东来大声介绍道 他是我师傅 你们叫秦哥就好 几个少年都挺客气 叫着秦哥好 没什么不可一世的气焰和跋扈 毕竟也快成年了 懂得做表面文章 倒是三个少女 兴许是皮相优秀 身材奇长的缘故 然后有兴趣打量着秦泽 某个相貌普通 身材粗壮的家伙囊囊道 秦哥 东来说 你身手了得 会棘手格斗术 我练过几年跆拳道 有空过几招 秦泽笑道 好 你只管约时间 裴子齐炒嗓音不全的家伙喊道 李宗卫 帮我点一首 《青花词》 秦宝宝的《青花词》 这间足以容纳 二十来号人的豪华包间 大家做的都比较分散 五音不全的家伙是个卖爸 和裴子齐一起唱着歌 三个男生在玩头子喝酒 几个女生则在一起聊天 秦泽和徒弟孤零零地在角落里 师傅被打入冷宫 做徒弟的也不好自己玩乐 李东来就陪在秦泽身边说话 秦哥 你别在意啊 这帮狗仔子就是德行 欠抽 毕竟第一次见面嘛 秦泽说道 李东来表示要给秦泽介绍一下这些人 秦哥 那个唱歌的家伙叫李宗卫 老子是SW里的 老子的老子来头更大 不过退下来很多年了 我们一群人里就属他最傲气 狗眼看人低 整天拽得跟258万似的 不过人挺仗义 要和你搭手的家伙 北方人也也是GA系统的大佬 做事没什么脑子 脾气桀 十五零人的是没少做 经常让家里给他擦屁股 是个舞痴 他名字叫毕国伟 还有那个小白脸 黄婷子 你注意一下 阴险小人 一肚子坏水 祸害人的主意 基本都是他出的 那个比较阴沉的家伙 叫张旺云 老子是个吃软饭的 老妈很牛逼 故事很有名的女企业家 身价数十亿 乱七八糟的家庭环境 把这孩子整得有点心理变态 你的朋友圈 怎么竟是些乌烟瘴气的人 秦泽心里吐槽 没来又想起裴南曼 说过兄妹俩的家事 得 这对兄妹家庭环境 估计也乱七八糟 果然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李东来娓娓道来 着重给秦泽讲 三个白菜的背景 波西米亚长群的妹子 叫葛庆 是官僚家庭 父亲和两个叔叔 都在体制里 混得不错 风尘气浓重的妹子 叫陈清源 家里属于半官半商 又有钱又有权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性格叛逆 故意把自己打扮成 占街女 而外表清秀 打扮最普通妹子 叫叶柔 其实最土豪 一句话解释 老子是护士 最大房地产商之一 秦泽心想 果然越有钱越低调 另一边 裴子齐唱着歌 几个姐妹 都在为她鼓掌叫好 陈清源夸道 姐妹唱得 堪比 原唱秦宝啊 赞 葛青问道 紫棋 你怎么喜欢秦宝宝 我喜欢威尔逊 怎么能这么帅 而且 唱歌还好听 裴子齐说道 其实唱歌吧 我是觉得秦宝宝的歌 最好听 陈清源撇撇嘴 我不喜欢她 前阵子 她不是闹绯闻了吗 又是个富二代的金丝雀 裴子齐愣了愣 问道 她不是呀 她的歌都是她弟弟写的 网上不是成亲了吗 三个女孩很猛逼的表情 是吗 你们没关注 裴子齐再次一愣 朝秦泽方向一指 你们不认识她 认识啊 你哥的家教吗 长得很帅 就是人没趣 裴子齐心说 好吧 你们不认识她就算了 想想也正常 秦泽毕竟不是明星 不可能带着几个人问 就认识她 五音不全的李宗卫囊囊道 子齐 我要唱首歌送给你 声音在麦克风的效果中 震耳欲聋 裴子齐骂道 滚 就你这破嗓音 李宗卫不管 自顾自的点了一首歌 居然是秦宝宝的 童话 一首童话 给这家伙唱成了民谣 走音走的外婆桥 简直不忍直视 偏偏唱歌的人 意识不到自己走音 几个妹子估计也已经习惯了 波西尼亚长群妹子 拿着手机 自顾自的在拍着照 而妖艳妹子 对着桌子的水果 发起进攻 她看桌上的水果 已经不多了 就打算起身 去自住餐厅颁小吃 临走 还不忘拉上李东来帮忙 这下子秦泽 彻底打入冷宫 觉得一个人待着也没什么意思 就打算出去抽根烟 打算等李东来回来 跟他说一声 先走人 不多时 包间门推开 搬食物的陈清元 两手空空回来 漂亮脸蛋 带着惊慌焦急之色 扯着嗓音大喊道 李东来被人打了 你们快去救他 什么 李东来被人打了 裴子齐一惊 吵闹得音乐声关掉 包间为之一镜 众人齐齐站起身 在哪里 裴子齐二话不说 操起桌上的啤酒瓶 就往外冲 嘴上还怒骂着 李东来这傻叉 净惹事 兄妹俩虽然八字不合 平时没少窝里斗 但不代表 裴子齐能容忍别人打他哥哥 子齐 等等 李宗卫紧随其后 陈青元带路 一伙人冲出包间 餐厅里 背盘狼藉 李东来抱着头 萌缩在地 三个汉子 围着他裙搭脚踢 其中一个穿休闲西装的中年男人 更是拽起餐盘猛杂 李东来身上还有各种油字 食物 他也是硬气 一声不吭 刘总 别打了 别打了 再打要出事了 一个穿制服的经理在旁边劝架 但没用 因为拉了几把中年人的衣服 被打了一巴掌 姓刘的中年人认识TTV老总 小经理也只能劝 甚至都不敢报警 裴子齐赶到现场 看见李东来凄惨模样 凄厉大叫一声 挥舞着啤酒瓶就往上冲 裴子一酒瓶砸在了 姓刘的中年男人脑袋上 旁边的打手健壮 转身一脚踹过去 正中裴子齐肚子 瞬间把16岁的小姑娘踹翻在地 捂着肚子满脸痛苦 身后赶来的几人 看见这一幕目自欲裂 李宗伟骂了一声 拽起一把椅子加入战团 随后 是五吃碧果尾 阴险小白脸黄婷子 局势瞬间乱成一锅粥 葛庆扶起裴子齐 担心地问着 性格阴沉的张旺云 过去扶起被打得惨兮兮的李东来 三个男人寡不敌众 且战且退 等他们逃向大厅时 每个人身上都挂踩 最惨的那个眼角都给打猎 看伤情 得去医院缝几针 黄婷子擦了擦嘴角的血沫子 骂骂咧咧道 一群狗日的 分分钟灭掉你们 趁人没走动用家里的关系 来一个痛打落水狗 秋后算账 裴子齐骂道 叫你麻痹呀 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李东来要死了 李东来呲牙咧嘴 看着惨淡倒是中气十足 这算什么 我师父说过 练家子遇事不能锁 要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胆破 才能在舞蹈上勇猛精进 对了 我师父呢 裴子齐环顾四周 忽然发现秦泽不见了 众人面面相觑 对啊 人呢 什么时候不见的 李宗卫左右看了看 刚才还在这儿的 一不注意 没人影了 性格阴险的黄婷子冷笑道 不会是听见出事 趁乱逃走了吧 话音放落 大厅里一伙人涌进来 大概七八个 领头的是那个中年人刘总 少年少女们脸色大变 如灵大敌 刘总神色猙獰 指着众人道 给我打 就在一众打手冲上去时 后面一个声音响起 喂 以多欺少 算什么本事 蹲个厕所而已 发生了这么多事 秦泽嘟囔 刘总神色不善 你是谁 秦泽指了指奏的他小姨 都快认不出的李东来道 这个人是我学生 刘总冷笑一声 原来还有一条漏网之鱼 你是想给他出头 刘总大手一挥 给我打 三个大汉扑向秦泽 秦泽面对扑来的三名汉子 每人手里都拽着空酒瓶 不闪不闭 一口吞在 手当其冲的汉子小腹 那家伙 只来得急闷哼一声 整个人朝后横飞 重重砸在大理石地面上 倒地不起 敌方有方都震惊了 最不计也有150的体重 一个成年汉子 加上奔跑的惯性 仍是被一脚登飞五六米 太他妈怪力了 还没等剩下两名汉子 反应过来时 秦泽率先朝左 跨出一步 一记最勾拳 正中一名汉子的面门 又快速转身一记上勾拳 命中另一名汉子的下额 当场把两名汉子打得 跪倒在地上 整个过程不超过三秒 秦泽脱下T恤 匀衬健美的身材 展露无遗 他叫道 还有谁 看这架势 分明是要单挑一群人 刘总脸庞爬上一抹猙獰 恶狠狠道 给我打 就不信他能打一圈 虽然着实给秦泽震慑了一下 但几方人多势众 汉子们仍不相信会输 顶多折损几个人 包括刘总在内的11号人 操起空皮酒瓶 气势汹汹杀过来 秦泽大叫一声 比他们更快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使出撩音 解决一个 拧腰百臂 再Kill一个 接下来 就是秦泽的个人秀时间 看着身陷重围 几近几出的猛人 一双铁拳挥舞的 虎虎生风 两三招之间 秒一个敌人 凡是被他击倒的 没一个能再爬起来 很快 一众汉子横七竖八的 躺了一地 虽然这中间 秦泽挨了不少梦棍 但好在 他身体素质 今非昔比 又兑换了高级格斗技巧 完全hold得住 秦泽咧嘴道 人多有个毛用 说吧 怎么回事 他对着躺在地上 装死的李东来问道 见半天没反应 又不耐烦道 没死的话就支一声 李东来弱弱道 支 李东来指着刘总 很声道 那煞比在餐厅调戏陈清源 被我揍了一顿 不甘心 带人过来砸场子 陈清源 那个穿得比较妖艳的女孩 秦泽看向被吓坏了的女孩 又是一起红颜祸水事件 所以说秦泽最讨厌夜店这种地方 他冷冷瞟了一眼 吐着酸水的刘总 中年人察觉到他的目光 怨毒阴狠 小杂种 你等着被砍死吧 今天谁都别想走 秦泽一句话不说 拎起酒瓶 就往中年人脑袋上砸 砸得他闷哼一声 昏厥过去 鲜血长流 凶狠的气焰 别说几个女孩 就算自诩桀骜不驯的毕国伟 也目瞪口呆 真不怕把人打死啊 随后秦泽拨通手机 彩铃刚响起 陪女王磁心悦耳的声音 通过扬声器 从几十公里外传来 秦泽 你择我徒弟被人打了 来不来 秦泽半开玩笑道 陪南曼沉默几秒 声音依旧淡定 你搞不定 人我给打趴下了 不过这里是人家的地盘 要陪姐来摆平 再就是李东来挺惨的 估计得住院 二世祖们 被送到附近一家三甲医院 每人一间独立病房 好生安置这群少爷们 除了李东来脑袋缝了三针 其他人并无大碍 陪南曼姗姗来迟 他赶到医院的时候 李东来正躺在病床上 哼哼唧唧 陪女王扫了一眼 纱布包裹脑袋的折儿 淡淡道 又打架了 兄妹俩静若寒蝉 一句话都不敢说 下意识地看向秦泽 好像他是自己的顶梁柱 陪姐 这是不怪东来 秦泽剔徒儿求情 陪南曼点点头 歉意道 你没受伤吧 秦泽摇摇头 李东来当即道 秦哥一个人挑翻十几人 他可厉害了 陪南曼横了一眼 轻轻道 多嘴 吓得李东来 立马缩进被子里 打算怎么处理 秦泽也多嘴 问了一句 陪南曼犹豫一下 依照我的脾气 得在老李敦几年 那家KTV自然也别想开了 在护士这点能耐陪姐 还是有的 换成那几个兔崽子家的长辈 会做得更狠更绝 陪南曼握了握秦泽的手 今天那是谢谢你了 陪姐欠你个人情 我送你回家吧 小姨带着秦泽离开后 李东来眉飞色舞 我师父厉害吧 都说了是武林高手 你还不信 瞧瞧 十来号人 砍瓜切菜一样 裴子齐出奇的没有反驳 扭头不搭理他 这时 病房的门推开了 陈清源探头探脑进来 见病房就裴子齐兄妹俩 似乎有些失望 你怎么来了 李东来一愣 陈清源白眼道 反正不是来看你 你师父呢 我小姨送他回去了 干嘛 想当面说声谢谢 陈清源小声道 不用谢 我情歌常说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李东来豪气的摆摆手 陈清源扭捏道 那 那你有他的手机号码吗 裴子齐一脸古怪神色 这妮子发情了吧 李东来眼色就差了 愣头轻一般道 都说了不用谢 陈清源急了 你压废话多 我谢他又不谢你 手机号码拿来 秦泽和裴南曼走出医院大楼 迎面就看见一个紧身黑T恤的金兽男子走来 身后跟俩喽啰 熟悉的打扮 熟悉的气质 裴姐 你手下 秦泽说 不是 裴南曼摇摇头 我前夫养了一条狗 前夫 秦泽被这两字震得不轻 果然还是有小姨夫这种生物存在 裴南曼宛如熟透了的蜜桃 和姐姐那种金玉其内败续其中的虫不一样 她有丈夫不奇怪 但出于男人都有的心态 秦泽感觉一阵酸溜溜的 金兽男人走近 一副卑躬屈膝做派 嫂子 曹哥让我来看看 有什么要帮忙 裴南曼摇摇头 冷冷道 不着急 我先送个朋友回家 金兽男子挺起腰杆 看了秦泽一眼 小兄弟住哪里 我代替嫂子送回去 曹哥还等嫂子回去吃饭呢 裴南曼置若罔闻 领着秦泽往停车处走 金兽男人上前一步 一手按住裴南曼的肩膀急到 嫂子 让曹哥等久了不太好 裴南曼眯眼 看着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说道 不好 我把你城黄浦江会不会好一点 金兽男子脸色一变 如必蛇蟹的退后 不敢再说话 裴南曼坐入驾驶位 亲自充当司机 秦泽打开车门钻进去 金兽男子望着车子十远 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 刚才和故人吃饭 接到你电话就过来了 霍天荒的 裴南曼解释一句 前夫 秦泽试探 裴南曼默然 点头 是的 真没想到裴姐也嫁人了 她是真心佩服 哪位大佬娶了这个女强人 裴南曼杀气肆意 瞥一眼副驾驶座的某人 浑然不觉 自己无意中说错话的秦泽 脸色如常 唏嘘不已 依然驾驭不住啊 秦泽嘀咕一声 裴南曼听懂了 咬牙 就该把你沉黄浦浆去 第二天早上 秦泽和王子精锻炼完身体 八点 王子精准时出门上班 秦宝宝穿睡衣 打着哈欠走出房间 秀发乱糟糟的 早饭都凉了 你帮我放微波炉转转 秦宝宝扭头 吩咐沙发上研究股票的弟弟 秦泽爽快地答应了一声 不一会儿 他端着热好的包子出来 看到秦宝宝一副无精打采的 瘫倒在沙发上 叫道 傻愣着做啥 快吃饭了 姐姐眼波一瞥 瞥嘴道 没胃口 不想吃 你闭鼓了 秦泽纳闷 还是大姨妈来了 要你管 秦宝宝瞪眼 秦泽摸不准姐姐 又发奶门子神经 自己默默吃起来 秦宝宝生气地撅起嘴 闹闹道 我腰酸 你给我揉揉 秦泽愕然 你腰酸什么呀 你最近又没练舞 秦宝宝鼓着腮 赌气道 就是腰酸 就是腰酸 凭什么能给你子晶姐揉 就不能给我揉 秦泽看着跟他无理取闹的姐姐 心里生起怪异的感觉 他是在吃醋吗 看着我和王子晶亲密 他心里不舒服 莫名的 心里涌起几分欢喜和激动 好好好 姐姐的要求我一概答应 秦泽又变回嘴甜的 会哄姐姐开心的好孩子 就你嘴皮子利索 秦宝宝就趴在沙发上 让弟弟隔着睡衣帮自己揉腰 惬意地眯起凤眼 舒不舒服 小姐姐 秦泽说 小姐姐 秦宝宝白皙的脖梗 凸起一层鸡皮疙瘩 你对子晶也是这样 秦宝宝终于把酝酿许久的话说出来 阿泽 你还年轻 找女朋友不急 子晶家在京城 似乎蛮有背景的 古人不常说门不当户不对 婚姻就悲剧嘛 秦泽真不知该如何吐槽 秦宝宝时儿热衷为她和王子金千桥搭线 时儿又说 你们不合适是没有好结果的 果然 女人心海底针 是啊是啊 有姐姐就好了呀 女朋友什么的 完全没必要 秦泽嘲讽道 知道就好 秦宝宝没想到 弟弟竟如此识相 又突然感觉肚子饿了 秦泽道 你就是做 叫你吃你不吃 还有剩的 姐姐皱了皱鼻子 哼一声表示抗议 我不要吃饭 我要吃东风路那家店的新人豆腐脑 他们家不配送外卖 你给我去买 我没空 忙着呢 秦泽老大不愿意 给我买 给我买 姐姐大长腿一阵乱踢 不断把秦泽往沙发外推 秦泽一把握住姐姐白嫩脚丫子 眼睛注视着她灵动毛子 姐弟俩视线交汇 秦泽无奈道 等着 到了晚上 秦泽才姗姗把外卖送来 一进门 他就看到秦宝宝对着手机 在沙发上哭得稀里哗啦 一问才知道 徐韵涵新专辑破了数字专辑的新记录 秦泽给他写的那首歌在网上爆红 热度不弱于长期霸占音乐风云榜的 我是歌星 节目的歌 短短几天就冲上了周榜第三 日榜第一 火遍大江南北 秦泽加起一块豆腐喂到姐姐嘴里 看姐姐既羡慕又极度的样 无奈道 看看 人家就用了我一首歌 差点从二线晋升音线 你呢 我费心费力的捧你 写歌又弹琴 你还在三线徘徊 哼 扶不起的秦宝宝 姐姐很注重自己在弟弟心目中的形象 文言不服地哼了一声 他粉丝 现在都跑我微博上来了 叫你再写一首歌给他 烦死了 才不给他写 心疼死宝宝了 要不怎么说他做 秦泽道 你傻呀 明星互动向来是粉丝最喜闻乐见的事 你要想办法去蹭热度 曝光率 才是明星赖以生存的手段 秦泽的话 就像一道闪电划过秦宝宝的脑海 给他推开了新世界大门 以至于几天之后 他为此深感后悔 注意看 这个身材一级棒的男人 刚洗完澡出来 就被自家鬼畜姐姐拿着手机 以单身25年的手速 咔咔 一顿狂拍 秦泽被姐姐的举动搞得一愣一愣 问道 你干嘛 秦宝宝目光闪躲 心虚道 没事没事 老弟你身材这么棒 姐姐心动不行啊 拍个照留念 以后你成大肚子叔叔了 也好缅怀昔日 拍照什么的 倒是无所谓 反而向来嘴匠的姐姐 居然承认自己身材好 秦泽高兴地摆出几个 健美先生的姿势 怎么样 八块腹肌的奇男子 心动了没 心动心动 再来几个 秦宝宝兴奋的 又是一顿连环拍 于是 秦泽又摆了几个 包括很骚包的 思想者 秦宝宝眸子亮晶晶 心满意足 如此过了数天 秦泽本以为 姐姐一时兴起 结果 每天她都早早守在客厅 就等秦泽光榜子出狱 她好拍照 秦泽忍无可忍 那么的 秦宝宝你有毛病吗 每天拍照拍照 当自己是摄影师 还是当我是模特 秦宝宝目光游离 左顾而言她 今天晚饭还不错 秦泽得意 那当然 每天都不重样 哎呀 别这么小气嘛 拍照又不花钱 秦宝宝趁机撩开 弟弟挡身体的短袖 你还耍上流氓了 秦泽叫道 不拍就不拍 秦宝宝想了想 眼睛一亮 要不我们拍段小视频吧 什么小视频 秦泽茫然道 姐姐却不回她 把手机交给王子金 自顾跑回房间 半晌 姐姐一手拿着扫帚 一手拿着被单跑出来道 阿泽 我要重新翻唱你写的那首歌 千年等一回 你是想让我扮许仙 你扮扮娘子 秦泽懂了 谁知姐姐摇头 把扫帚往弟弟手上一递 我扮扮娘子 你扮传夫 秦泽一脸射死老鼠的表情 当场拒绝 想都别想 秦宝宝抱着弟弟的胳膊 扭屁股撒娇 王子金在一旁憋着笑 这个可以有 激烈抗争无果后 秦泽勉强同意 姐姐的创意 她要闹就陪她闹吧 反正私底下玩耍 也不会传出去 于是姐弟俩 一个披床单 假装自己在乘船 一个拿扫帚 假装自己在划船 秦宝宝捏着兰花指 做跳望状 唱道 按照姐姐的要求 秦泽握着扫帚当船奖 做划船状 僵硬着脸 不情愿的接唱 好羞耻 我真傻 竟然陪着这疯娘们一起了 姐姐表情丰富 弟弟苦大愁深 对比鲜明 捧着手机的王子金 憋笑憋得很辛苦 镜头一个劲的抖 大概五分钟 视频录制完成 王子金抱着肚子 差点笑断气 肩膀速速颤抖 秦宝宝不理他 翻看视频 末了 露出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 秦泽把扫帚放回门后 折回来 去抢手机 扇了吧 其料 姐姐像知户宰子的小母鸡 闹闹道 留着吗 留着当纪念 纪念 秦泽给雷了一下 没好气道 纪念你个大头鬼 这东西有什么好纪念 秦宝宝你是不是有事 姐姐脸色一慌 很好地掩饰住 理直气壮倒 就当纪念不行啊 你有本事来抢啊 说着 把手机往胸勾勾里一塞 秦泽见状 就怕他来一句 你敢抢我就跟老爹说 你摸我胸 他是有前科的 姐姐的套路 于是忙摆手 随你随你 第二天早上 秦泽照常做好了一周饭 叫两个姐姐出来吃饭 这时 手机钉一声 张哑发了短信 短信内容是这样的 咦 你姐今天没发你的果照 快 快给姐来几张 不然姐姐吃早餐都没味道 秦泽看着这条短信 心里顿时一咯噔 压下泛起的不祥预感 他短信回复 什么意思 你的半裸照啊 宝宝给发到微博了 好多女孩看着你的照片 评头论足 兴奋喊着 要给你生猴子 宝宝微博 现在人气可火了 拍得真好 想不到你还会拍写真 末了 配上一个色迷迷的表情 我的半裸照 微博 人气火爆 生猴子 诸多敏感词汇在秦泽脑海中掠过 不行不行 我要理一理思路 下一刻 他向着姐姐的房间冲去 还他妈理个屁思路 秦泽大吼一声 秦宝宝 我要灭了你 想起这几天摆出的各种羞耻姿势 妈蛋 不想活了 秦宝宝刚好出门 见状 吓得立马 就想关门 谁知秦泽抢先一步 一把按住姐姐的房门 伸手就去抓他 姐姐怪叫一声 受惊小鹿似的 转身就跑 躲到王子精身后 怎么了怎么了 王子精装傻 秦泽你别闹 先出去 我要换衣服 秦泽冷笑一声 回头你再把门给锁了 要说王子精不知道 他是不信的 秦泽很生气 因为他的姐姐竟然把他的果罩 发到了网上公网友们欣赏 他此刻怒气之满满 去抓躲在龟女身后 当缩头乌龟的秦宝宝 有话好好说 王子精一叠声地劝 他快挡不住怒气之满槽的秦泽 说个屁 我今天非把他吊起来打 活活打死那种 秦泽气道 秦宝宝从龟女身后探出脑袋 给自己壮胆 我是你姐姐 你不能打我 秦泽怒道 有你这么坑弟弟的吗 我说你怎么老拍照片 居然给传网上去了 秦宝宝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 小气鬼 传一下又怎么了吗 你好歹是男人 有什么好害羞的 秦宝宝死鸭子嘴硬 我今天就男人一回 你等着 看我不揍死你 秦泽左顾右盼 弯腰捡起姐姐的白色小凉拖 啊 紫荆他要打我 他要打我 最怕挨揍的秦宝宝吓得尖叫 使劲把王紫荆推向秦泽 好像这样 他就有替死鬼了 王紫荆披手夺过梁托 瞪了眼秦泽 别没大没小 转而又扭头称道 都说了 让你先征询他的意见 你偏不听 秦宝宝一指秦泽 他自己说 让我蹭热度 蹭曝光绿的 男子汉大丈夫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可别的明星 我蹭不上 所以我就想 你不是挺有人气的吗 经常有网友 在我微博里 说你长得帅 要看你 秦宝宝 一脸着不能怪我的神色 我我不管 我今天就要打死你 秦泽气道 他特么静无言以对 秦宝宝吓了一跳 口不择言 你敢打我 我就把那天的事说出来 话一出口 他就后悔了 连忙捂自己的嘴 秦泽怒容一僵 场面瞬间静了下来 王紫荆瞅闺蜜 又瞅瞅秦泽 什么事 没事没事 秦泽连忙摆手 王紫荆深表怀疑 肯定有事 快说 说你妹 难道要我向你坦白 我和姐姐失吻 秦宝宝目光闪躲 微微低头 秦泽觉得不好 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去 一拍手道 对了 今天录的视频 话音方落 方才静若厨子的秦宝宝 此时动若脱兔 飞扑过来用脚一踹 把弟弟从门口踹了出去 啪一下 关上门 接着锁舌清脆一响 门锁了 这反应 气得秦泽狂敲门 开门啊 开门啊 你有本事发视频 你有本事开门啊 秦宝宝把自己的弟弟 踹出房间之后 立马尝出了一口气 死阿泽 真是吓死宝宝了 王紫荆还想上来问 刚才到底什么事 秦宝宝不等闺蜜话说完 一拍脑袋 哎呀 差点忘了 被他一闹 都耽搁我上传昨晚 千年等一回的视频了 说着他就把昨晚的视频 给传到了网上 真不愧是清姐 不吭死弟弟不算完 王紫荆一脸黑线 然而 此时秦宝宝和秦泽姐弟俩 还不知道 他俩最大的危机 马上就要来了 下午六点半 老爷子驱车回家 结束了今天的课程 回到家 恰好修宽带的工人在家里 秦妈站在一旁看着 老爷子拖了鞋子进来 问道 师父 我家这宽带本来好好的 莫名其妙 就没网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检修员扬了扬 手中半截网线 哭笑不得 当然没网了 网线都被剪了 老爷子和秦妈面面相去 秦妈说 家里没来小孩啊 奇了怪了 怎么会被剪 是不是老鼠啃的呀 老爷子翻白眼 你见过老鼠啃成这样的 网线很干脆的一剪两段 切口平滑 工作人员换上新的网线 拨号 试了一下 可以上网了 一连上网 老爷子立马就准备 把明天的课程 发到学生群里 一打开学生群 就看到一个女生 在群里发了份视频 老爷子笑了笑 这女生是个性格活泛的 成绩一般 尤其喜欢追星 本想告诫几句 好好学习 努力读演什么的 想想还是算了 又不是学校 平白惹人厌 秦泽是我的男神 好喜欢他 他的说法 立刻引来其他女孩赞同 又帅 身材又好 还会写歌 会弹钢琴 还能陪姐姐闹 既能当霸道总裁 又能当逗逼老公 秦泽 跟我儿子名字一样 老爷子和秦妈对视一眼 老爷子立马点击播放视频 画面一跳 自动转化全屏 视频里两个年轻男女并尖利 其中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 披着白色被单 捏着兰花纸 表情浮夸 眉眼妩媚 魔性的声音唱着歌 另一个年轻男子脸色僵硬 不情不愿地用扫帚当船桨滑着 视频里一个动作浮夸 一个面无表情 形成鲜明对比 配上魔性的歌声 让人情不自禁就想笑 但老爷子一点也笑不出来 因为这两个逗逼是他家的 老爷子很生气 因为他家的两个小崽子 居然瞒着他们去混娱乐圈 还当明星了 看完自己家两个小崽子的逗逼视频 老爷子嘴角直抽搐 怒道 浮夸 胡闹 关闭视频 顾不得愤怒 老爷子直接一个电话 打给了班长 问班长群里 视频哪里找来的 班长虽然奇怪一向严肃的 秦教授 居然也会对娱乐圈感兴趣 但还是实话实说 是秦宝宝发微博上的 老爷子心里一沉 涌起不祥预感 你们怎么知道秦宝宝的微博 难道你们认识他 还是因为知道秦宝宝是我女儿 所以才关注 可我没说我有个女儿叫秦宝宝 秦教授真坏 人家是大明星 谁不认识啊 您平时挺严肃的 也喜欢开玩笑 班长说道 大 大明星 或许我看错了 他们不是我儿子和闺女 嗯 那小子看着就不太像 我的儿子哪有这么帅 完全不是我家的基因 老爷子心情忐忑地重新观看视频 我儿子固然没这么帅 但我女儿有这么漂亮 错不了 这对逗逼就是我家的 秦妈在旁边不停劝老爷子冷静 秦宝宝 怎么就是明星了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老爷子内心的小灵魂不断地在咆哮 秦老师不太关注娱乐圈吧 理解理解 秦宝宝因为上了一档叫 我是歌星的综艺节目 大红大紫 一举成名 班长如实回道 啪 老爷子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焚击煞气 把手机往地上一砸 秦妈在旁边赶忙劝老爷子冷静 再生气也不能砸手机啊 现在手机多贵啊 贵什么贵 老爷子怒道 在抖音商城超值购 最火的一款EX-6X补贴价 只要1199 抖音商城超值购 精选兼货 全抖音低价 官方补贴 假意乏食 你现在就给我再去买一部 这是老爷子最崩溃的一天 他百般告诫 结果女儿还是去了娱乐圈 海尼玛混的风声谁起 老爷子半点都不欣慰 他坚信娱乐圈是大染钢 会把自己家的小仙女 污染成没人要的狗蚝草 而此时还不知道已经东窗市发了的俩人 刚吃完晚饭 晚饭后 秦泽和王子晶坐在沙发上看电影 而秦宝宝因为对自己弟弟做了亏心事 所以被罚做家务 一个星期后行满解放 秦泽悠哉的来到厨房 看着姐姐正闷不吭声的刷碗 假装疼惜道 哟 洗着呢 累不累啊 秦宝宝立刻小鸡啄米时的点头 星星眼里藏着柔弱与撒娇 想勾搭弟弟 好让他帮自己洗碗 累就洗快点 不就完事了 秦泽得意 对自家姐姐的眼神完全无动于衷 这时 秦宝宝手机铃声响了 他定睛一看 是妈打来的 接通电话 妈 什么事 老妈的声音里透着严肃和怒气 你回来一趟 秦宝宝扭头看了看弟弟 现在 这都几点了 有事吗 秦宝大声说 你爸知道 你跑去当明星了 让你现在就回来 马上 当秦宝宝打电话过来 告诉秦宝宝说 你爸知道 你跑去当明星 让你立刻回来时 秦宝宝感觉脑门被扔一连串霹雳 手机都差点拿不稳 他拽着弟弟的手 楚楚可怜 怎么办 怎么办 爸会打死我的吧 阿泽 你可一定要救姐姐啊 你跟我一起回去 姐姐带你不薄 秦泽直接拒绝 我猜不去嘞 你自己回家 挨揍就行了 何必连累我呢 死一个总比死一双强 他换上谗媚笑脸 爸 您等着呀 姐现在出门了 我亲自把他送上车 老爷子冷哼一声 你也一起回来 秦泽如遭雷击 正想说点什么 老爷子断然挂电话 姐弟俩默然对视 都感觉人生将走到尽头 王子晶看他们神色有意 站起身 茫然道 怎么了 秦宝宝张了张嘴 愁眉苦脸 秦泽沮丧道 秦宝宝当明星的事 被我爸知道了 王子晶歪着脑袋 大家好好沟通吗 瞧你们怕的 秦泽被伤道 你是没见过 爸妈当初怎么混合双打 揍秦宝宝的 所以你也得回去 到时候帮宝宝说情 秦泽更悲伤了 你是没见过当年 他们怎么把我吊起来打的 王子晶犹豫一番 不知是心疼秦泽会被打 还是心疼闺蜜被打 要不我陪你们去 秦宝宝眼睛一亮 对对对 紫禁一起去 有外人在 老爸就不会打我了 二十分钟后 小红马驶入某小区地下停车库 从停车库搭乘电梯 姐弟俩站在家门口 好一番纠结 最后 秦泽掏出钥匙开门 大厅里 水晶吊灯散发明亮光芒 夜经电视开着 好死不死 正播放着 我是歌星的节目 秦宝宝高挑艳丽的身影 出现在屏幕中 果然是念萝卜辣仙 老爷子明显故意的 秦宝宝一步三停顿地走进来 见到大马惊刀端坐沙发的老爷子 先虚三分 再一看网络电视里播放的节目 再虚三分 七七爱爱道 爸 老爷子一拍茶几 你还当我是你爸 姐弟俩都怕老爷子 老爷子一声吼 他就耸半边 吓得脸色一白 带哭腔道 我 我 老爷子冷笑道 真是翅膀长硬了呀 是不是忘记自己姓什么了 秦宝宝慌道 我 我没有 姐姐如此不济 秦泽按捏一把冷汗 把王子晶推出来 爸 妈 这是姐的同学 王子晶领会到秦泽的眼神 也向他投去一个 交给我的宽慰眼神 笑容闲尽 落落大方道 叔叔阿姨 我叫王子晶 没跟你俩说一声 就来家里做客了 老爷子挤出笑容 子晶 我听宝宝说过你 欢迎欢迎 文化人果然都是爱面子的 王子晶有信心了 这时 只听秦妈笑道 子晶 喝茶吗 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 秦妈自顾自的 给他泡一杯淡茶 笑音音道 模样长得真俊 宝宝要是有你这么乖巧 我们就亲上了 秦宝宝以为闺蜜来了 果然管用 正按字 松一口气时 只听秦妈又接着道 子晶 你先坐一会儿 我和他爸 有事处理 秦妈招呼完王子晶后 就把他晾在一边 秦宝宝眨眨眼 朝秦泽投去一个眼神 这剧本不对啊 秦泽以眼神回复 知道什么叫姜 还是老得辣了 招待客人和教训孩子 两不误吗 我怎么告诫你的 你有听进去吗 这才毕业多久啊 你就敢阳奉英伟 杯主和你妈辞职 现在好工作 多难找你不知道 姓秦 我看你是姓王 老爷子骂得唾沫横飞 秦宝宝低着头 不敢顶嘴 王子晶嘴角一抽 心说 您骂女儿就骂女儿 我姓王的招令惹您了 真是躺着也中枪 秦泽苗懂了老爷子 阴粉的骂枪 不动声色 摸到他身边 压低声音道 王八坐月子 完蛋 老爷子足足骂了十来分钟 秦妈适时地 递上一杯茶辅助 然后老爷子从靠枕后 抽出年纪不比秦泽小 多少的鸡毛胆子 秦宝宝脸色一白 吓得转身就跑 躲到秦妈身后求救 秦妈好似老僧入定 眼观鼻 鼻观心 老爷子喝道 站过来 挨打药力证 我没教过你吗 手伸出来 老爷子又一喝 秦宝宝不情不愿地 伸出白嫩右手 我让你劫往线 老爷子挥起 鸡毛胆子就打 鸡毛胆子抽在了秦泽手上 老爷子疑惑地看着 发神惊哭来的儿子 王子金和秦妈也是一愣 姐姐吃惊地望着弟弟 那眼神 就像看到被自己撑腰做主的男人 秦泽自己也猛逼了 他见姐姐挨打 不受控制地出手阻拦 几乎是本能的 下意识的 老爷子盯着他 眼中似有暴风雨凝聚 越来越烈 现在后悔也迟了 秦泽耿着脖子说 爸 你别打他 是我没监多好 笑一声 你监多了吗 秦泽心虚道 监多了 老爷子再一冷笑 你也是我的好儿子 我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有才呢 又写歌又弹钢琴 我教你的时候 你跟快朽木似的不堪雕琢 有朝一日自由了 咸鱼翻身称大才 是我这个做爹的 没能力教儿子 是我无人子弟 是这个意思吧 可真是我的好儿子 秦泽下意识到 爸说的都对 后半句我错了 三个字卡在喉咙里 爸说的都对 我错了 是父子奏对的官方标准语 每逢老爷子 奏完秦泽 或者秦泽要挨奏时 少不得要说一句 秦泽都养成条件反射了 但话说一半 才发现 语法是对了 但用的不是时候 眼见老爷子额角 清惊怒跳 雷霆怒火正在酝酿 预计几秒后就炸了 这时 他收到系统的一条任务提示 趁着老爷子 酝酿洪荒之力的空隙 秦泽顺手点开任务看了看 帮秦宝渡过难关 成功奖励160点积分 失败扣除相应积分 意思是说 要替秦宝宝背锅吧 要替他挨揍吧 我竟然有这么变态的心理欲求 不管了 秦泽看着老爷子步步逼近 扯着脖子道 爸 其实是我怂恿他去当明星的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要打打我吧 秦宝宝被弟弟的英勇感动了 开心地后退一步 秦泽乖乖伸出手 老爷子冷笑两声 哪个说 要打你手了 秦泽心里涌起 不想预感 耳边响起老爷子的怒吼声 归一下 这一刻 秦泽终于回想起 曾一度被老爷子支配的恐惧 爸 我错了 我刚才说的都是假的 你还是继续揍秦宝宝吧 秦泽弱弱地说 老爷子教育儿子的方式 能动手就绝不避避 绕到秦泽身后 扬起鸡毛胆子 就是狠狠一声 我让你揍咬他 我让你给他写歌 我让你替他隐瞒 胆子肥了 老爷子抽得正欢快 忽然咔嚓一声 这根年岁不短的鸡毛胆子 终于不堪重负 断了 秦泽松了口气 果然坚持就是胜利 终于熬死这根万恶的鸡毛胆子了 秦宝宝也松了口气 鸡毛胆子坏了 待会老爹打完弟弟不解气 也没东西 可以再揍他了 老爷子冷笑一声 你以为 这就结束了吗 说着 老爷子从腰间缓缓地抽出 自己那根用了十几年 质量还是港港的皮带 我这根皮带 可是在抖音商城超值购买的 抖音商城超值购 精选兼货 全抖音低价 官方补贴 假意赔十 点击评论区 置顶的链接 来看老爷子 我的皮带吧 这辣心的老萝卜 秦泽吓得冷汗直冒 瑟瑟发抖 秦宝宝脸色大变 秦妈无语 老爷子抽出腰间皮带 还想继续抽打儿子时 秦妈适时出面 作何事老 好了好了 气也消了吧 他惯常扮演这个角色 老爷子给完大棒 秦妈再给甜枣 抱着小秦泽 宝贝儿子不哭 妈妈亲亲 秦宝宝的香文奖励 多半从老妈这里 一脉相承的 这都十点多了 先休息 改天再一 秦妈轻飘飘的一句话 姐弟俩神色大变 哎呦我去 妈 原来您不是要护犊子啊 老爷子指着秦泽骂道 明天再教训你 骂完 气匆匆地转身王主握走 路过秦宝宝时 又瞪眼 还有你 老爷子摔门 秦妈留下来收场 对着女儿教训道 让你做死 连累弟弟挨揍 秦宝宝撅着嘴 瘦气包的小模样 他不能如往常班 朝母亲撒娇 因为这件事上 老妈和老爸 是同一阵营 教训完女儿 秦妈又转头 和颜悦色地 对王子晶说道 子晶 你跟宝宝一起睡 明天阿姨 给你烧菜吃 妈 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睡一晚就走 秦宝宝立刻说 走 秦妈呵呵一笑 这件事不解决 走不了 秦泽房间 紧邻着姐姐的房间 秦宝宝跟了进来 回自己房去 不乐意看见你 秦泽骂道 我就说 迟早要替你背锅 真谈娘的神域判 秦宝宝在老爹面前 耸得像只小白兔 在弟弟面前 就是张牙舞爪的大老虎 理直气壮道 你是弟弟 可不就是要给姐背锅吗 懒得和女人讲理 秦泽觉得后背火辣辣的疼 就脱了外衣 秦宝宝破天荒的脸单一红 脆一口 骂道 知道你身材好 天天秀 神经病啊 秦泽翻白眼 转身 我后背好痛 你帮我看看 秦宝宝呆住了 弟弟背上有十几道 深浅不一的瘀痕 最严重的都发紫了 瞧着触目惊心 呆愣了几秒 姐姐挖的一声哭出来 在房间里大叫 妈 妈 爸爸阿泽打坏了 秦妈吓了一跳 真以为儿子有个什么好歹 立马跑进了秦泽房间 王子精也跟了进来 看了看儿子背上的伤 秦妈松了口气 没事没事 瘀青而已 小时候秦泽经常被揍得一屁股瘀青 秦妈早已是见惯了 别傻愣着呀 给你弟弟买瓶消炎药去 秦妈指挥女儿 秦宝宝抹了一把泪 跑出门去 秦宝宝出门给弟弟买药 秦妈埋怨了秦泽几句 随后也走了 房间里就剩王子精和秦泽两人 王子精小心翼翼的 把秦泽扶到床上趴着 秦泽拍马屁道 子精姐真漂亮 人美心也善 我和你姐谁漂亮 王子精眨眨眼 有几分促瞎 秦泽作为网络老司机 阅历丰厚 应付类似刁难问题的方法 了然于胸 就说 当然子精姐漂亮 秦宝宝是丫鬟 王子精呵呵笑道 宝宝回来 我就跟他说 秦泽唯有甘笑 这人生到处是套路 不是你套我就是我套你 王子精走近 细看秦泽的背部瘀痕 莫名的有点心疼 伸手触摸他的伤痕 又在半空中缩回来 秦泽道 还有这么大儿子的 秦叔叔太迂腐 何必呢 秦泽虽然挨了顿打 但很维护自己老子 反驳道 我爸他可不迂腐 前两月还跟我说 男人三十而立 着急找媳妇做傻子 等三十了 找个十八的 瞧瞧 多开明 只是娱乐圈这地方水太深 进出些乌七八糟的事 我们家呢 小富吉安 庇护不了他的 王子精安慰 你要相信自己的姐姐 宝宝没准出淤泥而不染呢 他说 自己会守住底线的 秦泽翻白眼 他还觉得自己是小仙女呢 王子精一击入魂 那你还支持他 秦泽无言以对 推姐姐入娱乐圈 一半是系统任务迫不得已 一半是耳根子软 经不起秦宝宝撒娇 而且他也在为姐姐铺路 扩展自己人脉 要不然为何掏心掏肺地 教导李东来 为何李东来邀请 即便他不爱K哥 依然去了 不多时 秦宝宝买了要回来 小区旁就有一家24小时要店 姐姐一进门 就脱掉棉托 大骂惊刀地 登上秦泽的床 跨坐在弟弟腰上 方便给他上药 转头让王子精先回房休息 见弟弟背上触目惊心的伤痕 秦宝宝眼泪就啪哒啪哒流下来 骂道 死老头子 没情没重 他可救你一个儿子 打出毛病来 看不后悔死他 姐姐往他背上喷药剂 秦泽只觉一阵清凉 随后火辣辣的疼 秦宝宝指尖冰凉 轻轻拂过弟弟健壮的背脊 你把年纪了 还这般暴脾气 妈真不会挑男人 秦泽无奈道 你也就事后逞一逞口舌之力 刚才吓猛的是谁 秦宝宝不服气道 他打我就打我 但打阿泽就不行 秦泽翻白眼 刚才退避三射的是谁来着 秦宝宝哭道 你是男子汉吗 你不保护姐姐 谁保护 姐姐就只有阿泽可以依赖了 毕竟姐姐 这时 秦泽感觉背上啪哒一下 有什么东西滴下来 什么东西 秦宝宝你鼻涕 掉我身上了 秦泽脸色大变 哪有 是眼泪 姐姐狡辩 并迅速抓起秦泽的短袖 擦去 赶紧毁尸灭迹 秦泽一屁股拱翻姐姐 金鹿做起 你家眼泪是一坨坨的 还有我去 你还拿我衣服擦鼻涕 秦泽一脸吃了死老鼠的嫌弃 秦宝宝瞪眼 就说是眼泪 姐姐 才不会流鼻涕 你是小仙女吗 秦泽嘲讽 故意把短袖凑到秦宝宝脑袋上 姐姐吓得花容失色 摆出上山打虎 下海抓鳖的姿态 秦泽 你做死 一个恶虎扑羊 就朝弟弟扑来 秦泽闪身 轻松躲过 把姐姐按倒在了床上 反扭双手 秦宝宝气呼呼地瞪着弟弟 就是不服软 姐姐难得硬气一回 不求饶不撒娇 忽然悠悠道 姐姐相闻奖励 都报答不了你 秦泽想都没想 脱口出 那就事情吧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没法撤回 这就尴尬了 谁知 秦宝宝轻轻嗡了一声 秦泽震惊了 就知道你贼心不死 姐姐趁机挥手 狠狠地给了弟弟一拳 臭不要脸 两人又折腾到十一点 秦宝宝回房间睡觉 秦泽冲了得早 正准备睡觉之际 就听见门把手咔嚓一声 然后秦宝宝鬼鬼祟祟地钻进来 偷偷摸摸 像是在搞地下工作 你怎么又回来了 秦泽一愣 嘘了一声 爸妈还没睡 弟弟咕咕在房间里说着什么 别让他们发现了 姐姐掀开被子就往里钻 我就随便说说 你还真过来啊 秦泽有些不知所措 想什么呢 好久没聊天了 姐就是想和你 促膝长谈 嗯 促膝长谈 秦宝宝把脸藏进被褥里 不让弟弟看见自己脸上的红郁 秦泽很矫情 七岁不同席 你都多大了 秦宝宝也很做 都怪你心心念念 想占我的便宜 姐是逼不得已 姐弟俩睡在同一张床上 一时有些尴尬 秦泽故意找话道 我说 你最近练歌懈怠了呀 都练半个多月了 以你的声线 绝对能飙上去 我看你就是偷懒 飙不上去 飙不上去 秦宝宝在被窝里 使劲扭身体 你别乱扭 秦泽脸色一变 怎么了 姐姐从被窝里探出脑袋 秦泽不答 缩了缩小腹 秦宝宝明白了 羞怒道 就该让爸打死你 说完一个转身 从秦泽身上下来 睡觉 晚安 一时 俩人都有些尴尬无言 第二天早上 秦泽七点醒来 这时 门开了 传来老妈的声音 阿泽 一大早没看见宝宝 她也不在房里 是不是上班去了 你也好起床了 推门入的秦妈 眼见房间里的一幕 愣住了 床上躺着她的一双儿女 彼此依偎 睡得正香 饶视秦妈性子温和 眉头仍是狠狠跳了跳 秦宝宝眉心眉肺地呼呼大睡 醒着的秦泽下的肝一颤 莫名的心虚 哎哟 原来她在我这里 妈 秦宝宝真烦人 昨天赖着不走 机智的秦泽 把锅甩给姐姐 秦宝宝被弟弟推了几下 醒过来 逆着眼座起身 一脸迷糊的娇憨模样 待看见 站在床边的母亲后 娇去一个机灵 困意顿消 囊囊道 哎呀 妈 都怪秦泽 昨晚非拉着我聊天 机智的秦宝宝 把锅甩给弟弟 秦妈嘴角一抽 似有所指 真是亲姐弟 你们能不能正经点 多大的人了 还睡一起 胡闹 快点起床洗漱 就等你俩吃早饭 秦妈训斥几声 皱着眉头离开 秦宝宝伸手去拎弟弟的耳朵 气道 你怎么不锁门 怎么不锁门 秦泽吓尿 你嘛 小声点啊 被老爹听见 我们还想不想活了 秦妈和王子晶聊得很开心 主要是王子晶很会聊天 总能顺着秦妈的思路走 把他哄得眉开眼笑 聊不到半小时 秦妈都想认干女儿了 秦妈把王子晶带到主卧室 翻出女儿和儿子小时候的相册 给他看 早晨的阳光中 王子晶大腿放着相册 低头翻看 第一页 是婴儿时期的秦宝宝和秦泽 秦泽安静在睡觉 秦宝宝捧着一碗三花淡奶 吃的小脸都是 第二页 秦泽依然是摇篮里的小婴儿 婴儿床边 两三岁大的秦宝宝 扶着小身板 低头亲吻弟弟的小脸蛋 第三页 刚断奶不久的秦泽 被姐姐骗得脱去裤子 而秦宝宝蹲在一旁 用狗椅巴草调戏弟弟的小弟弟 秦泽哇哇大哭 第四页 上幼稚园的秦泽 和上小学的秦宝宝并肩合照 小时候的秦宝宝 有一张粉嘟嘟的大圆脸 而秦泽偏瘦小 第五页 第六页 王子晶安静地翻看 仿佛看到了秦宝宝和秦泽的童年 嘻嘻闹闹 争斗不断 大多是姐姐在欺负弟弟 当然 偶尔也有弟弟反败为胜的画面 直到秦泽上高中 他俩很少再有单独的合照 要么是全家福 要么是规规矩矩的战好 时光催人成长 同时也制造看不见的隔膜 王子晶看着照片 忽然升起淡淡的怅然 每一对姐弟 兄妹都会随着成长 渐渐疏远 不再如而时亲密 转念一想 不对 普通兄妹姐弟或许这样 但根据自己 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感受 好像时光并没有在他们之间 造成隔阂 照片里的距离 应该是做给父母看的 秦泽过来一屁股坐下道 哟 妈 你把家底都给外人看啊 还给不给你儿子留点面子啊 呸 子晶是外人吗 我恨不得他是我的 秦妈一时口快 差点把心里话给说出来 赶忙插开话题道 对了 你姐呢 在房间里和他经纪人打电话呢 秦泽说 随后秦泽对王子晶提议去看电影 还没等王子晶说话 秦妈就立马撮合道 我看行 你们年轻人就应该逛逛街 看看电影 快去吧 秦泽和王子晶刚出门 与经纪人联络结束的秦宝宝走出房间 转头四顾 没看见自己老弟和闺蜜 于是问道 妈 我弟和紫金呢 出门看电影去了 秦妈正在拖地 转头随口 回了一句 秦宝宝切了一声 秦妈又想起了一世道 宝宝 我又帮你看了几个小伙子 人挺俊的 秦宝宝心情莫名的糟糕 不耐烦道 相亲相亲 您除了让我相亲 还能不能做点别的事 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摔上门 秦妈茫然 这孩子 秦宝宝的房间在南边 他抱着玩偶 坐在窗边心情有点失落 转头向窗外看去 恰好见着王子晶和秦泽 并肩走向小区大门 两人似乎有说有笑 秦宝宝望着这一幕 愣愣出神 他有点后悔 后悔撮合秦泽和王子晶 没理由的 就是后悔 当天下午 秦泽几人告别父母就回去了 周五 秦泽和两位姐姐坐在沙发看电视 节目是 我是歌星 黄宇腾有点后继无力啊 秦泽点评 当红歌手黄宇腾 发挥一般 但在秦宝宝和威尔斯两位后起之秀衬托下 就显得后继无力 李学刚也是 翻来覆去就唱摇滚 偶尔幻小清新的歌 但又不是特别在行 王子晶也跟着点评 那是 路遥之玛丽 姐可是千里马 秦宝宝得意说 秦泽扭头 千里马 给我骑一下 秦宝宝啪一声拍在弟弟脑门 树梅 你居然想骑姐姐 秦泽一愣 他只是随口吐槽 绝对没有第二种意思 秦宝宝最近越来越污了 谁给你的勇气啊 秦泽捏着拳头 骨头咔咔作响 我错了啦 秦宝宝缩到闺蜜身旁 很不仗义地想把王子晶推出来挡枪 这时 王子晶指着电视上说 看 居然还有帮畅嘉宾 就是节目组为了噱头 吸引人气的 秦宝宝早就收到节目组的消息了 画面一闪 黄宇腾坐在椅子上 镜头对准他 这个人是我多年的至交好友 也是乐坛大咖 他的名字大家不会陌生 但现在还不能透露 然后是李学刚 我的帮畅嘉宾 当年也是乐坛的人气天王 不过他现在 一直在影视圈发展 本来是不愿意来的 害怕帮到忙了 我求了他很久 他才答应 你的帮畅嘉宾是谁 秦泽表示好奇 王子晶也竖起耳朵 姐姐又开始浪了 你猜 你猜我猜不猜 秦泽忍 你猜我猜你猜不猜 秦宝宝继续浪 秦泽气得一巴掌摔在他屁股上 秦宝宝痛呼一声 捂着屁股张牙舞爪 就要和秦泽拼命 王子晶连忙搂住他的腰 子晶你放手 我今天要清理门户 小吃老眼里 是完全没有我这个姐姐呢 秦宝宝故意激烈挣扎 好了好了 别跟他一般见识 王子晶劝 秦宝宝瞪眼 不行 不能就这么放过他 你松手 松手 王子晶无奈 何必呢 我是不忍心看你自取其辱 秦宝宝气道 哎呀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会怕他 王子晶默默收回手 秦宝宝立马怂了 话锋一转 我就是懒得和他计较 秦泽默默看着姐姐唱单黄 自己掏出手机刷论坛 这时他看见一个帖子说道 张静云和楚悠悠主演的电视剧 大名良将九月初上映 等了小半年了 原本是挺期待的 可看到预告片出来 尼玛 片头曲是什么鬼 歌词不古典 唱的也和现代情歌一样 一秒出戏 王子晶也在关注这部剧 说道 我也看了 预告片看着是不错 歌就太差了 不符合主题 大名良将剧组会议室 导演 网上骂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导演 差不多了吧 热度炒得足够了 再这样下去 会不会失控 已经失控了好吗 好多人说 要弃句 哪会为了一首歌弃句 也就瞎喊喊而已 但负面评论太多的话 会影响收视率的 马上让公关部发声明 有人骂 说明咱们炒作很成功 赶紧把真正的主题曲放上去 重新做一份宣传片 导演说 这时 一个秘书闯进会议室道 导演 投资方打电话来了 说让咱们赶紧解决问题 秘书刚说完 又有一个冲进来道 导演 我这边也接到电话了 资金方说 是咱们炒作过头了 舆论风向必须拉回来 最可恨的 就是喷子无脑袋节奏 导演跳脚大骂 剧组迅速展开应对策略 要不 去买新闻洗白 让张静云 和楚悠悠在微博上 也说一声 导演 要标换歌 导演眉头一紧 沉音不语 最后点头 先找着 能不换就不换 导演 导演 秦宝宝在微博评论里 公开怼咱们 什么烂歌 听一遍我耳朵 听两遍怀疑人生 和我弟弟的歌比起来 简直辣机 秦宝宝瞎揍什么热闹 乱带节奏 导演跳脚大骂 这是强行蹭热度 工作人员也怒了 他一个新人 太不懂事了 导演 我们怼回去 呃 刚才发现秦宝宝评论的人 脸色尴尬 那个导演 这不是秦宝宝的微博账号 是高访 导演凑到手机前一看 差点吐血 你怎么搞的 做事走点心 骂得正欢的众人齐齐牙火 会意识一下安静了下来 导演点了一根烟 抽了一口 忽然道 有秦宝宝经纪人的电话吗 新一娱乐办公室 秦宝宝和经纪人李彦宏吃着外卖 是一家口碑不错的本帮菜 两个人五盘菜 只要两百多大洋 弟弟的第一波歌曲版权费 被他败了个金光后 秦宝宝目前的装备 百打匪立玫瑰金女士万表 LV包包 托李彦宏亲戚 从意大利带回来的 Manoblonic纯手工高跟鞋 饭吃到一半 李彦宏手机响了 你好 哪位 请问是李彦宏理解吗 我们是大名良将剧组的 李彦宏愣了几秒 终于想起 大名良将 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事吗 李彦宏问 我们剧组想找秦老师约首歌 想必你也知道了 网上对我们的主题曲不太满意 您这边如果有歌的话 先录个小样传过来 确定要了 咱们再谈别的 李彦宏挂了电话 撇嘴到 大名良将 剧组的 说找你约歌 但又没说 一定要 说让咱们录小样给他们 那就别理他们了 秦宝宝埋头吃饭 不可能谁阙歌 他就去找弟弟要 不过这个话题挺热的 你要能蹭一蹭热度 也是极好的 李彦宏说 明星的热度 除了作品 再就是一些娱乐八卦 所以很多明星都会让公司 工作室买新闻 秦宝宝问道 大名良将 讲什么的 明末清初 讲一个抗清名将的 李彦宏说 那我倒是有一首 秦宝宝打开手机 你有什么歌 李彦宏就问 他记得秦宝宝的歌 都是他弟弟写的 这都没跟他弟弟说呢 秦宝宝没回答 而是灵机一动 发了一条微博 大名良将 剧组约歌 你怎么看 艾特站在远处看童年 他觉得自己现在深谙炒作手法 同时也终于明白那些明星 为什么有事没事 喜欢发微博 哪怕是自拍照 然而 秦泽的微博风平浪静 丝毫没有回应姐姐的要求 立刻就有秦宝宝的粉丝回复 大名的剧组 找秦宝宝约歌了 你弟弟不理你 这就尴尬了 扎心了老弟 秦泽此时正呼呼大睡 系统抽取了一次能量 瞬间把他抽成一夜录七次的状态 他醒来 立刻就看到通过手机资讯提醒 看到了秦宝宝的微博 为了防止写真集事件再次发生 他开了信息提示 滚犊子 他在微博里回复 约哥你妹啊 我都感觉身体被掏空了 哪有功夫陪你瞎闹 手机一丢 继续睡觉 办公室 秦宝宝看到弟弟的回复 瞬间被网友顶上第一位 粉丝各种取笑 他撇撇嘴 秦泽不跟他互动 也没关系 反正歌曲有现成的 他没想秦泽再写一首歌的意思 秦宝宝从办公桌的抽屉里 翻出一张曲谱 秦泽很早以前写给他的 他用不上 一直留着 李姐 联系一下录音师 我录个小样 大名良将 剧组 李彦宏带着秦宝宝 直接来到剧组录小样 秦宝宝在录音室戴着耳机 调整好气息 唱了起来 他唱了两句 音乐总监眼睛就亮起来了 好哥 气势很雄浑 曲调激昂 如果换成浑厚的男生来唱 效果会更好 录音室里 秦宝宝继续声嘶力竭地唱着 他声音柔媚雌性 唱不出歌曲中的激昂豪迈 但用男人听了微微一印的娇媚嗓音 唱这种慷慨豪迈的歌 也别有一番风味 听到这里 音乐总监已经非常打十分了 这首歌在他眼里无可挑剔 是首难得的好歌 而导演犹豫不决 有些异动 又抱着观望的心态 很快 秦宝宝一曲唱完 导演猛地一拍桌子 脸色激动 大叫道 好哥 好哥 这首歌简直是为我们电视剧量身定制 好 太好了 尤其这一句 我站在风头浪尖 紧握住日月旋转最点睛 导演大声道 日月为名 主角作为抗清名将 岂不就是站在风头浪尖 手握大名 真是太贴切了 李彦宏试试道 不光是歌词曲子现成 伴奏的曲谱我也带来了 那太好了 音乐总监高兴了 他可以省很多时间 导演满脸笑容 对李彦宏说 这首歌我们买了 李彦宏当即道 我们宝宝有个要求 这首歌的版权不卖 仅限于电视剧的使用权 除此之外 剧组不能以任何方式 用这首歌盈利 导演一沉吟 没问题 我们也不需要其他版权 那咱们谈谈价格 李彦宏笑了 第二天 大名良将 剧组在官方微博发布了新的宣传片 新意娱乐 几个小领导在外抽烟闲聊 向天再借五百年 听了吗 这首歌不错 搭配上宣传片 感觉就不一样了 听说人时不几次打电话给秦泽 都被拒绝了 你说这个秦宝宝 有好哥居然不给公司运作 擅自做私单 这时做的确实不漂亮 高层很不满 康总倒是想封杀他的 可黄总压着呢 你说黄总怎么就看中秦宝宝了 这么护着他 还不是那点事 看上他了呗 这姑娘是真的漂亮 那腿能夹死人 在一阵心领神会的笑声中 杞人继续回办公室工作去了 借着大名良将的热度 秦宝宝又再度冲上热搜 成为歌星 节目里人气最热的歌手之一 心意娱乐 此时秦宝宝正无聊地喝着咖啡 在等着他的帮唱嘉宾 是为当红小鲜肉 前些年参加一档音乐综艺节目走红 收获一大帮迷媚粉丝 位居二显 正当秦宝宝等得不耐烦之际 经纪人李彦宏推门进来 领着两个人 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 另一个二十五左右 与秦宝宝年龄相仿 是个帅气小哥 他就是当红小鲜肉 秦宝宝当即起身 翘脸堆起笑容 你好 你好 小鲜肉也礼貌地回了声 他眼睛落在秦宝宝脸上 有点挪不开 落座后 他转而又打亮秦宝宝 吸腰翘臀大长腿的可怕配置 兴许是纵横花丛 无往不利的自信 目光很有侵略性 秦宝宝面不改色 尾时是习惯了 每天都有人偷看他 总不能不出门吧 李彦宏笑容满面 恭维道 非常感谢您帮忙 这个帮畅嘉宾 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但您来 绝对没问题 他经纪人说道 正好当七排的上 就过来了 说实话 我们其实冒了风险的 以我们的人气 帮畅嘉宾可做可不做 输了会掉粉 秦宝宝笑容淡去 不喜欢他说的话 李彦宏是老油条 笑容不改 一个劲地说 麻烦了麻烦了 女经纪人与小鲜肉 对视一眼 从包里取出一份合同 排练之前 有几个要求先说好 第一 节目上男女合唱环节 希望能唱我们杨少的歌曲 第二 事后不管结局如何 我希望能约一首歌 说着 小鲜肉和女经纪人 看向秦宝宝 秦宝宝 此时脸上早没了笑容 表情淡淡 他不说话 就怕空气忽然地安静 这时候 就体现出李彦宏的用处 他甘笑两声 这好像不是协议里的内容吧 口头协议而已 又没有签证式合同 小鲜肉的女经纪人 阵阵有词 再说 这件事我们提过 你们公司那边表示 让我们与你们私下商量 你们是想宣传新歌 不行 这不合规矩 李彦宏皱眉 还有约歌 是协议附属条链 还是私下里约 女经纪人翻白眼 当然是协议附属条链 好吧 意思是白送一首歌给人家 李彦宏也不悦了 你们这是坐地起价 女经纪人振振有词 我们并没有签合同 怎么是 坐地起价 杨绍上节目帮唱 是冒了风险的 要知道 对手都是乐坛大咖 你们有几分把握能赢 取个好名字都难 一旦名字太差 杨绍就有掉粉的危险 为了那点出场费嘛 我们一个广告都比这个多 李彦宏道 不行 两个条件 最多答应一个 不行 一个都不能少 双方僵持着 杨绍老神在在 玩味地看着秦宝宝 这女人真漂亮 身材太热乎 极品中的极品 秦宝宝抿了抿咖啡 冷冷道 李姐 送客 女经纪人一愣 她是做过详细调查的 知道秦宝宝缺时间 而且秦宝宝是半星人 底子薄 人脉薄 短时间内 根本找不到人 这才有底气 漫天要价 你可想好了 再过几天 总决赛就开始了 临走时 杨绍还不忘威胁一句 不需要你为我操心 秦宝宝道 送客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女经纪人拽起合同 比小鲜肉离开了 什么人啊 李彦宏醉了一口 秦宝宝面无表情 徐姐有时间吗 李彦宏道 她北上开演唱会去了 公司里也没有 档期排得上的艺人 秦宝宝眉头紧皱 李彦宏在办公室里 来回转圈 后悔了 刚才应该答应他们的 公司给我们谈好的嘉宾这么吹了 也不好向公司交代 答应 你退一步 她进十步 信不信比赛前 她又给咱们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秦宝宝冷笑一声 那怎么办 李彦宏急到 秦宝宝很淡定 双手抱胸 把她的三十六弟拖得更加壮观 我打算找我弟帮忙 你弟弟 李彦宏又好笑又好气 宝宝 你太没经验了 我知道你弟弟人气挺高的 我外甥女都很迷他 喊着要给他生猴子 虽然他才上初衷 可你要明白 网红和明星是两个概念 网红网红 红在网络 也局限在网络中 在现实里 人气就不行了 请你弟弟做帮唱嘉宾 还不如请个三线明星呢 生 生猴子 秦宝宝被雷到了 这不是重点了 李彦宏大声说 别看你弟弟又会弹钢琴 又会写歌 又发写真集 他上电视台露面 真的不靠谱 再说 你不是说你弟弟不喜欢 被关注吗 秦宝宝倾笑一声 信心十足 这个你放心 我让他来 他不敢不来 这样 让他来试试看 用不用他还得看表现 嗯 你先出去一下 秦宝宝常常吹嘘 自己在家多没有姐姐威严 弟弟有多听话 所以 他不能让外人看到 他哀求弟弟的样子 心意九层 瑜伽房 徐璐和经纪人 盘坐在瑜伽店上 正坐着瑜伽 瑜伽是塑形健身的 最好选择 徐璐每天雷打不动的 坐两小时瑜伽 经纪人笑道 听说秦宝宝 把帮唱嘉宾怼走了 徐璐恩了一声 有成绩的新人 都有一股子傲气 不懂得妥协和退让 经纪人事不关己地谈论 他们的要求是过分了 换我也不会同意 徐璐笑得云淡风轻 秦宝宝没了帮唱嘉宾 相当于自觉生路 他心里高兴还来不及 下午两点 秦泽被姐姐 以音音怪的方式 一个电话忽悠到了心意 这次不用前台打电话 给秦宝宝 一眼就认出秦泽 前台妹子使劲给秦泽抛媚眼 路过的女职员 也朝秦泽评头论足 看呐 秦宝宝弟弟也 好帅 本人比视频更帅 肤浅 看他身材啊 那才是极品 嗯嗯 我的桌面就是他的半裸照 真的超man的 秦泽硬着头皮走过去 轻车熟路 找到姐姐办公室 也不敲门 直接推门进去 秦宝宝此时正啃着零食 冷不丁瞧见弟弟进来 慌忙把零食藏在背后 装模作样地抹着眼泪 阴阴哭泣 阿泽 姐姐心里委屈 要轻轻要抱抱 要举高高 请把嘴角擦干净 你再继续 否则太出戏了 秦泽伸手帮姐姐擦掉嘴角的零食碎片 在他手里变形 哇哇叫道 痛痛痛 惩罚过姐姐后 秦泽直入主题 你又做什么要 他知道 姐姐找他肯定有事商量 秦宝宝便将事情简单叙述一遍 言巴 眼巴巴地看着秦泽 秦泽给了姐姐一个表情 Excuse me 所以 你打我电话 到底是为什么 秦泽一把搂过姐姐的脑袋 按在自己胸口 想哭就哭吧 我把坚实的胸膛剑里用一下 秦宝宝费好大的力气才推开他 差点给憋死 气喘吁吁道 谁要你的胸 又搂着弟弟的胳膊 发打撒娇 老弟啊 你帮帮姐姐呗 秦泽一头雾水 怎么帮 写歌的话 我已经写好了 我负责写 你负责唱 我已经完成任务 只需要在比赛的时候 喊几声666就好了呀 你还要我怎样 你只是个 会喊666的咸鱼吗 我不要你怎样 做我帮唱嘉宾就行 秦宝宝道 秦泽奇怪地看着他 好扮上 嘀咕道 我的姐姐不是豆皮呀 又叹了叹秦宝宝的额头 更纳闷 也没发烧啊 你才豆皮 你全家都是豆皮 呸呸呸 秦宝宝催了他一口 手指按在红唇 还抛了个媚眼 摆出一副勾人的模样 别废话 快答应 答应有奖励哦 姐姐总是用这样的套路 并且给他灌输 你已经不是普通人了 你是麾下迷媚无数的大网红 很多妹子哭着喊着 要给你生猴子之类的思想 说吧 秦宝宝小嘴就往秦泽脸上冲 秦泽吓着赶忙后退 你要干嘛 在一阵打闹中 秦泽被姐姐救了满脸红唇印 秦泽顿时感觉自己不干净了 泪流满面 秦宝宝你这个流氓 姐姐揉揉地地的脑袋 流声道 阿泽 你是咱们家的独苗 姐姐唯一能依靠的男人了 姐姐一把屎 一把尿拉成你长大 好辛苦的 可不能这么绝情之道法 秦泽呸了一声 你早就想拉我下水了 拒绝小鲜肉帮唱 不过是顺水推舟的事 她可不相信 自家姐姐是傻白甜 姐姐发现自己唱不出那首歌后 觉得夺冠并不是十拿九稳 心里就萌生了拉自己下水的念头 恰好原本帮唱嘉宾又黄了 于是她顺势拒绝小鲜肉 什么又被欺负了 需要弟弟做主 都是在她面前半可怜 一切都按着她的思路走 秦宝宝一贯喜欢在弟弟面前扮若女子 见她有些回过未来 赶忙撒娇 哎呀 帮帮姐姐吗 秦泽皱着眉 一个头两个大 烦死了 她从小就是乖孩子 上台发言都两腿发软 舌头打结 突然间被推上舞台 站在璀璨灯光中 直面数百位现场观众 还有数不清看直播的全国观众 真心发出 想到自己被赶鸭子上架 秦泽心里老大不爽 郁闷道 这条路不好走啊 人在屋檐下 处处受制 以后我自己开一家娱乐公司捧你 秦宝宝乐不可知 抱着肚子哈哈大笑 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阿泽 这是姐姐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秦泽生气了 最不能忍受姐姐的看不起 抬手就是一巴掌 打在他翘起的屁股上 怒道 你在笑 秦宝宝 一手护屁股 一手无嘴 不笑了 不笑了 哈哈哈哈 哎呦 别打我屁股 哈哈哈哈 周五 下午四点 护士电视台 我是歌星 节目组忙的热火朝天 导演指挥着 麾下的喽啰们 就像皇帝指挥他的军队 副导演跑过来说 彭导 歌手来了 你要不要去见见 说一说 导演点点头 你在这边看着点 多检查设备 灯光 不要除纰漏 今天是直播 全国观众都看着的 导演走出现场 来到休息室 和一众歌手 及帮唱嘉宾打着招呼 众人也都热络地回应着 热络一番后 彭导左顾右盼 咦 秦宝宝还没来吗 徐璐皮笑肉不笑 谁知道他啊 彭导那么闷道 前天来排练 也是他一个人 我问他帮唱嘉宾呢 他也不说 神神秘秘的 徐璐扑斥一笑 哎呀 公司给他安排了一个小鲜肉做帮唱 不知道什么原因 闹掰了 他没帮唱 就在这时 秦宝宝姗姗来迟 身后还跟一位俊朗年轻人 这年轻人不面生 至少节目组的人 还有几个参赛歌手都认识他 帮唱嘉宾就不认识他了 秦老师 你终于来了 彭导热情地迎上去 却只是和秦宝宝汗手 一把握住秦泽的手 笑容堆在脸上 秦老师 这称呼也是尴尬 姐弟撞车 秦泽点点头 心说你哪位 我认识你吗 他觉得眼前中年人有点面熟 姐姐的话给了他提醒 秦宝宝笑道 这是彭导 节目组总导演 策划人 秦泽这才想起 这位有过一面之缘的导演 彭导对秦泽热情是有原因的 秦泽在歌坛大名鼎鼎 音乐鬼才 神级作曲人头顶着璀璨光环 关键他目前是一介散人 彭导一直想把他招进电视台 彭导拉着秦泽一阵寒暄 话罢 东看西看 秦老师 你的帮场嘉宾呢 秦宝宝指了指弟弟 救他 没问题吧 呃 彭导愕然 宽敞的休息室 十几号明星 不约而同地看向秦泽 赵男低声问身边的黄宇腾 他是谁 娱乐圈星敬小鲜肉 黄宇腾小声解释道 他是秦宝宝的弟弟 写歌很厉害的那个 有印象没 哦 原来是他 我听说过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真年轻 赵男笑道 不过他唱歌能行吗 虽然嘉宾不一定要专业歌手 可水平总要保证吧 谁知道呢 也没听他唱过 唱好唱坏与我们无关 不过这人要结交 以后好约歌 黄宇腾道 不能像徐璐那样拉仇恨 天色渐稳 离决赛时间越来越近 场地外 裴子齐和几个朋友等待入口处 那儿已经开始剪票 搬剪入场 他身边两男三女 如果秦泽在这里 肯定都认识 正是那天在KTV见过面的 那群富二代官二代 李东来怎么还不来 裴子齐等得有点不耐烦 叶柔道 再等等 许是路上堵车了 裴子齐斜言瞅了瞅他 撇撇嘴 他这个闺蜜 对李东来很有好感 只不过李东来 那家伙不开窍 对小美人的好感 视而不见 这辈子也就住孤身了 裴子齐这么想着 再瞅了瞅成清源 这妞儿最近也病得不轻 自从那天KTV事件后 他不可救药的喜欢上了 秦泽那家伙 好几次忧愿的跟他说 秦哥怎么不理我 我发信息他都不回的 秦哥最近有来你家吗 子齐我能去你家做客吗 子齐你能约秦哥出来玩吗 又是个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的怨你 裴子齐很想告诉这傻姑娘 你就收收心吧 人家可看不上你 人家有个大祸谁姐姐 指不定天天看着姐姐流口水呢 哪里瞧得上你这个高一小妹妹 还不如去某某交友呢 同城快速匹配单身帅哥美女 想要找个合适的对象 就去某某交友吧 点击左下角或者评论区链接 下载某某交友 快去试试吧 一阵凉风吹过 天下起大雨 噼里啪啦 雨连漫漫 李东来从车里下来 脑袋一缩 弯腰低头 迎着鲍鱼跑来 想调败狗 侦探娘的蛋疼 说下雨就下雨 李东来拍着身上的雨滴 陈清源朝雨中张望 失望到 李东来 你师父呢 我怎么知道 我都开学了 他教不了我多久 到九月就结束了 李东来 接过夜柔递来的纸巾说 我也好几天没见他了 陈清源不悦地 看向裴子齐 你说情歌会来 我才过来看节目的 要不然 我才懒得看什么节目呢 裴子齐翻了个小白眼 放心 他肯定来了 没准已经进场了 陈清源一听 当即高兴叫道 检票开始了 咱们快入场 裴子齐 李东来俩人 一脸看花痴表情地看着他 节目现场 此时节目已经开始 经过歌手的交替出场 在影家主持下 投票结果公布 黄宇腾以459票 暂时位列第一 不过这个排名 在秦宝宝出场后 出现变化 秦宝宝拿出手的歌 当然是原创 秦泽出品必属精品 这是大部分观众的共识 除非不知道秦泽 是何方神圣的 秦宝宝气息绵长 有些低沉 很好地驾驭住了这首歌 刻沧桑 刻有韵味 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观众评价道 阿楚姑娘 是首很有味道的歌 很有嚼头 初听不惊艳 但越听越好听 当然 与撕裂人心的浮夸 和鼓调悠扬的青花词 肯定有差距 秦宝宝一曲唱完 现在公布现场投票结果 470票 影家公布了 秦宝宝的票数 现场观众满场欢呼 第一轮的歌手 PK环节结束 秦宝宝以470票数 暂时位列第一 现在是帮唱环节 观众期待的重头戏 现场观众也好 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好 都兴致昂扬 靠前排的某处观众席 陈清源左顾右盼 入眼竟是黑压压的人头 她问裴紫棋道 紫棋 你说秦哥会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 裴紫棋 翻起她招牌是小白眼 那你还说她会在现场 陈清源生气了 她感觉自己被忽悠 反正她在就是了 要不然散场后 你打个电话给她 亲自问问 陈清源一听 有理 还可以约她吃烧烤 顿了顿 又苦着脸 可是 我不敢打她电话 紫棋 你约她 散场后再说 裴紫棋心说 这丫头真是没药救了 陈清源哼了一声 气呼呼地摸出手机 编辑短信 简短的一行字 小姑娘姗姗改改五分钟 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 才点击发送 秦泽此时正在后台某个休息室 通过房间里的屏幕观看现场比赛 手机叮咚一声 是个陌生号码 秦泽脸色古怪 他知道这号码的主人是谁 叫什么陈清 什么来着 KTV那天之后 这妞儿经常给她发骚扰短信 比如 今天要下雨 外出记得带伞秦哥 秦哥 谢谢你那天帮我 我爸妈说 要好好谢谢你 应该是想请她吃饭 但没敢说 再就是一些小女孩的抱怨 家里真可怕 一点都不温馨 秦泽虽不是情场老手 但不迟钝 琢磨出 这妞儿是对自己有点意思吧 可惜秦泽这个年纪 不喜欢校园恋爱这种东西 他都不入社会了 是成年人了 高中JK不符合他的口问 他把手机放回兜里 如往常一般冷处理 这时 屏幕里 尹家的声音传来 下面 有请最后一位歌手 秦宝宝 秦泽立马站起身 马上就该到他上场了 现场 秦宝宝嗓音轻悦嘹亮 现场观众吃了一惊 厉害了 秦宝宝还会唱额文 真的是他弟弟创作的歌 额文 要不要这么有才 姐弟俩都是牛人 我是学额文的 我可以负责的说 秦宝宝的额文很好 咦 秦宝宝的帮唱嘉宾还没出场 他不会没有帮唱吧 正在这时 一道高亢 嘹亮 纯净的声音响起 像一道利剑穿透全场 在扩音设备的传播中 充斥整个现场 这声音 观众愕然忘却 阴影里走出来一个 身姿笔体的年轻人 穿黑色西装 皮鞋正亮 他拿着麦克风 声音从他喉咙里 迸发出来 只一个声音 让全场五百多人 鸡皮疙瘩暴起 一张张脸庞望着舞台 凝固了神情 秦宝宝转身 握住年轻人的手 两人携手 站在舞台上 他唱 金泽握住话筒结唱 陈青圆蹭的一声站起来 痴痴望着台上的年轻人 再也难以移开 休息室里 李荣兴咽了咽口水 我去我去我去 黄语腾喃喃道 我的天哪 威尔斯张了张嘴 半天只憋出三个单词 Oh my god 家里 秦妈和老爷子 坐在客厅看节目 老两口目瞪口呆 看着荧幕里一双儿女 这真是他们的儿女 我们是不是生了一对假儿女 老爷子生气地拍大腿 姐姐去混娱乐圈就算了 弟弟怎么也跟着凑热呢 看我回头不狠狠揍他们 秦妈关注点 显然不一样 皱着眉头 这 这怎么就亲上嘴了 这算什么事啊 你得狠狠揍 宝宝也一起揍 老爷子摆摆手 也许是节目效果吧 以前不宜有个 明星在节目上 亲吻自己女儿 秦妈生气地 那不一样 哪有姐姐和弟弟亲嘴的 老爷子说 瞧瞧 多古板 外国人不是经常贴面啊 亲嘴啊 很正常的 秦妈欲言又止 她就是觉得 姐弟俩年纪大了 要注意分寸 太亲密不见的是好事 老爷子不觉得 有什么不好 因为他那天没看见 一双子女同床 私混的场景 老爷子忽然道 你拿手机也投一票吧 秦妈愕然 你还支持她吗 你不是反对宝宝当一人吗 老爷子辩解 我反对有用吗 她还不是去了 既然参加节目了 能拿冠军为什么不拿 老爷子嘀咕道 赶明让阿泽回来一趟 听说她歌曲版权 卖了不少钱 秦妈翻白眼 儿子的钱 你都惦记 老爷子玩味地 看着秦妈 别告诉我你不惦记 秦妈沉默了 这周末就让他俩回来 燕子给我介绍了个不错的年轻人 我看着也挺好 让宝宝和他见见面 秦妈说 老爷子沉默道 宝宝这事业刚上正轨 不太好吧 秦妈催道 死老头子 你还大学教授呢 脑子有没有的 万一看对眼了 就赶紧结婚 正好让宝宝收收心 当什么明星啊 老爷子点头 也是 这主意好 秦妈迫不及待掏手机 我这就联系燕子 画面切换回录制现场 此时 投票结束 尹家登台 大声宣布 我是歌星 第二季冠军 秦宝宝 这一片 满场关乎 机翼先翻前顶 秦宝宝和秦泽 以一首歌剧二 震撼了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并获得了 我是歌星 第二季总决赛的冠军 后台 某个化妆间里 秦泽听见脑海里 丁一声 系统发来提示 成功帮助秦宝宝拿到 我是歌星 节目冠军 任务完成 奖励五百点积分 秦泽高兴地大叫一声 秦宝宝转头 看着突然发神经的老弟 叫什么叫啊 秦泽表示 你拿了冠军 我很高兴 秦宝宝忽然道 阿泽 你说爸妈会不会看节目 秦泽撇嘴 这还用说 闺女参加总决赛 他们嘴上说 不要不要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秦宝宝担忧道 姐姐刚才相吻奖励 会不会被他们看到 秦泽耸肩 没事 这叫亲情地吻 这时 一条短信发过来 秦哥 你还在电视台吗 我来找你 任妞还真磨人 秦泽进入短信 我不在 不等他发送 敲门声响起来了 门打开了 一个工作人员 领着一伙少年少女进来 秦老师 他们找你的 工作人员说完 立刻就走 师傅 你太厉害了 李东来 满脸崇拜 迫不及待冲过来 要和秦泽雄抱 被秦泽一巴掌 拍翻在沙发上 几个人都笑了 纷纷打招呼 秦哥 陈清源走到秦泽跟前 仰起小脸 轻轻叫了一声 秦哥 嗓音软如 脸蛋微红 少女亮晶晶的毛子里 闪烁着仰慕 羞怯 忐忑 喜悦 把一个少女怀春的神态 展现得淋漓尽致 秦宝宝眯着眼 心说要玩 这丫头明显基于我老弟 那一脸春情荡漾的小模样 就差写上 我喜欢你四个字 秦泽朝他点头微笑 算是打过招呼 问李东来 你不是开学了吗 高三科业紧张 别老出来鬼混 还不是知道你会来 我才过来的 李东来急忙表忠心 陈清源立刻抢过话题 秦哥 紫棋说 你会来 我还不信呢 你真的在这儿 我今天算没白来 秦泽 有些受不了 这妞儿彪悍的语言风格 看向裴紫棋 紫棋 你的钢琴老师找到了吗 裴紫棋撑了他一眼 学半个月了都 秦宝宝 在一看裴紫棋 微微一惊 妈蛋 又一颗水灵白菜 顿时如灵大敌 秦哥 我们去吃烧烤吧 我知道有一家烧烤店不错 陈清源提议 不去 秦泽回绝 他心想 你一个富二代 不吃海鲜鲍鱼 请我吃烧烤 秦泽拒绝了小弥媚的烧烤邀请 李东来跳出来道 去吧 师父 就当为你夺冠庆祝 秦泽看陈清源 后者一副眼巴巴的期盼模样 他又扭头看姐姐 她是今天的主角 姐姐刚拿冠军 总不能撇下她 秦宝宝心说 终于轮到我出场吗 这冷板邓老娘可受够了 不去 秦宝宝说 电视台这边还有点事 陈清源道 那忙完再去 忙完也不去 今天累了 秦宝宝翘着二郎腿 女神范十足 陈清源生气道 秦哥 他是你什么人 你还帮他唱歌 秦泽看向姐姐 秦宝宝也看向弟弟 目光交汇 两人齐齐一礼 机智的弟弟 看到姐姐的神色 顿时猜到他打什么鬼主意 同样机智的姐姐 也瞄懂了弟弟的心思 心里一沉 不好 要快 我是他老 就在陈清源惊讶时 秦泽立马抢答 他是我姐姐 老姐 半上 秦泽总算把一群高中生红走 陈清源满脸失望 走到门边 回头道 秦哥 你穿西装的样子真帅 秦泽哈哈一笑 是吗 我也这么觉得 陈清源心里顿时甜滋滋 出门了 秦泽反身关上了门 这时 他听见里头 传来那个狐狸金色的 妖艳女人的声音 西装和你不搭 以后少穿西装 然后是秦泽的声音 是吗 我也这么觉得 众人一走 姐姐就气势汹汹地扑过来 扯着弟弟的领带交叉道 日房夜房 还是让你 去外面招风影蝶了 秦泽 你在外面撩了几个妹 老实交代 撩什么妹啊 我连姐都没撩到 秦泽辩解 秦宝宝脸蛋瞬间涨红 急道 你你你 你说什么混账话 秦泽一惊 哎呦我去 说的是紫禁简 你别想多了 秦宝宝气得踢了弟弟一脚 呸 谁想多了 总有瞎了眼的白菜 惦记我家的猪 秦宝宝说着就气呼呼地往门外走 秦泽连忙去追 好好好 我是猪 我的错 周末带你们去郊游好不好 周末 秦泽提议 开车去郊外的一座古镇游玩 秦宝宝本来是反对的 因为小时候去过了 奈何姐姐赌掌难民 两票通过 那座古镇 离秦泽家有60公里 又是周末 路况拥堵 秦宝宝撂挑子表示 我不开车 秦泽你来开 秦泽说 你妈呀 你想和我殉情是吧 他驾龄倒是够了 奈何实战经验不足 不敢开高速 王子精说 我来吧我来吧 秦泽屁颠颠跑去坐副驾驶位 被秦宝宝一把拽住 扭着小蛮腰 把他推回后座 气道 瞧你这德行 快成哈巴狗了 上了高速 车子又快又稳地行驶着 秦宝宝困意上涌 靠在弟弟身上睡着 秦泽顺手搂着姐姐的小腰 秀着他身上好闻的香水味 从这个角度看 姐姐的脸简直美到爆 白嫩水灵的脸蛋 又浓又密的睫毛 圆润的鼻头 瘦削的下颌 他就这么端向着 这张脸看了二十几年 从来没有看腻过 他还能这样看几年呢 这一幕 被正在开车的 王子精从后视镜里看到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 王子精突然猛打了一下方向盘 小红马来了一个 180度的甩尾 然后稳稳当当停了下来 靠在弟弟身上的秦宝宝 立刻被惊醒 忙问道 怎么了怎么了 王子精转头 微笑表示已经到了 秦泽轻轻抹去姐姐嘴角可疑的经营 说道 多大人了 睡觉还流口水 许是这个动作 不该他这个做弟弟的来做 秦宝宝羞涩了一下 一时嘴快 反击道 你睡觉还打呼噜 还踢我呢 王子精满脸惊讶 睡觉打呼 还踢你 姐弟俩互相瞟了一眼 秦宝宝尴尬表示 是小时候 古镇坐落在江浙户交通要书 黄金水道 曹清和川阵而过 白墙黑瓦的房子零和而建 货真价实的整水人家 秦泽怕王子精没来过 一半根据记忆 一半根据网上查的信息 充当向导解说 他们行走在古镇平坦的大街上 秦泽说 读小学时 父母带我们来过几次 变化挺大的 记得这里有很多鹅卵石铺成的路 现在没了 全换成石板或水泥 挺可惜的 秦宝宝以前还在鹅卵石上摔过胶 膝盖磕破了 酷得昏天黑地 害得我被老爷子揍了一顿 王子精扑一声笑出来 为什么打你 秦宝宝没好气到 还不是他追我 我才摔跤的 秦泽回忆道 我记得 是你抢我的零食 撒鸭子就跑 结果摔了个狗吃屎 秦宝宝小时候可坏了 老欺负我 王子精感慨道 原来都是报应嘛 秦宝宝瞪闺蜜一眼 你哪边的 正巧他们拐过街口 前方是一座石桥 大河静谜 酒楼餐馆沿河而立 巨市复古风格 带瓦白墙 时刻可以一览零河风景 王子精感叹一句 好美 秦宝宝满脸兴奋地跑到桥上大喊着 快拍照 快拍照 秦宝宝站在桥上 一手插腰 一手臂剪刀手 让弟弟赶紧给自己拍照 秦泽给姐姐拍完照之后 转头对身边的王子精说道 子精姐 我们俩也照一照 王子精欣然同意 秦宝宝看着俩人 一脸吃味 窜到俩人中间 表示自己也要加入 秦泽给了姐姐一个 你太不懂事的眼神 姐姐得意地看着弟弟 最后三人在一起并肩立 秦泽拿手机 调整角度 咔咔一声 画面定格 随后几人又在其他地方 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中午在灵河的一家餐馆吃饭 秦宝宝豪气地要了小包间 热死我了 恨不得一头扎进曹清禾 姐姐一进包间 就摘掉墨镜和大颜帽 脸蛋潮红 香汗淋漓 跟在后面的女服务员忽然叫了一声 秦宝宝一惊 心说 哎呀不好 老娘被认出来了 女服务员激动地指着秦泽 我认出你了 你是秦泽 好帅 比视频里更帅 你能给我个签名吗 秦泽说 没问题 你别说出去好吧 服务员拿到签名后 兴奋地跑了出去 整个过程 他都没注意到旁边的秦宝宝 秦宝宝沮丧丧道 我可能是个假明星 秦泽加起一块鱼肉递过去 调侃 来 大明星 吃鱼 秦宝宝哼了一声 扭过头 秦泽表示 你不吃 那我给子晶姐吃 谁知姐姐一听 立马一口叼住了筷子上的鱼肉 嘴里还含糊不清说道 谁说 我不吃了 美味的鱼肉 在嘴里化开 秦宝宝泪流满面 这鱼太好吃了 比我们以前买的都好吃 随后大声宣布 我们一会儿去钓鱼吧 古镇外两公里 有一座大鱼塘 专门给游客钓鱼的 收费标准 是按天收取 每人一天三百 秦泽三人选了一处无人之地 坐在鱼塘主提供的小凳上 开始垂掉 秦宝宝把鱼钩丢进水里后 就不管了 坐在小板凳上玩手机 刷微博 看小说 腻了 就拿脚丫子挑逗弟弟 在他腿上蹭啊蹭 姐姐今天恰好穿的小短裙 他被姐姐撩得心愿一马 怒道 安分点行步 都走光了 秦宝宝急忙收回大长腿 压住短裙下摆 羞怒道 你连姐姐裙底都看 死变态 王子晶震惊地看着秦泽 秦泽满脑袋问号 他瞪了一眼姐姐 眼神交流 你是故意的吧 在王子晶面前 回我形象 秦宝宝尖尖下河一扬 给了他一个来打我呀的眼神 就在姐弟俩较劲时 王子晶浮标忽然一沉 水面荡起曲线波纹 鱼儿上钩了 块头还不小 鱼竿弯出凌厉的弧度 王子晶是钓鱼高手 深安缠斗密法 不急不徐地和水里的鱼儿纠缠 你挣扎任你挣扎 累了我就拖你 直到鱼儿筋疲力竭 拖到岸边 秦泽捡起超王 把大鱼兜上来 秦宝宝兴奋地蹲在桶边看鱼 心想 鱼儿真漂亮 红烧一定很好吃 秦泽笑道 紫晶姐 我们来比一比 看谁钓的鱼多 王子晶兴兴致勃勃 好呀 秦宝宝立刻道 我也参加 秦泽说 谁输谁扫一个星期的地 刷一个星期的碗 秦宝宝信息十足 做家庭负难吧 一个小时后 王子晶钓到四条鱼 秦泽三条 秦宝宝一条都没有 倒不是没有鱼咬沟 关键是他不会钓鱼 浮标一沉 就急着提干 再就是拉拽得太猛 强行脱钩 秦宝宝又脱干了一条鱼 气得把鱼干一丢 剁脚 秦泽 这里的鱼跟你一样讨厌 秦泽不懈道 关我什么事 他深知 这是姐姐的套路 一旦接了他的话 姐姐就会使用各种 娴熟的甩锅技术 最后把打扫卫生的惩罚 甩给他 他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 就是姐姐的套路 秦宝宝 见弟弟不上钩 撅着嘴 捡起一块石头 杂入水面 把秦泽刚刚咬钩的鱼儿 给吓跑了 作妖的姐姐拍拍手上的泥 嘴角翘起 见弟弟怒意勃发 忙叫道 我的鱼干出问题了 秦泽气道 我看是你自己出问题了吧 秦宝宝 踢了踢秦泽装鱼的水桶 狡辩 就是出问题了 我要去玩漂流 才不要钓鱼 随即他又叫声道 阿泽 钓鱼没意思 陪我玩漂流呗 王子精不满道 宝宝你别打扰 我们钓鱼好罚 自己漂流去 阿泽 我们漂流去 秦宝宝拉着秦泽的一条胳膊说 不行 阿泽陪着我钓鱼呢 没时间漂流 王子精拉着秦泽另一条胳膊 你弟弟还是我弟弟 秦宝宝挑眉 这有关系吗 王子精斜眼 闺蜜俩对视 仿佛有噼里啪啦的电壶划过 两久 王子精深吸一口气 诱惑道 听话 我们多钓一些回去给你做全鱼宴 你不是最爱吃鱼吗 秦宝宝摊了摊手 看在美食的面上 勉强同意了 于是秦泽和王子精继续钓鱼 秦宝宝把小板凳挪到弟弟身边 脱掉低跟凉鞋 把脚搭在秦泽腿上 咦 老弟的侧脸还挺好看的 秦宝宝摸出手机 打开摄像功能 调整角度 把秦泽认真钓鱼的侧影 以及自己的大长腿拍进去 之后点开微博 上传 配字 就知道钓鱼钓鱼钓鱼 更新微博 秦宝宝的微博关注 已经达到千万级别 他发一条微博 立刻就有网友看到 又来了 秦宝宝你这个晒地狂魔 我只想说 再来一打这样的照片 有点眼熟 好像是护士周边 某个古镇旅游景点 哎哟 我上班的地方 离那儿就十公里 我开车去看看 一起一起 秦宝宝开心地刷着回复 看到这里 花容失色 哎呀 阿泽 我们的地点暴露了 我拍照传微博 一不小心被人认出这儿来了 大家说 要过来堵我 这一下秦泽也不淡定了 这要被堵在鱼塘里 岂不是要被粉丝推下水 紫金姐 别掉了 我们走吧 秦泽一提鱼竿 准备闪人 三人挑了几条个头最大的鱼 其鱼放生 还了鱼竿等物 匆匆离开 本来想沿商业街逛一圈 王子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片刻后 过来说 我要去一趟红桥机场 秦宝宝说 我送你过去 也不远 王子金说 我自己打车去 你们别来 秦宝宝眉头一皱 低声道 怎么了 王子金铁嘴 我二姑来了 王子金走后 秦宝宝和秦泽继续逛商业街 姐姐逛累了 站在原地不肯动 耍赖皮 要弟弟背他 大热天的一身汗 黏不黏忍 秦泽不愿意充当姐姐的两脚坐骑 秦宝宝跺脚 我不管 你背我 不然 我就大喊你是渣男 秦泽微微弯息 神色无奈 秦宝宝立刻扬起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 小跑几步 双腿一蹬 粉粉扑向弟弟 差点把猝不及防的秦泽 扑了一个狗啃泥 哎哟 秦宝宝把自己的胸壮疼了 揉着三十六滴 怒道 就是个累赘 秦宝宝双臂揽住弟弟的脖子 俏皮的在他耳边吹气 秦泽打了个寒劲 浑身鸡皮疙瘩 骂道 秦宝宝你别闹 信不信 我把你丢到青河里去 秦宝宝威胁道 你丢啊 不丢 你就不是男人 哪来那么大怨气 秦泽扭头看向姐姐 秦宝宝塞帮一股 我要黑一黑你的子金姐 秦泽顿时来了兴趣 你说 秦宝宝想了想 似在酝酿措辞 才道 知道你子金姐 为什么来咱们家吗 她在这里不是 就你一个好闺蜜吗 所以就来投靠你了 那她为什么 只有我一个闺蜜 秦宝宝继续说道 别看你子金姐很温柔大方 其实 她是个腹黑女 怎么说 秦泽道 高一那会儿 她寝室 有个挺妖艳的女同学 跟学校里的大混混 是男女朋友关系 那同学看不顺眼 子金就处处欺负她 把她被子扔地上 牙刷毛巾丢厕所 子金她也没说什么 就是默默在抖音商城 买好新的 因为抖音商城超值购 双十一不套路 大牌直降五折起 东西真的超便宜 子金她是点下方评论 曲至顶的链接购买的 再被扔 她再买 大家都认为她很好欺负 是软蛋 就这样过了半个学期 某次体育课 女同学和男朋友 在僻静角落轻嘴 上下起手地乱摸 子金终于逮住机会 给拍下来了 当天就请假出校 把照片全采打印 然后散得全学校都是 校长都惊动了 不出手则已 出手必杀 勤则赞赏 还有还有 请宝宝使劲爆猛料 高二时 有个富二代整日纠缠她 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送玫瑰送奢侈品 种种征服女人的方式 都不管用 一发狠 就像霸王硬上弓 如此嚣张 秦泽怒了 要不怎么说子金副黑呢 他手机开了录音 把富二代得意忘形的 一些龌龊话 都录了进去 我就想知道 他怎么逃脱霸王硬上弓的 秦泽比较关注这个 这不是重点 秦宝宝敲了一下弟弟后脑 人家直接把录音上交教育部 投诉校领导的好不好 还找了律师 警察 记者 把一群校领导 堵在办公室不敢出来 然后富二代转校了 校长下岗了 那他还挺聪明的 秦泽赞赏 是腹黑 秦宝宝撇嘴 手段又拉又狠 把他丢骨带去 妥妥的宅逗小能手 秦泽呼得一愣 这才明白 为何姐姐 放心王子金 一个人去机场 他刚才还担心那什么二姑 带着一群奴才狗腿子 把王子金 强行掳回家去 现在看来 别说二姑了 亲妈都不一定值得住 俩人又沉默着走了一段路 秦宝宝 把夏合枕在弟弟的肩膀 侧头 凝视近在咫尺的脸庞 时间过得真快啊 想当年 他还是跟在自己屁股后面 喊姐姐的小屁孩 那个任由他欺负的兽气包 在时光中退去青涩 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秦宝宝悠悠叹息 阿泽 等你过了生日就二十三了 四春的心好比度日如年吧 姐姐就是想你晚点结婚 咱们再像小时候那样打打闹闹 多开心不是 阿泽 你说我们以后都成家了 是不是就没这么好了 然后咱们各过各的 有自己的丈夫妻子 有自己的孩子 逢年过节见见面 聊聊天 继续为生活奔波 为家人操劳 秦泽心想 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吧 姐姐有姐姐的家庭 我有我的家庭 青春的痛啊 初恋的痛啊 最没有意义了 四季流转 岁月静好 若干年后 他们或许还能畅谈一下 嬉闹的童年 开心的少年 以及纠结的现在 也会变成遥远的青年 而他们身边是各自的孩子 在追逐嬉闹 秦泽心里 没来由的泛起酸楚 骂道 平白无故的 有什么好伤春悲秋 你总要嫁人 我总要娶媳妇 这个是没办法的啦 可你是姐一把 使一把尿拉扯大 秦泽翻白眼 又是这句 奇料 姐姐话风一转 养这么大的猪 被人给宰了 怎么也不甘心 你这车翻的 我措手不及 秦泽掐了一把 姐姐的屁股 秦宝宝紧紧搂住他的脖子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呗 你别那么早娶媳妇 好不好 秦泽沉默 他加重语气 略带一丝哀求 好不好吗 秦泽还是不说话 他愣愣看着脚下的路 秦宝宝眼眶一红 妈又让我回家相亲了 就今天晚上 秦泽嗷了一声 秦宝宝盯着弟弟的侧脸 企图从他眼里看出什么 但是没有 他恨恨道 我现在就回家去 看顺眼就随便嫁了 秦泽脚步微微一顿 再迈开 不嫌不淡地嗷一声 秦宝宝眼泪当即就流下来 趴在他肩头 抽抽叶叶 走了很久 已经出了骨阵 他还在哭 这是个哭起来没完没了的姐姐 秦泽不耐烦道 有什么好哭的 老妈给你安排相亲 我阻止不了 但哪个不长眼的混蛋敢纠缠你 我打断他两条腿 不 第三条腿也打断 秦宝宝抽了抽鼻子 用力点头 嗯 还哭 秦泽瞪眼 秦宝宝扑斥一笑 双手擦去眼泪 鼻音浓重地叫道 没大没小 你眼里 还有没有我这个姐姐 秦宝宝钻进小红马 眼眶还是红红的 不敢去看弟弟 想了想 又觉得不甘心 就说 把刚才的事忘了 秦泽一脸茫然 刚才发生了什么 秦宝宝哼 一声 算你识相 秦泽嘴贱 我才不记得 某人哭着喊着 求我别娶媳妇呢 老娘跟你拼了 秦宝宝炸毛 呼过来 死掐秦泽的脖子 车厢里 乒乒乓乓的激烈打斗声 秦宝宝被弟弟压在身下 双手脚扭在背后 大口喘息 脑袋还不忘用力 撞着家伙的胸口 低声骂着 混蛋混蛋 我觉得吧 是你年纪不小了 该结婚了 至于我 娶媳妇还早着呢 秦泽腾出一只 手捏姐姐的脸蛋 反常的 秦宝宝没挣扎 毛子亮晶晶 真的 不娶媳妇了 做一辈子单身狗 秦泽说 秦宝宝容光焕发 开心扑了上去 那最好了 好什么好 你不是说我是家里的独苗吗 老秦家不好断后的 不然爷爷的棺材把你去按 这时 秦宝宝的手机 铃声响起 是秦妈打来的 妈 秦宝宝接通电话 喊了一声 秦妈语气中喊着无奈 宝宝 我跟你说啊 你不用回来了 相亲的是黄了 黄了 秦宝宝神色一喜 语气愤慨 怎么就黄了 我这都打扮好 准备出门了 说黄就黄了 他几个意思啊 看不上我吗 知道 我有多证实今天的相亲吗 秦泽瞅了瞅姐姐 云并散乱的模样 这叫做哪门子的精心打扮 秦妈一听 愧疚了 宝宝没事 好男人多的是 妈给你留心留心 下星期你再回来 秦宝宝花容失色 哎呀 妈 我就是想说 你别费那般功夫了 多累啊 秦妈 要的要的 秦宝 秦宝宝不要的不要的 秦泽翻了的白眼 让你做 挂了电话 秦宝宝一脸宅斗失败的沮丧模样 姜还是老的辣 秦泽不懈道 也不想想你是谁肚子里出来的 就那么点小心思 能瞒得过咱妈 同一时间 压力 老爷子双腿交叠 坐在沙发 展开一份报纸 秦妈挂掉电话 叹了口气 死丫头 指不定有多开心呢 老爷子摇摇头 她现在的身份 也不适合相亲了 万一被狗仔队偷拍 人没嫁成 事业先回了 秦妈正欲反驳 手机响了 她低眉扫了一眼号码 脸色顿变 下意识地紧握手机 像是要把手机 连同铃声一起藏住 老爷子抬头 怎么不接电话 秦妈强笑道 是个陌生号码 可能是推销电话 她拒接了这条来电 秦妈发了会呆 起身说 我去菜市场转转 老爷子嗯一声 低头继续看报 秦妈坐着电梯下到一楼 她故作镇定的脸色 终于封不住 她望着汤坨大雨发呆 这时 手机铃声又响起 秦妈紧紧拽住手机 几经犹豫 还是选择了接听电话 小兰 我马上到护士了 电话里传来沉稳的男人声音 秦妈心里突然一沉 你来护士干嘛 来看看你和孩子 秦妈声音突然接锐起来 看什么孩子 哪个是你孩子 早就和你们家没关系了 男人沉默了片刻 看到 你让我见到孩子行吗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孩子了 已经泄浓于水 秦妈冷笑一声 血浓于水 你装什么有情有义 当初就说好的事情 后悔了 迟了 我警告你 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孩子跟你们没关系 性情 咱们不在电话里说了 先便财 好吗 算不着 秦妈怒到 从哪里来 滚回哪里去 我还有十分钟到红桥站 如果你过来 我就去你家 地址我记得 秦妈咬牙道 好 我现在就过去 红桥机场 王子晶在咖啡店 点了两杯咖啡 坐等二姑 一点没有即将被 心事问罪的慌乱和紧张 没等多久 她就看到二姑过来 戴着一副墨镜 打扮干练的助手 拖着小号行李箱 一步一驱地跟着她 没等酒吧 女人摘下墨镜 四十左右的成熟女人 一身昂贵的女士 休闲妆 眉眼与王子晶有几分相似 但没她精致 眼神尤为伶俐 看人时戴着一股威严 半个小时 王子晶一边说 一边把咖啡推给二姑 现在住哪 王灵燕喝一口咖啡 女妻随意 住酒店 王子晶说 满嘴瞎话 王灵燕称道 你爸很生气 让你赶紧回去 听小姑的 别和家里怄气 王灵燕劝道 怄气 我就是出来玩的 透透气而已 玩够了当然就回去 王子晶眨眨眼 不嫌不淡地说道 王子晶根本不按 她的思路走 虽然没玩过游戏 但知道被人带节奏 是很致命的 王灵燕苦笑 满肚子的话 给堵了回去 这侄女 从小就不好对付 明成哪里不好 从小就懂事 努力 长辈们说起她 都竖大拇指 又和你从小一起长大 王灵燕苦口婆心说 王子晶白白手 就是太熟了才没感觉 她六岁偷家里的钱 十岁把她爷爷的鼓丸 砸碎诬赖她弟弟 十五岁到处找老司机 带她大宝剑 我有她大把的黑历史 她也有我大把的黑历史 二姑 我们真不可能 我一直把她当哥哥 王灵燕心说 明成这孩子要听到 估计得哭死 你先回家好吧 在外面固然自由 到底没家里暖心 外面的食物也不卫生 哪里比得上家里 王灵燕话没说完 王子晶打断她 我吃得挺好 比家里的都好 现在不吃两大碗饭 我都不甘心 王灵燕端向她扮赏 那闷道 你还真胖了 你最近又胖了 类似的话 对任何女人来说 无疑是穿心一击 王子晶脸色大变 二姑 你带镜子了吗 王灵燕从名牌包包里 摸出化妆镜递过去 王子晶端 想着镜子里的自己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觉得自己果然圆润了一圈 她哭丧着脸 我就说天天这么吃 肯定要吃胖的了 恨死她了 王灵燕竖起耳朵 她是谁 厨师呗 我最近找到一家 很不错的餐馆 有空带二姑你去吃 王子晶面不改思地扯犊子 王灵燕似笑非笑道 子晶 你在护士就这点人卖关系 家里会查不出来 别和小姑打积风行吗 王子晶眯眼 二姑 你别做多余的事 这个鬼精鬼精的父妃侄女扯下去 她这次来护士 是来谈生意的 看侄女只是顺便 随后姑子俩在机场告别 她拨通秦泽的电话 喂 八泽 能让红桥接我一下吗 雨下的有点大 红桥火车站出发层 秦妈从出租车上下来 反手关上门 她合上雨伞 目送着出租车窜入雨幕 然后站在公交站棚里 呆呆的等着 不多时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 从红桥火车站走出来 身边跟着助手 男人目光凝固在 公交站台的秦妈身上 低声分速助手原地等候 随后步履稳先的走来 小兰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样子变了好多 男人笑容温和 最好一辈子不见 秦妈冷笑 我这次来护士 是谈一笔生意 顺便想看她孩子 男人说 秦妈不说话 冷言以对 男人苦笑道 这么多年了 你戒心还是那么重 我没想打扰你们的生活 就想看她孩子 就看一眼 秦妈摇摇头 既然已经做了选择 何必纠缠不清 孩子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了 当年 大家都有苦衷的 你不也是吗 男人犹豫一下 当年要不是你 住口 秦妈突然一声利贺 端庄舒雅的脸庞 竟有几分争鸣 当年的事 不要再提 烂在肚子里 不管你有什么打算 我都不会允许你见孩子 绝对不可以 她像是受了某种刺激 身体发抖 嘴唇也发抖 狠狠瞪了男人片刻 她哭了 阿蓉 你别再来找我了 别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算姐求你了 小红马走走停停 来到虹桥机场 姐姐掏电话 联系王子金 秦泽百无聊赖的 四处张望 忽然发现旁侧的 虹桥火车站 公交站台处 两个人影在拉拉扯扯 秦泽觉得 那女人有些面熟 雨下的太大 流水在车窗玻璃上 形成透明水膜 秦泽眯着眼 仔细看去 下一刻 她瞳孔骤然收缩 妈怎么会在这里 那个男人是谁 为什么和人发生争执 被人欺负了 这个面头刚起 还不等秦泽冲出车 那男人的一个动作 让他待坐车位 如坠冰箱 那个男人用手帕 再替秦妈擦着眼泪 秦宝宝搁下电话 顺着弟弟的目光看去 正好看见秦妈的侧脸和身影 她愣了愣 阿泽 那是咱妈吧 她怎么在这里 秦泽感觉心狠狠抽痛了一下 巨大的恐惧 和愤怒在心底炸开 莫名的 想起小时候偷听的那个电话 那个分不清她 还是她的称呼 那个被她深埋心底的疑惑 终于浮出水面 只要追上去 或许就能真相大白了吧 如果有一天 你突然发现 自己和你的姐姐 其中一个人 不是父母亲生的 你会有勇气 去探寻这个真相吗 秦泽不敢 因为她知道 当真相解开的时候 也是自己这个小家庭 支离破碎的时候 不管是她或是她 他们姐弟俩将如何自处 那个她或者她 又该如何直面老爷子呢 秦宝宝探头探脑 不停地说 好像真是妈 她怎么在这里 阿泽 帮姐姐找找雨伞 我出去看看 不是 你看错了 秦泽的声音 透着空洞和麻木 屁嘞 姐2.5的势力呢 秦宝宝自己扑到 后座的车门凹槽里 找雨伞 看没看错 下去瞅瞅就知道了 我说看错人 就是看错人 秦泽突然声色俱力 秦宝宝呆呆看着她 吓得一动不敢动 你看错了 秦泽面目猙獰 额角青筋怒抱 一拳砸在车门上 她吼道 你他妈看错了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秦宝宝妩妩媚的脸蛋 一片呆滞 正正望着她 继而眼睫一颤 泪水哗啦啦流下来 从小到大 秦泽何曾有过 这般面目猙獰 从来没有凶过她 一次都没有 车厢一片寂静 外头一身哗哗 秦宝宝压抑的哭声 她被吓到了 沉重而异样的气氛 充斥在姐弟俩之间 秦泽靠在座椅上 双目无神 对不起 对不起三个字 像是一把刀 砍断了紧冬的气氛 秦宝宝哇 一声哭起来 又伤心又委屈 别管女人有多强势 其实本质是脆弱的 她们在你面前张牙舞爪 娇恨无礼 就像高冷而傲娇的猫 可如果你吼她们 她们就会哭 王子精抱着头 狂奔在暴力中 找到小红马 一拉车门钻进来 雨下的好大 鞋子都湿 她话到一半 噎了回去 秦宝宝在驾驶座上 抽抽噎噎 眼圈红红的 分明是大哭了一场 疑似罪魁祸首的秦泽 靠在椅子上 闭着眼 怎么了 王子精小心翼翼地试探 没什么 秦宝宝抬眼看了看弟弟 说完对不起后 他就没再说过话 对自己的哭泣 充耳不闻 不像以前那样 殷勤地哄他了 回家已经六点 天色阴沉 暴雨转中雨 兮兮丽丽 秦泽一声不吭 往洗手间走去 留下两个姐姐面面相去 王子精问 他怎么了 秦宝宝咬着唇 委屈又忐忑的模样 眼眶还是红红的 他也不知道秦泽怎么了 从来没凶过他的弟弟 竟然如此吓人 秦宝宝又害怕 又忐忑又伤心 他甚至没往疑似秦妈 这是联想 换在平时 心思敏锐的姐姐 肯定能察觉到的 但现在他脑子里一片浆糊 他太在意秦泽了 洗手间里 秦泽洗了把脸 他告诉自己要冷静 都忍了这么多年 真的要说出来吗 如果和他猜测的一样 那爸怎么办 爸妈会不会离婚 他和姐姐 还能像现在这样 开心的生活吗 他甚至不敢私底下 找母亲摊牌 有些事 一旦挑明了 就很难再回到原样 他不断用冷嘴 拍打自己的脸 并告诫自己 忘记这件事 忘记这件事 别生揪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 他走出洗手间 姐姐和王子精不在客厅 房间门关着 他回到自己房间 站在窗边点上一根烟 望着窗外的荧幕发愣 此时 已经下午六点 天色昏尘 一辆辆车从远方驶来 在驶上远方 见起迷子雾 他此刻心情糟糕到爆了 房间门被推开 王子精捧着睡衣进来 小声称道 你们又怎么了 宝宝在房间哭着呢 秦泽掐灭烟头 说了声没事 肯定有事 王子精掐了秦泽一下 把秦宝宝的坏习惯给学来了 你姐哭成这样 我是没见到过 你别管了 我带回去看看 见他这个态度 明显不希望自己干预 王子精叹口气 好好说啊 别惹你姐生气了 他抱着睡衣 摇头叹气洗澡去了 此时 秦宝宝坐在床上 抽抽叶叶地抹着眼泪 不同往常那般闹别扭 他俩这次是真的翻船了 秦宝宝从来没被弟弟这样吼过 他又比较作 爱钻牛角尖 越想越伤心 秦宝宝就想 弟弟这是怎么了 他的样子好可怕 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好吗 感情出了裂痕之后 是不是就从此各走各地 渐渐疏离 这时 房门咔一声 秦泽开门进来 他抬头看了一眼 怯生生的眼神 随即又迅速把头扭到一边 秦泽有些愧疚 叫了一声姐 声音带有几分嘶哑 秦宝宝咬着唇 不理他 心说 终于来哄我了吗 早干嘛去了 别想我原谅你 我给你唱首歌吧 不料秦泽不按常理出牌 一上来就要唱歌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秦宝宝捂着耳朵叫道 秦泽却不管他 坐在床边 目光望向窗外 低声唱着 时间主语这首歌 是秦泽在某次系统音乐库中听到的 他非常喜欢这首歌 秦泽刚唱两句 秦宝宝就不自觉松开了捂着耳朵的手 不同的人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经历 也许对这个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 但秦泽最喜欢的还是这句 时间像雨水一样 蒸发了不可返回 也许你什么都没做 但当你如雨水般 在时光深处蒸发时 我才体会到你存在的真正含义 深情不及久半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秦宝宝渐渐被歌词吸引 他想起了他们小时候 你曾说过不分离 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现在 我想问问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 天真岁月不忍气 青春荒唐 我不负你 听到这里 秦宝宝眸子亮晶晶 秦泽唱完 发现姐姐偷偷抹着眼泪 郁闷道 你怎么还哭 我以后不凶你了 闭嘴 秦宝宝擦眼泪 你要是再凶我 我就和你绝交 不会了不会了 小姐姐这么漂亮 不舍得凶的 秦泽又便回了日常红姐的乖孩子 秦宝宝哼了一声 扭过头 秦泽暗自松了口气 这一趴算是过了 他急忙转移话题 姐 听说当年外公不同意咱爸妈结婚 秦宝宝点头恩了一声 好像嫌咱爸家里穷 后来听说咱妈怀孕了 外公只好捏着鼻子 同意这门婚事 果然如此 秦泽愈发肯定心里的猜测 想什么 难怪外公从小就不喜欢你 秦泽笑道 外公典型的重男轻女好不好 外孙女哪有外孙喜人 秦宝宝撇嘴 秦泽在想 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现在心里有点把握了 秦宝宝长得太漂亮太水灵 而自己在没有系统整容前 属于耐看类型 如果姐姐不是老爷子亲生的 是不是就合理了 那么老爷子知不知道这件事 老爷子为人正直宽厚 这点不假 但以秦泽对自己老子的了解 他可不是甘心做接盘侠的人 难道一直被瞒着 老妈就当真没有半点愧疚 可这么多年相处下来了 他愣是没看出一点端倪 或许这里头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 王子经洗碗澡出来 看见自己的闺蜜和弟弟 坐在沙发上 他松了口气 看得出来 闺蜜和弟弟已经和好路出了 这对姐弟是他见过最奇葩的姐弟 实则姐弟又像兄妹 相处久了 还有几分夫妻的感觉 秦泽坐在姐姐边上玩电脑 他收到一份邮件 是某个大型公募公司的简历回复 人家公司没要他 大公司的门槛高 财大固然不错 毕竟没有名牌学府的阴界生吃香 而他贤富 再加两个月 过了招收阴界生的黄金期 该招的阴界生都招到了 小公司他又不愿意去 浪费时间 处境与他择偶困境如此的相似 平庸的姑娘他看不上 漂亮女神又看不上他 秦泽不禁瞪了一眼 身边傻乐的姐姐 都是他虐待了自己的审美标准 姐姐感受到弟弟凶巴巴的视线 茫然又委屈道 干嘛呀 头的简历被打回来了 秦泽郁闷地说 姐姐凑过来一看 哈哈哈哈 大笑嘲讽 就你还想去这家公司 得了吧 谁让你这么弱 姐姐当初给你熬夜补课 你都考不上复旦 秦泽怒了 拽着姐姐的身子就往自己大腿上压 姐姐像条鱼那样在他腿上扑腾 挣扎不得 他回头弱弱地看了眼弟弟 生 生气了 秦泽邪媚一笑 抬手就往姐姐翘唇一顿乱打 秦宝宝好不容易挣脱 捂着屁股 眼角含泪 缩到沙发另一头去 不要老欺负你姐姐 王子精不痛不痒训斥一句 懒得多管 反正这对姐弟总把他的话当耳边疯 左侧单人沙发 王子精在看某档综艺节目 里面有几个明星在尬歌 弹幕飘起 看完 我是歌星 所有的音乐类综艺节目都是渣渣 听完秦宝宝的歌 所有的歌都是渣渣 歌剧二 真他妈震撼 得了吧 那段高音是假的 是电子合成的 对 人不可能唱出这样的声音 王子精抬头道 阿泽 你在歌星里唱的歌 被人质疑了 那帮人真讨厌 秦宝宝道 早知道了 第二天就有人说了 人红是非多吗 是啊是啊 网上想睡你的人一大把 秦泽借机报复姐姐 姐姐就用脚踹她 姐弟俩又开始较劲 王子精无奈地叹口气 对了 宝宝 你今儿都怎么不相亲啊 王子精问道 黄了 秦宝宝哼哼道 姐这样财貌双全的奇女子 人家自认高攀不上 你是小仙女吗 秦泽阴阳怪气 秦宝宝不理她 懊恼道 真是烦死我妈了 生怕我嫁不出去 都说了 不要相亲 不要相亲 她也不听 又不好 朝她发脾气 秦泽拆台 说的好像你敢似的 老爹的大耳瓜子 说来就来 一而再的被拆台 秦宝宝指着秦泽 气道 你看他你看他 真讨厌 徐慧 某处高档私人会所 两个做完spy的女人 坐在圆桌前喝茶 煮茶的是裴南曼 她披着玉袍 一双脸蛋 有青橙之色 对面那女人披着一头青丝 靠在藤衣上 望着身前的茶杯发呆 论其五官 她比裴南曼还要精致三分 气质冷冷清清清 很有空股幽兰韵味 最近工作怎么样 裴南曼给她倒了一杯茶 空股幽兰叹息道 糟心 裴南曼笑盈盈道 这话听着默契沉沉 当初你忽悠我 投资入股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一年内资产翻十倍 这句豪言壮语 可是犹在耳畔 是我年少不懂事情不行 空股幽兰再叹一口气 我爸说好 让我做投资公司的掌舵人 可眼下刚做出点惩戒 我那志大财数的大哥 就迫不及待想插手进来 我爸骨子里信奉 重男轻女那一套 禁不住我大哥纠缠 强行把他插进来 还是副总 气死我了 裴南曼笑盈盈道 需要我帮忙吗 也不好和家里撕破脸 空股幽兰叹道 再就是新公司成立 人才匮乏 公司那群蠢货 连个数模都要委托大学教授 两个月下来 几千万的股本 十分之一的利润都挣不到 不说这些糟心的事了 空股幽兰喝了口普尔茶 灵动的毛子闪过笑意 最近有没有碰到好玩的适合人 听说你前夫又来找你了 裴南曼轻轻皱眉 不谈他 好吧 空股幽兰半点不出女王气场 嘖嘖道 真是个多情的陈世美 有了新欢 还对糟糠之妻念念不忘 糟糠之妻 裴南曼笑呵呵地看着他 隐隐有杀意波动 空股幽兰很识趣地转移话题 说点趣事来听听吧 趣事有几件 但不想说 感觉自己变断子手了 裴南曼犹豫一下 人倒是有一个 而且 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年轻人 说说看 空股幽兰兴致勃勃 摆出倾听状 偶然间认识的 觉得他身手不错 不是野鹿子 裴南曼说 本来想聘请他来我安保公司做事 没想到小伙子挺傲 看不上 后来吧 我那折高三了 学习成绩让人糟心 成天想着打打杀杀 这么下去迟早得废 于是就想到他了 才大毕业 学历还算过得去 又会棘手硬把式 给东来当家教老师 最适合不过 你那侄儿心高气傲的 他能同意 他头天来做家教 东来把一张卷子拍在桌上 提了个要求 40分钟 120分以上 我冷眼旁观 主要想试试这家伙的心性 你猜结果怎么样 空股幽兰就问 做出来了 何止是做出来 裴南曼倾笑 20分钟 150分 这么神 清冷如他 不禁瞪大眼睛 知道眼前的闺蜜 从不夸大其词 空股幽兰 窥叹一声 惊人的智商 还有更有趣的 秦宝宝认识吧 心惊女歌手 当然认识 他姐姐 空股幽兰吃了一惊 你说的是秦泽吧 裴南曼点点头 空股幽兰笑道 有点意思 女人都喜欢关注娱乐圈 他想起一事 兴致勃勃问道 那首歌 是不是假唱的 网上说是 电子合成的声音 裴南曼无奈道 这个我不清楚 心意娱乐 秦宝宝的办公室 李彦宏把一份合同 拍在秦宝宝面前 与其兴奋道 宝宝 这档综艺节目 是Z省的品牌节目之一 收视率很不错 趁着夺冠的热度没降温 咱们就该多露露脸 秦宝宝拿起合同 认真看了半赏 点了点头 确认合同正常 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档节目 其实就是明星座谈会 节目组 喜欢邀请一些 近期爆红的明星 这次节目组 邀请了三位新近明星 秦宝宝留在最后 算压轴了 接下来 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朋友 他是一位歌手 靠着一手手精品原创成名 女主持人故意顿了顿 他有一个号称音乐鬼才的弟弟 不等他说话 场下忽然响起巨大的欢呼声 观众齐声大喊的秦宝宝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两位主持人齐声道 那么马上请我们的秦宝宝 舞台灯光一遍 富有节奏的音乐声响起 旋转门打开 穿黑白色舞服的 伴舞团队鱼贯而出 秦宝宝走在最中间 在重伴舞者的簇拥下走来 笑容恬静地与观众打着招呼 他今天穿的是一件紫色的连衣短裙 一双杀伤力无匹的黑丝大长腿 赢得底下男观众们狼嚎不已 到舞台中心时 伴舞门哗啦啦散开 秦宝宝一扭腰 踩着节奏跳起热舞 他是那种高配置火辣身材 扭动起来格外诱人 就适合跳 凸显身段的热舞 台下观众 尤其男同志们双眼放金光 这是秦宝宝第一次跳舞 他在歌星的舞台上没跳过舞 因为边唱边跳已经不流行了 作为一位合格的歌星 跳舞仍旧是必备技能 随时都能用上 舞跳完 掌声热烈 伴舞们转身离开 主持人上去递给秦宝宝一支话筒 嘴里说着欢迎欢迎 宝宝是今年才出道 算是纯粹的新人了 女主持人打开话题道 我听说 你不是戏剧学院毕业 在入职新一之前 也没受过专业的培训 能走到今天 是不是特别辛苦 是挺辛苦 能走到今天 我自己也很意外 秦宝宝说道 其实我高中时就有心坛挖过我 因为家里人的反对 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当时 我爸狠狠打了我一顿 真的假的 女主持人吃惊 怎么可以这样 男主持人 充分扮演一个 秦宝宝死忠粉的角色 这么漂亮的女儿 都舍得下手 叔叔太严苛了 我要有这么个女儿 捧在手心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女主持人看了她一眼 端向她的脸 放心 你生不出这么漂亮的女儿 观众们一片大笑 纷纷鼓掌 那现在呢 你父母总该接受了吧 有没有打你 男主持人紧张道 秦宝宝点点头 打了 台下观众一片哗然 秦宝宝画风一转 这个锅 我弟替我背了 台下观众一愣 旋即笑喷了 女主持人忍着笑 我是你弟弟的粉丝 你能简单介绍一下 她的创作经过吗 秦宝宝吹牛 大部分灵感 是我给她的呗 她从小就很有才华 同时也很感谢 她为我写的歌 我弟弟最棒了 宝宝的事业 一帆风顺 那感情方面怎么样 女主持人又问道 秦宝宝说道 因为我和弟弟住在一起 所以暂时没有考虑 感情方面的事 她回答得很谨慎 绝对不会说自己有男朋友什么的 确实也没有 男主持人神赖一笔 是因为一直喜欢着弟弟吗 秦宝宝差点一口老血 哪有 是不方便 观众们 风笑 女主持人做花痴状 换了是我 有这么个多才多艺 又有颜值的弟弟 难免要春心荡漾 秦宝宝急了 我妈其实一直安排我相亲的 只是没有找到合适对象而已 她心说 这什么神展开 我们是要讨论什么竞技话题吗 请赶紧结束 女主持人惊讶她的反应 扯开话题 你有没有男朋友 关我什么事 我关心咱家弟弟有没有女朋友 她哪找 她也没有 秦宝宝 差点脱口而出说 她哪找得到女朋友 节目到这里 时间所剩不多了 女主持人大声道 那么我们进入最后一个互动环节 与最亲密的人通电话 女主持人问道 宝宝最亲密的人是谁呢 秦宝宝眨眨眼 俏皮道 当然是我妈了 台下虚声一片 看你和父母通电话 拉家长有什么好聊的 有观众双手做喇叭状 大喊 要和秦泽通电话 其他观众们眼睛大亮 一片气凤声 接着纷纷大喊着秦泽的名字 秦泽接到电话的时候 正在研究今日大盘指数 时间是晚上七点半 电话来了 秦泽接听 哪位 你好 我是星星有约 节目主持人楚爱爱 请问你是秦泽先生吗 秦泽冷笑一声 是不是我被电视台节目组抽中二等奖 奖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万元现金 但是需要提交手续费一千元 逗 几百年前的套路了 还用这招 说完 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可刚挂断电话 电话铃声又响起 这次楚爱爱开门见山 秦泽先生 我是星星有约的节目主持人楚爱爱 秦宝宝在我们节目 秦泽一愣 他知道秦宝宝参加某档综艺节目 谨慎道 秦宝宝在边上吗 我要跟他通电话 你放心 我们不会像你索要任何东西 如果有 你可以立刻挂断电话 那我挂了 秦泽非常干脆 别别别 楚爱爱急忙打住 我们节目阻打你电话 是因为待会有这个通话环节 提前跟您透个气 秦泽不知道节目是几点开路 几点结束 否则定不会被坑 就说 好 你问吧 秦先生 听说你家人是反对姐姐走娱乐圈路线的对吗 可最后挨打的人是你 请问你有什么感受 秦泽心说 我有一句妈买皮 不知当说不当说 这也是没办法的 我爸那人啊 又刻板又严肃 是大学教授 高中那会儿 秦宝宝想去娱乐圈 被他狠狠识断 秦宝宝从小就怕他爸 一见他爸发火 就怂了 我能怎么办 总不能看着他挨揍吧 这次的锅 是不想背也要背 楚爱爱看着秦宝宝 忍着笑 无数观众都看着秦宝 有的人已经笑出声来了 实在憋不住 什么声音 秦泽问 哦 没事 这边节目快开始了 比较吵 楚爱爱打了个太极 道 看得出来 姐弟秦深 你们生活中会有什么摩擦吗 有啊 秦宝宝在家的时候 就一来伸手犯来张口 没什么自理能力 通常是我在照顾他 又当弟弟又当爹的 有时候就会觉得挺累 让他帮忙干活 只会撒娇耍赖 难免就会起摩擦 台下观众窃窃私语 女神撒娇 是什么样 我去 好福利啊 有这么漂亮的姐姐撒娇 做牛做马我都愿意 哈哈 感觉他俩的生活日常挺逼的 秦宝宝嘴角抽搐 心里恨不得钻进电话里 和秦泽来一次真人 PK 偏偏脸上还要强颜欢笑 节目组太会搞事情了 那你们会怎么协调 除外爱憋着笑 通常就是打架吧 对了 这么回答不行吧 待会节目上 我应该换一个说法 就说最终合理分配家务 哦 众人吃了一惊 还真打架呀 都多大人了 秦宝宝委屈表示 一般都是他 把我按在沙发上走 台下轰的一声 笑声四起 哈哈 笑死了 真逗 秦泽还真打姐姐啊 我要有这么个漂亮姐姐 肯定不舍得打 人家那是打是亲骂是爱 没看秦宝宝那小表情吗 太有意思了 我很喜欢秦泽 也喜欢秦宝宝 除外爱是一秦宝宝可以说话了 秦宝宝笑里藏刀 说今天回家 一定要和弟弟好好聊聊 今天 姐姐终于以一招夺命剪刀脚 打败弟弟 搬回一城 夺回了姐姐威严 家里 此时已经是晚上九点 秦泽和王子金坐在沙发上 秦泽看着电视 王子金刷着平板 这时房门咔一声 秦宝宝回来了 秦宝宝脸色阴沉 默不作声地进来 把房门一关 接着双脚蹬掉高跟鞋 包包一甩 一个乐虎不扬 就把秦泽扑倒 叫道 子金 老娘要清理门户 闲杂人等快快退去 王子金嗷一声 捧着电脑向自己房间走去 身后传来姐弟俩的声音 要死啊 秦宝宝 你发什么神经 你还敢说我 随即姐弟俩乒乓乓一番交战 王子金回到房间 就听到秦宝宝在客厅只喊救命 子金 敌人凶猛 火速支援 子金 救命啊 哈哈哈哈 别戳我要 秦泽 你再这样姐姐 真的翻脸了 哎呀 别戳了 好地点 姐姐求你了 我原谅你了 不 是我错了 好地点 好阿泽 呜呜呜 就会欺负我 王子金躺在床上 置若罔闻 他已经对着姐弟俩放弃治疗 客厅里 靠枕掉了一地 茶几歪邪 秦宝宝饲养八叉 躺倒在沙发 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 这场姐弟俩不知道的第几次PK 仍然以秦宝宝大败告终 起来啦 秦泽轻轻戳他小腰 秦宝宝赌气不理他 秦泽自顾地走下沙发 这是一只白嫩手掌伸来 秦宝宝伸出一条嫩白偶臂 道 我们休战 拉我起来 秦泽闻言 伸手去拉他 结果被他使出吃奶的劲狠狠拽了个亮枪 紧接着双肩一沉 两条大长腿搭在他肩头 旋即一扭一拉 秦泽便一头撞到姐姐的小腹 姐弟俩起起哀忧一声 偷袭得手的秦宝宝顾不上腾 抱住秦泽的一条胳膊 两条腿剪住秦泽的脖梗 小腰发力 上拉下蹬 最终以一招夺命剪刀脚 死死地雇住弟弟的脖子 我去 秦宝宝你个臭不要脸的 你居然玩偷袭 秦泽挣扎了几下 居然没挣脱 秦宝宝浑身坐静 对抗弟弟的抵抗 喘息道 兵不厌诈 姐说要清理门户 就要清理门户 勿为言之不欲也 她回护士的路上 特别搜索了已若克强的方法 为了学习发力技巧 看了好几个教学视频 你这个目无尊长的小赤佬 姐今天好好教训你 秦宝宝双腿发力 死死顾住弟弟的脖子 这招叫做夺命捡刀脚 怎么教训 把我闷死在你的双脚之间吗 秦泽觉得脖子要断了 他可以强行站起来 但可能会拉伤脖梗 我们休战 秦泽决定暂时先服软 算你识相 秦宝宝得意 快喊三遍 小心你姐姐饶命 太羞耻了吧 换得撑呼行不行 不行 快说 我要撑不住了 呸 我还有洪光之力没使呢我 秦宝宝一边喘息一边说话 这么做尽 他自己也累得够呛 秦泽认输求饶 羞耻地喊了三遍 小仙女姐姐饶命 秦宝宝心满意足 迅速松开腿 从沙发跳起来 躲到安全距离 他仰天大笑三声 得意地唱起了四不像的京剧 我乃沃龙刚上一闲人 上山打大虫 下海擎蛟龙 立拔山西气盖世 万军从中 取敌手机只等闲 只等闲 双肩一抖 小拳头一前一后 继续唱 牛刀小事成小贼 世界无我这般人 然后迈开八字步 喊了声 某去也 杨眉吐气地走回房间 门趴 一声关上 繁琐 房内 想起姐姐跟闺蜜炫耀 逆天翻盘的猖狂大笑 秦泽摸了摸鼻子 似有幽香缭绕 第二周 秦泽在厨房洗水果 姐姐和王子晶在客厅看电视 看得正是秦宝宝上周参加的节目 惺惺有约 虽然不能和歌星比 这档节目 也算是比较火的综艺节目了 电视里正放到 秦宝宝登台 献上一段热舞 伴奏是欧美嘻哈风格的音乐 秦宝宝随着节奏跳了一段热舞 王子晶 嘖嘖了两声 调笑道 或 宝宝 你这小腰扭的 翘臀摆的 简直诱人犯罪 秦泽赞同道 姐 以后在家多跳跳舞 别荒废这门手艺 他也是第一次看见自家姐姐跳舞 颇为惊艳 秦宝宝见弟弟双眼放光的模样 催了一口 滚犊子 顿了顿 忍不住又问 好看吗 真的好看吗 姐姐其实不太会跳舞的 这下 王子晶都看不惯闺蜜这么做了 白眼道 不好看不好看 秦宝宝气得打他一下 王子晶泪眼汪汪看秦泽 你姐姐欺负我 秦宝宝冷笑 逗 这是我弟弟 王子晶就看着秦泽 无形中给他压力 秦宝宝连忙挽住弟弟的胳膊 扬起狐媚子脸 朝王子晶示威 王子晶哼了一声 依旧看着秦泽 秦泽总算领悟夹缝中的 已婚男人的痛苦 吃葡萄吃葡萄 他连忙或稀泥 但两位姐姐都不满意 琪琪朝他冷哼了一声 秦泽扭头 看着姐姐近在咫尺的美艳容颜 问道 上这个节目 你赚了多少钱 秦宝宝满脸警惕的小表情 干嘛 要你管 既然自己能赚钱了 我的歌曲代理费 是不是还给我 秦宝宝像支护时的妈 都说了帮你存着了 烦不烦的 你的老婆本 姐姐帮你管着 秦泽冷笑一声 然后你就心安理得花光了 王子精一愣 秦宝宝一愣 最怕空气忽然的安静 秦泽一惊 我的意思是你侵占我的老婆本 王子精松了口气 姐姐也松了口气 秦说 老爹的棺材板算是给按住了 呸呸 秦泽把手伸到姐姐的面前 到处目的 给点钱花花呗 秦宝宝警惕 但麻用 秦泽白眼 反正不喝花酒 秦宝宝看了弟弟半赏 确认他没有骗自己 这才从自己的皮夹里 抽出一叠毛爷爷 以后花钱要打报告 花天酒地一概不许 大宝剑也不许 你知道大宝剑 是什么意思吗 秦泽不屑 反正不是好事 秦宝宝瞪着秦泽 赶去大宝剑 打断你的腿 嘿 秦宝宝你最近蛮膨胀的呀 秦泽也瞪着姐姐威胁 有了上周反败为胜的经验 姐姐一挺胸 丝毫不慌 来来来 我要打十个 眼看着姐弟俩要打起来 王子金忙叫停 好了 你俩别闹了 时间不早了 不是说明天要回家一趟吗 秦宝宝一听 这才哼了一声 表示今天放你一马 秦泽拿到钱 高高兴兴地数着红爷爷 懒得再跟姐姐计较 明天是秦泽爷爷的忌日 按照风俗 子孙要去上坟祭拜 秦妈帕儿女忘了这茬 白天特地打电话提醒姐弟俩 今天是秦泽爷爷祭祖的日子 秦泽和秦宝宝开着小红马 驶向郊外的永乐公墓 抵达目的地 老爷子和秦妈 已经等在六米高的十字牌房下 老爷子今天的装束 是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 白色衬衣黑色领带 很少见他穿这么正式 想想也对 毕竟是件老子的重要日子 他面容古板严肃 皱眉看着走来的一双儿女 姐姐挽着弟弟的胳膊 这什么日子 穿一身休闲服 你妈没告诉你穿西装来吗 老爷子训斥儿子 我没西装 秦泽辩解 老爷子一愣 你们公司没要求穿正装 凡上档次的公司 都有制服要求 尤其房地产和金融两大行业 穿正装是硬性规定 我们那就是小公司 没这么要求 秦泽一惊 急忙远晃 他骗老爷子说自己找到工作了 在家炒股这种事 就跟女儿会于乐圈一样不靠谱 女儿已经如此糟心 老爷子要知道 儿子不思进取投机倒把 那就要炸了 什么破公司 老爷子不满得唠叨 秦泽松了口气 呼听姐姐叫声道 爸 阿泽兰家里不工作 你快教育他 卧槽 秦宝宝 你想搞事情是吧 秦泽怒瞪姐姐 果然 老爷子一听 杀气肆意 眉头当即立了起来 秦妈践行事不对 充分发挥霍西尼二十年的身后功力 行了 有事回去再说 别在爸面前打孙子 老爷子这才收敛杀气 瞪了眼秦泽 回去再收拾你 随即一家人向公墓走去 姐弟俩落在后面 秦宝宝挑衅似的 朝秦泽吐吐舌头 秦泽用力掐了姐姐屁股一把 哎呦 秦宝宝哀嚎一声 怎么 老爷子回头 爸 阿泽打我 秦宝宝告状 爸 我没有 是秦宝宝污蔑我 秦泽面不改色 说到人品这方面 老爷子更看好 手把手带出来的儿子 而不是溺爱的女儿 姐姐从小机灵搞怪 欺负弟弟 老两口心里有数 整天嬉嬉闹闹 不像话 待会严肃点 老爷子训斥一声 一回头 身后又传来女儿的惨叫 老爷子怒道 又怎么了 没完了是吗 秦宝宝含着一包泪 委屈道 脚崴了 手却揉着屁股蛋 秦泽恶狠狠道 让你落井下石 秦宝宝树眉 姐是为你好 成天梭家里当闲鱼 有什么出现 他觉得 弟弟心态和状态都不对 好多年轻人 就是闲家里闲废掉了 再就是投机倒把的心态不对 整天想着 在古诗捞一把 典型好吃懒多的赌徒心理 公墓里有一座 仿教堂式的建筑 屋顶立了一个大十字架 大唐也是与教堂一般 只是没有基督耶稣的雕像 而是挂了道教三清 有点不伦不类 教堂边有卖香烛之类的店铺 来这里上坟祭祖的人 都是直接在公墓里购买 这些事情 有秦妈一手操办 秦妈买完香烛 宁币等物品 接到秦泽姑姑们 打来的电话 说已经在陵园里 买祭祖物品了 于是一家四口 在原地等亲戚 老爷子在上一辈里排行老大 下面有两个妹妹 五分钟不到 两位姑姑和姑父一起过来了 随行的还有秦泽的表弟表妹 大姑家的是闺女 今年十八 小姑家那个儿子 就是秦泽十六岁的中二病表弟 表弟叫江城 眼睛随母亲 鼻子随父亲 都继承了父母最优秀的基因 据他自己吹牛 他在初中是校草级人物 表妹叫张云熙 留着齐刘海 显得有几分可爱 哥 中二病表弟叫了一声 兴奋跑到秦泽身边 和秦泽来了个熊抱 哥 表妹张云熙跟在后面 也叫了一声 随后眸子亮晶晶的看着秦泽道 我怎么感觉你变帅了呀 发育了呗 秦宝宝在旁边损了一嘴 去 秦泽瞪他 女大十八便 你也变漂亮了呀 秦泽也夸了表妹一句 一家人进入林园深处 在老人墓前点蜡烛 烧纸前 擦一擦墓碑的灰尘 祭拜的时候 老爷子捏着一搓箱 闭眼念念有词 第二个是秦泽 他是长房长孙 秦家独苗 秦泽有样学样 秦宝宝翘生生站一边 搞怪配音 爷爷保佑我早日娶到像姐姐 这么漂亮的媳妇 然后赚大钱 买十栋别墅 吼吼吼 秦妈一个板栗 敲在女儿头上 小声训斥 严肃点 爷爷要生气的 秦宝宝迁怒地瞪了弟弟一眼 朝他小腿踢了一脚 秦泽立刻回头 爸 他好烦 老爷子回头 恶狠狠地瞪着女儿 吓得他连忙躲到秦妈身后 众人祭拜结束后 离开陵园 驱车驶向秦泽家 要在秦家吃上一顿饭 这场祭拜才算圆满结束 虽然是老人的忌日 但餐桌上气氛很热烈 毕竟 老爷子的老子死了这么多年 悲伤早就淡去 亲戚难得凑一起 大姑父举着酒杯 笑道 宝宝 咱们家出了 你这个大明星 光宗耀祖啊 大姑父敬你一杯 秦泽的大姑父在国企上班 喝酒是必修技能 宝宝唱的歌真好 从第一期我就开始看了 小姑父接话道 我跟生意伙伴吹嘘 说这是我侄女 嘿 没人相信 老爷子一听 脸色微变 你早就知道 宝宝上节目了 小姑父一愣 哎呦 说漏嘴了 他忙说 是阿泽请我保密 说大哥不愿意宝宝当明星 其实吧 也没什么 当明星多风光 老爷子立刻杀鸡重重地看着儿子 扎心了小姑父 秦泽怒了 小姑父 你别出卖我好吧 回头我爸削我 大姑插嘴道 反正你从小也被打习惯了 秦泽嘴角一抽 好想掀桌子 小姑笑着道 宝宝 你年龄也不小了 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 小姑帮你留一掌 秦宝宝心不在焉 一般般就可以了 像阿泽这样的 小姑笑了 嘿 那还不简单 一抓一大把 秦泽觉得有一只 看不见的剑刺入心里 只听小姑又胡一道 你别哄小姑 真这个标准 你早嫁人生娃了 又一只剑射来 秦妈轻描淡写扯开话题 对了 诚儿现在读哪所高中 小姑父冷哼一声 读什么高中 就她这成绩 也考不上什么好大学 江城不服气 表哥还不是 读一般般的大学 我有榜样我不怕 秦泽直接一个头皮削过去 江城立刻改口 表姐读副诞 毕业还不是当明星 还不如那些异笑声来 秦宝宝又一个头皮削过去 一顿饭吃到晚上九点 俩姑父生生败在晚辈手上 大姑父喝醉了就唱金句 小姑父酒品要好点 喝醉后往地上一躺 死狗一样 怎么叫也不行 大姑扶着亮亮腔腔的丈夫 往门外走 一边走 还一边哄着唱金句的大姑父 秦妈帮着搀扶 另一头 老爷子背着小姑父出门 江城和张云熙挥手 和表哥表姐告别 秦泽眯着眼也挥了挥手 回到家门后 秦宝宝关心地问弟弟 还行不行 秦泽打了个酒格 用手揉了揉脸 转头对着姐姐哈哈一笑 叫道 小二再来试探 然后 一头扎进姐姐鼓胀胀的苏兄里 秦宝宝赶忙扶住弟弟 秦说 还好姐姐胸大 否则 都不住你这醉鬼 他掺着烂醉如泥的弟弟 往房间走 路过洗手间时 秦泽推开姐姐 扑到马桶边狂吐 秦宝宝赶忙跟上 温柔拍扶他的背 不会喝就少喝点 秦宝宝抱怨 他第一次见弟弟喝得烂醉如泥 老爷子不敬子女喝酒 但秦泽自小肠胃不好 很少喝酒 姐夫你回房间休息 秦宝宝按下抽水马桶 把弟弟吐的会晤冲走 秦泽忽然甩开他的手 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 大声道 姐 我没有姐姐 我没有姐姐 秦宝宝美好气的 那我是谁 秦泽盯着他半晌 痴痴笑道 你是妹子 漂亮妹子 嘿嘿 妹子 有男朋友没有 没有的话 介不介意 有一个 有的话 换一个怎么样 你看我怎么样 考不考虑吧 秦宝宝心说 你真的醉了吗 口齿蛮清晰的吗 嘴上应付道 没有没有 暂时不想有 你就算了吧 我是你姐姐 我不能做你妹子 要被进猪笼的 秦泽看了他一会 又吐了 秦宝宝捂着鼻子 拍他背 等秦泽吐完 秦宝宝费力 搀扶他回房间 一边走还一边哄着说 姐带你回房间 那里有妹子等着 秦泽一听 高兴起来 就随着姐姐回房间 路过秦宝宝房间时 他一头就扎进去 囊囊着 妹子呢 妹子呢 我要妹子 秦宝宝死尽的 把他往外拽 脸哄带骗 这里没妹子 妹子在西瓜寮上面 西瓜寮上 有很多单身妹子 不用加好友 一见就能聊 想找妹子 就点击下方 评论曲至顶的链接吧 骗人 秦泽忽然推开姐姐 亮亮呛呛 满脸的愤怒 妈说 我的妹子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你 别想骗我 秦宝宝无奈叹口气 柔声道 好好好 妹子就在这里 你赶紧躺床上睡觉 妹子待会就来 秦泽顿时放心 往姐姐床上一躺 可他睡不着 头疼得厉害 在床上哼哼唧唧 秦宝宝擦了擦额头的汗 看着弟弟的脸庞 房间里 一时陷入寂静无声 他脑海里 突然浮现一首歌的歌词 时光好似 无忧无虑的歌 却写满了成长的音符 苦恼的 心酸的 还有信导采烈的 我们都在不断地妥协 不断地妥协 那个少年的脸庞 在记忆中模糊 背影渐行渐远 转眼过了几年 轻浮的语言都已沉淀 适列的感情深埋土壤 我们都在不断地妥协 不断地妥协 秦宝宝心潮翻涌 手指触摸弟弟的脸 眼角眉梢 再到鼻梁嘴唇 我们都在不断地妥协 阿泽 秦泽似乎不舒服 动了动脑袋 恍惚间睁开迷离的醉眼 然后把床头的秦宝宝 拥入怀里 秦宝宝一惊 挣扎了几下 这时 听见秦泽低声喃喃 姐 我喜欢你 秦宝宝心里就狠狠一颤 秦泽眯着眼 亲了秦宝宝一下 似乎是想亲嘴 但没亲准 亲在了他脸颊 秦宝宝搬正弟弟的脑袋 眼看他俩就要亲在一起 只听秦泽又喃喃道 紫禁姐 我喜欢你 轰 一道惊雷好似砸在秦宝宝的脸上 他猛地站直身体 死死盯着秦泽 眼神复杂 他喘了几口气 心底酸甜苦辣的滋味汹涌不息 挥手就是啪啪两巴掌 扇在弟弟脸上 秦泽向条死狗 毫无动静 倒是推门进来的秦妈 见到这一幕 惊怒不已 叫道 你干什么 好端端打他干嘛 秦宝宝眼圈一红 哽咽道 他欺负我 瞎说 你不欺负他就谢天谢地了 秦妈牵起女儿 就把他推出去 板着脸训斥 去泡杯解酒汤 熊孩子 秦妈推女儿出去后 无奈地叹了口气 走到秦泽床边 帮儿子盖好被子 随即走出房间 空旷的房间里 秦泽睁开眼睛 望着天花板发呆片刻 又重新闭眼 沉沉睡去 九月的天气 闷热得让人难受 太阳炙烤着大地 呼吸间 空气都是灼热的 白天祭祖时出了一身汗 身上又沾染弟弟的些许酒气 秦宝宝脸色闷闷的 在浴室洗着澡 秦宝宝正洗着澡呢 这时 浴室门咚咚响了几下 秦妈道 宝宝 妈给你擦擦背 秦宝宝披上浴袍 跑去开门 妈 不用了啦 她都长这么大了 哪怕在母亲面前 也有点不习惯 秦妈手上拿着一瓶药膏 你现在是明星了 要懂得保养 妈这瓶中药膏 是托这省的亲戚寄过来的 能美白肌肤 缩毛孔 背上最容易长毛刺 黑头 你以后穿漏背的衣服 走红地毯什么的 太粗糙损形象的 秦宝宝 哎呀叫了一声 赶忙脱掉浴袍 妈妈帮我看看 后背粗糙不 秦妈定睛一看 女儿脊背光滑白皙 灯光下迎着银沦的光 还好还好 女儿家肌肤系 不像你弟弟 老粗糙了 秦妈笑道 秦宝宝扑斥一笑 曹汉子 秦宝宝退去浴袍 站进浴池 秦妈瞅着女儿的身体 异常满意 目光下移 盯着女儿的臀 忽然吃了一惊 宝宝 你屁股上 怎么会有淤青 给谁掐的 什么淤青 秦宝宝茫然地扭头看屁股 当然什么都看不见 但他心里一领 还能是谁 你儿子呗 当然 打死都不能说是被弟弟掐的 说出来 爷爷的棺材板就按不住了 好在秦宝宝和弟弟一个德性 谎话张嘴就来 面不改色道 紫巾掐的 起床时跟他玩 不小心被掐于清了 秦妈呕了一声 把心放回肚子里 虽然一门心思 给女儿张罗对象 可就怕女儿背着父母 和野男人鬼混 尤其他现在进了娱乐圈 妈知道 娱乐圈也没你爸想的那么糟糕 你这么聪明 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妈就想说 心别太大 宁愿赚少一点 也不要去争什么天后 当红花蛋什么的 咱家不缺钱 知道了妈 秦宝宝说 咱家现在有多少存款 你操心这个做什么 妈这里也就二三十万 你爸那儿有百万左右 但那些都是留给阿泽结婚用的 秦宝宝吐槽道 他还总说自己是捡来的 我才是捡来的吧 秦妈尴尬了 没接女儿的话 一时沉默 秦妈帮女儿擦着背 涂抹药膏 看着女儿漂亮的脸蛋 心生感慨 她总觉得 这个女儿长歪了 小时候的大眼睛圆脸蛋 变成了如今的单缝眼狐妹子脸 还有这身材 也没给她喂激素啊 怎么就那么大 那么巧 对了 秦妈突然问到 子晶说她家里有关系 会打电话和护士那边的领导通个气 打了吗 打了呀 妈你放心了 我心里有数的 您别有操心了 秦宝宝说 您还是操心自己儿子吧 实习都不出去找工作 可别跟家里带废了 秦妈问 她待家里干嘛呢 玩游戏 那倒不至于 她整天炒股呢 这话可别让你爸知道 准抽皮蛋 赚钱了吗 不知道 神神秘密的 都不让我看她的证券账号 秦妈忧心道 古墨真是输光了 秦宝宝和母亲观点一致 可不是吗 要不然怎么瞒着死死的 还好我帮她把老婆本存起来了 就是她那些哥的版权费 秦妈愣了愣 你存她老婆本干什么 以后 她找的媳妇我不满意 就不给她钱 秦宝宝说 夏操心 你还是关心自己吧 秦妈说 秦宝宝哼道 我教官 秦妈批评教育 也就阿泽让着你 换别人家弟弟 谁让姐姐管这老婆本的 就要管 就要管 秦宝宝烦躁地扭扭身子 拍打水面 见了秦妈一脸的水 嘿 你这熊孩子 就该让你爸揍你一顿 秦泽一觉醒来 脑袋有点抽痛 她在房间里摆开架势 打了一套系统 馈赠内练法 顿感神清气爽 叮 请宿主支付能量 系统久违的声音响起 算算日子 今天是她充电的黄道吉日 系统 你好像很久没和我说话了 像我这种 不能让宿主拳打欧美 脚踩扶桑 吹口气灭高力的low逼系统 还是尽量少刷存在感了 为什么这么说 你居然会吐槽了 难道不是吗 观众们都叫我low逼系统 隔壁的系统轻而易举 就改变世界格局了 这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见系统如此悲观 秦泽便转移话题 系统 最近好像没有任务啊 宿主 你的蓝伞真令我绝望 自从秦宝宝夺冠后 你已经没有追求了吗 你居然连装逼的心理欲求都没有 系统说 真是low逼系统配low逼宿主 隔壁的宿主 已经和总统握手了 而你每天占一点姐姐的便宜 就心满意足 秦泽不服 我有追求的好不 我该出去工作了 待家里炒股 虽然能赚钱 但没法积累工作经验和人脉网 可你找了这么多次工作 也没被聘请不是吗 系统嘲讽 机缘未到吗 宿主高兴就好 沉默片刻 系统又到 现在颁布最新任务 秦在三天内入职任何一家公司 规模不限 只需专业对口 成功奖励积分150点 失败扣除相应积分 系统刚给秦泽发布完任务 这时 敲门声响起 门敲了两下才推进来 秦泽知道 来的是谁 整个家里有敲门意识的 就只有一家之主 老爷子沉着脸 拎着自己的茶杯进来 秦泽赶忙搬了把椅子让老子坐 老爷子坐着 儿子在一旁站着 老爷子喝了口茶 沉默了一会儿 问道为什么不去上班 秦泽就知道他要来找自己谈话 饭桌上不说 一是老爷子不爱在吃饭的时候 滔滔不绝 二是给他留点面子 你是不是觉得 家里有车有房 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啃老 不去工作 私底下 老爷子就有话直说 秦泽刚想辩解 只听老爷子又道 金山银山都有耗尽的一天 何况我这点微不足道的半辈子积蓄 你能啃十年八年 还能啃一辈子 秦泽好奇地问 爸 你有多少积蓄 老爷子怒道 你还真惦记着我这点养老钱 您不是交着养老金吗 废话 养老金是一回事 积蓄是另一回事 秦泽赶忙低头 做乖儿子聆听状 老爷子喝了口茶 悠悠道 也没多少 一百二三十万吧 他说这话的时候 使劲压抑自己的得意 秦泽心想 也不多嘛 看来想当的富二代是没希望哦 还是得靠自己 其实 前段时间我找了份家教工作 秦泽说 老爷子嗤之以鼻 家教能挣几个钱 那户人家挺有钱有势的 我想着在社会上混 结交点权贵总是好的 而且解他进娱乐圈 我暂时庇护不了他 就想着拉些关系 以防万一 秦泽说的是心里话 再就是对裴南曼的好奇 和那点男人都有的小心思 当然 这话他不敢说 老爷子又冷笑起来 没出现 结交权贵 就能把自己变成上层人士了 把握不好度 会让别人把你当奴才 再说 就你这点本事 能庇护你姐 你是娱乐圈资本大佬啊 这话真扎心 但很走心 老爷子总是一阵见血地 道出问题所在 秦泽不服气道 我还有炒股的 也赚钱了 你还炒股 老爷子两条眉毛 立刻竖起来 本金多少 亏了吧 没事 就当交学费 秦泽伸出一只手 五千 这是把家教挣的钱 都投股市了吧 老爷子 霍了一声 五十万 秦泽小声道 多少 老爷子掏了掏耳朵 五十万 秦泽大声说 老爷子呆呆道 你哪来这么多钱 那些哥的版权费 我全给投入股市了 全给投入股市了 老爷子炸毛了 猛地站起 去抽腰间的皮带 看我不打死你这败家子 秦泽见识不妙 转头就跑 来不及解释 估计他说赚钱了 老爷子也不相信 打一顿再说 老爷子挥舞着皮带 在后面追着 秦妈和姐姐在客厅说话 给惊动了 秦泽逃命式地奔出来 大声说 妈 爸要打死我 秦宝宝下意识 拉过弟弟护在身后 护得醒悟 自己要和他打冷战 催道 打死最好 糟心的东西 秦妈则上前拦住 追上来的老爷子 埋怨道 又怎么了 好端端的 你抽什么皮带 老爷子此时 怒气草满植 喝道 你问问他都干了些什么 正路不走走歪路 倾家荡产去炒股 犯得着生这么大的气 儿子小打小闹 批评一顿就好了 把皮带收起来 老爷子恨声道 他本金五十万 多少 秦妈愣了下 五十万 老爷子心疼说 秦妈松开丈夫 淡淡道 还是打死算了 老爷子挥舞着皮鞭过来 就要打秦泽 方才还 一副姐姐姿态 保护弟弟的秦宝宝 腿脚利索地闪到一边 真是我秦妈 还有秦姐 秦泽吐槽了一句 眼看着老爷子就要过来 秦泽一边掏手机 一边大喊 爸 我真的赚钱了 不信你看 他利索地打开炒股软件 登陆账号 老爷子大步过来 一把夺过手机 怕五十万飞走似的 并惊一看 老爷子突然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 秦宝宝 扭着屁股小跑过来 凑脑袋去看 姐姐惊得张大了小嘴 他看见一串鲜红的数字 总资产 一百零八万 这 这是你赚的 老爷子回过神来 盯着儿子 秦泽点头 警惕他手里的皮带 老爷子头一次觉得 自己一家之主的位置不稳当 秦宝宝抬起头 怒目相试 你赚这么多钱 居然瞒着我 良心贼坏 秦泽不懈道 我干嘛要告诉你 不给你死皮赖脸要钱的机会 秦宝宝大怒 伸脚去踢弟弟 秦泽握住姐姐的脚丫子 秦宝宝生气道 爸 你看他 快抽死他 老爷子没理会女儿 面无表情 把手机还给儿子 面无表情走了 背影何其落寞 老爷子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心想 儿子终于成才了 真好 我的教育方式 果然是错的 秦泽几人面面相去 秦泽茫然道 爸怎么了 老爸的贴心小棉袄补刀 扎心了儿子 随后 秦妈和秦宝宝回房间去了 留下爷俩继续说话 老爷子犹豫再三 问道 股市真有这么好 他是教授 当然分析出大致的股市走向 也投了些钱进去 赚是赚了 不过没儿子这般恐怖 爸 你看我买的三只长线股 秦泽不接老爸的话 掏出手机给父亲看 股市回暖的大前提下 选股市重中之重 选错股 非但赚不了钱 还可能亏钱 随后爷俩对目前股市 和国内经济形势 讨论了一番 第二天 秦泽姐弟俩吃完早饭就走了 昨晚 秦宝宝接到经纪人李彦宏电话 说今天有个通告 秦泽一问 是拍广告 秦宝宝跟父母炫耀 秦妈倒是没什么 老爷子高兴之余 万分惆怅 儿子女儿都有出息了 拍个广告 就抵他好几个月的收入 秦宝宝手握方向盘 目视前方 等红绿灯时 瞅一眼副价位的弟弟说 秦泽吃了一惊 秦宝宝恨恨道 过生日就给你买 用你的老婆本 让你娶不到老婆 秦泽翻白眼 有病 秦宝宝板着脸 口渴了 拿瓶水给我 秦泽从车门槽 取出储备的矿泉水 递给他 秦宝宝撒娇道 喂我 秦泽拧开瓶子喝了一口 含着水 含糊不清叫姐姐把嘴凑过来 恶心 秦宝宝娇叱一声 你说要我喂你的 秦泽又故意恶心他 小姐姐 秦宝宝一听这称呼 就浑身恶寒 秦宝宝瞪他一眼 想了想 逆声道 好啊 来喂我吧 小哥哥 秦泽打了个寒战 你赢了 秦宝宝得意的哼了一声 这不是回家的路吧 你上错高价了 秦泽发现 姐姐走错路了 没错 秦宝宝笑音音道 早上起晚了 赶着去场地拍广告 小哥哥跟我一起去吧 半个小时 他俩来到指定的摄影棚 秦宝宝接拍的是 某运动饮料的广告 地方就在公司内部 临时架了一个摄影棚 他俩刚一进门 导演就赶紧迎上来 先和秦宝宝握手 一叠声的叫秦老师 随后 目光落在秦泽身上 这位是 哎呦 秦老师 久养大名啊 秦泽心说 久养什么大名 你愣了几秒才认出我来 哎 秦宝宝来了 要签名去 哎呦喂 他弟弟也来了 我非常喜欢秦泽 本人比电视上还帅 身材真好 他是我妹的男神 跟他也要张签名 工作人员凑上来要签名 由于某人擅自上传 秦泽写真集的影响 女粉丝但凡见到秦泽 下意识就去注意他的身材 导演驱赶工作人员 去去去 要签名待会再说 先让秦老师换衣服 广告内容很简单 就是跳一段舞 然后说广告词 本来饮料公司是想找运动员来拍的 不过广告费没弹拢 就找到了秦宝宝 秦宝宝换一身装扮出来 浅白色牛仔短裤 白色衬衣 下摆在腰上打结 露出紧致小腰和肚脐 在场男同志无不惊艳 导演也很满意 秦宝宝的身材果然是一大卖点 灯光准备 一号机器 三秒后开机 Action 随后 秦宝宝在绿色幕布前走走跳跳 一本正经地说着台词 像是傻子 广告词是 选择一个好的功能饮料 挑战全新自己 功能饮料 我只喝烈火 导演喊了声咔 想了想 到重新再来一遍 第二遍 再来 第三遍 再来 工作人员过来说 导演 这样就很好了 导演白白手皱眉说 总觉得哪里不协调 服装 体操舞 发型 是不是广告词 错了 总觉得这个广告词太违和 秦泽忽然说 对 就是广告词 导演眼睛一亮 这个广告词不好 得改一下 这广告词 是为体育运动员量身定制的 现在换广告明星了 就显得太不合适了 通知一下策划组的同事 赶紧重新详广告词 导演给秦宝宝等人拿了几瓶水 过来抱歉道 真不好意思 麻烦稍等一下 他知道明星的时间都很金贵 不夸张地说 时间就是金钱 秦宝宝宝宝 秦宝宝接过水 笑道 不碍事 作为新晋明星 秦宝宝还没尝试过那种 时间就是金钱的紧迫生活 他递给李彦宏一瓶水后 又习惯性地打去秦泽 小哥哥 饮料喝不喝 他把功能饮料递给秦泽 忽然发现周围空气刹那安静 导演和李彦宏 齐刷刷看来 宝宝 他不是你弟弟吗 李彦宏皱眉 他这把年纪 可不会玩梗 他喜欢我叫他哥 秦宝宝面不改色地 把锅甩给弟弟 秦泽尴尬地想 找个地缝钻进去 急忙笑着说 这是开玩笑的 导演和李彦宏对视一眼 哈哈笑了两声 秦泽心想 你们这副演的也太明显了吧 没一会儿 色画部那边 写好新的广告词送过来 喝出心动力 爱青春 爱美丽 导演广告词一抛 我们做的是功能饮料 不是保健品 生命在于运动 功能直选烈火 我是秦宝宝 我只喝烈火功能饮料 导演又把广告词一抛 这和最开始的广告词 有什么区别 烈火功能饮料 酸酸甜甜就是我 导演把广告词撕碎 酸奶台词别乱入 想广告词也烧脑 需要给策划部一点时间去酝酿 秦宝宝嫌疾无聊 就问身边的弟弟 你有什么好点子吗 秦泽点点头 有啊有啊 我有好多经典广告词 导演双眸金光一闪 兴致勃勃道 说来听听 导演啊可以让秦宝宝扭几下屁股 然后朝着镜头说 不是每一种饮料都叫烈火 导演一愣 李彦宏瞪眼 秦泽又说不满意吗 我这里还有 感觉身体被掏空 没关系 白瓶烈火 我要 我要 我要烈火 入口揉 一线喉 腰酸背痛不要怕 早喝早轻松 天天喝烈火 将来一定比你厉害 比你强 烈火排饮料 每天一瓶 白嫩丰满 导演心想 这特么是什么广告词 细思极乌 秦宝宝也听不下去 劈手敲在弟弟脑瓜上 闭嘴 李彦宏嘴角抽了抽 心说 这弟弟 就是个变态吧 秦泽父母家里 秦妈正在拖地 这时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秦妈掏出手机 看了眼来电 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 她接起电话就骂道 你个黑了心的去 你还知道爹姐打电话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声音 姐 我媳妇前阵子生病了 两个崽子又不肯要我钱 你帮我送点钱去家里 以你的名义给 千万别提我 回头 我把钱打你卡上 秦妈叹了口气说道 就你那点钱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小如和小宗 明年要上大学了 宝宝现在是明星了 不缺这点钱 宝宝这丫头有出息 阿泽也有出息了 比我家两个崽子强多了 秦妈笑道 这下子 宝宝又有理由不相亲了 宝宝还和阿泽住一起 电话里的男人突然问道 秦妈嗡了一声 顺其自然吧 反正他们不是亲生的 秦妈脸色立马阴沉了下来 怒道 这件事不许再提 下午1点 特化部总算憋出个 比较有创意的广告词 有了广告词 拍摄起来就快了 一次通过 秦宝宝公司那边还有事 李彦宏本来想和他一起过去 但姐姐坚持 要送秦泽回去 烈阳高照 空气都是灼热的 小红马晒了大半天 车内闷热得很 姐姐的小脸闷得潮红 摸出矿泉水灌了一口 忽然发现是弟弟之前喝过那瓶 很嫌弃的样子 秦泽嘀咕一句 装什么正经 秦宝宝瞪眼 你说什么 没什么 秦泽说 拍广告好啊 明星除了拍片 就数商演和广告最赚钱 姐姐嗡一声 有没有找你拍那一广告的 秦泽瞅着姐姐火辣身段 姐姐这样的身材 简直是内衣商的最爱 还真有 而且给的价格特高 秦宝宝发动车子 驶出大楼停车位 那怎么又不拍了 还是你回公司 就是为了拍那一广告 秦泽脸色有点不好看 他不太愿意 姐姐拍那一广告 姐姐穿内衣的样子 他自己都难得一见 我绝对没有这方面的心理欲求 秦泽心里加了一句 宿主你有 系统忽然插嘴 去你妹的 有本事你颁布任务啊 秦泽用激将法 抱歉 宿主的心理欲求满直 但条件不成熟 属于不可能完成任务 系统毫无起伏的声音说 你无法要求姐姐在车里脱衣服 秦泽瞬间感觉 整个世界都索然无味 秦宝宝瞥见弟弟脸色 嘴角翘起 我自己去说了呀 我找公司领导说 我不拍那一广告 然后就同意了 我们总裁大人很赏识我 暗地里对我多有照顾 秦宝宝得意说 总裁大人 秦泽眯眼 秦宝宝飞速扭头看了眼秦泽 目视前方 转心开车 嘴角笑容溢不住地扩散 喜滋滋道 真酸 酸你妹 秦泽朝姐姐翻白眼 你肯定百思不得其解 我也是 不明白他赏识我什么 秦宝宝说 乱说 秦泽欲盖迷章 我才没有想其解 你说什么 姐姐大怒 这时 秦宝宝的电话事实响起 姐姐让秦泽接一下 他在开车 秦泽接起电话 喂 妈 秦妈不知在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秦泽呼得皱眉 怎么突然间提起他了 没有 他没联系我 有没有给秦宝宝打 我问问 妈问我们 舅舅有没有打电话联系你 秦宝宝摇头 没有 好端端提他做什么 妈 秦宝宝说没有 嗯嗯 挂了 秦宝宝开口 妈什么意思 秦泽兴致缺缺的样 谁知道呢 管那么多做啥 姐弟俩沉默着 秦妈的一个电话 好似您估计喷洒在空气 他们都不想多提那个人 9月5号 秦泽再次被两家大型金融公司拒绝后 终于改变策略 将简历投向中小型金融机构 他现在正赶往一家公司面试 根据面试短信的提示 他搭乘电梯来到25楼 找到了距离投资公司 秦泽咨前台 说自己是来面试的 前台妹子看到秦泽惊喜不已 帅哥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面 秦泽心虚了一下 心想 该不会是碰到粉丝了吧 这时 电梯叮一声 校校内走出一个OL套装的女人 黑亮的直发 套着肉色丝袜的双腿 套裙包裹浑圆臀部 这女人有一股 令人见之妄俗的淡雅气质 女人向着秦泽这边走来 前台妹子恭敬叫了一声总经理 很难得碰到一个OL套装女神 秦泽忍不住多瞅了几眼 女人也转头看了一眼秦泽 随后踩着高跟鞋 哒哒哒地走了 留给她一个窑窍婉约的背影 秦泽感觉这女人有点面熟 但一时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 总经理办公室 助理把今天要面试的新人简历 拿给苏玉看 苏玉飞快翻阅 很快翻到了秦泽那份简历 中午赤盛的阳光中 苏玉伸了个懒腰 净显窑性感身段 她低声说了句 真巧 会议室里 秦泽打量着四名面试官 瞅了眼名牌 分别是人事部经理 投资部经理 市场部经理 以及总经理助理 面试官也在考量秦泽 小伙子皮囊不错 身材也不错 看着很精神 公司五六十号人里 没几个比他帅的 最先发话的是人事部经理 秦泽 简历上没有你的任职经验 中年女人浮了浮镜矿 镜片闪过一道犀利的反光 请问你实习的这几个月 在干什么 一上来就是犀利的问题 秦泽坐在椅子上 双手放在膝盖上 腰杆挺直 如实回答 这两个月都在炒股 市场部经理顿时笑了 他说 方便问一下你的收益率吗 可以 秦泽点头 平均收益率在90%左右 最高300% 最低40% 市场部经理眉头一条 很惊人的收益率 投资部经理笑呵呵道 说一说最近股市的走向 秦泽说 要大涨了 投资部经理做了个请的手势 让秦泽开始演讲 秦泽措辞几秒 开始缓缓分析了起来 最后他谦虚地说道 我只是发表我自己的看法 说错的地方 几位领导尽管批评 投资部经理拍了拍手 调侃道 很难见到一个这么能砍的年轻人 一本正经的吹牛 偏偏还吹得很有道理 显然几人都没把秦泽的分析当一回事 这时 只见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表态的总经理助理 亮出了他的大招 这位278的清秀女人 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卷子 推给秦泽 笑道 我这里有份高数卷子 给你半小时 你能拿满分 公司就录取你 还有这样的操作 秦泽震惊了 清秀女人似笑非笑 有问题吗 秦泽说 没问题 顺便给我支笔 然后就把椅子挪到桌前 自顾自答题 其他几个面试官看秦泽的眼神 都有几分怜悯 许是这年轻人 哪里得罪他了 以秦泽科技能书的水平 拿高分不成问题 拿满分也不是不行 但半个小时太仓促 他把选择题和填空题搞定 抗肠复杂的解答题 交给系统 半小时 秦泽割下笔 常常吐出一口气 好了 几个经理都满脸狐疑 逗我呢 这才多久 你确定半个小时能达满分 总经理助理 很好地掩饰住眼中的震惊 他取出一份答应好的答案 对比了好几遍 最后抬起头 用怀疑人生的口吻问 你怎么做到的 满分吗 人事部经理迫不及待地问 女助理无声点头 我数学比较有天赋 秦泽鑫说 妈买皮 老子面个事而已 你们想怎么样 他觉得这套路似曾相识 总经理办公室 助理捧着今天面试的成果 再跟苏玉汇报 今天面试十个人 三个在比试阶段淘汰 两个在面试阶段淘汰 剩下的五个 我按照学历 工作经验等评估 分了A级和B级 苏总您看一下 苏玉眼波一扫 一份份看过去 淡淡道 他卷子做得怎么样 女助理立刻从文件中 抽出那份试卷以及答案 苏玉对比着卷子和答案 清雅如画的脸庞 终于展露一抹色彩 泽泽道 还真给他拿满分了 满满没忽悠我 真的只用了半小时 女助理苦笑道 苏总 那家伙什么来路 说半小时就半小时 一提都没有错 要不是这张卷子 是我随机从网上打印的 我都要怀疑 他是不是提前备过答案 你可没看见面 士官们的脸色 是挺变态 苏玉笑了 他起身走到墙角 把卷子和答案 放入碎纸机的齿槽 对助理说 把他安排到投资部 先跟着李凌峰 混一段时间 女助理忙点头 这么多新员工里 就这小子 是苏总亲自安排岗位的 女助理退出办公室后 苏玉一溜烟小 跑回电脑前 鼠标哒哒声响起 再坑也不能坑队友 话说 这段时间都没见大神上线 他上个黄金都那么困难 从倔强到不屈 什么时候 能抵达荣耀的彼岸啊 晚上六点半 秦泽正在家做着饭 就接到了 距离投资公司的电话 说他面试通过了 让他周一来报道 这时候 开门声响起 姐姐和王子晶 携手回家 因为王家小姐姐上班的地方 距离地铁站有点远 平时只要请宝宝上班 他都会顺路去烧王子晶一程 俩人刚一进门 就闻到了菜香味 秦泽蹬蹬下楼 看到两位姐姐回来 他高兴地张开双臂 说我今天面试成功了 开心不开心 惊喜不惊喜 秦宝宝眨眨眼 王子晶愣了愣 秦泽健壮 得意地站在原地 等着两位姐姐的拥抱 两位姐姐高兴地扑了过去 随即无情地从秦泽身边穿过 来到厨房餐桌旁 哟 今天什么日子 吃这么丰盛 姐姐吃惊地说 秦泽你是想把我养成小胖猪吗 王子晶边吐槽 边咽口水 喂 不恭喜我吗 秦泽叫道 王子晶当先反应过来 装模作样道 哎呀 恭喜恭喜 阿泽好厉害 秦宝宝迫不及待 用手捡起一块小鸡盾蘑菇塞进嘴里 要多夹有多夹的叫道 哇塞 我家阿泽居然找到工作了 姐姐好开心好欣慰 必须向文奖励 秦泽异性蓝山 原来是我自嗨而已 在两个名牌学府毕业的姐姐看来 找到工作完全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吃完饭 秦宝宝伸了的懒腰 柔柔发酸的脖梗 唉声叹气 过几天要拍广告 下个月则要出一张专辑 好累好累 王子晶愕然 出专辑这么快 我看其他明星出专辑 少说两个月的时间吧 秦宝宝说 这个不好说 快的四五天就一张专辑 慢的几个月 好想过混吃等死的日子啊 王子晶抛来一个滑稽哥的表情 这不是秦泽的人生追求吗 扎心了小姐姐 秦泽瞪他一眼 秦宝宝手机叮咚一声 短信提示 他举起手机一看 高兴地尖叫一声 不过去和王子晶分享 至今 我的广告费到账了 这么多 王子晶吃了一斤 厉害吧 过几天还有一笔 是我参加 星星有约的薪酬 秦泽好奇地凑过来 想看姐姐的工资 秦宝宝把手机护在胸口 身体往后缩 不给秦泽看 他这是报复秦泽隐瞒炒股利润 偷偷藏小金库 秦泽朝姐姐翻了个白眼 厉害厉害 亲一个 王子晶高兴说 随即俩女人抱在一起 相互亲一口 秦泽在一边看得心痒痒 表示我也要 两位姐姐狠狠瞪了眼秦泽 让她滚蛋 可怜的秦泽 只能尴尬地站在一边 羡慕地看着两位姐姐亲亲 第二天周六 外面太阳毒辣 本来说好要逛街的闺蜜俩人 意见达成一致 决定还是窝在家里发霉 秦宝宝在玩手机 有个校友群叮叮咚咚 信息响得不停 今天刘教授开讲座 有没有组队去听的 必须去啊 刘教授的每一场讲座我都道喜 今天是什么主题 情感伦理 很期待刘教授分享自己的情感史 哈哈 秦宝宝双眼放光 指着手机对身边的王子晶说 要不我们去复旦听公开课吧 王子晶不乐意 那和逛街有什么区别 什么公开课 秦泽说 神经病吧 好不容易脱离大学 你自己回去找罪受 我们大学一个很出名的教授 姓刘 三十多岁的优质大叔 长得可帅了 好多女生都暗恋他来着 剑桥大学毕业 讲课水平很赞 秦宝宝夸赞不已 我很喜欢他 秦泽撇了撇嘴 公开课时间是下午两点半 秦宝宝开车 带闺蜜和弟弟来到复旦 在附近的奶茶店买了三杯冰饮 三人穿梭在梧桐树的阴影里 漫无目的地逛着校区 大热天 路上学生不多 偶尔看见他们 被秦宝宝和王子晶的身影惊艳 可惜他俩都戴着棒球帽 墨镜 无缘亦督芳容 至于为什么光看身影就惊艳 因为这俩女人穿着合身T恤 如挺妖戏 尤其秦宝宝 可怕的三六弟 走哪里都吸睛 俩人下身则是牛仔短裤 包裹滚圆屁股 两双白嫩匀称大腿 脚上一双透气慢跑鞋 公开课就在光华楼四层 一间可以容纳200人的大型教室 入座率40%左右 已经很不错的人气了 今天是周六 逃课的人不少 秦宝宝挑了个后侧偏僻的角落 尽量不引人注意 刘教授32岁 带金丝矿眼睛 看着斯文 但鼻挺的身姿可以看出 他应该是健身房常客 长得确实挺帅 发丝中夹杂些许银丝 不是染的 是真正的少年白 大家好 刘教授扫了眼教室道 很多人估计在心里诅咒我 把这节公开课放到周末 本该是你们和男女朋友约会 或者宅宿舍打游戏的日子 却要跑来听我讲课 学生们哄笑 有几个女同学在底下大喊 我们是自愿来的 最喜欢听刘教授的课 最喜欢刘教授 是吗 刘教授笑呵呵说 那真是惊喜 想当年秦宝宝在我的课上 也说过类似的话 只是当时我没珍惜 学生们大笑起来 现实中的解控媚控 是隐晦的 他们很可能都没意识到 自己有这样激情的感情 甚至觉得 和哥哥姐姐之间的亲密举止 是正常的 在座的同学 有没有解控媚控的 举个手看看 刘教授开玩笑道 底下学生一片安静 王子津小声问身边俩人 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 胡说八道 一派胡言 俩人很愤怒的样子 秦泽忽然举手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兄弟姐妹之间的依赖性 向往性 应该是普遍存在现象 刘教授摇头 这个问题问得太美水平 我并没有说 这会必然而然发展成竞技关系 每个人的情感浓烈不一 有的人能悬崖勒马 而有的人 却会不顾一切的 点燃心中的野火 秦泽还想争辩什么 只听刘教授接着道 竞技情感 如果不能及时遏止 会很可怕 它是一种亲情转为爱情的现象 或者亲情中夹杂爱情 很复杂 爱情本来就是疯狂的野火 不惧燃烧 这种人会疯狂地燃烧自我 走向不可挽回的深渊 接下来 我们再讲讲爱情 一堂公开课结束 学生陆续离开 返回停车位的路上 女文亲王子晶 津津有味地回味公开课内容 感觉自己对人性 情感的理解 又近了一分 今天的课真有意思 没白来 秦宝宝呸一声 就感觉胡说八道 瞎扯淡 他的话得到秦泽认同 就是就是 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王子晶眨眨眼 我觉得挺好的呀 姐弟俩齐齐道 好个屁 秦宝宝把车钥匙丢给王子晶 自己往后坐钻 秦泽跟着他钻进去后座 姐姐磨出一瓶矿泉水 咕噜噜灌了半瓶 很不淑女的打嗝 然后神色样样的发呆 他脸蛋被晒出两团红韵 鼻尖沁出细汗 并发贴着脸颊 狐妹子脸蛋又妖娆又妩媚 好热 姐姐声音一声 脱掉透气慢跑鞋 拔掉白色短袜 让两只白嫩嫩的脚丫 感受空调吹出来的冷气 臭死了 快把鞋子穿回去 秦泽嫌弃的捂鼻子 臭吗 秦宝宝捧起脚丫子 臭 秦泽说 哦 秦宝宝放下脚丫子 忽然一脚蹬在秦泽脸上 秦泽就闷哼一声 后脑勺撞车门上 你猜臭 姐姐是小仙女 秦宝宝蜷缩着脚怒道 大怒的秦泽 伸手拽住姐姐的腿 把她拖翻在座位上 把她翻了个身 牛仔短裤包裹的臀部 就展现在她面前 因为姐姐的挣扎而撅起 恰似一轮满月 王子金输入导航定位 缓缓倒车离开停车位 没在意姐弟俩的闹腾 反正也习惯 笑哈哈道 系好安全带 求名山车神 带你们飞咯 复旦离他们住的地方 就十来分钟的路程 没来得及展现老司机的技术 王子金略感失望 回家后 秦泽打开客厅空调 三人陆续冲凉 两个姐姐换上清凉的吊带衫 王子金一个人站了大半个沙发 眯着眼打盹 睡着了 秦宝宝盘腿坐在另一侧沙发 膝盖放笔记本 戴着耳机 秦泽眼角余光瞥见 他居然在看岛国动漫 姐姐发现他的目光 赶忙一缩 警惕看着他 你干嘛 秦泽一愣 我没干嘛呀 至于这么大反应吗 秦宝宝护住电脑不给他看 用脚踢了踢 该干嘛干嘛去 秦泽更好奇了 眼疾手快地夺过姐姐的笔记本 定睛一看 这部动漫他看过 德国古科神作 叫做 我的妹妹不可能这么萌 老爷子喊住他 摆出老子的威严 让秦泽把手机给他 秦泽正了正 问老爷子要干什么 老爷子为人师表的语气 看看你最近的收割单 你中长线目前看来还不错 但短线有明显的不足 我看看 晚点指点你一番 秦泽心想 我看 是你最近炒股遇到瓶颈 需要我的收割单做参考和启发吧 当然 这话他不敢说 毕竟做老子的不要面子 秦泽说 那我不走了 您说 去去去 别在这里碍眼 老爷子夺过手机 挥手赶人 秦泽来到客厅 秦宝宝 王子精 秦妈三女人 坐在沙发上聊天 话题绕来绕去 就那么几个 秦妈说 隔壁老张家的女儿 终于嫁出去了 哎呦 都快三十的老姑娘了 他老张家终于可以松口气 二楼的刘婶 儿子都生二胎了 又添一个大胖小子 那小模样 别提多可爱 宝宝 你也要加把劲知道吗 妈都快五十了 秦宝宝鼓着腮帮 问其包式的 不要和母亲说话 妈 有西瓜吗 我想吃西瓜了 秦泽及时出场 秦妈转头看了儿子一眼 继续和自己女儿说话 不怪秦妈着急 邻里跟他差不多年纪的 大多数都当外婆奶奶了 再不计 儿子也娶媳妇 女儿嫁人了 再看看他 别说外孙了 女儿连个对象都没有 每次出门碰到老邻居 都要被问 你家宝宝有对象了吗 什么时候结婚啊 秦妈顿感压力山大 秦泽见自己老妈不理他 上去向秦妈撒起娇来 秦妈瞪了儿子一眼 让他自己去切 王子精及时出面 表示自己也想吃 秦妈这才乐呵呵的起身 去厨房切西瓜 秦泽走到姐姐身边坐下 撞了撞他肩膀 幸灾乐祸 看这架时 老妈晚上饱不准 还要和你睡 秦宝宝烦躁的扭扭身子 不要滴滴碰他 这时 老爷子从书房走出来 老家伙满脸笑容 春风得意 把手机还给儿子 拍拍他肩膀 笑呵呵道 不错不错 我儿子就是有本事 阿泽 这种事虽然经历的越多越好 但也不能太三心二意 爸 什么事 秦泽呼绝哪里不对劲 你小子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还瞒着我不说 老爷子笑的嘴角 都裂到耳根了 一听老爷子说 秦泽交女朋友了 秦宝宝猛看向王子精 王子精先是一愣 然后心虚了一下 忽然又觉得 哪里不对劲 我心虚什么呀 老爷子露出欣慰的笑容 那个张雅是谁 长得怎样 家住哪的 大学同学吗 秦宝宝一愣 秦泽眼瞼一颤 这姑娘有点太热情了 你要注意人品啊 不能什么对象都处 老爷子顿了顿 又挤出欣慰的笑容 陈清云也是你对象 一口一个情歌的 年纪比你小吧 刷刷 两道宛如实质的目光射来 秦泽感觉三幅天 瞬间变成三九天 爸你别胡说好罚 我没女朋友的 他决定先去厨房闭一闭 搞清楚状况再说 同时又掏出手机 手机信箱有五条未查收短信 小弟弟 最近小姐姐没有 改天约你姐一起出来玩 哎呀 不理我 吃干抹镜提裤子 不认人了是吧 秦哥 这礼拜有时间吗 我妈想约你来家里吃个饭 秦哥你别嫌我烦 我 我以后都会做个乖孩子的 秦哥你回我条短信呗 我不敢拿你电话 卧槽 这信息量也太大了吧 张雅就是那种 喜欢口花花的女人 明明是很正经的事情 她也能以十八进化题开头 至于陈清源这丫头 死将死将 一点都没有被打入冷宫的自觉 总想着和秦泽发生点什么 老爷子该怎么看我啊 我做了22年优秀儿子的形象 还有这该死的智能机 短信提示会把信息内容赤裸裸地弹出来 老爷子瞄一眼就什么都看到了 还不用点开信箱 心安理得的窥探儿子的隐私 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尖叫 秦宝宝从沙发一个虎跳 扑到弟弟的背上 两条长腿死死勾住秦泽的腰 双手掐他脖子 大怒道 秦泽你这个黑了心的蛆 也要掐死你这小赤佬 秦泽用力挣扎 想把姐姐甩下去 秦宝宝两条腿能夹死人 颠来颠去 就是不掉下来 闹什么呢 有话好好说 老爷子惊讶 女儿如此激动 秦宝宝不理老爹 一个劲地骂黑了心的蛆 大坏种 老爷子没法忍了 他是坏种 老子是什么 老爷子怒道 下来 再不下来 看我不抽死你 碍于老爷子多年的威严 秦宝宝这才呜呜员地跳下来 眼里还含着泪光 又委屈又无辜地 看着自家老子 老爷子骂道 多大的人了 跟个小孩一样闹 像话嘛 你妈说的对 就该给你找对象 没谈过恋爱 你就不会成熟 主要是有王子晶这个外人在 女儿的表现 让自诩家娇森严的老爷子 颇敢丢脸 爸 你要打他 秦宝宝指着弟弟 悲愤控诉 他勾搭有夫之妇 听到自己女儿说 儿子勾搭有夫之妇 老爷子心中一领 盲问 他结婚了 那倒没有 秦宝宝说 没结婚 你瞎避避什么 老爷子骂道 那他勾搭两个呢 秦宝宝不甘心 那是他有本 这个不行 老爷子横眉立目 有外人在 门峰一定要正派 谈恋爱就谈恋爱 可不能太三心二意 脚踏两只船 老爷子改口道 谁脚踏两只船了 秦妈从厨房 端着西瓜出来 妈 你儿子勾搭有夫之妇 你赶紧和爸一起打他 秦宝宝往弟弟身上泼脏水 借此发泄委屈 妈 你别听他瞎说 我是清白的 我没勾搭张雅 秦则申辩 秦妈问 张雅是谁 我的一闺蜜 秦宝宝气道 早就跟他说过了 别老打张雅主意 人家都有男朋友了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结婚了 我没有 秦则大声自变 秦宝宝哭道 就有就有 他忽然蹲下身 捂着肚子 呜呜夜夜哭起来 老爷子和秦妈 不料女儿反应如此之大 秦妈俯下身忙问女儿 怎么了怎么了 说哭就哭 多大的人了 羞不羞 秦则趁机黑姐姐一下 许事见我有绯闻女友 心里不平衡了呗 秦宝宝泪眼汪汪看向秦妈 妈 我肚子痛 原来是大姨妈来了 秦妈健壮 知晓女儿又痛经了 忙上前搀扶 你不是下礼拜吗 怎么提前了 秦宝宝疼得脸发白 楚楚可怜说 阿泽昨天买了好多冰棍给我吃 秦妈和老爷子 就迁怒地看儿子 秦妈和王子精 插着秦宝宝回房间 秦宝宝换上吊带衫 染血内裤也得换了 半死不活躺在床上 咿咿呀呀 精致的眉梢紧促 门无声无息推开 他抬眼看去 秦泽探头探脑进来 还疼不疼 秦泽走到床边问 疼 秦宝宝可怜巴巴说 红糖浆茶没什么用 我帮你揉揉 秦泽说着 去掀姐姐的被子 秦宝宝连忙按住 瞪眼 不要你按摩 你这个黑了心的蛆 都半死不活了 还计较这些 秦泽无奈道 安心啊 你闺蜜什么德行你不知道啊 他就那样 开局一张嘴 放心 我没勾搭你闺蜜 秦宝宝口是心非道 你跟我解释干嘛 我才不关心呢 你跟王子精解释去 早解释过了 非等着第一个跟你解释 秦宝宝气得双腿 狠踢被子 嗷嗷大叫 气死我了 动作太大 肚子受震荡 又疼了 秦泽叹了口气 他抬起姐姐的大长腿 缓缓按压三阴胶穴位 然后是脚背太冲穴 三分钟后 如此反复十来分钟 秦宝宝舒服多了 咸鱼似的躺在床上懒得动 秦泽问 还疼吗 咸鱼姐姐不理他 那我走了哦 秦泽说爸起身就走 哎 秦宝宝忙喊住他 那个陈清元 你还没解释呢 秦宝宝喊住弟弟 让他解释 跟陈清元什么关系 秦泽无奈道 一个黄毛丫头 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又不好这口 秦宝宝酸溜溜道 是啊 有一个王家小姐姐朝夕相处 你当然看不上小丫头了 秦泽有些尴尬 他不说话 见秦泽不说话 秦宝宝更吃味了 以前不知道谁说 永远都像着姐姐的 就算有媳妇 也把姐姐摆在第一位 秦泽一愣 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你有你有 秦宝宝在被窝里叫道 说话不算话的男人 一辈子娶不到媳妇 秦泽看着用被子蒙住头的姐姐 心想 我说的甜言蜜语多了去了 每天变着花样哄你 我哪记得住 客厅里 王子精给自己倒了杯水 喝了口茶 餐桌上菜箱扑鼻 他看着在厨房里忙碌的秦妈 忍不住问道 阿姨 就我们这几个人 做这么多菜能吃完吗 秦妈在厨房笑道 今天来客人 是你秦叔叔的学生 秦妈刚说完 门铃就响了 王子精去开门 门口站着一位三十而立的男人 穿和身的休闲西装 外貌重规重矩 透着一股温润气质 手上提着一篮水果 他看到王子精愣了愣 许是怀疑自己走错门了 飞快嫖眼门牌号 你好 我是秦老师的学生 他打量王子精略感惊艳 秦老师家里的亲戚 进来吧 王子精笑容落落大方 侧身请客人进来 是不是王沛来了 秦妈在厨房喊了一声 阿姨 是我 王沛笑呵呵回道 说完卷起袖子 打算来厨房帮秦妈 秦妈笑着把她推了出去 让她去客厅先坐着 菜都已经做好了 饭桌上 老爷子坐守卫 右边是得意门生王沛 秦妈 左边的顺序是 独苗儿子 长女 王子精 王沛跟老爷子一边喝酒 一边聊着职场 金融等话题 老爷子问他 你现在是什么岗位了 还是浦东区域经理 两年没挪位置了 王沛说 老爷子点点头 中风的水又深又浑是出了名的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求稳 以你的年纪 就算有你那岳父帮衬着 也到极限了 接下来就是敖兹利 秦妈感叹道 王沛 我家阿泽 有你一半的出息就好了 老爷子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整天就知道在家里炒股 也不出去找工作 秦宝宝狠户独自 立刻道 他找到工作了好罚 老爷子一瞪眼 他又怂了 王沛道 喜欢炒股啊 有没有兴趣来中风 我帮你安排 秦妈高兴坏了 给王沛加菜 那多不好意思 周一我就让阿泽过去试试 秦泽道 妈 你别操心了 我刚面试成功呢 秦妈哀气不幸 怒气不争 你那什么投资公司 我听宝宝说了 上网都查不到 秦宝宝又道 阿泽炒股 也能赚不少钱呢 王沛意外地看秦泽一眼 我倒是忘了 有秦老师言传身教 老爷子顿时汉言 论炒股技术 他这个老司机 已经雕不过儿子了 王沛有意无意道 宝宝交朋友了吧 有没有带回家见过父母 又说到秦妈伤心处了 她唉声叹气 她要给我找个男朋友回来 我做梦都笑醒了 王沛一愣 没男朋友啊 也是 宝宝现在是大明星了 不方便谈恋爱 这和明星不明星的没关系 她就压根没谈过恋爱 秦妈觉得 丈夫的得意门声 不是外人 苦水憋在肚子里 不吐不快 你说说多大的人了 怎么就那方面不开窍 妈 秦宝宝造得面红耳赤 这些话 怎么能当外人的面说吗 王沛脸上露出笑容 阿姨 宝宝年纪也不大 不着急 再说 缘分没到吗 她看了秦宝宝一眼 笑容更深的些 周一 过后 秦泽穿上正装 今天是她正式上班的第一天 秦宝宝亲自开车 送她去公司 车上 秦宝宝看着弟弟摆弄着领带 说了句 傻 真傻 系上领带 看上去特傻 秦泽反驳道 你懂什么 这可是紫金姐送我的礼物 秦宝宝撇了撇嘴 想起早上因为秦泽记不记领带的事 差点和王紫金打起来 到了公司 在前台妹子的协助下 签了一系列相关手续 前台妹子带她来到一间办公室 笑道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 她看着秦泽 秦泽会议 朗声道 大家好 我叫秦泽 请大家多多关照 重规重矩的自我介绍 这间办公室十一二人 男女皆有 掌声嘻嘻落落 秦泽扫一眼办公室的同事 心里一咯噔 全特么休闲打扮 没一个是正装的 她混入这群穿衣随心的同事中 就像一只白天鹅 混入了鸭裙里 还是打领带的白天鹅 迷之尴尬 前台给她安排在临近门口的位置 秦泽一个新人 肯定站不到得天独厚的好位置 靠门的位置就两个 其中一个已经有人了 你好你好 我叫杨健 同事首当其冲 直面领导威严的好汉 朝秦泽打招呼 秦泽也礼貌的和他握了握手 我拉你入群吧 杨健举着手机说 咱们这个部门有个群 我今早刚驾了 秦泽刚加入群聊 群信息就叮叮咚咚的响个不停 欢迎新人 欢迎欢迎 小帅哥分配到咱们部门了 666 今晚聚餐吧 请小帅哥吃一顿 滚 你又想免费蹭饭吃 小帅哥有没有女朋友 秦泽看了看聊天群 抬起头扫一眼安静的办公室 大家面不改色 一脸努力工作 没时间聊天的模样 他又低头看了眼手机 信息还是在不断地冒出来 杨健低声说 别看了 你没进错群 办公室不好无所事事的闲聊 大家有话都在群里说 嫌烦你就屏蔽好了 妈蛋 秦泽心想 我是不是真的进了一个不正经的公司 秦泽点开杨健的个人信息 看到他的微信名称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杨浦秦宝宝 你住杨浦的 秦泽问 你怎么知道 杨健愣了愣 很喜欢秦宝宝 说到这里 杨健兴奋了 你也觉得那牛不错吧 我前几天看 我是歌星 迷上他的 太正典了 女神中的女神 那你认识我吗 秦泽 你不刚自我介绍过吗 歌星还没看完 秦泽得出结论 快了快了 再有两期就是总冠军争夺赛了 杨健说 最后是秦宝宝夺了冠军 真厉害 秦泽坐了半个钟头 也不见什么领导出面 于是他掏出一包滑子 问杨健要不要来一根 杨健连忙摆手 说他不抽烟 而且办公室也不能抽烟 秦泽叹了口气 现在姐姐禁止他在家抽烟了 实在熬不住 才发他一支 大概是觉得 在这点上找到了做姐姐的威严 秦宝宝乐此不疲 秦泽独自一人跑楼下 找了个有烟地盒的垃圾桶 点上一根烟 顺便看看 那群二货是不是还在水群 众人聊得起劲 忽然 一个太敌狗头像的人说话了 给大家出三道题目 回答正确的 中午我请示范 群里瞬间一片寂静 秦泽知道这是投资部经理 自己以后估计就是 他手下的兵了 第一题出来了 有三个人去投诉 一碗三十元 三个人每人掏了十元 凑过三十元交给了老板 后来老板说 今天优惠只要二十五元 老板给服务生五元 交退给三人 服务生留了两元 每人只退给一元 现在我们来算 三个人每人只花九元 三个人计二十七元 加上服务生的两元 共二十九元 请问 最后那一元钱哪里去了 短暂沉默后 群里各种回复 我去 最后一块钱去哪了 总感觉哪里不对 可又说不上来 你只伤得我 瑟瑟发抖 秦泽愣了愣 发现题目的风格如此眼熟 下一刻 他想起来了 尼玛 这不是UC烂大街的逻辑误导题吗 秦泽回复 三人 共计花费二十七元 老板收入二十五元 我计收入两元 正好二十七元 大家别被误导了 群里进入沉默时间 似是在推敲秦泽的答案 片刻后 泰迪狗发了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同事们恍然大悟 我就说 哪里不对劲 二十七元消费 两元是收入 两者怎么能相加 妈蛋 把我的逻辑给带骗了 年轻人脑子赚的就是快 中午一起吃顿饭 谢谢经理 秦泽回复 堂堂一个公司 整得跟幼儿园大班 讲棒棒堂四的 秦泽有点无语 泰迪狗的第二道题来了 一个人花八块钱买了一只鸡 九块钱卖掉了 然后他觉得不划算 花十块钱又买回来了 十一块钱卖给另外一个人 请问 他赚了多少钱 秦泽如今的心算水平 堪称变态中的变态 看完题目的瞬间 就得出答案 正要输入答案 却发现有人截足先登了 挥两元 杨剑回复 泰迪狗又发一个 竖大拇指的表情 午饭加你一个 第三个问题 秦泽无语 没完没了了 他把手机揣回兜里 摁灭烟头 直接回了办公室 中午和同事吃饭的时候 正巧碰到了美女总裁苏玉 苏玉悄悄拍了张照片 传给了某人 秦泽 苏玉为数不多的好友 很快回复 猜猜我在哪里遇见她的 苏玉嘴脸情笑 神色间跳动着女孩的俏皮 猜不出来 裴南曼直接说 没去 是咱们公司的员工餐厅 对方沉默片刻 怎么回事 意外意外 上星期来公司面试 恰好被人看到了 面试那天我特意让助理试了试 苏玉手指在屏幕上飞舞 30分钟 满分 果然是变态智商 裴南曼道 真无聊 你不是仇无人可用 试试她呗 高智商归高智商 工作经验是另外一回事 先磨练一段时间 随你 裴南曼道 晚上一起吃饭 把她也叫上 完了 秦泽的明星身份 在公司里被曝光了 秦泽三人的午饭吃到一点半 本来中午饭点是12点 下午一点钟上班 但因为是领导请客 所以算特例 三人离开餐馆 李凌峰忽然拍拍秦泽的肩膀 说你这身正装很不错 秦泽瞬间被窘了一下 这时 秦泽的手机响了一下 一条短信进来 信息是裴南曼发的 邀请秦泽晚上一起吃饭 不过秦泽家里 还有两个姐姐要奶 于是拒绝了裴南曼的邀请 秦泽刚搁下电话 身边似有幽香飘来 苏玉从他身边走过 朝秦泽点了点头 入职的第一天 不会安排什么工作 依照职场规矩 这是给新员工充分的适应时间 秦泽和杨健各顾各的 一个导姑股票 锻炼短线操作能力 一个戴着耳机 看我是歌星节目 每每秦宝宝出场 他就会找身边的秦泽探讨一下 秦女神的胸脯 是三四弟还是三六弟 秦泽被他缠得不耐烦 就说三六弟 让他滚一边去 杨健不信 说你怎么知道 秦泽心说 我虽然不曾格物置之 但我就是知道 别问为什么 当然 这些话自然不会跟这个小吃老说 半个小时 他终于看到最后一期 激动的压低声音说 总决赛了总决赛了 虽然知道秦宝宝夺冠 但还是很激动 听说这一期是他弟弟帮唱 据说惊献神曲 秦泽就那闷问 你真没关注过秦宝宝 杨健说 节目连载那会儿 我还没辞职呢 每天加班到九点 回家都十点多了 可恨无良企业害人啊 没为我的女神 投上爱心一票 这时 他往屏幕一撇 神色激动 来了来了 秦宝宝他递出来了 现场版歌剧二 真不愧是姐弟 他弟弟真心帅 咦 我怎么瞅着 有点眼熟啊 秦泽笑呵呵一声 眼熟吧 杨健瞅了他半赏 木然点头 眼熟 他在一看电脑视频 低声说 我肯定在做梦 杨健哭丧着脸问 秦泽不会真是你吧 秦泽继续淡定 你都叫我秦泽了 还有假 杨健虎去一阵 卧槽 我来这公司 最大的收获 不是见识了苏总这样的大美人 是认识小舅子你啊 小舅子 秦泽斜眼 未来小舅子 杨健立马改口 秦泽呵呵一声 秦泽 杨健突然双手合十 请务必帮我要一张你姐姐的签名 拜托了 秦泽无语 就这点出息 杨健默默看完我是歌星后 再也没和秦泽讨论 秦宝宝的大胸大长腿 而是默默走出办公室 然后没过多久 七八个女同事 就站在办公室外的狼盗瞅她 那眼神好似在看动物园的国宝 几个女同事 临危不乱地与她对视 强势为观 哎呀呀 她看我了 真是秦泽 哇 真帅 我要把照片发全力 呵呵 随后女同事们一哄而散 秦泽满脸大汗 你妈 这什么情况 吃完晚饭后 秦泽抱着笔记本 在客厅沙发上 研究今日古事大盘 房间里传来 姐姐打游戏 又输了的叫嚷声 秦宝宝抱着笔记本走出房间 撒娇让秦泽陪她打几局 秦泽眼简一该回了剧 没空 秦宝宝就生气骨塞 踩着拖鞋登登登的下楼 去抢秦泽手里的电脑 打不打 打不打 秦泽连忙说打打打 登录游戏 秦泽让姐姐等会儿 她要换一下符文 秦泽刚换好符文 一个聊天框闪烁不停 她点开一看 是小蛮腰这个坑货 又来求大腿了 既然要陪姐姐玩 匹配 独秒钟 聊天房里 小蛮腰哈哈笑道 女装大佬 大神 你的朋友真逗 操汉子都喜欢用这种名字 秦宝宝眉头一挑 就要打字喷过去 秦泽阻止姐姐 她最近 你别理她 秦宝宝哼一声 算是卖弟弟几分搏面 进入游戏 秦泽选皇子打野 秦宝宝玩女警 小蛮腰秒选安妮 辅助式情女 上路则是号称真男人一条五的蛮王 游戏开始 电子女生 敌方还有30秒抵达战场 碾碎他们 秦泽扛着战旗 直奔人家野区 狂打信号 让小蛮腰和上路蛮子帮忙反野 但上路那家伙不鸟他 姐姐便千里迢迢从下路赶来支援 三人缩在草丛里猥琐等待 只要对方一出现 就让他知道 从草丛中窜出来的不一定是盖伦 也有可能是三条咸鱼 可惜对方也是同样的套路 蹲在己方红爸爸区 于是秦泽果断拿了对方的红 然后跑上路抓人 小蛮腰和秦宝宝很识趣 没吃他经验 各自回线上 秦泽蹲上路草丛时 忽然发现中路窜出两个抠脚大汉 盲僧和杰 恰好截住了回线上的姐姐和小蛮腰 他心里一领 然后是电子女生 Double Kill 开局送双杀 安妮 你的眩晕呢 秦宝宝噼噼里啪啦打字 憋了一肚子火气 我眩晕不要攒 小蛮腰的语气也不太客气 你的家子呢 不放家子的女警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可笑 你见过一级学家子的女警 小学生 秦宝宝冷笑 然后 两人开始对喷起来 一些现实里绝对不会说出口的脏话 毫无压力的噼里啪啦打出来 秦泽帮上单蛮子 抓死对面的诺克 打字劝解 猥琐发育 别嗶嗶 于是游戏又正常进行 秦泽重点照顾上路 草丛埋伏 没过多久 他耳边又想起电子女生 Double Kill 往下路一看 女警和安妮纷纷俯首 刚才安妮从中路赶来抓人 埋伏在草里 本来几方辅助闪现开大 成功顶住对面两人 秦宝宝女警也叙事待发 边走边 安妮见时机已到 从草丛窜出来 气势汹汹的召唤大熊 可惜这蠢货空大了 然后俩人见对面射手残血又不甘心 想来个塔下强杀 但很可惜 被来了个塔下反杀 姐姐和小蛮妖本来想要塔下强杀 却被对面塔下反杀 可以想象两个人此时都气炸了 女警你是 蹲塔下开大 你是演员吧 小蛮妖炸毛 你闭嘴巴 空大的脑残 秦宝宝气歪鼻子 啪啪敲字 反唇相机 脑子那脑子 打游戏不带脑子 果然是小学生 秦泽打字道 你是初中生 你好不到乃趣 大神 你帮你机友不帮我 我也可以当你的机友 你给姐滚犊子 神坑 要不是你空大 会送双杀 MDZZ 姐 呵呵了 死人妖 呵呵你妹 看你数据 B31 你不是废物是什么 MDZZ 那也比你零杀而死强 辣机 经济倒数第二的废物 辅助都快超过你了 骂了的八子 没人理我 秦泽忍无可忍 打字 都闭嘴 瞎闭闭什么 能不能好好打了 俩人这才熄火 秦宝宝一摔鼠标 阿泽 气死姐姐了 这个黄童狗 它坑我 秦泽忙安慰姐姐 放宽心放宽心 我带你飞 秦宝宝和他 都是胜负心比较强的 输了要骂娘 他俩没少因为一起走下路被打穿 而相互甩锅 然后发展成枕头战 游戏进展到15分钟 秦泽已经是人头王 系统赠送的能量修炼手册 让他的内在都有明显的提升 反馈到游戏上就是操作变得犀利 对面复活后 秦泽发现对面的人迟迟不现身 他立刻意识到对面可能在偷龙 秦泽立刻给中单的小蛮腰打信号 扛着大旗赶向大龙方向 小蛮腰很配合 和他一起偷偷摸过去 秦泽单身23年的手速飞快地打字 待会我突进去挑飞他们 你跟上炫晕 把大龙抢过来 小蛮腰手速也不骂 就是不知道单身多少年 嗯嗯 我有大招 等候片刻 秦泽估摸着差不多了 一个闪现过去 紧跟着一举二连 挑起对面几人 安妮 就看你的了 以安妮的爆发 配合自己大招 杀几个残血的渣渣 轻而易举 这时 屏幕跳出女警杀人提示 然后姐姐傲娇打字 死垃圾 废物中单 我的人头超过你了 秦宝宝扬眉吐气 眉眼活泛起来 之前数据比不过小蛮腰 被他呛了几句 现在带着机会 赶紧喷回去 秦泽心里一领 他一时去看安妮 只见他傻站在草丛里 一动不动 一动不动 与此同时 小蛮腰打字 你才死垃圾 你全家都是死垃圾 万年下落的废物 AD 秦宝宝立刻告状 阿泽 他骂你死垃圾呢 咦 你怎么死了 秦泽看着黑下去的屏幕 看着大龙残血挣扎后 被对方干掉 忽然感觉心好累 这辈子 再也不带黄铜狗了 这局毫无悬念地输了 秦泽不搭理撒娇卖萌的小蛮腰 退出游戏 秦宝宝气呼呼道 嘿 这死垃圾居然叫我好友 他点了同意 小蛮腰挑衅道 废物 有本事 solo 秦宝宝呵呵一声 叫道 阿泽 你这朋友找我单挑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哦 秦泽异性阑珊 你们高兴就好 他胜负心很强 这会儿只觉得一口老血憋在胸口 秦宝宝和小蛮腰开始solo 秦泽不需要旁观 都能猜中结局 姐姐的操作不错 只是线上单挑的话 小蛮腰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阿泽 你要吃咪咪吗 秦宝宝手里拿着咪咪虾条 媚眼如丝 晚上 秦泽毫无困意 叼了根烟 坐在书桌上写笔记 他要把这几天的 割据单做个总结 评估一下各大板块 门把手拧动得细微生 姐姐小心翼翼地从门缝里钻出来 捏手捏脚关门 秦泽如今耳目聪明 姐姐刚开门他就知道了 头也不太问道 solo打完了 秦宝宝看到秦泽叼着根烟 不高兴了 他立马扑过来 摘走弟弟手里的烟 称道 都说了不准抽烟 再不怪打你哦 秦泽没在意 问姐姐最后谁赢了 说起这个 秦宝宝立马得意了起来 当然是你姐姐赢了 那个菜鸡 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他撩了撩自己的秀法 那得意近 别提有多高兴了 秦宝宝发现 弟弟橱柜上的零食 毫不犹豫就去拿 女人都爱吃零嘴 秦宝宝也不例外 看着眼前的零食 秦宝宝忽然笑一宁道 阿泽 你要吃咪咪吗 秦泽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 问姐姐真的可以吃吗 当然能吃 又没过期 秦宝宝翻白眼 泡来一袋咪咪虾条 整个世界瞬间索然无味 秦泽不吃 啪唧一下拍开 秦宝宝不管他 自顾自打开手里一袋零食 往秦泽床上一坐 口齿不清道 压力山大 姐也睡不着 阿泽帮我揉揉腰 忙着呢 秦泽埋头奋笔即输 秦宝宝阴音音道 难道姐姐的身体 对你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吗 秦泽这才抬起头来吐槽 已经这两个字用得好 秦泽还是帮姐姐按了 秦宝宝撑起身子 享受弟弟的按摩 嘴里不停地说着 不对劲呀 不对劲 秦泽难闷问 什么不对劲 秦宝宝悠悠道 王子金娜妞儿不对劲咯 他刚跟我唠嗑 说要保持姐姐的威严 不能和你嘻嘻闹闹 不能太亲热 分明是看不得阿泽对姐姐好 秦宝宝转头与秦泽对视 冷笑一声 你说 他是不是吃醋了 姐姐一把屎一把尿拉扯我长大 亲密点又怎么了 秦泽嗅到一丝似有似无的火药味 知道这时候该说什么话 秦宝宝顿时露出笑容 就是嘛 不和姐姐亲热的弟弟 算什么好弟弟 忽然秦宝宝盯着弟弟使劲丑 把秦泽看得发毛 他说 你看什么呢 秦宝宝道 帅 秦泽刚想说 这还用你说 只听秦宝宝接着道 可惜没看出来 秦泽怒的拍了一下姐姐翘臀 秦宝宝立马乍起 就要给秦泽来个夺命剪刀脚 秦泽眼疾手快 一把把姐姐按倒在床上 秦宝宝还想挣扎着起来 秦泽问他 还要不要按摩了 秦宝宝这才停止挣扎 郁闷十足地说 你说王子晶看上你什么了 你除了会做菜 会写歌 没什么出彩的地方了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瞎了眼的白天鹅 秦宝宝气苦道 我辛辛苦苦养大一头猪不容易 他一个大家闺秀惦记什么 秦泽忽然问 姐 你知道子晶姐她看的电视剧吗 秦宝宝故作镇定 知道呀 好像叫妈妈再打我一次 秦泽一愣 是妈妈再抱我一次 秦宝宝立马纠正道 里头的主角可惨了 先被男朋友戴绿帽 然后有个霸道总裁喜欢上他 可劲的追求 女主角假装矜持 然后就倒在霸道总裁的攻势下 眼见有情人终成眷属 可双方家长一见面 他妈崩溃了 原来总裁的父亲 是他年轻时的情人 可惜 为了家族大业 娶了一个不爱的女人 把他们母女抛弃 他们哀嚎一声 孩子 其实你爹不是你亲爹 你男朋友是你弟 秦宝宝笑着说 这编剧可真有才啊 脑子里山路十八万 秦泽有些悲伤 心想 孩子 其实你爹 他也不是你亲爹 秦宝宝又道 整部剧最惨的 其实是女主角的父亲 女儿养了二十几年 忽然发现 自己是接盘侠 心痛得不能呼吸了 秦泽眼神更悲伤了 老爷子你可要挺住啊 秦泽问 啊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种事情 发生在现实呢 比如说 你 姐姐生气了 自家弟弟居然想说 自己不是爹妈亲生的 秦宝宝狠狠给了弟弟一脚 骂道 滚犊子 姐姐这么漂亮 怎么可能不是亲生的 你才是捡来的 秦泽连忙抓住姐姐的脚丫 如果 我是说如果 秦宝宝笑嘻嘻道 那挺好的呀 好 秦泽怀疑 莫不是姐姐的三观崩了 他说道 好什么呀 这种事情 在吃瓜群众眼里喜闻乐见 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是一场灾难 也是 秦宝宝觉得有理 转念一想 又没心没肺道 还是一个妈生的 秦泽无力吐槽 他还想问姐姐一个问题 秦宝宝立马激动起来 你才不是亲生的 秦泽连忙说 不是这个问题 姐姐这才让他问 秦泽说 如果娱乐圈的资本大佬想趴你 你怎么办 敬问一些恶心人的问题 秦宝宝不满的 明了弟弟一把 你心里变态是吧 秦宝宝说道 娱乐圈也有它的秩序 不是说想趴谁 就趴谁的 有点商业头脑的人 会把利益摆在第一位 只要能赚钱 大家就能坐下来聊 当然 也有一些激色的人 总想把年轻漂亮的女明星弄到手 能当玩物最好 如果不听话就封杀 宁愿少赚钱 而明星有合同在身 受制于人 大多会乖乖妥协 不愿放弃这个愉悦龙门的职业 秦泽意外地说 可以啊 你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吗 那是 秦宝宝得意到 除了外表赏心悦目 他内在也聪明 不是一无是处的花瓶 秦泽又问道 如果就有不长眼的娱乐圈资本家 看上你了呢 毕竟姐姐这么漂亮 秦宝宝可怜兮兮的撒娇模样 那就只能靠阿泽为姐姐做主了 秦泽让姐姐好好说话 秦宝叹气 还能怎么办 急流永退呗 熬到合同结束 陪大肚子男人啪啪啪这种事 秦可不要 再说 我也出名了 我是大明星了 就算退出娱乐圈 我也是无所谓了 只要管着阿泽的老婆本 姐姐就一辈子不愁吃 不愁喝了 说得好像我不娶老婆似的 秦泽吐槽 姐姐笑眯眯抬起手 秦泽立马改口 有这么漂亮的姐姐 还娶媳妇干嘛 秦宝宝听出弟弟讽刺的语气 生气道 那你娶王子金好了 想来是不介意我坑你老婆本的 秦泽笑摸狗头 放心啦 我会庇护你的 秦宝宝没和他闹 目光柔弱 低声道 阿泽 唱首歌 给我听好不好 夜深了 寂静的客厅 秦泽低沉的嗓音飘荡 他的脸贴着姐姐的秀法 似有某种情绪荡漾 秦宝宝在秦泽的歌声里闭上眼睛 安心睡去 第二天早上 办公室里 杨剑难得没出去浪 扑在电脑前 霹里啪啦敲击键盘 盘没停过 有些吵 问他在干什么 杨剑说 在灌水 我在帮你姐姐摇旗呐喊 什么意思 秦泽凑过去看 秦宝宝这周发单曲 同期的还有几个人气偶像 竞争很激烈呢 推广 买新闻 粉丝互喷 杨剑扭头 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 秦泽否认 其实他不知道 姐姐只说 最近要发专辑 没说具体时间 也没找他求歌 他问杨剑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同期发单曲的明星里 有两个争绑的强大对手 一个小鲜肉 一个老唱将 我们粉丝要做的 就是帮偶像宣传单曲 然后去竞争对手的论坛 微博里面喷人 杨剑说 我开了十来个小号 怼死他们 懂了 就像族迷们为了自己支持的球队 一言不合就打架那样 秦泽点点头 秦宝宝单曲的MV 昨天就发布了 杨剑忽然埋怨他 你怎么不给你解写歌了 搞得战局很焦主啊 谁都压不住谁 秦泽说 这不是最近都在忙公司的事吗 这时 秦泽手机响了一下 是裴南曼的短信 约他中午一起吃饭 地址就在秦泽公司附近 叫望香楼的餐厅 走路过去十分钟 望香楼包间里 裴南曼放下手机 加一筷子凉菜 手机屏幕亮着 秦泽的回复 好的 他身边坐着气质淡雅的女人 扭着脖子 吸一口橙汁 目光却不离手机 手机里播放某知名游戏的教学视频 动感十足的音效声 在小包间回荡 几天了 你看这些玩意不腻吗 裴南曼指头敲敲桌面 不是从不看这些视频的吗 以前是无所谓 玩游戏高兴就好 但我最近碰到一个贱人 苏语咬牙切齿的模样 破坏了他淡雅出臣的气质 他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小女子最多忍三天 我要找回厂子 裴南曼无语 多大的人了 除了工作就知道打游戏 一直单身下去吗 咱们别武士不孝百步好不好 苏语道 打游戏多好啊 看谁不顺眼就怼他 小学生死垃圾随便骂 还不用考虑形象素质 最喜欢那些人跟我对喷 我能喷一天 裴南曼眼神闪过无奈和疼惜 叹了口气 好了 别看了 估摸着他也快来了 你总不想在属下面前丢形象吧 苏语一言 退出视频 坐姿历时端庄优雅起来 几分钟后 敲门声响起 服务员推门进来 身边跟着秦泽 秦泽本以为 坐在裴南曼身边的 会是裴子齐和李东来两个屁孩子 看到空谷幽兰般亲历的女人 愣了愣 这不是他们公司的美女总裁吗 怎么会和熟女姐姐坐一起 裴南曼邀请秦泽吃饭 但秦泽没想到 他们公司的美女总裁 居然也在 裴南曼招招手 笑容温婉 让秦泽坐 秦泽疑惑的目光 在两人之间转悠 猜测他们的关系 美女总裁 对秦泽的目光毫不在意 微笑点头 裴南曼为他解惑 我是距离公司的股东之一 秦泽恍然 感觉不可思议 后又幡然醒悟 你嘛 我说做试卷的套路 怎么如此熟悉 裴南曼招呼服务员上菜 客套道 什么时候来家里玩玩 东来和子齐都挺想你 最近工作挺忙的 秦泽下意识地推托 李东来想他 他倒可以理解 裴子齐 他从没正眼看过他 裴南曼转头问苏玉 公司这么忙吗 苏玉贪贪手 许是家里忙吧 随后聊了几句家常 秦泽和裴南曼 不热络也不生疏 但身边多了一株空谷幽兰 很多话题 都不好肆无忌惮地展开 便聊了些 关于李东来学习上的建议 裴南曼耐心听着 说回头我督促他 空谷幽兰偶尔插几句 说这天气热得吓人 南曼我们去度假村避暑去吧 秦泽便笑道 哪个避暑山庄能比得上空调房 苏玉看他一眼 不说话 特么尴尬了 裴南曼深感赞同 这话有理 快吃完饭的时候 苏玉破天荒地主动和秦泽说话 他露出浅浅的 轻力的笑容 秦泽 你和南曼是熟人 我就不和你见外 听说你在面试时 说自己炒股利润是百分之百 如果我给你五百万 你能在一个月内翻一翻吗 秦泽目瞪口呆 什么情况 苏玉见他不说话 笑容玩味 没信心 秦泽心说 你一脸不正经的笑容 我怀疑你在耍我 不好意思 做不到 秦泽震惊之后 回绝了美女总裁 大胆的想法 苏玉和裴南曼对视一眼 前者一脸恶趣味笑容 后者则称怪 裴南曼轻轻说 他跟你开玩笑 苏玉自然不可能 让一个职场菜鸟操盘 五百万资金的项目 没这么玩的 再大的家底也要败光 他就是试一试秦泽 看他作何反应 激动的一口答应 那肯定是心底天高的浮夸性格 还需要多磨砺几年 而秦泽毫不犹豫地拒绝 反而让他挺满意 秦泽心说 果然坑我 离开餐馆时 两女人走在前面 秦泽在身后观察他俩的臀 尾时是这两女人的屁股扭的 格外风情万种 裴南曼的臀部曲线 要更风鱼 扭起来自然更诱人 苏玉的小了以后 胜在挺翘 左看右看 似乎还是姐姐的屁股更诱人 秦泽挥手给了自己两巴掌 裴南曼扭头问 你怎么了 苏玉好奇看他 秦泽面无表情道 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要救 裴南曼和苏玉都一脸疑问 秦泽忽然想起来问系统 系统 当才为什么没颁布任务 是我心里欲求没达标吗 系统回应 你又想装什么插 秦泽嗤之以鼻 屁话 文化人的事 能叫装插吗 叫人钱显胜 系统说 你别逗 人家都说是开玩笑的 颁布了任务又怎样 人家不让你操作 你等着积分青零四零四吧 秦泽看见 裴南曼上车前 朝自己挥挥手 他扬起手摆了摆 奇怪的是 苏玉竟然没回公司 钻进裴南曼的车子 一同去了 想不通啊 想不通 苏玉背靠座椅 小幅度的伸懒腰 脖梗白皙 胸脯不伟岸 也不卑微 海归博士也有 想不通的问题 裴南曼目视前方 专心开车 苏玉竟没弄眼 那小子 勉强算一表堂堂 气质符合书上说的 温润二字 智商或许恐怖 除此之外 感觉也不是太出彩 你怎么会和他纠缠不清 纠缠不清 裴南曼摇头失笑 有时候挺好奇的 他这人 乍一看去 平平无奇 相处久了 还会觉得挺不要脸 可了解的越深 越想知道他的极限在哪里 考卷也好 弹琴也罢 包括写歌 总给人一种 深不可测的错觉 让人百找挠心 看不清极限 所以觉得 无法掌控 苏玉想了想 因为变态的掌控欲 裴南曼不反驳 哎呀呀 听说一个女人 对一个男人产生好奇 往往是沦陷的开断 唯有与裴南曼相处 苏玉才退去 清冷的伪装 活跃的像个小女孩 裴南曼撑了他一眼 你言情看多了吧 沉默片刻 裴南曼忽然道 觉得寂寞 为什么不找个男朋友 苏玉一愣 笑容淡趣 说不清是清冷 还是忧郁的神色浮上脸庞 他看着车窗外 飞速倒退的警务发呆 千万不要乱翻姐姐的包 否则像秦泽一样 翻出不得了的东西 还正好被姐姐撞见了 那就尴尬了 另一边 秦泽脑海里盯一声 任务来了 人前险胜 帮秦宝宝夺得本月 单取销量冠军 成功奖励600点积分 失败扣除相应积分 为什么秦宝宝的任务乱入了 秦泽表示不解 系统说 你自己的心理欲求 你不懂 瞎说什么大实话 秦泽心虚 宿主 求你多一点装逼的心理欲求 让我多出场几次 求你了 殷殷殷 殷你妹啊 学秦宝宝是不是 秦泽摸出手机 给姐姐发了条信息 你的单取什么时候发 几分钟后 姐姐回复 周四 秦泽发信息 让杨健帮自己请个假 在路边招来一辆出租车 师傅 剧原新路1168号 新义大厦 新义大厦25楼 秦宝宝和李彦宏 以及两个助手 在休息室吃饭 李彦宏吃饭的同时 不忘刷论坛 关注MV的打榜情况 竞争可真激烈啊 看目前的形势 宝宝你能稳住前三 就很不错了 秦宝宝埋头吃饭 嗡了一声 也在低头玩手机 不过再和弟弟聊天 李彦宏询问 为什么不找弟弟帮忙写歌 秦宝宝不耐烦地皱起小眉头 我弟弟没时间了 他忙着呢 可厉害了 两个女助手没憋住 扑斥一笑 秦宝宝炫地狂魔的称号 文明娱乐圈 事实上 他确实很爱拿弟弟吹牛 比如现在 休息室的门被推开 前台妹子进来 秦老师 你弟弟来了 我让他在你办公室等着了 你们先吃 秦宝宝把筷子一丢 踩着低根鞋跑了出去 秦泽第三次来姐姐办公室 明显感受到这里的变化 内部装修雅致了许多 秦泽关上门 坐到姐姐的办公大椅上 体验一下 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快感 脚边似乎碰到了什么东西 低头看去 一个黑色运动包 他认得 秦宝宝每天都拎着这东西出门 办公室这么大 干嘛把包放地上 秦泽附身拎起包 放在办公桌上 吃拉一声 拉开运动包 包里塞着凌乱的舞蹈服 一件三六地罩杯的文凶 再还有一条内裤 仔细一看 这内衣有轻微的湿迹 房间门推开 姐姐雀悦的声音 小赤老 怎么不跟姐姐说一声 推门进来的姐姐 看到这一幕 声音嘎然而止 办公室里 秦泽盯着姐姐的内衣猛看 秦宝宝脸蛋一红 小跑怪抢过运动包 拉上拉链 休脑道 你别乱动我东西好罚 内裤 但这般赤条条的打量 心里还是很窘迫 秦泽狐一道 你上班带两套衣服干嘛 秦宝宝白眼 我不要练舞的呀 大热天一身汗 穿一天吗 秦泽恍然 那我就放心了 放心什么 姐姐眼里似有光芒一闪 秦泽笑了笑 没什么 你来心意干嘛 你不是上班吗 就知道摸鱼 秦宝宝欣喜弟弟找他玩 但嘴上不饶人 秦泽心说 系统都办任务了 我能不来吗 听说你MV排位竞争 很激烈 还什么味哦 你以为打游戏啊 秦宝宝吐槽 那叫珍宝 有希望夺本月销量冠军吗 不清楚哎 有点难吧 没用的东西 看来还是要我亲自出马 办公室门被敲响 李彦宏提着秦宝宝吃剩的饭过来 宝宝 我帮你带过来了 秦泽和李彦宏打了声招呼 扭头问姐姐 我帮你写了几首歌 现在换歌来得及吗 李彦宏猛地瞪大眼睛 你写歌了 你不是没时间吗 秦泽奇怪地看他一眼 谁告诉你我没时间 我时间不要太多好不 秦宝宝低声道 你前几天不是忙着面试吗 写歌费神费脑 影响你精力 他以前是没办法 才死缠着弟弟写歌 现在实业勉强上正轨 也就不没完没了地纠缠秦泽 秦泽说 歌当然有 就怕你们订好歌 不能改 能改能改 李彦宏抢答 我去市场部那边说一声 他高兴坏了 秦泽的名字在娱乐圈是块金子招牌 他写的歌绝对是精品 有他助阵 秦宝宝的销量冠军 十拿九稳 秦宝宝戴着耳机 站在支架话筒前 身材高挑 青丝如铺 嗓音软如 秦泽在隔音玻璃外 与市场部的领导仔细听着 谁都没有出声 秦宝宝唱歌天赋确实高 基本能抓住这首歌的精髓 也和他缠着 让秦泽唱歌给他听有关 姐姐现在不爱听童话了 有事没事就让秦泽唱时间逐语给他听 听着听着 熟练度就高了 秦宝宝刚从录音室出来 不给他和弟弟炫耀的时间 李彦宏上来高兴地说 宝宝 这首歌太好听了 咱们就换这首歌 市场部的领导们都同意 杨经理咳嗽一声 对旁边的秦泽试探道 秦老师 你的歌版权卖不卖 秦泽有点好笑地摇了摇头 按照授权分成吧 和之前几首歌一样 他可不是厨 一锤子买卖 肯定不如细水长流 而且版权成了公司的 说句不好听的 秦宝宝以后 要是不在新义了 他就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唱这几首歌 比如开演唱会 杨经理失望道 行 咱们签个合同 临近周五 新义在网上强势 宣传了一波秦宝宝的单曲专辑 随后 秦宝宝的专辑 在各大门户网站纷纷上架 这期上架的专辑里 除了秦歌女王之称的秦宝宝 以及香江老辣肉 和内地小鲜肉 其他人都是陪跑 粉丝们在网上打得不可开交 这个说秦宝宝垃圾 那个说小鲜肉娘炮 爆微博 爆论坛 与此同时 各大明星的专辑销量 也是成几何数上涨 销量达到万单位后 势头才停滞下来 缓慢增长 最后只有三张专辑 一记绝尘 分别是秦宝宝 谢怀安 香江老辣肉 领先的是香江老辣肉 其次谢怀安 秦宝宝暂时位列第三 深夜 秦宝宝和王子晶在床上已经睡着 秦宝宝忽然被手机铃声吵醒 半眯着眼 胡乱地去摸手机 他困意浓重 一脸猛逼地接通电话 谁呀 宝宝 你是不是忘记发照片了 李彦宏的声音 从扩音器传出 焦虑得很 什么照片 秦宝宝茫然 我的姑奶奶 你真的忘记了 李彦宏说 不是让你发微博 呼吁粉丝支持吗 这都过了12点了 你还没发微博 我就说 这排名不科学 你现在排第三 粉丝们还不知道 秦泽帮你写歌呢 宣传不到位啊 秦宝宝想起来了 原先说好 在专辑上架前发一发微博 呼吁一下粉丝支持 可秦宝宝挨到11点 没撑住睡着了 他吐了吐舌头 我现在就发 说完挂断电话 王子晶被吵醒 一阵哀压哀压的声音 抬手往秦宝宝屁股一顿揍 埋怨道 大半夜把人家吵醒 我睡眠前 很难入睡的 他起床气很大 秦宝宝搂着闺蜜的脑袋 按在自己丰满的胸脯上 乖 姐姐哄你睡 小心我咬你一口 王子晶从他胸脯里挣扎出来 哼道 不要给你睡了 秦宝宝奉眼一眯 音测测道 小蹄子 你暴露了吧 暴露什么 王子晶茫然 秦宝宝气呼呼道 你分明是想和阿泽睡 哪有 我睡客听行不行 王子晶叫蛆 秦宝宝一个翻身 跨坐在闺蜜掀腰 按住他双肩 低下脸蛋 鼻尖对底 道 说出来嘛 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 你真喜欢我家那头猪 我就把它送给你 王子晶撇开头 死不承认 瞎说 我不喜欢秦泽 秦宝宝眼里闪过一抹雀跃 嘴角挑起 寻寻善诱导 不要不承认 你看我家阿泽 长得帅 又会写歌 做菜又好吃 股票还赚了这么多钱 你看 现在上哪儿 去找这么优秀的男人 喜欢就说出来嘛 我们是姐妹 我还能不帮你 聪明的王子晶 他立刻知道 被闺蜜带节奏了 呵呵一声 这么好 你嫁给他得了 秦宝宝感觉自己 被闺蜜犀利的 一键刺中命门 要被炸出皮袍下的小来 湿润黑亮的毛子 闪过慌乱之色 骂道 呸 你个老巫女 她是我弟弟好罚 王子晶开玩笑道 哎呦呦 心虚了 闭嘴 看我撕了你这张嘴 秦宝宝伸手去撕王子晶的嘴 两人在床上扭打 喘息声和叫喊声交织 神经病啊 大半夜睡不睡觉了 明天不上班嘛 两人瞬间哑火 秦宝宝叫道 凶什么凶 这就睡了 王子晶提醒道 哎 你照片没发呢 秦宝宝一拍脑袋 哦 差点又忘了 随机躺好 手机登陆微博 上传照片 配字 感谢老弟帮忙 么么哒 秦宝宝发微博后 经过一晚上的发酵 很多人都知道了 秦宝宝的这张专辑 都是他弟弟给写的歌 顿时秦宝宝的专辑销量 突然迎来爆发式的增长 日榜首位 不再是香江那块老辣肉 而是秦宝宝 并且 销量达到骇人听闻的12万 破了首日10万的销量记录 网上 秦宝宝的论坛 贴吧 微博 一片热烈 粉丝们交流着听歌感受 表达自己对单曲专辑的热爱 有人说 时间主语很好听 有种青梅竹马小甜蜜的感觉 也有人说 味道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前男友 还有人说 熟悉的陌生人才好听 歌词很有深度 当然也有人表示质疑 真有这么好听吗 信息一发出来 就被秦宝宝的真爱粉录怼 我靠 你是不是秦宝宝粉丝 他的专辑你没买 呃 我是爱巴秦泽写真照的 想做成桌面 并不是秦宝宝粉丝 那就是秦泽的粉丝了 混账 不知道秦泽出品必数精品 赶紧给老子去买 一周后 秦宝宝的专辑已达50万 破了数字专辑周销量记录 原记录是周销量44万 晚上十点 秦宝宝返家 他刚和市场部的几个领导 以及经纪人李彦宏 录音师 助手等人吃了顿庆宫宴 秦宝宝脸蛋涂红 眼眸迷迷蒙蒙 带着酒后的蒙蓉 秦泽还在客厅 抱着笔记本捣固他的事业 贱姐姐回来 头都没抬说道 回来了 秦宝宝嗚了一声 脱掉高跟鞋 包包放在单人沙发上 往秦泽边上一躺 哼哼唧唧道 不能陪阿泽吃饭 阿泽不要怪姐姐哦 本来说好请秦泽和闺蜜吃饭的 嗯嗯 秦泽敷衍几声 没在意 秦宝宝酒喝的有点多 胆大包天的 把弟弟的笔记本盒上 勾住他脖子 亲一口脸颊 姐姐是销量冠军 谢谢阿泽 真不愧是姐的好弟弟 套路没新意 秦泽对姐姐的亲吻 已经达到漠然无视的地步 秦宝宝明亮的眸子 直勾勾地看着弟弟 那你想要什么新意 他捧着自己驼红的脸蛋道 事情吗 瞎说什么 秦泽吃了一惊 见姐姐微醺的娇憨姿态 滚回房间睡觉去 别跟我这里耍酒疯 秦宝宝握住秦泽的手 擒摆 狭长的眼睛半眯 露出一个狡黠的微笑 你等着 马上给你奖励 我去 秦宝宝给弟弟的奖励 竟然会是这个 因为秦泽帮姐姐 夺到了专辑销量冠军 所以秦宝宝说 要给弟弟奖励 让弟弟等着 不过秦泽并没当真 因为姐姐喝得晕晕乎乎 说的话 自己都可能不记得 秦宝宝自顾自地回了房间 然后抱着衣服出来 哼着搁进了浴室 秦宝宝明显轻微醉酒 房门都忘了关 秦泽往房间里张望 王子精趴在床上玩手机 玲珑身段的曲线 在薄贝单下凸显 王子精也察觉到房门没关 目光一瞥 恰好撞见秦泽欣赏美人身段的眼神 王家小姐姐赶忙掀开被子 跳下床 小跑着过来关门 狠狠瞪秦泽一眼 啪一声 关上门 浴室里哗啦啦的水声 秦泽心无旁骛 趁着姐姐洗澡的时间 把今天的新闻联播给过了一遍 秦宝宝洗澡出了名的谩 秦泽把新闻联播看完 他才出来 湿漉漉的披散头发 身上披着浴袍 然后扭着屁股坐到弟弟的身边 问秦泽 想看吗 秦泽扭头看他 秦宝宝手指轻拂雪白袖长脖梗 朝秦泽抛媚眼 姐姐给你奖励 不想看 你又不敢脱 秦泽装作不屑的样子 说着违心话 姐姐哼哼一声 双手拽住衣领两侧 缓缓撕开浴袍 秦泽一脸不屑 猜他会中途停止 绝不敢一撕到底 浴袍从脖梗处缓缓撕开 先是修长的脖梗 然后是精巧的锁骨 接着是风轮挺拔的沟壑 秦泽从斜眼到正眼 感觉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 秦宝宝呼的一顿 随后猛的用力 完全扯开浴袍 可惜露出的不是 姐姐白嫩羊羔般的胶躯 他里面还裹着一层浴巾 妈的 又是姐姐的套路 秦泽很想吼一声 我裤子都脱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但怕王子精听见 忍住了 死相 秦宝宝屁密他一眼 扭着小蛮腰回房间 进到房间 还不忘朝秦泽办了个鬼脸 秦泽无脸 能不能少点套路 多点真情啊 又是一个闲暇的周末 两个姐姐结伴逛街去了 之所以没拉上秦泽 跟去任劳任怨 是因为他临时 被李凌峰安排了任务 李凌峰在群里发信息 让所有老员工 做一份本季度的投资计划 然后他艾提杨普秦宝宝 让杨健把名字改了 并怒怼 一想到你是抠脚大汉 我就恶心 群里一片笑声 杨健回了一个可怜表情 说马上改 问领导还有什么指示 于是 李凌峰便让他和秦泽 也写一份投资计划 杨健一连串吐鞋的表情 秦泽发无脸的表情 让你压嘴见 周一 又到了上班摸鱼的日子 秦宝宝今天没去公司 而是自个儿留在家 一大早就反常地 把客厅打扫得干干净净 十点半 门铃响起来 秦宝宝跑去开门 两人站在门口 一个打扮时尚的女人 一个扛着摄像机的大叔 今天秦宝宝有一个公告 就是做采访 专辑销量冠军的采访 是爱客视频的节目主持人 薛梅笑容满面地打招呼 这位是我们摄像师老王 秦宝宝目光撇过摄像机 灯亮着 说明已经开始录了 他忙请两人进来 哇 这就是秦老师住的地方吗 薛梅左顾右盼 难以置信 秦宝宝笑容优雅 很女神很端庄 小事小了点 但很温馨 高情商的薛梅笑道 我能随便拍一下吗 相信大家也很想看 秦老师平时的生活环境 可以 秦宝宝笑容无懈可及 于是 摄像军在客厅转了一圈 秦宝宝给薛梅介绍 这是我的房间 隔壁是我弟弟 我能进房间看看吗 薛梅兴致勃勃 秦宝宝早有准备 去您自己房间的门把守 呼听薛梅却跃道 我能进你弟弟房间参观吗 可以 秦宝宝信心松手 心说你怎么不按套路来 亏我花了大把时间收拾屋子 他转而打开秦泽的房门 弟弟的房间秦宝宝很放心 绝对不会有满地堆积的臭袜子 以及可疑的纸巾 轻微洁癖的弟弟 房间永远是干净整洁 薛梅很期待在秦泽房间发现点什么 可以是歌曲创作的手稿 亦或者钢琴曲什么的 但是秦泽的房间很干净 陈设也很简单 一张双人床 一架衣柜 一张书桌 书桌边立着支架黑板 窗户敞开着 灼热的气流扑入房间 如此简洁朴素的风格 实在不像是一个艺术家的房间 镜头在房间里徐徐扫过 重点关注书桌 但书桌除了一台笔记本 一盏台灯 以及上方的金融专业书籍 再无他物 他目光扫过支架黑板 眼睛一亮 秦老师是学金融的吗 秦宝宝笑着点头 嗯 他是金融专业 摄像机把镜头转移在黑板上 好不容易找到点干货 薛梅好奇到 上面写的股票吧 对 是股票 扛摄像机的大叔忽然说 上面写着某只股的一些分析和预测 比较细致 薛梅说 最近股市挺火的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投入其中 这只股怎么样 老王摇头 很一般 股市回暖的春风 好像没有吹到它 我一直以为 秦老师是文科生 原来他是理科 好专业的样子 薛梅不准备在这个话题多谈 老王的话 后期肯定要剪掉 他让镜头对着黑板几秒 正准备离开房间 眼角乎的瞥见 桌下有东西 薛梅俯身捡起 一本黄皮笔记本 好奇地瞟一眼 瞄到日期 天气 还有姐姐几个词 日记本 请宝宝一愣 心想 小吃佬什么时候写日记了 距离投资公司 距离有三个投资部门 李林峰管其一 办公室的门响了几下 李林峰朗声道 进来 来的是新加入公司的两条咸鱼 他目光扫过两条咸鱼手里拿着的文件 薄薄几张 用文件夹夹着 李林峰道 拿过来我看看 杨健先一步 把计划书递过去 他花了五分钟 大致过了一遍 神色满意 想法很成熟 操作手法也有依据 你以前超过期货 杨健点点头 从大学就入手了 只是赚的不多 每年的学费和零花钱而已 李林峰点了点头 他又接过秦泽的投资计划书 刚打开 就吃了一惊 手写的 秦泽没回话 只能说他办公室经验稀缺 杨健一大早就把计划书录入电脑 在公司打印出来 而秦泽没想到这一查 他连A4纸都是自己买的 杨健调侃 还是太年轻 李林峰看了眼万表 说我马上有个会 你们先回去吧 这次召集你们过来 开一次简短会议 苏玉说 公司成立半年不到 业务分配上有许多矛盾现象 你们别奇怪 为什么既然组建三个投资部 却不分工 苏玉把一摞文件搁在会议桌上 我这里有你们三个部门的 所有投资项目汇总 每个部门有亏有损 但终究是赚钱的 我很欣慰 通过这份报告 你们部门的长处和短板 一览无余 这次会议的目的 就是正式开始分工 每个投资部门 专注自己的长处 不知过了多久 李林峰忽然发现 总裁的声音消失了 会议室安静一片 然后他发现 美女总裁不知何时 站在自己身后 悄无声息地盯着 他那份投资计划书 李林峰不动声色地 把计划书挡住 道苏总 您继续说 另外两个投资部经理 目光细血 苏玉不搭理他 伸手抽走计划书 微笑道 挺有意思的 还是手写 职场老油条就说 是手底下一个新人写的 蛮有深度 我就研究了一下 苏玉目光一闪 道 秦泽 李林峰点了点头 苏玉嗷了一声 把计划书还给他 淡淡道 你是证券公司出来的 你们部门的 股票投资收益最好 以后就做这一块吧 期货现货的 酌情投资 然后他宣布 会议结束 等到另外两个投资部经理 起身离开 他叫住了李林峰 你现在就去财务那里报备 按照你手里的那份计划书 去做个新项目 李林峰一惊 忙问 资金多少 一千万 苏玉想了想 又改口道 两千万 李林峰点头离开 苏玉靠在椅子上 转了个圈 心想 是骡子是马 试一试 家里 秦宝宝的采访也结束了 他与薛梅握手 又与扛摄像机的老王握手 将两人送出门 看着他们乘坐电梯下楼 秦宝宝反身关门 狠狠把自己摔在沙发上 吐出一口濁气 他躺在沙发上 听见肚子咕咕叫了两声 该吃午饭了 可惜秦泽不在家 他叹了一声 有个会做饭的弟弟真好 想起弟弟 他突然脑中一闪 想起秦泽的日记 在秦宝宝的隐私权概念里 秦泽的手机 幸好后来智能机 出了个指纹解锁的功能 秦泽才终于迎来隐私权的春天 秦宝宝要偷看老弟的日记本 他走进秦泽的房间 手触摸日记本的刹那 略微犹豫 毕竟老弟这么大了 总要有点隐私吧 我这么看他的日记 是不是不太好 但是偷看日记什么的 最刺激了 据说每个人 都会把心里最私密的东西 倾吐在日记本上 没准我能发现 闷骚老弟的秘密 秦宝宝内心略微挣扎 想到要是被老弟知道 一定会生气 他放下日记本向门外走去 可是刚走到一半 又立刻折返回来 拿起桌上的日记本 嘻嘻一笑 不让老弟知道就好了 这么想着 他果断翻开了日记 秦泽下班回家 发现自己的日记本 摆在笔记本电脑上面 脸色当即变了变 扭头就冲出房间 质问客厅的秦宝宝 你是不是动我日记本了 秦宝宝好似刚睡醒 茫然道 什么日记本啊 秦泽不说话 死死盯着姐姐 想从他脸上看出什么似的 但姐姐一脸呆萌的表情 我的日记本被人动过了 秦泽沉声道 哦 你桌子底下的本子 秦宝宝一脸恍然大悟 我帮你放桌上了 老丢三落四的 你进我房间干嘛 秦泽目中犀利的光芒一闪 就向客难军推测出杀人凶手 今天有一个采访 来家里录的 你名气这么大 他们要求参观你的房间呗 秦宝宝说 我想你房间也没可疑的纸巾 就让他们进去了 恰好看见你本子掉地上 就捡起来了呗 当真 节目下周往上播 你自己看呗 秦泽将信将疑 后来他真去网上搜了 勉强相信了姐姐 日子过得飞快 转眼九月底 剩下一过 因为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 使得股市迎来的一波牛市 大盘涨到让资本家和散户 眼红到嗷嗷叫的程度 李凌峰把投资部 半个月来的投资项目 会总成一叠表格 放在苏玉桌前 苏总 您看看这个 苏玉拿起表格翻看 这份表格 正是脱胜于秦泽那份计划书 而来的投资项目收益表 不错 收益在80%以上 苏玉问 有什么问题吗 正是因为收益很不错 所以我建议 把这份项目给砍了 李凌峰说出自己的看法 牛市来了 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凶猛 我觉得 咱们应该把资金收拢 用在该用的地方 把利润最大化 苏玉很淡定 就当作长线 你是这行的老人 应该知道黑驴科技 融资十个亿 却迟迟不拉涨 代表着什么 李凌峰苦笑道 但类似打眼事件屡见不鲜 咱们不能低估别人的智商 这还要你教 苏玉瞥他一眼 公司资金不敢说源源不断 但起码充裕 我再拨你200万 这份项目你退出 就这样 你先出去吧 李凌峰苦笑不已 一言不合就翻脸 女人啊 李凌峰退出办公室后 办公室重新恢复安静 这时候 如果有人站在苏玉身边 就能看到电脑屏幕 显示着某款游戏 画面定格 两个鲜红的失败 触目惊心 他输掉了今天的第四局 别提有多窝火 自从那天solo之后 他俩就杠上了 小学生约架一样 约在午饭后 决战紫禁之巅 苏玉这几天 啃了无数安妮教学视频 每次斗志昂扬 找那个贱人单挑 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他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就是打不过那个贱人 那个贱人私密他 死辣鸡 虐你分分钟 苏玉懒得理他 其料那贱人痛打落水狗 还没完没了了 你不是很张狂吗 分分钟叫你做人 再来啊再来啊 谁怂谁是dog 苏玉吟牙紧咬 他还有半小时的空闲时间 果断邀请贱人 第五局开始 苏玉从来没像今天这样 讨厌敲门声 压着怒火 进来 拜访他的家伙 是裴南曼的小情郎 至少他这么认为 苏玉眉头一皱 有什么事 秦泽说 公司上季度的市场调研 我看完了 看得怎么样 苏玉随口问 还不错 受益匪浅 秦泽说 他发现 苏玉和他说话的时候 正眼都不瞧他一下 目光始终盯着电脑 春葱式的指头 在鼠标上哒哒哒 这操作怎么如此眼熟 苏玉撞见他疑惑的目光 立刻正惊危坐 快憋不住怒火了 怎么还不走 秦泽说 我想看公司本季度的财务报表 苏玉大诺 找我助理去 快点出去 秦泽瞅了美女总裁几眼 这女人来大姨妈了 还是吃错药了 脾气这么爆炸 那小的只有告退了 他当即离开 懒得多呆 最讨厌耍性子的女人 还是姐姐那种撒娇卖萌的好 视线转回屏幕 苏玉发现自己 已经被对方切死 正在独秒复活 而那个家伙 一口气连破两座防御塔 推到高地后 一边等待小兵支援 一边原地跳舞 死垃圾 一动不动 放弃治疗了 以后看你上线一次 就虐一次 求饶 我都不接受 苏玉再一次大怒 掀起鼠标键盘 就往地上砸 妈买P的 下班后 苏玉回家的第一件事 永远是泡澡 然后喝一杯红酒 这套面积100平米的房子 是他自己买的 因此 只有他一个人住 略显空旷 手机响起 苏玉瞟向手机屏幕 是老头打来的 爸 他接通电话 育儿 到家了吗 晚饭吃过没有 照例的关心 苏玉嗡嗡几声 听着老头东拉西扯 不耐烦了 都没说 爸 有话就说吧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 明天你哥来距离上班 副总经理的位置留给他 苏玉感觉自己的心凉了一下 但还好 反正习惯了 年初的时候 你怎么说的 苏玉模仿父亲的声音 爸救你这么个女儿 以后这距离就是你的嫁妆 要多少资金爸都给 公司有你说了算 苏玉嗤笑一声 你年纪虽然大了 不至于这么健忘吧 还是沉默 似在措辞 老头子语重心长 你刚毕业没几年 管理经验和投资经验都铁 而且国内市场和国外不同 爸是想让你哥来帮帮你 给你把把关 这不总裁的位置 还是你的吗 试看股市大涨 来距离分一杯羹了吧 苏玉再次冷笑 这话似乎触到了老头的逆铃 他怒气冲冲 你怎么说话的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都是亲兄妹 苏玉眼眶红了 淡淡道 随你 说完挂断电话 他默默喝了口红酒 眼泪还是流了下来 贱人 都是贱人 苏玉把手里的酒杯摔得粉碎 长夜漫漫 还是和贱人决一死战刺激 于是 他默默编辑了一条信息 主动要求找虐 第二天 秦泽又去了趟苏玉的办公室 归还财务报表 本来他是不想亲自去总裁办公室的 觉得这女人脾气有点喜怒无常 但苏玉的助手有事请假 财务那边他又不熟 再者 一个小员工拿着报表招摇过世 很容易引来风言风语 进来 苏玉冷冰冰的声音 秦泽哀叹一声 推门进去 发现办公室除了美女总裁 还有一位30左右的男人 他看秦泽的眼神 充满了上位者的审视 秦泽没见过这家伙 只当是公司的生意伙伴 他把财务报表放在总裁办公室 苏总 我来还财务报表 还不带苏玉说话 旁边西装革履的男人问道 财务报表 我不记得 你是财务部的 秦泽的职场之路 终于迎来了第一块绊脚石 当秦泽来到总裁办公室 递还财务报表时 苏玉的大哥正好也在办公室 他不放过任何一个 挑妹妹错误的机会 因为财务报表不是一般人能看 除非这年轻人 是中层以上的管理者 但是公司有这么年轻的管理者吗 面对男人的疑问 秦泽瞥了他一眼 又扭头看苏玉 苏玉淡淡道 是我给他看的财务报表 男人眉头一挑 这是哪位 刚才开会的时候没见过 南曼的朋友来公司玩玩 苏玉说 男人一愣 不说话了 裴南曼他认识 那是连父亲都要小心应对的女强人 据说在东北和护士颇有势力 几年前和他父亲做过几次生意 结识了他妹妹苏玉 听说苏玉回国后跟他打得火热 裴南曼正好是巨利的股东之一 其实巨利不缺他那点资金 是苏玉强行拉裴南曼入股 苏浩理解为妹妹在拉拢盟友 苏浩盯着秦泽看了半天 把秦泽看得很不自在 秦泽就说 苏总 那我出去了 苏玉点点头 回到办公室 秦泽就听见几个女同事在窃窃思雨 公司新来了一个副总裁 蛮帅的 听说是苏总的哥哥 秦泽听了几句继续埋头工作 这时办公室门外传来训斥声 我追你很久了 整个早上 你在各大办公区乱逛 上班没事情干吗 到处摸鱼 现在又出现在这里 然后是杨健的声音 苏总 我就是投资部的 我刚回来 那人似是被杨健的后脸皮叶了一下 停顿几秒 声音继续训斥 我怎么不知道投资部这么空闲 你们部门的任务分配很有问题 喋喋不休训斥几分钟 惹来周围同事的关注 苏浩走出办公室杨健咧嘴 嘀咕道 苏日天 你麻痹的 秦泽问他 新来的副总裁 对 叫苏浩 据说是苏总的哥哥 杨健说 今早高层开会就是这个事 我听前台妹子说的 看来你上班摸鱼 也不是一无所获 秦泽调笑道 懒得理他了 明天国庆 想想去哪里玩 杨健心大 不把方才丢脸的事放心里 晚上八点半 秦宝宝躺在瑜伽店上接电话 电话是张牙打来的 约秦宝宝国庆假期出去玩 还有陈青红以及他们的男朋友 秦宝宝满口答应 说我们这边应该三个人 然后和张牙约好明天早上碰的头 一起开车去 挂掉电话 秦宝宝从瑜伽店起身 插入弟弟和闺蜜之间 说我们去航程旅游吧 秦泽问他和谁打电话 秦宝宝把两条腿搁在弟弟腿上 脑袋整着闺蜜 比自己小几号的胸口 说出了和张牙电话内容 王子精说 我就不去了 秦宝宝也不抢求 知道自己这个闺蜜其实挺傲气 未必喜欢他的朋友圈 秦泽说我也不去了 但他话刚说出口 就遭到了秦宝宝的一顿无影脚 秦宝宝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命令秦泽 你必须去 秦泽强硬道 我和你那几个闺蜜不熟 嘿借口真辣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鬼主意 秦宝宝目光在弟弟和闺蜜之间转移 王子精被闺蜜盯得心虚 推开秦宝宝的脑袋 借口上厕所去了 他一走 秦宝宝又把目光盯向自家老弟 秦泽也心虚 不敢和姐姐对视 看到自家老弟这样 姐姐顿时开始撒泼 在沙发上滚啊滚 说弟弟不爱我了 弟弟有了媳妇忘了娘 枉费我含心如苦使尿养大 秦泽被姐姐彪悍的修辞手法震惊 无奈道 玩多久 一天 歇一碗就回来 秦宝宝变脸极快 王子精乐得在家里当咸鱼 姐弟俩也无所谓 他又不是客人不存在招待不周的说法 目送姐弟俩离开 王子精的手机叮咚一下 信息提示 子精姐 你在护士要待多久 我哥可一直在等你 王子精撇撇嘴 说得好像我是你家童养席似的 童养席姐姐 你和我哥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什么时候回来 要不我去护士找你 王子精打字道 别闹 哪天家里的大人改主意了 自然回来 你可别抱着崽子回来 王子精摇头 笑了笑 没来由想起秦泽 小吃牢 整天就知道姐姐姐 到了航城 他们这次的目的是千岛湖 有着天下第一嗅水的美誉 世界岛屿最多的湖泊 抵达景区时 已是中午 他们找了一家特色餐馆 午餐都是当地特色菜肴 餐桌上气氛不错 成衣举起一杯酒 宣布道 我和张雅年底要订婚 他俩从相识到相恋 已经有四年 订婚是水到渠成之事 众人举杯共饮 送上祝福 张雅甜甜笑道 成衣最近在股市赚了点钱 顺风顺水到年底的话 我们就可以买房了 陈青红立刻道 现在好多人都在炒股 感觉就是在捡钱 但我和阿峰都不太懂 不敢去碰 那最好是别碰 牛市里亏钱的大有人在 大部分都亏在盲目追涨 和平凡短线 高买入 低卖出 新手避免亏损的办法 是座长线 在股市拉升的情况下 只要不是垃圾股 都能涨 只不过赚多赚少而已 成衣侃侃而谈 看得出 他在炒股方面 有不浅的知识和经验 陈青红和他男朋友楚风 被成衣说得有些异动 秦泽和秦宝宝俩人 在忙着干饭 没有关注那边在说什么 陈青红由于片刻 牙齿一咬 成衣 要不你带我们炒股吧 成衣想了想 点头道 好 以目前股市的走势 不存在大跌的可能 不过你们也别投太多 不然我会有压力 陈青红看向楚风 楚风陈英片刻 我们投十万吧 十万差不多是 他们的极限了 成衣笑道 十万可以 再多我就不敢带你们玩了 成衣又看向秦宝宝这边 看到他正和弟弟抢鱼头吃 秦宝宝输了 鱼头落入秦泽碗里 他就干脆把弟弟的碗给抢了去 自己男的人钱险剩了一回 他竟没关注 宝宝 你要不要也玩了 成衣手动开启 一拨人钱险胜 就当是赚点零花钱 不太可能会亏的 而且我听说 明星开销都挺大的 秦宝宝说 不用不用 我把钱都给我递了 他也在炒股 秦泽也炒股啊 成衣一愣 我记得你刚实习吧 以前有过炒股经验吗 虽说现在股市行情很好 可有人赚钱 肯定就有人在亏钱 你要格外注意 不能盲目追涨 不能听信网上谣言 旁边的楚风也就没告诫到 要是没亏就赶紧撤回来 别拿你姐的钱冒险 想学炒股 可以找成衣请教 或者跟我们一样 让他帮忙赚点 成衣问秦宝宝 投了多少 秦宝宝竖起四根白嫩指头 成衣猜测到 四万 秦宝宝摇摇头 成衣吃了一惊 你别告诉我四十万 秦宝宝点头 餐桌上倒抽凉气的声音 成衣问 赚钱了吗 秦泽笑道 赚了点 成衣追问 赚了多少 没多少 秦泽说 张雅担忧道 宝宝 要不你还是把钱给成衣吧 秦泽的话 如果想练手 留个几万就够了 就当交学费 尽管秦宝宝平日总埋台弟弟 但外人面前 他是看不得自家弟弟被小觑的 他自作主张地拿起秦泽手机 捏住弟弟的拇指 王杰锁处一按 然后登录账号密码 秦泽的银行卡 游戏账号 聊天软件乃至证券账号 都是一样的 他自己的生日 秦泽心想 你这是强行让我人前显胜 真是秦姐姐 秦宝宝登录账号后 扫了一眼盈亏 嘴角一挑 诺 是赚了点钱 他把手机递给几人看 陈青红和楚风眼睛一瞄 不禁张大了嘴 傻兮兮地数了数 七位数 张雅和陈毅 见两人的表情 也好奇地俯身过来看了一眼 顿时呆住了 228万 这个字数绝对把他打击到了 他要存多久 才能达到这个数目 刚才他还得意洋洋 炫耀自己在股市赚了钱 你嘛 原来身边处着一尊大神 宝宝 你投了不止40万吧 诚意不甘心到 40万的本 盈利180万 怎么可能 就40万 秦宝宝云淡风轻 其实赚不赚钱都无所谓 主要是给他练手 我又不在乎这点钱 秦泽心说 姐姐果然是姐姐 人前显身的功夫高我一筹 小弟佩服 整个餐桌的气氛 突然变得萧瑟了起来 秦泽站起身说 我出去抽支烟 张亚借口上厕所 立刻跟了出去 秦泽咬着一根烟 见张亚跟在身后 心领神会 把烟地给他 还没见 张亚从烟盒里抽出一根 见秦泽凑来打火机 他低头顺量烟头 还是少抽点 女孩子抽烟不好 秦泽说 去去去 张亚没好气的 少管我 你又不是我男朋友 你男朋友就在里面 要不我喊他出来 张亚踢了秦泽一脚 年底我订婚了 你来不来 恭喜了 秦泽笑道 你也得抓紧哦 张亚犹豫一下 找到女朋友了吗 没呢 又没颜值又没钱 谁愿意嫁我 秦泽突然转头 看着他戏血道 要不你跟我算了 难得的 他不称不怒 与其中竟还有几分惆怅 我都要订婚了 你别乱聊好不好 见秦泽不说话 他道 是找不到 还是不想找 秦泽一愣 沉默了 一口又一口地抽着烟 很快抽完一根 他再点第二根 被张亚伸手摘下来 张亚伸手摘下秦泽的烟 我订婚后就戒烟 你也戒了吧 宝宝跟我说过好几次了 说你不乖 不听话 不肯戒烟 抽烟对身体不好 给你个忠告 那我也给你个忠告 秦泽把玩打火机 朋友之间别和钱牵扯太多 帮人炒股是最烂的决定 亏了赚了 都有想法的 再一个 股市很复杂 我就说一个 当所有人都觉得 炒股能赚钱的时候 他离崩盘就不远了 告诉你男朋友 别陷太深 小心拔不出来 张亚莫名红了脸 那你能拔出来吗 秦泽瞄了瞄他某处 嘿嘿道 我都没进去 拔什么 张亚气得敲他脑袋一下 刚才还觉得 你成熟稳重了 立马原形毕露 他们第一站 是最适合登高篮景的黄山间 这里有所到 可以坐缆车直达山顶 在黄山间跳篮千岛湖风景 向西北府看 九十多个岛屿 尽收眼底 如一串串珍珠 洒落在湖面 然后是承传到桂花岛 也就是猴岛 一群人漫步在景区 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猴子 漆黑的眼珠 滴溜溜地打亮着游客 一点也不怕人 哎 你看那只猴子 像不像秦泽 呆头呆脑的 秦宝宝忽然指着不远处 一只发愣的小猴子 笑嘻嘻地问身边的张亚 像都一样傻 张亚眼嘴 俩女人咯咯直笑 秦泽还没发表意见 倒是那只小猴子 见两个词猴子 指着自己放肆嘲笑 很通灵性地怒不可遏 朝秦宝宝和张亚呲牙 直一声尖叫 屁股翘起 四肢着地 气势汹汹冲了过来 小猴子来势极快 两米外猛地一跃 扑向秦宝宝 高耸丰满的胸脯 不咬上一口绝不罢休的架势 游客们惊呼起来 秦宝宝和张亚 更是吓得尖叫 见过人耍流氓 没见过猴子 也耍流氓的 秦泽一个功不策划 挡在秦宝宝身前 一巴掌将小猴子拍飞出去 妈蛋 别以为你是畜生 我就不打你 老子都求而不得的地方 是你能碰的 小猴子翻飞出去 在地上打了几个滚 一边滋滋尖叫 一边逃开了 秦宝宝抱住弟弟的胳膊 心有余悸 吓死宝宝了 秦泽骂道 让你乱开嘲讽 猴子是灵长类 有智商的好不好 你指着人家嘲笑 不斥于挑衅 姐姐自知理亏 没斗嘴 柔柔地抱着她的胳膊 小鸟一人的模样 让秦泽很受用 张亚也被吓得不轻 下意识贴近秦泽 也学着秦宝宝 管秦泽的胳膊 夕阳西坠 他们踏上了最后一站 逆山岛 这里有古寺传承 好 逆山禅寺 既然来了禅寺 当然要烧几炷 磕几个头 秦宝宝上香很虔诚 这点随秦妈 秦泽不尽神不礼佛 凭长心对待 这点随老爷子 上完香 秦宝宝抓着签筒晃了一阵 摔出一枚签 签数九十七 和尚说 上香不收钱 但解签是要钱的 秦泽本不想当冤大头 可姐姐既然都求了 那就去解一下吧 便付了钱 让和尚解签 和尚展开签条 一看 对秦宝宝说 你求的是姻缘啊 秦泽看向姐姐 心想 果然是年纪大了 想找如意郎君 秦宝宝翻白眼 果断夺过和尚手里的签条 这年代谁不识字 自己就会看 还要你姐 她展开纸条 目光落在千言 银汉条条之女心 地基入室逆因缘 青梅竹马莫须问 怎奈何图号光阴 寺外残阳如写 院中落叶随秋风翻飞 萧索而唯美 秦宝宝捏着纸条 眸光晦涩 低声喃喃 怎奈何图号光阴 图号光阴 心像是被尖锐地挣扎了一下 痛得无法呼吸 她轻轻喘了几口气 却觉得那股酸涩的 尖锐的刺痛在心里炸开 给我看看你的签 秦泽兴致勃勃凑过来 没什么好看的 秦宝宝把签条紧紧拽在手中 沉默了几秒 脸上重新扬起笑容 阿泽 你求签吗 我就不求了 秦泽拒绝 秦宝宝眸光闪闪 说求一个吗 秦泽心软 便摇了一枚签 签号 103 花钱要了签颜 很糟心的一枚签 和姐姐一样 试下平签 年少总爱空许诺 而今英伟帅青年 秦泽说 大师这签什么意思 我看不懂啊 和尚撇了撇他 悠然道 骚年 不要三心二意啊 秦泽一愣 说道 这话什么意思 怎么就三心二意了 我连女朋友都没有 想三心二意的资格都没有 你这签不准 我要退钱 和尚自动无视 继续说 你俩的签挺有意思的 他指头点点秦宝宝 青梅竹马莫须问 你的姻缘在青梅竹马似的字上 本该是好签 可后一句 怎奈何图好光阴 意思是说 这段姻缘不太靠谱啊 白白耗费年华 说完又点点秦泽 年少总爱空许诺 而精英毁帅青年 此前有两种解法 分别对应过去和预示未来 前一种解法 小伙子你喜欢空许诺 三心二意辜负姑娘 将来会为自己的朝三暮四后悔 后一种解法 不要轻易许诺 要慎重再慎重 不然你会为自己的轻率承诺 而后悔 姐弟俩人望着各自的签 沉默不语 该我了该我了 张牙举着手 迫不及待地上来摇晃千筒 几人踏出寺庙时 天边落日已静 天色清明 但大街上却是灯光辉煌 姐弟俩人漫步走着 秦宝宝神情貌似有些沮丧 秦泽没注意到姐姐的神情 兴奋提议道 我们去吃那家烤生蚝吧 见姐姐没反应 又指着一家火锅店 那要不去吃火锅或者莲藕汤 你烦不烦啊 滚一遍去 秦宝宝忽然大声说 几个形色匆匆的路人 纷纷扭头看来 秦泽愣住了 他没见过姐姐如此暴躁的时刻 今天的姐姐像是刺猬 朝他竖起了尖锐的印刺 他骂了一句神经病 扭头就走 秦宝宝话一出口 就后悔了 刚想跟弟弟认错 可他已经转身朝原路返回 走得果断又决绝 秦宝宝张嘴想喊他 可声音到喉咙 变成了哽咽 他为什么哭他自己知道 但他发脾气不是有意的 今天心情真是糟糕透了 以前很多不想去面对 不想去纠结的事情 被一指千文勾起 然后如狂风暴雨 山呼海啸 一发不可收拾 他只是发发小女人脾气罢了 可秦泽并不愿意迁就 他走得毫不留恋 也是一个发脾气的姐姐 有必要没完没了的哄 他一边抹眼泪 一边反方向走 也没注意到 前方斑马线的绿灯跳闪几下 亮起了红灯 孤绝静风扑面 灯光刺入瞳孔 一辆白色奔驰车迎面撞来 伴随着略微刺耳的刹车声 显然车主也没想到 有不知死活的路人敢闯红灯 毫无挣扎地跨入斑马线 秦宝宝眼里 只剩下刺眼的灯光 仙君一发时 秦宝宝小妖一紧 被一只手臂孤住 整个人被狠狠往后拽 然后撞入一个结实的胸腾 弟弟身上熟悉的气味 瞬间安抚住他混乱的情绪 好 看不看路的 想死祸害别人去 车主摇下车窗 破口大骂 后背一层冷汗 抱歉抱歉 回头我骂他 秦泽一叠声地道歉 秦宝宝双手撑着弟弟的胸膛 想把他推开 却被他按住后脑勺 秦泽说 先别 边上人都看着呢 姐姐现在没戴墨镜 万一被认出来 吃瓜群众的第一反应 肯定是拿手机拍照 或者围过来要签名 鉴于姐姐现在心情很糟糕 秦泽不想多胜事端 他俩在熙熙攘攘的 斑马线路口相拥 像一对普通的情侣 秦宝宝额头抵住弟弟的胸膛 嗅着他的味道 感受到沉稳的心跳 渐渐湿了眼眶 别怕别怕 秦泽拍着姐姐的背 察觉到自己胸口阴开的水渍 不是让你滚吗 回来干嘛 秦宝宝呜呜呜大哭 发泄心里的委屈 让我死了算了 秦泽挠挠脸 这点车速 撞不死人吧 顶多高位节肢 秦宝宝挖一声大哭 你还顶嘴 这么漂亮的小姐姐 死了多可惜啊 秦泽哄着姐姐 我将来还要当小舅子收红包呢 其料这句话 让姐姐的泪水如洪水决堤 一发不可收拾 一点都不可惜 反正活着没意思 秦宝宝呜呜呜道 我要和你绝交 秦宝宝哇哇大哭 小圈圈捶着秦泽的胸口 说要和他绝交 秦泽很谅解 摸着姐姐的头 顺着他的话连连说好 你想怎么交都行 说完他掏出一包纸巾 盖在姐姐脸上 心想 回去立刻就洗澡换衣服 又是鼻涕又是累 全擦我身上了 秦宝宝没用纸巾抓起弟弟的短袖 当妈不一样 把一抛鼻涕擦在弟弟衣服上 此时 某个酒店包间里 一场商业饭局正同时进行着 某位商业老板展望未来 畅谈强强联合的光辉前景 其他几人偶尔附和几句 然后举杯敬酒 需要耐心听着 时而发表个人看法 总能得到几人的吹捧 大声叫好 百无聊赖之中 他往窗外一瞥 正好看到斑马线路口 有一对小情侣正紧拥抱着 等等 小情侣 他心里一惊 立马吩咐住手 让他把眼镜拿来 声音因为焦虑和激动 不自觉地戴几分贺音 等需要戴上眼镜 从落地窗往外看 移了一声 脸上难掩失望 他以为自己看错了 可这时 那对情侣松开了彼此 他看清了 终于看清了他们的模样 失陪一下 需要仓皇从座位起身 匆匆抛下这一句 大步离开包间 出门的一刹那 他由急走改为小跑 再到奔跑 当他跑出酒店时 已经不见了那对情侣的身影 他茫然四顾 他们不知消失在何方 他失望地蹲在路边 心中的热血一点点冷却 时隔多年 他终于见到那个 让他引以为汗的孩子 但他却宛如昙花一现 最终消失在茫茫人海 他懊恼地一拍脑袋 姐 对不起 回到酒店 洗完澡的秦泽 百无聊赖地 躺在床上看着电视 这时 他房门响起了很轻的敲门声 感觉敲门的人 有些偷偷摸摸的 秦泽以前听说住酒店 晚上会有某些披荆斩棘的 业务开拓者 百问你需不需要客房服务 如果你说需要 那晚上就有妹子 让你嘿嘿嘿 不过 秦泽自诩 是正经人 打算不理他 门外妹子受了冷遇 自然会知难而退 奇料对方做业务的决心 异常坚定 敲门声有种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的很近 还伴着细细的声音传来 小赤老快开门 姐姐带你出去玩 这业务员声音如此熟悉 呸 秦泽掀开被子穿上棉拖鞋 屁颠颠跑去开门 姐姐站在门外 白色的修身T恤 浅灰色白褶小短裙 一米七二的高挑身材 亭亭欲立 干嘛呢 大晚上不睡觉 秦泽说 秦宝宝水令毛子闪动 目光扫过弟弟矫健的身躯 身材奇长 胸肌匀称 腹肌凸显 却又不显夸张 看什么看 臭流氓 秦泽赶忙拉住衣服 不给姐姐姐看 秦宝宝哼一声 目光瞥向一旁 谁稀罕 给你一分钟 快点穿衣服 咱们出去玩 秦宝宝扑入秦泽怀里 双腿勾住他的腰 搂着他的脖梗 嗓音柔眉地说 小赤牢 姐姐想学吻戏 时间是晚上23点45分 秦泽被姐姐拉着 来到酒店后的一个湖边 这里远离街道 是一处僻静之地 秦泽茫然地看着姐姐 问他带我来这里干嘛 秦宝宝没回答弟弟 而是左顾右盼了一番 确定周围无人 先手在腰侧一拉 摆着小短裙 顺着紧致大腿滑落 喂喂 你干嘛 一言不合就脱裤子 秦泽赶忙遮住眼睛 游泳了 秦宝宝在脱具短袖 一具温香软玉 展露在弟弟面前 素白高挑 玲珑浮屠 秦泽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脸 原来只是游泳 秦宝宝伸出脚式水温 扭头 喜滋滋到 蛮凉快的 月色暗淡 湖面波纹荡漾 秦宝宝站在湖中招手 娇声呼唤着弟弟快下来 恰似水中美艳女鬼 勾引替身下水 秦泽喜欢游泳 但他对野生泳 持有不小的心理阴影 总觉得黑漆漆的水底 藏着什么东西 会偷偷拽你的脚 不过 他还是脱掉了衣服 只于一条四角裤 方块下了水 调解个分来 湖水冰凉 沁人心脾 入秋后 尽管白天热得不要不要 但昼夜温差较大 秦泽正感受着 毛孔收缩的凉意 姐姐一泼水 拍在他脸上 秦泽愤然反思 双臂好似风车轮动 泼出一波波水花 姐姐毫无还手之力 呜呜呜道 不跟你玩了 然后像条咸鱼似的游走 秦宝宝欢快的游液 时而潜入水中 像一条空灵角色的美人鱼 秦泽大喊 提醒姐姐别游太远 可刚喊完 他就听见姐姐的尖叫 只见秦宝宝在水中挣扎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水下拉 然后扑腾了几下 沉入水里 消失不见 涟漪扩散 水面很快重归平静 看到姐姐溺水 秦泽浑身毛孔炸起 心脏仿佛被无形大手攥住 他一头扎入水中 朝着姐姐溺水处游去 恐惧在心里爆炸 如果姐姐有个好歹 他会悔恨一生 游到姐姐溺水处 他焦急大喊着姐姐的名字 忽然 腰似乎被谁缠住了 用力把他往肥里断 猝不及防的秦泽喝了几口水 一条空灵绝美的美人鱼 浮出水面 伴随银林般的娇笑声 秦宝宝指着哇哇吐湖水的秦泽 眉心眉肺的咯咯笑 你特么信不信我抽死你 秦泽怒不可遏 掐死他的心都有了 秦宝宝嘴角一挑 突然扑入秦泽怀里 双腿勾住他的腰 搂着他的脖梗 嗓音柔美地喊了一声 小赤老 这妖精 秦泽感觉一腔怒火 被姐姐扑命 下来 他板着脸 不 秦宝宝双腿勾得愈发用力 撒谎道 我脚抽筋了 你帮我上岸 你今天不正常 秦泽难闷的 姐姐今天求了个下下签 签上说 姐姐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 怎么办 阿泽 秦宝宝眼波凝视 像是在期待什么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 咱家又不缺钱 秦泽说 这不是正确答案 秦宝宝扭扭腰 秦泽觉得 姐姐快失控了 撇开头 有点不敢和他对视 空气中 似乎有股微妙的气氛 正在酝酿 姐姐想学稳泻 秦宝宝素白的脸庞 染上一抹烟红 秦泽莫然 他不说话 秦宝宝也不敢说话 夜风清凉 湖水更凉 他们保持这样的姿势 身处湖中 秦泽咽了口口水 心想 不管了 反正我们也不是亲姐弟 没有血缘关系 他二话不说 对着姐姐的唇吻了上去 唇半相抵 时间仿佛就此禁止 整个世界 好似只剩下他们两人 自航程回来后 王子晶发现 这俩姐弟的气氛 变得很奇怪 以前三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秦宝宝总是能叽叽喳喳 说个不停 还经常跟弟弟抢菜吃 然而现在 姐弟俩也不说话了 有事就让他传话 搞得他茫然不已 距离公司 苏浩指着投影仪 投射在幕布上的资料 一扬顿挫 这是本季度 公司投资部 所有的项目汇总 我提议 把利润浅薄的项目 半死不活的项目 以及亏本项目统统砍掉 把资金集中在蓝筹股上 苏浩百无聊赖的玩手机 文言抬头道 你已经砍掉了三个项目 投资可不是你这么玩的 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苏浩对妹妹嗤之以鼻 盈利两个字 只要看得到收益的项目 才是好项目 上周股市动荡 公司亏损了多少 他竖起三根手指 整整三百万 是 大盘确实涨回来了一点 但你能保证下周 下下周会不会再次大跌 目前只有蓝筹股走势稳定 咱们就应该把资金 投在风险小的地方 尤其这只股 苏浩指着投影以上的黑驴科技 我不知道 你们投资它的意义在哪里 一个月 两百万资金亏损了二十万 上周直接跌停 当天再缩水二十万 李林峰 这个项目是你申请的 你怎么说 苏浩把矛头指向李林峰 苏副总 这个项目是我申请的 但说垃圾股还为时过早 李林峰很淡定 K线图作为参考标准之一 却不能把它当成重要指标 苏浩拍拍手 懒得听苏浩逼逼 投个票 同意苏副总意见的 举一下手 苏浩目光扫过会议厅 希望得到经理们的支持 最不计也会有人投靠吧 可是并没有 经理们面面相去 有的人选择沉默 有的心不在焉 有的干脆东张西望 假装看远处的风景 这时 会议室忽然冲进一个人 嘴里大叫着涨了 涨了 黑驴科技登上今日掌停榜了 会议室一众人目瞪口呆 秦宝宝最近的档期 渐渐多起来 常常要飞外地 三两天才回来 事业越来越好 今天是他结束了 这星期的第二次上演 回到后台包间 秦宝宝哀声叹气 从宴会开始到结束 断断续续唱了两个小时 喉咙都有些嘶哑 这时 包厢的门推开了 走进来一个大富便便的大叔 穿着价值昂贵的阿玛尼西装 笑得像一尊弥勒佛 很满意你的演出 邀请你果然是最正确的选择 秦宝宝与身边的李彦宏对视一眼 前者绽放礼貌笑容 陶总过誉了 是我要感谢你给的这次机会 随后两人虚头巴脑地 聊一些白话应酬 李彦宏出去接了个电话 房间里就剩下两人 陶国军终于图穷比线 他说 秦老师最近股市红红火火 想必有在炒股吧 秦宝宝微笑 我倒是没有 不过我弟弟在炒股 陶国军闻言 逗大的眼睛里有金光闪烁 呵呵笑道 秦老师的弟弟那是名声在外 如雷贯耳 是啊 我弟弟最厉害 秦宝宝忽然闭嘴 最近在跟弟弟冷战 话没过脑子 条件反射般的就炫耀出去了 陶国军道 是这样的 我想请秦泽老师帮个忙 只要他在微博或者其他平台 帮忙宣传一下 我们凯月公司的股票 我愿意支付一笔广告费 陶国军明码标价道 200万 只要秦泽老师帮我打广告 200万了 陶国军见他不说话 以为是价格不满意 斟酌到300万 秦宝宝觉得是出反常必为妖 他表示要先问下自己弟弟 电话接通后 秦宝宝跟秦泽说了这边的事 秦泽听了沉默片刻 随后直接让姐姐拒绝他 秦宝宝不问原因挂了电话 歉意道 不好意思啊陶总 我弟弟不同意 如果是价格问题 我们可以再谈 陶国军不甘心 秦老师 你要不再问问 什么价格他只管说 秦宝宝仍是不明白 他执着的理由是什么 话没说死 行吧 我回去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有变化了就通知你 陶国军对着秦宝宝 千恩万谢了一番 随后出门走了 那殷勤又略带讨好的笑容 秦宝宝很熟悉 以前每次有中小企业的老板 拜访总经理 都是这般嘴脸 他更迷惑了 手机响起 徐云涵发来一条信息 宝宝 大腿还缺挂肩布 球带 秦宝宝一头雾水 回一个问号表情 徐云涵 我也想炒股 球带 又是股票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会炒股呀 秦宝宝回复 片刻后 徐云涵发了几张图片过来 你弟弟简直厉害到没朋友 宝宝 你家是怎么培养他的 太不可思议了 网上都叫他股神呢 我要有这么个弟弟就好了 徐云涵喋喋不休 说个没完 秦宝宝抽了抽嘴角 没想到自家那个黑了心的区 一会不见就变成股神了 这时 李彦宏打完电话回来 进门就叹息道 现在的社会啊 男人有点钱就容易变心 哎 秦宝宝随口问 怎么了 李彦宏愤愤道 我侄女呗 他老公今年做生意赚了点钱 腰宝鼓了 心就跟着不安分 在外面玩女人 秦宝宝身以为然 所以说 男人的钱还是要女人管着 这个就要看情况 李彦宏摆出过来人的姿态 叫道秦宝宝 有的男人就喜欢被女人管 但有的人是野猴子 管得越严 反弹越大 那怎么办 秦宝宝突然激动起来 李彦宏拿起秦宝宝 随手丢一边的LV包包 举例道 在很多男人眼里 女人荷包或者手机一样 时间久了会失去新鲜感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有的女人因为缺乏安全感 开始管着男人的经济 有的女人则学习各种技巧 来挽留男人 还有的更厉害 掌揪不争即为争 以退为进 秦宝宝愣愣看着他 理解你说清楚点 我没听明白 秦宝宝向李彦宏求教 如何驾驭男人的技巧 李彦宏一脸奇怪问他 你又没有男朋友 学这个干嘛 秦宝宝急了 哀哑一声 让李彦宏赶紧说 李彦宏几眉弄眼 说当然是滚床单的技巧了 秦宝宝红了下脸 心说这床单一滚 某人怕是要去德国一趟了 他问李彦宏 除了滚床单 还有什么办法 驾驭一个男人 李彦宏戳着他脑袋 表示不滚床单 就想驾驭男人 图样图森破了不是 秦宝宝悠悠叹了口气 问李彦宏 如果有个男人 以前总想着战女的便宜 还红女的和他亲嘴 可有一天女的主动暗示他亲嘴 他反而却逃跑 这是为什么 李彦宏八卦起来 问秦宝宝 是谁 哪个男人 秦宝宝说 是如果 假设了 李彦宏思考了一下 不确定地问 他没懂女生的暗示 秦宝宝咬牙切齿 说他懂 他就一见人 李彦宏分析道 那他就是喜欢上别的女人了 当然就不愿意跟其他女人亲热 秦宝宝脸色顿时不好了 强撑着问 就不会是他当时没那个性质 李彦宏贼兮兮说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有便宜不占的 那都是傻子 不是变心了 难不成还洗心革面 要去当和尚 秦宝宝走到窗边 望着窗外的景色 不禁叹息了一声 哎 难不成自家那头猪 真的洗心革面 这时候家里的那头猪 给他发来了信息 猪说 老婆本还是交给姐姐来管 但是他要炒股 钱千万不能取出来 秦宝宝认认真真看了好几遍 转头又问李彦宏 那如果他把钱都给女生保管呢 李彦宏想了想 说那表示这个女生 在他心里还是最重要的 秦宝宝心里的阴霾 顿时被阳光驱散 开心起来 是吗 我就说是吧 成为股神的第二天 秦泽照常去公司上班 刚进公司 前台妹子就冲他笑夜如花 叫着股神岛 接着同事们纷纷围上来 几眉弄眼的说 求大神代 有个家伙还夸张地抱着秦泽的腿 表示小萌新炒股 发家致富全靠你了 秦泽一脚把这家伙踢得老远 他明白同事们调侃 要他带他们炒股 都只是开玩笑 李凌峰红光满面过来 拍着秦泽的肩膀 说你小子 知道这个月的提成有多少吗 他抬起一只手 五万 杨健在后面夸张地叫着 李凌峰笑着说 这只是目前的提成 如果黑驴科技持续走牛 你的提成还要翻一翻 哇 同事们在后面惊呼一声 老大这只是毛毛雨而已 杨健吐血 心说装插是装不过你 他告诉秦泽 苏总经理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来到总经理办公室 苏玉罕见地给秦泽泡了一杯茶 并亲自端给他 苏玉罕见地给秦泽泡了一杯茶 让秦泽有点受宠落惊 苏玉表示 他本来根据秦泽的那份计划书 成立投资项目 已经做好亏损乃至血本无归的打算 秦泽唯有惊恶以对 总不能说 谢谢总裁台爱 项目能有这么好的成绩 纯属意外之喜 苏玉抿了口茶 姿势很优雅 昨天南曼找我 说想让你单独管理一个部门 秦泽吃了一惊 不合适吧 苏玉点头 所以我一口拒绝了 秦泽无语 不过我觉得 把你安排在附近里的位置应该合适 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苏玉问 秦泽犹豫片刻 我能做苏总的助理吗 苏玉没捎一条 我的助理需要为我准备各种各样的文件 比如公司的财务报表 市场调研 业绩报表 项目汇总等等 你近期一直找我要公司重要文件 秦泽 你看的这些东西 都不是一个业务员该看的 你想干什么 秦泽不想回答他的问题 干脆给了美女总裁一个侧脸 假装看墙壁上悬挂的屏幕 六台业金屏幕悬挂在办公桌正对面 两台显示着股市和期货的大盘走势 另外四台则是个股的详细走势 他的黑驴科技就是其一 开盘直接涨停 苏玉见他心不在焉的模样 没稍一蹴问 你对期货有研究 秦泽点头 嗯了一声 他一个学金融的 股票期货当然要懂 而且他以后想成立一家自己的投资公司 业务范围不可能仅限于股票投资 那只贵金属是投资二部在操盘 做空投 苏玉道 你觉得怎么样 盘面有点动荡 但目前空投占了上风 秦泽发表意见 但最好别恋战 闲散资金流向市场 期货市场也会受益 多投是大势所趋 两人交谈着 走势在线动荡 陈光是投资二部的经理 山东大学金融系毕业 08年来护士发展 在这座国际金融之都 再沉再服近十年 他瞟了一眼办公桌对面的夜金屏幕 脸色忽然大变 老大 情况有变 多头太凶残了 一下子涌入这么多资金 已经回抽到军价县附近了 怎么处理 哥们几个拿捏不准 三个操盘手之一的小李冲进办公室 陈光死死盯着夜金屏幕上 不停变化的走势图 盘面先是小洋震荡 紧跟着收成三根洋线 汇点技术分析的人都知道 这是闲鱼翻身的三洋开泰 重大利好啊 于是引来散户跟风 成交量迅速扩大 陈光觉得时间在和自己赛跑 他必须做点什么 目前价格抽到均线附近 一旦突破十二天均线 投资者心态肯定会发生巨大变化 到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我们仓位还有多少 陈光猛地问了一句 八千五百手 操盘手小李说 这时成交量再次扩大 价格直接冲破十二天均线 陈光当机立断 通知一到六号账户 马上分批撤退 不要恋战 通过那完美的三洋开泰走势 他确认肯定有庄稼幕后操作 手法非常老道 陈光没有和对方博弈的心思 因为从一开始资金就相差巨大 总裁办公室 苏玉一边品着红茶一边问秦泽 你觉得双方较量 多投赢还是空投赢 秦泽沉吟道 一面倒的局势 多投来势汹汹啊 如果空投能心平气和 放弃根据定 苏玉放下茶杯 在秦泽愕然的目光中 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抓起座机 陈光办公桌上的座机响了 他瞄了一眼 发现是总裁办公室的号码 立刻抓起来接听 清冷悦耳的声音直截了当 如果没有平仓就留几分钟 陈光愣了愣 看向涨势疯狂的走势图 有遇到 苏总 我们投入的资金不少 亏了不算你业绩 苏玉说 电话别挂 陈光喊住操盘手小王 再等等 小王茫然道 老大 这还等什么呀 再不出来 我们损失就大了 这时 电话里清冷悦耳的声音再次传来 吩咐操盘手 所有账户分着六个价位挂空单 每次二十手到三十手交替 随便哪三个账户 按照要求挂多担 二部操盘手 根据苏玉发号的施令 立刻忙碌起来 没过多久 小王惊讶地指着屏幕 老大 你看你看 屏幕中 上阴线刚收完 大盘成交价格 开始小幅跳空 一直向下 这是典型的弃音形态 大盘开始回落 苏总 你太厉害了 这份预判和操作 真是太厉害了 挂多担和空担的时机 切换得恰到好处 陈光觉得 以前小去了美女总裁 但是刚才展露的身手 绝对玩爆她 苏玉却淡淡道 与我无关 陈光愕然 电话传来盲音 她挂了 总裁办公室 苏玉搁下电话 扭头苦笑道 虽然很不服气 但男慢看人的眼光比我准 秦泽淡然说 因为他比你更了解我 我准备设一个 投资部总经理的职位 帮我管理三个投资部门 苏玉说 你是最好的人选 是裴姐的意思吗 秦泽亚然 不 是我的意思 男慢可没时间搭理我 这种小打小闹的公司 苏玉撇撇嘴 秦泽说 相比起来 我更期待做你的助手 苏玉称道 想都别想 秦泽升职了 虽然没要到助手的职位 让秦泽有些可惜 但投资部老大的位置也不错 意味着他能调用巨额资金 拿别人的钱练练手 也是不错的选择 今天姐弟三人吃完晚饭 难得坐在一起看电视 姐姐也不像航程 刚回来时那班 和弟弟冷战了 哟 这是跟哪个臭妖精 聊个没完呢 秦宝宝看自家弟弟 一个劲地捣鼓着手机 不由问道 秦泽说是在看股市 秦宝宝就好奇凑过去看 看到弟弟今日的收获 他也模尔弯成了月牙 今天赚得蛮多吗 姐姐口头奖励一次 这是个贪财的姐姐 果然只要乖乖交出老婆本 就能轻松应付她的脾气 秦泽不由撇了撇嘴 别以为你能轻易掌控箭 解释看你认错态度良好 才原谅你 秦宝宝看穿弟弟的心思 秦泽瞄一眼 姐姐鼓胀胀的胸 连连应试 姐姐不是我一只手 能掌握的女人 秦宝宝先是得意 随即又哼一声 鄙视到怂得跟熊一样 见弟弟不说话 他又气地骂了句废物 王子晶终于从电视剧里 抬起头 称道瞎说 秦宝宝怒了 我教训弟弟 有你什么事 王子晶心说 我特么静无言以对 适可而止 秦泽推了推姐姐 秦宝宝立刻还以颜色 一脚蹬在弟弟的胸口 可惜没什么力道 让让道 你就是熊 秦泽怒了 二话不说 把姐姐掀翻在沙发 我大熊今天要好好教训你胖乎 子晶 他又要打我 秦宝宝呼唤闺蜜 王子晶反而松了口气 这才是他们姐弟俩打开的正确方式 他有点受不了前段时间相顾无言的气氛 闺蜜不帮忙 不劝阻 秦宝宝难逃被打屁股的命运 王子晶说 阿泽月底生日了 想要什么礼物 秦宝宝阴阳怪气道 女朋友 秦泽说 别理他 子晶姐送什么礼物 我都喜欢 王子晶说 那我们去逛街吧 看到什么买什么 秦宝宝说 才不要 生日那天 我和阿泽要去迪士尼玩 王子晶说 那我也去 秦宝宝拒绝 说你不是要上班吗 晚上回来吃蛋糕就好了 王子晶心想 嘿 这死地空 闹了一会儿 秦宝宝又坐在沙发上嚼着薯片 看起了电视 王子晶看了眼他的大腿根部 提醒道 宝宝 你春光炸泻了 秦宝宝一点都不出 反正在家里又没男人看 也许弟弟不算男人 秦泽这样为自己解释 王子晶起身去卫生间上厕所 趁着王子晶上厕所 秦泽故作轻松道 秦子买菜没带伞 淋了长雨都感冒了 我怎么不知道 秦宝宝看向弟弟 你不拍广告去了 秦泽万不惊心道 上个月他去虹桥淋雨了 回来也感冒了 他不 秦宝宝话音一顿 他上个月去虹桥了 偷看弟弟的日记 秦宝宝差点被弟弟套出来 幸好他反应快 话音一顿 立马改口反问 妈上个月去虹桥了 秦泽盯着姐姐的眼睛说 去了呀 我日记里写过 你没看吗 秦宝宝临危不乱 你的日记 那我肯定没看过呀 哦 这不像你啊 居然不看我的日记 秦泽说 哎呀 你都这么大了 姐姐要尊重你的隐私吗 秦宝宝挥挥手 心里却想 小吃牢把我给看透了 秦泽点点头 姐姐知道就好 偷看日记本是要出大事的 他心想 如果姐姐发现日记本的秘密 知道自己不是老爷子亲生的 以他的玻璃心 肯定要爆发出来的 没道理忍着 或者他也跟自己一样 不敢说出来 害怕家庭支离破碎 那天的索吻 是玻璃心碎了 在自己这里寻找安全感 秦宝宝不屑道 偷看你日记本而已 能出什么大事 你写的红头文件啊 回答方式 很符合秦宝宝一贯的脾气 秦泽有点兴 秦宝宝起身伸了个懒腰 表示自己困了 要去睡觉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回头与弟弟目光一处 彼此都感受到 有股说不清到不明的东西 在心底蔓延 有些事 你不说 但我知道 有些事 我不说 但你知道 然而 我们都选择了沉默 第二天 早上十点距离高层开会 苏玉在会上单方面宣布 从今天开始 秦泽就是投资部三部门的总经理 这任命一出 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有些诡异 沉默中透着不满 李凌峰道还好 另外两个投资部经理窃窃私语 毕竟秦泽太年轻了 被这么年轻的小屁孩压着 总觉得没有面子 苏浩更是气红了脸 你干什么 投资部总经理 他恼火道 先不说公司根本没这个职位 你擅自任命 不打声招呼 苏玉对哥哥的怒火毫不在意 淡淡道 打招呼 公司的所有中高层职位 都是我任命的 我不记得要跟谁打招呼 那是以前 现在我是副总经理 苏浩怒道 我不会同意这可笑的任命 他强压下心中的怒火 继续道 投资部门是公司重点盈利部门 总经理这个职位很重要 我认为应该让更有资历的人 坐这个位置 的确 咱们这是私营公司 不论资排备 但一个公司 该有的制度不能缺 任何职务的任命 都应该有它的规矩 是 黑驴科技 在他的预测下 帮公司赚了一些钱 但如果这只是运气呢 在股市火爆的背景下 选到牛股的信誉太多了 苏玉表情淡淡 如果你看过他的计划书 你就不会有此感想 事实上 他的能力远不止于此 他转头看向陈光 这一点相信 陈经理也会认同我的说法 会议室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陈光 陈光一愣 心想 这怎么扯到我身上了 他茫然不已 苏玉道 昨天期货的操盘只是 是他的意见 陈光肃然起敬 看向秦泽 后者拧开茶杯 吹了吹 轻轻拧了一口 陈光道 既然如此 那我没任何意见 李凌峰道 我也没意见 在座的几人里 除了苏玉 大概只有他知道秦泽有多 苏浩质问道 昨天发生了什么 陈光眉飞色舞 说起了昨天的事 言语中毫不掩饰佩服之情 他没想到幕后黑手会是秦泽 苏浩一时找不到反驳的话 保持沉默 虽然有些许波哲 但苏玉确实兑现了他的承诺 秦泽担任投资三部总经理的任命 没受太大的爱 唯一阻碍是苏浩 不过这家伙 在妹妹一手遮天的公司 掀不起风浪 入业后的护士 千灯万盏 泥灯炫 这是一个不会睡觉的城市 不管再晚 你都能在街上看到 来去匆匆的车辆 以及一些24小时经营的店铺 我感觉我的小鸡仔买贵了 秦宝宝抱怨道 你怎么不还价 光这两袋东西 花了解好几百呢 王子金不服气 你怎么不还价 我开不了口 我也是 秦宝宝道 虽然感觉买贵了 但我挑的是最新鲜的鸡仔和蘑菇 迫不及待想吃阿泽的鸡了 王子金觉得 这话不对劲 斜来一眼 阿泽做的鸡 秦宝宝改口 通常情况下 他俩只管嗷嗷待补 等着开饭就好 但今天秦泽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计划书 决定晚饭点外卖 但两个姐姐一致否决 于是双方个退一步 由他俩出门买菜 十月底的夜 凉风阵阵 秦宝宝忽然道 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 秦泽喜欢你 王子金一愣 瞥见闺蜜似笑非笑的眼神 正色道 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秦泽喜欢你 秦宝宝脸色闪过慌乱 镇定道 我是他姐姐 弟弟喜欢姐姐不是很正常吗 刚才是开玩笑 王子金耸耸肩 我也是开玩笑 俩心机表对视一眼 都是一脸淡然神色 对了 我升职了 王子金忽然说 升职 秦宝宝愕然 你入职才三个月 升这么快 他俩说着话 穿过开放式公寓 来到一个巷子里 晚上这里黑漆漆的 秦宝宝有点不放心 伸手往外套兜里摸手机 想叫秦泽下来接他们 可是摸了又摸 兜里空空如也 秦宝宝悚悚然一惊 下意识扭头 看见身后一个人影快步离去 手机被偷了 这个念头在秦宝宝心里闪过 他本能地追上 那个急走的身影 一把拽住对方手臂 喝道 把手机还我 对方显然也吓了一跳 没想到会被发现 更没想到 这女人竟然冲上来拽住他 谁拿你手机了 他扭头大声说 同时挥舞手臂 试图甩开秦宝宝 但秦宝宝死拽着 他的胳膊不放 唬得一塌糊涂 你还我手机 他去摸爬手的口袋 没摸到意料之中的手机 反而摸到一个狭长的 坚硬的东西 折叠刀 秦宝宝一枪目火呼的冷却 想起最近发生的某件抢劫事件 受害者因为纠缠不休 被狗急跳墙的犯罪分子 拿刀抹了脖子 别跟他废话 赶紧走 远处有人喝了一声 听到同伴呼喊 年轻扒手焦虑之色更重 脸上隐隐猙獰 秦宝宝不负刚才的凶悍 却倔强地不肯松手 他不想失去那只手机 这是他第一次发工资时 和弟弟一起买的 当时玻璃柜台上就摆着两台 一黑一红 再无其他 秦宝宝一眼就喜欢上了 他和弟弟一人一步 同样的款式 同样的铃声 这两年来 秦泽从没换过手机 哪怕他现在很有钱了 秦宝宝也不愿意换 他可以喜心厌旧地换名牌包包 换各种奢侈品 但唯独这部手机 从来没有过更换的念头 年轻扒手急了 心一横 手伸进兜里掏东西 秦宝宝吓得往后退了两步 拿着手机滚 王子精挡在闺蜜面前 死死瞪着他 年轻扒手松了口气 扭头就跑 秦宝宝看着扒手 越来越远的背影 很不争气地哭了 王子精搂着他 拍着肩膀安慰 好了好了 一部手机而已 犯什么将 可是 秦宝宝抹一把泪 刚要说话 眼角瞥见一块 拳头大的水泥石 从头顶呼啸而过 碰 一声闷响 伴随着爬手的哼声 水泥块和人齐齐摔在地上 挤在同时 他看见秦泽与自己擦身而过 像条脱缰的野马般窜出 一脚登飞 刚爬起来的爬手 秦泽一脚 把爬手登飞在地后 转头向两位姐姐表示 不要怕 另一个爬手 见同伴被打倒在地 掏出明晃晃的折刀 向秦泽刺来 见到这一幕 秦宝宝脸都下白了 秦泽却很淡定 等着家伙扑近 右手突兀地向下一拍 摔在他脸上 巨大的力道 让爬手毫无还手之力的 猎且跌倒 视野发黑 模糊一片 秦泽一招KO对手 仍不放心 上前又往肚子上 狠踹一脚 踹得那家伙捂着肚子干呕 随后才掏出手机 打电话报警 眼角瞥见 姐姐和王子晶 慌慌张张跑过来 摆摆手 让他们别靠近 姐姐很听话 立刻停下来 泪眼汪汪地看秦泽 王子晶望着秦泽 毛子里一踩荡漾 很快警车开过来了 把两爬手拷走 顺便带走秦泽三人 让他们去派出所做笔录 做完笔录后 三人离开派出所 回家的路上 秦宝宝撅着嘴 看着摔坏了的手机 满脸不开心 秦泽安慰姐姐 说摔坏了 我们再买一个 秦宝宝沮丧道 买新的有什么用 又不是原来的了 王子晶说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要不 我的手机送你 他刚说完 手机响了 看了眼来电显示 自顾自走到一边去接听了 似乎不想让俩人 听到电话内容 这不是新不新的问题 那是 那是 秦宝宝欲言又止 表情很烦躁 秦泽盯着姐姐的手机 看了几秒 他忽然从兜里摸出手机 用力砸在地上 手机屏幕爆碎 秦宝宝目瞪口呆 我的也坏了 咱们重新买一对 秦泽捏了捏姐姐的小手 秦宝宝眼中闪过暗戏 装模作样道 什么一对 才不要和你买一样的 忽然觉得 心里所有的不快和阴霾散去 他看了眼十几米外 喋喋不休 讲电话的王子精 拉着秦泽 跑进路边的树荫下 还住弟弟的腰 把脸靠在他胸口 呜呜哭道 刚才吓死我了 秦泽摸着姐姐的脑袋 柔声安慰他 没事 你下次别这样了 秦宝宝鼻音浓重说 手机没了就没了 你别跟他们动手 他们有刀的 浑然忘了 刚才是谁死性不松手 我很厉害的 那种菜机我能打十个 秦泽吹牛道 谁欺负姐姐 我就干死他 秦宝宝心里一甜 又作了 姐姐又不重要 被欺负就欺负了 哦 那我下次谨慎点 秦泽说 喂 秦宝宝跺脚 八字这么厉害 姐姐要相闻奖励一下 秦宝宝吸了吸鼻子 抬起泪眼婆娑的毛子 秦泽低头看他一眼 脸色怪异 别了吧 姐姐很久没奖励你了 秦宝宝倔强道 说着 不理弟弟的抗拒 点着脚尖 在他脸上猛轻一下 秦泽哀莫大于心死 骂了个八字 你不知道自己流鼻涕了吗 秦宝宝亲完 才察觉自己哭得太猛 流鼻涕了 看着秦泽脸上的鼻涕水 嫌弃地说了一句真恶心后 拽起弟弟的短袖 开了一把鼻涕 秦泽下定决心 以后这女人哭的时候 有多远逃多远 王子精打完电话 忽然发现 前面不见了闺蜜和弟弟 茫然四顾 才发现他俩躲在树荫里 王子精打完电话 忽然发现 不见了闺蜜和弟弟 茫然四顾 才发现他俩躲在树荫里 你俩躲树底干嘛呢 捉迷藏啊 王子精称道 手机不小心摔到这了 秦泽岔开话题 你的手机怎么也坏了 王子精狐疑地盯着秦泽 把他盯得一阵心虚 子精 你手机给我用用 我上网购看看手机 秦宝宝迫不及待地 想给自己和弟弟换手机 我也看看 秦泽从姐姐兜里 摸出他那只手机 打开网购App 这时 网购App自带的聊天工具 闪了一下 秦泽下意识点开 店家发了个委屈的表情 秦 我们答应烦你一个20元红包 求你把差评删了吧 聊天记录吸引了秦泽的注意 他看到秦宝宝之前回复的内容 情趣内衣对他根本没用 秦泽心里猛的一沉 虽然知道偷窥姐姐的隐私是不对的 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手指 查看起之前的聊天记录 秦宝宝问店家 男人都喜欢这种情趣内衣 店家回复 是的呢 秦我们好评很多的 男人都喜欢 秦宝宝回复 半透明的总感觉太暴露了 店家回复 这才够诱惑 男人都扛不住的 秦 你放心穿 秦泽感觉心被狠狠揪了一把 姐姐谈恋爱了 两个多月前就开始了 对方是谁 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能穿情趣内衣 想必是那种关系 瞒得这么好 自己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 难怪生日那天 他穿着情趣内衣 八泽 你看这部手机怎么样 秦宝宝找到一款 心仪的手机 兴冲冲地递到弟弟面前 你喜欢买就是了 秦泽推开姐姐的手 异性蓝衫 你不喜欢我买了干嘛 秦宝宝娇声道 你买你的 我买我的 秦泽烦躁地摆摆手 手机还你 姐姐找到男朋友 本该可喜可贺的是 老妈不用为他的婚事操心了 他也可以松口气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秦泽一点都不高兴 甚至很愤怒 他从心底拒绝这种事发生 秦宝宝一愣 咬了咬唇 委屈道 怎么了吗 说生气就生气 他去挽弟弟的胳膊 被他推开 又茫然又委屈 求助地看向王子精 王子精怂怂间 表示无语 这脾气发得我措手不及 秦泽回了家 闷头就往房间走 砰一声关门 每次家在你们中间 我就浑身不舒服 成熟点好不好 王子精叹口气 抱起睡衣进浴室 准备洗澡睡觉 秦宝宝喜欢耍心子闹脾气 那是希望弟弟哄他 但他可不想看到弟弟生气 每次秦泽生气 他都心慌 阿泽 喝杯牛奶再睡 有助睡眠 秦宝宝端着一碗 牛奶进房间讨好弟弟 秦泽穿着条大裤衩 抓起被子盖住下半身 怒道 进房间不敲门 解错了 解下次敲门 秦宝宝把牛奶放在床头柜上 随意的口吻 阿泽 姐姐给你看的那款手机真漂亮 咱们买吧 你买吧 我不买 秦泽别过头 又是这副死样 秦宝宝暗自咬牙 心说老娘哪里做错了 我改还不行吗 乖 别闹 秦宝宝施展惯用伎俩 靠过去亲弟弟的脸 狠狠拨了一个 秦泽未然不动 屁腻着姐姐 冷笑道 亲别的男人是不是也这么爽快 你什么意思 秦宝宝瞪着他 嘴上说不要男人不要男人 其实心里很想要吧 秦泽嗤之以鼻 想找男朋友就说出来啊 装什么装 秦宝宝想解释的 秦宝宝抹着泪喊道 滚开了 秦泽大声说 姐姐哽咽着奔出房间 凌晨一点 秦泽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听见隔壁房间拧把手的声音 紧跟着自己房间的门被打开 有人亲手亲脚进来 不用想都知道是秦宝宝 姐姐总爱玩这套 他碰到好多次了 阿泽 耳边传来轻柔的呼唤 本以为是姐姐夜席他的房间 没想到竟然是紫金姐 秦泽心想 紫金姐怎么会来我房间 见秦泽睡着 王紫金又轻轻推了推他 秦泽觉得紫金姐可能是来劝驾的 他感觉有点烦 假装睡觉 不理他 突然 一只冰凉的小手 轻轻抚摸上他的脸庞 慢慢从脸颊到眉眼 再从鼻梁到嘴唇 抚摸着秦泽嘴唇 王紫金抿了抿自己的唇瓣 忍不住低头 轻轻在秦泽的嘴唇上啄了一下 秦泽经的睁开眼睛 王紫金抬起头 突然看到秦泽睁大的眼睛 他浑身一抖 秦泽尴尬地叫了一声紫金姐 想说点什么 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王紫金一张漂亮的脸蛋 也渐渐涨得通红 他胸脯剧烈起伏了几下 有点语无伦次的低声要求 让秦泽忘了刚才的事情 秦泽鬼使神差地说了声好 王家小姐姐羞得扭头就跑 此刻他有一股好想钻进地缝里的冲动 姐姐夜袭自己的次数虽然不多 但还是有几次的 秦泽万万没想到 紫金姐居然也喜欢玩这套 喜欢就大胆说出来嘛 我又不会拒绝你 秦泽觉得紫金姐对自己是有好感的 如果这时候系统出个任务 他就立刻去表白 想起系统 秦泽惊觉系统好久没出现了 他立刻在脑海中呼唤系统 让他快出来发布任务 系统表示死心吧 没任务 秦泽不甘心 怎么就没任务了 他现在欲求可强烈了 系统表示 你想要什么任务 请向王紫金表白 并且成功这样的任务 你觉得矫情的女文青 会接受你的表白吗 面对系统如此犀利的反问 秦泽拉起被子蒙住脑袋 还是睡觉吧 Lobby系统要你何用 一个雅致的包间里 裴南曼给闺蜜倒了一杯茶 此刻他们都刚洗完澡 穿着浴袍 裴南曼问苏玉 是不是把秦泽抬到了总经理的位置了 苏玉端过茶 嗡了一声 表示秦泽管理部门是的菜鸟 但业绩飙悍得一塌糊涂 他刚做完推油 慵懒地靠在沙发上 此时距离秦泽担任投资部总经理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 似乎想起了什么 苏玉转头忽然对闺蜜说 自己晚上约了秦泽在百科园吃饭 苏玉说 自己晚上约了秦泽在百科园吃饭 裴南曼来了兴趣 问是不是单独吃饭 苏玉点头 说这算是他这个上司对下属的慰问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他说这小子可不安分 一有时间就找他要机密文件 什么客户资料 财务报表 机构评估 感觉他的公司都快被秦泽给摸清了 他不禁问裴南曼 是不是秦泽这小子在打自立门户的鬼主意 裴南曼瞥了苏玉一眼 问他 现在是想把秦泽从总经理的位置上赶下去 苏玉表示那倒不用 他打算给秦泽一点股份 把他留住 毕竟他是学管理和宏观经济的 就好比高居王座的皇帝 没了秦泽这样冲锋陷阵的猛将 他也玩不转 裴南曼似笑非笑地问他 确定能驾驭住秦泽 这让苏玉不禁仔细思索了起来 他觉得有点难 秦泽这家伙看似随和好说话 但太有主见 甚至让他感觉刚愎自用 放下茶杯 他问裴南曼晚上吃饭要不要一起来 裴南曼说今晚有事 明天晚上可以再出来做做 苏玉说明晚不行 他要见网友 见网友 这给裴南曼震惊了 一个278的大姑娘 刘洋博士 公司总经理 竟然说出如此违和的话 他不禁醋眉 让闺蜜注意点 别玩过火 又不放心 打算明天找几个人暗中跟着他 苏玉好笑的挥挥手表示没事 只是见游戏里的一个朋友 游戏里的朋友 裴南曼觉得 闺蜜脑子烧坏了 摸着他额头问 是什么让他起了见网友的念头 拍开闺蜜的手 苏玉委屈表示 他说我是抠脚大汉 他不服气 就和他吵了一架 然后他提出要见面 不然就不带他打游戏 裴南曼说 如果只是陪你打游戏 这种人你可以找一大堆啊 因为他哲里东来 玩游戏 一遇到女玩家 就兴奋地嗷嗷叫 又送礼物 又送座旗的 苏玉表示他不一样 他虽然不相信他是女的 但每次他球带 他都会烧上他 而且他还经常骂他 这神精致的话 让裴南曼忍不住扶了扶额头 不过这一点也不好笑 他从中听出了一肚子心酸 心意娱乐总裁办公室里 黄一聪听着歌 享受着悠闲的下午茶时间 电脑里播放的是 秦宝宝的专辑 秘书敲了门 走进来问他 卓越珠宝代言合同的事 秘书说 徐璐和杨旭的经纪人 来找过他几次 想要这份合同 他问黄一聪 到底给谁好 黄一聪想也没想 直接说给秦宝宝 秘书心想 果然如此 江湖盛传 秦宝宝是黄总豢养的金丝雀 不然何以如此照顾 黄一聪喊住要离开的秘书 让秘书帮他约下秦宝宝 晚上吃饭 而吃饭的地点 也约在了百客园 百客园在一条 不算繁华的东名路 附近没有吸引顾客的商场 离步行街也远 苏玉在餐馆附近停好车 与秦泽并肩走向餐馆 俩人边走边聊 苏玉说 这家店在很多外地人眼里 名不经传 但老一辈 护士人应该知道 有些年头了 我小学的时候 爸妈经常带我来吃本帮菜 一直吃到上大学 然后出国留学 直到回国后才有机会来吃 苏玉正说着 迎面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 宝宝 这家百客园的本帮菜很地道 你以前来吃过没 然后一个柔媚的声音响起 没呢 我家都不喜欢甜食 两对并尖型的男女 在百客园门口相遇 大眼瞪小眼 秦泽目光扫过这对狗男女 女人就太熟悉了 尽管他戴着墨镜和大眼帽 但他就算化成灰 秦泽都认识 男人不认识 三十出头 人母狗样 秦宝宝墨镜下的目光 犀利无比 扫过眼前这对狗男女 年轻男人正是自家黑了新的区 他身边陪衬着一位不妖艳的见货 五官精致的一塌糊涂 淡雅的气质 清冷的神态 好一朵摇曳在凉风中的白莲花 姐弟俩目光交汇间 似有电壶闪过 随后都很默契地选择无视对方 那晚之后 他俩并没有和好 但很默契地买了同一款手机 苏玉目不斜视地进入食品城 乘电动扶梯上二楼 秦泽跟在他身边 秦宝宝和那个男人 则落后几级阶梯 秦宝宝狠狠瞪着弟弟的背影 要用眼神杀死他 黄一聪倒是在电视上看过秦泽 不过没什么印象 他的目光粘在苏玉诱人的臀部曲线上 心里嘖嘖了两声 感叹着女人品质绝佳 秦宝宝则瞪着苏玉的背影 心中生出此女不除 必成大患的紧照 百客员大厅 座无虚习 客人们放声交谈 品味美食 享受着一天结束前的惬意 服务员捧着餐盘来来往往 四人进入 门口的迎兵员立刻迎上来 笑道 四位一起的吗 有定过位置吗 苏玉摇头 轻轻道 两位预定七号包间 请跟我来 女服务员笑容无懈可击 这时 秦泽听见身后的男人 与另一位服务员说 定了十二号包间 包厢内 苏玉难得有聊天的兴致 与秦泽谈论了许多股市 期货以及信托信贷等方面的业务 西记想听到 挥下头号猛将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 奈何头号猛将似乎异性阑珊 不是随口敷衍 就是干脆发呆 对他的问题置之不理 美女总裁很赏心悦目 但秦泽的心思全在自家姐姐那里 他觉得自己距离真相很近了 情趣内衣 神秘男友 和陌生男人吃饭 秦泽越想越气 秦宝宝明明说过不找男朋友的 明明那么抗拒老妈安排相亲的 奇料不声不响的 在外面勾搭了一个优质帅哥 真是妈可忍 地不可忍 他觉得一定要搅黄他们 反正秦宝宝也曾经搅黄过他的女朋友 他要报复 这么想着 秦泽就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洪荒之力了 起身和苏玉说去上厕所 秦泽刚出去没多久 包间的门被敲了几下 苏玉心想 男人尿尿都这么快 出门进门也就一分钟不到 抬眼看去却不是秦泽 而是一个身段火辣 挑染绿色卷发的女人 她有一张妖艳的瓜子脸 眼睛又大又亮 除此之外 她有一对女人羡慕极度恨的三六弟 招牌狐媚子脸 招牌三六弟 苏玉认出她了 秦宝宝 新晋女歌星 大红大紫的宅男女神 也是秦泽的亲姐姐 她打量秦宝宝的同时 秦宝宝也在打量她 灵气毛子转动 问秦泽呢 苏玉说秦泽上厕所去了 又问秦宝宝 你怎么在这里 秦宝宝理所当然 我来找我弟弟啊 找他回家 回家 苏玉眉梢挑了挑 凭女子纤细敏感的神经 她感觉到秦宝宝 似有若无的敌意 苏玉笑道 吃完再回去吧 我让服务员加碗筷 秦宝宝没拒绝 问妹妹怎么称呼 妹妹 老娘都二十七了 比你还大两岁 谁是妹妹啊 苏玉淡淡报了自己名字 秦宝宝的一句妹妹怎么称呼 让苏大总裁 眉头不禁狠狠跳了两下 不过苏玉 还是淡淡爆出了自己的名字 秦宝宝眼波凝视 语气有些咄咄逼人 又问她和秦泽是什么关系 苏玉不禁有些好笑 这话听着怎么不对劲 感觉像某些棒打鸳鸯的家长似的 她不答 端起茶杯喝了口茶 不知为什么 她看眼前这女人很不爽 因为苏玉不知道 眼前这位就是每天 在游戏里虐杀她的女装大佬 秦宝宝对苏玉的软钉子视而不见 只见她唉声叹气道 我这个弟弟啊 总是不让人省心 家里女朋友望眼欲穿地等她回去 她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吃饭 也不打声招呼 你说如果她女朋友知道了 只不定又要闹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误会 你说是不 秦宝宝来这里 可不是要和这朵白莲花争齐斗艳的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 搞事情 画面切换到12号包间里 相比起7号包间的阴阳怪气和暗流汹涌 这边的气氛截然不同 两个男人在推杯换盏 把酒烟欢 黄总知道了眼前这位 就是秦宝宝的弟弟后 拉着秦子的手 说兄弟啊 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比人黄义聪心意娱乐的总裁 秦泽心想 原来你就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心意总裁啊 他立刻察觉到情况不对 姐姐买情去内衣是生日之前 那会儿他还是某500强公司的总经理秘书 显然不可能跨时间和黄义聪勾搭 不是心意总裁 不是前任上司 生日那天他穿得谁看 秦泽想起信息里 说他看了没反应 看了姐姐穿内衣的 能天天有机会看到姐姐内衣的 他突然想到似乎好像正是自己啊 见秦泽突然双眼呆滞 黄义聪问他怎么了 秦泽说了句烂话 发育不好 感觉要崩 黄义聪 秦泽心想 就算不是这黄义聪 但他对姐姐这般照顾 又约他出来吃饭 一看就是居心叵测 不能掉以轻心 于是他又跟黄义聪推杯换盏 俩人渐渐放开 聊得热火朝天 而两个专业不对口的男人 似乎能扯的东西就只有女人了 黄义聪是老司机 豪爽的要带秦泽去经历风月 让男孩成长为男人 秦泽笑着说 您是堂堂心意总裁 整个心意都是您的后宫 何必去寻花问流 黄义聪最熏熏 表示兔子不吃窝鞭草 把草吃大肚子 事情就不好办了 秦泽给他竖了的大母哥 表示老哥吻 又诱惑说 心意美女如云 只要逮住了狐狸 就算惹一身骚也是划算的 黄义聪脸红四官公 表示老弟说的是 我们心意还真不缺美女 秦泽搂着姐姐领导的脖子 挤眉弄眼 说你看我姐怎么样 身材火辣又长得贼水灵 有没有想 黄义聪喝得脸颊通红 说这年头整容的女明星 一抓一大把 你姐这种原装货 还是蛮少见的 他嘖嘖了两声 对秦宝宝的身材一阵赞叹 忍不住问秦泽 你们家是怎么样他的 秦泽得意 说多删几巴掌 你姐姐也会这么巧 不过他话还没说完 就呸了一声 然后啪啪删了自己两巴掌 心说我还没醉 说什么胡话 他悄悄拎起桌上红酒瓶 让黄义聪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只要这男人 透露出一点 对姐姐的那种心思 他会毫不犹豫 把手里的红酒瓶砸他脑袋上 黄义聪也是老江湖 对秦泽的那点小心思 了如指掌 只见他遗憾地表示 自己下个月要结婚了 和你姐姐有缘无分啊 还邀请秦泽到时候 一定来参加他的婚礼 看他一脸奈何原浅的感慨模样 秦泽忍不住问出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 你不规予我姐美色 你这么照顾她干嘛 别告诉我 你有一颗体恤职工的心 黄义聪打了的酒隔 说我是受人之托 秦泽证了证 追问是受谁之托 黄义聪黑黑说 是上面 他表示 你家关系网这么大 你姐姐混娱乐圈再合适不过 不用担心乱七八糟的潜规则 秦泽心想 老妈一个家庭主妇 老爸一个破大学教授 哪里来的人脉 他突然想到了王子晶 子晶姐虽然和家里闹掰了 但他老爸在护士经营那么多年 关系网肯定还在 想到王家小姐姐一个电话 就把他头疼的问题给解决了 秦泽突然就不想努力了 他奋斗还有什么意思 不能在姐姐面前装逼的话 不如回家做条闲鱼好了 想到这里 秦泽下意识去摸口袋里的手机 但摸了个空 这才想起手机落在七号包间里了 又恍然想起 他来这里都快半小时了 姐姐是生猴子去了 还是生猴子去了 自己上厕所上了半小时 美女总裁被他晾在包间那么久 估计杀了他的心都有了吧 想到这 他立刻跟黄义聪告别 回到七号包间 秦泽只看到服务员在收拾碗筷 而美女总裁早已没了影 见秦泽进来 服务员诧意问 先生还有什么事情吗 秦泽问他包间那位女士呢 服务员说已经结账离开了 这也是秦泽意料之中的事 只怕这下 他在美女总裁心里的印象一落千丈了 秦泽又问服务员 有没有看到他的手机 服务员摇头表示没看见 秦泽估计是被美女总裁拿走了 另一边 秦宝宝返回十二号包间 被里面的景象给吓了一跳 只见桌上杯盘狼藉 红酒瓶倒了一地 盘子里只剩下残羹剩菜 还在秦宝宝纳闷之际 黄义聪告诉他 说你弟弟来过 他开玩笑表示你弟弟真能喝 差点把我给喝趴了 秦宝宝这才明白 原来小赤老是溜到这边打秋风来了 他还纳闷 小赤老怎么半天没回来呢 他紧张地问自家弟弟 有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 黄义聪摆摆手 说你弟弟很有趣 他本来以为秦泽是个脾气古怪的艺术家 或者文青什么的 但没想到完全不是 他笑着对秦宝宝说 你弟弟很关心你 问我为什么这么照顾你 专门套我话来的 套话 秦宝宝不明所以 黄义聪说 怕我对你图谋不鬼呗 一听我对你没想法 他立马安心了 刚走没多久 秦宝宝有点怀疑 他真的是为这个来的 毕竟他们现在还在冷战 小赤老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 大天晚上莫名其妙把他气哭 黄义聪表示 那还有假 啤酒瓶都拎起来了 只要他说一个响 你弟弟准往我脑门来一发 秦宝宝一听 嘴角笑容扩散开来 他立马跟黄义聪告辞 理所当然地表示 弟弟喝了那么多酒 我要去送他回家 黄义聪叹了口气 这里由他服了 此时秦泽站在路边 正等着出租车 不过自从有了网约车 出租车就不怎么理人了 就在他考虑 要不要也约个车的时候 一辆红色小宝马停在他身前 然后车窗玻璃摇下来 姐姐曼妙的身姿 及娇媚的脸蛋 出现在秦泽的视线中 帅哥约吗 秦泽问 能啪啪吗 姐姐朝他抛媚眼 说想怎么啪都可以哦 秦泽正经表示 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姐姐让他赶紧滚上来 废话那么多 这里可不能停车 否则要被扣分了 秦泽当即怂了 上了车 小红马发动 一溜烟窜向远方 秦泽嘴角挑起 说帅哥 去哪儿趴 金帽 环球 还是中心大厦 秦泽侧头看向姐姐 看到他嘴角翘起 眉梢飞扬 他感受到了姐姐愉悦的心情 秦泽翻白眼 说回家睡觉 又问姐姐怎么还没走 吃饭吃到厕所生猴子了 秦泽喷一声 说谁生猴子啊 你的吗 他告诉秦泽 自己是去见你那个白莲花上司了 白莲花 秦泽愕然 说你别跟他瞎闭闭 我跟他没什么 还有别乱给别人去戳号 秦宝宝脸蛋红了一下 心想 自己在弟弟心里 已经臭名昭著了呀 他心虚地表示 没说什么 就是随便聊聊而已 随便聊聊 秦泽瞒脸 我信你 我就不是你弟弟的表情 秦宝宝恼羞成怒 表示你再啰嗦 就踹你下去 秦泽半可怜 这么帅的弟弟 你也舍得踹 秦宝宝表示 我还能手撕小吃佬呢 秦泽欲言又止 他刚才已经想明白了 那天是他误会姐姐了 他想道歉来着 但刚说两个字 他立刻就怂了 这时 系统冷不丁跳出来 让他立刻道歉 秦泽让他滚蛋 你凑什么热闹 系统立刻给他发布任务 请向姐姐请宝宝 诚挚地说声 对不起 成功奖励五点积分 失败扣除一百点积分 秦泽不服 凭什么成功只奖励五点积分 失败却扣一百点 系统表示 这是宿主的心理欲求 宿主你肠子都毁清了 你渴望向姐姐说声对不起 急切地想安抚姐姐 但你就是矫情 神踏马的矫情 秦泽一阵凌乱 不过这样也好 有系统给他抬接下 秦泽咳嗽一声 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了声 姐 对不起 秦宝宝愣了愣 扭头问 什么对不起 秦泽没回答 脑海里在问系统 任务有没有完成 系统说任务没完成 并友情提示 请别忽略惩挣执两个字 秦泽深吸一口气 姐 摔手机那晚 对不起 秦宝宝抿着唇 淡淡说 反正姐姐又不重要 你想骂就骂 从来不用顾及我的想法 秦泽又说了声对不起 这次的声音很轻 但语气格外沉重 他说 我不该对你说那些过分的话 秦宝宝目视前方 眼眶湿润 有些人总爱耍性子闹脾气 但他是指老虎 有些人看似随和迁就 但他说的话字字扎心 在弟弟面前 秦宝宝就是一只指老虎 今天是美女总裁 和大神网友面积的日子 午休时间 苏玉提前等在了约定的咖啡厅 他从没见过网友 脑中不禁幻想 大神会是什么样子呢 虽然他认为 大神应该是男的 但也不排除女性的可能 就好比大神怀疑 他是抠脚大汉 他心想 如果是男的 帅不帅 高不高 是带着黑矿眼睛的小胖子 还是阳光帅气大男孩 他心里破天荒的 有一丝丝期待和紧张 可是他等呀等 等呀等 从中午12点 等到了下午2点 早就过了约定的时间 大神就是没出现 他放在桌上的手机 响了起来 是助理的电话 他接起电话 语气有点不太好 问助理什么事 助理说 秦总有份文件 需要您签字 并表示秦总很急 签完还有个重要的约会 苏玉怒吼 什么约会比工作还重要 让他等着 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心里对放他鸽子的大神 一通埋怨 自从秦泽 对姐姐诚挚的道歉后 姐弟俩又恢复到了 之前打打闹闹的状态 王子晶回家 就看到了这样一幕 秦泽把姐姐压在沙发上 用宽阔的肩膀 镇压姐姐的胸口 秦宝宝推散不开弟弟 便用双臂 勒住秦泽的脖子 双脚勾住秦泽的腰 像条八爪鱼一样 把秦泽给缠住 嘴里还黑哈黑哈地 给自己配音 秦泽惨叫着 说要窒息了窒息了 秦宝宝继续 黑哈黑哈 并表示 就要勒死你这个 没良心的坏东西 整天就知道欺负姐 秦宝宝下手没轻重 秦泽是真要快窒息了 他伸手去掐姐姐的小腰 姐姐哀忧一声 果然松开了他 秦宝宝含着泪 说秦泽你一点也不乖了 说完用勾住秦泽腰的两只脚 往秦泽双腿之间 砰砰两下重击 秦泽瞬间实话 闷哼一声 捂着裆部 倒在沙发痛苦呻吟 王家小姐姐吓坏了 赶忙跑过来查看情况 问秦泽疼不疼 要不要去医院 命根子被姐姐怼了两脚 秦泽怎么可能不疼 但他现在疼得说不出话来 秦宝宝见弟弟这样 也吓坏了 知道男人那地方很脆弱 以为自己不小心 把弟弟的宝贝给磕坏了 王子精气地推他一把 怪他下手没轻没重 秦宝宝急得伸手 就要去脱秦泽裤子 想看看弟弟伤得怎么样 秦泽强忍着疼痛 拍开还想对他耍流氓的姐姐 接着宽慰其子精姐 说自己缓一缓就好 他恨恨地表示 我要告诉爸 你让老秦家断子绝孙 秦宝宝一脸受气包 不敢反抗的模样 王子精也数落了闺蜜两句 这才罢休 接着他说起 今天网上闹得很大的 教育部新闻事件 以及网上如火如荼的骂战 问俩人看没看 幼儿园开始学英语这事 秦泽当然看了 秦宝宝也知道这事 他发表自己意见 英语是重要没错 毕竟是国际语言 不能否定它的价值 但中文是世界上 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博大精深 不能用传播度来比较两者 秦泽深表赞同 并怂恿姐姐去微博发几句 来弘扬一下中文的博大精深 秦宝宝没好气地拒绝 他怕到时惹来一群喷子 这时 秦泽脑海响起系统的声音 英 很高兴捕捉到宿主的心理欲求 请为中文的博大精深证明 成功奖励100积分 失败扣除相应积分 时间限定24小时 收到系统 为中文博大精深证明的任务 秦泽猛逼了好久 这怎么证明 向谁证明 该如何证明 中文博大精深 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含义 好比亲姐姐不是亲姐姐 亲姐姐不如干姐姐 喜欢上妹妹不如喜欢上妹妹 长得好吓人和长得好吓人 正在秦泽陷入苦思冥想时 听到旁边姐姐说 有个人发了一串生辟字 但他只认识饕贴两字 他脑海突然一道灵光傻过 想起在系统商城里 看到过的某个有趣视频 自己何必纠结一语双关的梗 他完全可以用生辟字怼死他们 想到这 他跟姐姐说 我要给你一个出风口 蹭热度的机会 秦宝宝满脸警惕 怀疑着弟弟想搞事情了 秦泽神秘一笑 大手一挥 说了声笔墨伺候 想使唤两位姐姐 但是两位姐姐屁股 宛如扎根在沙发 理都不理他 秦泽只好自己 屁颠屁颠地去房间拿纸笔 然后刷刷写了一大篇字 没过一会儿 秦泽从房间出来 把一张纸拍在茶几上 两位姐姐好奇凑过来 问是什么东西 秦泽得意地说是新歌 宝宝姐表示 我都不认识这些字 至今姐问 这么多生辟字怎么唱 秦泽又刷刷写了一份通假字 说要教姐姐唱 然后拍个视频 发姐姐的微博 网上的骂战还在继续 从吐槽眼变成中文重要 还是英文重要 分理智党和愤青党两派 理智党觉得 英语是国际语言 重要性不言而喻 孩子早一年学英语 就早一年扎实基础 分清党表示不服 一个不精通自己语言的国家 会有什么出息 自己如果两年级 就开始学英语 那自己中文肯定low到爆 很多明星也出来凑热闹 黄宇腾发微博 说还好 我小学没学英语 不然我写歌都不会写 李荣心吐槽 英语是什么 完全没听过 这时 他们看到秦宝宝发微博 也来凑热闹 点开一看 什么话也没有 就只有一段视频 黄宇腾好奇点开 视频开始播放 网友们好奇点开视频 视频开始播放 只见秦宝宝坐在沙发上 打了声招呼 接着动感十足的钢琴声响起 钢琴伴奏之后 是秦宝宝好听的声音 很久很久以前 巨龙突然出现 带来再等待 走的公主又消失不见 广播十分危险 实现谁最勇敢 以为用这赶来 大声喊 我要带上最好的钱 翻过最高的山 掌向最新的森林 把孤众再回到面前 过往十分高兴 矛盾他的心灵 年轻人想了想 他说比笑我 叫大拉芬伴奔的 被迪布托比赫 听到这里 无数网友猛叮 是说是大拉芬伴奔的 被迪布托比赫 霍草 能再说一遍吗 没听明白 网友猛叮 说不说大拉芬伴奔的 被迪布托比赫 不 网友一口老血喷出来 黄宇腾和李荣新目瞪口呆 视频里一个个笔画繁多的生辟字 他们连一个都不认识 网友们纷纷表示666 秦宝宝这歌唱到他们怀疑人生 还有网友表示自己可能学了假的中文 怀疑自己语文都是体育老师教的 黄宇腾转发 我要疯了 循环播放三遍 居然还挺好听 李荣新发微博 国王三思啊 陈小彤 我还要再学十年国语 另外 国王三思 红静瑶 国王三思 网友们喜闻乐见 哈哈大笑表示又封一个 接着纷纷给秦宝宝点赞 转发 家里 秦宝宝在刷着手机看评论 他惊喜不已 短短时间这条微博已经十万转发 评论更是达到了三十万 还上了微博热搜 没想到这样也能蹭热度 他伸胳膊去搂秦子的脖子 要给弟弟亲亲奖励 王子精眼疾手快地拉住了他 说宝宝 我们看电视 秦宝宝嫌弃地挥了挥手 让他自己去看肥皂剧 别妨碍他亲弟弟 王子精灵机一动 说秦泽晚上没洗脸 那么油腻 都是满虫 全吃进你嘴里 虽然知道是闺蜜的诡计 但秦宝宝也觉得颇有几分道理 于是放弃了轻轻的奖励 秦泽说我可以洗脸的 但看到子精姐看过来的眼神 还是实相地乖乖闭了嘴 秦宝宝也表示 秦宝宝的达拉崩巴在网上疯传 不玩微博不玩论坛的苏玉 正对着电脑屏幕上 鲜红的失败两次发呆 他有些烦闷 大神面积放他鸽子也就算了 游戏也好几天没上了 原本想兴师问罪来着 结果扑了个空 这时门铃响了 苏玉异性阑珊地起身去开门 开门一看 苏玉愣了一下 来人竟然是他老子 他老子可从没来过他这里 苏玉虽然奇怪 但还是请他老子进去做了 进了门 男人参观起自己女儿的小窝 这片金庄公寓虽然不便宜 每平米六万 但在他眼中 还是有些狭小和简陋了 参观了一圈 男人叹气说 这里又小又挤 哪有家里舒服 他劝苏玉回家去住 别怄气了 苏玉撇嘴 说回家才不舒服 还要看那对母子的眼色 男人有些微怒 女儿对他后妈的成见太深 他也总是这样 不容许苏玉说 那对母子半个不字 一说他就翻脸 苏玉烦躁地挥挥手 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他岔开话题 让他老子常唱 上个月和南曼 去了趟航城带回来的龙脊 随后烧水 给他老子泡了一杯 男人端起茶杯浅磋一口 夸赞了一声不错 苏玉便笑得非常开心 刹那流露的 好似纯真女孩的笑容 男人放下茶杯 看似欣慰的说玉儿长大了 一个人管这么大的公司 能为爸爸分忧了 随即话锋一转 让苏玉不要太操劳 到底是女孩子 公司的事 让他尽量交给苏浩去处理 苏玉猝着眉头 说他懂什么金融 不明白 他老子硬塞他进来干嘛 男人表示 不懂可以请人吗 当老板不需要实相全能 他说 自己决定派一组队伍 入住剧里 来帮苏玉管理 苏玉顿时明白 原来他老子 是为了来说这事 并不是单纯的小女儿 他脸上笑容渐渐退去 再次恢复冷冷冰冰的模样 说可以 但人要他来选 男人摆摆手 说成员他已经选定了 让苏玉不用管 苏玉有些讥讽 不论是他选的 还是苏浩选的 男人怒得一拍桌子 大声训斥你们是亲兄妹 别搞得跟仇人一样 又安慰说 有霸在你害怕什么 何时亏欠过你 苏玉气得粉面通红 说你亏欠我的多了 从小到大 你除了做生意 你有陪过我吗 有参加过我的家长会吗 有陪我过一次生日吗 等你生意不如正轨 好不容易空闲了 你又做什么 你把那个贱人和杂种带回家 一脚把和你共患难的女人 踢出家门 说到最后 他已经有些生思历劫 男人暴怒 抬起手就要打 但触及女儿泪光盈然的眼神 这巴掌怎么都打不下去 他起身 以不容拒绝的语气 说这事就这么定了 他表示你一个女儿家 不要老想着和你哥争什么 该有的东西罢回给你 就算将来嫁人 也是风风光光的 说完男人直接走了 屋子又恢复了清冷和孤独 苏玉一个人抱着膝盖 坐在沙发上 相间瑟瑟抖动 第二天早上十点 公司就召开人事变动会议 苏浩带领的钦差团 和苏玉的元老团 各走一边 秦泽在会议上说 我有一句妈卖批 不吐不快 会议室插那一片安静 苏童没听清 皱没问 你说什么 秦泽刷一下起身 镇定道 董事长说得对 生太快 未必是好事 多历练绝对是好事 但我要反驳苏副总几句 他目光环视众人 严格来说 我入职到现在 只有一个项目 完全出自我手 收益是200% 除此之外 我整改过六个小项目 两个星期的收益 是80%以上 六个项目总金额2000万 也就是说 我为公司赚了1600万 我觉得这个成绩 完全当得起 成绩斐然四个字 董事长您说呢 苏富一愣 看向苏浩 苏浩可不是这么跟他说的 原话是一个 抓了只牛骨的信女 他一听 对方是实习期的船 也就没深究 苏富干巴巴的 夸奖了秦泽两句 但老子不陪你们玩了 秦泽笑了笑 坐回位置 会议结束后 他当天就给苏浩 递了一份辞职报告 晚上给两位姐姐 做了顿丰盛的大餐 两位姐姐坐他对面 秦宝宝吃得腮帮鼓鼓 好奇问他 今天怎么这么丰盛 是不是又升职了 秦泽说 没有 我辞职了 我要自己去开一家公司 自己做老板 两位姐姐愣了愣 以为自己听错了 对视一眼 确认自己没听错后 扑一声 笑了出来 秦宝宝捂着肚子 哈哈 笑死我了 我家弟弟要开公司 当老板 王子晶拍着胸 哈哈 好笑好笑 秦泽一头黑线 秦宝宝憋住笑 故作关心地问 你准备开什么公司 秦泽说 投资公司 子晶姐说 开得起来吗 投资公司 有很多要求的吧 秦泽说 我自有打算 让秦宝宝明天 把身份证结他 注册公司需要法人和股东 一个人开不出来 在简单的一番 官方演讲后 苏富当即宣布 要派遣管理团入住聚力 并由苏浩领导 负责资金申请 项目审核等事务 随后 钦差团的人轮流起身 自我介绍 会议室掌声热烈 秦泽心想 他来这钦差团 是来夺权的呀 光资金申请和项目审核 就几乎架空苏域大半的权利 他本以为这次会议 自己是属于打酱油 其料苏富又让苏浩宣布 第二件事 苏浩宣布 公司将成立一个新部门 去做投行业务 把投资二部门经理李凌峰 调去了投行部 李凌峰脸色难看 虽然他职位没变 但投行这几年很不景气 把他丢到投行 就相当于打入冷宫了 但李凌峰不是最惨的 苏浩又宣布 把秦泽也调去了投行部 投资部总经理职位 换诸国伟来担任 办公室猛的一静 钦差团里某位大叔起身点头 但掌声嘻嘻落落 只有钦差团的人在鼓掌 这就是人家的家事 老子偏心儿子 你能怎么办 这一点 秦泽深有体会 老子偏心女儿 当儿子怎么办 所幸姐姐经常和他摸摸打 多少弥补了他心里的不平衡 这时苏玉提出了反对 投资部总经理秦泽 贡献卓越 成绩斐然 他坐这个位置最适合不过 苏浩冷笑 秦泽入职不到一个月 你就让他担任投资部总经理 何其二系 虽然他担任总经理期间 成绩可圈可点 但并没有你形容的那么 成绩斐然 苏浩也表示 年轻人需要多历练 生太快并不是好事 先在投行部历练几年 做出点真实成绩 总经理位置还没坐热 就被人撸下来 秦泽恼羞成怒的想 他妈老子不干了行不行 丁 系统事实想起 请立刻辞职 并自己成立一家投资公司 成功奖励300点积分 失败扣除相应积分 秦泽大惊失色 他刚刚只是有过类似念头 属于合理的歪歪 系统就上纲上线 突然间就让他开公司 压力也太大了吧 发布完任务后 系统颇为欣慰 难得闲于宿主 这次的心理诉求这么激烈 又额外给秦泽定了一个小目标 一个月之内赚一个亿 成功奖励600点积分 失败扣除相应积分 哐当 茶杯翻滚在地毯上 茶水和茶叶溅了一地 李凌峰关切问怎么了 众人也纷纷看来 以为小伙子大起大落 心态承受不住了 才有此失态 秦泽面无表情说 我有一句妈妈批不吐不快 会议室里插那一片安静 秦泽跑了几天 终于把新公司的所有手续都办齐了 秦宝宝捧着营业执照高兴坏了 说自己以后就是老板娘了 王子金在旁边吐槽 说明明是股东 秦宝宝给他一个危险的眼神 说我就是老板娘 王子金也不怕 说你就是股东 于是俩人打闹了起来 秦泽近距离旁观了一场 秦宝宝吊打王子金的撕逼大战 王子金跑过来朝秦泽撒娇 说阿泽你家姐姐欺负我 秦宝宝表示 这是我弟弟才不站在你这边 然后从桌上抓起两袋薯片 让秦泽喂他一口 以此来展示他跟弟弟的亲密关系 王子金朝他吐吐舌头 说了句小馋猫 于是俩人又开始打闹了起来 秦泽收好营业许可证等公司资料 难得的回房间不跟姐姐们打情骂俏 因为他这几天要闭关 给自己制定一份详细的计划书 某次秦宝宝半夜上厕所的时候 看见弟弟房间灯还亮着 推门一看 发现他趴在桌上睡觉 姐姐心疼得不行 劝他别折腾自己的身体 工作没了再找呗 说开公司还真想开公司 咱们家又不缺钱 那么拼命干嘛 秦泽拍着姐姐的手 说我一定要有钱 有很多很多钱 秦宝宝就问 你有钱之后你想干嘛 秦泽看了眼姐姐 一副情深义重 欲言又止的样子 秦宝宝顿时期待起来 哪知秦泽大笑几声 说三宫六院七十二非 秦宝宝小脸顿时阴沉下来 你还想三七四切 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某证券公司 王沛看着对面 阳光俊朗的年轻人 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 你说要几倍杠杆 秦泽喝了口茶 十倍 王沛沉默了 手指敲击办公桌面 晨因许久后 委婉地劝起秦泽 说你的想法太冒险了 如今股市疯涨 二十倍杠杆的人也有 不过杠杆越大 危险越大 他劝秦泽不要玩这么大 五倍以下就可以了 秦泽表示 五倍杠杆 我都不必来找你 王沛点点头 问资金多少 秦泽说四百万 王沛大惊 说四百万资金 十倍杠杆 如果亏损了 你知道会面临什么吗 秦泽表示知道 并希望王沛 不要跟他家老子说 否则他老子知道 他玩这么大 肯定会阻止 随后 俩人谈好细则之后 秦泽告辞离开 王沛靠在座椅上 喃喃了一句 四百万十倍杠杆 他眼里闪过一道金光 今天是周六 秦泽生日的日子终于到了 王子金很高兴 因为秦宝宝飞京城拍广告去了 今天应该赶不回来 俩人吃完早饭 开着秦宝宝的小红马 来到城隍庙逛街 王子金兴致勃勃 说要给秦泽买生日礼物 秦泽倒是差点被汹涌的人流下退 城隍庙是一片 复古建筑的商业区 飞翘的眼角 黑色的瓦片 往来游客如知 他们穿过一条长长的石板路 两侧复古建筑 好似穿越时光 躲在古代某条街道上 秦泽尽心尽力地护着王家小姐姐 省得他被砍油 或者包包里的东西被顺手牵羊 在曲折的石桥上 关于秦人几乎摩肩擦肿 深绿色的水池里 一条条红黄井里游荡 又肥又大 秦泽一看这阵势 心说天赐良机 果断拉住王家小姐姐的小手 小姐姐立刻缩回手 秦泽在拉 说这么多人哪 王子晶在手工一品店 买了一串色彩缤纷的手链 又买了两条围巾 一条给秦泽 一条给自己 说留着冬天备用 秦泽心里念着姐姐 说要不帮秦宝宝也买一条吧 王子晶一脸不开心 小赤佬永远想着姐姐 那你自己付钱买了 王子晶闷声就走 秦泽喊道 哎等等啊 我拍个照片给秦宝宝看看 王子晶走得更快 最后他们来到城隍庙拜神 拜完俩人并肩就走出来了 没有球签 我事业如火如荼赚一个亿 紫晶姐你呢 王子晶悠悠道 我请沈保佑 让秦宝宝早点嫁出去 秦泽开心道 紫晶姐你对秦宝宝真好 不愧是好闺蜜 惦记着她的终生大事 王子晶意味深长地挟她一眼 这时 王子晶的手机响起 她摸出来一看 脸色古怪 紫晶姐我到护士了 红小机场 你快来接我 电话里传来女孩活泼的声音 你还真赖啊 王子晶头疼道 来看我嫂子嘛 紫晶姐 我在护士人生地不熟 你可不能不管我呀 女孩可怜兮兮的语气 王子晶无奈道 行行行 我开车过来接你 秦泽问道 谁呀 王子晶怂怂间 一个大灯泡 阿布 一个发小 小时候同个院子长大的 开着小红马 俩人花了四十分钟 才赶到红桥 王子晶打了个电话 报了小红马的车牌号和颜色 不多时 出发大厅 走出来一个背双肩包的女孩 身段窈窕 粉红色薄围衣搭配浅白色牛仔裤 脚上一双白色帆布鞋 灵动的毛子四处打转 很快锁定了红色小宝马 蹦蹦跳跳跑过来 王子晶降下车窗 朝他招手 紫晶姐 想死我了 女孩大半的身子从车窗探进来 抱着王子晶的脑袋 王子晶让他赶紧上车 这里不好多停 小姑娘瞅了眼秦泽 猛的一愣 旋即大呼小叫道 秦泽 你是不是秦泽 秦泽心想 哇 碰到一个小迷妹不成 尽管他对小鲜肉不屑一顾 然而他也难逃小鲜肉家网红的苛旧 喜欢他的大部分都是小姑娘 张灵钻进后座 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 一会儿问秦泽 怎么和紫晶姐在一起 一会儿又要让秦泽 给他多签几个名 一会儿又问秦泽 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好歌 真是快枪手吗 秦泽一口老血 王子晶怒了 让他不要下说 小姑娘这才吐吐舌头 问我们现在要去哪 王子晶说 要去给秦泽买生日礼物 三人来到一家琴行 王子晶长驱直入 摘下一把吉他 问秦泽这把吉他怎么样 服务员说 这吉他好啊 纯手工的 护板材料是玻璃维亚玫瑰木 这样的琴在我们店里只有三把 秦泽问多少钱 服务员说两万三 好吧 这年头只要和纯手工搭上关系 都贵 秦泽忍不住吐槽 王子晶固执地问他喜欢吗 秦泽一愣 问紫晶姐是想买来送我 王子晶点头 说是生日礼物 秦泽表示 可我不会弹吉他 你买家钢琴给我还差不多 王子晶携他一眼 这么贵的东西 你让我买 一点都不心疼姐姐的工资 张琳在后面咬牙切齿 这对家伙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是不 竟然当着他的面打琴骂俏 他故意冲上去挽住秦泽的胳膊 问秦泽可不可以叫他弹钢琴 王子晶意味深长地携他一眼 京城 某五星级酒店 秦宝宝披着浴袍 趴在床上百无聊赖的刷微博和朋友圈 忽然他看见了王子晶发的几条朋友圈 第一条是城隍庙真好玩 然后配了几张复古建筑的照片 和水里嬉戏的景理 第二条是淘到两条漂亮的围巾 配了围巾的照片 第三条是这人真讨厌 出来玩还三心二意 哼 然后配了张琳挽着秦泽胳膊的照片 看到这里 秦宝宝气得直垂小拳拳 感觉有什么东西要被抢走似的 他当即打电话给经纪人 让他马上订机票 在某个水吧里三人喝着咖啡说说笑笑 张琳眨着心心眼 问秦泽待会儿我能和你回家吗 我能见到秦宝宝吗 还不等秦泽说话 王子晶立马说不行 秦宝宝出去跑通告了 不在家里 让他喝完咖啡自己去找酒店 谁知小姑娘今晚就回北京 他悠悠地表示 打搅你们约会真是对不起哦 王子晶心虚地拍一下他脑袋 让他不要胡说八道 张琳又好奇地问秦泽 和秦宝宝的关系 真的有网上说得那么好吗 不是说姐弟兄妹越长大越生疏吗 他表示我哥小时候可疼我了 年纪越大 对我越冷淡 王子晶表示 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姐弟 关系可好了 我弟弟最厉害 我姐姐最漂亮 阿泽 是不是 王子晶阴阳怪气地问 秦泽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心里叹道又来了 子晶姐总喜欢打鸡风地试探什么 陈皇庙出来时也试探了他一下 还好秦泽装傻充愣混过去了 王子晶起身 说要去上个厕所 张琳目送他的背影离开 转入拐角消失不见 随后转头笑盈盈地问秦泽 我子晶姐漂亮不 还不等秦泽答话 他接着诱导 可惜啊 他和我哥有婚约的 秦泽一脸愕然 一句他和我哥有婚约的 直接暴露了小姑娘的本性 张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又重新向秦泽自我介绍了自己 我叫张琳 子晶姐是我未来的嫂子 我哥叫做张明成 子晶姐未来的男人 秦泽心说 原来你哥就是害子晶姐离家出走的男人 他微微眯起眼睛 你想跟我说什么 张琳此时早已不复出见识的纯真活泼 脸色阴郁 我说子晶姐怎么赖在护士不走 原来还有你这号人物 你知道他的身份吗 秦泽点头表示知道 张琳说 既然知道 那就该明白 你和他没什么好结果 婚姻大事 终归还是门当户对四个字 我哥和他才是良配 至于你 我不介意当我嫂子人生中路过的风景 他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 表示谈恋爱可以 但别上床 我不希望我未来嫂子心里 住着另外一个男人 我哥不希望 张家也不希望 你家嫂子 秦泽给他一记邪眼 说得好像王子晶 有多喜欢你哥似的 还不是千里迢迢逃护士来了 秦泽他的贪手 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表示王子晶喜欢我 我有什么办法 他得意道 我连小手都签了 今天争取亲个小嘴 过年前把孩子怀上 然后去京城拜见岳父岳母 你说王家会不会同意 我这个女婿 张琳被气得浑身发抖 狠狠瞪着他 警告秦泽 你别玩火 想对付你我有的是办法 他威胁道 你姐是明星队吧 娱乐圈的水出了名的浑浊 这么漂亮的女人 乃能不经历几次前规则 你要不信 咱们玩玩 秦泽一脸阴沉地盯着他 不能否认 秦宝宝是他的逆龄 张琳也丝毫不怂 俩人眼神之间 仿佛有霹雳啪啦的电弧划过 他让秦泽考虑清楚 希望在他登机之前 听到秦泽和王子晶说分手 最起码也要拿出 让他满意的态度 恰好此时 王子晶上厕所回来了 笑眯眯地问 你们在聊什么呢 看到王子晶 张琳又立马恢复了 之前纯真活泼的样子 说再和秦泽聊影视圈 看看能不能和秦宝宝有合作 王子晶仿佛浑然不觉 俩人之间的气氛 笑着表示时间不早了 再做一会就送他去机场 另一边 秦宝宝六点半下了飞机 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回家 但是家里空荡荡的 小赤佬和入侍郎都没回来 还在外面浪 他深吸一口气 扯着嗓子 啊啊啊的一阵尖叫 心里不停骂着小赤佬王八蛋 正在这时 门铃响起 秦宝宝心里一喜 心想这么早就回来 看来是没打算 趁自己不再摸摸打 或者啪啪啪 他故意板着脸去开门 谁想门外站着的 不是自家的小赤佬和闺蜜 而是几个物业 物业手里还拿着几个花篮 里面装的是锡纸花 薄片 彩带什么的 秦宝宝说 你们找错门了吧 这些东西是什么 物业说没找错啊 秦泽先生今早拜托我们 帮忙布置屋子 说只要人一回来 就马上动工 我看您回来了 就立刻过来了 秦宝宝看着花篮里的东西 问这些东西是什么 他想干什么 物业说 秦先生交代 把屋子布置得浪漫些就好了 但不要大动干戈 晚点还要清理掉 秦宝宝心想 秦泽分明是打算趁他不在 告白王子精来着 这个黑了心的蛆 他要赶找女朋友 我就死给他看 他让物业把这些东西统统拿走 全丢了 立刻马上 此时 秦泽和王子精 已经把张灵送到了机场 趁张灵去换登机卡的时候 秦泽小声对王子精说 晚上给你一个惊喜 王子精秋波盈盈 有些期待地问是什么惊喜 秦泽刚想说话 手机响了 一看来电显示 是自家姐姐 他小心地接起电话 姐姐冷冰冰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问他现在在哪里 秦泽谎话张口就来 说我在家呢 秦宝宝冷笑一声 说家里有城隍庙 家里有围巾卖 家里有奶茶喝 秦泽扭头看向王子精 数耳朵偷听的王子精 假装看四处的风景 秦泽心里一叹 紫禁节果然附黑呀 秦宝宝冷冰冰地表示 我已经回来了 趁姐姐不在 和姐姐闺蜜约会 还撒谎骗姐姐说在家 被姐姐戳穿 秦泽顿时有些尴尬 听到姐姐说已经回家了 他咳嗽两声 问姐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是明天的航班吗 秦宝宝声音柔柔地 表示我家阿泽生日 姐姐再忙也要回来的 他让秦泽现在回来 咱们一起去迪士尼看烟花 秦泽看了眼王子精 犹豫地说我现在不方便 要不明天 秦宝宝大声道 半小时不回家 姐姐就跳楼 秦泽无奈了 只能连忙说好 我马上回来 挂了电话 王子精过来 问是不是宝宝回来了 秦泽点头 说我可能要先回家 问王子精要不要一起回去 王子精说我还要送张灵登机 他让秦泽先回吧 自己等会儿打车回去 秦泽刚走没几步 王子精想了想 问惊喜还有吗 秦泽挠挠头 表示大概也许没有了吧 他心想 姐姐都回来了 惊喜什么的 肯定不存在了 王子精点头 看着秦泽离开的背影 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时张灵的声音 从他身后传来 疑惑地问秦泽怎么走了 看着秦泽匆匆离开的身影 他显然对秦泽 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有些愤怒 他说秦泽不是个细心的男人 把子精姐一个人丢在红桥 不知道红桥打车很难吗 王子精有些吃味地表示 人家姐姐回来了吗 当然姐姐最重要了 7点45分开始登机的时候 王子精把张灵送到检票口 张灵正要刷票进站 王子精突然叫住了他 表示走之前有几句话要对他说 他摸着小姑娘头 笑音音道 小灵长大了 懂事了 子精姐很开心 嗯 也懂得扯虎皮拉大旗 充分利用家里的全是威逼人了 这一点也很难得 张灵俏脸微变 连忙便捷 说自己没有 王子精打断他 毫无征兆的声色聚立起来 可以 威胁秦泽是吧 你让你大哥来 我帮秦泽硬了 但你想找秦宝宝麻烦 我不允许 不服气没关系 他让张灵试试看 到底是张家的手腕高 还是他王家人卖广 他表示 你要玩 我陪你 张灵慌了 渲染欲气 说你欺负我 我要回去和我哥说 王子精恶狠狠道 你哥要知道 你玩这种下三滥手段 信不信不用我动手 他就会删你 他让张灵立马滚回家去 秦泽告的状 他不要脸 王子精说 我就喜欢他的不要脸 还有些嫌弃 在我面前玩手段 黄毛压头 且当年坑人的时候 你还留鼻涕穿开裆裤呢 今年过年别来我家 我要是过年回京城去张家拜年 你也给我滚得远远的 否则大耳瓜子删你 张灵抹着眼泪 哭着跑进了检票口 王子精吐出一口浊气 他对张灵的行为 是非常愤怒的 尤其张灵还用了秦宝宝 来威胁秦泽 秦泽回家时 坐在沙发 双手抱胸 看着秦泽开门进来 他目不斜视 看都懒得看 秦泽悠了一声 吐槽说怎么没跳楼啊 秦宝宝便瞬间破功 抓起枕头就打他 嘴里骂着王八蛋 小赤佬黑了心的去 秦泽抢过枕头 说好了好了 我错了 秦宝宝就问 你错在哪了 秦泽说 对啊 我哪里做错了 秦宝宝就又抓起枕头砸他 嘴里一个劲地骂黑了心的去 秦泽又是连忙认错 表示让姐姐不高兴 就是犯了滔天大错 秦宝宝扭过头 生气不理他 看姐姐扔了一地的纸团 秦泽闷不吭声地默默捡起来 秦宝宝举起垃圾桶 话里有话道 纸巾这种东西 用一次就丢掉好了 没必要留恋 秦泽嗡嗡两声 随口应付 装傻冲梦 秦宝宝暗暗咬牙 秦泽岔开话题 问姐姐吃完饭没 没吃的话 我去给你做饭 秦宝宝生气 说饿死我算了 吃什么吃 秦泽又忍不住吐槽 表示你要饿死 肯定也会在饿死前 先拉我做垫背的 秦宝宝怒了 小吃老敢叮嘴 胆子越来越大了 秦泽连忙开溜 说我去给你做饭 秦宝宝骂道 你就是个贱人 视频左下角链接下载QQ阅读 在首页听书里面输入 我的姐姐是大明星 可听视频同款小说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里 秦泽用姐姐的三百多万 抓到了两只涨停股 获利百分之二十 而原先大跌的几只股票 也慢慢回暖 逐步拉涨 原本星大的姐姐 也总算关心起 弟弟的炒股近况 时不时地来问问 秦泽赚了还是亏了 听到秦泽说 赚了一千多万 秦宝宝顿时惊喜的张大小嘴 不过秦泽却是不太满意 因为距离他赚一的小目标 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的时间 而他却只赚了一千多万 四分之一的时间 才赚到十分之一的钱 秦泽感觉 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秦宝宝一副小女孩的姿态 双手抱拳 请求弟弟狗父贵物相望 秦泽表示自己口渴了 秦宝宝顿时明白 说我去给你倒水 这段时间 秦妈是吃不好也睡不好 满脑子都是儿子和股市 每天都要问老爷子 今天股市怎样 阿泽是赚了还是亏了 老爷子也愁啊 但他不敢打电话问儿子 生怕得到的回复 是让自己卖房 问女儿吧 他又不懂股票 老爷子不禁暗骂一句 真是个没用的女儿 秦妈一副惆怅的样子 说好时代里面的主人公 炒股这么厉害 赚钱跟玩似的 最后还不是被逼得全家跳楼 老爷子悚然一惊 问秦妈是从哪里看来的 秦妈说是前几天再播的电视剧 老爷子恍然大悟 难怪前几天股市大爹 钉泻一出股市避泻啊 这时老爷子手机响起 秦妈一看是儿子打来的 心想完了 老爷子接起电话 听到儿子说赚了一千多万 儿子亏了一千多万 急得眼泪都冒了出来 后又听到老爷子说是赚了 秦妈顿时又拍着手掌 咧着嘴 一个劲的念叨 说我儿子真有本事 我儿子真厉害 老爷子一脸鄙夷 说瞧你嘚瑟的 亏钱了就哭天抢地 赚钱了便乐不可知 当妈的都这德行 秦妈犀利反击 说你赚了一千万 也给我丑丑啊 给老爷子夜了个半死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问秦泽选的什么股 把交个单给他看看 爸帮你把把关 秦泽说 爸 回头我转三百万给你 建议你选择基建股 做种短线 一个月后最起码翻两倍 老爷子心里一喜 但语气还是强硬 说爸还用你教 你还没出生 我就开始玩股票了 秦泽说 爸你就是死要面子 想跟我学炒股就直说呗 拐弯抹角 一定是被妈埋态了 老爷子脸皮发烫 恼羞成怒 说你是不是那天没挨揍 疲痒了 臭小子 挂了电话 姐姐突然气冲冲进来 秦泽问他怎么了 秦宝宝气呼呼说 小蛮腰 那个死人腰 又坑了我三局 秦泽心情不错 说要陪着姐姐打一局 姐弟俩很有默契地 比了个大拇指 秦泽上线的时候 立刻收到小蛮腰 发来的质问信息 他问秦泽 那天为什么放他鸽子 秦泽回忆了一下 才想起来 那天他就随口一提 没想到小蛮腰还当真了 秦泽心想 我每天日理万机 回家还要奶姐姐们 哪有时间和你碰面 他回到 那天事情比较多 忘了 小蛮腰就咒他 说话不算话 找不到女朋友 秦泽让他滚 还想给他立flag 小蛮腰又发来信息 说明天周日 出来面积没 秦泽很爽快 说好 秦宝宝凑过来一看 二话不说 会无手刀砍弟弟脑袋 说你果然是黑了心 这家伙天天找解麻烦 你还跟他这么亲热 美女总裁第一次要面积了 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他提前半小时 到达约好的咖啡店 还是坐在正对门的位置 好方便第一眼观察大神的形象 等了半小时 正以为大神又要放他鸽子时 他看见一个戴着兜帽 墨镜的女人走进来 苏玉觉得这女人有点熟悉 女人也看到了苏玉 静止朝他走过来打招呼 嗨 白莲苏总 这么巧 苏玉还是没认出他 问你是 秦宝宝低声说 我是秦宝宝 不方便摘墨镜 见谅 苏玉露出一个不失礼貌的笑容 问秦宝宝 你怎么来这里了 秦宝宝说 跟阿泽一起来的 要见一个朋友 又问苏玉 你一个人吗 苏玉点头 我也是来见朋友 说完 他目光越过秦宝宝 看见秦泽进门 秦泽没想到 在这里能遇到前任美女总裁 意外之喜 他笑着和苏玉打了声招呼 然后自然的在姐姐身边坐了下来 看着俩人就这样 在自己对面坐了下来 苏玉心想 这样也好 有人帮忙打掩护 不会被第一时间认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秦泽目光在人群中 搜索着最漂亮的人 因为小蛮腰跟他说 咖啡屋里最漂亮的人就是他 不过秦泽是不信的 他觉得小蛮腰 应该是抠脚大汉才对 应该是穿一身休闲装的 小胖子宅男 看他在游戏里 跪舔自己的不要脸措辞 极大的可能是中二少年 或者高中生 此时苏玉也烦了 烦死这对姐弟了 他都跟大神说好的 孤身一人 最漂亮的那个 可眼下这对姐弟 赖在这里不走 大神进来一瞅 没发现孤身一人的漂亮妹子 失望地走了 岂不是很糟糕 秦宝宝则是没心没肺地喝着咖啡 他很讨厌小蛮腰 真心讨厌 尽管在游戏里 虐得他怀疑人生 但小蛮腰的嘴炮功夫 每次都差点 把他喷得摔键盘 所以他跟着秦泽一起来 第一是觉得 面积这种事很有意思 很好玩 顺便再看看 那个让自己深恶痛绝的小蛮腰 何许人也 秦宝宝等得有点不耐烦 路没问秦泽 你网友怎么还没来 一句话 好似惊雷在苏玉耳中炸开 苏玉瞪大眼睛问 你们是来见网友的 秦泽点头 说是一个游戏网友 秦宝宝咬牙切齿地补充 说一个死人妖 此刻苏玉的小心脏 砰砰狂跳 没这么巧吧 不至于吧 我的大神 原来是秦泽 难怪等了半天不见人 是他 怎么可能是他 原来他每天撒娇 卖萌球保护的人 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 现实里认识的人 再没有比这更尴尬的事了 不行 他得想办法逃走 这咖啡屋没法呆了 想到这里 他起身跟俩人说去洗手间 此时不尿顿 更待何时 说完 他甩开步子就往外走 但是秦泽突然的一声小蛮腰 在他耳畔乍下 炸得苏玉停下了脚步 炸得他面红耳赤 素白的脸蛋染上一层烟红 秦泽一脸 果然是你的恍然大悟表情 苏玉知道被认出来了 他深吸一口气 调整面部表情 转身时 原来是你 他大大方方的去和秦泽握手 不过这个细节却出卖了他 如果真的淡定就不该握手 因为他们算是老相识了 秦泽也与他握手 眼中玩味打趣的神情不加掩饰 哦哟 这个有意思了 每天撒娇卖萌球包大腿的网友 原来是我的美女总裁 三观刷新了 秦宝宝皱起小眉头 哦了一声 原来你就是小蛮腰啊 苏玉勉强笑了笑 心说好尴尬 秦泽不知道怎么说我的 等等 他突然感觉哪里不对劲 正在这时 秦宝宝哼道来solo啊 小垃圾 第三道惊雷在苏玉耳畔炸开 如此熟悉的台词 不禁让他回忆起 曾一度被女装大佬吊打的恐惧 以及囚禁在塔下 猥琐吃惊艳的耻辱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方寸之间 俩女人杀鸡汹涌澎湃 苏玉玩了这么多年游戏 技术没进步 一口利索的喷子嘴炮倒是越来越厉害 他在游戏里打不过秦宝宝 就施沾嘴炮 而秦宝宝不止一次被他喷得 要摔笔记本 幸好被秦泽及时阻止 我说嘴皮子怎么这般利索 原来是苏总宁啊 秦宝宝冷笑一声 不愧是开公司的 也就剩一张嘴了 苏玉很淡定 露出一个滑稽的表情 斜眼冷冷到 辣鸡 秦宝宝气得咬牙切齿 你说谁辣鸡 他骂道 技术这么烂 就乖乖装孙子好了 叫声姐姐 下次放你一马 天天玩游戏的宅女 真恶心 苏玉本来就一肚子的火 当即就炸了 一拍桌子 骂道 辣鸡闭嘴 你自己不一样 天天玩游戏的宅女说谁 弟弟出个门 都要跟在屁股后面 网上说你是地控 看来是真的 你是不是变态 扎心了 秦宝宝大怒 你信不信我把你 按在地上揍一顿 苏玉一点也不出 表示辣鸡 有种来试试看啊 两人同时 把手放在杯子上 大有一言不合 就泼你一脸的征兆 秦泽没法继续看戏了 一手按住一只杯子 表示姐姐们 别闹行不行 苏玉道 谁是你姐姐 秦宝宝道 你姐姐在这里 秦泽心说 今天真不该来面积 苏玉咬牙切齿 让秦泽管好你家姐姐 秦宝宝催他一口 说你以为你谁啊 还是他领导吗 垃圾废物 苏玉也不是吃素的 端起杯子 就要往秦宝宝脸上泼 说时时那时快 秦泽把脸凑了过去 用脸接住咖啡 你敢泼我地 秦宝宝怒了 也朝苏玉泼出半杯咖啡 秦泽再用脸接住 他感觉自己真傻 真的 他单知道这是场面积 却不知道 也有可能发展成私逼 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 有不少人拿起手机 录起了视频 秦泽脸色阴沉 顶着一脸咖啡往外走去 秦宝宝叫了一声 也立马跟了上去 留下苏玉一脸尴尬 看着周围人窃窃私语 他怒道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吵架吗 说完一甩秀发 冷哼一声 也走了出去 秦泽脸色阴沉地坐进小宝马里 秦宝宝心虚 抽了几张纸巾 想要帮弟弟擦脸 秦泽抢过纸巾 怒道 你搞什么 不是说好不惹事的吗 秦宝宝挖的一声 差点就要哭出来 一脸委屈 说你就知道我李恨 刚才你怎么不中他发火 你都不知道他怎么骂我的 我和他不共戴天 他心里却想 不跟他闹翻 万一他缠着你怎么办 秦泽料不到姐姐如此心急表 一脸感叹 说我也没想到会是他 见弟弟一脸嘖嘖惊奇的神情 秦宝宝表示 姐姐现在和他是仇人了 以后打游戏 不准带他玩 知道法 秦泽一脸后悔的模样 说回家就删游戏 再也不面积了 看着姐弟俩开车远去 苏玉朝俩人做了个鬼脸 然后拨通了一个电话 二话不说 对着电话就是一阵尖叫 电话那边的裴男慢吓了一跳 骂道 你发什么神经 苏玉叫道 我今天见到网友了 见到网友了 十一月中旬 距离秦泽转移的小目标 已经过去半个月 股市安好 他就安好 秦宝宝的通告越来越频繁了 全国各地妃 有时好几天都不回家 但他每晚都会坚持 和弟弟视频聊天 一定要聊到十点以后才罢休 秦泽对姐姐的小心思 心知肚明 因为王子精睡觉的时间正好十点 小吃了 想姐姐没 秦宝宝在视频里笑嘻嘻地问 秦泽很想说 每天开视频 有什么好想的 但为了待会儿 能早点和子精姐看电影 他还是违心地说了句 想死姐姐了 听到弟弟的回答 秦宝宝很满意 朝摄像头弯了一下腰 给弟弟一点福利 秦泽表示没看清楚 再来一遍 秦宝宝鼓塞 说你竟然对姐姐 提这么过分的腰头 然后又飞快弯了一下腰 秦泽说等等 我先脱裤子 姐姐脸蛋瞬间羞红 迅速关掉视频 秦泽得意地笑了 这波套路 他给自己满分 待会儿还要和子精姐看电影 才没功夫和姐姐嗶嗶 这时 他还没关闭的游戏图标闪动 秦泽点进去一看 是小蛮妖苏玉发来的信息 问秦泽一起打游戏吗 这是苏玉自那天咖啡屋见面后 第一次主动提出开黑 措辞也变了 以前是大神球带 人家想生黄金 大神你终于又上线了 等得花都谢了啊 如今再也找不到 小蛮妖的那种感觉了 大神的称号也不复存在 秦泽叹口气 重规重矩地回复 苏总 我晚点要出去 就打一盘吧 看着秦泽客客气气的语气 苏玉脸上难掩失望之色 那个大神再也不复存在 连说话都这么礼貌了 那些肆无忌惮的嘲讽和骂人的话 他估计再也不会说了吧 苏玉心烦意乱 回了一句 算了 今天不完了 改天再约吧 几秒后 那边回复 好的 再见 苏玉抿了抿唇 把自己蜷缩在宽大的华椅上 抱着膝盖发呆 他后悔了 后悔和秦泽见面了 如果不曾见面 他明天还能在游戏里嬉笑怒骂 如今 他连最后的一丝慰藉也失去了 彻底失去了 忽然有点想哭 苏玉抽了抽鼻子 穿上棉拖 来到阳台 冷风呼呼吹动着他的秀发和睡衣 整个城市笼罩在路灯菊黄的光运中 车辆穿流不息 而房间清冷安静 仿佛两个不同的世界 苏玉在阳台边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浑身发冷 狠狠打了个寒颤 他深吸一口气 大声呐喊了句 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后 回到房间 裹着被子沉沉睡去 那一晚 他又梦到了父母的争吵声 父亲想把那个私生子带回家来 母亲则声嘶力竭地反对 苏玉躲在门后 听着外面父母的争吵声 他抱着膝盖 把自己的脸埋在里面 身边躺着生日那天 父亲给他买的玩具熊 他们总是这样 除了争吵还是争吵 父亲很忙 经常不着家 有一次他说要回家来 母亲很高兴 做了满满一桌菜 可父亲却把那私生子带了回来 终究他父母还是走到了那一步 苏玉小学三年级那年 父母离婚 离婚的第二天 他母亲拖着行李箱 摸摸他的脑袋 毫不留恋地走了 他在后面一边哭一边追 哭喊着母亲回来 可至始至终 母亲都没有回头 四耳的闹钟声把他吵醒 苏玉想睁开眼睛 眼皮却重欲千斤 脑海也浑浑噩噩的 并伴随发冷和四肢无力的症状 他发高烧了 也许是昨晚冷风吹的 这种状况应该去医院 但他浑身疲惫 只想闷头大睡 指头都懒得动一下 他吃力地摸出枕头下的手机 然后浑浑噩噩地拨通了 裴南曼的电话 告诉他自己生病 但是电话里却传来男人的声音 问他在哪里 苏玉意识出现模糊 迷迷糊糊地报了个地址后 又睡着了 苏玉醒来时 脑袋还有点昏沉 睁开眼 他看到床边坐着一个高碗的长发 以及成熟曼妙的身体曲线 苏玉知道他是裴南曼 果然这世界只有南曼可以依靠 苏玉裹着被子露出一个甜甜的笑 裴南曼摸了摸他额头 问他好点了吗 苏玉说好多了 随后嗅了嗅鼻子 闻到了一股中药味 裴南曼朝屋外努嘴 告诉他情则在主药 他说等你醒来 喝完药就没事了 苏玉有点不解 秦泽怎么会在这里 裴南曼说 是你自己打他电话求救的 你自己忘了 苏玉有点不确定 自己明明打给南曼的呀 他想也许自己高烧迷糊了 考虑到自己当时的状态 打错电话的几率很大 裴南曼又告诉他 说秦泽打电话通知我说你生病了 我过来的时候 你已经退烧了 苏玉问裴南曼 秦泽是怎么治好他的 裴南曼嘴角一挑 说秦泽帮你按了穴位 然后点了点苏玉的小腹胸后臀 苏玉一脸呆滞 恰好此时 秦泽捧着碗进房间 苏玉别过头去 给他一个后脑勺 裴南曼看看表 说自己还有生意要谈 他让秦泽帮忙照看一下苏玉后 就先走了 房间里就剩下苏玉和秦泽俩人 秦泽坐在裴南曼刚才的位置上 催促苏玉喝药 他原以为美女总裁会拒绝喝苦涩的药 没料到美女总裁端起碗 就咕咚咕咚的一口干了 然后苏玉看秦泽的眼神渐渐变了 他家可是高级防盗们啊 一般精通这项技能的人只有三种 索将 爬手 踩花贼 苏玉就觉得秦泽是最后一个 辞子不能多留 否则必成大患 秦泽心想很难骂 150积分的事情 他现在积分余额很充足 不心疼这点毛毛雨积分 苏玉想找个借口赶秦泽走 可话到嘴边 却变成了地板都踩脏了 秦泽问 你家里没有备用的拖鞋吗 来客人怎么办 苏玉说 我这里没客人 说这句话的时候 苏玉表情很淡 但秦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 有一种叫做孤独的东西 苏玉让秦泽待会儿把地拖干净 秦泽没好气 表示自己没时间帮你搞家务 你第二天好了 自己拖 这凶巴巴的语气 有那么一点大神的感觉了 苏玉心里一喜 强硬的要让秦泽必须拖干净 秦泽让他滚蛋 苏玉心里又是一喜 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 嘴里却凶巴巴骂着混蛋 秦泽莫名其妙地看他一眼 梅达里瑟莉那人的美女总裁 专心玩起了手机 苏玉悄悄撇嘴 有点失望 从苏玉这个角度 能看见秦泽线条感 极佳的侧脸 挺俊的鼻子 薄厚适中的唇 黑如点漆的眼 还挺帅气的 苏玉说了句 谢谢 秦泽摆手表示不用 都是朋友嘛 你都打电话给我了 我总得帮忙 苏玉小声说 我打错电话了 一开口就叫裴南曼 秦泽当然知道他打错了 起先秦泽不打算自己过来 但是他给裴南曼打电话 裴淑女没接 秦泽怕出人命 所以就急忙过来了 秦泽问 生病的事通知你罢了吗 话一出口 他便知不妥 根据苏玉和苏浩 在公司水火不容的关系 再结合一个 宽敞却难掩孤独氛围的房子 秦泽感觉他和家里的关系 应该很恶劣吧 沉默了一阵 苏玉忽然告诉秦泽 自己跟家里关系不好 也许是有些话 憋在心里太久了 想找个人倾诉 苏玉向秦泽说起了小时候的事 苏玉的父亲 是著名民营企业家 靠辣条发家 按说身为千金大小贱 他的童年 应该过得很幸福才是 其实不是 正应了那句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老话 在他父亲没有发迹之前 他父母相处得很好 直到有一天 他母亲知道 父亲在外面有一个私生子 达那以后 夫妻和睦的家庭算是破碎了 父母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父亲提出要把外面生的儿子接回家 母亲不同意 又是吵架 然后离婚 第二年 父亲就和外面的女人结婚了 他在外面的儿子 终于能名正言顺 光明正大的踏进苏家的门 自那以后 这个家再也不是苏玉心里的家 后妈长得年轻貌美 却有一颗恶毒的心肠 就像苏玉看的童话故事里 灰姑娘的后妈一样 后妈在父亲面前演示的很好 一边搂着苏玉说女儿真怪 一边暗中死掐她胳膊 苏玉不敢哭 因为后妈威胁她 如果敢在父亲面前说她坏话 就把她赶出家门 让她当一个无家可归的娃子 那个私生子也讨厌她 兴许是童年过得清贫 穷怕了 有朝一日登上太子宝座 就想霸占所有家产 使苏玉为眼中钉肉中刺 苏玉当着千金小姐 却觉得自己寄人篱下 她的童年时代和少女时代 过得既孤独又寂寞 看着餐桌上一家三口和睦相处 相亲相爱 苏玉感觉自己 是被排挤在这个家之外的外人 有了儿子之后 父亲对她也没以前那么好了 虽然总是笑容满面 心里却并不重视这个女儿 她渐渐长大 笑容越来越少 终于长成了别人眼中的冰山美人 可其实她一点都不冰山 她只是习惯用冷漠的外表来伪装自己 内心深处 无比渴望亲情 所以她出国留学 去了美国 那里有她的母亲 母亲在美国组建了新的家庭 还给她生了一个弟弟 一个混血 母亲疼爱弟弟更甚于她 去机场接她的时候 一家三口都去了 养鬼子后爹 对她倒是蛮热情 外国人思想开放 并不介意这些东西 可苏玉并不需要 后爹的爱这种鬼东西 她想要的是母爱 然而母亲的爱都给了弟弟 多年后重逢 对这个女儿并没有表现得太热情 甚至有点疏远 她在母亲家住了半年 却怎么都无法融入这小家庭 觉得自己就像孤魂野鬼 日复一日地飘荡在荒野中 18岁以后的生日 苏玉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 买一个蛋糕 点上蜡烛 看着烛光对自己说 苏玉你是最漂亮的 最幸福的 然后莫名其妙的流泪 她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购物 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过生日 她拒绝回父亲那个别墅 因为那里早就不是家 感受不到一丁点的温馨 她也不再联系母亲 母亲的心早就不在她这里 何必还去纠缠呢 徒增人厌 秦泽默默听完苏玉的字数 手上捏着一根烟 有那么几次忍不住响点上 又忍住了 原来美女总裁 光鲜艳丽的外表下 竟有这么多的心酸 她懂了 所以小蛮腰在游戏里的表现 和苏玉在现实中的风格 截然不同 跟泰迪狗似的到处搞事情 喷人被喷 然后甜不知耻 撒娇卖萌 因为喷人她才有存在感 被喷她才觉得自己被重视 相比起屈爱的人来说 被你骂 她更怕被你无视 莫名的 秦泽心里酸溜溜的 11月 姐弟俩有两件事要做 一是去宝岛参加金曲奖 二是参加新翼总裁的婚礼 金曲奖在25号周六 不过秦宝宝20号就买了机票 原因是 秦泽最近被转一小目标 折腾得精神违靡 黑眼圈深重 姐姐因为心疼弟弟 就准备和弟弟来个台湾五日游 参加金曲奖的同时 顺便散散心 王子晶羡慕得不行 说我也要去 不过被秦宝宝冷漠地拒绝了 他可不要这个电灯泡跟着 到了台湾 俩人在酒店放好行李 秦宝宝就过来敲秦泽的门 迫不及待想出去游览观光 台北市的某条商业街 秦泽带着姐姐边吃边玩 秦宝宝买了几件衣服 几个小饰品 还给秦泽买了一个 哆拉A梦手机挂件 秦泽说 你脑子瓦特了 咱们的手机没有机挂件的地方 姐姐俏皮的土舌头 哀呀一声 说忘记了吗 随后 他们又去了台北的101大楼 里面奢侈品门店云集 出来的时候 秦泽身上又多了几个购物袋 秦宝宝帮老爷子买了块名表 帮秦妈和王子晶 买了些化妆品和包包 秦宝宝囊囊着还要去夜市 但秦泽不想去 于是俩人就又回到了酒店 秦泽洗完澡 准备睡觉的时候 敲门声来了 不用猜 肯定是姐姐 姐姐一脸疲惫地走进弟弟房间 往床上一躺 打滚 嚷嚷着 好累好累 秦泽说 累就回房睡觉 躺我床上干嘛 秦宝宝趴在床上 两条腿啪啪拍打床铺 要秦泽帮他按摩 按摩是吧 秦泽一巴掌摔在姐姐挺翘的臀 问他是这里吗 秦宝宝痛呼一声 翻过身子 给弟弟一顿佛山无影脚 施展完后 秦宝宝换一副柔柔的声音道 乖 快帮姐姐捏捏 腿又酸又疼的 秦泽最吃姐姐这套 立刻小狗腿式的 捧起姐姐的脚丫 从脚底板开始按 一直到大腿 快要按到大腿根的时候 秦宝宝红着脸缩回腿 又让秦泽捏肩膀 秦泽在帮姐姐按摩肩膀 秦宝宝舒服的眯起眼 说起了网上喷秦泽歌剧二 是假唱的事 每每想到这事 他就很心塞 秦泽倒是无所谓 说喷子都这样 理他们做什么 姐姐又问他 歌剧二能得奖吗 还不等秦泽回答 他自己又说 估计是不能的 但姐姐觉得 你拿个最佳作曲人的奖 应该没问题 秦泽表示自己 又不是娱乐圈的人 拿不拿都一样 但秦宝宝不这么想 他小算盘打得惊着呢 有了讲 秦泽在写歌的时候 就可以把价格往上抬 万一哪天 弟弟炒股又亏了 还可以靠写歌赚钱呢 秦泽一板力敲在姐姐脑瓜 让他念自己点好 秦宝宝嘟囔 说没大没小 摊上你这么个弟弟 姐姐上辈子没修的 秦泽摆他一眼 说摊上我这么个儿子 宝宝妈你上辈子没修的 哇 你竟然占咱妈便宜 秦宝宝倒打一耙 闹了一阵子 秦宝宝困意上涌 眸子半咪 你难道 睡觉吧 秦泽呜了一声 起身关灯 掀被子钻进去 忽然愣了愣 感觉哪里不对劲 喂 你回房间睡啊 这是我的床 不要吵 起身动一动 又睡不着了 那也不能睡我这里 秦宝宝拉被子 往头上一蒙 睡着了 听不到听不到 晚上七点半 颁奖典礼开始 男女主持人 先是合唱了一首 大家耳熟能详的金曲 然后又说了一段 陈词激昂的开场白 在一篇热烈的掌声中 开始了第一个奖项 首先颁发的是 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主持人报了几个 入围者的名字 并介绍他们履历 歌唱风格 入围奖次数等等 最后 男主持人宣布 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得奖的是 得奖者是 李爱奇 李爱奇激动地起身 上台接过奖项 然后发表获奖感言 谢谢主办方 谢谢爸爸 谢谢妈妈 接下来一个一个奖项颁发 不过都是宝岛本地的奖项 跟内地没什么关系 直到颁发 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时候 秦泽看了眼身边的姐姐说 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不知道是不是你 秦宝宝悲观地回答 姐姐不知道呀 秦泽给姐姐打气 说一定是你 姐姐开心地说 谢谢小吃佬的毒奶 然后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最后颁给了徐运涵 徐运涵喜出望外 上台领奖 发表获奖感言 首先我要感谢 我的经纪公司心意舆论 给我这个机会 同时感谢金曲奖这个舞台 让我能站在这里 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 说我风格飘忽不定 潜力到了尽头 很难再更进一步 我不认同这个看法 很多在场的歌手来说 缺的其实只是一首好歌 所以我要感谢我的朋友秦宝宝 还有他弟弟秦泽 尽头锁定席位上的秦泽 和秦宝宝姐弟俩 画风略诡异 他俩正处在争议阶段 姐姐因为小吃佬的毒奶 要秦泽陪他的奖 秦泽不服 说关我什么事 这就是命 知道不 宝宝姐 宝宝姐的称呼 让秦宝宝毛骨悚然 嘴泡功夫低不过 便要掐他的脸发现 镜头打过来 恰好捕捉到这一幕 俩人立刻熄火 秦宝宝朝镜头 展露一个僵硬的笑容 然后一片善意的哼笑声 明星们想 果然是年轻人 细细闹闹的 不过这对姐弟感情还真好 这时 徐运涵又接着说道 当时厚着脸皮 问秦宝宝要歌时 也没想到会有今天 而他很讲义气 一个电话就打过去 问弟弟要歌 秦泽更讲义气 一个电话 就把歌的小样传过来了 而授权费 几乎可以说免费 我要谢谢他们 非常感谢 感言结束 说者无心 但听者有意 很多歌星双眼大放金光 心想 看来想约歌 还是要先和他们做朋友 接着 主持人开始颁发下一个奖项 最佳新人奖 入围的有 秦宝宝 秦泽高兴说 这个总归你了吧 秦宝宝皱起小眉头 让他别说话 他怕秦泽又是一口毒奶毒死他 主持人宣布到 获奖歌手是秦宝宝 镜头锁定情笔 一是明亮的光光 白群彩是出一团萌萌的光运 衬托着他娇艳的容颜 雪白的肌肤 这一刻的秦宝宝可谓万众瞩目 秦宝宝站在舞台上 荣光焕发 我要感谢我弟弟 没有他的支持 我或许还是默默无闻的女歌手 是他铺平了我的路 是他给了我力量和信心 然后秦宝宝鼓足勇气 凝视秦泽方向 说了句 姐姐永远爱你 秦宝宝捧着奖杯返回座位上 小女孩似的向弟弟炫耀 厉害吧 好看吧 秦泽说 厉害 好看 姐姐真棒 秦宝宝被弟弟的甜言蜜语 哄得没开眼笑 当即就要给弟弟相吻奖 反应过来后 姐姐及时刹车 这里不能飙车 要翻的 旁边的徐运涵 看着这对姐弟俩 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有种被为一肚子狗粮的负账感 明明他们是姐弟啊 秦宝宝这边刚作文 下一个颁奖又报到他名字了 主持人再次宣布 最佳专辑奖获奖的是 秦宝宝 秦宝宝再次起身 又走了一遍 掌声依然热烈 有的歌手摇头哭笑 这个大家都服气 毕竟秦宝宝的这张专辑销售 不但连续两个月位列榜首 还破了宝岛的五年销售记录 主持人开玩笑说 好了 我们知道了 感谢弟弟永远爱你 对不对 台下一片善意的哄笑声 秦宝宝厌然一笑 是的 我弟弟最厉害 徐运涵心想 炫帝狂魔的称号 要在宝岛流行了 接下来颁发的是 最佳作曲人奖 主持人宣布入围名单 入围的有 秦泽 梁焕生 周永明 黄薇薇 李玉 主持人目光扫过会场 解开手上的名单卡 笑着说 这个人大家绝对不陌生 得奖的事 会场响起嘈杂的声浪 有人喊梁焕生 有人喊周永明 有人喊其他两位 就是没人喊秦泽 秦宝宝趁乱尖叫一声 我弟弟不对 秦泽 等会场声音安静下来 主持人宣布 获奖的是梁焕生 梁焕生起身 与朋友们拥抱 昂首阔步走向舞台 姐姐气得鼻子都歪了 说这个奖不公平 旁边的徐运涵给他分析 说宝宝 你已经连得两个奖了 都和秦泽有关 评委会要考虑平衡的 不可能一个人写的歌好听 就把所有奖都颁给一个人 但秦宝宝还是郁闷 说阿泽就一个入围名单 最佳作曲人不是他 这趟宝岛算白来了 秦泽看着姐姐醋眉的小模样 说能陪姐姐来玩 就是最大的收获 金曲奖只是负担 秦宝宝被弟弟的甜言蜜语 立马哄得眉开眼笑 心里美滋滋 金曲奖渐渐进入尾声 一个接一个的奖项颁发 很快24个奖项颁发完毕 男主持人说 大家别急着离场哦 今晚还有最后一个奖项没有颁发 他就是最佳年度歌曲奖 底下很多明星惊讶了 没想到 今年居然有最佳年度歌曲奖 这个奖好多年没出现了 因为太霸道了 只要他一出来 其他歌曲奖就显得黯然失色 所以这个奖并不是每年都有 很多歌手都在猜测着 会是哪首歌 姐姐迷之自信 说这个奖肯定是你 秦泽心里其实蛮期待 能拿奖他自然高兴 否则来一趟宝岛 没拿奖多遗憾 众人纷纷猜测 好奇和期待的情绪高涨 主持人缓缓揭开名单 宣布获奖的是 歌曲二演唱者秦泽 随着主持人的宣布 会场一片喧哗 有人小声议论表示不服 说秦泽歌曲二是假唱的 为什么还能入选 然后傲天赋贺加入不服队列 接着日天也加入 望天紧随其后 姐姐兴奋的把秦泽推出座位 让他快去领奖 秦泽自己也猛逼 年度作家歌曲奖是我吗 组委会怎么没通知我啊 历届最佳歌曲奖都玩这套吗 金曲奖第二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 秦泽和秦宝宝降落在浦东机场 下了飞机 秦宝宝给闺蜜打电话 问他在几号门 王子精说在二号门 秦宝宝批评闺蜜 说你走点心啊 那是非内地的门 港台在十三号以后 老远了快开过来 王子精委屈 说知道了 那我又不熟悉浦东机场 两人在门口等了几分钟 小红马慢悠悠开过来 王子精下车招了招手 然后跑过来 张开双臂要来一个拥抱 秦宝宝满脸笑容地迎上去 谁知王子精一个拐弯 把闺蜜晾在一旁 和秦泽拥抱一下 秦宝宝尴尬地站在原地咬牙切齿 这女人故意地报复自己批评她 为报复回来 秦宝宝在车上故意刺激王子精 说宝导真不错呀 好玩 阿泽哦 秦泽点头 说还不错 却没注意后排的子精姐直翻白眼 回到家里 王子精霸占秦泽的笔记本 说要观看金曲奖视频 金曲奖节目一出来 就受到了大陆网友的关注 于是秦泽又小火了一把 海豚鹰在线 网友们惊为天人 高呼 不愧是第一块枪手 秦泽看着弹幕 飘起密密麻麻的各种快枪手称号 忽然觉得世界索然无味 人生好无趣 秦宝宝却幸灾乐祸 捧腹大笑 秦泽怒道 我是块枪手 你开心 秦宝宝一想 此言有礼 怒道 这群王八蛋 诅咒我弟弟 王子晴羡慕地说 唱得真好 我要能唱这么好 做梦都笑醒 话说好像从来没听过 子晴姐唱歌 秦泽立刻吹捧 说子晴姐声音这么好听 唱歌肯定也好听 秦宝宝立马附和 说对对 子晴唱歌很好听 王子晴唉声叹气 表示别人都说 我唱歌五音不全 但我自己感觉不出来 秦宝宝说 他们是羡慕极度恨 然后怂恿王子晴轻唱歌 王子晴开心道 那我唱一段青花词 我最喜欢这首歌 一开嗓就选这么难的歌 秦泽惊讶 青花词要唱出味道来 很考验唱功的 苏白狗乐出秦花 逼风浓转弹 王子晴一本正经地开唱 脸上洋溢着秘之自信 瓶声描绘的牡丹 一如你出庄 这何止是五音不全 简直没一句唱在调上 秦泽内心是何等的卧槽 秦宝宝忍笑人的好辛苦 最后忍不住了 往沙发一趟 捧腹大笑 王子晴一愣 看到秦泽一脸崩坏的表情 顿时领悟到了闺蜜的套路 于是秦泽又近距离 欣赏到了王家小姐姐 和自家小姐姐的撕逼大战 遗憾的是 现在大约在冬季 看不见姐姐们春光乍蟹的风景 四日早上九点半 距离投资副总裁办公室 苏同正对着自己儿子耳提面命 说得唾沫横飞 原因是 这个月公司的收益 相比起上个月差了一大截 苏浩有苦难言 前阵子因为股市暴跌 他为了止损就把资金挪了出来 谁知没几天股市又大涨了 苏同知道自己儿子专业不对口 难免出婚招 气愤的让他做事前先和他妹妹商量 好歹苏玉也是留学回来的金融硕士 管理学博士 苏浩眼睛一亮 心想这个锅可以甩给他 于是委屈跟父亲告状 说苏玉这段时间迟到早退 开会也一言不发 完全不参与公司运营 苏同一听 还有这事 当即让苏浩聚叫苏玉过来 苏浩打苏玉办公室坐机 助理告知总裁还没来上班 苏浩强势甩锅 说他现在还没来上班呢 都九点半了 直到十点 苏玉姗姗来迟 自从被他老爹 从一把手的位置撸下来后 他就自暴自弃了 上班劳心劳力 给哥哥做嫁衣 没意思 而且苏浩心眼贼小 不给他立功的机会 凡是他的建议 红统驳回 钦差团和经理们都投靠苏浩这下 看到苏玉进来 苏彤黑着脸 把报告摔桌上 指责道 月初刚表扬你们 这个月就给我来这么一下 是不是觉得 老爸的心脏太好 缺乏刺激 苏玉扫了眼业绩报告 不在意不关心 表示这个要问苏浩了 公司业务都是他把关 谁知苏浩又把锅盖在妹妹头上 说你才是总经理 你当然要负责 然后苏彤啪一声 把原谅冒给女儿带正 表示爸知道你喜欢玩 进不下心 爸理解的 但不能因为有你哥 帮你分担压力 你就不做事了 要不然 要你这个总经理干什么 苏彤感觉心好塞 辩解说自己根本没话语权 都给苏浩架空了 他做事从来不问我的意见 我反对也没用 公司都听他的 苏浩站起身 大声反驳 说你什么意思 你迟到早退 上班不走心 反而怪我咯 我要跟你一样 这公司还要不要开下去 苏彤表示 没能力偏偏喜欢遗址气势 谁在公司搞一言堂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苏彤一拍桌子 好了 我不管谁对谁错 只看成绩 出了问题 先追责一把手 责任一层层担下去 我已经批评过你哥哥了 你是总经理 你必须承担最大的责任 苏彤明白了 从头到尾他都是错的 因为不爱 所以都错 治理名言啊 苏彤心里感觉好累 突然就怒对起了老爸 人家一把手掌握最大权力 说的话就是真理 错的也是对的 我呢 我只是个被架空的可怜虫 苏彤大怒 你还顶嘴 苏彤把胸口的牌子摘下来 啪一声砸在脑子面前 行 他差点顺嘴自称老娘 苏昊喜出望外 费了好大劲 他压抑住脱口而出的 你说话算话 苏彤一愣 似乎没想到 女儿竟如此硬气 饶视人生阅历丰富 一时也手足无措 苏彤拎起包包 说了句就这样吧 然后踩着高跟鞋 潇洒地走了 出了公司 他第一个给裴南曼打电话 告诉他自己离职了 距离那边 要不要撤资 你自己看着办 裴南曼丝毫不意外 他的突然离职 表示自己会处理好的 然后问苏彪之后 有什么打算 这时候 只要苏彪说自己还没想好 豪气的裴大姐 肯定会让苏彪跟他干 然后再给他一家公司 分分钟带苏彪走上人生巅峰 裴南曼虽然把交情 和生意分得很清楚 但同样欣赏苏彪的才干 苏彪犹豫了好久 最终 他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表示自己已经找到工作了 裴南曼也没有多问 说了句那好吧 就挂断了电话 苏彪握着手机 茫然发呆 此刻有一种较孤独的感觉 在心里发散开来 越发浓重 不知为什么 眼前忽然飘过秦泽的脸 想起他一本正经的话 要不勉强找他试试 看他光感思令一个 好可怜的 苏彪拿起手机 褚蜂再三 拨打了秦泽的电话 电话很快被接通 秦泽的声音从电话传来 苏彪抿着唇 故作轻松道 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秦泽问什么话 苏彪强调道 那天在我家说的话 秦泽拔剑四顾心茫然 什么话 苏彪感觉心好累 你说要我帮忙的 你不是注册了公司吗 秦泽大喜 你想通吗 苏彪说 我们找个地方谈一谈 然后俩人约在了 当初面积的那家咖啡店见面 秦泽大步登上舞台 从主持人的手里接过奖杯 面对黑压压的 数百位观众和明星 他一时也不知道 要说些什么 他也没有准备敢言稿呀 在主持人的提醒下 他也只能随便说几句了 首先感谢金曲奖的舞台吧 给了我站在这里的机会 然后感谢我的姐姐秦宝宝 当初不是因为她 我或许不会走作曲这条路 我以后也会坚定的 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秦泽脑子一抽 忽然鬼使神差的说 写歌是肯定要写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放弃的 只能靠写歌 才能维持我对生活的热情 金曲奖是个好地方 各个都是大咖 唱歌又好听 我超喜欢这里的 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 明星们一边鼓掌 一边甜思 这话好足悉 满满的记事感 好像在哪里听过 这时主持人说 秦老师 马上你就要唱歌了 我们会播放原声带曲子 你配合一下就好 秦泽愣了一下 还有这样的操作 你们也认为我是假唱的 他在心里沟通系统 问系统 他们都看不起我 这都没任务 系统没反应 他又喊了两声 系统依旧没反应 秦泽忽然有一种错觉 自己其实并没有 系统这种东西 正在他这么嗓时 系统忽然跳出来 淡淡说自己刚才走神了 秦泽无脸 这理由何其简单粗暴 他问系统 任务呢 系统很咸鱼的说没有 秦泽唾气道 你果然是low逼 系统说 我low逼虽然是天大的实话 但我还是希望 宿主能由衷地夸奖我一句 毕竟我low逼你咸鱼 咱们应该互相取暖 秦泽摆摆手 表示不存在的 主持人茫然地看他 不明白这个摆手的意义在哪里 秦泽说 不用 我轻唱 主持人瞠目结舌 心想 大哥你别玩火呀 金曲奖和你没仇吧 你要唱崩了 岂不是砸我们的招牌 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秦泽开嗓了 会场的明星们猛低了 怎么回事 清唱 配乐呢 暴天日天望天都震惊了 他们还以为 秦泽又要靠假唱混过去 徐韵涵扭头看秦宝宝 说你弟弟搞事情吧 秦宝宝皱皱了皱鼻子 说搞事情就搞事情 这时秦泽唱到歌曲的高潮 一道高亢 嘹亮 纯净的声音响起 向利剑穿透全场 偌大的会场 数百人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清唱 没有多余的伴奏 会场的明星和观众 再一次的聆听到了这种声音 并且更加清晰 更加纯粹 主持人听过原版 开玩笑问 还能更高吗 秦泽一举话筒 徐韵涵震撼 原版他听过 四个音 现在唱到六个音了 太牛了呀 秦泽喘了口气 谢谢 下一刻 掌声响起 伴随着山谷喊的那 很多明星都站了起来 没有质疑 没有极度 只有佩服的惊叹 半小时 秦泽开着姐姐的小红马 来到咖啡店 一进门 立刻看到了苏玉 多日不见 美女总裁还是这么漂亮 秦泽入座 点了一杯咖啡 把自己公司注册文件 递给苏玉 问他怎么忽然不干了 因为心碎了吗 苏玉白他一眼 说老头子心里只有儿子 我死皮赖脸呆着干嘛 当汉县帝呢 总觉得跟着他们做事 迟早团灭 你家老头智商如此低能 这么优秀的女儿都不用 秦泽安慰他 跟着本大神发育 你才能躺赢 苏玉懒得和他说话 见美女总裁如此冷漠 秦泽意识到 应该是自己的回答方式不对 他眉毛一扬 脸上充斥着大佬 对若姬的鄙夷和不屑 说你是活该 早就好跟我混了 那种破公司 有什么好待的 跟着我混 你才能走上人生巅峰 一脸不屑的嘲讽 但要透着我是对你好的关切 瞬间就能聊到苏玉的祭奠 美女总裁双眼一亮 唉声叹气 说这倒不是智商的问题 宠儿子和智商有什么关系 在老头子想法里 他的东西都要由儿子来继承 就像皇帝生了个废柴太子 难道因为太子是废柴 就把大好的江山拱手让人 只是总裁的位置 是董事会任命的 我爸有投票权 却做不成一言堂 董事会都不看好苏好 秦泽训斥道 那你就报复啊 枉死了整啊 整死他们 整垮巨力 让苏日天彻底不接 如果不懂怎么宅斗 我给你推荐的老师 脸厚心黑 平时还能装成温文尔雅的 大家闺秀 可怕得很 大神的训斥 总是夹杂着真理 苏玉如同醍醐灌顶 说 要不我回距离报复 秦泽有种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的感觉 立马表示自己就随口一说 既然你老子瞧不上你 你留在距离也没意思 而我很欣赏你百折不饶的任性 以及永不屈服的精神 你已经通过游戏 完美地展现出来了 苏玉打开文件夹 抽出营业许可证 八个大字印入眼帘 宝则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秦泽 股东秦宝宝 苏玉挑了挑眉 不动声色 又看了半晌 发现居然还有私募牌照 问秦泽这东西 怎么搞到手的 秦泽说 是裴姐帮我搞定的 苏玉嘖嘖了两声 随后一脸认真的表示 要我帮你可以 但我要入股 我有六百万的存款 可以投资过来 秦泽说 我并不需要钱 等月底我会有一个亿的资金 苏玉说不行 那就没得谈 秦泽问他要入股的理由 苏玉指了指秦宝宝的名字 说我可不要给这个家伙打工 我非但要入股 还要比他高 六百万不够 我就砸锅卖铁凑钱 反正就是要压他一头 什么仇什么恨啊 就因为我姐天天在游戏里虐你 女人的思维真奇葩 秦泽很大方 表示可以 我身份证现在就可以给你 如果需要 我出面配合的 你尽管打我电话 这些事情你搞定就好了 其实苏玉就算不出钱 秦泽都愿意分一点股份给他 毕竟没有一个精通管理的人才 他还得学习怎么开公司 耗时耗力 随后秦泽又把公司办公的租住地点 以及其他还需要办的手续证件 一股脑都丢给了苏玉 苏玉一愣 说那你做什么 秦泽拍拍手 表示男主外女主内 我当然是忙着赚钱了 那么一切都交给你了 姑娘 本大神看好你哟 成立一家公司的心酸过程 就这么被浓缩在七个字里 一头砸入苏玉的怀抱 苏玉头一次觉得 大神的笑容是如此的猥琐和不怀好意 他想自己定然被坑了 什么走上人生巅峰 什么看好你哟 都是骗人的吧 这对姐弟果然都不是好东西 下午 苏玉脚步轻快地回到自己的小窝 手里拎着那份公司文件 熟悉的家 熟悉的孤独 但又有了一种不同的感受 有点喜悦 有点安心 又有点期待 他把自己摔在松软的大床上 露出小女孩般的甜美笑容 再一次和秦泽共事 心态却完全不同了 以前觉得这小伙子不错 现在是大神 腿上还缺挂肩布 对了 他差点忘记一件事 苏玉翻起身 拍下公司执照 秦宝宝和秦泽的证件照 发到一个聊天群里 以后这家公司 我说了算 呵呵 某人的证件照又呆又傻 十几公里外的家里 秦宝宝窝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享受着美好的下午时光 手机响了一下 有信息提示 秦宝宝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顿时吃了死孩子的表情 又是那朵白莲花 自那次面积之后 他和白莲花加了好语 然后噩梦来了 白莲花创了个聊天群 把他拉到里面 隔三差五的喷一具死垃圾 小贱人 死犊子 扑街仔 小学生等 汇聚了大江南北的骂人礼语 而秦宝宝打游戏在行 骂人就不是苏玉的对手了 翻来覆去就两个 小赤佬和黑了心的蛆 骂着骂着 非但没了杀伤力 还成了爱撑 虽然秦宝宝很烦苏玉 但姐姐也是要强的性子 别人喷他 岂有认怂的道理 于是两人捧着手机对喷 手指一滑 打开软件 看到一张图片两句话 秦宝宝当场炸锚 飞快打字 小赤佬是去见你的 苏玉想了好半天 才确认小赤佬应该说的是秦泽吧 他洋洋得意 是又怎么样 以后我就是这家公司的总裁 总裁你没有 这是我的公司 我不同意 秦宝宝柳梅倒数 你不是有自己的公司吗 你这个黑了心的蛆 连这个都要和我抢 苏玉额头黑线 你才是蛆 你全家都是蛆 秦宝宝打字 你不是蛆 你是白莲花 你全家都是白莲花 苏玉说 那你就是碧莲花 然后白莲花和碧莲花 维持了好几分钟 秦宝宝忽然灵光一闪 哈哈大笑三声 说可以 总裁就总裁吧 我是公司股东 你以后都乖乖给我打工 苏玉发一个你是智障图片 吃笑一声 表示难道以我的智商 会考虑不到这种小事 你占股3% 我占股份6% 整整多一倍 谁给谁打工 秦宝宝崩溃 说我不信我不信 苏玉呵呵一笑 表示问问你家弟弟就知道了 秦宝宝气得咬牙切齿 说我不问我不问 苏玉又呵呵一笑 发了一张给你一个眼神 自己领悟的图片 秦宝宝好一会没说话 片刻后 他邀请王子晶加入群聊 秦宝宝打字 子晶帮我喷它 王子晶发来一个疑问的表情 秦宝宝说 快喷它就是了 王子晶说 我不会骂人呀 秦宝宝说 这朵白莲花片 秦泽公司的股份 还来我这里耀武扬威 我可以忍 你能忍 王子晶想 我为什么不能忍 公司是你们姐弟俩的吧 秦宝宝又泼黑水 他还勾搭秦泽 眉来眼去 暗送秋波 居心叵测 这个不能忍 王子晶立马道 这种女人 你还和他避避什么 直接拉黑 警告秦泽 再联系 打断腿 苏玉一脸疑惑 打字问你又是谁 碧莲花二号 死辣鸡 王子晶发一张大佬不屑 和若鸡说话的图片 表示妖艳见惑 没必要理会 直接发地址吧 我准备好相机了 听说最近当街撕烂衣服 很流行的 哇 这女人这么强势 苏玉怕怕的 赶紧找盟友 邀请裴南曼加入群聊 裴南曼发来三个问号 苏玉打字 他们威胁我 要当街撕烂我衣服 裴南曼说 那我派保镖保护你 两位是 苏玉说 秦宝宝和无名女A 王子晶发来一串省略号 秦宝宝说 少给我BB这些 咱们说正事 股份是怎么回事 你凭什么拿股份 小心到你非法诈骗 苏玉说 我凭本事拿的股份 为什么不行 裴南曼明白了 所以你不肯帮我做事 是心里想的秦泽了 苏玉气哭 说你哪边的 秦宝宝打字 要点B连行不行 你哪来的本事 床上的 苏玉作为合格的喷子 脸皮向来后 说事又怎样 你来咬我啊 王子晶说 我不咬你 我删死你 苏玉自动无视他 说你的死地控 就是要气死你 秦宝宝破罐子破摔 说我地控怎么了 我就地控 要你管 滚犊子 王子晶 哇 你终于承认了 裴南曼 可怕 苏玉 变态 秦宝宝 一串省略号 裴南曼表示 行了 别吵了 你们先和秦泽联系一下吧 在这里吵架没意义 浪费时间 秦宝宝呵呵一笑 一言不合就装成熟 苏玉也拒绝 说我一定要喷死他 裴南曼不说话了 默默拉秦泽进入群聊 秦泽打字 哎 大家都在啊 裴姐好 煞世间群里一片寂静 苏玉 你干什么呢 邀请他干嘛 秦宝宝 哇 这女人心好黑 王子晶 惹不起惹不起 然后三人退出了群聊 秦泽一脸问号 什么情况 怎么都走了 裴南曼表示 没事了 一群小屁孩 搞定苏玉这个抖M后 秦泽就去了趟学校 因为老爷子打电话过来 说跟他要讨论一下 最近股市的风向 秦泽心里明白 那是老爷子再向他取经 又不好明说 从下午三点聊到六点 天色擦黑 老爷子才心满意足地 让他回家去乃姐姐 在商住两用区买了菜 秦泽准备日常乃姐姐 这时候紫禁姐应该也回来了吧 果然秦泽回家的时候 看到两位姐姐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秦泽拎着菜往厨房走 说我先去做菜 谁知两位姐姐一口同声 一个说做菜不急 一个说不想吃饭 秦宝宝冷着脸 叫秦泽过来 表示有话对你说 当然地走过去 正要坐沙发呢 屁股被姐姐踹了一脚 王子津淡定拿出一张塑料板凳 说你的位置在这里 秦泽乖坐小板凳 不明白姐姐们画风为何如此诡异 看秦泽撞一脸无辜 王子津冷冷一笑 问苏玉和曼姐是谁 秦宝宝接着又问 谁允许你把股份分给苏玉的 王子津说 我先问股份的是晚点说 秦宝宝选择妥协 因为他在弟弟面前总是硬不起来 要没王子津同仇敌凯 过会他屁股肯定又要挨走 正好借这个机会 树立一下姐姐伪光案形象 给小吃老力规矩 王子津指着小板凳 让秦泽作证 随即又问了一遍 苏玉和曼姐是谁 秦泽双手放在膝盖 乖坐小板凳说 一个是我前任上司 现在的合伙人 另一个是我朋友 王子津不信 上司和朋友是朋友 哪有这么巧的事 秦泽感慨 这就是缘分啊 看到两位姐姐树梅 秦泽立马又道 反正就是纯洁的朋友关系 对了 斜了眼秦宝宝 哼哼道 某人为了保护独苗弟弟 不被妖艳见或勾搭 天天要撕上几回盒 煞费苦心啊 果然是苏泽迪在搞事情 秦泽心里 对小蛮腰耍尖的本事 很有避数 他指天为事 说真的只是纯洁的朋友关系 王子津问他 有多纯洁 秦泽指了侄姐姐说 就像我和宝宝姐一样纯洁 王子津悲哀的想 要玩 这时候秦宝宝推推闺蜜 说好了好了 你问完了 换我来 他心里正憋着火 让秦泽乖乖做好 秦泽又摆出乖做小板凳姿势 姐姐鼓着塞问 你为什么要把股份分给苏玉 秦泽说 因为他是人才啊 秦宝宝呸了一声道 天天被我虐的垃圾是人才 秦泽说 人家是刘洋海归 管理学博士 金融系硕士 两位姐姐沉默了 罕见的在学历方面 人穷至短起来 秦宝宝怒道 那也不能把股份分给人家 百分之六呢 你赚一个亿 人家就白白得了六百万 秦泽摊摊手 说人家答应投六百万 我还觉得股份给少了呢 没想到 这个黑了心的还敢顶嘴 秦宝宝变不过弟弟 改用脚踢 脚丫子不停地踹弟弟 然而姐姐一动手 瞬间把模式拉回到原样 秦泽一个大摔背手拍翻姐姐 挥舞巴掌 啪啪啪起来 王子晶悲哀的想 傻姑娘 刚刚竖起来的形象 就这样坍塌了呀 这辈子注定要被弟弟吃得死死 秦宝宝挨了几下揍 气得要哭出来 双腿勾住弟弟的腰 手指去戳他鼻孔 但被秦泽躲开 眼见又要被弟弟吊打 秦宝宝忽然扶置心灵 搂住弟弟的脖梗 拼尽全力 把他的脑袋往胸口一按 气势如虹的秦泽忽然软了 一泻到底 几分钟后 他开始挣扎 并且发出呜呜的声音 然而秦宝宝按得更狠 表示求饶也没用 我不会放过你的 王子精羡慕极度恨的 看了一眼闺蜜的胸口 上前拉开闺蜜 说他要憋死了 快放手 秦泽半躺在沙发 大口喘息 好可怕 差点死在姐姐怀里 秦宝宝瞪眼 让你还顶嘴不 秦泽连忙摆手 说不敢了不敢了 以后都给大佬低头 王子精再一次悲哀的想 这特么就是纯洁的友谊 听到伴娘们说要原创 黄一聪和伴郎们 心里仿佛有一万头草 尼玛飞奔而过 这不是刁难人吗 哪来的原创 女孩们又喊 说外面那么多明星 那么多音乐人 肯定有原创的吧 不唱不开门 伴郎们没好气的表示 原创要求太高了 谁这么厉害啊 这么短的时间 给你想首歌出来 快枪手吗 宾客们哈哈大笑 秦泽也跟着哈哈大笑 黄一聪猛的反应过来 扭头往后看 视线直接落在了秦泽身上 轰笑声戛然而止 反应快的宾客们也get到了 秦泽笑容顿时将在脸上 看着周围一簇簇目光 落在自己身上 仿佛在说 看啊看啊 快枪手在这里 简直扎心啊 姐姐感受到宾客们诡异的目光 秉着好是我先上 坏事弟弟上的原则 默默朝后退了一步 再次扎心 黄一聪上来 搂着秦泽的脖子 说老弟 靠你了 回头给你姐姐夹鸡腿 秦泽斜他一眼 心想夹你妹的鸡腿 我姐又不是演员 这时 系统也来掺一脚 让秦泽人前险胜 立刻掏出原创作品 帮新郎官敲开新娘的门 秦泽还能说什么 只能再一次被迫人前险胜了 他沉吟着 唱什么好呢 系统商城里 一堆的歌 让他眼花缭乱 周围有好事的宾客 已经在读秒了 想记录下快枪手的速度 没过多久 秦泽清了清嗓子 没有伴奏 没有配音 清唱 他将是你的新郎 从今以后 他就是你一生的伴 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精密相关 付和我都要同当 他将是你的信仰 他是别人用心托付 在你手上 你要用你一身加倍 照顾对待 苦或喜都要通向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才可以一路总来变成了一家人 他多爱你几分 你多换他几分 找幸福的可能 从此不再是一个人 要处处试试 想真念的都是我们 你付出了几分 爱就圆满了几分 一开始众人没觉得太好听 但水平在线 直到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 这句似乎有点睛之效 瞬间把整首歌的逼格抬高了 众人在细细咀嚼歌词 居然如此的贴切 简直是为婚礼良生打造的 这 这就是歌坛第一块枪手的实力吗 众人震惊了 啪啪啪 掌声响起 大家热烈鼓掌 不愧是块枪手 名不虚传 给大老贵了 房间里头 几个伴娘们一脸猛逼 这也太快了吧 叫燕子的 还想搜一下歌词 看是不是真的原创 旁边的一个伴娘说 不用搜了 没听外头 唱歌的是歌坛第一块枪手秦泽吗 最后 伴娘们愿赌服输 打开了门 开门的瞬间 几个女孩忧愿地瞟一眼秦泽 秦宝宝用手机拍下刚才那一幕 当场就发了微博 老弟666 粉丝们闻风而来 惊喜回复 膜拜秦泽新作的同时 羡慕秦宝宝有个这样的好弟弟 当然 也有让他讨厌的妖艳 见货叫着秦泽老公 还跟他抢弟弟 秦宝宝退出微博 又把视频发到聊天群里 王子晶最先回复 说阿泽真厉害 棒棒的 接着苏玉回复 炫帝狂魔 呵呵 最后裴南曼回复 你是想说弟弟最厉害吗 秦宝宝嘴角翘起 表示白莲花闭嘴 静静旁观就好了 今天心情好 不想教育你 苏玉发一个滑稽脸 说谁教育谁 刚说完 就被王子晶的滑稽脸刷屏 王子晶打字 来斗徒啊 苏玉不懈道 傻的 裴南曼劝架 别吵了 再吵我退群了 秦宝宝说 那你退吧 那天骂战后 苏玉又创了个群 拉秦宝宝进群切磋嘴炮 秦宝宝不敌 拉王子晶助阵 苏玉又把裴南曼拉了进来 又一次循环 红豆丝南国 邀请秦泽加入群聊 秦宝宝 你又来这套 苏玉 你够了 我们不吵 王子晶 RBQRBQ 黑南曼呵呵道 不吵最好 跟你们开个玩笑而已 我手打的 三人无语 秦泽把脑袋凑过来 问你在看什么 脸色有点不对劲 秦宝宝偏然转身 不给弟弟亏评的机会 飞快打出黑了心的 取五个字 退出聊天软件 姐姐挽着弟弟的胳膊 说 小哥哥 咱们回座位吧 婚礼要开始了 秦泽不高兴的说 小哥哥是你叫的吗 秦宝宝歪着脑袋想了想 改叫道 快枪手哥哥 咱们走吧 秦泽抽了抽嘴角 要不是场合不对 他定要把姐姐 按在地上扎针 接下来 新郎牵着新娘的手 进入婚礼会场 一对新人的婚礼 正式拉开序幕 之后的事 和秦泽没多大关系 他格外的低调 喝酒吃肉 看着宾客们上台玩节目 秦宝宝也上台 献唱了一首 姐姐出马 引爆全场 凭借柔美的嗓音 和不俗的颜值 为嘉宾们带来精彩的节目 参加完新郎总裁的婚礼 姐弟俩开车准备回家 途中 秦泽接到苏玉的电话 苏玉说 办公室地址找好了 让秦泽抽时间过去看看 满意的话 他立刻让人开始装修 秦泽却做起了 不负责的甩手掌柜 让他自己看着办就好 苏玉不满地娇哼一声 说你就知道推卸责任 随即他又神神秘密 说完点要给你打电话 给你一个惊喜 秦宝宝两只小耳朵 立刻竖起来 秦泽说行 我等你电话 挂了电话 姐姐立马问他 是不是白莲花的电话 秦泽愣了几秒 才反应过来 姐姐说的是苏玉 他N了一声 秦宝宝撇撇嘴 表示虽然和他才见过两面 但总感觉他是个神经病 秦泽赞同 表示评价的不错 给你加金 姐姐忽然很震惊的语气 问家什么 看着姐姐震惊中 透露出一丝丝羞涩的脸 秦泽觉得姐姐是想歪了 为避免姐姐爆炸 他转移话题 问姐姐觉得苏玉像哪种宠物 秦宝宝一口咬定 说是二哈 秦泽说不对 姐姐又猜是吉娃娃 秦泽还是表示不对 问为什么你猜的全是狗 秦宝宝翻白眼 说因为你天天嚷嚷的日狗 这回轮到秦泽震惊了 姐姐的嘴炮何时变得如此犀利了 哪里学来的 是泰迪了 秦泽说你想泰迪不是歹谁对谁吗 苏玉就这样 在游戏里看谁不爽就喷谁 毫无顾忌 也就你弟我能镇住他 秦泽表情得意 却没看见姐姐黑了脸 姐姐故意抬杠 说我觉得就是二哈 秦泽心说 二哈那是你 当然这话他可不敢说 万一姐姐当场给他来一下 怀中暴地杀 或者夺命捡刀剪 会翻车的 回到家 秦泽牢叨叨地跟子晶姐说着婚礼上的事 王子晶怨气极大 上次他俩去宝岛没带自己 这次婚礼还是没带自己 虽然参加婚礼抢求不得 毕竟没勤帖 可他总有被排斥在姐弟二人世界之外的感觉 王子晶一边追剧 一边时不时回应着秦泽的话 姐姐换完衣服从房间出来 也兴高采烈地说着秦泽婚礼上的表现 这时秦泽把手机放在茶几上 进房间去拿笔记本 但就这么会儿功夫 出来的时候放在茶几上的手机不见了 秦泽推了推沙发上的姐姐 让他把手机拿出来 秦宝宝不服 说为什么是我 就不能是王子晶 秦泽无奈 表示子晶姐才没你这么幼稚 秦宝宝站在沙发上张开双臂 说那你搜身啊 你搜啊 看有没有手机 你敢碰我 我就 秦泽翻白眼抢答 我就和爸说你摸我胸 王子晶斜眼就是一刀 问那你摸过了吗 秦泽无语凝页 秦宝宝眼珠子一转 厚厚厚厚的笑 说少年幽 请问你丢的是金宝宝还是银宝宝 秦泽说都不是 宝爷爷 我丢的是秦宝宝 姐姐开心的扑过来 说少年幽 你真是个诚实的孩子 宝宝就归你了 哪知 鞋地里突然伸出一条腿 点在秦宝宝腰部 命门被击中 姐姐当时就尾了 软倒在沙发上 秦宝宝怒瞪闺蜜 王子晶满脸愧疚 满脸真诚 哀呦一声 表示刚刚自己脚步小心 抽筋了那么一下下 秦宝宝无语凝 他get到王子晶 笑里藏刀不险山露水的宅斗季了 此时 距离投资有限公司 李凌峰刚把辞职报告递交上去 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 准备走人 自从被调到投行部后 他彻底被打入冷宫 一个多月 一笔单子都没做到 而且他对新总裁也颇有微词 说好管理方面还行 业务水平就差多了 这时 跟他一样担任投资部经理的 陈光笑呵呵走进来 说自己也辞职了 虽然他没像李凌峰一样被调去投行部 但自从钦差团来了后 他申请资金审批 总是三天两头的被卡住 每次都求这个球 那个钦差团的人还进T皮球 所以他早就看不爽了 俩人聊了一会儿 陈光突然神秘兮兮的问李凌峰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李凌峰沉默 陈光鬼祟的来了巨天王盖地舞 李凌峰犹豫一下 接到打死秦宝宝 半号对上了 略意沉默 两个人仿佛找到了组织 直手相看泪眼 距离惠宏大厦不远处 某茶馆小号包间 苏玉一边煮着茶 一边等着人 服务员领着李凌峰和陈光进来 苏玉朝俩人点点头 让俩人坐 恰好茶主好了 苏玉给他们各自 弃了一杯茶后 开门见山地说 自己和秦泽 组建了一个新的投资公司 目前正在搭建框架 最多三天 公司就能展开盈利 他表示 数挪死人挪活的道理 大家都懂 李凌峰问 咱们找到资金方了吗 苏玉说 秦泽就是咱们的资金方 李凌峰一脸猛逼 陈光恍然大悟 赚益 他想起 今年网上最流行的话 定一个小目标 先赚一个益 受秦泽影响 苏玉说话也大气起来 表示秦泽已经完成 这个小目标了 陈光问靠谱吗 苏玉说 问问不就知道了 随即他直接拨打秦泽电话 并且开免题 然后扬声器里传来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的提示音 苏玉嘴角一抽 说可能是没电了吧 刚才打他电话还通呢 此时 秦宝宝家里 秦宝宝正性高采烈的 继续玩着弟弟 少年哟 你调的是王子金呢 还是你可爱无敌 超级美少女姐姐 秦宝宝说着 很可耻的扭了扭屁股 王子金从手机屏幕里 抬起头来抗议 说为什么你的前缀这么长 而我却光溜溜的 秦宝宝拍了一下闺蜜的脑袋 表示看你的网剧 别打扰我玩弟弟 秦宝说 别闹了 我真有事 快把手机还给我 秦宝宝说 回答正确就给你 秦宝没办法 说老爷爷 都不是 我丢的是黑了心的去 秦宝宝一手刀劈在弟弟脑瓜 回答错误 秦宝无奈道 是我可爱无敌 超级美少女姐姐 秦宝宝顿时满意 转过深蹲下 在沙发垫下面 摸索出藏着的手机 手机刚找出来 就被秦宝抢过去 忍了好久的他 抬起一脚 踢在姐姐圆滚滚的屁股上 随后扭身逃回房间 秦宝宝揉了揉屁股蛋 这时听见手机叮咚一声 信息提示 苏玉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 问秦宝宝 你弟弟在哪里 让他接一下我电话 发着信息的时候 苏玉尴尴尬的要死 秦宝宝得意 说求我呀 求我就告诉你 苏玉那个恨啊 说是公司的事 没时间跟你避避 秦宝宝说 我就要避 还打了一连串避子 然后 雅人又开撕了起来 李凌峰和陈光面面相去 前者苦笑问苏玉 电话还打不通 苏玉心里诅咒着 秦宝宝这小贱人 面上却淡定的 让俩人在等等 正说着 电话终于来了 苏玉好委屈 不自觉地咬唇 秦泽 你姐姐太过分了 秦泽说 打不通我手机 你就打他 打过去骂死他 你这么多年嘴炮白学的 没用的东西 苏玉开心 嗯嗯两声 说我下一次肯定这样 秦泽让他有事快说 自己待会还要忙着做菜 苏玉说 陈光和李凌峰离职了 打算和我们一起干 待遇和在距离时一样 说完让秦泽和俩人聊几句 随即他看向李凌峰和陈光 却看见两张崩坏的脸 天了撸 他们感觉肯定是 自己的听觉出问题了 冰山美女总裁 和秦泽的画风 怎么崩成这样 苏玉把手机开免提 一秒变脸 淡淡地让俩人 也和秦泽聊 秦泽的笑声传来 跟俩人打了声招呼 苏太迪 有一道奇怪的声音混进来 苏玉脸一黑 对面半天没说话 传来轻微的争执声 过了片刻 秦泽的声音再次传来 欢迎欢迎 等办公室布置完毕 咱们吃一顿 苏太迪 诡异的声音又来了 陈光和李凌峰一脸猛逼 小心翼翼看了看苏玉 李凌峰问 秦泽 你有什么目标吗 陈光兴奋地说 咱们这个月再赚一个亿 秦泽说自己有一套计划 准备再去做融券 苏玉忍不住问融多少 他没时间搭理 秦宝宝那个小贱人 秦泽抛出一个重磅炸弹 说一亿的资金 分一半头期货 另一半头股市 我准备再来十倍杠杆 李凌峰皱眉表示 现在监管部门再去杠杆化 你这样做行不通的 秦泽说我们可以民间配资 而且很多银行 在主动要求配资 不找证券商就行了 陈光刺激地浑身发抖 问那你准备怎么做 有详细的项目规划吗 苏大迪 脆声声的声音再次混入 然后就听见秦泽留下一句 改天再说的话后 急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李凌峰和陈光沉默对视 一起扭头看向苏玉 神情坚定 苏总 我们会牢记暗号的 天王盖地虎 打死秦宝宝 苏玉 心好累 第二天 秦泽就和李凌峰 陈光见面 几人先是去看了 苏玉租的办公室 随即又找了个地方吃了顿饭 饭桌上 俩人半开玩笑地问 秦泽的百亿小计划 什么时候开展 秦泽说不杠杆了 按正常地来 文驼起见 他打算先低调发育 几人虽然失望小目标没了 但觉得文驼点也好 毕竟步子卖太快 容易摔倒 吃完饭 两人离开 走向停车位的路上 苏玉忽然问秦泽 要不要去他那里坐坐 秦泽摇头拒绝 说你那里连双拖鞋都没有 苏玉鼓足勇气 说自己可以买 秦泽同意 正好他也有事没和苏玉说完 苏玉扬起一个笑容 露出浅浅的酒窝 这是秦泽第二次光临苏玉的家 进小区前 苏玉特地绕路去了超市 给他买了一达男士棉托 苏玉本来想和秦泽谈谈 公司的发展路线 但秦泽一直在专心看股市 他有点无聊 给秦泽泡了一杯咖啡后 就跑去房间打游戏了 就这样 一个在房间打游戏 厮杀在游戏世界 顺便与队友狂喷 另一个专心制制研究他的股票 时间飞快 下午三点 股市收盘 一口饮进咖啡 秦泽起身 做了组舒展筋骨的动作 苏玉在单排 因为他总是浪啊浪 不打团 被队友唾弃 他一边以不利索的手速操作 一边还噼里啪啦打字 和队友互喷 此时已被对面推到高地 几方人马苦苦支撑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叹息 苏玉扭头看去 发现秦泽站在自己身后 不知道看了多久 你是团队主输出 怎么能不打团 我平时怎么教你的 秦泽指导他 可我就喜欢浪啊 苏玉阵阵有词 说完他又看向秦泽 想让秦泽帮他打 秦泽说输了就输了吧 正好我们该谈正事 苏玉露出楚楚可怜的表情 表示这局输了 我掉断 秦泽受不了他小猫般的眼神 说那我试试 苏玉喜滋滋的起身 跑客厅搬来小凳子 一脸紧张严肃的 盯着大神在游戏里厮杀 小模样可爱得很 秦泽只坚持了五分钟 还是输了 终究是团队游戏 亡者虐青铜 也只是在前期虐 后期大家都神装了 优势会缩小 苏玉一脸失望 秦泽说再来 他有强迫症 打游戏输了 一定要赢回来才罢休 第二局开始 苏玉紧绷着小脸 说一定要赢啊 半小时候又输了 秦泽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青铜遍地坑 他一直狂打信号 呼唤队友们别浪 听他指挥 但没人理他 身后苏玉促着眉头 精致小脸又气又急 秦泽感觉好没面子 咬一咬 说再来 于是两人都忘了 来此的初衷 现在单排的深渊里 不能自拔 不要跟他们打团啊 这时候你应该偷大龙的 他们推高地了 快别打龙了 回访高地 你去抓对面ADC 他一个人在下路 呃被埋伏了 秦泽看他一眼 请闭嘴好吗 我大神还是你大神 苏玉扁着嘴 不服气又不敢顶嘴的模样 连输三盘后 他开始屏蔽 秦泽闪闪发亮的大神光环 试着指点一二 然后胆子渐渐大起来 指点江山 要求秦泽按他的思路完 但被秦泽对了一句 立刻捏了 或者说 其实心里很享受 第四局又输了 秦泽烦躁地抓抓脑袋 恨不得砸键盘 来一发狮子吼 苏玉渲然欲气 说你不是大神 你是假的 秦泽辩解 说他们都不听我的 我一个人怎么打五个 苏玉不听 说一打五都做不到 就是假的 一天掉一段 连我都不如 秦泽羞愧地安抚他 说那我下次带你上番好吧 你听我的指挥 肯定能赢 苏玉别过头去 表示不想和你说话 他很少在男人面前耍小脾气 就算父亲苏同面前 也很少看到他娇称的小女儿姿态 秦泽转移话题 想和苏玉谈正事 但转头发现窗外天已经黑了 看了看时间 已经下午六点了 他表示先吃饭吧 问苏玉 附近有买菜的超市吗 苏玉点头 说有的 你要做饭 秦泽恩了一声 晚上七点半 苏玉捧着杯子 全在沙发上 听着厨房炒菜的声音 以及飘散出来诱人的香味 多少年了 自从父母离婚后 他再也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 鸡肠碌碌地等着母亲炒好菜 一边期待一边流口水 后妈倒是会做菜 但富家太太怎么能下袍丁呢 一应家务由保姆承担 苏玉自己也不会做菜 他两点一线地上班 回家 晚上要么下馆子 要么点外卖 一个人坐在空空荡荡的房子里 吃着孤独的晚餐 他毛子渐渐恍惚 渐渐迷离 这种感觉真温馨啊 晚饭做好 三菜一汤 苏玉期待地问 可以吃了吗 秦泽点头 说可以了 然后让他自己去盛饭 苏玉呜了一声 屁颠颠跑厨房 给自己盛了半碗饭出来 他迫不及待 夹起一块炒肉片 小心翼翼咬了一口 浓郁的肉香和淡淡的芹菜味 刺激着味蕾 迎满口腔 太好吃了 苏玉胃口大开 下快如飞 他鼓着腮 含糊不清地说 秦宝宝这家伙 每天吃着你的营养餐吗 好极多 秦泽说 有空来我家做客 烧更丰盛地给你吃 苏玉歪着脑袋 认真想了想 摇头说算了 我们要掐架的 秦泽问 就不能握个手做好朋友 苏玉表示不供待天 问秦泽 我要和你姐姐掐起来 你帮谁 秦泽不由自主地 挠补了一下 给出一个 让苏玉意外的答案 说我会帮你 苏玉笑挖了毛子 说骗人 你是哄我开心吗 秦泽问他 体育怎么样 苏玉说 很差 又问学过格斗 或者跆拳道吗 苏玉说没有 秦泽表示 那肯定帮你啊 不然你被秦宝宝 一只手按地上 多丢人 苏玉 看来自己笑得太早了 以后一定要把笑容 和感动留到最后 他伸手比了 比自己脑瓜 说我个子跟他差不多 你姐可是女装大佬啊 两大必杀绝技 憋死人的洗面奶 和加死人的夺命剪刀脚 就算你的大神我 也妥妥地跪 吃完饭 秦泽不客气地让他洗碗 苏玉拍着胸脯 说我会 秦泽站一旁 目睹他刷碗全过程 苏玉得意说 我小时候帮我妈刷过碗的 说完 挤了小半瓶洗洁精到盆子里 秦泽心想 为什么我身边的美女 都是生活低脑 他忍不住又想吐槽了 问苏玉 你洗衣服 是不是要放一袋洗衣粉 或者一瓶洗衣液 苏玉扭过头 水润毛子疑惑地看他 不理解他为何这么问 他说 我不洗衣服的 我送干洗店去 好的秦泽无言以对 说起来 秦泽好像确实没有在他家 看到洗衣机这种东西 另外 这样一个把家务活排除在外的女人 却在厨房配备着锅碗瓢 秦泽觉得 应该是出于心底对家的眷恋吧 毕竟吃和住 是一个家最重要的标志 没有锅碗瓢盆的家 也不知道是女孩还是女人 毕竟暂时还不知道他的深浅 苏玉洗干净碗筷 不同于秦宝宝的懒惰 和王子精 努力让自己做家务的强迫 他看起来很喜欢做家务 也许是因为秦泽已命令的口吻 说让他来洗碗吧 这时 脑海里忽然传来系统的声音 系统说我要升级了 即将抽取一大波能量 请宿主撑住 秦泽一愣 正想让系统说清楚 下一刻 眼前一黑 虚弱感如海潮扑来 然后是疼痛 他软绵绵地摔在地上 四肢抽搐 秦泽被系统抽干能量后 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一边抽搐一边翻白眼 一旁的苏玉吓得目瞪口呆 以为他的大神 是什么急性病突发了 他跪在秦泽边上 焦急推扫 嚷嚷着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见秦泽继续翻着白眼抽搐 他急忙摸出手机 拨打120 挂电话后 他又在群里 added秦宝宝 问你弟弟是不是有什么病 他在我家里病倒了 秦宝宝发了一个狐一表情 让他别拿自己弟弟开玩笑 不然会翻脸 苏玉当然没闲心开玩笑 拍了照片发过去 问是杨巅峰 还是小儿麻痹症 秦宝宝没回复 电话直接打给了苏玉 他颤抖着声音 问苏玉要他家地址 苏玉听出了 秦宝宝声音里的焦虑和害怕 他急忙安抚说 自己已经打了120了 救护车马上来 回头再给秦宝宝医院的地址 当秦泽恢复意识 已经在医院里了 秦宝宝 王子晶 苏玉 裴南曼四大美人 也连媚而至 空气中 好似弥漫着一股火药味 只听王子晶轻声道 苏小姐真是的 宝宝心疼弟弟 一路哭过来的 就简单的质问你几句 你就不能体谅一下 非得跟他争锋相对 秦宝宝附和 说就是黑了心的去 苏玉冷笑 说我哪敢跟他争锋相对 秦泽在我家吃顿饭而已 他恨不得把我给撕了 地控真可怕 秦宝宝说 一顿饭吃进医院里来 怕不是你给他下药了 裴南曼皱眉 表示医生已经说了 秦泽没事 王子晶笑音音问 聊什么公事要聊一天呢 还是在你家里 连晚饭都做上了 苏玉没好气 说公司机密 不透露 我们顺便打了几句游戏 裴南曼惊讶 只是打游戏 王子晶说 这倒很符合秦泽的风格 秦宝宝松口气 说那我就放心了 秦泽忍不住 吐槽了一句妈卖批 他睁开眼 假装自己刚醒 看到裴南曼也来了 心里不禁感动 没想到裴姐这么关心他 裴南曼表示 自己是在群里 看到他出事了 还过来看看 秦宝宝咳嗽一声 秦泽看向姐姐 顿时大吃一惊 只见姐姐的脸 一块青一块子 腮边还有磨破了皮 解了一层细细的血甲 王子晶说 你姐姐一听你浑身抽搐 吓得活都飞了 穿着拖鞋就奔出家 亲子一片的脚裸关节 秦泽好感动 心想 姐姐上辈子 肯定是折翼的天使 裴南曼由衷地感叹了句 他们姐弟关系好 不像他家那对天生犯冲 秦宝宝心虚 他最怕有人说 他们感情好的不像姐弟 他盲辩解说 黑了心的蛆 要出什么事 自己这当姐姐的 不好向爸妈交代而已 秦泽强忍着灰飞烟灭的酸疼 掀开被子下床 坐到秦宝宝的病床边 心疼得要死 他捧起姐姐的脚温 很疼吧 秦宝宝娇强弱小女人模样 喊了声疼 秦泽小心翼翼 把姐姐的脚丫子藏回被窝 叮嘱他回家好好养养 这个月一定不能剧烈运动 秦宝宝啄啄脑袋 恩了一声 苏玉看向裴南曼 眼神交流 你看 我说他是地控吧 裴南曼回了一个眼神 表示长姿势了 看秦泽没什么事了 叮嘱秦泽好好注意身体后 他就和苏玉先走了 出了医院大门 裴南曼嘖嘖两声 表示那个王子晶不是善茶 苏玉深有同感的点头 说感觉心机很深 笑里藏刀 裴南曼笑迎迎问苏玉 是不是喜欢秦泽 苏玉一愣 如寒秋水的眸子闪过恍惚 说应该不喜欢吧 裴南曼给闺蜜敲警钟 说不喜欢最好 王子晶这种女人 手段厉害得多 感觉你争不过 苏玉表示自己的仇人是秦宝宝 才不管王子晶是哪个阿猫阿狗呢 又不熟 裴南曼措辞道 怎么说呢 如果是争男人的话 你还是争不过 苏玉不服气 说自己虽然没他凶 但也不差 裴南曼表示不是这个因素 他脑海里浮现 秦泽和秦宝宝对话时的场景 说这个女人争宠太厉害了 瞅了眼满脸茫然的闺蜜 他心说 傻姑娘 秦宝宝咬着牙一瘸一拐来医院 愣是没吭声 没喊疼 弟弟一醒来 就换一副面孔 变成眼角含泪焦弱无助的小女人 套路完的不要太溜 而你却摆出一脸不屑冷笑的样子 没发现秦泽醒来 正眼都没瞅你吗 就算是我他都瞅了好几眼 挺聪明的一姑娘 既能全点在智商上了 最好别喜欢秦泽 否则你会被那俩女人吃的 连骨头都不上 秦泽在病房里休息了好久 找医生说自己没事了 不需要住院 然后和王子津 掺着一蹦一跳的秦宝宝 也离开了医院 因为秦宝宝脚崴了 脸也破了像 新义公司只能推迟 原先给他计划好的通告 但秦宝宝只休息了三天 等他脸完好如初后 公司又立马给他安排了一场直播 秦宝宝本来抱怨说 自己脚还没好 哪知公司贴心的 把直播安排到他家里来了 这是非要他工作不可 这天下午 秦泽从宝泽公司回来 就看到李彦宏 带着俩个安装人员 在姐姐的房间安装直播设备 秦宝宝的直播在晚上九点 某直播平台很早就把这则消息 挂在了他们平台的首页上推广 粉丝们也特别的期待 毕竟这是秦宝宝的首播秀 在离直播还有半小时的时候 秦泽忽然收到王子晶的信息 问直播结束了没有 原来秦宝宝骗闺蜜说 自己直播很快结束 让他下班别回来了 直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 这样他就可以防止闺蜜回来 约弟弟一起去看电影 收到秦泽回的信息说 直播九点开始 十一点结束时 王子晶沉默了好长时间 也许是自己提不动刀了 让闺蜜有些膨胀了 他给秦泽发了条信息 让他今天晚上 听到任何声音都别管 秦泽表示悠着点 毕竟那是我姐 收起手机 他看了眼身边 正在啃零食的姐姐 心想我的宝啊 腿瘸了就安分点呗 干嘛坑闺蜜 你又不是苏泰迪 秦宝宝察觉弟弟微笑中 透着真诚的眼神 亮晶晶的大眼扑闪扑闪 完全不知道 今天晚上可能还有一场大战要打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九点整 秦宝宝首播秀开始 在镜头招招手 大家好 能看到我吗 评论立刻刷了起来 都在夸女神好漂亮 秦宝宝看着评论 微笑着又和家人们打了声招呼 随后表示自己第一次玩直播 不知道该干嘛 就和大家聊聊天 谁刷一个火箭 就可以提一个问题 刚说完 立刻就有人刷起了火箭 豪气得很 秦宝宝随即挑了一位 叫做天大地大 我最大的土豪 哪知这位土豪 直接问起了秦宝宝的胸伪 底下一篇666 都在佩服这位大佬的勇猛 秦宝宝翻了个白眼 表示拒绝回答这种个人隐私问题 那人只能换一个 问起了秦宝宝的身高和体重 秦宝宝想了想 回答了他身高172 体重45 然后直接抬走 下一位 半个小时过去 秦宝宝的在线人数达到了200万 刷火箭的大佬太多了 问题也是千奇百怪 有问秦宝宝交往过几任男朋友的 还有问他择偶标准是什么的 总之都不太好回答 看聊了这么久 直播间也这么多人了 秦宝宝表示要给家人们唱首歌 于是在家人们的点歌中 童话 浮夸 时间主语 秦宝宝连唱了三首 随后又回到了聊天环节 因为策划案里 除了聊天唱歌 也没要求他做其他事 而且这也是他第一次玩直播 没什么经验 虽说经常在弟弟面前 没节操的撒娇卖萌 可让他朝一群吃瓜群众 嘟嘴卖萌 他有点做不到 但直播间的观众们腻了 要求秦宝宝换的玩法 有人表示要看秦宝宝跳舞 只要宝宝跳舞 就刷200个火箭 礼物依然不停地刷着 但家人们的热情 已经消退了大半 起初的新鲜感降温 聊了也快一个小时 任谁都会疲乏 很多粉丝都退出了房间 去看其他女主播跳渡起舞 看她们嘟嘴卖萌 打算过会儿 再回来看秦宝宝 秦宝宝的房间人气 也掉到了一百多万 尽管他仍然是最火爆的直播间 但以他一线明星的身份来说 这成绩又有些不太理想 某直播平台的运营总监 他一直扮演吃瓜群众 混在直播间里 看秦宝宝直播 此时他有些后悔 自己是不是请秦宝宝请错了 虽然秦宝宝颜值在一线里属于顶尖 但秦宝宝太放不开了 不求跳舞 你嘟嘴卖个萌也好啊 李彦宏坐在客厅里 身前摆着笔记本电脑 发表意见太放不开了 一直在浅笑 感觉很正式 不够放松 也没和粉丝开玩笑 这样粉丝很快就会疲劳 秦泽坐在他边上 捧着手机和紫荆姐视频聊天 李彦宏询问秦泽 你不打算帮帮你姐姐 秦泽与王紫荆结束视频聊天后 还是打算去帮一帮姐姐 顺便和那些哭着喊着 要给自己生猴子的粉丝聊几句 直播间里的人看到秦泽出现 顿时激动了 弹幕上整齐一片地叫着老公或者弟弟 秦泽朝镜头招手 跟大家打招呼 粉丝们异常火热 纷纷叫着弟弟好 老公好 火箭飞机刷个不停 秦泽问姐姐之前和大家聊什么 秦宝宝说随便聊聊 然后让秦泽给大家抱点八卦 秦泽点点头 给大家抱了秦宝宝三岁还尿床 十岁前不敢一个人睡的八卦 秦宝宝气得打了弟弟一下 秦泽见气氛还不错 就跟大家说要唱首歌 顿了顿又在后面加了两个字 原创 一时激起千层浪 流言区炸锅了 观众们怀疑自己没听错吧 真的是原创 有人说如果这首原创是精品 就刷一百个火箭 有土豪甚至表示 秦泽也不废话 到自己房间去取吉他 顺便喝口水润嗓子 等他捧着吉他返回屏幕前时 直播间的粉丝又猛涨了十几万 并且还在不断连续地上涨 看着依旧热闹一片的弹幕 秦泽呼得拨动手中吉他琴弦 吉他声同时伴随着秦泽歌声 从观众们的视频传来 当你别开出花 伸出心肝的枝呀 像东雀传又来 等待心血融化 你每次离开家 盖着远方的牵挂 那城市的繁华 盖住了月牙 当你别开出花 它生长在悬崖 在最高的山顶 才听得见会大 没什么好害怕 孩子放心去飞吧 随着秦泽的声音 由抗场转低 吉他声缓缓消散 余音绕梁 他把吉他靠在桌角上 转头问姐姐好听吗 秦宝宝啄脑袋 小迷妹似的连连说 好听好听 屏幕上也飞过整片整片的弹幕 都表示震惊了 快枪手果然名不虚传 然后一波波的火箭和飞机刷起来 当然也有比较走心的评论 觉得秦泽这歌词写得太好了 通过离别的主题 写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以及对成长两字的深刻理解和感悟 让视频前的很多人都感同身受 有人表示没听够 想让秦泽再来一首 下面很多人附和 虽然这有点强人所难 但观众们都对快枪手非常有信心 有人甚至豁出去了 要是快枪手再来一首原创 就刷一千个火箭 秦宝宝有点心酸 感觉自己快成弟弟的陪衬了 弹幕里再也没有宝宝真漂亮 女神我爱你的字样 秦泽没理会姐姐忧怨的小眼神 他发现玩直播挺爽的 能在几百万人面前人前险胜 看到大家都让他再来一首 秦泽表示唱歌算了 然后话锋一转 说要给直播间的观众 分享点炒股心得 说说对股市的一些看法和预判 直播间有刹那的安静 两久 一个弹幕小心翼翼的飘来 我没听错吧 要推股 然后接二连三的弹幕炸锅了 都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股神竟然要推股 炒股的观众们都让秦泽等一等 他们要去找一下笔 记在小本本里 不炒股的也让秦泽等一等 因为他们要去叫炒股的兄弟姐妹 让他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 直播间人数暴涨 最后涨到了六百万 才慢慢缓下来 此时 某直播平台的运营总监 开心死了 破纪录了 不 创造了一个最高纪录 真正的最高纪录 不刷数据那种 他相信 明天秦泽在直播间里 传授炒股秘籍的新闻 肯定能上热搜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今天秦泽一大早就被姐姐敲门声吵醒 强行拉着他要去看房子 房子在市中心 一个叫做地景豪院的小区里 这儿背靠黄浦江 又以环球金融 几公里外是大名鼎鼎的汤城一品 中介带着他们参观套房 房子很大 装修的也很豪华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精致感 给秦泽的感觉就是不明觉厉 中介说 这套房总面积580个平方 每平米价格17万 数学达人秦泽秒算总价格 9860万 天了咯 秦泽瞪眼睛 他问秦宝宝 那也得2000多万啊 秦宝宝抛来一个星星眼 说自己只有700万 剩下的阿泽店 这一下秦泽终于知道 姐姐为什么突然拉他来看房子了 还不等秦泽说话 姐姐又抛来一个星星眼 说这套房子以后就我们住了 反正你现在有钱了 姐姐又说 买房子怎么都亏不了 对不对 秦泽下意识点头 秦宝宝说 不过我们还要再看一看 另外两套房子 在看完另外两套房后 姐姐选择恐惧正犯了 不知道该买哪套好 姐弟俩打算过阵子再来 因为秦泽和姐姐说 现在公司资金不多 哪怕裴南曼说要投资一个亿 总资产才2亿 不可能拿4000万出来买房子 姐姐就摸着弟弟的脑袋 让他努力赚钱 告别中介 姐弟俩正准备打到回府 忽然听见一个惊喜的声音 叫了生秦宝宝 姐弟俩茫然回头 看见一个穿休闲西装的俊朗青年 身边是挽着他胳膊的女伴 在秦宝宝回头时 青年推开了身边的女伴 兴奋地跑过来 秦宝宝骂了身卧槽 拉着弟弟扭头就走 姐姐的反应让秦泽一愣 他猜到那家伙是姐姐追求者 但姐姐在追求者面前 从来都是冷漠高 不假颜色 怎么现在慌慌张张 秦宝宝爆粗口 说这特么是块狗皮膏呀 快走快走 然而那家伙一边叫着宝宝别走 一边大步奔过来 挡住两人的去路 冯公子 我们不说好吗 宝宝不是你叫的 秦宝宝淡淡道 我送了你999朵玫瑰 我们是老熟人了 冯公子眼里只有秦宝宝目光眷勇而深情 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请你吃饭 不好意思 我今天没时间 我要陪我弟弟 秦宝宝美好气道 啊 小舅子也在啊 冯公子似乎才看到秦泽 于是笑容中多了一丝讨好 我也请小舅子吃饭 秦泽半天无语 冯公子是吧 你好 秦泽说完 看向那位孤零零 显得格外凄凉的漂亮女人 那是你女朋友或者嫂子 不是 冯公子一口否决 看着秦宝宝 认真道 只是普通朋友 秦宝宝翻白眼 我管你们什么关系 就算是不正经的男女关系 也不关我事 秦宝宝真是烦死他了 眼前这家伙叫冯天明 心意总裁黄一聪的狐朋狗允 他们在一次酒会上认识 从此冯公子对他展开疯狂追求 每天都会让人送一捧玫瑰花 到秦宝宝办公室 不管他在不在 据说他为了追求自己 还买通了心意的前台 只要秦宝宝没通告 又恰好在公司 冯公子就会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 气势汹汹地杀过来 然后死皮赖脸地请示晚饭 女神如此冷漠 但冯公子丝毫不气馁 也不灰心 她已经做好打吃九战的觉悟 宝宝 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是真心的 别问我爱你有多深 爱你有几分 月亮代表我的心 冯公子毫不顾忌女般的表情 以及身边的秦泽 说着肉麻的台词 再见 秦宝宝翻白眼 别啊 我知道你嫌我烦 但我只求吃顿饭 吃完饭 我就不纠缠你 冯公子说 这时在一旁看戏的秦泽 忽然听到系统的声音 丁 请在冯天明面前 扮演一个合格的解控 让他视你为眼中丁 肉中刺 转移他的目标 帮助姐姐摆脱年人的牛皮糖 成功奖励200积分 失败扣除相应积分 什么 扮演解控 秦泽在心里狂乎草逆马 怎么扮演 我不会啊 我觉得你让我揍他一顿更好 戏统说 你不需要扮演 你本色出演就好了 秦泽沉默 打死他也不承认自己是解控 如果系统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物质 秦泽会毫不犹豫 把他人道毁灭 扮演一个合格的解控 这个任务看似简单 其实很难 最好的方法 既让冯天明察觉到自己是解控 但又是个正常的解控 姐 这人怎么这样 死皮赖脸的 秦泽表现出一脸厌恶 不忘朝冯公子头去 恶狠狠的一记瞪你 冯公子 我对你没感觉 请你以后别找我了 行吗 秦宝宝已经记不清 自己多少次重复这句话 牵着弟弟的手就要走 秦泽当然不能让姐姐走 他还没开始表演呢 走什么走 于是他大声说 你算什么东西 配得上我姐吗 我警告你 别再缠着我姐 信不信我揍你 解控的第一步 要对任何想成为姐夫的男人 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和蔑视 秦宝宝一愣 哇 阿泽好霸气 好喜欢 冯公子也是一愣 这人刚才还好好的 满脸温和 忽然就从小白兔变成怒尸 冯公子也不是擅长 我这天大地一生不弱于人 怎么可能惧怕区区威胁 他冷笑道 我算什么东西 我是你姐夫 说完这句话 冯公子从那家伙眼里 看到了极致的怒火和醋意 那凶恶的眼神 好似想将自己生吞活泼 有种你再说一次 秦泽逼近冯公子 以自己一米八三的身高 给予对方压力 哎哎 阿泽 你冷静点 秦宝一脸猛逼 老弟今天怎么了 感觉怪怪的 秦泽扭头 在姐姐面前露出温良公俭 人畜无害的笑容 嗯 我听姐姐的 最喜欢姐姐了 解控第二步 在姐姐面前 扮演懂事听话好孩子 在外人面前凶神恶煞 秦宝宝打了个寒镜 他看秦泽的目光顿时变了 冯公子眯了眯眼 感觉自己猜到了什么 脸上笑容更了 你姐早晚要有男朋友 你还能捂着不放 就算我不追求 自然有别人会追 我绝不允许 说到这里 秦泽脸上闪过慌张 好似因为口误说错了话 急慌慌地顿住 仗红了脸 解控的第三步 要对姐姐展现出 极强的占有欲 冯公子心里大骂卧槽 原来这家伙是解控 该死的解控 宿主好演技 系统给秦泽一个赞 冯公子和秦泽大眼瞪小眼之际 忽听秦宝宝激动的声音 不允许什么 秦泽心说 糟糕 忘了某个家伙 也是心里阴暗的 他好险才没让自己破功 认真的说 绝不允许这种 由头粉面的二世祖 接近姐姐 秦宝宝宝宠密一笑 别担心了 秦泽松了口气 心说 还好我机智 要是我说出 绝不允许姐夫这种东西存在 怕是某人的地控属性 就会随之暴露了吧 冯公子看到这一幕 心想 因为姐姐溺爱 姐姐好漂亮 所以弟弟变成了解控 他感觉自己真相了 我要想办法搞定他 不然这家伙从中作梗 会让我追求秦宝宝的难度 成几何上升 可是女评文里 没说女主有解控的弟弟啊 就算有弟弟 也是傻白憨的人设 就等着搞事情 然后男主跳出来拯救 好机手 我该怎么搞定解控这种生物 冯公子瞬间从追求秦宝宝的目标 转化为先纠正秦泽错误 感情观的目标上 他说 秦宝宝 那我改天再约你 今天有点事 先撤了 秦宝宝迷糊了 咦 这家伙不做狗皮膏药了 今日如此爽快 冯公子告辞 朝着自己的女伴走去 女伴立刻扬起傻白甜的笑容 做事要挽她的胳膊 但冯公子拒绝了 虽然自己是老司机 但不能让秦宝宝看见呀 这个女人的人设是普通朋友 至于女伴的感受 她毫不在乎 反正是为了钱的红颜 相信她心里也不会有吃醋的想法 等一下 秦宝宝忽然喊住她 冯公子一愣 随即喜上眉梢 剧情反转了 电视剧小说那样 在男主角失望时 女主角忽然改变主意 答应自己 只听秦宝宝笑道 冯公子 你家住这里 冯公子道 不是 我朋友住这里 过来玩的 冯公子慢慢玩 我们先走了 秦宝宝笑了 这他就放心了 车里 冯公子点上一根烟 深吸一口 问身边打扮精致的女伴 对了 你看的那些小说里 男主角是怎么处理解控难的 女伴一脸问号 换个问题 冯公子沉吟道 你觉得该如何挽救 一个思想危险的年轻人 或者说纠正他错误的情节 女伴还是一脸问号 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没用的东西 除了扭屁股 你还会干嘛 冯公子没好气到 回家吃鸡 女伴一脸委屈和茫然 秦泽成功地扮演了一名合格的解控 帮姐姐甩掉了冯公子这颗残人的牛皮糖 顺便得到了系统奖励的200积分 第二天中午 裴南曼的炒股团队正式入驻宝泽投资公司 这也是宝泽的第一批正式员工 这个团队人不多 一共七个人 为首的两个家伙 一个叫蒋靖国 一个叫王国卿 中午 秦泽请他们在菜馆吃了一顿 裴南曼投资的一个亿 全在九个证券账户里 秦泽看过交割单和持股后 抓起手机给苏玉打电话 让他通知所有人下午两点开会 会议内容很简单 秦泽安排了下大家职务 李凌峰做投资一部门经理 王国卿二部门经理 蒋靖国三部门经理 然后每个部门分5000万资金 每个经理麾下配两号小马仔 剩下一个陈光 负责期货部门 目前就他一个光感司令 秦泽很光棍了 让他自己想办法去挖人 接着 秦泽又把炒股团的所有投资 推翻重来 要求他们撤回所有资金 然后摔出自己的计划书 以一种大佬带你们玩的语气 说以后的投资计划书 我会定期发给你们 由你们来完善补充 炒股团也毫无意义 都保持老板的决定 就是对的的一致意见 开完会下午四点 秦泽回到家 秦宝宝窝在家里 享受最后一天的假期 胸口搁着塑料盘 秦泽脱掉皮鞋 西装坐到沙发 往姐姐胸口摘下一粒子葡萄 丢进嘴里叫了声甜 姐姐的葡萄当然甜 晚上想和紫禁姐看电影 不批准 秦泽呕了一声 又往姐姐胸上摘葡萄 那我买个肉灵汁 肉灵汁 秦宝宝不解 好东西 降火气的 秦泽手伸向姐姐的胸 被姐姐拍开 不给你葡萄吃 秦泽便强行吃姐姐的葡萄 姐姐气得踢了他脊脚 你去给我买一串回来 被你吃了这么多 葡萄不就是用来吃的吗 秦泽握住姐姐白嫩的脚丫子 腿好了就撒野 你月底是不是要开演唱会 秦宝宝点点头 说公司在帮忙筹备了 是黄一聪度蜜月之前立的项目 我这还有好多通告没跑 别敢在演唱会前把活干完 他心里暗暗盘算着 等买了房子 就让王子晶一个人住这边 置于黑心弟弟 嗯 勉强烧上他 毕竟还要他做家务 姐 拜托你个事 秦泽忽然露出谄媚的笑 热情的为姐姐捏肩膀 秦宝宝眯着那双凤眼 享受弟弟的服务 心想着买房子后 一定要把入侍郎和大灯泡 双重属性的王子晶丢这边 但他就怕买房后 黑心老弟来一句 姐你过去住吧 我留这里 以老弟的性格 这种操作他干得出来 不是 我公司想拉投资 你明星朋友多 都是土豪 帮我问问呗 有没有人愿意投资的 哦 那我帮你问问 你又吃我葡萄 秦宝宝下意识地伸手去掏 结果葡萄滚得更深 冰冰凉凉地 让他脖梗泛起一层鸡皮疙瘩 好凉 姐姐一边叫一边掏 秦泽往他胸口看了一眼 真空的 秦宝宝从领口 想要掏出混入他身体的葡萄 但他自己 从衣服下百里划出来了 姐姐把葡萄丢进垃圾桶 称道 讨厌死了你 这不怪我吧 秦泽盯着那颗幸福的葡萄 好羡慕 就怪你 秦宝宝小拳头捶他一下 把葡萄糊在胸口 我帮你问问啊 徐运涵应该有戏 说完他给徐运涵发信息 接着徐运涵又把这条消息 发到他的一个明星群里 一时间 各大潜水的明星们纷纷跳出来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 但没人说要投资 他们虽然听说 秦泽炒股很厉害 有股神的称号 但那都是网友以讹传讹 具体实力怎么样 众人心里都没个概念 这时候 某位吃瓜群众忽然想起 徐运涵跟秦泽炒过股 于是就问徐运涵赚了多少 徐运涵也很干脆 回复 两个月五百万 明星们沉默了 虽然这钱在他们眼里不算多 但那可是跟着大佬赚的 不动脑子 不费力气平白的来的 一时间 众明星们激动了 纷纷向徐运涵 索要秦宝宝的电话号码 吃饭的时候 秦宝宝电话被轰炸了 认识的不认识的 一个个明星亲自给他打电话 说的只有一句话 我某某某给你打钱 秦宝宝耐着性子给大家解释 说我只是帮忙宣传 你们有意向的 可以联系这个电话 他是我手下的马仔 有要求有问题 直接找他 不要太客气 然后他把苏玉的号码甩出去 不久后 苏玉在群里炸毛了 姓秦的 你给我出来 我保证打死你 秦宝宝回复 帮你拉投资呢 不用谢 你这王八蛋 你不会让秦泽处理吗 好笑 秦泽是我弟 做姐姐的心疼弟弟 怎么爹 咬我呀 现在是下班时间 凭什么甩给我 我上个厕所都在接电话 黑了心的去 两个人在群里开喷 各种带脏和不带脏的词汇满屏飞 王子晶津津有味地看着闺蜜和苏玉骂战 然后瞟了眼同桌吃饭的秦泽 他正脸色古怪的窥贫 被姐姐和秘书丰富的实战经验所震惊 王子晶想 两个蠢货都忘了秦泽也在群里吧 吼吼吼 就不提醒他们 不妨骂得再凶一些 再泼妇一些 第二天 秦泽九点半来到公司 迟到了半小时 不过他是老板 他任性 也就苏玉会偶尔抱怨他几句 其他人当然是不敢对总裁大人有微词的 路过会议室 他发现苏玉在接待客户 一男一女 打扮很职场很干脸 女人听到脚步声 侧头看来 一件是秦泽 喜出望外地叫住了他 秦泽认识他 徐运涵的经纪人 以前只知道姓白 听徐运涵一口一个白姐 后来才知道 他名字叫白姐 你好你好 秦泽和他握手 徐姐没来吗 好通告去了 我今天过来处理一下 你们这边的事 下午就要飞 白姐笑道 运涵打算投资七百万 我是黄语腾的经纪人 秦老师叫我阿斌就好了 旁边的中年人也起身 和秦泽握了握手 秦泽招呼两位大佬入座 阿斌说 秦老师 我们腾子准备投资一千万 白姐咬了一声 说豪气啊 阿斌说 我们对秦老师的水平 还是很相信的 只不过有个不情之请 秦泽让他说来听听 阿斌说 想找秦老师约首歌 价格方面按最高标准来 可以吗 秦泽想了想 说没问题 你们稍后把要求告诉我 我帮着写写看 阿斌开心坏了 那就谢谢秦老师了 接下来 由苏玉和两位经纪人 谈投资细则 十点半他们离开 秦泽亲自把两位大佬 送出公司大门 中午 秦泽让副总裁兼秘书的苏玉 帮他点了份外卖 两人在办公室吃起来 苏玉吃饭很优雅 低着头 小口小口 从秦泽这个角度看 他的睫毛特别浓密 你能不点香菜吗 秦泽替他聊起长长的刘海 拢到耳后 免得掉进饭菜里 那明天我点本帮菜 苏玉脸蛋微红 还有见识 秦泽说 你能别跟我姐吵架吗 现在你们也没怎么打游戏了 哪来那么大仇恨 苏玉撇嘴 我看他不顺眼 他看我不顺眼 就这样呗 不吵架也行 除非你让他跟我道歉 开什么玩笑 秦泽觉得自己 要是去说这话 姐姐肯定就炸了 这辈子都别想么么哒了 这时候 秦泽搁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 白电显示是老姐 秦泽接通电话 电话里传来姐姐焦躁的声音 阿泽 徐悦在学校被人欺负了 秦泽有些愕然 问怎么回事 秦宝宝说 就是被几个女同学欺负了呗 妈当时打我电话说的 不是一次两次了 学校里有几个女生总欺负他 这次情况比较严重 脑袋破了 刚在医院包扎好 舅妈去他们学校找老师理论 但好像打人的女生有点关系 具体情况电话里说不清楚 我过来接你 咱们去学校看看 顿了顿 姐姐又叹气道 舅妈也不容易 家里没个男人撑着 秦泽挂断电话 皱着眉头 徐悦是他表妹 舅舅的女儿 遇到这种事 本该男人出面 可他舅舅有点不靠谱 舅妈肯定打电话给他们老妈 学校园暴力 秦泽表妹在学校被欺负了 秦泽坐上姐姐的小红马 带着王子晶一起往建安高中赶 为什么要带王子晶 因为社会我子晶姐 腹黑话不多 许悦是秦宝宝和秦泽俩的表妹 舅舅家的女儿 16岁 今年刚读高一 带头欺负许悦的那个女高中生 叫孙文问 因为她男朋友偷偷给许悦写情书 孙文问气不过 所以今天带人 把许悦堵在寝室里打了一顿 脑袋破了 舅妈是接到医院电话 让她去付医药费 这才知道女儿在学校被人欺负了 秦宝宝气愤道 事实上 这种情况不是头一次了 有次舅妈看到月月身上有瘀青 问她怎么回事 死妮子就是不说 把人打了 医药费还要自己贴 哪有这样的 学校不管吗 秦泽皱眉 秦宝宝说 教务主任是那个女高中生孙文文的亲戚 在哪拉偏价呢 说这是属于打架 双方都有责任 医药费要自己承担一部分 并且如果要处分 两个人都得处分 所以舅妈这不去学校闹了吗 舅舅一年到头不回家 表弟又小 月月在学校被欺负 都找不到人出头 秦宝宝叹道 还好我有阿泽 阿泽最好了 王子精茫然 又关秦泽什么事 秦泽哀声叹气 别说了 不堪回首的往事 但秦宝宝开了话头 兴致颇高 说道 以前读初中的时候 学校里混子挺多的 大概是受了蛊惑在电影的影响 一个个不想着念书成天瞎混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总有大混子纠缠我 不敢动手动脚 却喜欢让手下的马仔喊我大嫂 学着蛊惑仔 在学校里散播秦宝宝 是我的女人 秦宝宝是我招的 然后呢 王子精看了眼秦泽 秦宝宝嘴角笑容扩散 然后阿泽升上来了呀 我们一起上学 一起吃饭 一起回家 小手拉小手 然后我就被揍了 秦泽无脸 他们以为我这个心声 把大嫂给抢了 江湖上 大哥的女人被抢了 小弟们是要豁出命 去找场子的 王子精好笑道 那你解释呀 我为什么要解释 秦泽冷笑道 再让他们缠着我姐 一群二五仔 有什么好怕的 你越耸 别人欺负的更狠 我一点都不怕他们 我站在镜子面前 对自己说 秦泽 以后再也没人能欺负你 然后拿一把美工刀 往自己手掌心画一刀 从此大佬附体 我轻松打十个 不管来多少人 我都跟他们死打 好玄幻 王子精目瞪口呆 秦宝宝笑得花枝乱颤 方向盘差点拿不稳 别听他胡扯 是我偷了家里两百块 从一年级拉起一匹人马 大概有五十几个 每人三四块钱 然后阿泽约了三年级大混子 放学后 在学校草坪里约架 他和那个三年级单挑来着 上百人围在中间 后来呢 王子精追问 后来老师来了 把我们都驱散 阿泽还被了留校观察处分 那家伙恶行累累 背过处分很多 被退学了 秦宝宝笑道 然后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年级大哥的女人 再也没人敢骚扰我 说着说着 秦宝宝轻声道 但是高中他就转学了 因为成绩太差 如果没那么多事 好好学习的话 阿泽肯定能留在复旦腹中 秦泽记得中考后 他的成绩不行 没能出身高 成绩出来后 姐姐小小的哭过 几人说着说着 建安高中就到了 秦泽让姐姐先别进去 因为姐姐如今是公众人物 不适合扯上这些事 王子精陪着秦泽一起进去 俩人在门卫登记后 按着门卫大爷的指示 七拐八拐 找到了学校行政楼 六楼的教务处主任办公室 秦泽看见舅妈李如 和她表妹许悦 少女清秀娇俏的瓜子脸 有几分苍白 神色低落 沮丧 舅妈见到秦泽进来 眼睛一亮 左顾右盼 阿泽宝宝呢 我让她留在外面了 秦泽说完 看向表妹许悦 问她怎么样 表妹清凉如水的毛子看她 片刻后又缩回目光 摇摇头 因为某些原因 秦泽比较反感自己的舅舅 少女心思敏感纤细 所以 许悦对表哥表姐都不太亲近 教导处主任呢 秦泽问 舅妈咬了咬牙 说她半小时前就走了 把他们丢在这里 说爱闹就闹 闹到天黑都无所谓 秦泽和王子晶相识一眼 道 我们找校长去吧 王子晶点点头 四个人来到校长办公室 校长惊讶地看着他们 问你们是 秦泽说 我们是许悦的家属 他在学校被同学欺负 说着 他指了指许悦的小脑瓜 教务主任撇下家长不管不顾 过分了吧 我们需要学校能得个说法 校长推了推眼镜 打着关枪 说是有这么回事 教务主任也忙 处理事情去了 然后让秦泽他们放心 这件事 他们学校肯定会处理 舅妈气道 那你们倒是处理啊 那个孙文文的家长呢 还有孙文文呢 我来学校这么久人都没看到 我倒是想问问他 为什么老欺负我女儿 校长说 孙文文的家长 我们已经打电话通知了 人家忙 暂时没时间过来 好吗 又是官方神迹 大拖延数 秦泽沉声道 我们都忙 谁不忙啊 这好像不是理由吧 校长也沉声道 总之这件事我们会处理 你们先回家等消息 处分结果也不是马上救出来的 家长也要理解一下嘛 你们今天不给个交代 我就不走了 舅妈往沙发一坐 眼圈红了 上星期 我女儿身上轻一块子一块 我就知道没好事 现在更是变本加厉 把她打成这样 你们要真的管 我女儿也不会三番两次被欺负 你把那个孙文文叫来 我要问问她 到底月月哪里得罪她了 要这么欺负人 校长有点不高兴了 你看你这么不冷静 让学校怎么出脸 哦 让孙文文过来 你们指不定又要发生冲突 秦泽知道 就算闹也闹不出什么结果了 还拉着许悦出了办公室 问那个孙文文为什么欺负你 许悦没说话 秦泽给了她一招摸头杀 柔声道 你爸不在 舅妈一个人带你和弟弟上班工作 回家还要照顾外婆 辛苦她了 许悦眼圈一红 秦泽说 表哥既然来了 总要给你出头对吧 小时候舅舅对我其实蛮好的 徐悦咬着唇 说孙文文的男朋友纠缠我 给我写情说 他就带人欺负我 上午他们让我下跪 我不服 他们就打我 明白了 秦泽眯了眯眼 然后摸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几分钟后 一个漂亮丫头从教学楼出来 女孩步履轻盈走过来 二话不说 掀一个白眼 醉生生问秦泽来他们学校干嘛 徐悦认识这个女孩 高二四班的裴子琪 之所以认识 是因为裴子琪是学校女神之外 还是高二的大姐头之一 身边一群官二代富二代 在学校里横着走 相比起来 孙文文在高一称王称霸 在他们面前却是阿猫阿狗 秦泽笑呵呵 说想你了呗 裴子琪一脚踢过来 秦泽闪身避开 正色道 有件事要你帮忙 裴子琪问什么事 秦泽指了指许悦 说这是我表妹 有个叫孙文文的女生经常欺负她 似乎是你们学校教务主任的亲戚 学校偏袒她 你帮忙出出气呗 说完秦泽 又把表妹的是说了一遍 这种事 你应该找陈清源 她才是大姐大 手底下揉揉成群呢 裴子琪美好气道 她也在这个学校 秦泽一愣 旋即脸色古怪 陈清源至今都对她念念不忘 隔三差五的短信轰炸 最近胆肥了 偶尔还会给她打个电话 秦泽不知道婉拒了多少次 就差没告诉她 自己对JK没兴趣 自己是个可耻的欲解控 你是个好姑娘 但咱们不合适 但陈清源不懂 懂了也装不懂 很死性 秦泽催促 甭废话了 帮不帮一句话 裴子琪试探 说我要不帮 你会找陈清源吗 秦泽说不会 然后裴子琪转身回教学楼 说自己去叫人 让她等会 此时高一六班 孙文文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身边围了几个姐妹 或者说马仔 马仔一问 文文 许悦还没有回教室 听说他妈来了 马仔有点担心 我们会不会被处分啊 他妈要是在学校闹事怎么办 马仔三表示怕什么 文文是教务主任的亲戚 没事 女生们七嘴八舌 议论纷纷 孙文文靠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老神在在 怕什么 他还敢翻天不成 这次打破他脑袋 下次一定要让他下跪 他扫了眼身边的马仔 一点点小事 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他妈来就来呗 今天放学 我们去校门口堵他 别以为喊妈妈就没事 他妈还能守在学校不成 女生们顿时安心 复合道 早看他不爽了 长得漂亮又怎样 居然瞧我们文文的男朋友 这时 教室门外一群人汹涌进来 都是别班的 看起来似乎是高二那边的学生 教室里的学生纷纷侧目 看着来势汹汹的一群不速之客 为首的漂亮女生敲了敲桌子 指高气昂 哪个是孙文文 在学校里 最风光的两件事 一是在迎春文艺晚会上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秀一把八级水平的钢琴影奏 二是带着一匹马仔 创进某间教室 在学生们目瞪口袋的眼神里 嚣张跋扈地说一声 某某某出来 保证不打死你 而眼下 裴子齐气势如虹的闪亮灯场 立马成为学生眼中的焦点 教室里的学生纷纷侧目 看着嚣张地闯入自己班级的高二学生 孙文文懂了 看见裴子齐的同时 他也看见了人群前的许悦 许悦安安静静站着 脑袋还缠着白纱 是他拽住他的头发 狠狠磕在捉脚的 这是来报复的吧 这是来找场子的吧 孙文文站起来 虽然有点发怵 但仍然倔强说自己就是 毕竟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 要是他怂了 以后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裴子齐走到他面前 直接就是一巴掌甩过去 嗓一声响亮清脆 整个教室的人都听见了 或愤怒或诧异 或兴致勃勃 孙文文气疯了 她是家里的小公主 父母有钱有关系 哪曾受过这样的气 就想要还手 但裴子齐的马仔们都是专业的 见她想动手 哗啦啦涌了过来 把孙文文团团包围 让她顿时吸了还手的心思 感觉只要自己一动手 就会被一群人围殴 死得很难 而孙文文的几个马仔 挤在一边瑟瑟发抖 孙文文死死瞪着裴子齐 你凭什么打我 裴子齐抬手又是一巴掌 为什么打你 自己心里没点必输 孙文文红着眼大叫 我不服 裴子齐再一巴掌扇过去 我管你服不服 窗外 秦泽目光充满了欣赏 没想到女人撕逼也能这么然 可她心里认为的 撕头发摇耳朵 完全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打你 知道了吗 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吗 不知道 现在呢 知道了 孙文文捂着脸 哭了 我都说知道了 你还打我 裴子齐冷笑 我高兴 她转头 朝人群外的许悦招招手 让她过来 许悦略做犹豫 选择面对 裴子齐说 给她一巴掌 孙文文恶狠狠瞪着许悦 如果许悦删出这一巴掌的话 这或许是一场完美的逆袭 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可事到临头 她犹豫了 她只是很普通很普通的女孩 家境普通 甚至有点穷 也没什么关系 唯一可以骄傲拿出去说的 是大姑家的表哥表点 可表哥表姐不喜欢自己家 表姐漂亮骄傲 表哥看似温和 其实和他们家刻意保持距离 扶至心灵般 许悦扭头看了一眼窗外的表哥 此时她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 朝自己竖起大拇指 许悦用力甩出了这巴掌 一下子仿佛打开了新世界 解锁了新姿势 感觉前所未有的好 所有的怨气 所有的愤怒 统统宣泄了出去 她再一次扬起巴掌 又是一记势大力尘的耳瓜子 把孙文文打得彻底猛逼 欺负人的滋味爽不爽 裴子齐问学妹 许悦用力点头 说爽 改天我们再继续欺负她 裴子齐看向呜呜哭泣泣的孙文文 一字一句说 许悦 我照的 懂 来挽回最后的尊严 裴子齐一巴掌呼过去 懂 懂啊 一场好戏 或者说闹剧 就此结束 裴子齐领着人退出战场 心力娇瘁的孙文文 趴在桌上呜呜地哭 大概会在女孩心里 留下不小的阴影 但不至于太深刻 毕竟没脱你衣服 没让你下跪 你之前还让我表妹下跪来 秦泽斯毫不怜悯这种 欺负同学为乐的人 哪怕她是女生 如果可以 她更愿意自己进去杀人 不过她出手打人 性质又不同了 学校可以堂皇之报警 徐悦来到秦泽面前 嗓音软弱地喊了声表哥 秦泽摸摸她头 夸奖道 做得不错 以后有事找表哥 徐悦点点头 强忍半天的眼泪 终于啪哒啪哒掉下来 裴子齐驱散一群马仔 站一旁 静静看着 很不屑地撇嘴 秦哥 一声激动 而雀跃的声音响起 秦泽嘴角一抽 过槽 他来了 另一边 校长办公室 舅妈不为女儿讨回公道 不打算走人了 他读的书不多 好歹初中毕业 子女碰到这种事 家长绝对不能软 一定要死磕 不然学校不会重视 小孩会继续受欺负 长期以往 将造成不可挽回的心理创伤 严重的可能会抑郁 会自杀 尤其他闺女那 倔强偏执的性格 王子精陪在他身边 时而安慰他几句 时而和校长扯皮 校长是老江湖了 应付两个女流之辈 很稳当 不见半点焦虑和不耐 王子精拍了拍舅妈的手背 让他放心 阿泽一定会处理好的 舅妈点点头 不知道自己女儿和秦泽 出去这么久干什么了 现在被一个陌生女孩安慰 总觉得违和感强烈 舅妈故意道 你说这事怎么办 学校也不管 听说那个孙文文 是教务主任的亲戚 难怪学校偏袒 校长喝了口茶 说学校怎么会偏袒呢 学校会做出公平公正的处理方式 是你们太心急了 非纠缠着不走 王子精安慰道 这是个讲人情的社会吗 帮里不帮亲的人不多了 舅妈气道 这件事没完 我和你舅舅从来不舍得打他 这口气咽不下 王子精瞟了眼 不动如山的校长阁下 淡淡道 学校偏袒 咱们就网上一级告呗 总有人不偏袒的 校长冷眼看着两个女人一唱一和 脸上始终怪着温和的笑容 心里却不屑得很 见此 王子精摸出手机道 舅妈 我认识几个朋友 帮你打电话求助一下 说着他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周叔叔 是我子精 电话那头爽朗的笑声 子精啊 怎么有空给叔打电话 校长看着王子精打电话求助 满不在乎 好歹他这也是重点中学 就算真的是他上级部门 职位不高也管不到他这里 除非是局长 对了 周叔叔 你们最近在整风市吗 重点盯那些违规乱纪的校领导 收红包啊 私自开培训课呀 和女老师交流授课呀什么的 有这回事吧 对面表示 是有这么回事 这不是要开会了吗 响应一下号召 正好 我这边遇到点是王子精笑容满面 我有个朋友的表妹 经常遭受校园暴力 心里留下了巨大的创伤 但打人的学生吧 和校务主任是亲戚 学校推三组四的 家长找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对面问是哪个学校 王子精说了学校名字 接着又探道 那孩子刚从医院出来 哎 挺可怜的 我刚刚看了 因为长期遭受校园暴力都自闭了 贱人也不爱说话 你说好好的一个女孩子 还没进社会呢 人就快被毁了 舅妈和校长七七一愣 什么情况 刚从医院出来 长期遭受校园暴力 自闭了心理创伤 毁一声 听着似乎没毛病 可怎么感觉 兴致忽然拔高了一个层次 对面的声音顿时沉了下去 问这是有没有拍视频传到网上 王子精哀声叹气 说这个不清楚哎 不过听说还要求下跪来着 今天刚发生的事 要传到网上也没这么快 需要预防那周叔叔 还有周叔叔 不止校务主任哦 校长也牵扯其中的 对面沉声道 知道了 我找人问问 王子精挂断电话 也不看黑着脸的校长 说道 舅妈 我们走吧 校长略带嘲讽的声音 不送啊 然而两女人离开不久 校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 画面再转到秦泽这里 听着这声软弱的情歌 秦泽不用猜 也知道是陈清源那咪子 秦泽转身 露出一个大哥哥的温和笑容 和陈清源打了声招呼 陈清源扭着小腰过来 眼中自动忽略闺蜜 忽略周围警务 喜滋滋道 子齐发短信跟我说的 秦哥 你来我学校 怎么不找我 秦泽扭头瞪一眼 陈子齐 后者幸灾乐祸的眼神 扬起小下巴 朝他挑衅一笑 陈清源盯着 靠在表哥怀里抹眼泪的许悦 醋意大发 这是谁啊 秦哥你小女朋友 秦泽按住许悦受血的双肩 把他推开 说这是我表妹 恰好此时 上课铃声响起 秦泽开心道 哎 你们快去上课吧 陈子齐打趣道 迟到几分钟 不碍事 先看戏 许悦摇摇脑袋 丹慧和表哥一起去行政楼 我妈还在学校呢 陈清源眼凝望 上课不重要了 秦哥我陪你走走 秦泽心想 你们真幸福 像我当年上学的时候 上课铃声就是催命中 只要铃声响了 就疯疯活活跑回教室 有时候尿都来不及抖 秦泽让裴子齐先回去 然后让许悦在这等他 他先陪陈清源走走 光光温絮 暖洋洋的罩在身上 陈清源眯着眼 痴痴望着秦泽高大挺拔的背影 在没遇到秦泽前 家境优渥的他 高傲放纵 穿着短裙 化着烟熏装 更是在学校网络一批马仔喽啰 故意惹是生非 然后让家长来擦屁股 然后秦泽出现了 在那个最无助最惊恐的时刻 他像一道光 射进陈清源的内心世界 有记得他出场时的画面 双手插兜 用在座的各位 都是垃圾的眼神 淡定地说 我要打十个 然后在一阵啪啪啪的声音里 他以一己之力掀翻全场 因为不和睦的家庭 他学着当小太妹 又因为秦泽的一句话 他重新扮演起良家 改邪归正 他父母起初很惊讶 很想渐渐让女儿 改邪归正的男人到底有何魅力 但得知自己的傻闺女 只是单相思后 便打消了见一见其男子的念头 朋友们都说他疯了 说他花痴 但陈清源不在意 喜欢一个人 就该努力变成他喜欢的那种人 但陈清源万万没想到 秦哥喜欢的那种人 是目前的他无法做到的 秦哥 李东来说 你失欲解控 是真的吗 秦泽心头沉甸甸的 为什么自己失欲解控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 他明明伪装得很好啊 他都很久没和姐姐摸摸大了 秦泽哀一声 何出此言那 姑娘 陈清源瘪着小嘴 说李东来说不喜欢你 可能是单纯的不喜欢这一款 但不喜欢我妹又不喜欢你 说明师父的口味 不在你们这群少女身上吗 陈清源又到 他还说 你们想想 秦宝宝是他姐 一个长期生活在珠穆朗马峰的人 突然来到大草原 他会适应吗 秦泽心想 这徒弟必须得清理了 否则总感觉就要被真相 秦泽说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你真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陈清源尽管早已察觉 秦泽的暗示 仍然有些沮丧 难过了几秒钟后 他重新振作 骄傲的一挺胸 说有朝一日 我也会长成你喜欢的那种女人 到时候你会接受我吗 秦泽摇头 不会的 小姑娘渲然欲气 委屈道 为什么 难道那时候 你已经变成妈妈控了吗 秦泽哭笑不得 说那时候我就成罗莉控了 小姑娘当场实话 沉默片刻 他猛一抽鼻子 带着哭腔说 我知道秦哥你在骗我 你只是不想拒绝我让我伤心 你是个很体贴的人 明明第一次见面 你可以不管我的 可你还是站出来了 你也没必要特别跟我说那句话 可你还是说了 我知道都是为了我好 他顿了顿 留下一滴泪 继续说 秦哥你知道吗 在我眼里 你是一道风景 我渴望不可及的风景 我只能远远看着 被美丽的风景吸引 痴迷 却永远只能看着 看着你的世界里只有预计 没有我们这种小女孩的容身之处 说到这里 已经变成小姑娘的独白 倾诉 想必这些话在小姑娘心里憋了很久 短信里不好说 电话里更不敢说 今天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怎能不吐为快 秦泽默默听着 全当是陪着小姑娘背春伤秋了一把 反正该说的话 他都已经说了 好人卡都发出去了 难道还斩不断一个小姑娘的青丝 我说完了 陈青元抽了抽鼻子 湿润的毛子凝视他 问道 秦哥 在我长成玉姐之前 你能不结婚吗 陈青元红着脸 轻声说 结婚了也没事 可以离吗 秦泽无语 你们淡淡后的思维 真是比我90后还奇葩 另一边 王子晶和舅妈刚踏出行政楼 就听到身后一声大喊 只见校长站在楼梯口 气喘吁吁 抬手让他们等等 王子晶笑咪咪 哎呀 校长您别送别送 校长从楼梯上跑下来 说您别走别走 王子晶说 别送别送 我们正要走 别走别走 校长抹了把汗 愁眉苦脸道 这件事呢 是我们学校处理不够积极 我们一定会给出满意的答复 您放心放心啊 我这就让孙文文的家长过来 该道歉道歉 该赔偿赔偿 舅妈一脸猛逼 搞不懂校长 为什么忽然间态度 来了个360度大转弯 王子晶冷笑道 谁要你赔偿 谁要你道歉 早干嘛去了 校长低声下气 是学校工作没做好 我检讨 我反省 这位女同志啊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类似的事件了 学校要坚决处理校园暴力事件 王子晶冷冰冰道 不是我说你 你这个老同志啊 思想觉悟有待提高 校长苦笑 女同志说的对 我检讨 事情到这里 已经差不多解决了 秦泽和王子晶离开校园的时候 校长就把校务主任叫了过来 校务主任看到死缠烂打的母女俩还在 不太高兴的语气 校长 我在布置工作呢 你就把我给叫回来了 校长拍桌子 大声说 这事情没解决 你布置什么工作 布置什么工作 校务主任一头雾水 这能有什么事 校长指头点他 义正言辞 你那亲戚孙文文打算怎么处理 欺负同学 违反校计 我看给个留校观察处分得了 教务主任愕然 大声道 校长 这怎么能说欺负同学 这是打架 双方都有责任的 话不是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校长恨铁不承当的口气 上头打电话过来了 老刘啊 你等着被处分吧 校长话里的意思 已经很明白了 这是告诉他 对方上面有人 校务主任一脸呆滞 时间来到10月7号 距离秦泽表妹被欺负 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今天秦宝宝在公司练歌 练到下午7点 可以说他这几天练歌都蛮拼的 因为公司打算 月底为他筹办一场演唱会 秦宝宝正要回家时 徐璐来了 他和徐璐可以说毫无交情可言 甚至有些过节 徐璐此时过来肯定没好事 有个饭局要秦宝宝过去陪 秦宝宝眯了眯眼睛 他进娱乐圈已经四个月了 之前有黄一聪给他做保护 乱七八糟的事都被推了 而现在黄一聪刚去度蜜月 某些人就坐不住了 亮出了争鸣的獠牙 秦宝宝淡淡回绝 说自己从来不接这些乱七八糟的活 徐璐笑里藏刀 用秦宝宝的演唱会来隐含威胁 因为他这次的演唱会 正好是由康总负责 秦宝宝犀利的目光盯了徐璐一会儿 后者笑盈盈的对视丝毫不出 秦宝宝收回目光 然后再次强硬的拒绝了 徐璐似乎料到秦宝宝的反应 喜滋滋的劝他别意气用事 守着那些没必要的底线 在娱乐圈混不开 秦宝宝笑着嘲讽 说你厉害行了吧 我呢 没你这么会钻研 陪大老板吃饭也好 陪康副总吃饭也罢 都不如回家陪我弟弟吃饺子 说完他拿起包就走 此时 新义副总裁办公室里 康世安正在等着徐璐的消息 他很欣赏秦宝宝 尤其是对秦宝宝的颜值和身段 正好他对徐璐也玩腻了 而秦宝宝这样优质的女人 就成了他下一个目标 办公室门被推开 徐璐进来直接说 秦宝宝没同意 康世安满不在乎的笑了笑 虽然有点失望 但在他意料之中 毕竟这次邀请 也只是他对秦宝宝的一次试探 之后只需要慢慢磨一磨他的傲气 他不相信秦宝宝不会乖乖屈服 秦宝宝回到家的时候 又见到了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客人 苏玉来他家做客了 因为今天是冬至 秦泽邀请他过来一起吃饺子 秦宝宝皮笑若不笑地和他打了声招呼 低头想换拖鞋的时候 却发现他那双粉色小凉拖不见了 苏玉看了看自己脚上的粉色小凉拖 伸出脚丫子 问是这双吗 秦宝宝翘翘脸寒怒 说你穿我拖鞋干嘛 他觉得这是白莲花对他的一种挑衅 苏玉一脸无辜 说是王子晶给我穿的呀 王子晶正在沙发另一头兴致勃勃地看剧 突然感到自己被两股杀鸡锁定 他装作茫然的样子 说家里好像没一次性拖鞋了呀 秦宝宝打开鞋柜 说明明就有 王子晶嗷嗷了两声 表示自己可能记错了 然后借口说帮秦泽去剁饺子线 飞快起身溜进了厨房 这女人好生的心机 秦宝宝和苏玉同时浮现这个念头 王子晶一走 客厅里气氛顿时尴尬 换成平时 他俩肯定掐起来了 最不计也是嘴炮满天飞 但他俩都是机灵的姑娘 察觉到王子晶深深恶意后 各自克制着体内的洪荒之力 在吃饺子的时候 三个女人因为吃酱油 会不会引起黑色素沉淀而争论了起来 当然最后也没争出个所以然 因为有时候在女人眼里 正确答案是什么并不重要 这时秦宝宝吃不下了 就习惯性的把自己碗里的皮 拨到秦泽碗里 秦泽吃溜吃溜吃下去 秦宝宝小口小口喝汤 这一切那么的顺其自然 王子晶和苏玉 感觉自己被为了一肚子的亲情狗粮 极羡慕又无奈 苏玉也想把碗里吃不下的拨给秦泽 然而他刚说完 就感受到两股宛如实质的稀里目光 这俩女人好可怕 苏玉默默地放下了碗 吃完饺子 苏玉在家里做了片刻 起身告辞 秦泽送他到地下车库 始终冷冰冰的他 这时终于露出浅笑 跟秦泽说了声谢谢 这顿饭他吃得很开心 当然秦泽没看出他开心在哪里 客套的让他以后再来 苏玉用力点头 说下一次一定再来 看着苏玉的法拉利 使向车库出口 秦泽一声叹息 他心里始终对苏玉心怀怜惜 初见他时 以为是传说中的冰山美人 然后当真正了解他 才知道 这是个徘徊在金森和自闭边缘的可怜妹子 有家却相当于没家 有父母相当于没父母 秦泽无法体会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因为目前他的家庭很圆满 严厉的父亲 温柔的母亲 还有一个对他很依赖的姐姐 苏玉的生日在11月20号 秦泽打算买的蛋糕给他庆祝庆祝 算是聊表心意 第二天 秦宝宝正和李彦宏在办公室 制定接下来的计划书 这时 有人进来了 是市场部的一名员工 他带来一份秦宝宝的新通告安排 李彦宏翻开看了看 但演唱会计划却被改成了某部电影的龙套 李彦宏愤怒地质问 为什么月底的演唱会取消了 工作人员说月底徐璐要开演唱会 所以做过调整了 但之前公司里完全没传出徐璐要开演唱会这事 李彦宏不明白这帮人到底在搞什么 工作人员让他自己去问市场部领导 随后白白手走了 秦宝宝撇撇嘴心知肚明 这是有人要敲打他 而且他相信只要他把这个月通告跑完 下个月他就得窝在家里发霉 李彦宏问他发生了什么 秦宝宝就把昨天的事说了一遍 李彦宏沉默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如果是站在经纪人的立场 他得劝秦宝宝不要固执 不能跟领导对着干 毕竟明星虽然风光 可跟公司对着干都没什么好下场 可从朋友的角度 他赞同秦宝宝 因为这一步退了 凭秦宝宝的容貌 以后乱七八糟的事只会越来越多 李彦宏说要去市场不问问 秦宝宝没阻止 反正去了也不会有结果 只是在做无用功 果然十几分钟后 秦宝宝本来要唱的几首歌 也被徐璐抢过去了 他把一份歌单放在秦宝宝面前 徐璐演唱会要唱的歌 有三分之一是秦宝宝的歌曲 秦宝宝心里很窝火 公司一点面子不给他留 诚心要让别人知道公司再敲打他 他给黄一聪拨了个电话 把这事说了下 但黄一聪叹了口气 表示自己也没办法 虽然他的职权比康诗安大 但也没有直接命令康诗安的权利 如果在公司 这件事他就能摆平了 但他现在在国外天高皇帝远 康诗安完全可以不鸟他 秦宝宝也知道 黄一聪和康诗安的老子 都是新义股东 这件事也告诉秦宝宝一个道理 当总裁没花头 大股东才是王道 所以他准备再给老弟投笔钱 要在股份上赶超苏泰迪 此时徐璐来到市场部经理的办公室 没看到料想中的争吵 他问秦宝宝没来闹 市场部经理给这位副总裁的红人 倒了一杯水 说过来嚷嚷了几句 知道没用 就识趣的回去了 徐璐表情有点失望 他倒不希望秦宝宝那么识趣 徐璐又问自己 唱他的歌没问题吧 市场部经理肯定的表示没问题 秦宝宝的歌都授权给公司帮忙运营了 事后公司只要给秦泽一笔费用就行 徐璐满意点头 让其尽快展开宣传工作 很快 秦宝宝演唱会被取消 换成徐璐的事 在公司内部被传开了 大家纷纷议论 有人说秦宝宝最近太膨胀 得罪了公司高层 所以要被雪藏了 于是秦宝宝走到哪里 都有一双双意味深长的眼睛看他 因为这时 秦宝宝还把他身边两个乱嚼舌根的女助理给辞掉了 两个女助理不懈的撇撇嘴 都要被雪藏了 还这么嚣张 很快时间来到演唱会的前一天 在公司大力的宣传下 徐璐开演唱会的消息在网上引起热议 徐璐的粉丝也在徐璐微博下兴奋的聊着 有不知名小号还爆出 这演唱会本来是秦宝宝的 但据说因为秦宝宝太膨胀 得罪了公司高层 所以可能要被雪藏 演唱会也换成了徐璐 徐璐的粉丝们幸灾乐祸 纷纷留言 真是便宜我家璐璐了 这几天 徐璐练歌也愈发勤奋 他已经很多年没站在演唱会舞台了 所以对这次的演唱会非常重视 打算凭此在歌坛彻底站稳脚跟 而秦宝宝这边 李彦宏已经拿到了代替演唱会的通告 是一部电影的合同 秦宝宝演女三 一个被男主角抛弃 想不开 投了黄土江的风尘女子 总共15分钟的戏 李彦宏牢牢叨叨地抱怨着 心里非常不甘心 秦宝宝歌星路子 差一场演唱会就到巅峰了 哪知公司来这么一出 他问秦宝宝就这么算了 秦宝宝翻了个白眼 行说你总算叨叨完了 我还以为你要叨叨下班呢 秦宝宝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毕竟姐姐也不是好欺负的 他问李彦宏 徐璐最近练歌是不是挺勤快的 李彦宏一脸不痛快 哼一声说小人得志而已 秦宝宝嘀咕一声 时间差不多了 随后他把李彦宏支出去 从抽屉里摸出一根棒棒糖 开心地舔了几口 然后慢条思理地拨通弟弟的电话 电话接通 秦宝宝一秒变脸 抹着眼泪 可怜兮兮的语气 阿泽姐姐又被人欺负了 好过分的 咽咽咽 半晌 电话那边没声 秦宝宝生气地重复一遍 姐姐又被欺负了 秦泽嗷嗷两声 表示自己听到了 但心里纳闷 自己是不是穿越了 怎么有种强烈的记事感 半个多小时后 秦泽来到心意娱乐 直奔老姐的办公室 打开门的一瞬间 他又怀疑自己穿了 姐姐坐在沙发 吭吃吭吃吃着零食 此情此景 如此熟悉 好像上次是哥被抢了 还是嘉宾被抢了 也是这样 打电话说姐姐被人欺负了 硬硬硬 然后把他召唤过来 又怎么了 秦泽很淡定地 往他身边一坐 秦宝宝很没骨头地靠过来 说徐璐那女又跟我玩花招 老娘这次要嫩死她 姐姐把最近的遭遇阐述一遍 秦泽震惊了 多过了这么多天 姐姐才告诉她 很不科学啊 以姐姐爱扮可怜的性子 应该老早就说出来求安慰才对 秦宝宝笑得像只脚侠的小狐狸 说时机没到嘛 不能给敌人有准备的机会 这次我一定要坑死那女儿 秦泽让她开始表演 但这是 她觉得自己好像也帮不上忙啊 姐姐拍拍她的肩膀 说骚年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徐璐这次演唱会歌单里 有三分之一是你的歌 其实那天秦宝宝一看到歌单 就知道妥了 因为徐璐的精品原创少得可怜 而秦泽的歌又手手都是精品 她这次演唱会想要办成功 秦泽的歌是少不了的 秦泽也懂了 姐姐是想让她单方面去找心意解约 但这要不要赔钱呢 秦宝宝一脸运筹帷的神色 说不用赔 因为她当初跟公司签的只是授权合同 只是把歌授权给心意帮忙运营 只要秦泽一年内 不把这些歌的商业运营权 交给其他公司就没问题 经过姐姐的解释 秦泽也明白了 当初合约都是姐姐盯着心意做出来的 她只负责签字 她心里不由默默念了三遍 我的姐姐是心机表 几分钟后 秦泽敲开市场部经理办公室的门 市场部经理正与会场那边联系 叮嘱演唱会的事情 听到敲门声 以为是某个员工来汇报工作 没想到抬眼一看 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快枪手 市场部经理连忙起身招待 亲自给秦泽到了杯茶 秦泽抿了口茶 开门见山道 听说我姐之前要开演唱会 无缘无故的 被公司暂停了 换成了徐鹿 一听是这事 市场部经理态度就差了 说这事吧 不归他这边管 是公司的安排 其实对于这事 市场部经理也知道 康总在敲打秦宝宝 他也是老油条了 在心意任职十来年 对这种事司空见惯 秦泽正要让公司给他个说法 这时办公室门又被敲开了 是个汇报工作的员工 他看见办公室的秦泽 有些犹豫要不要进 市场部经理 让这员工等一会儿 扭头对秦泽下了逐客令 让秦泽有意见去向领导反应 他这边还有事 秦泽当然不可能那么容易被打发 他问市场部经理 演唱会是你们部门负责 对吧 市场部经理点点头 秦泽也点点头 一脸大佬很嚣张姿态 说从今天开始 难以置信 你说什么 秦泽说 待会儿我会把解除协议书 送到你们康副总的办公室 别想着拖时间 如果明天的演唱会 徐璐唱偶的歌 那么你们新意就等着吃官司 我会让你们赔钱 加公开道歉 市场部经理想了想 挥手让那名还等在门口的员工先出去 那员工转身就走 出门的刹那 脸上带着一脸八卦的兴奋 大步跑回办公室到独家消息 独家消息 秦泽要解除和我们新意的授权协议 不让徐璐在演唱会上唱他的歌 消息迅速在公司内部传开 从市场部传到最近的策划部 然后是公司内部的通讯群 吃瓜群众激动了 矛盾激化 秦宝宝要和公司死磕 事件升级 想想就刺激 市场部经理耐着性子 打算先稳住秦泽 让他别一起用事 演唱会明天就开始了 宣传也打出去了 不可能说让徐璐退下来 换回秦宝宝的 秦泽脸上挂着温和笑容 表示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丝毫不冲动 市场部经理终于怒了 说你这么做 让你解以后怎么在公司做人 哦 公司另有安排他就搞事情 只想着自己不为公司着想 他名声还要不要 以后公司还要不要把资源给他 秦泽说 我也没见公司 怎么重视他 从歌星节目开始 他的歌都是我写的 为什么 因为词曲人被徐璐抢了 总冠军赛的嘉宾是我 为什么 因为嘉宾也给徐璐抢了 还有那次公关危机 你们公司应付了事 不怕毁了他的前程 秦泽耸耸肩 我觉得很有必要 与你们解除合作关系 但你不能否认 公司花了不少资源在他身上 给他安排了很多通告 信义同样也赚钱了不是吗 市场部经理脸色铁青 演唱会要开始了 临时换歌很致命了 另一边的录音室 徐璐也看到了 助理带给他的最新消息 是公司内部的一个艺人群在讨论 有人还add他 问他怎么回事 徐璐一条条翻看着 看到有人说 秦宝宝的弟弟来公司了 他眼前一黑 旁边的经纪人气道 这怎么办才好 演唱会明天就开始 璐璐 你之前的歌就白练了 徐璐咬牙切齿 要是临时换歌 他这次演唱会基本就废了 演唱会可没有修音 实打实的本事 他这几天那么努力练歌 是为了什么 想到此 徐璐一头冲出录音室 打算去找秦宝宝算账 此时的公司聊天群里 吃瓜群众们都在热火朝天 聊着秦泽姐弟手撕徐璐的事 有很多人觉得 秦宝宝这样做太不理智 为了一个演唱会和公司叫板 以后还怎么在公司混下去 当然也有少数人赞同秦宝宝的做法 毕竟这是歌谁身上 谁都不爽 秦宝宝坐在沙发 一边吃着棒棒糖 一边兴致勃勃 刷着公司的聊天频道 李彦宏也在办公室 看完手机兴奋的说 宝宝 你弟弟真能干 太解气了 秦宝宝小得意 说我弟弟当然能干了 不过解气归解气 李彦宏也考虑到了后果 担心这样对秦宝宝的名声不太好 而且这件事后 就算有黄义聪罩着 公司不会公开指责 但别人肯定会透露出去 趁机抹黑秦宝宝 秦宝宝露齿一笑 让李彦宏别急 待会看他怎么表演 说着又叫李彦宏赶快去打印一份解约书 送到市场部那边签字盖章 这时敲门声响起 李彦宏开门一看是徐璐 他秒便扑克脸 嘲讽道 呦 徐大明星啊 这会儿不练歌 跑我们这里做啥 徐璐没空和一个喽啰计较 目光落在秦宝宝身上 立刻扬起一个明媚的笑容道 宝宝 突然间发生这档子事 你说你弟弟是不是太冲动了 徐璐嫉妒心很强 虽然是找秦宝宝算账的 但也不会无脑当着秦宝宝的面乐与相向 正所谓因人在后 人前没必要要舞扬威 出于同样的心理 秦宝宝也不会在此时要舞扬威 他资了一口棒棒糖 露出无奈笑容 徐璐真是抱歉哦 我弟弟性子很倔 不听话 哎 他从小就不听话 爸妈呢又溺爱他 我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姐姐醋眉无奈的表情 像极了一位温柔长姐 对弟弟的顽劣感到烦恼 徐璐心里恨得要死 脸上却不露声色 宝宝 你再去劝劝他吧 我知道演唱会的事让你不开心 但这是公司安排的事 徐璐也没法子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徐璐打算先稳住秦宝宝 度过这次演唱会 为此他来的路上 准备了一肚子的副稿 小只以情动之以理 奇料秦宝宝很爽快 说徐璐你放心 我一定说服他 我们这就过去 这倒把徐璐搞猛了 心想也好 先把这件事搞定 回头再买新闻抹黑他 趁着黄义聪没回来 血藏他一段时间 秦宝宝和徐璐 疯疯活活赶到市场部 路上迎着一蹴蹴 诧异的目光 吃瓜群众怯怯思语 秦宝宝怎么和徐璐走一起了 他俩不应该打起来吗 秦宝宝走进市场部 经理的办公室 特意不关门 看到市场部经理 在劝说秦泽 他生气的大声道 阿泽 你不是回家了吗 偷偷摸摸来这里解除协议 要不是公司有人在说 我都不知道你居然自作主张 秦泽和姐姐目光一触 多年的默契 让他瞬间get到心机姐的想法 秦泽一副无容置疑的语气 说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 你不必劝我 徐璐暗恨正要附和几句 忽然秦宝宝激动而悲怆的声音 不行 我不同意 市场部经理给吓了一跳 这声音 淒厉的好似丈夫 要把小三领回家的无助妻子 秦泽一拍桌子 你闭嘴巴 这回轮到徐璐下一跳 秦泽花了两秒钟 从温润的绵羊 变成暴墓的狮子 当初你说 公司作曲人没时间 我给你写歌 你说公司一人没档期 我给你做帮唱嘉宾 你要发单曲 我给你写歌 你说 公司希望运营我的歌曲 好 我二话不说的签字了 此时办公室外 十来个员工 齐刷刷盯着经理的办公室 看到里头跳脚的秦泽 听到了他的声音 可你又得到了什么 作曲人被抢了 帮唱嘉宾被抢了 现在连演唱会都被人抢了 你可走点心吧 就这破公司 还一心一意地为他们着想 今天不管怎样 我必须要解除协议 秦宝宝说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秦泽说 我就要这样 你滚一边去 秦宝宝说 我爱公司爱得深沉 秦泽说 这些事啊 原来秦宝宝一直被针对 这次好了 秦泽发怒了 有员工已经在群里 实施播报独家消息 群里的吃瓜群众才恍然大悟 原来解除协议 是秦泽自己决定的 原来秦宝宝一直被徐璐针对 原来是徐璐抢了秦宝宝的演唱会 秦泽是气不过 要为姐姐出头 他们还以为是秦宝宝 膨胀得罪领导了 原来一直是徐璐在搞事情 此时的徐璐 像吃了死苍蝇一般 脸都清了 他要还没看出 姐弟俩在唱双簧 那就太傻了 秦泽大吼一声 让姐姐不必再说了 协议他是一定要解除的 这口气不能忍 说完拂袖而去 秦宝宝在后面追 老弟你等等 老弟你别冲动 看着俩人远去 市场部经理默默关上门 瞧见鹅角青筋怒跳的徐璐 想说点安慰的话 又觉得没必要 这个协议他是必须要签的 因为当初就是他负责这事的 总不能让公司吃官司 这个责任他也背不起 返回办公室 秦宝宝开心的扑在沙发上打滚 刚刚真是太爽了 他忍了这么久 总算报仇了 那徐璐还天真的以为自己要帮他 笑了一阵后 他问弟弟 姐姐厉害不 秦泽佩服说厉害厉害 还特别能干 秦宝宝掏出一根棒棒糖 奖励给弟弟 挑自秦泽刚才演的 还不够精彩 不够气急败坏 表情不够真明 秦泽丢回去 让他自己吃 虽然他暂时帮姐姐出了一口气 但秦泽也担心姐姐之后的此境 俩人正说着 心意的一个小领导满脸堆笑的进来了 小领导唉声叹气 说这是怎么就闹成这样了 秦老师 你再考虑考虑 咱们合作的不是蛮愉快 你单方面撕毁协议 自己也亏 对吧 秦宝宝立刻附和 老爹 你再考虑考虑 秦泽斜眼 让他闭嘴 姐姐嗷一声 乖坐沙发舔棒棒糖 秦泽一副不耐烦的语气 说我看不出愉快在哪里 你们以后别来找我 我的哥 跟你们公司没任何关系了 顿了顿 他给对方一个屁腻的眼神 你觉得我缺钱 知道我的外号吗 小老头一愣 快枪手 秦泽这回真怒了 连他鼓声名号都不知道 你们心意这么欺负人 我不可能再和你们合作 小老头满脸堆笑 说不存在欺负秦宝宝 这是他们公司正常的工作调动 然后提出下星期 再给秦宝宝安排一次演唱会 秦泽心头冷笑 自己不动真格 你们就不知道 我姐姐上面有人试吧 敲打他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我会翻脸 以为有合同在 以为我姐姐资历钱 就能欺负他了 最后没能谈妥 小老头不悦地离开 另一边 几个公司高层 正在为秦泽的事开会 一个领导拍着桌子 怒斥秦泽不识抬卷 那么一丁点事 就跑公司来闹 还要解约 另一个领导也一脸不高兴 觉得年轻人太冲动 也不想想 秦宝宝以后在公司怎么做 当然也有领导 不赞同康诗安的做法 姐一拍桌子又开始商议 打算等黄总回来之前 先血藏秦宝宝一段时间 此时秦宝宝一脸满不在乎 说不好过就不好过呗 反正黄总回来 这些事统统不算事 秦泽当然不会信他 以他对姐姐的了解 就算黄一聪罩着 姐姐心里还是会有借地 他估计 姐姐应该是有离开的心思了 秦宝宝扭腰撒娇 感觉自己都被老弟摸透了 他的确是有出来担干的心思了 秦泽问他有详细规划吗 姐姐摇摇头可怜巴巴 说合同就是个问题 违约金赔不起 娱乐圈人脉也不行 明星朋友就那么几个 业内人士更是寥寥无几 秦泽表示 违约金的事他可以处理 但娱乐圈人脉 目前是真心没办法 秦宝宝也一脸忧伤 看姐姐如此 秦泽一拍胸脯 说让姐姐再等他一段时间 等他有更多钱了 就花钱砸出一个人脉 秦宝宝顿时感动的稀里哗啦 搂着弟弟的脖子 在他脸颊巴唧一口 给盖了个章 秦泽指了指自己的嘴 表示这里也要盖一个 秦宝宝脸蛋微红 有点害羞 毕竟在公司呢 秦泽说 我的脸已经免疫你的奖励了 秦宝宝咬了咬唇 说那就一下下 秦泽有点怂的闭上眼睛 秦宝宝松了口气 被老弟盯着 他也有点尴尬 姐姐正要给秦泽盖章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李彦宏看到办公室的景象震惊了 他看到了什么 秦宝宝夸坐在弟弟腿上 还搂着脖子 秦宝宝正要给弟弟盖章 谁知被经纪人李彦宏撞见了 0.1秒后 秦泽编好了剧本 他哀悠一声 说我的眼睛惊灰了 好痛 你帮我吹出来 秦宝宝也在0.1秒内 收到了弟弟的剧本 说你别乱动 姐帮你瞅瞅 姐弟俩娴熟的演技 成功骗过了李彦宏 并顺利转移注意力 李彦宏把解约合同放在桌上 表示已经办妥了 秦宝宝和心意闹不愉快的消息 就被某个没节操的小编 在网上写了出来 秦宝宝的微博 瞬间涌来一大批徐露的粉丝 各种叫嚣怒骂 然后秦宝宝的粉丝怒喷反击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为此秦泽还特地给姐姐打了个电话 秦宝宝一副很有自信的样子 说你放心 我已经让陆侍郎写好文章了 他会帮忙联系网媒 秦泽这才放心 夸了一句 姐姐真能干 正要挂电话 突然一愣 什么入市狼 哪知姐姐迅速把电话给挂了 姐姐的事秦泽都很上心 违约金他赔得起 但如果组建工作室得重新大班底 而且混娱乐圈 人脉很重要 毕竟你要有渠道接活 这方面秦泽是两眼一抹黑 他记得陪南曼搞过一个经纪公司来着 不过扑街了 他打算改天问问情况 如今秦泽的宝泽投资已经经费西比了 上次拉到三个亿 让他直接起飞 公司人数也增加到三十人 还招到了一个漂亮前台 是个说话嗲嗲的上海小姑娘 每次秦泽上班 他就会嗲声嗲气说 秦总早 秦泽下班又嗲声嗲气说 秦总再见 虽然小姑娘在外头是妥妥的女神 但在秦泽这里 只能给个七分刚及格 张牙都有八分呢 下午三点 股市收盘 秦泽开始关注姐姐的微博 双方粉丝丝的很激烈 刚开始因为徐璐有水军助阵 所以略胜一筹 但在一篇文章出来后 舆论风向立马变了 文章的标题非常高能 叫秦宝宝和徐璐翻脸的背后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有着让人情不自禁点开的魔力 文中称 有不知名员工透露 深于体育馆演唱会 原本属于秦宝宝 后来不知何种原因 换成了徐璐 秦宝宝弟弟秦泽知晓后 跑到心意大闹一场 据他所说 从我是歌星节目开始 秦宝宝一直受到不公平待遇 直指徐璐打压新人 包括这次演唱会 也是徐璐暗中使伴子 文章末尾 还有一段视频 正是秦泽和秦宝宝 上午在市场部经理办公室 发生争执的视频 不久后 各种爆徐璐黑幕的文章 在网络媒体中出现 通过咨询各种推送传播 秦宝宝的粉丝士气大涨 转手为攻 把徐璐粉丝对得哑口无言 秦泽给姐姐发了条信息 可以啊 漂亮的反击战 秦宝宝插腰大笑的表情 说那是 以前姐姐是小萌新 不懂娱乐圈的门门道道 现在是老司机了 乃能继续被徐璐坑 我早防备他这一首了 秦泽泽泽两声 夸那篇文章写得不错 标题清新脱俗 摆脱了震惊党的智骨 是小边界的一股清流 秦宝宝哥哥直笑 说那是王子晶写的文章 他笑了半天 太有意思了 秦泽噎了一下 竟然是子晶姐写的 果然文笔老练 杀鸡暗藏 黑的内敛 黑的天衣无缝 魔网媒公司 王子晶打了个喷嚏 这时 他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来电 显示地区北京 打电话的是他小时候的一个玩伴 叫赵铁柱 原名赵彪 说起王子晶小时候的事迹 可以写成一本书 名字叫 女版坏蛋是怎样练成的 或者赴黑大小姐引领风骚 王子晶很小的时候 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住在军区大院 那里有很多军属区的孩子 赵彪就是其中之一 小时候的赵彪虎头虎脑 在孩子群里属于混世魔王 没事喜欢掀小姑娘的裙子 军属区里 有很多小姑娘都被他掀过裙子 有一次他掀到了王子晶头上 王子晶没像其他小妹子那样 哇哇地哭 只是在第二天 趁着赵彪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 他把事先准备好的胖刺 塞进赵彪书包里 然后跑回家 在房间里把胖刺一脱 哇哇哭着找爷爷 控诉赵彪的恶行 爷爷当场炸了 拎了一把红星五四 就杀向赵彪家 当天晚上 赵彪的惨叫声 持续了整整一夜 简直听着伤心 闻者落泪 当时王子晶九岁 自那以后 赵彪就心甘情愿 给王子晶当马仔 成为了女王坐下的忠实弹将 而王子晶统治军属区的 宏图大业也就此开始 他无视自通了借刀杀人 和以多欺寡战术 在以栽赃陷害 握人把柄的方法 频频打报告 借家长之手 教训某些难堪的骨头 张灵的哥哥张明成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心 被王子晶俘获了 与赵彪并称二虎将 当时比较跳的那一撮孩子 都被王子晶整治过 把柄都被他捏在手里 后来很多孩子 随着父辈的调职 逐一离开大院 但王子晶对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 若干年后 仍然忍不住骂一声黑了心的 赵彪是来护士出差的 顺便约王子晶吃个饭 王子晶本想拒绝 但听到赵彪说 想在股市插一脚 他心里一动就答应了 于是晚上吃饭 他把秦泽一起拉了过来 看到秦泽 赵铁柱一副大佬 嚣张姿态哼哼道 你就是秦泽 也没长三头六臂吗 除了比我帅一丢丢身材好一丢丢 没见有多大魅力啊 其实自那天张灵回到京城后 秦泽的名字 就在京城某个小圈子传开了 赵铁柱也简单查过秦泽的背景 秦泽朝大佬点点头 说了声你好 但大佬不搭理他 王子晶很体贴地 为秦泽打暖场 并在桌下踢了赵铁柱一脚 赵铁柱夹了口菜 说你的事情呢 我多少听过 血格很厉害 是那啥块枪手对吧 炒股听说也不错 但没亲眼见证 对了 你还有个贼水灵的姐姐 说着他挑衅般地看了秦泽一眼 表示严格来讲我们是情敌 我是紫禁小学时代的男朋友 不过现在不是了 段位没赶上被淘汰了 但目前还在努力争取中 王子晶没解释 盈盈秋波凝视着秦泽 想看看他怎么回应这件事 秦泽好奇问他 认识一个叫张明成的家伙呢 赵铁柱点点头 说认识 发小 秦泽说 那你能先把张明成那家伙淘汰掉吗 赵铁柱一听不服气了 难道自己不帅 竞争力没那家伙强 王子晶叹了口气 让两人别闹了 他也有点无奈 小吃饶有时候傻不拉稽 有时候却精兵得很 赵铁柱还在标谢 说我没闹 我哪点不如这家伙 是二指禅修炼不到位 还是不如他巧舌如簧 秦泽憋着笑 说因为你的名字 光是你这名字 在紫禁姐心里 已经打入十八层地狱了 从小一起长大的赵铁柱 也领悟到了 但依然不服气 表示自己还有个大名叫赵铁 秦泽心说 赵铁和胖虎有区别 赵铁柱看王子晶 王子晶不好意思说的太直白 委婉说你大名其实还好 很有安全感 赵铁柱明白了 惨痛的明白了 是说他像那种左青龙又白虎 满脸横弱的路人假释吗 是这个意思吗 原来自己才是个外人 说好的配合他演戏 小翔好意来 胳膊肘就往他那边拐了 秦泽陪着赵铁柱插磕打混聊天 这赵铁柱既然是紫禁姐的发小 想必不是官二代 就是狗大户 他明白 这是紫禁姐在给他介绍人脉关系 其实秦泽不需要什么内幕消息赚钱 因为他有系统相比什么内幕消息 他更看重结交狗大户 饭吃到一半酒喝了不少 秦泽起身说去上厕所 他一走 赵铁柱露出难得的认真表情 问王子晶 真打算和他发生点不可描述的关系 王子晶说正经的男女朋友关系 怎么就不可描述了 说完又悠悠一叹 表示八字还没一撇呢 赵铁柱愕然了 啥意思 火候没到 王子晶一脸忧怨 喃喃自语 说差远了呢 家里有一尊醋坛子 外面有一个妖艳见火 个个都棘手得很 家里那个倒是不足为虑 不存在实质威胁 倒是外面那只泰迪有点悬 长得还不赖 另外那个裴南曼也需要警戒 赵铁柱听他自言自语 一脸猛逼 咋回事 怎么我紫晶姐的情路 听着竟如此坎坷 发气得直拍桌子 不明白他紫晶姐 到底喜欢这小子哪里 人是蛮帅 但你王子晶要是喜欢帅哥 双手双脚都跳不过来 那就是气质了 拜托 这小子毫无气质可言 会赚钱 他紫晶姐会缺钱吗 血哥 旁门左道 丝毫没有吸引力 别说张明成 他都咽不下这口气 凭什么呀 王子晶有些茫然 他也很困惑 自己究竟喜欢秦泽什么 只是觉得和秦泽在一起 很轻松很快乐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和秦泽 总有股天然的清静感 这大概就是天生八字相合吧 赵铁柱难以置信 这就是传说中的 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他不甘心 打算待会再试试秦泽 给他紫晶姐把把关 看到秦泽上厕所回来 铁柱又拿出 遇到关面上的麻烦 他来解决 秦泽只要跟着屁股后面 他吃一口肉 就给秦泽一口汤 作为报酬 秦泽还要给他10%的收益 赵铁柱很满意 自己的这波嘲讽 他看见秦泽憋着火气 强颜欢笑的样子 心里期待着秦泽翻脸 这样就能让他紫晶姐看看 这就是你选出来的男人 然而秦泽笑得很真诚 说多谢铁柱哥了 铁柱哥以后多多关照 赵铁柱有种一拳 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他让秦泽把嫉妒报表给他看看 既然答应紫晶了 他也不在乎秦泽公司 目前的盈利状况 心想差一点就差一点吧 反正以后听他指示就好 要不是看在紫晶的面子上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 他才不会给这小子 秦泽拿出一份文件 说自己私募公司 成立不到一个月 没有嫉妒报表 这是他让人会总出来的 这半个月的盈利情况 赵铁柱猛了 感觉自己被套路了 弄啥子了 一个新生的公司 你能有多少资金啊 就算他铤而走险 给秦泽一堆PY交易 你得累积资金 到什么时候才能起飞 到时候牛市早过了 他扭头看王子晶 王子晶点头 肯定了秦泽的话 赵铁柱叹了口气 没去接半个月报表 千山万水总是情骂 他就当是宋子晶一个人情了 秦泽老尴尬了 虽然他不拒绝吃软饭 但兄台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这不是强行为他软饭吗 他正要收回报表 王子晶接过 递到赵铁柱面前 让他看看 发小都这么说了 赵铁柱不好拒绝 翻开报表看了一眼 目光顿时凝住 报表上有十几个项目 清晰地写着盈利情况 赵铁柱自然不会逐一细看 他只是扫了一眼 总资金和盈利总额 他看到了什么 5亿左右的总资金 半个月盈利率 63.8% 半个月盈利超过3亿 赵铁柱猛逼了好一会 两久 他看向秦泽 问你上面已经有人了 秦泽摇头 说你是第一个在我上面的人 还是看在紫金姐的面子上 赵铁柱不相信 怀疑这报表是假的 王紫金拿过来看了看 批评道 大半个月 你就赚了这么点钱 秦泽满脸羞愧 说是最近事情多 精力分散了 下个月他一定好好努力 王紫金不悦道 业绩下滑这么严重 混蛋 给我认真点对待啊 秦泽再次羞愧 表示下个月 自己一定努力争取翻三倍 赵铁柱满脸问号 他们在说什么 完全听不懂啊 好厉害的样子 确定不是吹牛吗 王紫金见效果很好 满意的笑了 问他 你知道最近很流行的 赵铁柱点点头 对秦泽开创的网络热词 他还是了解的 王紫金笑咪咪 说他四百万的资金 十倍杠杆 一个月赚了一个亿 罕见的 赵铁柱有种 我龙傲天服了的无奈感 但他心里酸溜溜的 虽然龙傲天服了 可赵日天还没服啊 他秀了一下自己的二头鸡 说男人会赚钱当然最好 可能给女人安全感的 还是发达的肌肉啊 王紫金看着发小问 所以你要和他单挑 秦泽大概猜到了他的心思 笑道 老哥这话我同意 给女人安全感的是肌肉 给女人幸福感的 还是肌肉 我敬老哥一杯 说着他端起酒杯 赵铁柱没端酒杯 老神在在的看他 这时 酒杯忽然咔嚓一声 裂开猪网般的裂缝 赵铁柱王紫金 奇奇一愣 秦泽面无表情 把出现裂缝的 后底锅里杯放一旁 用骨瓷茶杯盛酒 举杯的时候 又一声咔嚓 骨瓷杯也裂开了 这回赵铁柱看清了 杯子不是质量问题裂开的 他清晰地看见 秦泽握杯的手骤然发力 肢骨紧绷轻轻爆起 然后杯子裂了 秦泽唉声叹气 说这酒看来是喝不成了 赵哥 我们还是来过几招吧 赵铁柱猛地站起来 端起酒杯一口干 延续道 男人就该在酒桌上叱咤风云 刚才赵哥开玩笑 想了想 不保险 又连干三杯 秦泽笑了 这就对了吗 一顿饭吃到晚上七点半 秦泽和王子晶 在路边打了辆低市 好歹也是身价过亿的大佬了 参加完应酬 出行工具 竟然是出租车 这让秦泽升起了买车的念头 王子晶说了句不好意思 他这朋友就这性格 其实挺仗义的 秦泽点点头 表示比张灵好 提到那丫头 王子晶小脸垮下来 他不做大哥好多年 威严已经不如从前了 哪天回京城 一定要修理那丫头一顿 王子晶在心里默默补充 阿泽 我的朋友 可能以后都不会太和善 如果他做他女朋友的话 如果他俩真的走到那一步 王子晶不用想都知道 王家肯定不会喜欢这个女婿 他那些朋友多半也会富费 赖蛤蟆吃了天鹅肉 秦泽和王子晶回到家 进门前 王子晶忽然说自己扭到脚了 想让秦泽背他进去 但凭秦泽对子晶姐的了解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 背我回家就好的事 再凭他对姐姐的了解 这会儿肯定坐在沙发上 一脸不高兴的等他们回家 所以秦泽果断拒绝了 王家小姐姐的要求 掏钥匙开门 果然客厅里 姐姐大马惊刀的端座 看着自己黑了心的蛆 和入侍郎双双把家还 秦泽庆幸自己的机智 他要背王子晶回家 姐姐的小脸就不是面无表情 而是黑成锅底 哟 约会去了 秦宝宝阴阳怪气 是啊 玩得蛮开心的 对了 宝宝你吃过晚饭吗 没吃就点外卖吧 我们没给你带 王子晶笑咪咪 秦宝宝没闹脾气 因为小吃老和他说了 逝去见朋友谈胜意 但无形之中 客厅里还是有一股诡异的气氛 秦泽看到了两位姐姐对视时 杀鸡暗勇 感觉要玩 王子晶心想 这死地控 吃个饭也要贯畜 举步为奸 秦宝宝心想 这入侍郎已经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了 压力山大 秦泽假装若无其事 按遥控器换台 随便选了一部古装剧 好死不死是一部公斗剧 王子晶眼珠子一转 笑音音道 阿泽 那家店的菜蛮好吃的 下次我们找机会再去哦 秦宝宝立刻楚楚可怜的眼神 投向弟弟 柔美眼波藏着委屈 秦泽就说 只是谈一笔生意 改天再去吃 我们一起去 王子晶暗骂一声猪队友 姐姐就朝王子晶 投去挑衅的眼神 王子晶早就知道 对付这个死地控 寻常手段不行 必须要憋出一个 见血封喉的杀赵 秦泽问 紫晶姐要不下星期去 王子晶面无表情 说别叫我紫晶姐 当年那个王子晶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叫扭咕噜紫晶 第二天 秦泽照常来到公司上班 坐在自己的办公室盯着股票 中午的时候 苏玉提精致的外卖餐进来 与总裁共进晚餐 秦泽跟他说了下赵铁柱那时 苏玉没说什么 只是提醒秦泽别玩脱了 对于这点 秦泽当然自有分寸 苏玉忽然问他 晚上有什么安排 秦泽说要陪姐姐看电影 苏玉嗷了一声 有些失望 下午三点股市收盘 秦泽离开公司 他经常这样 一般不会在公司多待 上班时间就是股市开盘收盘时间 往常这个时候 公司就只剩下苏玉替他手着 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只有他一个人翻阅文件的声音 然后默默工作到下班 回到他孤独的小窝里 但今天有点不一样 因为今天是苏玉的生日 本来他想问问他 有没有时间的 有空的话出去吃个饭 也不用多么隆重 简单庆祝一下 他就已经很开心了 可他要陪姐姐们看电影 没空陪他一个路人甲 天渐渐黑了 苏玉站在落地窗边 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车流 不仅有些羡慕 因为他们都有着明确的目的 迫不及待回家和家人在一起 他也给裴南曼打了电话 但裴南曼要修理那个 又来纠缠他的前夫 所以也没空陪他 苏玉感觉好没意思 正打算下班回家吃鸡 这使他手机响了 打电话的是他父亲苏童 自从苏玉离开距离后 父女俩关系冷淡了许多 但苏童偶尔会打电话 询问女儿近况 苏玉就和自己老子吹牛皮 说跟着古神混 日子别提多滋润 一个月转意 就问你怕不怕 苏童的声音很和蔼 让苏玉晚上回家吃饭 女儿的生日他一直记着 这一刻 苏玉毫无征兆地红了眼圈 像是漂泊在外的浪子 收到了母亲从远方寄过来的家信 所以苏玉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苏玉开车 来到父亲和那个女人的家 许是知道苏玉要来 苏家的铁衣大门敞开 别墅灯火通明 苏玉停好车子 拎着包包面无表情 走进别墅 此时苏家二楼卧室里 苏昊正和母亲说话 苏母心里酸溜溜 没想到那个死丫头 出去自立门户 竟然给她混得风生水起 苏昊也是满心嫉妒 不知道给她走了什么狗屎运 要说苏昊为什么恨苏玉 全因她这个妈给她耳濡目染 从小苏妈就对苏昊说 那个死丫头将来要抢你的家产 那个死丫头就是我上辈子的仇嫁 那个死丫头 那个死丫头 此时苏妈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自己这儿子真是一点出息都没有 他爸已经辛辛苦苦给他铺了路 他呢 一家公司都经营不好 如今董事会都不赞成苏昊做总裁的位置 就算有他爸福都没办法 而且总公司投了这么多钱在剧里 苏昊却没有做出成绩 前些天股东会议上 很多股东都在要求撤资 苏昊被母亲说得满脸尴尬 苏妈叹了口气 没办法 谁让这是她唯一的儿子 不能就这样不管 所以她把主意又打到了苏玉头上 她听苏彤说 那死丫头公司业绩优秀 才半个月时间 盈利就60% 那死丫头得意的都翘尾巴了 所以她想着搭一搭苏玉的顺风车 让苏昊把业绩做出来 这样苏彤才好在董事会上替苏昊说话 苏昊也是眼睛一亮 觉得这主意不错 就是她担心苏彤会不会同意 毕竟这次只是苏彤请女儿回来过生日而已 苏妈眼里闪过奸诈的目光 让苏昊别担心 待会儿看她怎么表演 饭桌上 一家四口入座 开始享用精心准备的晚餐 苏彤很是高兴 难得一家四口聚在一起 苏妈更难得的没有冷嘲热讽 所以她不知不觉就喝了半瓶茅台 苏玉担心父亲的脂肪肝 让父亲少喝点 苏彤压压手 说今天闺女生日 我高兴 苏彤清秀的脸蛋终于展露笑容 她最渴望 最渴望的东西 就是父爱和母爱 是有个人把她放在心上 这时苏妈忽然问苏彤 最近是不是和朋友合伙 开了一家投资公司 而且业绩还很不错 苏彤醋眉 心里顿时警惕起来 不嫌不淡地说了句还行 苏妈顿时把苏彤一顿夸 然后又唉声叹气 把苏昊一顿扁 苏彤不想聊这个 谦虚地说 只是搭了秦泽的顺风车而已 苏彤脸色不太自然 因为秦泽这匹千里马 就是在她手上脱僵的 苏妈一言不合 就打起了亲情牌 让苏彤以后 多多关照苏昊什么的 苏彤沉默不说话 说着说着 苏妈妈终于露出狐狸尾巴 说是想投资苏彤的公司 苏彤皱眉 今天是她给女儿过生日 不想让苏妈谈这些 但苏妈不依不饶 一脸哀伤地说 昊虽然没出息 但毕竟是苏家唯一的男丁 要是以后不能接替你的位置 她在公司该怎么做人 指不定多少人在背后嘲笑她 苏妈这话 一下就戳到了苏彤的痛处 苏彤看向女儿 苏彤打心底厌恶这个女人 但今天父亲给她过生日 她不想和这女人翻脸 所以淡淡地拒绝了 苏昊张嘴想说些什么 但被她母亲瞪了回去 苏妈妈一脸悲伤 说玉儿还是不肯帮你搁 是不是妈哪里做得不好 得罪玉儿了 看着这女人演戏 苏彤一脸冷笑 问她想投多少钱 拿多少股份 苏妈妈眼中喜色一闪 说这钱走距离的账 算公司的投资就投一个亿 然后拿50%的股份 你看怎么样 苏彤笑了 一个亿就想要50%的股份 你在想屁吃 要不股份都给你 我替你打工好了 苏妈妈很有谈判技巧 刚是故意抬高要求 好还价 她现在反问苏彤要多少合适 这样一来 苏彤就落入她套里 现在讨论的不是能不能入股 而是入多少合适 苏彤痴笑一声 说一毛都没有 苏妈妈一愣 悲从中来 说你看吧 她还在为当年的是怄气吧 愿我把她妈妈逼走 我是个不要脸的小三 苏妈妈说着说着 就哭起来 苏昊在旁安慰 目光还不忘狠狠瞪一眼苏彤 苏彤脸色铁青 苏妈这话可扎心了 当年是她离的婚 是她把外面的女人接回来的 她心里的天平 立马倒向了母子俩这边 带点父亲命令的语气 让苏彤帮苏昊 距离那边头一个亿 要20%的股份 苏彤说你公司刚起步 有投资为什么不要 把当年为了拉投资 到处奔走求人 不知不觉的 一家三口统一战线 压力一下子全在苏彤这边 灯光明亮的大厅 香气肆意的晚餐 原本温馨和谐的气氛 忽然间消散无踪 恍惚间 红年的记忆在心里翻江倒海 浮光掠影般的傻过 母亲决然的离开 后妈厌恶的眼神 私生子辱骂她的言辞 还有父亲的偏心和漠视 苏彤忽然明白了 不是她做得不够好 不是她不够优秀 从父母离异的那天起 她的家已经支离破碎 苏彤深吸一口气 与其很平静 说阿姨 你这儿子确实没出血 没出血到爆了 有这么大的公司在背后撑着 愣是被她玩砸了 我为什么要答应入骨 再让她来指手画脚 让她来搞砸我的公司 我告诉你 做梦 苏妈妈大怒 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就是你的态度 你还想不想回这个家了 苏彤看向父亲 父亲也是怒瞪着她 苏彤很失望 对父亲说 这顿饭她吃得不开心 以后没事 别再叫她回来了 苏彤说完 起身拎起沙发上的包包 头也不回地走了 灯后是苏彤拍桌子的巨响 以及后妈的咒骂声 法拉利飞快窜出别墅 窜出小区 在路边停下来 苏彤趴在方向盘上 哽咽着哭了一顿 她回到自己的公寓 已经是晚上八点半 苏彤心里空落落的 今天是她的生日 一个可笑的生日 电梯到了 苏彤走出轿箱 作为老板 她本想体贴下员工 但员工不知道去哪鬼混了 害得她在门口蹲了两小时 主要也怪她 苏彤问她晚上有没有时间 她装傻 主要是想给她一个惊喜 谁知她心匆匆买了蛋糕 来到苏彤家 结果人家根本不在家 为了不白费这个惊喜 于是就在门口等啊等 从晚上六点半熬到八点半 秦泽掐灭烟 颤巍巍站起身 忧怨地问她死哪去了 苏彤眨巴着明眸看着她 目光落在她脚边的大蛋糕 我一直记着的 不是想给你惊喜吗 谁知道你下班不回家 听到秦泽说一直记着的 苏彤内心深处某个地方 小小触动了一下 她掏出钥匙去开门 可不知为什么 钥匙怎么也插不进钥匙孔 努力了几次 手颤抖着 然后肩膀跟着颤抖 速速抖动 秦泽轻轻按住她的肩膀 目光柔和 说哭吧 女人哭吧哭吧 不是罪 苏彤挖一声哭出来 把头靠在秦泽肩膀 一边哭一边哽咽说 今天我生日 他们还要我送股份 他们肯定不是真心的 太过分了 不用猜也知道 苏彤口中的他们 指的是家人 按说人家的家事 不关秦泽的事 可他还是感觉到了愤怒 这偏心偏到大洋彼岸去了 苏彤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像要把十几年的委屈 统统发泄出来 秦泽无奈 只好接过钥匙开门 扶他进屋 秦泽打开蛋糕 插蜡烛之前 他犹豫了 好奇问他是过虚岁 还是周岁 苏彤眼圈红红的 看着28和26四根蜡烛 只觉得好刺眼 好心塞 想了一会 他把8和6丢掉 留下两根22 插在蛋糕上 甜甜笑着 女人都爱自欺欺人 习惯就好 秦泽掏出打火机 点上蜡烛 让他许愿 许愿之前 苏彤拿起手机拍了个照 连带着秦泽一起拍进去 然后他闭着眼睛 在秦泽唱着生日歌的声音里 许了个没人知道的心愿 苏彤舔着奶油蛋糕 小心翼翼问他 难道就没有生日礼物吗 秦泽一愣 心说我都买蛋糕 帮你庆祝了 你还想怎么样 生日礼物没有 也帮你要不要 苏彤用小妈儿窃窃的眼神 看着秦泽 说自己好多年没收到礼物了 秦泽可耻地被打动了 他问苏彤要了法拉利的钥匙 说等我一下 然后匆匆出门 没过多久 苏彤收到秦泽发来 让他下去帮忙的一条信息 苏彤跑下楼时 看到法拉利停在楼下的空地上 车边摆着很多红玫瑰 那家伙蹲着 用打火机一根根地 融着白蜡烛的底部 然后把它们竖起来 秦泽本想学网上那些大佬 但他发现 布置这玩意挺耗时间 估计等他布置完 苏彤都睡着了 没办法 他只能让苏彤下来一起帮忙 苏彤眼中闪着小小的雀跃 问自己要怎么帮 秦泽让他按自己画的形状 把玫瑰摆成一个星形 苏彤应了一声 捧着玫瑰 开始帮忙布置自己的生日礼物 半个小时 他俩终于摆好 夜色深沉 寒风凛冽 蜡烛在风中晃动 闪烁着星形般的光运 星形的玫瑰花 包围着生日快乐似的大字 苏彤漆黑明亮的毛子里 迎着跳跃的烛光 他扭头 看见大冬天出了一身汗的秦泽 叶峰了起他的秀发 迷离了他的毛子 就在这么一瞬间 他好像喜欢上了一个人 泪水不由夺眶而出 这是他收到过最好的生日礼物 时间是晚上9点45分 秦泽给了苏泰迪一个难忘的生日 收拾完蜡烛和鲜花 秦泽就打算告辞了 不是他不想继续和苏泰迪深入交流 而是他和姐姐们说在公司加班 所以不能太晚回去 否则多疑的姐姐们 会认为他在喝花酒什么的 苏彤眼里满是不属 说要送秦泽回去 但秦泽没让他送 说是自己打车就行 看着秦泽离去 苏彤的心情就像烟花盛开后 格外落寞 他回到自己的安乐小窝 找出很久没写的日记本 写道 今天生日 他给了我一个难忘的夜晚 心情有些激荡 喜欢 和上日记本 苏彤犹绝不满足 激荡的情绪不发现 晚上就容易失眠 于是他点开手机屏幕 点进群 把生日蛋糕的照片传上去 还有玫瑰星形 以及飘摇的烛光 然后配上开心两字 几分钟后 王子晶回复 呵呵 秦宝宝回复 呵呵呵呵 裴南漫没说话 此时此刻 他已经在教训他那个烦人的前夫 出租车里 秦泽凝视着手机屏幕 感觉自己从里到外一寸寸实话 心拔凉拔凉的 他耳边仿佛听到了系统的提示 丁 王子晶好感度暴跌50% 秦宝宝怒气草宜满植 还有30分钟抵达战场 他想向系统求救 但系统仿佛失联了一样 11月15日 今天秦泽的状态很糟糕 早上起床没看见子晶姐 他一个人默默跑完晨练 他给姐姐们带了早餐 但姐姐们都没吃 心好累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11月16日 秦泽依然独自晨跑 独自吃早餐 独自吃晚餐 今天徐璐在网上被喷惨了 因为演唱会后半段出现了失误 姐姐似乎还买水军 黑了他一波 秦泽想趁机找姐姐搭讪 夸赞他 但姐姐没理他 看他的眼神仿佛在看咸鱼 11月17日 秦泽已经三天没和姐姐们说话了 如今姐姐们看他都像看条咸鱼一样 他甚是想念姐姐的洗面奶和剪刀脚 他准备去买个搓衣板 跪到姐姐们原谅他 11月18日 秦泽终究还是没买搓衣板 毕竟他也要面子的 今天他公司大赚 盈利颇丰 苏泰迪提出想和他共进晚餐 但被秦泽狠狠拒绝了 他现在都恨死苏泰迪了 11月19日 秦泽今天在客厅偷听到姐姐们在房间说悄悄话 姐姐们似乎要买房子了 好像要丢下他搬走的意思 11月20日 秦泽了解到姐姐首次拍的片子好像出了点问题 名字叫《血战护士滩》 据说有资金方突然撤资 搞得剧组很捉急 到处拉投资 拍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秦泽打算投资他们剧组 但这件事他打算先瞒着 让苏泰迪出面 等剧组考察他在现身 给姐姐一个惊喜 毕竟姐姐最好哄 秦泽打算先把他攻略 这天 松江影视乐园 《血战护士滩》剧组正在拍着戏 这部戏男主角顾正宇 国内一线影星 34岁 相貌堂堂 拍过很多优秀电影 15年拿到影帝奖 算是把他推到了 演艺生涯的巅峰 不过近两年有些沉寂 大抵就是盛极而衰的规律了 作为男主角 顾正宇很关心剧组的资金问题 问导演今天资金方会不会来 剧组其他成员也看向导演 如果筹不到资金 这片子会因为缺钱各种删减 变成粗制滥造的铺接剧 导演自信满满 说已经联系好了 中午资金方就会来剧组考察 如果没问题 当场就能签合同 剧组成员很高兴 他们剧本是一流的 演员也是一流的 觉得资金方肯定会满意 龙套演员也很高兴 纷纷要求中范要加鸡腿 导演让他们滚犊子 中午最多加个荷包蛋 秦宝宝和经纪人李彦宏也在剧组 按理说明星拍戏 经纪人通常不会常驻剧组 顶多偶尔来几次 但李彦宏照看秦宝宝 就像照看自己的女儿 时时刻刻都要跟着 此时 秦宝宝正在被台词 揣摩角色的灵魂 他演的是一个风尘女子 举手投足之间 需要有一股成熟女人的韵味 和风情万种 还要有点小浪荡 疫情是这样展开 男主在一次大佬的聚会中 迫不及待的人前显胜 于是得罪了某位大佬 大佬便派小弟干掉他 男主就举起四肢枪啪啪反击 但因为寡不敌众 逃进了某位红牌姑娘的闺房 红牌姑娘叫云烟 正是秦宝宝饰演 此时云烟正光溜溜坐在浴桶里沐浴 当然 这里由秦宝宝的替身演员来演 主角闯进来 拿着枪顶着云烟姑娘的脑袋 威胁她别发出声音 然后主角钻进云烟妹子的浴桶 靠着主角光环躲过来搜查的人 逃过一劫 第一段剧情结束 导演让在场的人休息十分钟 然后开始第二段剧情 导演笑容满面过来 问秦宝宝准备的怎么样 秦宝宝笑着表示没问题了 于是第二段剧情开始 自从云烟救下主角 两人就结缘 主角每次受伤 或者空虚寂寞冷的时候 就会来照顾云烟的生意 一来二去 两人就成相好 第二段剧情 就是他们第一次展开友好交流 男主角坐在房间里喝着闷酒 然后秦宝宝穿着旗袍 连部款款走过来 坐在主角对面道 哟 小哥接儿格外寂寞 晚上人家 还没等秦宝宝 把台词说完就被导演叫停 导演让秦宝宝 表情不要那么僵硬 然后又开始第二遍 到这段的时候 最后还是叹息一声 让休息五分钟 顾正宇也不耐烦了 一个小镜头都要拍这么久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于是他就要求导演改剧本 或删戏 导演立刻安抚 没办法 一线大咖的男主角 必须得哄着 秦宝宝看他一眼 没说话 导演很想把演员的自我修养 拍在秦宝宝头上 想了想 换得错词 问秦宝宝有没有男朋友 秦宝宝一愣 不知为何 心虚了一下 导演觉得这么问有点猫眉了 于是又问秦宝宝 有没有喜欢的人 秦宝宝脑脑海里 就不自觉地跳出一张 最近格外贤弃的脸 导演就让秦宝宝 在说台词的时候 脑补一下 坐在对面的是他喜欢的人 于是第四遍开始 秦宝宝调整心态 心里反复念叨着 喜欢的人 喜欢的人 然后脑子就跳出秦泽的脸 但现在秦泽是他最讨厌的人 所以他直接让小赤老滚犊子 于是 他又开始脑补喜欢的人 喜欢的人 秦泽的脸又跳出来 没办法 谁叫秦宝宝活这么大 比较亲近的男人 就他老弟一个呢 算了 勉强把他当对象吧 秦宝宝坐在男主角对面 脑子里想着自家黑了心的渠 仿佛是中了催眠树一般 他一下子卸去了戒备和尴尬 笑音音道 哟 小哥今儿格外寂寞 晚上人家陪你共度凉宵如何 他心里想着 如果对面真的是老弟 肯定一边激动 一边矫情的 让他死一边去 这么想着就觉得有趣 秦宝宝不自觉奄然一笑 这一笑 把对面的顾正宇给看呆了 导演咔一声 兴奋地比了个大拇指 完美 当然秦宝宝的戏还没完 总共15分钟 分别是初见 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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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江自尽 没办法 他在戏中演的 就是这样一个悲情的女 接下来是吻戏 秦宝宝坐在椅子上没动 由替身演员上场 但郭正宇忽然指着秦宝宝 对导演说他不能用替身 他用替身 自己就没感觉 演不出来 乍一听 简直是不要脸 但剧组人员 包括导演在内 都不觉得有毛病 他们觉得 演员永远要以拍戏为核心 在拍戏面前 一切都是土鸡娃狗 于是导演就劝秦宝宝亲自上场 但被秦宝宝果断地拒绝了 旁边的郭正宇没好气 说演员不就是为了拍戏 这个不拍那个不拍 那当什么演员 秦宝宝懒得和他争论什么 于是这个时候 就需要经纪人强势出场 李彦宏表示 我们宝宝本来就是歌手 导演还想再商量商量 但李彦宏寸步不让 因为这是本来就事先沟通好 秦宝宝不会演床戏和吻戏 事先说可以找替身 秦宝宝才接的 导演尴尬 扭头看男一号 郭正宇耍无赖 说秦宝宝不亲自上 他就是没感觉 演不出来 说完他往椅子上一坐 老神在在地喝起茶来 秦宝宝醋眉 觉得这人太讨厌了 以前看他演电视剧 他还觉得这人挺不错 李彦宏说 这人就是个戏吧 经常擅自改剧本 要求加戏等 有女艺人还在综艺节目上爆料 说这人拍吻戏时 经常伸舌头 秦宝宝震惊了 没想到这人居然比自家 黑了心的去 还无耻 李彦宏很奇怪 怎么宝宝最近老说 他递坏话 难道是吵架了 眼看双方僵持 导演感觉有点作辣 倘若他是著名导演 一大嘴巴子飞过去 管你秦宝宝还是郭正宇 但他不是 他只是个拍了几部烂剧的 不知名导演 还想着仗这部剧 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呢 两害相权取其轻 导演选择站在男一号这边 再次苦口婆心的 劝秦宝宝亲自上场 秦宝宝目光转悠 忽然眼睛一亮 看到了自家小赤佬 秦泽走入片场 一眼就看到了穿旗袍的姐姐 没办法 实在是姐姐太惊艳了 穿上旗袍的秦宝宝 在妖艳舞媚的基础上 又多了一股子古典女人的韵味 秦宝宝板着小脸 语气冷淡的问他 在这里干什么 秦泽露出谄媚的笑容 说来看小姐姐 小姐姐在外面工作辛苦 我给你捏捏肩 秦泽其实是以资金方的身份来的 同行的还有苏玉 但他为了给姐姐惊喜 所以没通知剧组 而途中 苏玉找厕所去了 秦宝宝哼一声 让他死一边去 他才不会被三言两语哄的眉开眼笑呢 小赤佬瞒着他 给苏泰迪过生日 还搞什么爱心玫瑰 真是气死他了 秦宝宝当时差点摔手机 摆着王子精 说你看吧你看吧 我就说 这朵白莲花妖里妖气 一看就不是好相遇的 王子精也火冒三丈 小脸表情严肃 说是该给小赤佬一点颜色瞧瞧了 于是就有了长达一个星期的冷战 我给你买了棒棒糖 秦泽掏出姐姐最喜欢的那款棒棒糖 秦宝宝结果面无表情的填起来 算是给弟弟一点点面子 秦泽问 那有没有原谅我 姐姐说没有 让他滚 说完秦宝宝下意识想去掐秦泽的腰 但手伸到一半猛地醒悟过来 说好打冷战的 说好不理他了 怎么莫名其妙的又跟他闹起来了 而此时导演都快榨干了 秦泽一出现 秦宝宝的眼里就只有他弟弟 导演听着姐弟俩没营养的斗嘴 偏偏还插不上嘴 脸色别提有多差 秦宝宝也总算想起正事了 忙跟导演介绍起了秦泽 导演朝秦泽点点头 正好他也想让秦泽劝一劝秦宝宝 秦泽扭头 问姐姐发生什么事了 秦宝宝抛给他一记白眼 说是糟心事 说给你听也没用 懒得多说 导演就把事情大概说了一下 接着又说 虽然咱们有口头协议 但一切还是要以拍戏为重 如果因为你不肯拍吻戏 导致我们的戏没拍好 这个就过分了吧 秦泽眉头一皱 没说话 副导演走过来 也劝说拍个吻戏而已 很正常 何必这么矫情 执行导演也过来 说搞什么呀 拍个吻戏而已 至于那么扭捏 所有人都在等着 这一段戏还拍不拍了 不拍就换个快版 导演火气也上来了 说不管怎样 这段戏总是要拍的 秦老师 你可是有合同的 这么僵着 传出去对你业内名声也不好 这个下子 不但道德压力 单在秦宝宝肩上 还加了一份合同 李彦宏怒斥 明明是你们变卦 之前谈好了 用替身拍吻戏和床戏 不然 我们也不会接这个活 导演怒火直冒 说床戏用替身行了吧 拍个吻戏而已 至于这么矫情 不接受吻戏和床戏 你来拍什么电影 听了这么久 秦泽也大概听出了一点问题 他问导演 为什么用替身不行 非得我姐亲自上场 秦宝宝拉拉拉秦泽的胳膊 他太熟悉自己弟弟了 看他的眼神 就知道他怒了 他心里其实蛮开心的 感觉自己也是有男人撑腰的 但他同时 也怕弟弟和剧组起争执 姐姐小声跟秦泽说 没事 僵着就行 毕竟他也没说不演 里头的门道秦宝宝也清楚 反正最后 要么剧组和他协商分手 要么那家伙妥协同意用替身 秦泽也是无奈 戳着姐姐脑袋 说你不好好唱歌 干嘛非跑来拍电影 你一个从来没演过戏的人 谁给你的勇气 秦宝宝撅着嘴 露出小女孩委屈姿态 他也是想趁着公司雪藏他之前 抓紧多赚点钱 毕竟他的买房计划还没实现呢 而且 一开始也和导演说好 秦泽看向导演 用非常真诚的语气 让导演听他一句 去和男一号沟通沟通 而不是举着拍戏的名义 非要揪着他姐姐不放 导演 副导演 执行导演都气笑了 这年轻人可真有意思 还听他一句 虽然你在歌坛有点明气 但关他们什么事 又不是一个领域的 此时郭正宇过来 指着秦泽说 这人谁啊 一个外人在剧组指手画脚 搞什么 他有什么资格说话 戏还拍不拍了 导演对男一号 又是另一副嘴脸 立马安抚起来 安抚完 导演最后的耐心也用完 直接翻脸问秦宝宝 到底还拍不拍 不拍咱们就解约 导演这一吼 现场的人纷纷看过来 被这么多人看着 饶视秦宝宝这么要强的性子 一张翘脸也憋得通红 这时 外头的工作人员 领着一位高挑清冷的美人走进来 挥手大喊 资金方的苏总来了 现场的人纷纷扭头 注意力一下子 被这个闪亮登场的漂亮女人吸引 导演一马当仙 满脸堆笑上来迎接苏玉 说苏总 咱们是先找个地方吃饭 好好谈谈细则 还是怎样 苏玉愣了愣 目光从远处的秦泽身上收回 奇怪地问导演 秦总近来都大半天了 还没谈好细则 导演脸色一僵 心里生起不好的预感 副导演和执行导演心里一突 导演抢笑着问苏玉 您 您说的秦总是 苏玉摇摇一指秦泽 说这是我老板 这次投资他说了算 刹那间空气忽然地安静